我冒胜攀安 让三千天之娇女垂涎三尺 我家族背景逆天 一门三大道体 天下何人敢惹 我觉醒一世失败 被迫离开大罗圣地 那又咋样 我是隐藏的先天无暇混沌体 天赋独步三千大事件 我有杀敌暴装备系统 万倍暴虑 转化修为 转化功法 我一路横推 碾压亿万天骄 水与争锋 第一章 大罗圣地天赋觉醒 玄天大事件 大罗圣地 今天是一年一度天赋觉醒日子 大罗圣地年满十八岁的预备弟子 无论在何方 这一天都会准时回到圣地参加觉醒仪式 因为错了今天 便错过了成为天骄的唯一机会 所有预备弟子都把今天当成了转正的跳板 觉醒的天赋决定你在大罗圣地的培养序列 弟子 无上大帝潜力人选 第一序列培养 圣子 会员圣人潜力人选 第二序列培养 骄子 至尊主宰潜力人选 第三序列培养 以上三等是无数预备弟子梦寐以求的称号 谁在觉醒时的天赋达到上三等标准 从此以后必然会成为无上天的雄主 络绎不绝 人山人海的局面 让整个觉醒仪式变得格外隆重起来 预备弟子们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努力为了让自己好在觉醒仪式上大放光彩 成为真正的人上人 在人群中有一个衣着光鲜的少年 他心眉见目 帅气逼人 让在场的预备弟子们黯然失色 不过 他似乎看上去并不高兴 甚至还有点抵触这次觉醒一事 他叫风九幽 是大罗圣地 圣主的嫡系孙子 一个含着金钥匙长大 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顶级公子 很可惜 在无数灵钥的堆积下 他依然进步缓慢 同期的预备弟子都已经达到后天晋后期 甚至巅峰 他依然还在初期徘徊 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实际上他是一个穿越者 在还是胎儿的时候 穿到原本风九幽的身上 成为了圣主的孙子 十八年了 老子穿越十八年了 风九幽内心愤怒吼道 十八年了 他没有感觉到一丝天赋的存在 别人为了已能加入大罗圣地为荣 而他内心却非常排斥 加入大罗圣地 他作为圣主风破天的孙儿 老排弟子风不悔的儿子 要是被别人知道他天赋感知弱 不但他自己脸上无光 甚至还会让大罗圣地名誉受损 九幽哥哥 你一定会给我惊喜吧 不知道是灵体等着你 还是战体等着你 嘻嘻嘻 潜宇 太上长老前马的孙女 与风九幽同年 被称为大罗圣地一株莲 高傲 无双 他的实力远超风九幽 达到了后天境巅峰 已经达到千金之力 单手开杯烈石 玄天大世界所有修者 都是十八岁觉醒 十八岁之前打磨身体 便于更好地感受天赋的存在 没觉醒前 必须控制境界 不能突破先天境 否则 是无法觉醒体制的 潜宇的讽刺 让风九幽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潜宇 莫非你会觉醒混沌体 风九幽冷不丁地回了一句 我能不能觉醒混沌体不知 但我知道 肯定比你强 九幽哥哥 你我青梅竹马 十八年了 你还是个后天境出气 不要再给风伯伯丢脸了 你不害臊 我都替你害臊了 潜宇的讥讽 让风九幽脸黑了下来 这个该死的臭丫头 从小靠着修炼速度比自己快 经常跟自己不对付 她只恨自己 天赋感知太差 吸收了那么多天才地宝 只堆出了一个后天境出气 虽然父亲风不回 母亲南宫雪 一直在安慰她 她自己知道 这辈子修行估计难了 一个对天赋感知差的人 自然天赋 不会好到那里去 觉醒圈的高台上 盘西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 她身穿白袍 眸光如日 仿佛照耀着一方宇宙 让人无法直视 我是本次主持觉醒仪式的入门长老 欢迎各位大罗圣地的预备弟子们 参加本次觉醒仪式 入门长老天爵笑盈莹说道 目光中闪烁着一丝期待 这一届预备弟子 天赋异禀 就是不知道能出几个骄子 圣子 或者弟子 就算觉醒不了骄子 多来几个超级天才也不错 入门长老目光瞥了一下风九幽 再看了一下前雨 眼神中对 两人有所期待 随即继续笑盈盈道 老规矩 一次来到灵圈上方的觉醒时 能成为何等天才 我们拭目以待 话落 入门长老单手朝着灵圈一辅 灵圈下方破开一条大道 一块白如凝枝的石头 缓缓飞出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落在高台上 嗡 觉醒时落下的时候 发出一道奇怪的声音 周围的灵圈开始沸腾起来 浓浓的灵气 弥漫在高台子上 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光芒 这便是我大罗圣地的恋天时 也是觉醒时 传说是很久很久以前 某位人阻恋化某方天地后 剩下的边角料 被我大罗圣地始祖 在天河之盼获得 不要小看这块恋天时 他可是我大罗圣地 汇聚灵圈的斩道及辅助圣气 玄天大世界唯一 广场上的预备弟子们 尽管听过觉醒时的传闻 但从入门长老口中说出来后 每个人心中热血沸腾 都在畅想 始祖是何等的人节 居然能找到这块恋天时 来当作预备弟子们觉醒时 尽管风九幽 对加入圣地不太感冒 不过看到 觉醒时真面目时 也是一阵激动 不知道天天抱着觉醒时睡觉 自己会不会觉醒 绝世无双的天赋 你们排好队 依次把手掌放到觉醒时上面 只要能让觉醒时发出三道光者 便有加入圣地的资格 三道光者 外门弟子 四道光者 内门弟子 五道光者 核心弟子 六道光者 护法弟子 七道光者 封主弟子 八道光者 太上长老弟子 九道光者 活化石弟子 众人文言后 纷纷排起队来 一个个触摸觉醒时 一连十个预备弟子上前触摸 上面只出现平凡的一道 两道光芒 只不过是普通的战体 灵体 根本达不到大罗圣地 正式弟子的选拔标准 哪怕他们先辈在大罗圣地 担任何等职位 只要不亮起三道光 说明你的天赋 不足以加入大罗圣地 大罗圣地 作为天玄大世界 数一数二的势力 他选拔弟子相当严苛 在其他一流门派灵体 都属于宝贝 不过在这里 跟垃圾没有任何区别 天赋不行 是无法突破更高境界 自然不能守护大罗圣地 连圣主都无法更改 这也是为什么大罗圣地 在天玄大世界 排名数一数二的原因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前面的预备弟子 淘汰了90% 剩下的预备弟子们 开始担心起来 没想到大罗圣地的门槛 如此之高 高得令人望而生畏 终于轮到前宇 他轻蔑地看了一眼风九幽 甩了甩白袍 露出美妙的身材 缓缓朝高台走去 入门长老眼里 闪过一丝期待 对于太上长老的孙女 前宇他有所耳闻 从小聪慧过人 对天地灵气感悟极强 年满18岁 便达到了天赋觉醒前的最顶端 后天竟巅峰 就不知道 此女能不能觉醒神体 或者大道之体 前宇带着激动的心情来到高台上 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白色石头 在万众期待中 前宇双手摸了上去 请客间 问 一道响声响彻天地 搅动八方风云 觉醒时发出耀眼光芒 一道 两道 九道 足足九道光芒冲破云霞 盘旋在天空之上 天地有一向 霞光三千里 轰隆隆 整个天旋大世界 天地间响起一阵阵鲜雷之音 伴随着泛阴阵阵 恐怖大道气韵之力 回荡在无尽的星河深处 勾勒出一个命运长河的奥秘 一缕缕令人压抑 而又震撼的气势威严 顷刻间 笼罩在天旋大世界 无数生灵的神魂深处 这一刻 玄天大世界集体震动 四大圣帝 八大宗门 十六大门派的老怪物们 各圣帝 门派妖孽们 纷纷为之震动 瞪大眼珠子 朝天穷看去 大罗圣帝道体出事 可不 轰隆 轰隆 紧接着 九道霞光 映出一方天地 紫气东来三千里 无尽星河道玄垂 麒麟踏步而来 净显祥瑞之气 青龙盘旋而上 口吐龙鸣之音 玄武海出明珠 迎风踏浪而至 珠雀展翅即飞 玉火燃尽虚空 白虎追星逐月 王霸之气高明 这万载难遇的五圣兽 献瑞之相 此时 觉醒时散发着九道光芒 投射出四个大字 无相道体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心中掀起轩然大波 我们大罗圣地 再一次出现道体积妖念 第二章 无相道体 vs先天无瑕混沌体 问 虚空中天花乱坠 神秘的大道之符 化作金光落下 金光沐浴 天花环绕 此女有无上大地之姿 入门长老心中暗道 双眼冒着金光 时乃我大罗圣地之符啊 当 一声天地雷鸣之音 传遍天玄大世界 所有人心中都知道了绝世妖念的出世 纷纷羡慕起大罗圣地来 金光散去 露出浅与傲人的身躯 他睁开了双眸 有一种屁腻天下之事 这下那些老怪物 坐不住了入门长老回头 看了看迷雾环绕的洞府 呢喃道 似乎入门长老的话语 佐证了他的想法 在大罗圣地近地深处洞府 一个个沉睡的活化时 纷纷苏醒 睁开那尘封已久的双眸 纷纷朝觉醒时看来 强大的灵魂波动 在虚空中交织着 无数气息在争锋相动 此女 归于我清风老祖门下 谁敢跟我抢 一道霸气无边的声音 从境地深处传来 响彻天际 清风 此女与我剑神老祖有缘 请勿与我争抢 否则 我会拔下你的底裤 放在冰火上 考上七七四十九天 一道魔神般的虚影 出现在虚空中 僻逆天下 只长一方风云 天啊 传说中的剑神老祖 也出来抢人了 无数弟子心中 只有一个念头 浅宇要逆天了 天空中 出现数个虚影 佛尘 刀剑 长枪 雨扇等等 众多环绕在上空 清风老祖 剑神老祖 乌山老祖 十几个大罗圣地的活化石 纷纷虚空踏步而来 炽热的目光 只为站在觉醒台上那个人 被众多老祖还事 浅宇美目地抬了头来 不怯场 与老祖目光交汇 就在此时 虚空出现一道空间裂缝 一道身穿金色道袍的男子 走了出来 散发出浩瀚的气势 让人有了一种 顶礼膜拜之意 入门长老见状 连忙躬身行礼 见过圣主 风九幽看着自己的爷爷 从虚空走出 心中一片凛然 随即羞愧地低下头颅 与前雨的风光无限相比 自己好比那颗狗尾巴草 卑微 可怜 见过圣主 觉醒的预备弟子 围观的众多老弟子 圣帝管师们纷纷行礼道 大罗圣主风破天面 慈眉善目 盯着前雨笑迎迎道 前雨 你很好 我正式宣布 你为帝女 大罗圣帝 所有资源都向你清闲 这是大罗圣帝的传统 凡是觉醒 大道体的弟子 其地位相当之高 虽无圣主的权利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堪比圣主 大罗圣帝觉醒 道体的并不多 圣主风破天 弟子风不毁 弟子天刀 弟女千寻 每一个都堪称大罗圣帝巨拨 未来的大帝 加上刚刚觉醒的前雨 等他成长起来 五尊大道体 灌绝玄天大世界 水雨争风 当然 风九幽的母亲南宫学也是道体 只不过 他并不属于大罗圣帝 多谢圣主 前雨得意一笑 偷偷瞥了一眼风九幽 大罗圣帝十五名活化师老祖 你可以任选一个 做你的师父 圣主话音一落 虚空中 十五道气势磅礴 铺天盖地落下 无数弟子纷纷后退三丈之远 一脸惊恐地看着虚空中 那十五道伟岸的身躯 仅仅溢出来的一丝气势 便可让无数弟子纷纷后退 气势无边 恐怖如斯 前雨仰视天空 与各位活化时 老祖对视了一番后 偷偷看了一眼 他的祖父前马 我选择剑神老祖 好 乖徒儿 虚空中 剑神老祖大手一挥 一道彩练卷起前雨 很快消失在觉醒台上 唉 十多道叹息声在空中响起 随即 身影剑影 消失不见 圣主风破天 瞥了一眼风九幽 带着慈祥的笑容 笑了笑 转身 走进虚空中 回到了圣主大殿 觉醒仪式 持续进行 剩下的预备弟子们 像打了鸡血一样 精神抖擞 都在梦想 自己也会成为 前雨那样的大道肢体 受到万众瞩目 名扬天下 风九幽 上来觉醒天赋 入门长老的声音 把风九幽拉回了现实 经历漫长的等待 终于轮到他了 无数只眼睛 纷纷盯着风九幽 这个圣主的孙子 承载着无数人的期待 也不知道 他会觉醒什么样的大道体 入门长老笑 盈盈地盯着风九幽 作为圣主的孙子 这可谓是大罗圣地的超级公子 心中充满了期待感 风九幽尴尬地揉了揉眉头 带着忐忑的心情 来到了觉醒台 觉醒时近在咫尺 却又远在天边 死就死吧 大不了 被赶出大罗圣地 风九幽咬紧牙关 把双手伸了上去 入门长老紧盯着觉醒时 希望出现第六尊大道体 让大罗圣地碾压 其他四大圣地 十秒过去了 二十秒过去了 一分钟过去了 觉醒时没有丝毫反应 甚至连一道光也没冒出来 这 入门长老甩了甩头 揉了揉眼睛 似乎有点不敢相信 这个事实 圣主的孙子 居然无法觉醒 无数人心中纳闷起来 圣主风破天身负 先天大道体 其父亲乃混元大道体 其母乃凤皇道体 他的先辈一个比一个牛掰 他居然是个废人 风九幽 莫要失望 有可能是补天时 无法识别你的天赋 入门长老看到风九幽 尴尬地处在那里 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 安慰起来 天哪 圣主的孙子 要离开大罗圣地了 一门三道体 风九幽居然 哎 原本羡慕风九幽的预备弟子们 纷纷叹息起来 处在觉醒台上的风九幽 淡然一笑 作为穿越者 什么没见过 既来之则安之 随遇而安不好吗 他看了看台下 细血的表情 嘴角露出一丝 莫名的微笑 你们想多了 明明是 觉醒是配不上我 说完后 转身朝觉醒台下离去 众人一阵唏嘘 对于这样的结果 难以接受 入门长老闪过一丝惋惜 一路火花带闪电 不一会儿跑到了大罗圣地后山处 啊 风九幽对着巨石一顿狂揍 拳头血肉模糊 里面的骨头裸露出来 没有外人在 风九幽疯狂地发泄起来 胸中的愤怒无处宣泄 原本的帅气公子 头发凌乱垂了下来 在天玄大世界 没有觉醒天赋 很难成为修道者 就算有爷爷 大罗圣地的圣主 能照顾他 他也不想如此了 然度过人生 按照惯例 没有觉醒天赋的预备弟子 都必须离开大罗圣地 到人间的城池 去管理大罗圣地的产业 除非某一天 遇到奇遇第二次觉醒体制 或者吞服天才地宝 变成了全能修道体 才有可能第二次 返回大罗圣地 作为一个21世纪穿越的地球人来说 他是无法接受 自己变平庸 那个穿越者 不是牛逼轰轰 不是大道之子 就是女帝坠婿 而自己 好不容易穿越到大罗圣地 成为圣主的孙子 高高在上 可谁曾想到自己 居然无法觉醒体制 啊 定 宿主愤怒直拉满 沙迪暴装备系统夹在中 一道机械般的声音 在脑海中响起 风九幽瞬间将注 这是系统 骂里骂里哄 老子等了你18年 在老子绝望的时候 你终于来了 盼星星 望月亮 终于把系统给盼来了 穿越者的必备金手指 原本示弱的风九 幽瞬间腰杆挺了起来 沙迪暴装备系统夹在完成 宿主请您验收 风九幽一改刚才的颓废 带着期盼问道 系统 在介绍沙迪暴装备系统之前 我想知道我 为什么不能觉醒天赋 对于自己不能觉醒这件事 风九幽一直耿耿于怀 成为了他一块 难以抹去的心病 宿主 根据系统对你的体质 进入室测试 你乃举世 罕见的先天无瑕混沌体 觉醒它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能突破先天 便能自然觉醒 第三章 沙迪万倍暴率 系统你要逆天 系统的话 经得风九幽九九不语 系统 你确定没骗我 连练天时都无法让我觉醒 突破先天便能觉醒 先天无瑕混沌体 先天无瑕混沌体是传说及体质 只存在历史长河之中 混沌体 成就无上大地大道之境 大道合一 一念永恒 重造岁月 无视因果 大道体 登上无上大地超脱之境 万劫不灭 万法不清 言出法随 跨越时空 神体 灯灵混圆境 窥探岁月 只见世界 一化亿万 这是天赋体质 赋予修者 所能达到的境界点 若你只是神体 除非你能在岁月长河中 找到改变天赋的混沌及大药 否则 这一辈也修想登陵无上大地之位 天赋体质 决定一个修者能达到的上限 任何一个登陵无上大地超脱之境 都是神父大道体 从不例外 这也是为什么 各大圣地对天赋要求极高的原因 一个大道体 可以让一个圣地万古流芳 一个混沌体 可以让一个圣地 镇压数个时代 宿主 华夏人不骗华夏人 你穿越到天玄大世界 与胎儿融合 让原本的先天无瑕混沌体 受到了天道蒙蔽 只要宿主突破先天 天道蒙蔽便会被自动解除 恢复你原本绝世无双的天资 炼天时 也就是觉醒时 他针对道体及以下体质才能觉醒 他无法觉醒混沌体 得到系统的答复后 风九悠一双黑亮黑亮的大眼睛 宁眸时如波澜不星的黑海 流动时如空中飞走的星星 兴奋之意流淌在双眸之中 手中的拳头紧握 仰天长笑 谁也不能阻止 我突破先天境 一声怒吼 盘旋在后山之上 那些生活在后山的各类灵兽 仙兽抬头朝这里看了一眼后 纷纷露出惊恶的表情 可怜的娃 没觉醒天赋 又开始做梦了 一只满身红的像火焰的大鸟 口吐人言 鄙视道 谁说不是呢 我还以为他会觉醒大道体 本仙兽还打算跟他签订兽灵协议呢 可惜了 这么好看的皮囊 一头毛发白如雪的老虎 双眼满是失望地盯着风九悠 风九悠发泄完后 再次问了起系统过来 系统 你这个杀敌暴装备 是怎么个暴装备法 难道跟游戏里打怪暴装备一样吗 宿主 杀敌暴装备系统 顾名思义 你灭杀敌人 会暴相应的装备 自动进入你的储物界里 恒定最高万倍暴率 最低十倍暴率 暴率是随机的 最重要一点 灭杀比你境界高的敌人 会10%触发幸运10万倍暴率 灭杀天骄 还会有5%的几率 触发百万倍暴率 什么 风九幽露出惊恶的表情 我这系统是不是太逆天了点 这暴率似乎有点变态的强 不过 这个暴率再高 似乎也是某件装备啊 那这么暴率 岂不是没有任何意义 系统 你这个暴率再高 获得的装备也是一样吗 宿主 进阶对应暴率装备物品 暴率超过80%后 会自动计算成装备的等级 来进行返还 具体暴率计算方式参考 下品为80% 中品为18.9% 高品为1% 级品为0.1% 高益层次0.08% 0.089% 0.001% 0.0001% 以此类推 随着自身境界自动调整 如宿主跟敌人 都是助击近初期 零器下品暴率为80% 中品为18.9% 以此类推 如果你杀了境界比你低的 装备品级 暴率会相应下调一个水平 比如 你杀了一个隐器进后期的敌人 初始默认装备为 玄器下品 暴率为18.9% 杀敌境界越低 暴率越低 爆出的装备越差 如果你杀了助击近的天骄 默认装备为灵器下品 暴率为80% 触发100万倍后 自动获得斩道神兵 卧槽 这么腻天吗 风九幽被系统的话震得外焦里嫩 自己将来岂不是低境界 穿着一身大地神兵 谁敢惹自己 宿主 这是小场面而已 淡定 淡定 杀敌爆装备系统 为了避免资源浪费 专门增设了一件功能转化 评级转化Buff 如果爆的装备宿主不需要 可以通过评级转化Buff 直接转换成为相应的修为 攻法 卧槽 系统 我能骂脏话吗 难道老子春天要来了 系统快说说 怎么个转化法 风九幽已经彻底疯了 这个系统也太牛掰了 不但能杀敌爆装备 还能一件功能转化成修为 攻法 耐耐的熊 这踏码 哪里是什么金手指 简直是大地金手指 宿主 评级转化Buff 跟杀敌爆装备一样 如果你杀掉一个 后天进初期对手 初始爆率 依然按照80% 假设1万倍计算 中品灵器转化为修为点 即0.8乘以1万倍 等于8000修为点 境界越低 转化计点越低 境界越高 转化计点越高 超越宿主一小阶 按照两次六倍计算计点 越一大阶 直接按照十倍计算 越两大阶 按照二十倍计算 修为点 引气镜 10-240-80-100 后天进100-200-400-800-1000 先天进12000-48000-100000 宿主切记 修为点跟传统修炼方式不一样 功法同理转化 风九幽被系统的话 震得外焦里嫩 这系统完全就是作弊器 还是那种无敌的作弊器 一想到自己 只要突破先天进 先天无暇混沌体便觉醒 自己突破越快 穿着神装去单挑妖孽 那画面不敢想象有多美 又二 一道柔和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风九幽身躯一阵 慢慢回头 只见一个跟她长得 有七分像的女子 缓缓走来 娘亲 风九幽的母亲南宫雪 带着慈祥的笑容 看着风九幽 娘亲 我今天给风家丢脸了 并没有觉醒天赋 风九幽低着头 不敢看南宫雪 毕竟辜负了她们的厚望 浪费了无数资源 给她打磨身体 十八年了 不但实力进步缓慢 连天赋也没觉醒 一二 娘亲不怪你 就算你没觉醒天赋 在天玄大世界 也没人敢欺负你 南宫雪一脸溺爱地 看着风九幽 守在她头上摸了摸 跟我回家吧 你父亲也在担心你 简单的几句话 让风九幽心头一暖 差点就说出自己 有先天无瑕混沌梯了 不过这种体质太过于逆天 在天玄大世界上 会成为公敌 系统刚才悄悄告诉自己 体质一世不能对外泄露 就算是最轻的人也不能 除非你想大罗圣地毁灭 让九天十地大地跨界追杀 他们不会允许未来的主宰 凌驾于大地之上 自己没强大时 可以暴露战力 千万不要暴露体质 她牢记系统的话 猥琐发育 然后悄悄惊艳世人 风九幽跟着南宫雪的脚步 朝凌云风走去 不过 南宫雪眉角之间 闪过一丝无奈 混元道体与凤凰道体结合的孩子 居然连天赋都无法觉醒 这必然会沦为各大圣地的笑柄 凌云风 大罗圣地十八风之一 刚回到凌云风 风不悔坐在主位上 当脚步传来时 她微微抬头 看了一眼风九幽 那到目光下 饱含着溺爱 还有一丝无奈 回来了 嗯 风九幽埋着头 不敢看风不悔的眼睛 手指缠在一起 没有天赋不重要 重要的你是我风不悔的儿子 风不悔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浓眉下面深藏着一对炯灼的眼睛 那里面饱含着无边的慈爱 父亲 不知大罗圣地如何安排我 这 风不悔看了一眼南宫雪 举起的手缓缓放下 雪儿 你给幽儿说说 我去圣地一试 话到嘴边 风不悔不知如何讲 风不悔起身 夺不朝门外走去 父爱如山的伟岸身影 在阳光下拉得长长的 宛若巨人印在了风九幽的心里 风九幽全都紧握 内心暗道 老爹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一定会成为风家的骄傲 南宫雪眼珠泛着泪水 她很不想跟风九幽离别 但大罗圣地的规矩不能破 她只有强忍泪水 告诉了她关于圣地的安排 幽儿 南宫雪擦了擦快要滴下来的眼泪 心中万般不舍 娘亲 没事的 不一定在大罗圣地 自己才能出人头地 也许去其他地方 说不定发展得比大罗圣地还要好呢 自从风九幽知道的自己的体质 还有沙迪暴装备系统后 她的眼界放眼整个玄天大事件 自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杀敌暴装备 转化修为点 以战养战 进行极限突破 娘亲 我没觉醒天赋 不代表我没天赋 说不定 我的天赋 是万古独断的存在呢 风九幽安慰起南宫雪来 她不想看到娘亲伤心 难过 南宫雪破涕而笑 轻轻地抚摸她的脑袋 溺哀道 大罗圣地 安排你先天与帝国大罗神兵阁做管事 好 我马上启程 尽管风九幽很想跟父母在一起 不过她也知道 这一切都是奢望 南宫雪给了风九幽一枚储物件 至于里面装了什么 她并没通过神识扫描 又二 南宫雪一把抱住风九幽 眼泪再一次哗哗直流 娘亲 你放心 我不会给风家丢人 我给你保证 一定会镇压天学 唯我独尊 风九幽眼神中充满坚定 整个人气质大变 惊得南宫雪一脸愕然 随即 她笑开花 跟她老爹一样倔强 黄昏时分 漫天霞光 风九幽一一不舍地回头 看了最后一眼南宫雪 沉下心来 头也不回地朝大罗圣地外走去 山峰上 风不悔缓缓从虚空中出来 看着儿子远去的身影 一阵叹息 人徒 何在 风不悔对着虚空说道 主人 一道黑影从远方急闪而来 半跪在地上 幼儿的安危便交给你了 是 主人 就算我死 我也断然要保护小主人周全 随即 人途隐秘虚空中 消失不见 第四章 打个结 灵精交出来 披心带跃 脚踏跃影 原本坐着马车的风九幽 此刻无奈地走在山间小道上 之前租了一辆马车 结果师父一听说要翻过童木岭 立马拒绝前往 就算风九幽给她加到一千下品灵精 她也拒绝前往 她嘴里一直念叨 童木岭有山贼 有妖兽 他们吃人不吐骨头 临走前还劝说道 小公子 童木岭去不得 小心把命给折了 想起马车师父害怕的表情 风九幽忍不住吐槽道 有钱不赚 是王八蛋 修道人事 怎能害怕山贼呢 不以为然的风九幽 此刻 快到童木岭山顶了 一路上并没有看到什么山贼 妖兽 更坚定了马车师父说的话不实 肯定是某些人以讹传讹的假消息 漠然 一阵哒哒哒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亮起了火把 风九幽停了下来 疑惑道 不会真有山贼吧 瞥眼望去 有五十多名大汉 光着膀子 拿着大刀 急步而来 领头的是一个独眼龙 手中的大刀 在月色下泛起寒光 嘖嘖嘖 还是一头肥痒啊 山贼头子 看到风九幽的穿着 还有手指带的戒指 一眼就判断出来了 兄台 请问你们是在打劫吗 风九幽故作惊讶 露出一脸吃惊的表情 大哥 这个小子是不是脑袋不好使 不对 他的脑袋被门夹了 错了 他得了小儿麻痹症 围观的山贼们纷纷嘲笑起来 这只肥羊真可爱 居然问他们是山贼吗 小子 我不管你是真傻 还是装傻 速度交上储物件 不然爷爷们扒了你的皮 山贼头子长刀猛地插在地上 溅起一道火光 你们要多少灵精 说个数 本公子有自然给你们 俗话说四海皆兄弟吗 风九幽脸上没有一丝害怕 反而热情起来 搞得几十个山贼一头雾水 大哥 这个小公子如此懂规矩 要不随便敲诈点的了 是啊 大哥 我们打劫一辈子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主动的客人 我好感动啊 大哥 我想跟这位公子拜把子 结为异性兄弟 山贼老大一顿怒斥道 你们别跟我抢 我先跟他拜把子兄弟 你们排队等到起 接着 嘻嘻道 小公子哥 本山大王留不得 外号大雄 想跟你结拜为异性兄弟 有夫同享 有难你当 风九幽脸色一喜 大呼道 那感情好啊 叫上兄弟们 我们一起结拜 煞血为盟 来个桃园五十一结义 所有人再次猛逼了 煞血为盟是啥玩意儿 在他们疑惑中 风九幽摸出了一柄下品灵剑 直接亮下了山贼们的太惊艳 这可是下品灵剑啊 他们手上的兵器比起来 跟垃圾一样 下品玄器 比凡剑的菜刀好那么一点点 难道这个小公子 是要打算送他们人手 一柄灵器吗 顿时笑开了花 小公子 你人真不错 我大雄任你做兄弟 做我们山贼二当家 众位兄弟 你们说好不好 山贼头子大雄 扯着嗓门吼道 好 见过二当家 众人齐声道 纷纷等着风九幽发放灵器 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 风九幽并没发放灵器 而是拿着下品灵剑 在他们脖子上比划了一番 小公子 你在干嘛呢 不是煞血为盟吗 怎么比划俺的脖子 一个山贼憨憨说道 众人也十分不解 风九幽扫了一眼众人 一本正经说道 兄弟们 煞血为盟 需要大家把身上的血放到盆里 大家一起喝 听说喉咙的血喝了才能真正结拜 不知诸位兄弟 意下如何 谁先来 说完后 风九幽从储物界里 摸出一个金色的大盆 在月色下 发出一阵金光 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山贼头子大雄 一脸愤怒 手中的大刀顺势劈下 一道火光闪过 山路上出现了一道裂缝 小公子 你耍我们 难道你真不拍死吗 风九幽摇了摇头 放下手中的金盆 说道 你们不想跟我结拜了 你们是不是在耍我 这把零剑 可不是开玩笑的 零剑往地上一挥 碰 一阵巨响后 山路上出现一道裂缝 不过 这道裂缝 比大雄那道更深 更宽 众人看得目瞪口 巴比Q了 是一个高手 大雄脸上一惊 赶紧收起手中的大刀 谗媚道 小公子 哥哥跟你开玩笑的 哥哥们怎么会对你动手呢 小公子 你赶路辛苦了吧 走到山寨歇歇脚 吃点宵夜 随后 她的手伸到背后 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 风九幽眼睛一亮 嬉笑道 那感情好啊 带路吧 天空上 一朵黑云飘浮着 人途疑惑地看着风九幽 山寨里 风九幽更大雄坐在主位 下面是黑虎帮上百名帮众 大家抬起 久打算进风九幽九 风兄弟 俺大雄是个粗人 今天有幸认识帅气无边的你 是俺们山寨的荣幸 兄弟们 你们说是不是 是 大雄一脸热情地看着风九幽 酒碗碰了一下 大呼道 风兄弟 干 风九幽扫了一下下面的帮众 微微一笑 兄弟们 你们太热情了 热情得我受宠若惊啊 山贼们表面上热情洋溢 眼神中确实杀意满满 风 风九幽打断了大雄的说话 看傻子的眼神 不嫌不淡道 大雄 你们山贼都聚在一起了 是吧 对啊 黑虎帮一百名兄弟都到这里 这么了风兄弟 难道你要给他们发奖赏不成 大雄两眼泛光 朝风九幽的手指看去 奖赏了 毛毛雨 不过 你得先把我手上这碗酒喝了再说 风九幽把手中的酒碗递给大雄 现场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面目不善地看着风九幽 而刘不得 外号大雄山贼老大 脸色骤变 风九幽 你当真不给本寨主面子 啥玩意儿 面子 你们想堵死我 想抢本公子的储物件 你居然要我给你面子 风九幽手上的酒碗 朝大雄的脸上砸去 如此近的距离他自然无法闪避 碰 酒碗四分五裂 大雄脸上多了一道伤口 啊 杀了他 大雄彻底怒了 下面的一百号山贼也怒了 抽出大刀朝风九幽砍来 密密麻麻的刀光剑影 倾泻落下 风九幽一个逍遥部瞬间躲开 腾挪到空位上 看着暴怒的山贼们笑了起来 这下本公子杀了你们没有负担了 嘿嘿 旋风剑影配合逍遥部 风九幽宛如蝴蝶穿花 留下一道道残影 山贼们攻击全部落空 第五章 首杀一千倍暴虑 旋风剑影乃南宫雪家族的家传剑法 据说后面还有风光剑法 威力比旋风剑法大了一百倍不止 旋风剑影看似横扫 实际上叠加了三层剑法 旋转 叠加 虚影 让人防不胜防 配合逍遥部 众多山贼根本摸不到风九幽半点身影 啊 在风九幽旋风剑影的挥洒下 山贼们纷纷惨叫起来 一帮影气静 后天竞初期的山贼哪里会是风九幽的对手 地上躺着十具 二十具 一百具山贼尸首 直接把上方看戏的大雄吓破了胆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的兄弟们全部死光了 一个也没给他留下 剑影血 命归天 一袭白衣 出路锋芒 风九幽除了开始杀人 有点反胃后 很快便喜欢上了这种嗜血的感觉 似乎唤醒了体内某种暴力因子 风九幽那张帅气的脸蛋 映入大雄的双眸中 变成了可怕的魔鬼 更激发了他的杀心 风九幽 我要杀你 大雄手持大刀 高高跃起 朝风九幽劈下来 那力道堪比三国时期的猛张飞 凶猛无比 风九幽踩着逍遥布 一道残影掠过 刀锋从风九幽原来的位置落下 碰 地上溅起一道火光 也多了一道刀痕 嗖 一道白影反沙而来 大雄刚提刀 密密麻麻的剑影扑面来 刀位落位 双手被剑影淹没 啊 一声惨叫后 大雄的双手消失不见 被旋风剑影搅成了肉末 散落到地上 撕裂的惨叫声 从大雄嘴里传出 拖出一道道鲜血狂喷 风九幽没有半点同情心 对着他的喉咙刺去 一道白光过 大雄喉咙上多了一道痕迹 你好狠 大雄刘不得 果真名字印证了自己的生命 扑通 摔倒了地上 双脚一蹬 去见了阎王 可惜山贼实力太弱了 哎 风九幽摇了摇头 似乎并不太满意 黑暗中 乌梁上 人图双眸闪烁 满意地点了点头 心中加了一句 不愧是小主人 久违的系统声音 终于在脑海中响起 定 宿主 恭喜你完成首杀 触发一千倍暴率 宿主灭杀刘不得 与宿主同阶 触发一千倍暴率 宿主可以获得 下品灵甲 宿主灭杀一百名 隐气境后七山贼 触发0.8倍暴率 获得下品玄刀 神识一扫 储物界中多了这三样东西 风九幽撇撇嘴 对于暴的装备并不满意 系统 给我全部转化为修为点吧 好的 宿主 按照公式计算 0.8乘以 1000加0.8乘以 100乘以0.8 等于864点修为 宿主需要突破吗 废话 突破吧 以后除非触发10万 100万暴率 其他的全部转化为修为值 对于风九幽来说的 修为提升 早日突破先天觉醒 先天无瑕 混沌体才是王道 宿主 修为值贯体进行时 后天境200斜当400 后天境后七 剩余修为值 264点 顿时 风九幽感觉自身的实力 达到了后天后期 差不多远 便可突破先天境了 先天无瑕混沌体等着我吧 咦 人土眼中闪过一道诧异 小主人居然顿悟了 刚才突然升了两阶 天与帝国 大罗圣地下辖的四大帝国之一 统治着3000万平方公里土地 名副其实的超级帝国 落成 天与帝国皇都 素有落水一城 附加天下之美誉 这里落水环绕 风光独特 青楼兴旺发达 大罗神兵阁 位于落成最中心的黄金地段 这里络绎不绝 人满为患 无数人为了寻得神兵利器 纷纷涌入这里 这些对外出售的兵器 大多数都是大罗圣地淘汰下来的 只有20%左右达到玄器级别 5%达到灵器级别 一个白衣飘飘的公子哥 出现在大罗神兵阁门前 他上下看了一番后 摇着雨扇走了进去 这位公子 你是想看那种神兵 面目清秀 身穿黄衣的女子迎了上来 面带微笑 让人如沐春风 啊 我来找林掌柜 风九幽微微笑道 女子微微一震 随即 指引着风九幽来到了二楼 见到了所谓的林掌柜 一个肉大如球 心宽体盘的胖子 见到他时 正在敲打着算盘 盘算着这个月的收入几何 林掌柜 客人找 黄衣女子随即告退 回到一楼 继续招呼起客人来 林掌柜放下算盘 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帅得让人极度的翩翩公子 正在笑眯眯地望着他 不知公子 找本掌柜所为何事 啪 风九幽从储物界中 拿出一个大罗的令牌 即委派信 扔给林掌柜 林掌柜拿起一看 脸色瞬间大变 神区微微颤抖起来 连忙行礼道 不知少主驾到 背一只该死 起来吧 以后 我便长期待在这里了 至于你之前怎么做的 以后 也怎么做 经营方面的不要问我 你自己拿主意便是 风九幽只不过把 这里当成临时注点 并没有打算长期坐镇这里 毕竟杀敌爆装备 提升修为才是王道 林二掌柜一愣 尽管信上说 派他来管理大罗神兵阁 但他知道 这样的超级公子 只会来临时过度罢了 最重要的上面 写得清清楚楚 风不悔的儿子 在大罗圣地信封的只有一个 那便是圣主一脉 他哪敢怠慢 还不把他当爷一样供着 不过对于风公子说的话 他犹豫起来 作为他的顶头上司 不闻不问经营业务 这好像说不过去 这 风九幽双眼一瞪 喝道 有问题 林二差点脚一滑 心里无比的苦逼 连忙硬道 没没问题 风九幽拍了拍林二的肩膀 淡淡说道 林掌柜 你不要拘谨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了 你给我安排一下住所 本公子要歇息一番 好 林二赶紧答应下来 领着风九幽往后面宅院走去 给风九幽安排了一栋独栋大院 房间内 风九幽迫不及待地 打开了老娘给她的储物件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储物件有差不多三千多立方米 里面装满了堆积如山的极品悬丹 无瑕悬丹 甚至还有若干瓶夏品灵丹 中品灵丹 高品灵丹 夏品宝丹 五花八门 从智商 回气 辅助修炼 应有尽有 在角落里 还有几件灵气长剑 护甲 靴子等等 最重要要数件夏品仙甲 中品仙剑 除此之外 还有几千万极品灵精 活脱脱的一个移动藏宝库 风九幽看到眼前一幕 心里一阵暖 没想到老娘害怕自己吃苦 居然搬出了一个小型宝藏给自己 老娘 你真富有 真想让你白养我一辈子 第六章 天羽生死挑战台 夜晚 华灯初上 灯光璀璨 夜市千灯照避云 高楼红袖可纷纷 天羽挑战阁 一片灯火通明 热闹非凡 无数修道之人纷至踏来 嬉笑声弥漫在天羽挑战阁内 或是吓住赌博或是瞩目观看 或是下场参赛 一袭白衣翩翩的少年郎 戴上胶白面具 手拿雨扇 缓缓地走进阁内 像他这样装扮的男人极其罕见 看他的修长身材 穿着打扮便知 必然是大家族的贵公子 不过 他脸上的面具遮挡住了他的容颜 让很多富家小姐 羞到少女们纷纷失望起来 公子 不知你是官赛 赌博 还是参加比赛 负责登记的伙计 看到风九幽朝他走来 眼睛一亮 对于这种打扮的公子哥 一定要好生招待 嗯 参加死亡挑战赛 后天惊后妻 风九幽话音一落 伙计脸上露出恶然之色 疑惑中 还有一丝不解 无论是天羽帝国的翩翩公子 还是各大门派的顶级公子 都是惜命如今 这个公子却反行其道 难道他真是隐藏的乾隆不成 他不知道参加死亡挑战赛 除非打通十连胜 五十连胜 一百连胜 才能结束吗 风九幽看着伙计愣在那里 用扇子轻轻敲了一下桌子 瞬间他才反应过来 公子 报上你的名讳 我好给你安排挑战赛 风九幽眉头一扬 叫我九幽公子吧 伙计微微抬头 瞥了一眼风九幽 心中暗道 好一个九幽公子 连名字都取得怎么好听 登记完后 伙计把身份挑战牌 递给了风九幽 在旁边的武夫带领下 走进了地下挑战擂台 打死他 砍他脖子 猴子偷逃 仙人指路 刚进入地下挑战台 上方观看的观众 跟打了鸡血似的 疯狂嚎叫道 每一个都在为自己支持的 修道者加油 打气 甚至谩骂 擂台上 一个半裸的男子 捂着长刀 正好砍掉对方的脑袋 鲜血喷洒出来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在台上嗷嗷大叫起来 观战台上的观众们 跟打了鸡血似的 高呼着 一刀流 牛批 一刀流 无敌 台上叫一刀流的修者 他在擂台上连胜了九场 灭杀了九个 同样后天竞后期的对手 没想到自己的第一场 居然会被安排来当炮灰 风九幽微微笑了笑 在主持人的介绍后 风九幽缓缓地走上挑战台 风度翩翩的公子 戴着一个神秘的面具 让台上的观众大为惊讶 擂台上方一号包间 一个年轻的公子 露出惊恶的表情 眼神中闪过一道蓝光 神石穿透了房间 落到风九幽的面具上 很可惜他的神石还无法穿越 下品仙器面具的防御 大为震惊的他 扭头问了一下随从 这位白衣公子是何方人士 身穿灰衣的随从恭敬道 九皇子 阁内登记的称呼名叫九幽 何方人士不详 九幽 好一个地狱九重 此公子断然不凡 九皇子 天与帝国皇室第九子 名 秦不凡 天与帝国国主 希望他成为一代天骄 做不凡之人 秦不凡巨目 死死地盯着台上的风九幽 产生了浓浓的兴趣 这会是一个不错的对手 还是一个不错的朋友呢 擂台上 赤裸半身的一刀流 冷漠地看了一眼风九幽 露出那张心臭的大嘴 小子 你一个公子哥也上来送死 你不怕你大人伤心欲绝 你这种公子哥 适合风花雪月 花天酒地 这里是真男人玩的地方 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 一会儿死了 可不要怪你一刀流爷爷没提醒你 风九幽眼中射出一道寒意 宛若闪电在劈啪 看得一刀流身躯 微微颤抖了一下 甜骚 我会让你为刚才说错的话 付出你后悔的代价 在风九幽心里 他会死得很惨 敢在自己面前说爷爷 真不知道自己有几条命 无形的气势让一刀流 身躯往后挪了一步 没想到一个公子哥 也会有如此压迫的气势传来 他稳了稳心神 眼神中闪过一丝鄙夷 同样是后天静后期 他会怕这个公子哥 自己好歹连胜九场 连杀九个不长眼的弱鸡 你这个公子哥 便是我完成十杀的壮绝 哼 大言不惭 死了 一刀流挥动着长刀 腾空跃起 一招泰山压顶劈来 空中产生一声音爆 众若千军 势如破竹 他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情景 嘴角不经意间露出必胜的笑容 风九幽身体呈45度倾斜 违背身体力学原理 滑步穿过 长刀正好落下 砍到擂台石板 溅起一阵火光 咦 一刀流露出惊恶的表情 这都会让他躲掉了 让他更意外的是 风九幽施展起旋风剑影 脚踩逍遥步 整个人宛若跳动的蝴蝶 残影不断 剑影横流 刀剑相交 火光四起 两人在台上打得不亦乐乎 观战台上的观众凭住呼吸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如此精彩绝伦的比斗 远胜前面九场的杀戮 漠然 一个咔嚓声响起 风九幽手中的下品零件 毕竟远远高于一刀流手中的中品玄刀 经过旋风剑影的数次撞击 对方的兵器再也无法承受强大的力量 瞬间碎裂 不好 一刀流被吓得肝胆剧烈 那密不透风的剑影 在眼前闪过 突然 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 从四肢八海中传来 他感觉到身体轻飘飘 低头一看 双手掉在地上 胸口多了几十道伤口 里面的心脏 皮肺 全部掉了出来 啊 带着布干 重重地砸在地上 第七章 九皇子秦不凡 想说我当小弟 现场一片禁忌 看台上的观众们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一号包房内的秦不凡 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他想过九幽会赢 没想过他会赢得如此容易 毫无吹灰之力 甚至他身上都没出过汗 沉寂半晌后 看台上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九幽 九幽 封九幽一上台 便终结得一刀流的十连胜 如此娇人的成绩 在整个生死挑战赛上 并不多见 从侧面 也反映出他的实力强劲 好一个九幽公子 秦不凡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似乎有了一种 想收他当小弟的打算 一定要确保九幽公子安全 本皇子决定收下他 一道斩钉截铁的话 从秦不凡嘴里冒了出来 旁边的随从瞬间僵住了 后天竞给九皇子当小弟 这似乎有点滑天下之大击 九皇子如此尊贵之人 要收小弟 也应该是那些神藏竞 子府竞 有何得何能成为您的小弟 有问题吗 一道冰冷的语气 从秦不凡嘴里传出 吓得随从差点跪在地上 微微擦了擦额头 回应道 没问题 我们阁内一定确保九幽的周全 随从赶紧后退 去安排这件事宜 这必须当成 今晚生死挑战抬头等大事来办 宿主 灭杀同阶敌人 触发20倍暴率 获得16点修为值 目前累计 280点修为值 风九幽愣了一下 这个暴率也太低了 不行 今晚必须再杀九场 清理好累台后 第二个对手上台 风九幽两招灭杀对方 第三个对手 三招灭杀 十场生死累台战 在三个时辰间顺利完成 几家欢喜几家愁 那些提前下注风九幽的人 赚得盆满钵满 那些下注风九幽对手的人 想死的心都有了 风九幽把零剑当拐杖 处立在累台中央 长发飘了起来 尽管他戴着面具 也抵挡不住帅气的英姿 无数女修双眼放光 高呼道 九幽 做我道理吧 我技术很棒 我九幽选我 我深谙预防之术 九幽 我今晚为你打开一扇窗 男修们愤愤不平 凭什么那个白衣翩翩公子 就能得到你们青睐 我这样猛男 居然不能入了你们法眼 女修们猴得越凶 男修们对风九幽越敌势 甚至有些先天进修者 打算事后找风九幽算账 极度让人疯狂 女人极度让人入魔 男人极度让人变魔鬼 甚至在吃醋这方面 并不会比女修少到哪里去 面对无数女修的求爱声 就算脸皮在后的风九幽 也微微红了起来 这该死的气质 戴上面具也挡不住 真是无奈 让风千幽惊喜的是 除了第一场触发20倍暴力后 后面分别触发了一个50倍 三个100倍 四个200倍 最后一个达到了1000倍 宿主 根据暴力换算 加上之前的修为值 目前总共2016点修为值 风九幽难得露出迷人的笑容 不过在面具下 外面的女修并没看到 否则 他们定然会爱上这张惊艳绝伦的脸 估计会天天跑到大罗神兵阁守着他 不爬上风九幽的床 事不罢休 不过 他们不知道风九幽在笑 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老子终于可以突破先天了 让本公子一鸣惊人吧 风九幽 内心暗自道 大大大 天羽挑战格格主 缓缓走来 脸上的笑容 快加死一只蚂蚁了 朝着风九幽 微微鞠躬道 老朽天羽 挑战格格主秦时 见过九幽公子 风九幽眉头上扬 疑惑道 不知格主找本公子所谓何事 秦时笑盈盈 脸上的皱纹一折一折 九幽公子 我家九皇子 想认识一下你 不知道你方便与否 风九幽眉头一皱 随即开口道 请吧 秦时做了指引的动作 领着风九幽朝天字一号包房走去 九皇子 九幽公子带道 秦时双手作一 微微鞠躬道 秦不凡手中的 折扇轻轻摇了起来 转过头来 一脸微笑 九幽公子 再下秦不凡 嘴上爆出了自己的姓名 脸上却是一脸的傲娇 风九幽看了一眼秦不凡 微微一笑 九幽 不卑不亢 甚至连行礼都没有 秦不凡愣了一下 好一个傲娇的九幽公子 见到本皇子 居然不行礼 果真非常人 这个小弟 本皇子收定了 不知九幽公子 来自那方宝地 是否有兴趣 跟本皇子共谋大业 一道威严的目光 朝风九幽打亮而来 身上的灵魂 微压扑面而来 风九幽愣了一下 一脸清风云淡地 看着秦不凡 摇了摇头 九皇子 很抱歉 本公子 从来没有跟别人当下属 当小弟的习惯 以前没 以后也不会 不过 你要想做我的小弟 还得考察考察一番 语不惊人死不休 风九幽 轻描淡写的话 听到秦不凡的耳朵中 却犹如惊天之雷 在脑袋中 琵琶作响 整个人将在那里 不由地怀疑起 九幽的身份来 好胆 我家九皇子 收你做小弟 那是看得起你 不要不识好胆 不要忘记 这里是天与帝国 这里是洛城 这里是天与挑战阁 阁主秦时脸色惊变 连忙出口训斥起来 风九幽脸色冷了下来 一脸冷漠地盯着秦时 嘴角露出一丝讥笑 好大的威风 天与帝国 洛城 天与挑战阁 怎么 想用天与皇室 来压本公子 你们有个那个能耐吗 别说你小小的天与帝国 就是天眼宗 也不敢在本公子面前放肆 你想给你的天与帝国 来带货端吗 从小养成的霸气 哪里是小地方的势力 所能屁你 你天与帝国 不过是大罗圣地的一条狗 难不成还敢咬主人一口不成 什么 秦不凡 秦时主仆二人面面相去 难道踢到了铁板了 莫非他是圣地的顶级公子哥 两人脑袋上布满了问候 身体不自然地颤动起来 等等 就算他是圣地公子又如何 现在是在本皇子的地盘上 心中的胆怯荡然无存 秦时 你居然敢得罪九幽休 快点赔礼道歉 秦不凡狠狠地瞪了一眼秦时 秦时身躯 微微颤抖起来 头低了下来 双手抱拳 非常抱歉 九幽公子 是本阁主失利了 望阁下能够谅解 连主仆一唱一鹤 让风九幽心里十分不爽 修为灌体要紧 一分钟也不想待在这里 不知者无罪 没事的话 本公子都回去歇歇了 有缘再见吧 风九幽淡淡了 看了一眼秦不凡 转身便离开 九皇子 秦时刚开口 被秦不凡给打断了 和善的目光瞬间消失 两道阴霾的眼神 盯着风九幽的背影 给我查一查他的底细 若敢骗本皇子 就让他下地狱吧 第八章 人徒狼平平 一刀落成惊 月黑风高夜 杀人放火天 风九幽离开天鱼挑战阁 不远处 出现几道黑影 他们一路跟着风九幽 游走在大街上 从怡春院到相思街 从天心桥到仙女画坊 跟了足足七八条街 风九幽在巷子中 转进了一家酒房 几道黑影 在转角处守候起来 漠然 一个黑衣男子从天而降 强大的灵魂威压 铺天盖地而来 你 黑衣人没有任何言语 手中的镰刀 朝天空轻轻一挥 刹那间 原本星光璀璨的天空 瞬间走进了黑幕里 伸手不见五指 天空仿若被黑幕染过一般 乌黑地让人心头一紧 紧接着 黑暗的天空之上 出现一柄泛着寒意的死神镰刀 破天而来 整个落成 仿佛被死神笼罩 无数生灵心头突然一沉 仿佛有什么邪恶的异兽降临 除了恐惧 只剩下没有灵魂的去巧 皇宫里 皇主抬头朝虚空望去 心中一阵胆寒 凝重之色挂在脸颊上 这是死神镰刀 大罗圣地之人 五个黑衣人 被吓得瘫在地上 没想到跟踪的九幽 居然有如此逆天的背景 狂风大作 风卷残云 死神镰刀刺破虚空 火花带闪电急速而下 不 死神镰刀过 五颗头颅冲天起 血如泉涌喷洒一地 人徒面无表情看了看皇宫 声剧呈现 声为阵阵落入皇宫中 天与皇室 希望你们好之为之 再敢打小主人的主意 灭你皇室 皇主晴天脸色微变 双目黯淡下来 紧握的拳头松了开来 转身面对黑暗说道 查 究竟是哪位皇子 得罪了大罗圣地 打入天牢 是 人徒身躯微微一动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深夜 盘坐在床上的风九幽 心神不宁 要是在这里突破仙天 觉醒仙天无暇混沌体 必然会惊动五大圣地 甚至还会惊动无上天的老怪物 疑惑中 问起了系统 系统 你说我该去哪里突破仙天 才不会引起轩然大波 宿主 你算是问错人了 本系统除了杀人暴装备 转修为止 功法外 一无是处 建议你问 屋顶上的黑脸盘子 啥 黑脸盘子 风九幽瞬间愣住 黑脸盘子的形象 迅速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一道霸气无边 黑不溜秋的面孔 出现在脑海里 这 怎么可能 他可是我爹的左膀右臂 号称人途的狼平平 他怎么在这里 风九幽脸上多姿多彩 心中一阵暖流 进入四肢百骸 从来没觉得如此温暖过 没想到 老爹居然把他的左膀右臂 派出来保护我 老爹 你又想骗我眼泪 想都别想 眼泪在眼珠子里打转 风九幽很争气 居然不让他落下来 风九幽收拾好心情 偷偷地用衣袖擦了擦眼泪 夺不到窗前 对着虚空吼道 黑脸怪 出来跟本公子一见 半晌后 虚空传来一道 只见狼平平 虚空踏步缓缓落下 那双冷冰冰的眼神 有了一些微弱的亮光 这也是他能挤出 最大程度的微笑了 小主人 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 狼平平一个鲤鱼打挺 从窗户钻了进来 轻飘飘地坐在长凳上 我说黑脸怪 你暗中保护我也不跟我讲 要是我去春楼 你也跟着去 面对风九幽的打趣 狼平平尬然一笑 主人交代之事 平平自然不敢忘 就算你去狂青楼 自然跟随 不过 一切消费 全部算在你头上 风九幽瞬间傻眼了 这个黑脸怪 真把我当提款机了 揉了揉额头 要是让他长期待在自己身边 我还怎么去打怪赚经验 眼睛闪过一丝脚侠 露出一副如沐春风的笑容 黑脸怪 你也不要天天坐在屋顶上 旁边的房间找一间歇脚吧 狼平平上下打量了一番风九幽 露出疑惑的表情 问道 小主人 你是不是良心发现了 居然对平平如此客气 我可记得你十岁的时候 可是偷偷在茅厕里放了爆裂符 差点把我炸上天 你这次是不是又给平平准备了陷阱 好让我往里面钻 你想都别想 风九幽尴尬地挠了脑脑袋 为了弥补年少时的歉意 给狼平平满上一杯 从家里偷拿的一罐灵量 一股清香之意弥漫开来 还未下肚 人已经飘飘然 黑脸怪 年少时是九幽不懂事 这杯灵酿算是给你赔罪了 风九幽举起琉璃杯事宜 狼平平一愣 随即挤出一道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小主人 没想到你良心发现了 平平深感欣慰 两人碰了一杯 灵酿下肚 整个人神清气爽 真不愧是用天地灵物酝酿而成 当今天玄大世界 没几个能喝到这种绝世真品 黑脸怪 等将来有机会 九幽一定会让你天天喝上鲜酿 风九幽眼神闪过一道坚定 看得狼平平一脸的欣慰 好 两人几杯灵酿下肚 画匣子完全打开下来 没有主仆的拘谨 仿若认识很久很久的老友 黑脸怪 天与帝国哪里有秘境或者灵虚 适合我这种后天经历练的地方 经过前面一整套的铺垫 风九幽终于回到了正题 狼平平身子一震 带着剧目盯着风九幽 眼神中闪烁起来 小主人 你不会真想去秘境或者灵虚历练 你也知道我没有觉醒天赋 自己再不努力一把 就只能淹没于众人之口 成为一个普通的凡人 风九幽眉角之间 闪过一丝坚毅 燃起一股闭腻天下之豪迈 狼平平的眼眸 闪过一丝惊讶 没想到 十八岁觉醒一世 并没有击垮风九幽 真不愧是主人的种 一样的气质 一样的韧静 在天与帝国的西边 有一个一星秘境天铺 适合隐气静 后天静 先天静试炼 里面甚至还有连元神静都渴望的虚骨 若能预知 对修炼会有极大的提升 狼平平把他所知的秘境娓娓道来 风九幽一听 整个人瞬间来了兴致 住几近的是无法进入吧 耐动虚静 肚结静呢 风九幽担心自己觉醒了 惹毛了那些老怪物 硬闯进来找自己麻烦 狼平平喝了一口灵酿 淡淡说道 每一个秘境也好 先葬也罢 超过境界限制是无法进入 他们有自己的运行规则 甚至受到天道意志的保护 否则 这些秘境 仙葬都成了五大圣地的囊中之物了 而且这些秘境 仙葬严格意义上讲 都不属于天玄大世界 属于小世界范围 得到狼平平的答复后 风九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天铺 本公子来了 就让你成为我变强的踏脚石吧 一股凌云之质 从风九幽身上爆发出来 看得狼平平惊喜连连 好一个凌云之质 小主人 我希望你像主人那样一飞冲天 闪耀天玄 狼平平心中暗道 第九章 一心秘境天铺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天与帝国以西 有一座人间圣地天铺 从外面看去 的确如礼剑仙师中所云 天铺高三千尺 瀑布挂在天上 轰隆隆的瀑布撞击之声 响彻天际 其实 天铺别有洞天 每十年的五月初五 天铺水会静止不动 会在瀑布上出现一个神秘的传送门 让无数修者通过这个传送门 进入天铺内部世界 不过 超过先天境的是 无法进入天铺 又到了十年的五月初五 风九幽在狼平平的帮助下 乘坐他的火烈鸟 从天而降 来到天铺入口 一戏白一片片 俊美非凡 刚到天铺 便引起了无数女修的骚动 此男只有天上有 人间难得几回见 这是我的道理 一个身穿轻衣 手拿绿剑的女修 美目中泛起春水 惊叫起来 李翠花 如此美少年 怎么会是你的道理 明明是我诈天帮的女婿 我替我家小姐选定了她 一个头上扎着连的马尾的少女 对着风九幽 品头品足起来 狼平平名嘴轻笑起来 风九幽无语地瞪了她一下 下次出门 一定要戴面具 如果帅是一种错 那么我宁愿一错再错 不远处 一到阴霾的眼神 朝风九幽看来 一个头戴斗笠的轻衣男子 手中拿着一柄长刀 当风九幽感觉有敌意 目光扫去时 斗笠男低下了头 咦 狼平平目光如炬 冷冷地看了一眼斗笠男 小主人 进入天铺后 一定要穿上主母给你的仙甲 小主人魅力太大 走哪里都会让女修疯狂 难修极度 迟早会给自己树敌无数 不过好在来之前 在她的辅助下 强制仙甲 仙剑认主 进入天铺以后 根本不用担心小主人的安全 仙甲 仙剑都有气魂 他们会自动护主 对于仙天境那是秒杀 午夜时分 天铺终于静止 一道蓝色的传送门 出现在瀑布中央 想要抵达传送门 没有外力 或者借助道具 是无法进入传送门 这也是 对修者的一定筛选 毕竟太弱进入天铺 不但没有机缘 反而会让自己生死盗销 小主人 我送你进入传送门 风九幽还没来得及反应 狼平平一巴掌拍到她的屁股上 整个人直接倒飞 进入传送门 卧槽 黑脸惯 我不会放过你 狼平平一脸惊讶道 早知道用脚踢她屁股了 麻蛋 我怎么用手拍她屁股 不行 我得去瀑布里面洗洗手 话音刚落 狼平平虚空倒立 飞到瀑布下面 伸出双手洗了起来 看得还未进入传送门的 众多低阶修者 一脸的震惊 这个看上去 黑不溜秋的 居然是个绝世高人 不由得怀疑起 刚才那个白衣翩翩的 绝美公子来 这一定是个顶级大公子 各方动起心思来 狼平平咧嘴一笑 内心暗道 小主人 我可是 为你暗中树敌不守 你可要悠着点 不要杀得太狠了 这边 风九幽被狼平平 一巴掌拍进传送门 并没有保持站立的姿势 进入天铺内部空间后 整个身体颠倒过来 头朝下 脚朝天 哎呦 一个倒拔杨柳 疼得风九幽骂声连连 好你个黑脸怪 太过分了 等本公子变强了 非得把拖的金光 掉在城门上 风九幽一咕噜地爬了起来 发现自己在山脚 这里有无数个山连山 也不知道 自己目前在哪里 对于寻找灵药 机缘一点也不感兴趣 只想找个虚骨之地 躲进里面 来个修为之灌体 突破仙天 觉醒仙天 无暇混沌体 系统 你能不能找到 虚骨在哪里 做主 本系统 是杀敌暴装备系统 不是巡物系统 谢谢 风九幽摇了摇头 看来狗子系统靠不住 还得靠自己 当务之急 先在白衣里面 床上水灵仙甲 说说 风九幽换上仙甲后 整个人仙气飘飘 看上去网络仙人 气宇不凡 帅气逼人 要是被女修看到 估计会被逆推扑倒 以防万一 还是把暗眼的白衣 换掉吧 随便戴上面具 不一会儿 一个身穿黑衣 戴着黑色面具的男子出现 不过 那散发出来的特殊气息 依然会让女修们发狂 毕竟萤火虫在哪里 都是闪亮闪亮的 风九幽带上斗笠 拿着长剑缓缓地 朝山上走去 小云 走快点 听说山上有一个灵洞 很多修者 正在攻击外面的静止 估计里面有宝贝 等等我 师姐 一道身影 从大树上缓缓落下 看着两女奔跑的方向 风九幽疑惑地看着她们 难道是虚谷 既然找不到虚谷 不妨跟上去看看 万一是虚谷呢 风九幽不紧不慢地 跟在后面 时不时还点平起来 天玄大世界的女修 身材就是好 果真修者的身材 不是凡人能比的 不一会儿 来到了山顶上 在洞府外面 有十几拨人 正在对静止发起攻击 洞口出现一阵波动 似乎很快便能攻破静止 进入洞内 静止这玩意 要么找到破解的方法 要么就用暴力 把它打破 一群后天 先天修者 哪里会懂得什么静止 破解之法 毕竟这个静止 也是低阶的 靠暴力 也能打破 静止马上就要破了 不想干之人 请速速离开 否则 把命留下 一个身穿灰衣的男子 一脸冷漠地 看着外围围观的修者门眉 眼里充满了杀意 凭什么你们要独占灵动 一个身材矮小 拿着一把锯锤的男子 大声喝道 灰衣男子蔑视一下 手中的大刀 朝锯锤男子劈来 势如破竹 力压山河 矮小男提起锯锤迎击 碰 矮小男子被打退三步 还没来得及换气 灰衣男子的大刀 再次劈了过来 不 灰衣男子虚晃一刀 真是一刀刺进了他的心脏 矮小男子一命呜呼 死得不能再死 凭什么 凭本大爷的实力 你们再不离开 我便送你们去跟土星孙见面 灰衣男子冷冷地 看着围观的人群 身后走来几个 同穿灰衣 衣服上绣了一个 金色云朵的图案修者 他们面目不善地 盯着围观的修者 手中的长刀拔了出来 在地上拖出一道道火光 围观的修者们 纷纷露出敢怒不敢言的表情 李师姐 他们火云门 为何如此霸道 绿衣服的少女 露出鄙夷的表情 小云 火云门可是天语帝国的大门派 我们惹不起 李师姐阻止了小云说话 拉着他便离开了山顶 请客间 围观的修者们 心有不甘地离去 只剩下了一个 带着斗笠的男人 小子 你是想死吗 灰衣男子 一脸嚣张地看着风九幽 手中的长刀横了起来 风九幽眉头一扬 眼神闪过一道冷亡 看着嚣张无比的灰衣男子 淡淡说道 死 你会写吗 你写一个给我看看 第十章 火云门弟子 一箭灭笛 灵洞外瞬间凝固 一群灰衣人 愕然地看着这个找死的黑衣斗笠男 你一个后天镜 挑战我们十个先天镜出气 五个后天镜巅峰 怎么看 都是来送人头的存在 世界上有这么傻的修者吗 除非他脑袋驴给踢了 或者他是一个顶级门派的天才 能越战的存在 再能越战 能约我们这里十五个人 其中十个 可是先天镜 哼 斗笠男 居然敢在 我火鱼门面前嚣张 谁给你的勇气 灰衣男 一跑鼓了起来 先天镜的气势弥漫开来 一浪一浪地 朝风九幽压去 只见风九幽坐在巨石上 无动于衷 细血地看着他们 我说是一个叫做梁静如的女修 告诉我的 你们信吗 死吧 也不管谁是静如 她的眼里 已经把风九幽当成死人 手中的大刀 在地上拖出一道火花 身体腾空而起 张飞 你说大师兄几刀劈死斗笠男 李全 你也太小瞧大师兄了 大师兄的火云刀法 已经炉火纯青 修炼到第三世 以他先天镜的实力 对面那小子 一招也抵挡不住 李全 你的估算有问题 我认为大师兄半招 就可以灭杀斗笠男 为啥是半招 嘿嘿 因为大师兄 只要使出半招 火云刀法 斗笠男便会被吓死啊 哈哈 围观的火云门弟子 纷纷嘲笑起来 在他们眼里 一个后天镜后妻 怎么蹦大都是 一只蚂蚱 灰衣男子 利用先天之气 制空悬浮 那奸诈的瞳孔下 隐藏着嗜血光芒 手中的长刀 在先天之气的加持下 散发出三尺 火红的刀缸 朝着风九幽批来 势如破竹 刀缸闪耀 所有人都以为 斗笠男会死于 大师兄的火云刀法 连灰衣男子 也这么认为 然而 风九幽手中的夏萍 先剑寒冰剑 轻描淡写灰了一下 一股强大的力量 冲天而起 寒冰气息 弥漫开来 不好 处于半空中的 灰衣男子 脸色惊变 三尺火红的刀缸 瞬间熄灭 从刀缸至刀柄 再到手臂 整个身体 被冻成冰雕 栩栩如生的冰雕 在没有先天之气的加持下 从半空中 摔了下来 碰 整个冰雕 摔成粉碎 让围观的火云门弟子 瞠目结舌 这是仙剑 风九幽冷冷地看着 被惊吓的火云门众人 寒冰剑指向了他们 你 你敢得罪我们火云门 火云门弟子死到临头 依然不忘 搬出自己的背景 来威胁敌人 似乎火云门 是他们的救命稻草一样 火云门 一个听都没听说的垃圾门派 我会害怕 就算你们 是凌云殿的弟子 九幽话音刚落 对方十四人提着长刀 腾空而起 纷纷朝他杀来 哼 说是此时那时快 手中的寒冰剑抬了起来 轻轻一挥 寒冰气息瞬间发动 天空中下起了雪花 晶莹剔透 美轮美奂 然而 隐藏的 却是不可匹敌的杀戮 雪花片片落 半空中的十四人 寝刻间化成冰雕 进入五脏六腑 血管经脉 由外至内全部凝固 惊恐 害怕全部冰封在里面 啪 掉到地上 化成粉碎颗粒 十四个火云门弟子 就这样粉身碎骨 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 风九幽表面上 微风凛凛 屁腻天下 实际上内心 慌得一批 一个后天静后期修者 使用一柄仙剑 体内的灵力 如潮水般涌去 即将把自己给吸干了 身体一软 差点摔到地上 赶紧摸出回气单 胡伦吞枣 吞了进去 收回下品仙剑 含冰剑 灭杀火云门先天静初期大师兄 起底0.8横定律 越战一大境界 获得十倍暴率加持 激发一千倍暴率 转化修为值 八千 宿主 灭杀火云门先天初期弟子四名 大境界十倍暴率加持 激发平均一百倍暴率 转化修为值 三千二百 十名后天静巅峰 暴率平均五十倍 转化修为值 八百 共计修为值 一万四千零一十六点 风九幽露出恶然的表情 才几天 我居然通过沙迪暴装备系统 转化了一万四千零一十六点修为值 岂不是自己 很快能突破先天静了 片刻之后 在极品回气单的运行下 失去的灵力 全部恢复 风九幽露出兴奋的表情 瞥眼看了看 被火云门 破除了百分之九十的静置 起身朝洞口走去 观察一会儿后 召唤出一双 极品灵权套 戴上后 朝着洞口静置砸去 碰 洞口出现一阵晃动 仿佛出现四级地震一般 洞上的石头纷纷落下 不一会儿 晃动停止 一个两米的大洞赫然出现在眼前 风九幽推开挡 在洞口的石头 朝里面走去 进入洞口后 外面自动形成了一道屏障 无数藤蔓植物长了出来 远远望去 再也找不到洞口的存在 整个洞仿佛消失一样 火云门的垃圾居然敢独霸虚骨 找死 一群身穿红衣的女子 手握长剑 从山底跳跃而来 在丛林中行如风 不一会儿 众人来到山顶 眼前一幕彻底惊呆了众人 山顶上全是藤蔓植物 看上去跟绿色的海洋一样 别说虚骨 连他们所谓的洞口都消失不见 这怎么会不见了呀 众人露出惊恶的表情 眼前这一幕 跟绿群女子形容的天差地别 不对啊 我明明跟着火云门的弟子 来到山顶了 怎么没了 身穿红衣的妙龄女子 手中的长剑对着藤蔓砍去 一道火光闪过 藤蔓被砍断无数节 不过裸露出来的还是藤蔓 根本没有所谓的洞口 看来是虚骨 他自动隐藏起来 如此天大的机缘居然错过 跟我乍天帮无缘啊 众人看了一眼山顶 迅速地离开了此地 进入洞内的风九幽来不及 寻找宝贝 找了一个灵泉之地 开始了自己的修为值 灌体大业 系统 来吧 我要突破先天界 宿主 我建议你散去现在的灵气 重修一遍 你现在的修为值 完全够你从隐气境突破到先天境 风九幽眉头一皱 疑惑道 为何 你看过大罗圣帝的秘点没 我又不是大罗圣帝正式弟子 哪有资格接触到大罗圣帝秘点 风九幽自吵起来 就算他是风破天的孙子 他只要没觉醒天赋 没加入大罗圣帝 都没资格参阅大罗圣帝秘点 他所有的修炼功法 都是来源于风不回 南宫雪 从秘境里额外所得 带回来的 宿主 你真可怜 堂堂大罗圣帝圣主的孙子 居然连大罗圣帝的秘法 都不能参阅 既然如此 我便给你普及一下 每一境界都分出 中 高 巅峰 实际上在巅峰之上 还有极境 突破到极境 可以越战一大境界对敌 什么 风九幽露出惊恶的表情 他从来没听说过 巅峰之上还有极境 现在的人 都是从巅峰突破到下一境 一直延续了几万年 连他的父母突破 都是从巅峰 直接进入下一境 知道为什么很多大道体 在渡截境 很难度过 飞升无上天 莫非就是因为 他前面的境界 没有突破到极境 风九幽疑惑道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 想要在渡截境之上的境界 走得更快 一是突破极境 二是天赋超群 系统 你不是一个 杀敌暴装备的系统 怎么会知道 其境这回事 风九幽露出疑惑的表情 这个系统 似乎懂得很多 只要跟装备 攻法 修为相关的 都逃不过本系统的法眼 你真傲娇 第十一章 先天无暇 混沌体觉醒 意向震惊 九天十地 虚骨洞内 灵泉之上 一袭黑衣 意气风发 风九幽听 从了系统安排 把修炼得来的灵力 全部卸掉 修为瞬间为灵 啊 卸掉灵力 那种刺痛感 比刮骨疗伤 还要疼痛百倍 刮骨疗伤 只从皮肤外面刮骨 疼的也只是筋肉 骨头连接的筋脉之疼 而 散功 则是把丹田内的灵力 全部卸掉 伴随着的是 经脉猥琐 五脏六腑等功能 全部消退 非常人 不敢轻易散功重修 原本意气风发的 风九幽 此刻 看上去没有一点 翩翩公子的模样 整个人瞬间 被抽空到了身体 整个人 没有一点力气 跟没一点精力 贪成一团 上气不接下气 系统 快点给我 修为直冠体吧 宿主 修为直冠体启动中 引气静 十二十 四零 八零一百 突破引气静极静 后天静 一百二百 四百八百一千 突破后天静极静 先天静 一千两千斜挡四千 突破至先天静后期 剩余修为直 四千二百六十六点 漠然 风九幽体内的丹田 充裕起来 整个人浑身 充满了力量 在修为直冠体下 他并没放弃 运行家传的神兆天宫 神兆天宫达到三层 与境界相匹配 风九幽睁开了双眸 那双深墨色眼珠子 银白色的眼瞳 宛若如一红清水 顾盼时 向星星流动 突然 咔嚓声响起 风九幽感觉体内 有什么枷锁被打破 那种舒爽 赶从四肢百孩 迄今八脉 蔓延至全身 体内血液翻腾 骤然 体内发出洁白无瑕的光芒 整个人仿佛 被先天混沌气胞裹着 身体发出 翻天覆地的变化 丹田内形成一个单独的世界 里面蕴藏着一缕 先天混沌之气 每转动一下体内的杂质 被瞬间剔除 整个人放入 宛若在母体之中 每一口气 换成了先天之气 全身白骨朝 琉璃骨转变 五彩斑斓 发出耀眼的光芒 体内血液 在琉璃骨的造血下 由红色 朝金色转变 脱离繁胎 蜕变成倒胎 白骨上 刻画着无数大道的纹路 整个人仿佛 被大道所包裹着 滋润着 蕴藏着 经过长达72小时的 不断演变 不断升华 不断蜕变 一具完美无趣的身体 漂浮在灵泉之上 宛若一件绝世真品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终于 风九幽的先天无暇 混沌体觉醒 先天无暇混沌体出城 风九幽睁开了双眸 那双眼睛横断万古 穿越命运长河 似乎九天十地 三千世界 尽在掌控之中 一道琉璃之光 从洞内世界 穿透而出 形成超大巨型光柱 刺破星河 没入虚空之中 大 一道鼎鸣之声 响彻九天十地 传遍三千世界 三千世界的虚空之中 响起第一声鼎鸣之声 恐怖大道主宰之力 在无尽的星河深处演化 勾勒出一个 主宰之剑贯穿万古 一缕缕令人压抑 而有天地毁灭之势 顷刻间 笼罩在 三千世界无数生灵的神魂深处 这 莫非是 九天十界 先攻 道攻 道统大佬 纷纷朝星河深处看去 那道鼎鸣的灵魂震慑 久久不能消散 大 第二道鼎鸣之声 再次在星河尽头响起 无数生灵 纷纷看上天穷 一道跨越万古的气息 弥漫在天穷之上 幻化成一个金色的王座 一个虚影高高坐在上面 俯瞰九天十地 三千大世界 难道是 某出道统山巅 一位长相平凡的老者 露出骇然的神色 便随着无穷的恐惧 大 第三道鼎鸣之声 在三千世界无数生灵心中响起 天穷之巅 虚空尽头 是那一双映入星河深处的双瞳 一睁眼时空倒流 一闭眼星辰陨落 当无数生灵 还在恐惧之中时 第四声鼎鸣之声响起 大 天穷之上 无尽的电闪雷鸣 倾泻落下 三千世界上空 笼罩着一片黑暗 仙杰雷在轰鸣 混沌雷在蔑视 紧接着 第五声 第六声 第八声鼎鸣之声 响彻万古 三千世界的天穷之上 霞光三十万里 无数异象交织着出现 紫气东来三十万里 霞光映出九天十地 五大圣兽匍匐在地 九龙拉车 游荡万界 玄音仙音天花乱坠 佛像神像 万界朝拜 大 第九声鼎鸣 再次响起 虚空中出现斗大的七个大字 先天无瑕混沌体 那一刻 九天十地 仙宫 道宫 道统之地的公主们 三千世界的 绝世妖孽们 纷纷为之震动 无数大能掐起手指 开始推散起来 漠然 那一双无情的双眸 出现在虚空之中 双眸一睁 无数大能们 纷纷吐血瘫 在地上 先天无瑕混沌体出世 必须抹去 无数仙宫令 道宫令 道统令传遍三千世界 先天混沌体出世 必然镇压万古 举世皆敌 不为他 以为他是所有修道者心中的梦言 没有人甘愿 臣服于先天混沌体之下 玄天大事件 五大圣地大佬 活化时 纷纷朝天穷望去 脸上露出骇然之色 如此恐怖的异象 远超大道体无数倍 先天无瑕混沌体 九天十地新君王 这不是福 而是祸啊 大罗圣地 圣山之上 一道孤傲的身躯 傲然于山巅 双眼闪烁着雷电 一道先公之令 从天而降 缓缓地落在他手上 瞥眼一望 上面骇然写道 先天无瑕混沌体 杀 风破天 一声轻叹 身体缓缓地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五大圣地 甚至一流势力 都收到来自 无上天的秘令 三千世界 同时针对先天无瑕混沌体 展开了密杀令 凡是杀死先天无瑕 混沌体者 奖励大帝下品神兵 成为先公 道公 道统的公子 或者道子 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 整个三千世界 彻底沸腾 没有人不想一步登天 成为公子 道子 不过 他们想要找到 先天无瑕混沌体 难于上青天 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这种逆天资质 举世为敌 注定了一条道齐驱的逆天 夺天 罚天之路 这条路上 无数天骄 大能 活化时会成为 他登基的垫脚石 幸好风九幽选择 在秘境里突破 突破的意向 才不至于被人发现 否则 他必死无疑 就算大罗圣地死保 大罗圣地 只不过增添无数尸骨罢了 玄天大世界 首屈一指的势力 会成为历史 而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天铺外 刚才的天穷之上的景象 吓得人徒狼 频频胆战心惊 那股强大的气息 似乎有点熟悉 不过想不起来是谁 夹杂着天道之意 甚至有一丝主宰之力 他根本没往风九幽身上去想 更不敢从他身上去想 这种逆天资质的人 会成为异议异议人之敌 第十二章 天穷护体 直尺天涯神通 洞内灵气翻腾 须骨中无数无瑕灵力 疯狂涌入风九幽体内 双眸下 闪烁着宇宙星空 也映射着湿山血海 闭腻宇宙八荒 镇压九天十地 咦 我的身体 似乎发生了变化 风九幽看着自己流离般的身躯 内视了一下 丹田处浮现一个小世界 里面有一缕先天混沌之气 脑海中冒出一个 让他震惊万分的东西 出城先天无瑕混沌体 解锁天穷护体 受到极限攻击时 只要不超过度捷径 会自动出发天穷护体 以天穷之力 形成护体神通 抵挡敌人攻击 让自己成为打不死的小强 不过灵力耗尽后 那另当别论 随着境界的提升 天穷护体会越来越强 甚至能抵挡无上大地的攻击 除此之外 便是自带咫尺天涯神通 逃命 杀敌 这可是神迹 不过 凭借他现在的灵力 最多只能使出一次 不到万不得已 这玩意儿 可不能随便使出来 用不好 会让自己沦入万劫不复之地 神通是大能修饰的象征 要想领悟 必须达到斩道径以上 方可实现 就算你达到了斩道径 也不代表 你一定能领悟神通 这个可是与法则齐名的神术 风九又一个先天境后期 居然领悟了神通 这个说出去 会吓死多少人 不过 对于他来说 唯一的遗憾 不是攻击类的神通 神通的威能 与体质 修为相关 只要自己达到小城 大城 巅峰 圆满 九天十地水雨争风 风九又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心中一阵火热 系统 我的先天无暇混沌体 可以通过修为值进行突破吗 宿主 只要跟修为相关 都可以通过修为值来实现 先天无暇混沌体想要突破 所需要的修为值有点吓人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达到小城 需要十万修为值 达到大城 需要千万修为值 达到巅峰 需要十亿修为值 达到圆满 需要一千亿修为值 啥 系统的一席化 直接震掉风九又的三观 小城需要十万修为值 这个努努力便能实现 大城需要千万修为值 尼玛 需要我涂掉一个世界吗 至于后面的巅峰 十亿修为值 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啊 系统 你没开玩笑吧 宿主 你以为先天无暇混沌体 是大白菜吗 九天十地 三千世界排名第一的体质 什么叫无暇 没有瑕疵的体质 还是先天级混沌体 突破一层次 比混沌体需要的资源 还多百倍 宿主 你不想一想 生意层次 给你带来的神通 强大体魄 就算你夜遇白女 不在话下 依然不抖 风九又仔细一想 没毛病 才出城有了天穷护体 咫尺天涯 那小城还得了 心中的狂热 全部写在脸上 风九又起身 嫌弃地瞥了一眼 灵拳旁边那朵 极品冰莲 头也不回地 朝须骨洞口走去 咦 洞呢 路呢 怎么没了 刚到洞口发现 出去的洞居然没了 风九又露出恶然的表情 难道虚骨进来容易 出去很难 肯定不是这样 难道需要完成 某件特定任务 方可自动开启洞口 仔细一想 风九又倒回去 来到灵拳边上 轻轻一纵身 双脚踩在虚空中 俯身摘下那朵冰莲 正打算像丢垃圾一样 丢进储物界 系统开口讲话了 宿主 你可以放入丹田世界内 说不定有奇效 丹田世界 你不要告诉我 将来是混沌世界 风九又穿越之前 可是个小说迷 对于什么混沌世界 异常着迷 什么千古一株连 世界第一剑草 那些绝世混沌至宝 我只能呵呵 宿主你还真敢想 丹田世界的妙用 你将来自然会知道 看来系统 也是一个傲娇的主 手中的冰莲 通过神石 放进了丹田世界内 他所不知道的是 冰莲进入丹田世界后 那一缕先天混沌器 没入了冰莲体内 顷刻间 冰莲发出耀眼的光芒 让整个丹田世界 一片通明 冰莲散发一缕 两缕产出整整十缕 先天混沌器 风九幽 继续探寻虚谷之地 木 一道妖兽叫声传来 似乎在虚谷的南方 风九幽露出惊喜的表情 一星秘境的妖兽再厉害 也不会超过先天境 既然如此 所有的妖兽在自己面前 那都得是弟弟 系统 杀妖兽有暴力没 杀敌包含了修者 同样包含了妖兽 魔兽 鬼物 邪灵等等 当然也包含凡人 嗯 只要是活着的生灵 神魂 都能包装备 那感情好啊 此刻的风九幽 没有一点翩翩公子的模样 活脱脱的一个贪婪公子 虚谷南方 有一个水潭 水潭里有一头大水牛 没错 就是一头大水牛 只不过 大水牛的两只脚是金色的 身体是褐色的 跟凡人间 耕田那种大水牛 几乎一模一样 此刻的他 正在悠哉悠哉地躺在水堂里 翻来覆去摆弄着自己健壮的身躯 时不时用头上的脚 发出两道闪电 电死水堂里面的鲫鱼 前脚朝水堂一拍打 鱼儿自动飞进嘴里 扒击起来 突然 大水牛感觉到一道寒意 从背后传来 他扭头一看 愣了一下 死死地盯着风九幽 露出哈达子 眼睛冒着光 吐出那只长达三十厘米的长舌头 目 大水牛 水堂里的牛 给风九幽的第一眼 就是大水牛的模样 满脸愕然 大水牛听到风九幽的称呼 大为不满 本大水牛 我呸 本牛王哪里像大水牛了 大水牛又本牛王帅气 猛然 大水牛的两只金角 对着风九幽 在风九幽的差异中 两只金角上面冒起了雷电 劈啪 两道雷电哗啦劈了下来 卧槽 大水牛 你不讲牛的 逍遥部瞬间发动 一道残影掠过 雷电打了个空 大水牛傻眼啊 这个人类呢 怎么不见了 不会被我雷电打没了吧 牛童睁得大大的 环视了一圈 都没看到风九幽的身影 木 似乎发出了骄傲的声音 唯一的遗憾 没有吃掉那个人类 大水牛甩起牛尾巴 又开始悠哉悠哉地摆动身躯来 突然 他感觉不对劲 自己身上好像重了一点 记得刚才的水草没下去一截 现在这么一截 还要多一点 他使劲 把牛脑袋往后扭 在他大大牛童下 发现了那个讨厌的身影 他居然骑到自己的牛背上了 适可忍孰不可忍 木 一个猛子钻进水塘里 只见风九幽双脚一蹬 飘在半空中 一脸玩味地看着地下的大水牛 大笨牛 你在为爱发电吗 你的肉质鲜嫩无比 一会儿我可以吃牛肉火锅了 恼怒的大水牛 用腿拍打着水面 居然腾飞起来 莽撞之力 在空中奔袭而来 有点意思啊 会飞的大水牛 一个逍遥不闪过 大水牛再一次撞空 不过力道太大 撞到了水塘边上的墙壁上 一阵火星四溅 头冒惊心 砰 墙壁一阵地动山摇 大水牛重重地砸了下来 在水潭里 溅起一阵水花 第十三章 第一箭草 无字天书 先天静极静 使出逍遥不厚 堪比驻激静初期的速度 一道道虚影在水面上掠过 气得大水牛某某大叫 发狂的大水牛 一连发射了好几道雷电 每次都打中虚影 好了 大水牛 本公子不跟你玩了 话音一落 风九幽摸出了一柄极品灵剑 顺势一挥 旋风剑影铺天盖地落入水面 没入大水牛的身体 扑吃 树到血柱喷出 水塘瞬间被染红 大水牛难以置信地看着风九幽 双眸无光 嘴里想要说什么 却再也哼不出来 四脚一蹬 漂浮在水面上 我这旋风剑影 好像威力提高了好多倍 风九幽看着手中的灵剑 喃喃道 没想到达到先天后期后 剑法的威能超乎他的想象 他不知道的是 境界提升 剑法 身法的威力自然会加强 更重要的是 先天无瑕混沌体 给予的加持作用 风九幽看着水潭的大水牛 嘴角露出一某笑容 也不知道 这大水牛是妖兽 还是灵兽 不过一星秘境 应该不会有灵兽这种物种 风九幽三下五除二 拿着灵剑把大水牛分成几十份 一对金色牛角 看上去还不错 能发雷电 收进了丹田世界 刹那间 一对金色的牛角 没入丹田世界的 一座山巅之上 混沌空间 发出无数道雷电 没入金角上 原本平凡的金角 翻身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道雷霆的道文刻在上面 在他的周围空间 弥漫着无数雷电 噼里啪啦响得不停 仿佛世界末日一般 不过 这一切风九幽并不知道 他的兴致 早已转换到 铁锅炖牛肉上面 清洗完成后 在水塘边上架起锅炉 开始煮起牛肉来 之前在洛城采购了 不少反贱的调料 正好用作炖牛肉的配料 一个时辰后 一锅香喷喷的牛肉出炉 早已饥渴难耐的风九幽 拿出碗筷 开始大块朵银地吃了起来 大水牛不愧是 先天巅峰的妖兽 里面蕴含的灵力 堪比极品灵药 进入体内 被完全转化成灵力 进入四肢百骸 爽啊 这牛肉果真鲜嫩 有嚼劲 宿主 灭杀大水牛一头 根据0.8暴率 倍率0.8计算 修为值仅仅为0.64 忽略不计入 正在大口朵移的风九幽 傻眼啊 杀比自己境界低的生物 居然得不到修为值 系统 要是折算成装备暴率呢 宿主 按照暴率18.9%计算 倍率10倍计算 你也只能得到高品玄器 低于宿主一大境界 获得的装备 暴率下调一个档位 以此类推 风九幽瞬间将在那里 以后只能打同镜 或者高于自己实力的修者了 装备暴率无关紧要 关键杀了低境界的修者 修为值居然不到一点 这系统也太坑了 非逼着自己越战敌人 风九幽不禁摇了摇头 按照这样下去 自己迟早会举世皆敌 算了 不再想了 当物知 及时找到走出虚谷的出口才行 秘境开启时间只有一个月 要是出不去 就麻烦大了 鬼知道下一次开启时间会是多久 虚谷北边 找到一组藤腕 上面开了五朵小花 风九幽把它打成垃圾 扔进了丹田世界 刚丢进去 藤腕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原本两米的藤腕疯狂生长 片刻之间布满了整个山谷 先天混沌气没入藤腕中 五朵小花从含苞带放 到花枝招展 花开后 接了五个小葫芦挂在上面 这一幕令人咋舌 最恐怖的是 五个小葫芦上面 蕴含着五种大道的气息 尽管是雏形的大道 那依然是大道 虚谷东边 有一座花园 花园里面有一株小草 很奇怪的是 所有的花都离他远远的 畏惧着他 害怕跟他待在一起 只见他孤傲地 矗立在花园中央 身上时不时泛起一道白光 周围空间交织着剑意的气息 风九幽双目一亮 这猪草难道是宝贝 刚伸手去摸时 散发的剑意 差点割破了风九幽的手掌 咦 连本公子的手掌 都差点割破了 不错啊 小草草 风九幽想了想 从根部把他连根拔起 扔进了丹田世界 他说不知道是 那猪草进入丹田世界后 找到一座山峰柱了下来 一道先天混沌之气 没入他体内 紧接着 那猪草长高了三寸 一道白光从他身上发出 形成一道光柱 刺破混沌虚空 虚谷西边 一块巨石 被鹤红色的土壤包围 四周近得可怕 难道 我要去走巨石 风九幽踏着虚空三步 挪一刀巨石上 仔细观察了一番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忽然 土壤中出现几条小蛇 闪电般冲向风九幽 恨不得一口咬死他 风九幽脸上猛逼 动作却丝毫不含糊 逍遥布留下几道残影 顺势抽出零件 打出旋风剑影 当当当 几条小蛇硬如铁 在身上溅起一阵火光后 没有造成丝毫伤害 风九幽露出惊恶的表情 几条小蛇的防御力如此之高 比风九幽更加震惊的是 那三条小蛇 以他们的闪电攻击 加上坚不可摧的身躯 居然奈何不了这个人类 双方停了下来 八目相对 小蛇吐着红色的蛇星子 思考着下一轮攻击 风九幽正 思考着是不是需要用仙剑 一下灭掉三条小蛇 双方 暂时相安无事 都在偷偷计算着 突然 三小条蛇 从三个方向攻来 嘴里喷出三道不同颜色的毒气 红黄蓝弥漫在空中 不好 风九幽没有半颗思考 抽出寒冰仙剑 轻轻朝空中一盏 顷刻间空间被凝固 三条小蛇连同它们 喷出的毒气全部被冰封 紧接着 寒冰剑驶出旋风剑影 一道剑气横断虚空 三条小蛇瞬间被腰斩 化为碎末 没入褐色秃土壤中 一幕令人震惊的画面出现 刚被杀掉的三条小蛇死后 它们的血流化 做三道血丝逆流而上 没入巨石中 巨石吸收小蛇血液后 刹那间光芒四舍 巨石里仿佛有什么东西 从里面生长出来 一本石书缓缓漂浮在半空中 发出耀眼的光芒 只不过 只有两页没有文字的天书 石书似乎有意识一样 朝着风九幽缓缓飞来 落在他的手上 咦 风九幽好奇地看了看 上面一个字也没 也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把玩片刻后 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 荡成废书扔进了丹田世界 石书刚进入丹田世界 整个丹田世界发生震动 无数大道之音响起 石书仿佛受到无尽虚空的感召 盘旋在丹田世界的天穷之上 上面四个大字忽影忽现 模糊中看不清写了什么 忽然 虚骨中央出现一阵晃动 让处在虚骨西边的风九幽脸色惊变 第十四章 先天混沌白塔 虚骨中央出现一座宝塔 高三尺 塔身白色 悬浮在虚空中 散发出阵阵灵魂威压 姗姗来迟的风九幽露出一脸恶然 这玩意儿怎么有点像李静的天王塔 不过仔细一看 差别相当大 这个塔貌似好看了一百倍不止 宛若艺术品一样 还一出一丝丝灵魂威压 莫非是个大宝贝 她难道故意在这里等我来取 嗯 一定是这样的 风九幽伸手朝她抓去 不过 她似乎有意识一样 躲避风九幽 手掌抓住的瞬间 她居然凭空消失 出现在风九幽的头顶 咦 虚空转移 这玩意儿 还会乾坤大挪移 风九幽可不信邪 逍遥不易开 一串残影出现 再次朝她抓去 刚抓住 结果又不见了 白塔出现在正前方 似乎在嘲笑风九幽一般 疯狂地摆动塔身 小白塔 你太顽皮了 小心本公子 把你震在毛坑一万年 风九幽的话 似乎激怒的小白塔 她发出一圈一圈的光芒 周围的空间被禁锢 风九幽脸色惊变 这塔居然还会禁锢空间 这下玩大了 早知道应该跟她做朋友 又骗她 小白塔旋转起来 巨大的能量 用从塔内传出 仿佛要戳破天穹 撞破星辰 煞石 她化作一道白光 朝风九幽撞来 卧槽 你玩真的 强大的能量 让洞内的天地灵气 消失一空 只见白色的光塔 带着破天之势撞来 风九幽被禁锢后 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撞来 内心高呼道 本公子命休也 莫然 天穹护体亮起 一道透明的罩子 出现在风九幽身上 碰 白塔与气罩相撞 被弹飞十丈远 重重地砸到墙壁上 墙壁出现一个巨大的坑洞 白塔做出人心花的反应 抖了抖身上的灰尘 似乎恐惧地看着风九幽 咦 居然触发了天穹护体 我丢 天穹护体 蕴藏的大道之力 让白塔有所异动 她身上的黑气 消失得无影无踪 像一个害羞的小孩子 慢悠悠地飞了过来 围绕着风九幽旋转 风九幽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尝试着又骗她 小白塔 要不跟着本公子出去吧 我带你看看外面的世界 小白塔停滞在头顶上 似乎在认真思考 片刻之后 她缓缓地落在风九幽手上 看着手中的白塔 风九幽露出莫名的笑容 早知道这么轻松搞定 自己还骂她干嘛 也不知道她是什么品质的 需不需要认主 咦 白塔身上的光芒消失 看上去平平无奇 塔身里面也没了大道气息 好像睡着了一般 没有丝毫反应 难道她刚才用光了所有灵链 喂 小白塔快点起来 不然要打你屁屁了 无论风九幽怎么使唤她 她依然半点反应也没 莫非 我又捡了个破烂货 风九幽甩了甩头 当作垃圾 扔进了丹田世界 小白塔刚进入丹田世界 塔身光芒大作 散发出无数大道之音 天穹上的石书 流淌着一道道运 地上的藤蔓 五个小葫芦 亮起了五彩斑斓的光芒 山巅的金角 发出一道道天乏之雷 弥漫在山巅 山谷的小草 一道剑一破天而上 虚空中被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 山脚的冰帘 让山脚变成了冰天雪地 一缕寒冰大道 从冰帘体内散发出来 十缕先天混沌之气 在六种奇物的繁补下 增添了六十缕先天混沌之气 此时 在白塔园来的地方 一道传送门凭空出现 峻木一扬 思考片刻后 走进了传送门 几秒后 他出现在虚谷外面 当他回头看时 哪里还有什么虚谷 这里明明就是在 天铺秘境的一处水池边上 不过 他不知道的是 在虚谷传送他出来的瞬间 虚谷化作一道光芒冲天气 朝虚空深处而去 正当风九幽感慨时 水池里面传来几道聊天声 李师姐 泡这里的灵泉 我感觉皮肤更光滑了 叶师妹 天铺秘境记载 灵泉可以洗涤身上的杂质 夯实倒机 听说还能让女子身材变好 真的吗 我可以不夯实倒机 我就想变得跟李师姐一样挺吧 几道少女的衣物 洒落在水池边上 一系看到了几个肚兜 几条白花花的身体 再游荡在水面上 甚至可以看到 颇有规模的雪白 风九幽脸色微红 转身便离开 不过 似乎天公跟他开了个玩笑 也许是走得太快 还是恋恋不舍 踩中了岸边的一棵树枝 咔嚓 声音不大 可对于女修来说 却听得一清二楚 谁在偷窥 一道不善的声音 从水池里传了过来 听得出他现在的愤怒 还隐藏着一缕杀鸡 风九幽尴尬地僵住 面具下脸色微红 不过哪能让他们发现自己 纵身一跃 踏雪无痕 踩着树枝几个藤螺后 消失在岸边 水里露出几个白花花的洞体 那一抹春光令人咋舌 可惜风九幽并没眼福 心悦眉 鹅蛋脸的女子 脸上多了一丝怒容 看着离开的背影 双眸的瞳孔下 印着一丝杀鸡 该死的小贼 要是让我知道你是谁 你死定了 双手抱在胸前 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女子 脸色红彤彤的 一脸羞涩的 看着愤怒的女子 李师姐 我们被看光了吗 是不是要嫁给她 星月眉女子 瞪了一眼平平公主 怒斥道 叶小小 你的脑袋跟你胸一样平吗 你想嫁给一个偷窥狂 叶小小露出委屈的表情 不敢看李师姐 旁边的几个师妹 面露男色 微微围了上来 不过他们的身材 都要比叶小小好 起码有山 李师姐 我 叫叶小小的女孩 支支吾吾 说不话来 李师姐 不要怪叶师妹了 她刚来乍天帮不久 还保留着凡间的思想观念 另一个危额山峰的女子 主动劝了起来 她担心李青城发飙 大家都要跟着倒霉 哼 你们给我记住 刚才这个偷窥狂的背影 本小姐不会放过她 手掌一挥 水池里冒出十到十几米高水柱 化成雨滴 洒落在水池里 几个师姐妹 纷纷露出惊恶的表情 没想到李青城的实力又强大了 按照她刚才的表现 应该突破到先天巅峰 差一丝突破住激进 离开水池的风九幽 闪过一丝无语 看也没看到 反而被人荡成的偷窥狂 真是稀泥巴进裤裆 不是时也是时了 崎岖蜿蜿的山路 光线暗淡无比 风九幽一袭黑衣 在幽暗的大树下 显得格外诡异 刚走到参天大树旁 一道不愉快的声音 从树桩后面传来 面具男 把身上的储物戒交出来 老子打个结 第十五章 诸神殿弟子 一剑灭之 隐隐绰绰的群衫 像是一个睡意未醒的仙女 披着缠一般的薄纱 默默含情 宁谋不语 而参天大树下 却迎来了几个不速之客 风九幽抬头一瞥 几个大汉扛着大刀 拿着长剑 缓缓走了出来 那几双眼神下 闪烁着贪婪 目光全往风九幽的 左手大拇指看去 风九幽愣了一下 几个先天境巅峰的强盗 尼玛又是报不了 多少修为职 杀了除了燃血 没有一点价值 实在不行 就算报几个选品 高阶武器也行 拿去大罗神兵阁贩卖 你们想要我的储物件 你们知道 这里面装了什么宝贝吗 好像有几千万极品灵精 还有好几件仙器 十几件灵器 还有部分宝器 你们要吗 风九幽像一个贩卖神兵的掌柜 一一给几个强盗娓娓道来 几个贪婪的强盗 瞬间被震住了 眼中的贪婪更深了 呼吸急促起来 甚至可以感觉到 他们此刻激动的心情 老大 干这一票 我们兄弟几个 可以突破先天境 只要进入助击境 必定受到神殿的重点培养 脸上一个刀疤的男子 对着旁边的大汉陷击到 眼神中闪过一丝凶狠 老大 我同意道八哥的意见 干了这只肥羊 兄弟几人就发达了 他居然有仙器 起码也得有仙级功法 以后我们四个成为斩道径高手 还会远吗 轻衣男子 贪婪地盯着风九幽 一边符合道 大佬 干了 大汉心头一震 对于小弟的建议 他倒没拒绝 不过身上有仙器的人 会是一般人吗 不要偷鸡不成十八米 把老命留在这里 不过 他仔细一想 这边四个先天竟巅峰实力 他在利害 打得过我们四人 杀了他神不知鬼不觉 就算他背后的势力知道又何妨 他们可是诸神殿的弟子 想到这里 大汉嘴角露出了一抹杀意 面具男 乖乖受死吧 上 四人抽出刀剑 施展刀法 剑法 朝风九幽杀去 剑影森森 刀锋如丝 倾泻而来 仿若九天瀑布跌落人间 剑起无数浪花 剑至胸口 一旋转之时攻来 刀如丽丕化山 忠若千军之力压来 然而 在刀剑即将落下的瞬间 天穷护体发动 一道白色的气罩 出现在风九幽体外 刀剑落到气罩后 产生强大的反弹力 刀剑瞬间被折断 变成碎片 四人脸色惊变 看着他身上出现的气罩 不禁心寒起来 他这个有点像传说中的 类似神像道体这种体质 会在体外形成强大的防御力 别说同境界 就算高级大境 也不一定破得开 除非让他的灵气消耗完 你你是力量型道体 刀疤脸害怕起来 道体的修道者 必然是一流门派以上的弟子存在 他们弑神电梯鞋都不配 回答正确 可惜没讲 你们想打劫我 我杀了你们 也没负担了 风九幽静静地看着他们 玩弄着手中的灵剑 四人对视了一眼 抡起手中的刀剑 再次朝风九幽杀来 立一批化山 剑指中原 刀落一战红 剑下不留人 四人施展传出自己的本命绝技 朝着四个方向 同时攻向风九幽 刷 风九幽身躯微微移动 出现四道残影 或四十五度倾斜滑过 或腾空跃起 或旋转翻滚 或乾坤挪移 碰 地上溅起四道光芒 攻击落空 等他们正要扭头再次行动时 一道黑影快速掠过 耳边听到旋风剑影声音后 四人将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们露出了惊悚的表情 互相看到了 彼此脖子上的多了一道细线 噗哧 脑袋飞了起来 血柱如泉 洒落一地 四颗脑袋带着后悔 恐惧滚到树角落里 眼睛睁得大大的 宿主 灭杀四名先天巅峰敌人 十倍幸运值 触发十倍暴力 修为值为三百二十 累计修为值四千五百八十六点 风九幽收回手中的灵箭 踏着残阳的余晖 慢慢朝那山走去 地上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 最后一日 风九幽出现在集合点 便听到众多人议论纷纷 你们知道吗 火云门进来的十五人 全部消失不见了 不会吧 一星秘境 是最安全的修炼圣地 怎么会突然消失呢 估计得罪人了 被人灭了吧 谁这么凶残 居然能灭掉火云门的 五个先天出气 十个后天境巅峰 火云门算啥 你们不知道 到四大道 也被人杀了吗 什么情况 四大道 可是先天境巅峰实力啊 在整个天谱秘境 都是横着走的存在 他们好像 还是诸神殿的弟子 风九幽听着 众人议论纷纷 脸上微微抽搐 就算二流势力 诸神殿又如何 谁知道 是本公子杀的 就算知道了 他们还敢光明正大 跟我动手不成 风九幽并不会理会 独一人 站在一旁 不过她的气质 实在是太出众了 修长的身材 在黑衣下面 根本掩饰着不住 兄台 认识一下 我是血剑 来自龟一楼 风九幽正 在沉思时 旁边一道声音传来 抬头一看 一个年约二十岁 身穿蓝色长袍 面容消瘦的青年 正在认真地盯着她 有事吗 风九幽撇了撇嘴 似乎对突如其来的问话 不是很热情 兄台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血剑依旧搭起扇 也不管风九幽的脸色如何 风九幽淡淡的看了一眼 随口道 九幽 无名无派 自由人士 血剑眼中 闪过一丝疑惑 如此风度翩翩 气欲轩昂的男子 绝非普通门派的弟子 甚至从她身上感觉到 一丝丝危险 九幽兄 血剑有礼了 血剑抱全是一道 随即离风九幽更近了一步 九幽兄 你听说了没 乍天帮的小公主李清成 在秘境查找偷窥贼 很多身穿黑衣服的男子 都被他们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血剑话音一落 风九幽身躯不自然地动了一下 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幸好戴着面具 否则定然会被发现 那几个女子 不会是我不小心看到的那几个 不会这要巧吧 风九幽内心暗道 我没听说啊 他们为什么会对 穿黑衣的盘查 风九幽装模作样地问道 血剑双眼放光 一换刚才冷酷的表情 一脸嬉笑地说了起来 九幽兄 听说是乍天帮小公主 跟她几个师妹 在灵泉中沐浴 被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 给偷窥了 她发誓要把她找出来 拔掉她的裤子 把她挂在落成城墙上 风九幽听了瞬间觉得 下面拔凉拔凉的 这个娘们 不像是好人啊 这么凶残 乍天帮是一个什么组织 这个名字有点生猛啊 风九幽之前 听都没听说过 她只知道五大圣地 八大一流宗门 至于其他的一概不知 嘿嘿 九幽兄 你算是问对人了 血剑瞥了一眼风九幽 继续说道 乍天帮是突然冒出来的门派 号称第九大一流门派 帮内的实力 并不八大一流门派差 他们一正一邪 自我标榜正派中的反派 反派中的正派 在我看来 那是一种洒脱的境界 我还蛮欣赏乍天帮的作风 传说他们帮主 是杜杰进巅峰实力 差一丝便能飞升无上天 第十六章 李清城寻找偷窥狂 雪剑泡沫横飞 滔滔不绝地 讲着乍天帮的历史 风九幽眉头不自觉地皱了一下 没想到乍天帮 在悬天大世界如此了得 独占悬天大世界一帝国 一片海域 居然还能跟八大一流门派 掰掰手腕 不由地对他们产生了兴趣 雪剑兄 乍天帮的大小姐李清城吗 李清城 雪剑露出一丝渐渐的笑意 九幽兄 李清城可是乍天帮的小公主 李淳峰的独女 长得那是貌若九天玄女 跟她名字一样 倾国倾城 说实话 我雪剑对她爱慕已久 只想喝她的洗脚水 风九幽脸上精彩万分 怪不得李清城如此生猛 乍天帮帮主的女儿 身份果真了得呀 雪剑见到风九幽在沉思 心头便紧张起来 凭借九幽的身材 及独特的气质 没几个女人挡得住她的魅力 九幽兄 你不会也对李清城感兴趣吧 话说 我看九幽兄一表人才 气质不凡 这种机会 你就不用跟我抢了吧 等我追到手了 我认你当大哥 怎么样 风九幽愣了一下 嘴角微微上扬 道 放心 这个机会我不会跟你抢 我对她一点也不感兴趣 突然 一道寒意从背后传来 还夹杂着一丝怒意 回头一看 两人瞬间僵重 不远处 一位国色天香的女子 细长的凤眉 一双眼睛 星辰如皓月 玲珑的玲珑的穷鼻 粉塞微韵 滴水樱桃般的珠唇 完美无瑕的瓜子脸 红色长裙 显得她身材轻盈 脱俗轻雅 不过 她手中的长剑已经出鞘 面目不善地盯着两人 而她的身后的五名女子 十五名男子 同样不善地 看着风九幽 血剑两人 黑衣服的面具男 给我滚出来 一声怒吼乍响全场 众多修者 纷纷朝风九幽看去 男修者们大多数 带着幸灾乐祸 打量着风九幽 而女修者们 纷纷会她担心起来 风九幽眉头皱了一下 原本对她的好感印象 瞬间全无 迎着她的目光 缓缓走了出来 那双眼睛毫无波澜 淡淡地看着咆哮的李清成 姑娘 你吼这么大声音 要来一片金嗓子喉 宝润润喉吗 刷 现场一片鸦雀无声 纷纷露出惊恶的表情 连她身边的血剑 也被风九幽的话 给震惊了 李清成脸色骤变 冷了下来 虽不知道她说的金嗓子喉宝 但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你是不是那个偷窥狂 语气冰冷 如九天雪莲 夹杂着怒气与杀气 风九幽淡淡地看着她 上下打量了一番 看得怒气中的李清成 脸色增添了一道红霞 你有让我值得偷窥的地方吗 刷 现场围观的人 被震得外焦里嫩 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子 关键身材恶诺多姿 这站在大街上 无数女人会羞愧的自杀的女人 你居然说她 没有值得你偷窥的地方 你是胆肥了 看不到星辰的光芒 还是眼瞎了 对美女免疫 原本只是怒气 夹杂着一丝怒意的李清成 此刻就是一头暴露的母老虎 手中的长剑抬了起来 似乎想要在风九幽身上 捅几个窟窿 李师姐 让我来收拾她 敢诬蔑我诈天帮的小公主 你找死 身后一个穿着诈天帮服饰 一脸愤怒的男子 缓缓走了出来 手中的长剑在地上 拖出一条长长的剑光 李清成原本暴怒的气场 瞬间消失 后头冷冷地看了一眼男子 吓得他头皮发麻 赶紧退了回去 公子 应该是我认错人了 我为刚才的举动 给你道歉 李清成对着风九幽双手抱拳 微微躬身 身前大开 露出一抹 颇有规模的雪白 印在风九幽心中 只有两个字 好大 对于他的突然转变 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甚至连风九幽 都闪过一道不解 别人尽你一尺 你自然要换他一掌 风九幽双手抱拳 微微道 我接受你的道歉 希望你下一次 不要冤枉错人了 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善良 也不是每个人 都像我这么有风度 李清成身躯微微颤抖 不知道 是因为风九幽的话 还是因为 他本来就是那个偷窥狂 他双眼闪过一道 莫名的神色 随即 回到了扎天帮的队伍当中 漠然 在众人的前方 闪过一道光芒 缓缓的一个传送门 出现在众人面前 众人有序地踏着传送门 离开了天谱秘境 斗力男看着风九幽离开的背影 眼中快速闪过一道杀鸡 当风九幽回头时 那道杀鸡消失不见 风九幽摇了摇头 踏着传送门 离开了天谱秘境 刚出来 便看到 漂浮在空中的人 徒狼平平 咦 小主人 你怎么突破到了 先天境后期了 一手抓住风九幽 他赶出到了 风九幽体内的实力 跟做火箭式的 突破到了先天境巅峰 甚至体内的庞大力量 远超普通的 先天境巅峰实力 嘿嘿 我找到一个虚骨 进去以后 被灵气惯体了 风九幽随便找了个借口 人徒狼平平 自然不会相信 不过这是小主人的秘密 他也不会多问 两人虚空踏步 来到天谱边上 这时 无数修者 纷纷从里面传送出来 血剑阁得老远 便打起招呼来 风九幽示意后 血剑自己走向了 皈依楼长老所在的位置 小主人 没事的话 我带你回洛城 嗯 狼平平对着空中 吹了一个口哨 一只火烈鸟 从天而降 两人坐上零鸟后 离开了这里 李清城看着 风九幽远去的身影 脸上闪过一丝 不悦的表情 他脑海中 响起一道苍老的声音 清城 你不是面具男的对手 他的修为名义上 是先天后期 实际战力 比你想象中更可怕 我感觉到 他体内有一股 恐怖的力量 在潜伏 李清城脸色微变 对于体内 老怪物的话 自然深信不疑 老师 偷窥我的男子 是不是他 体内的老欲 沉思片刻后 回应道 清城 从我的感知上判断 应该是他不小心 出现在灵犬边上 不是专门来偷窥 而且他带给我一丝威胁 我怀疑 他是大道体 李清城美目上扬 挤成一个八字 继续问道 难道他的体质 比我的星辰 大道体还强 果真骄傲的女人 哪一方面 都是骄傲的 体内的老欲 思考了半天 不确定说道 也许 他是先天大道体 之类的体质 我建议清城 你跟他做朋友 或者做道旅 有可能你们的孩子 会是混沌体 或者稀罕的先天体质 李清城脸色飞红 蔓延至耳根处 轻轻跺了跺脚 埋怨道 我才不会跟偷窥狂在一起 他身边的同伴 露出奇怪的表情 大小姐这是犯了啥毛病 尤其也不能 专门找大地发泄啊 这边 封九幽刚回到 大罗神兵阁 掌柜林二交集的 出现在大门口 见到封九幽走来 赶紧跑了上来 那一上一下的肚子 活脱脱的 像一个蹦蹦跳跳的篮球 封公子 大事不妙了 瑶池圣帝给你发来一封退婚信 第十七章 来自瑶池圣帝的弟女退婚 退婚 封九幽瞬间僵住 什么时候 自己有婚配对象了 本公子活了十八年 怎么一点也没印象 封九幽朝廊频频望去 只见他偷偷笑了起来 小主人 这可是圣主十八年前 跟瑶池圣帝的墨四海定下来的 封九幽揉了揉额头 从零二手中 拿过所谓的退婚信 打开一看 上面赫然写着 本瑶池圣帝女帝盈 特约大罗圣主之孙封九幽 前来瑶池圣帝商谈十八年前 签订的婚书退婚之事 封九幽眉头一皱 看着这封退婚书思考起来 零二 郎平平面面相去 担心起来 害怕封九幽受不了退婚的打击 帝盈是瑶池圣帝新觉醒的帝女 零二从储物界里 拿出一封新一楼收集的信函 递给封九幽 公子 这封新一楼传出来的 关于五大圣帝新进弟子 帝女的信息 封九幽缓缓打开信函 里面介绍了 最近五大圣帝突然觉醒道体 神体 圣体的若干人等 其中帝盈排在第一 大梦道体 修炼速度比常人至少多一倍 据说施展衍生的大梦轮回宫 可以把人拉入梦境之中 防不胜防 而大罗圣帝前语的 无相道体 也只能屈居他后面 零二 你帮我通过新一楼 把消息传给瑶池圣帝 我从来都没认可过帝盈 他帝不帝女 跟我一毛关系也没 想要我去瑶池圣帝 签订退婚书 他算老姐 请他自己滚到洛城来 要退婚 也是本公子退婚 何时轮到一个 女流之辈在哪里唧唧歪歪 一股无比霸道的声音 从风九幽嘴里传出 根本没把帝盈当回事 零二傻眼了 这封公子 是打算把天给捅破吗 狼平平双眸中 闪过一道金光 对于小主人的做法 无比赞同 瑶池圣帝听说小主人没有觉醒 连急急忙忙来退婚 完全不顾忌大罗圣帝的脸面 更把小主人当一根草 想踩就踩 那那么容易 此刻 风九幽那道僻逆天下的身姿 让两人无形中鼎领膜拜起来 不为别的 就为男人鼎天立地 不为别的 就为心中的那口气 圣帝如何 帝女如何 在风九幽眼里 那都是可以摧毁的存在 风九幽是瑶池圣帝 帝女帝盈的邀请 当着众人面前 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 此消息 如同装了翅膀一样 迅速传遍玄天大事件 一旦惊起千层浪 无论是看戏的 还是担心风九幽的 纷纷潮落成感 不为别的 就为目睹这一 旷古朔经的巨婚婚书 如何收场 天宇帝国皇宫九皇子府 九皇子秦不凡 看着手中的姓韩 一阵狂笑 一扫前段时间的阴霾 她因为派人跟踪风九幽 被天宇帝国皇主 关进了大牢 最近才放出来 心中对风九幽的仇恨 那是水涨船高 在监牢里 都想着如何对付风九幽 面对大罗圣帝 这尊庞然大悟 她当然不敢明着 找风九幽的麻烦 不过 借助其他圣帝势力 对付风九幽并非不可 只要能设计 灭了她的护道人人图 风九幽 还是任她拿捏 来人啊 九皇子 背上长风鸟 我打算去一趟姚池圣帝 此时 姚池圣帝女阁 帝营的侍女花满月 秦香仪 两女着急地 在屋内走来走去 当他们收到这个消息时 人都快吓死了 一个大罗圣帝的废物 居然当着天下人的面 公然聚婚帝女帝营 这分明没把姚池圣帝放在眼里 更没把他们的主子 帝营放在眼里 你说帝女什么时候 才能出关啊 都急死人了 满月 主人应该很快出关了 毕竟她已经闭关十五天 应该突破了 先天境巅峰 进入了助激进初期 正当着急等待时 帝营闭关的大门打开了 一个面若桃花 一袭白裙的女子 缓缓走出来 从长巷上 属于一流美女范畴 不过 那双冷漠的眼神 看上去 便是一个无情的主 主人 连世女见状 立即行礼道 你们讨论的事情 我已知晓 帝营那双冰冷的眼神 闪过一道杀意 敢让本地女沦为笑柄 你封酒油好大的狗胆 本地女会亲自 会一会这个废物 我倒要看看她 如何当着天下人 面前聚婚 哒哒哒 摇迟圣帝 一个仆人急冲冲赶来 见到帝女时 立刻行礼道 帝女大人 天与帝国九皇子 有要事相伤 帝营眉头一扬 闪过一道金芒 让她进来吧 是 仆人转身 便朝会客厅走去 不一会儿 一身紧衣的琴 不凡走了进来 见过帝女 琴不凡行礼道 不知天与九皇子 来我摇迟圣帝 找本帝女 所为何事 帝营淡淡问道 在她眼里 除了其余四大圣帝外 其他实力 根本入不了她法眼 别说一个帝国的皇子 面对如此傲娇的帝营 琴不凡眼中 闪过一丝不满 不过为了复仇大计 她忍了下来 风九幽 公然聚婚帝女 不给摇迟圣帝面子 更不给帝女面子 不凡是来为帝女献祭的 帝营眼里 闪过一道鄙夷 她心底不喜欢 跟阴险狡诈的人交往 不过 她倒想听听 这个帝国的九皇子 如何陷阱 说来听听 帝营依然风轻云淡 不嫌不淡地问道 帝女 我的计策是这样的 帝营冷淡的眼神 闪过一道惊喜 看了一下秦不凡 心底鄙视起来 果真帝国皇子 都是腹黑阴险之辈 不过倒是给我解决了 一大难题 帝营与秦不凡不谋而合 两人继续商量了 针对的细节 这边 风九幽再次进入天狱挑战阁 吓得秦时差点跪到地上 当她知道 风九幽并不是来找她麻烦 而是要挑战 助击竞初期的生死战 再一次把她吓得半死 上次她来是挑战 后天竞初期 这才过了一个多月 她居然要挑战 助击竞初期 这个修为提升得也太恐怖了 这种圣地的绝世公子哥 难道传闻她天赋觉醒失败 难道是假的 不禁对秦不凡担心起来 最终在风九幽的威胁下 她让风九幽参加了 十场助击初期生死战 果然不出意外 又是十连胜 天狱挑战阁 依靠她一晚上赚了 上千万下品零金 这也是 他们挑战阁唯一的安慰 风九幽刚走出 天狱挑战阁的大门 系统的播报声如约而至 宿主 杀助击初期十人 十倍幸运值 触发一次十万倍暴率 九次一百倍暴率 转化修为值 八十万零七千二百点 累计修为值 八十一点一七万点 宿主 你已经达成突破 突破助击突破条件 需要贯体突破吗 风九幽微微一下 心中盘算起来 突破助击初期 只需要一万修为值 明天自己再来 杀杀助击中期的 岂不是直接突破到 助击后期实力 系统 贯体吧 我倒想看看 助击初期的实力 有多么强大 宿主 系统修为值贯体进行中 先天境 八千一零零零零零 突破先天境极境 助击境 一万 二万 四万 八万 十万 突破助击境极境 神脏境 十万二十万 突破神脏境中期 剩余修为值 二十四点三万点 不一会儿 风九幽感觉体内的 两道枷锁被打破 助击境 是中阶修者的象征 拥有二百年的生命值 神脏境生命值 达到三百年 果真从助击境开始 每突破一大境界 生命会叠变 生命周期会拉长 助击境属于中阶修士 可欲空飞行 呼风唤雨 召唤一些数法攻击 神脏境属于中阶修士的 佼佼者 崩溃山峰 斩断江河 不在话下 在小小的王朝 助击境可是绝对的大能人物 受王朝敬仰的存在 而神脏境高手 那可以更换王室主人的存在 不过 风九幽从后天初期 在短短一个多月 突破到神脏境中期 整整三个大境界 这要是被人发现了 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看来等处理了 帝营的退婚事后 自己得想办法 去那些生命境区游历一番 免得被那些敌对势力暗中盯上 第十八章 来自飘渺宫古义的挑战 一日 大罗神兵阁热闹非凡 无数修者涌进神兵阁 不少人光看不满 把神兵阁挤得慢慢地 让正常的贩卖都无法进行 大大大 一袭轻衣的男子 手提一柄长剑 长相俊美 不过 那双眼睛 充满着嚣张的气息 鼻孔朝天 目中无人 热闹的神兵阁 瞬间安静下来 修者们纷纷抱拳行礼道 鼻师兄 轻衣男子微微点了点头 连胜赞叹道 不愧是我飘渺宫的弟子 连气势都压过了 那个大罗圣地的废材 轻衣男子说完后 不忘朝灵二望去 那赤裸裸的鄙视 让灵二微微一震 暗道 果真是来找封公子的 一个二楼门派飘渺宫 居然来大罗圣地的产业嚣张 没有人暗中支持 他们敢如此挑衅吗 看来这背后的人 是想故意激怒封公子啊 不知道飘渺宫的各位天骄们 来我大罗圣地神兵阁 有何贵感 灵二作为大罗圣地 在天与帝国的掌柜 自然不能堕了 大罗圣地的威严 不嫌不淡的河道 鼻翼眉毛一扬 藐视地看了一眼灵二 让你家废物公子封九幽 给我滚出去 我要挑战他 鼻翼话音一落 现场的弟子 纷纷附和起来 封九幽 滚出来 那雷鸣般的修者声音 传遍了整个大罗圣地神兵阁 连周边几条街 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一会儿 大罗圣地神兵阁外面 围观了里里外外六层观众 都是为了一堵废物公子封九幽 被人挑战的下场 此时 正在后院打坐的封九幽 睁开了那双波澜不惊的眼睛 嘴角露出一抹轻蔑的笑容 田扫 鼓翼 你找死吗 一道声音凝聚呈现 穿过后院 在神兵阁内炸开 一股火药炸弹一触即发 风九幽腾空而起 缓缓落到神兵阁的大门处 围观的修者们 露出惊恶的表情 它不是废物吗 怎么还能短距离制空飞行 难道风九幽突破了先天境 他们没敢往铸鸡境 神藏境去想 一般人修炼没得上百年 怎么会突破到神藏境 一般来说 18岁觉醒体制后 那些大道体会在30岁前 突破到铸鸡境 更厉害的 在18岁夯实基础的天骄 会在觉醒体制后一飞冲天 20岁突破铸鸡 30岁突破神藏 这种人一中独一的存在 必然是镇压一个圣地 或者一个时代的存在 至于风九幽 没有人会去认为 他能突破铸鸡 更别说神藏 无数疑问萦绕在 众多修者的脑海里 宜春院二楼 一扇窗户悄悄推开了一个缝 两双阴霾的眼睛 朝下方看来 神兵阁内嚣张跋扈的鼓翼 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带着师兄弟 从神兵阁走了出来 两道人中龙凤 互相对视了一眼 让古翼震惊的是 风九幽果真跟传说一样 翩翩公子 俊秀少年 当之不愧的冠绝悬天 风九幽 地营不是你个废物 所能染指的 自己跪下 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前 说你配不上他 我就饶过你 古翼一旦激起千层浪 让围观的修者们 大跌眼镜 你一个二流门派飘渺宫 去替姚池圣地地营出头 谁会给你的勇气 你们说风九幽 会不会会被古翼羞辱 古翼可是注击进中期的高手 古翼岂只是注击中期高手 他还是聚剑神体 剑法超群 你们不知道吧 古翼是地营的追求者之一 当时许下承诺 非地营不取 可惜了风九幽 这张冠绝古今的容貌 大罗圣帝第一公子哥的名头 要成为历史了 围观的修者们 纷纷议论起来 几乎成一面倒 没有人认为风九幽会赢 毕竟一个不能觉醒的人 很难突破先天境 古翼可是高了两大境界 这是一条鸿沟 无法逾越的鸿沟 古翼你舔狗的功夫 可谓冠绝悬天大事件 本公子只能甘拜下风 不过 你作为地营的狗腿子 是谁给你勇气 在本公子面前嚣张 风九幽淡淡地看了一眼古翼 说出了让围观修者震惊的话 甚至那古翼都觉得十分意外 比古翼更嚣张 说的话会让古翼暴跳如雷 果真 他们的想法成为了现实 古翼脸色黑了下来 身边的飘渺宫弟子 义愤填膺地盯着风九幽 大肆辱骂起来 风九幽 你一个被地营抛弃的废物 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一只癞蛤蟆 还敢高攀天上的凤凰 你还要点碧莲布 古师兄狠狠地揍他 让他重新回炉制造 刷 古翼抽出了手中的极品零件 嘴角掠起一丝讥讽 风九幽 被女人抛弃的滋味 不好受吧 想想也对 你一个大罗圣地的第一公子 居然被摇尺圣地帝女给抛弃了 你们风家一门三道体 居然生下了你这个废物 真是可悲 除了会成口舌之力外 你还有什么本事 有本事男人一回 跟本公子决斗 说了跪在地上 请求地营退婚 如何 风九幽冷笑地看了一眼 道 舔狗能舔到这种境界 本公子也是大开眼界 不知道地营这荡妇 给了你什么沉默 狗和 还是做他的裙下之臣 又或者是他的男嫔之一 风九幽话音一落 全场一片禁忌 一吹院楼上的 一位貌美少年 气得手中的杯子 瞬间化为碎末 洒落一地 所有人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完全没预料到 风九幽的反击如此之强 根本没把地营当一回事 谁会骂自己的未婚妻是荡妇 古一脸上一会儿红 一会儿轻 面对风九幽的辱骂 作为飘渺宫的公子之一 如何能接受 他怒了 手中的长剑 发出一道白光 怒吼道 风九幽 你居然辱骂本公子 找死 就凭你 你真以为 帝营那档妇给你根骨头 就说明 他看上了你 被人卖了 还在帮他数钱 不过 你今天得罪了本公子 哪怕你是出头鸟 也必定让你死在这里 风九幽为了消除别人的猜疑 抽出了夏品仙剑寒冰剑 寒意连连 让围观的修者们 自动后退一仗 纷纷露出恶然的神色 他居然拿出仙剑欺负人 故意瞬间僵住 嘴角微微抽搐 心中的杀鸡更胜 你以为拿出仙剑 本公子就哪里没办法了 风九幽 臣服吧 刷 缥缈剑法如梦如幻 虚虚实实 化作白色剑光丝丝落下 风九幽上空弥漫着轻柔的剑气 不过 他不会天真的认为 那只是好看而已 虚虚实实 只不过是表象 蕴含得确实无穷杀鸡 逍遥步一开 风九幽化作一道道残影 消失在原地 落下的剑丝产生一阵爆炸 看得围观的修者们目瞪口呆 要是换他们早就被剑气刺伤 古意闪过一丝惊讶 他居然能躲过自己的缥缈剑法 同时也对风九幽的身法 产生了浓厚兴趣 风九幽淡淡一笑 达到神脏镜后 逍遥步才是真正体现出逍遥之意 形如风 隐如魅 很难捕捉他移动的路径 古意 你连我一个大罗圣地的弃子 都拿不下 你还有何资格做地营的拼头 第十九章 古意被杀 飘渺宫弟子歼灭 风九幽语不惊人死不休 一次次辱骂古意 随带着地营 气得宜春月二楼啊的俊美男子 怒火中烧 情不烦 不敢直视他的容颜 被他散发出来的气势 震得心惊胆战 额头上冷汗直冒 不过 他的嘴角露出一抹难以察觉的笑意 神兵格外 古意完全没有飘渺宫公子的气度 脸上乌云密布 手中的长剑泛起一道蓝光 三尺灵剑 竖在身前 在灵力的驱动下 一道 两道 整整五道剑气呈扇形分布 剑气抬头 带着灵力的杀意怒视风九幽 风九幽 今日不让你付出代价 我古意 妄为飘渺宫公子 飘渺剑法 杀 剑气伴随着怒火 呈扇形急速而来 周围空间产生噼里啪啦的响声 五道剑气宛若善面 看上去美轮美奂 但蕴含的杀鸡却惊天地气鬼神 风九幽施展逍遥步 快速拉开距离 手中的寒冰仙剑 轻轻一挑 口中念叨 旋风剑影 出 刹那间 一道剑气冲天起 宛若旋转的大风车 散发着惊人的寒意 迎着飘渺剑气而上 碰 一声巨响过后 飘渺剑气化为虚无 整个空间被寒意所掌控 寒冰剑意 沿着古意攻击的方向落下 空气被凝固 一道蓝色的冰柱从天而来 不好 古意脸色骤变 他已然感受到 那股寒冰剑意的恐怖 沾上后 必定化为冰雕 他来不及去想 为何他的实力如此之强 只想施展身法 远离寒冰剑意的范围 飘渺登天步 一道身影朝后掠去 一步 两步 五步后 离开了寒冰剑意覆盖的空间 只见古意原来的地方 出现蓝色冰块 方圆五平方米的面积上 被瞬间冻成冰柱 死 所有人不禁吸了一口凉气 没想到风九幽使出寒冰仙剑后 居然威力如此恐怖 躲过攻击的古意 脸色凝重起来 自己完全低估了风九幽的实力 不 是所有人都低估了风九幽 这哪里是后天初期 明明是助击尽实力 他手上那柄剑仙 对他威胁太大了 该死的 没想到大罗圣地 会给他一柄剑仙 这不是欺负人吗 风九幽故意把实力 控制在助击中期 跟古意相同境界 让所有人都没发现 飘渺宫的众弟子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们眼中的天骄 飘渺宫的公子 聚见神体的古意 两人交战一会儿 古师兄完全落入下风 古师兄 不会被风九幽打败吧 一道声音传出后 飘渺宫弟子们 脸色异常难看 纷纷为古意担心起来 自己堂堂的飘渺宫天骄 四大公子之一 怎么能如此被他羞辱 古意面露猙獰 对着手中的灵剑 吐了一口惊血 刹那间 手中的灵剑 发出一道耀眼的红光 悬浮在众人头顶 一头长发散落下来 他仿佛从深渊中 爬出来的恶魔 死死地盯着前方 那个风轻云淡的男子 喝道 风九幽 就算我折损修为 今日也会让你 沉浮在脚下 飘渺宫的弟子 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穆师兄 古师兄用精血 使出飘渺剑法 神藏剑 会不会损伤到根基啊 一个长得稚嫩的 飘渺宫弟子 对着旁边 年长的浓眉大眼男子问道 忍不住担心起来 古师兄施展神藏剑 已经超越了 助激进的极限 就算他打败了风九幽 实力会瞬间 打落至先天境中气 得不偿失啊 穆师兄嘴上 为古翼担心 眼神快速闪过一丝兴奋 宜春院二楼 情不烦 地营剑状 纷纷露出一丝喜色 古翼终于施展大招了 作为飘渺宫的 震宫剑法之一的 飘渺剑法 他有所耳闻 地女 风九幽 必定死于古翼的 神藏剑之下 秦不烦手中的拳头紧握 露出一抹 大愁得道的笑容 地营的目光 淡淡青烟一样朦胧 闪过一丝讥讽 风九幽在废物 也是风破天的孙子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死 你忘了人徒狼平平吗 得意的秦不烦 瞬间僵住 他得意忘形地 差点忘记了一个神秘人 让整个天与帝国 皇室臣服 自己被关进大牢这事 眼中闪过一丝后怕 身躯微微颤抖了一下 地营的目光 更加鄙视地 看了一眼秦不烦 撇嘴道 狼平平虽强 不代表没人能制服他 我们拭目以待吧 地营不再看秦不烦 目光已经触及到了 两人交战的地方 飘渺剑法 神藏剑 杀 杀 杀 嘶哑的声音 从古翼嘴里吼出 手中的极品零剑 仿若活过来一样 火光乍现 光彩夺目 漂浮起来 一道 两道十道红色的剑影 冲天而起 上方虚空仿佛叠加了一层红云 让人感到心惊 压抑 紧接着 剑语密不透风 从天而降 化作红点闪电般攻来 势必把风九幽打成筛子 风九幽故作担心 大手一招 身上的极品仙甲穿在身上 整个人看上起仙气飘飘 散发着白色的光芒 旋风剑影 杀 双脚一蹬 整个人拔地而起 踩着逍遥步 使出旋风剑影 杀向空中的神藏剑气 当当当 风九幽以作弊的打法 长驱直入 逍遥于剑雨之中 红色的剑气落下 滴落在极品仙甲的气罩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风九幽从天而降 快如闪电杀向古翼 残影掠过 剑气如虹 不 古翼使出大招后 整个人处于严重虚弱阶段 根本无法抵挡 古师兄 一个 两个 除了牧师兄站在原地不动外 其余人纷纷疼谋而去 然而 他们的速度哪里比得过风九幽的逍遥步 旋风剑影旋转下 从他头顶没入 电光火石之间 整个人瞬间化为血雨洒落一地 不 刚赶到身边的飘渺宫弟子 惨绝人环叫了起来 他们心中的古师兄 就这样被打成了虚无 风九幽的目光 是一把钢锥 寒光刺人心脾 他处立在血雨旁 宛若魔神傲视而立 屁密天玄 围观的修者们 被炸得外焦里嫩 结果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之外 这是一个大罗圣地的废物 一个没觉醒的渣渣 那是渣渣 那我们这些修者 岂不是连渣渣都不如 崇拜 极度全部写在脸上 不过 有些人却暴露起来 风九幽 你敢杀飘渺宫的古义师兄 你找死 刷刷刷 十几柄剑出鞘的声音响起 十几柄长剑打出剑花巢风 九幽杀来 田扫 手中寒冰先见隔空一挥 一道旋转剑气扫过 寒气弥漫在空中倾泻而去 十几柄长剑瞬间被冻住 紧接着 十几个怒气冲冲的飘渺宫弟子 顷刻间化为冰雕 散 风九幽一声令下 十几个冰雕瞬间化为碎粒 散落一地 这一幕操作再一次让围观的修者们 为之一阵 先天巅峰 助击初期的飘渺宫弟子 居然一周被冰封 全部迎面 恐怖如斯 凶残至极 第二十章 沙天骄 触发一百万暴率 内外几圈的围观修者 鸦雀无声 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响声 风九幽 我支持你甩了地鹰 他配不上你 选我做道理吧 丑八怪 风哥哥会看得上你 九幽 我是何欢宗的殷师姐 今晚我在何欢客栈等候你的驾铃 谁说风九幽是废材的 我第一个不同意 能秒杀神体 存在的人会是废材 围观修者议论不断 喧闹声传遍十里之远 躲在后方的牧师兄 早已脱去了飘渺宫的服饰 躲在围观的人群中 装模作样 喝采起来 眼神中没有一丝伤心 反而有一丝窃喜 宜春院二楼 原本冰冷的地营 此刻 双眸更加寒冷 犹如九天玄冰 冷得让人发麻 秦步凡眼神中闪过一丝恐惧 更有一些担心 风九幽的强大 出乎了他的意料 甚至颠覆了 他对风九幽的认识 大罗圣帝 估计放出假消息 引敌对势力上钩 然后一网打尽 瞬间 秦步凡开始浮想连篇起来 不过当他瞥了一眼地营后 心中的害怕渐渐消散 宿主 灭杀天骄古异 触发首杀天骄幸运暴率 一百万倍 宿主 你是要爆装备 还是要转化修为 风九幽顿时大喜 百万倍双倍暴率 必然爆出至尊神兵 这可是超越天玄大陆的存在 不过 至尊神兵出世 自然会惊动天玄大陆 反而会成为烫手的山芸 仔细一想 依靠外力始终是下乘之道 只有自身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转化修为值吧 无缘无故 出现一柄至尊神兵 必会酿出大祸端 首杀天骄古异 助击中期 零点八转化 一百万倍计算 修为值为八十万 共计修为值 一百零四点三万点 宿主 你是要提升境界 还是先天无瑕混沌体 风九幽想了想 道 先提升先天无瑕混沌体 剩下的提升修为境界 宿主 先天无瑕混沌体 扣除十万修为值 提升当中 恭喜宿主 达到小城先天无瑕混沌体 漠然 风九幽感觉身体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丹田世界长大了十倍 一株草 一颗藤 一座塔 一双牛角 一本石书 一朵连发出白色光芒 十缕先天混沌之气 变成了一百缕先天混沌之气 六大奇物 在先天混沌之气的滋养下 上面的大道之纹 显得更深了 一株草 光芒刺破虚空 有了破天之势 一颗藤 五个葫芦蕴藏洞天世界 一出一道道法则气息 一座塔 内部世界开始演变 形成各种各样的场景 一双牛角 发出的雷电 蕴含着混沌雷电之道 一朵冰帘 寒意弥漫 一道寒冰大道盘旋而上 一本书 阵阵大道之音不断响起 由朦胧到清晰 体内气势如龙 出现轰隆隆的响声 骨骼变得晶莹剔透 琉璃之光不断闪烁 五脏六腑 七精八脉 四肢百骸 全部提升到极致 刀剑不破 剑气免疫 除非用剑一方 可破开身体的防御 血液从金色转变为暗金色 一滴血堪比一滴极品仙药 小城先天无瑕混沌体 身体完全蜕变 浑身的力量堪比蛟龙 一拳可破山 可断疆 最重要的是 小城的先天无瑕混沌体 出现了三大神技 攻击天赋 百倍叠加Buff 开启了百倍叠加天赋 一拳 一剑 一刀 一枪等等 都可加持百倍攻击 神藏境内 一天之内 只能攻使用六次百倍叠加Buff 六次过后 灵力会被彻底消耗 杀不死敌人 自己会沦为阶下球 神魂天赋 绝对防御 开启了神魂免疫伤害 对付杜结境的神魂技能攻击 全部免疫 等到境界达到杜结境时 至尊境的神魂攻击全免疫 风九幽再也不用担心 面对将来的神魂 攻击强者了 新的神通 九霄神雷 召唤出九霄神雷 可以直接灭掉强大的敌人 连神魂 肉体全部阴灭 足以威胁到杜结境的高手 不过凭借他现在的实力 连九霄神雷半个神通 也无法召唤出来 召唤九霄神雷 最低要求子辅境 身体的蜕变 让风九幽更有希望 站在玄天大世界的顶点 双眸中闪烁着雷电 整个人气质大变 围观的修者们 露出惊恶的表情 才一会儿的时间 风九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脑海中想到一个词 顿悟 我的天啊 风九幽要逆天了吗 我们都被大罗圣地给骗了 他肯定是大道体 一定是被大罗圣地遮盖了天机 这下摇池圣地的帝女帝盈 要被打脸了 他配不上风九幽 围观修者的议论纷纷 并没惊醒 处于灌体中的风九幽 宿主 你还剩了94.3万点修为值 需要灌体突破境界吗 嗯 如此多的修为值 不用那时对不起自己 自己已经暴露的修为 注定了会成为敌对势力的眼中钉 肉中刺 加上自己的父母 曾经得罪过众多一流宗门 包括圣地 宿主 修为值灌体中 神葬境 40万 神葬境后期 剩余修为值 54.3万点 漠然 风九幽体内的力量澎湃而出 在神兵阁上方形成一团气云 围观的修者们纷纷必退 天哪 他有顿悟了 好像突破到了一个大境界 卧槽 风九幽逆天了 我敢断言 他能镇压一个时代 所有天交在他面前 只能当弟弟 大罗胜必有辞子 水雨争风 躲在人群中的飘渺公墓师兄 眼神中闪过一丝恐惧 他可是见证了风九幽杀他飘渺公公子 再到他连续两次顿悟 不由自主地朝后面挪动脚步离去 巴不得离他远远的 一眨眼的功夫 他消失在了人海中 系统 其余飘渺公弟子的暴率呢 宿主 灭杀飘渺公先天进巅峰弟子10名 忽略不计 灭杀飘渺公助击初期弟子5名 按照0.8计算 10倍暴率 获得40点修为值 看来必须找天交杀才行啊 不过 天交百倍暴率才5% 这得杀多少天交 才会爆出100万的暴率 风九幽不禁摇了摇头 看来还得找比自己境界高的杀 才能快速提升修为 达到神葬进后期后 神石达到了10公里 轻轻一扫 周围的情况一目了然 甚至连刚才的牧师兄逃跑也发现了 不过 对于这种垃圾 他没有半点兴趣 风九幽抬头 轻轻一瞥 目光停在了宜春院二楼 正好与秦小凡 地营六目相对 吓得两人差点瘫到地上 那双冒着雷电的眼瞳 宛若来自虚空中的神雷 恐怖至极 风九幽嘴角露出一丝讥讽 开口道 宜春院二楼的两个嫖客 还请到大罗神兵阁一会 另外一个女扮男装的人 虽不知道她身份 从气质上判断 必定不是寻常人 刷 所有人都朝旁边的宜春院望去 秦不凡 地营脸上露出了难看的神色 第21章 风九幽退婚 阴谋诡计出现 问君能有几多仇 恰似摇迟圣帝女上青楼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两人带着不悦的表情 从宜春院腾空而下 落在风九幽不远处 呵呵 天与帝国九皇子秦不凡 你居然带着女人逛青楼 真是大开眼界啊 佩服 佩服 风九幽细血的声音 引起围观众人 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秦不凡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虽说皇子逛青楼 那是解决生理需求 但你带着女子 去逛青楼这种行为 就让人联想翩翩了 地营那张冷漠的脸 此刻略带红蕴 双眸中闪过一丝愤怒和仇恨 咦 风九幽感觉到杀气后 抬头瞥了一眼 疑惑道 这位逛青楼的姑娘 你跟我有仇 你 风九幽一直把逛青楼 这几个字挂在嘴上 气得地营汹涌澎湃 怒火中烧 风九幽 我跟弟兄 不过在宜春院商量事情 何来逛青楼这说法 秦不凡见到地营 脸色越来越难看 回应起来 哈哈 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女人 商量事情 不去酒楼 跑去妓院 道友们 你们信吗 风九幽话音一落 顿时引起了 围观道友们的附和 我们信啊 商量身体与身体之间的大事吗 哈哈 错了 是商量湿润与润滑之事 哈哈 地营用力一踩 一股强大的能量没入大地 那些嘲笑的道友们 纷纷被打倒 顿时人群东倒西歪起来 你们再敢胡说八道 我摇池圣地 灭你满门 地营冰冷的双眼 看得道友们身体发出 再加上他自爆家门后 立即闭上了嘴巴 风九幽瞥眼看了一下 嘴角露出一道莫名的笑容 摇池圣地 好大的威风 看来这位逛青楼的女子 是摇池圣地的重要人物 不知道嫖客 你贵姓啊 风九幽的玩味声音再次响起 那些原本闭嘴的道友们 忍不住再次笑了起来 你 地营人都快气炸了 旁边的侍女秦香仪 大声训斥起来 大胆 风九幽 你敢对我摇池圣地地女如此不敬 谁给你的抱子胆 风九幽目光闪烁着两道雷电 吓得嚣张的侍女秦香仪 连退两步 心中莫名的恐惧风九幽 摇池圣地地女逛青楼 本公子还是头一次见到 佩服啊 摇池圣地的风气如此放荡不羁 看来玄天大世界的南修道友们 你们有福利了 地营再也无法忍受 风九幽对她的羞辱 站了出来 风九幽 你给我闭嘴 本地女乃地营 今日前来 就是为了退了那18年前签订的婚约之事 请你不要再东扯西扯 引起天下人笑话 地营不动声色 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婚室上来 便被动为主动 让吃瓜道友们兴奋起来 风九幽愣了一下 这小娘皮 居然是18年前父母给她订的婚约 不过 她并不知道 就算知道了 也不会娶她 如此寡情薄义的女人 谁敢娶 18年前签订的婚约之事 不好意思 我从来不知道这回事 也不会认婚约这回事 地营脸色骤变 这句话 不应该我来说吗 你居然抢了本地女的台词 太可恶了 不管有没有婚约这回事 本公子从来没考虑过 摇持圣地的地女地营 就算本公子娶一头妖兽 也不会娶你这个逛青楼的女子 风九幽这两句话 彻底让围观的道友们沸腾了 风九幽的话太狠了 公然拒绝婚约之事 居然骂她 连一头妖兽也不如 所有道友看地营的脸色 全部都变了 你高傲地宣布退婚 结果被风九幽 接二连三地打脸 地女算什么 在风九幽眼里 连一头妖兽都不如 风九幽威风凛凛的做法 引得围观的道友们纷纷赞叹起来 这已经不是羞辱地营的问题 是把她踩在地上疯狂摩擦 风九幽 我对天发誓 今生不灭 你是不为人 刷 地营长剑一划 长袖断成两截 一剑两断 要不 你现在就去死吧 风九幽怎么可能留一个 对自己恋恋不忘的人 圣人曾经说过 要把危险灭杀在摇篮里 寒冰仙剑抬了起来 空中弥漫着冷冷的寒意 整个天仿佛被冰封 整个画面仿佛停止一般 风九幽动了 一道残影掠过 旋风剑影旋转杀出 眼看就要杀到地营身边 而地营露出惊恐的表情 她被死死锁定 根本无法动弹 她瞳孔中映出一道剑光 闪过一缕恨意 自己刚突破住激进 居然在她的剑招下 毫无抵挡 所有人都认为 地营即将死在风九幽的剑下 包括地营也是这么认为 放肆 一股强大的气息从天而降 剑气离地营不到五公分时 停了下来 一个老女人 嗯 一个长相冷冰冰的老女人 缓缓地从天空落下 打断了风九幽灭杀地营的攻击 风九幽眉头皱了起来 我家保镖平平呢 风九幽 你好大的胆子 连我摇吃圣地地女也敢杀 冷冰冰的老女人 怒视盯着风九幽 一浪一浪的灵魂威压 扑天盖地袭来 风九幽被逼得连退三步 差点摔倒地上 风九幽稳了稳心神 一脸不善地看着老女人 冰冷的老女人 闪过一丝惊讶 居然在她的灵魂威压下 她没倒地 怎么 老女人 你要以大欺小不成 果真上梁不正下梁歪 怪不得沦为五大圣地 排名垫底的存在 风九幽依然发挥 自己毒舌的本领 让原本波澜不惊的老女人 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混账东西 看来今日必须 替大罗圣地教育一下你 老女人隔空一巴掌甩了过来 一道掌印之气 铺天盖地而来 眼看风九幽就要被击中时 一柄死神镰刀 冲天而降 不但打断了掌印之气 还让老女人连退三丈之远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现场 那双毫无感情的双眸 宛如来自地狱的恶魔 盯着老女人头皮发麻 地影感觉到身体坠入深渊 灭绝老婆娘 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家小主人 你是我大罗圣地的狗奴才 还是我大罗圣地养了一头畜生 我家小主人说的没错 你们摇池圣地 就是上梁不正下梁外 年轻的时候色诱我不成 居然还想来勾引我家小主人 真探娘的不害臊 狼平平三句话 语不惊人死不休 全场的道友露出惊恶的表情 风九幽眼睛一亮 第一次发现黑脸怪如此可爱 特别是他骂人的时候 率出了天际 为什么以前没发现呢 灭绝脸色怒变 人都快被气炸了 手中的长剑拔了出来 有了一言不合便干假的打算 人徒狼平平 你放肆 狼平平上下打量了一番灭绝 品头品足起来 年轻的时候 本人徒位接受你的爱意 你也不至于伤心的 天天搓黄瓜呀 现在都变成不代了 可惜了 第二十二章 狼平平vs摇池圣地护道人 静 围观的道友们鸦雀无声 狼平平的话 让他们憋得难受 想笑又笑不出来 那些女修们 看了看自己的小山丘 羞涩地埋下了脑袋 不过 灭绝却怒火滔天 一脸痴人的模样 手中的长剑抬了起来 人徒 我跟你不死不休 刷 一脸打出三朵剑花 灭绝高呼道 摇池剑点 百花袭杀 刹那间 一朵剑花眼变成三朵 三朵眼变成九朵 顺着人徒的方向杀来 剑花散发出强大的威能 周围的空气劈啪作响 方圆五百米的空间之上 出现遮天蔽日的花影 剑花 那是杀人的花 剑气 那是夺人的气 哼 人徒大手一挥 一把死神镰刀 出现在他的大手之中 只见他 对着飘来的剑花轻轻一劈 整个天空仿佛被劈出一道口子 强大的刀钢之气 化作一把死神镰刀 三百六十度在虚空中转了一圈 那些看着不可一世的剑花 纷纷被打成虚无 紧接着 人徒高呼道 死神镰刀 收割还宇 手中的死神镰刀 化作一柄大大的镰刀钢器 仿佛割破苍穹 剿灭星辰 不 灭绝露出惊恐表情 面对人徒 根本无法抵挡 两个同为互道人 都是杜杰静初期 战力相差如此之大 可以说 完败于人徒 危急时分 地影咬了咬牙 取出一枚仙符 扔了出去 化作一刀巨大的气盾 正好抵挡住镰刀钢器 碰 一阵破天巨响响起 旁边的青楼 酒楼 店铺在镰刀钢器下 纷纷化为虚无 那些未来得及反应的修者 纷纷毙命 感知危险的道友们 纷纷提前逃窜 躲过了那道 不可匹敌的刀钢之气 不过 灭绝 地影并不好过 虽仙符抵挡了 刀钢之气的攻击 那道巨大的冲击力 依然让两人受伤不清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一脸惊恐地 看着那道不可匹敌的身躯 人徒郎平平 风采不减当年 一人一镰刀 经验量相修道鉴 五十岁时 以神藏尽实力 屠灭一个四流门派 灭杀十万人 成为一代沙雄 一百岁时 以子府尽实力 硬钢一个三流门派 灭杀对方 一万子府尽高手 十万神藏尽高手 逼得对方认输 二百岁时 以原神尽实力 手持死神镰刀 硬钢十名天骄 打伤八名天骄 灭杀两人 被玄天大世界 众多势力通击 四百岁时 突破洞虚境 化身杀神 挑战天骄榜 连图十人 被一流势力 三大圣地通击 在危机关头 被封不回救下 在封不回的协助下 他反杀追杀他的五百人 彻底成就他的人图威名 从此以后 他加入大罗圣地 销声匿迹在修道界 成为封不回的左膀右臂 灭绝 老妖婆 你还敢跟本座动物吗 一口一个灭绝 一口一个老妖婆 气得灭绝浑身发抖 不过 他根本不是人图狼瓶瓶的对手 只能甘着急 小主人 你当真不考虑 帝莹做你老婆 如此国色天香的帝女 不收下让给别人骑 似乎有点浪费啊 男人大丈夫 三妻四妾很正常的 俗话说家里红旗不道 外面彩旗飘飘 嗯 这句话我是跟你学的 帝莹脸瞬间通红 飞红蔓延至耳根畜 不过 她的眼神中 依然杀意不减 莫得架打了 狼瓶坏坏坏地 盯着风九幽打去起来 风九幽无语地瞪了一眼 狼瓶瓶 撇嘴道 我说黑脸怪 我都不认识 这个逛季院的女子 请不要乱搭红线 我可不像头上 变得绿油油的 况且 我可高攀不起 毕竟我是没觉醒的废物 怎能比得上人家 摇翅圣地的帝女 真毒 这张嘴比人徒狼瓶瓶还毒 围观的道友们纷纷 朝帝莹望去 此刻 高高在上的帝女 帝莹恨不得 找个地缝钻进去 同时对风九幽的记恨 达到了顶点 人徒狼瓶瓶 直接笑了起来 拍了拍风九幽的肩膀 对着灭绝 帝莹怒斥道 我家小主人 是没觉醒的废物 那摇翅圣地的帝女帝莹 岂不是连废物都不如 狼瓶瓶从戒指里 摸出一张婚书 递给风九幽 这是你还未出生的时候 你家老爷子 跟摇翅圣地 圣主莫似海定的婚约 你看着办吧 狼瓶瓶把选择权 交给了风九幽 帝莹紧张地 看着风九幽手中的婚书 似乎有些担心 还有些恐惧 尽管他说服了 圣主取消跟风九幽的婚事 但毕竟也关乎到 大罗圣地的颜面问题 之前是因为风九幽是废物 没觉醒天赋 可现在 哪里是没觉醒天赋 简直是妖孽的存在 心中有些失落 后悔 但更多的是痛恨 敌视 就算婚约认定也好 还是退婚也罢 必须由他来定夺 风九幽看着手中的婚书 连里面内容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扔到空中 灵箭打出旋风剑影 请客间 那个代表着 两个圣地之间关系 彻底荡然无存 风九幽扭头 瞥了一眼帝莹 淡淡说道 帝莹 今日我风九幽退婚于你 给你追求星辰大海的自由 嗯 我说完了 帝莹将在那里 仿佛天塌下来一般 原本该自己撕毁的婚书 居然被他给撕毁了 那颗骄傲的心 被风九幽狠狠地踩到地上 心彻底碎裂了 那双星红的双眸下 眼泪不自觉地花花直流 无比地屈辱 盘旋在脑海中 风九幽 我恨你 我帝莹向上天启示 哪怕我上碧落 下黄泉 也要亲手宰了你 帝莹最后看了一眼风九幽 那倒饱含 灭世之仇的眼神 随即 转身带着灭绝 仆人朝人群中走去 哼 帝莹 奉劝你一句 好好做你的轻楼嫖客 不要想着那些 不切实际的事情 你要报复我 尽管放马过来 就看你们摇持圣地 承担的起步 敢在背后算计我 我会打落你摇持圣地 九天十地 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风九幽的灭世之声 从背后响起 地营身躯 微微一震 愣了一下后 继续朝人群中走去 很快消失在落城大街上 落河边上 地营傲然而立 脸上的泪珠荡然无存 换了一副冰冷的面孔 莫移 发动计划 立即执行 地营带着嗜血的声音传出 是 大罗神兵阁 灵二 小翠一脸恭敬地伺候着 两人没想到封公子 今天居然大杀四方 再一次弘扬 大罗圣地之威名 宛若天人 战神之姿 狼平平对今天封九幽的表现 那是相当满意 杀法果断 无视圣地威名 是红粉如骷髅 如此男儿 必定成就一番伟业 小主人的表现 比他年轻的时候 更疯狂 更暴力 似乎也更加优秀 几人炽热的目光 让封九幽浑身不自在 撇嘴道 黑脸怪 灵二 小翠 你们这样 看着我甚得慌 请不要迷恋哥 哥只是个传说 第23章 封九幽 袭得一见逍遥 与几人打趣不同事 大罗圣地凌云峰 南宫雪心神不灵起来 人徒传回来的消息 让他震惊万分 自己的宝贝儿子 在觉醒仪式上 并未觉醒天赋 可如今已经达到了 助激进初期 要是他知道 现在封九幽达到神脏进后期 估计人都会吓傻 短短几个月 他完全改头换面 比前宇这个 剑神老祖弟子还恐怖 自己的儿子 不会被老妖怪夺赦了吧 不悔 你说幽儿 是不是偷偷觉醒了天赋 慈母手中线 有子身上衣 尽管封九幽远离大罗圣地 远离南宫雪 封不悔 但他们对封九幽的牵挂 一点也不少 甚至南宫雪 还偷偷抹眼泪 担心起封九幽来 封不悔 放下手中的书 瞥了一眼南宫雪 道 龙生龙 凤生凤 我们两个的 种 能差到哪里去 至于是不是觉醒天赋 并不重要 起码他现在 比待在大罗圣地要强 南宫雪愣了一下 封不悔说的似乎有道理 不过 他依然对封九幽担心 禀告弟子封师叔 洛城来信 这时 门外传来一道声音 事物格弟子凌冲站在门外 手中拿着洛城传来的消息 嗖 南宫雪快速闪电 一道残影掠过后 凌冲手中的信函消失不见 吓得凌冲差点摔倒地上 如鬼魅般的身法 加上那滔天的气息 他面对的不是个人 而是一个来自九天的仙人 南宫雪打开一看 里面的消息 再次让他震惊万分 封九幽公然在天下人面前 聚婚摇持圣地地女帝营 封九幽在大罗神兵阁前 灭杀飘渺公公子 及一众弟子 帝营护道人灭绝出手 被人途阻挡 南宫雪脸色骤变 大道 好一个摇持圣地 敢欺负尔 找死 封不悔拿过信函一看 露出了惊恶的表情 幽儿什么时候如此厉害了 他觉醒了什么天赋 居然几个月修炼到住激境 每一大境的修炼 不得最少几十年 长则上百年不等 这已经是修炼界的惯例了 能短短几个月 突破两大境界 除非他是妖孽 或者被老妖怪夺赦 难道幽儿真的被人夺赦了 南宫雪一瞪 痛骂道 封不悔 你才被人夺赦了 有人屠郎平平在 谁能夺赦 幽儿现在树敌摇持圣地 飘渺宫 会面临无数杀鸡 我必须去一趟天与帝国 谁也别想欺负我 反敢欺负我者 我会让他去地狱忏悔 一股滔天杀意倾泻而出 弥漫在凌云峰上空 吓得凌云峰上的弟子们 胆战心惊 大罗圣帝主殿 风破天看手中 拿着洛成传来的消息 抬头看了看凌云峰 对着黑暗处说了一句 西门雪鸡 出动黑甲军 反敢威胁我孙儿者 杀 是 圣主大人 声音很快消失在黑暗中 洛成 大罗神兵阁后院 风九幽盘坐在床上 运行着神兆天宫 经过几大周天后 神兆天宫达到第五层神藏境 跟自身境界持平 现在施展指使天涯神通 可以瞬息间抵达一千公里外 内体的灵力 可以每天支持六次 天穷护体 随着自身境界的提升 无视镀截境的攻击 甚至可以硬刚斩道境初期的攻击六次 百倍攻击天赋Buff 在自己的实验中 可以越战吊打子斧境巅峰 甚至原神境 当然 按照自身神藏境后期的实力 百倍攻击Buff 也只能攻击一两次 体内灵力会消失得干干净净 至于绝对防御 现在连斩道境的高手拿自己都没办法 绝对的免疫神魂攻击 遇到邪灵 鬼修等 自己能轻易反杀 看来 自己的攻击手段有点欠缺 看来得找系统兑换点攻法才行 系统 我剩余五十万多修为值 能不能给我兑换一步适合我的攻法 或者战法 宿主 攻法 战法转化原则跟修为一样 五十万修为值 无法兑换至尊级攻法 但可以兑换至尊级战法 宿主 你确定兑换战法吗 嗯 宿主 五十万修为值 便可兑换的至尊级极品战法有 剑法 一剑逍遥 共七式 最低参悟境界神葬境 修炼之大成 可一剑毁灭无数大事件 刀法 天下无双 共七式 最低参悟境界神葬境 修炼之大成 可一刀斩灭无数大事件 拳法 掌印世界 共七式 最低参悟境界神葬境 修炼之大成 可一拳砸碎无数大事件 枪法 神游八荒 共七式 最低参悟境界神葬境 修炼之大成 可一枪挑翻无数大事件 宿主 请问你选择哪种战法 对了 只要是转化的战法 神法 瞬息领悟 到了相应境界 自动解锁下意识 风九又惊呆了 这些战法都强得太离谱了 至尊极出品攻法 整个玄天大世界都没有 自己有了这攻法 再配合百倍攻击BUFF 更有信心 让自己安全地发育起来 不过 每一种攻法都太强大了 都想要 系统 能不能奢账 把四大战法都兑换了 宿主 对不起 本系统盖部奢账 请宿主做出选择 这系统也太不同人情了 你这样会没朋友的 风九又想了想 开口道道 我选择剑法 一剑逍遥 宿主 扣除50万修为值 目前剩余4.3万点 至尊极极品攻法 一剑逍遥转化加载中 一剑逍遥加载完成 请宿主验收 漠然 至尊极极品攻法 一剑逍遥出现在风九又的神海之中 一剑逍遥第一招 仿佛经过自己千锤百炼 修炼了几万年似的 手指画剑轻轻一弹 一道细小的剑气横穿十条街 无数楼房出现一个细小的洞 最让人惊讶的是 那些正在轻楼跳舞的女子 被一剑逍遥的剑气 连续打碎了五个轻楼女子胸前的衣扣 裙子瞬间滑落 露出白花花的洞体 那些正在喝酒的嫖客 露出惊恶的表情 随即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啊 女子们赶紧双手抱在胸前 转身朝房间跑去 留下一副绝美的后背图 不过这一切封九幽并不知道 他只不过打出了半分的剑气 正所谓剑气恐怖如斯 专打青楼女子衣袖 正当封九幽回忆刚才的手指画剑时 空中出现一顶红色的轿子 他诡异地飞到屋顶上空 停了下来 一段段红色布条从轿子涌出 朝别院落下 目的正是封九幽的房间 何方妖念 找死 人徒立声怒吼后 死神镰刀腾空而起 顷刻间 原本星光暗淡的夜晚 瞬间被黑色的天幕遮挡 大地在颤抖 生灵在害怕 一柄死神镰刀 化作一道白色的光芒 沿着红色布条朝上杀去 空中传来 砰砰砰 的巨响 只见红色布条化成碎末 那道死神刀钢之气 没入红色轿子中 瞬间化为虚空 咯咯咯 人徒狼平平 本宫找你多时了 无数声音萦绕在别院上空 无法判断 传音来自何方 藏头入尾的婆娘 还不敢老子滚下来 小心今晚金箍棒砸死你 漂浮在风九幽屋顶 人徒狼平平傲然而立 身上一圈圈黑气环绕 宛若来自地狱的魔神 第24章 魔窟四娇来袭 天与皇室袖手旁观 咯咯咯 突然 四道红色身影出现在半空中 同样的装扮 同样的长相 同样的风骚 四个妖艳的女子 红裙飞了起来 露出四条白花花的大长腿 人徒狼平平脸色微变 眼神中多了一丝凝重 魔窟四娇 你们确定要与我大罗圣地为敌 当 东边的红衣女子 咯咯咯笑了起来 一道柔情蜜语的声音响起 人徒狼君 只要你从了我魔娇娇 我的三个妹妹都是你的 我们四姐妹同时伺候你 你可是 想尽其人之福呢 人徒狼平平 双眸中闪过一道杀意 嘴角露出不齿的笑容 魔娇娇 你们的采阳补音手段 对我无效 却儿等速速离去 否则 我会让你们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 弄姿做出魅惑的姿势 鸣嘴笑道 人徒狼君 你要如此狠心 对待我们四姐妹吗 你不为你的小主人考虑吗 我们四姐妹 精通预防之术108事 保准让你修为大掌 登上极乐天 人徒手中的死神镰刀 泛着红光 嘴角增添了一丝杀戮 人尽可服的婊子 修得乱我道心 今日徒儿等 沙漠正道 人徒手中的死神镰刀捂了起来 像张着眼睛似的 朝魔窟四焦杀去 红光之下 杀气腾腾 刀锋之下 刀钢炸现 大地沉浮于黑暗 魔神寻游八方 死神镰刀一出 万物皆惊 人徒狼君 你好狠心啊 魔窟四焦手中的红丝带 漫天飞了起来 化作密不透风的王所著 前来的刀钢之气 以柔克钢 勇猛的刀钢之气 没入红色带的海洋 瞬间被柔和的红色之气湮灭 咯咯了 人徒狼君 你再这样 人家可要打你屁屁了 你家小主人可是风度翩翩 人家心痒痒了 你不同意 人家可要把他抓回去 当魔窟男计哦 哥哥哥 乌言晦语 传遍十里八方 无数修道者 畏惧魔窟四焦的威名 无人敢站出来阻挡 现在的天与帝国皇室 一副座山光虎斗 两不相帮 打起了如意小算盘 他们居然不害怕大罗圣地 事后找他们的麻烦 天与帝国 皇主秦明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瞥了一眼下方的秦步凡 淡淡道 反而 你确定今晚摇持圣地 飘渺宫会动手 父皇 儿臣确定 秦步凡吻了吻心神 继续说道 毕竟这次行动 是我在暗中推波助澜 紧密谋划 大罗圣地找不到任何把柄 无论两方圣书如何 都怪不到 我天与帝国头上 好 秦明狠狠拍了一下龙桌 一股凌云之气 焕然而生 魔窟四焦 看来本座不发威 你正当我是病猫吗 人徒狼瓶瓶的黑袍鼓了起来 强大的灵力 充斥着手中的死神镰刀 怒目环是四大妖女 高呼道 死神审判 对着四女的方向劈去 刹那间 黑色天幕之上 出现石柄死神镰刀的刀缸 散发的杀意 宛若来自深渊 牢牢地锁定四女 不好 魔胶胶 魔天胶 魔地胶 魔人胶 脸色骤变 他们混迹与修道戒这么多年 怎么会没听过人徒狼瓶瓶瓶的威名 原本四人联手天下可走 对于人徒狼瓶瓶根本不在乎 当他使出自己的成名神迹死神审判时 才知道自己错了 错得离谱 红莲阵法 何解 与其座椅待毙 还不如联手抵抗 在魔娇娇的怒吼中 四人扔出手中的令牌 各自施展法掘 在四人头顶之上 形成四朵红莲组成的红色巨伞 劈啪 死神审判的刀刚之气落下 一道气罩出现在上方 一道 两道 四道刀刚之气 宛如死神雷电落下 不 林大人 救命 红色巨伞上方的气罩 传来咔嚓声 紧接着 刀刚之气落在了红色巨伞上 死神审判 以催朽拉枯之事 没入四女的身上 啊 请客间 受了重伤 突然 一道 两道 八道白影出现在四女身边 挽着四女 冷冰冰地盯着人徒狼瓶瓶 狼瓶的脸色冷了下来 一脸暴怒地看着出现的八人 戴着面纱的男人 林平芝 你确定 要来趟这趟浑水 领头的白衣人林平芝 扯了扯白袖 淡淡地看着人徒狼瓶瓶 人徒狼瓶瓶 我劝你把风九幽交出来 我们影可不是 你所能抗衡的 等等 风九幽纵身一跃 来到狼瓶瓶身边 疑惑地看着前来的八名白衣男子 黑脸怪 这个影是什么破组织 敢如此嚣张 天与帝国皇室 居然放任杀手组织不管 好大的胆子 天与皇室 你们不怕改朝换代吗 风九幽生意 剧成一道线 落入皇宫内 秦明虎区微微一震 暗叹道 好一个诸欲无双的风九幽 随即 传音而来 风公子 不是我天与皇室袖手旁观 实在是无法抽身前来 有一波帝国刺客 混进皇宫 本皇主正在战斗之中 还请谅解 风九幽愣了一下 嘴角露出一丝讥笑 好你个秦明 好你个秦不凡 等着本公子处理了暗杀之事 我会让你们 后悔今日所作所为 一只不听话的狗 自然不是一条好狗 敢反噬主人的狗 那只有把他杀了了事 风九幽 你不会还以为 会有人来帮助你吧 哈哈 实话告诉你 我们在洛城四个方向 都埋伏了高手 你今晚已然是问中之憋 自杀吧 影头领极度嚣张 狂傲 似乎根本没把大罗圣帝放在眼里 更没把风家放在眼里 风九幽摸了摸挺拔的鼻子 拍了拍人图郎平平的肩膀 好奇问道 黑脸怪 对面八个垃圾 你搞得定不 要是你搞不定 今晚我们主仆两人 可要成为人家的刀下鬼魂了 人图郎平平 身躯微微一震 无奈地说道 小主人 看来你我主仆缘分到此结束了 你欠我的保护费 什么时候给我 风九幽眼睛睁得大大的 呵斥道 黑脸怪 你作为风家的人 保护我是天经地义的 怎么能向我要保护费呢 你应该找我老娘男工学 老父亲疯不悔药啊 现在 你必须给我保护费 一亿极品灵精 不然我撂挑子 直接走人了 人图郎平平收回了死神镰刀 一副讨价还价的样子 看得八个营组织的成员大跌眼镜 连受伤的魔窟四胶 也一头雾水 不对 他们难道是在故意消耗时间 等待援兵的到来 营组织的首领郎平平 抽出了手中长剑 讥讽道 风九幽 郎平平 你们玩这种把戏 就能拖延时间 你们很傻 很天真 杀 风九幽心没一扬 连声阻止道 等一等 林平之 你也反应太快了吧 我跟黑脸怪的账 还没算清楚 你们饮的人 麻烦你们再等我们十分钟 十分钟后 我保证束手就擒 让你们给摇池圣地立功 你们看行不 第25章 一剑逍遥 星辰陨落 林平之撇撇嘴 不懈看着待宰的羔羊 怎么 你怎么知道 我们的雇主是姚 林平之瞬间僵住 暗杀组织不得泄露雇主的信息 否则 以后谁还敢跟尹做生意 没想到被风九幽 轻轻松松给炸了出来 尹接下来的命运注定了 会成为悲剧 风九幽拍了拍狼平平的肩膀 笑了起来 黑脸怪 我说了尹 肯定是摇池圣地买兄来杀我的 我说对了吧 就不知道 尹是真的杀手组织 还是摇池圣地暗中扶持的杀手组织啊 风九幽与不惊人死不休 不但狼平平大吃一惊 连被尹扶住了魔窟四胶 也脸色微变起来 尹组织八个成员 身躯微微颤抖了一下 不知道是被风九幽说对了 还是心中愤怒 风九幽 仍你说得天花乱坠 今日也必死无疑 杀 林平之害怕了 他害怕风九幽再次胡说八道 真让人怀疑 尹跟摇池圣地有关 那圣地不是死也是死了 刷 仿佛从未出现过 风九幽不会天生认为他们胆怯逃跑了 杀手组织杀人时 只会隐藏起来对目标发出必杀之计 他们不会与人正面抗衡 小主人 你小心点 说完后 狼平平双眸闪过一道红光 手中的死神镰刀 在风九幽挤他身边旋转来气 神兵隔别院上空 瞬间安静下来 除了灵星的星光外 便只剩下主仆二人 Soul 远方射来四道箭矢 拖着长长的白光 朝风九幽额头而来 找死 狼平平手掌猛烈地一拍 剑矢刚到别院上空时 被一掌拍碎 无数粉末一散开来 不好 小主人 快下去 是幽冥粉 幽冥粉 是一种特殊的材料 它散开后会在方圆五公里范围内 形成迷雾 凡是吸入幽冥粉的人 都会立刻昏睡过去 对于工程 暗杀来说 是一等一的辅助工具 不过这种幽冥粉 只存在传说中 它的产量积积低 一般都不会舍得用 没想到 为了暗杀风九幽 居然下如此重的血本 好一个摇尺圣地 说时时那时快 风九幽拉着狼平平 施展咫尺天涯神通 瞬间消失在原地 刷 八道剑影正好落在原地 强大的剑气 让别院瞬间化为虚无 人呢 戴着面具的林平之 大跌眼镜 问道 此时 风九幽带着狼平平 出现在洛城东山附近 一千公里处 黑脸怪 你也太重了 我居然使出 这腰牛叉的身法 才跑到一千公里处 狼平平一脸惊讶地 看着风九幽 疑惑道 你确定你施展的是身法 风九幽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开口道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快点逃命嘛 也不知道 刷 一道黑影 踏着夜色缓缓走来 肩膀上扛了一柄大刀 身后跟着数十个神脏镜 子府进高手 风九幽 狼平平 我杨天志等候多时了 杨天志 散修一枚 因为一柄金丝大环刀出名 他最出名的一战是百年前 天涯阁天骄秋月 被他八刀砍死在天涯阁200公里的地方 轰动一时 被天涯阁发动追杀令 在实名动度洁净初期的绝世高手追杀下 他居然杀出一条血路逃了出来 那时他不过动虚境巅峰 从此 一战成名 闪耀玄天大事件 没想到 这次追杀风九幽 摇池圣帝居然买通了如此狠人 狼平平脸色冷了下来 刚才的对战体内的灵力消耗不少 面对杨天志 他并没有绝对的把握 杨天志 你确定要跟我大罗圣帝为敌 杨天志 金丝大环刀猛地往地上一插 激起一阵火光 人徒 不用拿大罗圣帝吓唬我 风九幽又不是大罗圣帝弟弟子 一个被赶出来的废物罢了 如此不懈的口吻 让风九幽的拳头嘎嘎作响 老虎不发威 你真当我是病猫吗 心中对帝营 摇池圣帝的恨意 直接拉满 既然如此 本人图今日 便图了 你这狂妄小儿 狼平平示意风九幽后 杀向杨天志 时间不能再耽搁了 谁知道身后还有多少敌人援军 死神连刀夺天而去 金丝大环刀 闪着金色光芒 狼平平 杨天志两人站在一起 从地上打到了天下 这边 二十个神葬镜 拖着手中的长刀 在大地上 划出一道道火光 朝风九幽杀来 而剩下的几个子府镜 一脸看戏的模样 他们断定 凭借二十个神葬镜 巅峰的高手 对付一个大罗圣地的弃子 还不守道琴来 哼 风九幽平静的双眸 此刻更明亮 更尖利了 每一闪动 就像一道道闪电 仿佛带着刷刷的声音 二十个神葬镜 举起长刀 露出蔑视的眼神 或跃起 或横扫 或树劈 二十道刀缸 逆不透风杀来 原本漆黑的夜晚 此刻 在刀缸的照射下 天空变亮 光亮之下 是乃二十双冰冷的眼神 还有手中散发的无穷杀意 空气在刀缸下 发出噼啪的响声 让人头皮发麻 更让人恐怖不已 风九幽逍遥步后车一闪 树道残影消失在原地 二十道刀缸正好落下 碰 一阵地动山摇 宛如八级地震一般 顷刻间 大地出现二十道巨大裂缝 互相交叉着 躲开的风九幽 眼神一震 随即恢复了正常 居然你们想我死 今晚 我便让你们血染落成 风九幽缓缓地抽出寒冰仙剑 散发出来的寒意 仿佛把天空给冰冻一般 抬手 启示 剑出 一剑逍遥第一时光 瞬间爆发出来 宛若游走于星河深处的星光 看上去美轮美奂 实则惊天地气鬼神 那一缕微弱的星光 顷刻间 变成无数星芒 出现在二十个刀壳头顶 不好 这哪里是星光 更不是星芒 是无可抵挡的星辰气势 风九幽小二 你敢 空中交战的杨天智 脸色骤变 他已经感到星光的恐怖 门下弟子 根本无法阻挡 迫不及待 想冲下去 救他的二十名神葬精弟子 然而 人徒怎么会让他如愿以偿 身影屹立在他前面 手中的死神镰刀 再次捂了起来 你想救人 别做梦了 今日 你必须死在这里 红色刀钢之气 旋转在身边 围着杨天智疯狂攻击 下方 被星光锁定的二十人 露出惊恐的表情 他们根本无法躲闪 星光如约而至 没入他们的头顶 啊 二十道不同的惨叫声响起 顷刻间 被星光湮灭 化为虚无 风九幽被吓了一大跳 第一次使出一剑逍遥第一世光 产生的威力如此之大 他们可都是神藏镜巅峰的高手 最关键 自己还没加持百倍 攻击buff 看来至尊级极品功法 就是牛逼 对面五个玩刀的 快来送经验 第二十六章 越战子斧镜刀客 杀到你姥姥家 夜黑风高 星光暗淡 周围空气瞬间凝固 除了寂静还是寂静 微弱的星光 仿佛把人吞进深渊 剩下的五个子斧镜刀客傻眼了 他居然一剑杀掉二十名神藏镜的同伴 那落下的星光 让他们浑身发毛 这是何等的剑法 难道大罗圣帝随便一个弃子 都强得如此恐怖吗 此时 提剑横在胸前的风九幽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脑海里 系统的播报声不断响起 宿主 杀神藏镜巅峰二十名 两倍小境界值 触发平均一百倍暴率 获得修为值三千二百 累计剩余修为值五点二万点 宿主 杀掉对面五个子斧镜 月一大镜会触发十倍幸运值 说不定会触发一千倍暴力哦 风九幽 你好胆 死了 怒气冲冲的五个子斧镜高手 闪电般的急速而来 手中的长刀抬起头来 刀钢之气 气势汹涌 宛若骄龙 三尺刀钢 光彩夺目 斩刀问路 出手是五道刀钢 落下的确实漫天刀气 目光所及之处 空气被斩成虚无 发出劈啪的响声 哼 一剑逍遥第一时光 再次亮起 这一次 风九幽打出了百倍攻击buff 原本微弱的星光 此刻 宛若皎洁的星辰 落下的丝丝星芒 宛若银河清晰而下 此刻 夜晚变成了白昼 照亮了整座落成 所有人朝东边看来 纷纷露出惊恶的表情 八个影组织成员见状 二话不说 虚空踏步而来 星光所及之处 皆化为虚无 不 刀刚之气 在星河的垂落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五个子附近高手的躯体 风九幽看着眼前的一幕 久久不语 憋了半天 终于吐出一句话 卧槽 这也太厉害了 连续使出两招一箭逍遥 体内的灵力也消耗了一半 看来这种大杀招 还是得荡成底牌来用 否则 自己还没杀出重围 就死翘翘了 啊 正当风九幽感慨时 空中飘起一阵血雨 杨天智被人徒狼平平给涂了 那一抹红光乍现 杨天智被瞬间打成虚无 刷 人徒狼平平出现在风九幽身边 不过 他的步伐有点虚弱 一看便是用力过度 少主 你啥时候变得如此强大了 我打个杨天智都杀了半天 你随便两招 就秒掉了神脏镜 子斧镜 你还是人吗 狼平平上下打量了一番 甚至怀疑起来 少主 你不会被老妖怪夺射了吧 风九幽翻了翻白眼 无语道 就不允许我无敌 什么夺射 那个老妖怪敢夺射我 分分钟钟让他变成我的养料 黑脸怪 你还想我在你屁股上放爆裂服吗 狼平平摸了摸自己胸口 叹了叹气 还好 你体内没住着一个老妖怪 我放心了 刷 狼平平身体倾斜 即将倒在地上 风九幽一把抓住 脸上闪过一丝紧张 不由地担心起来 喂 黑脸怪 你不要吓我啊 唉 人老了 才干两架 就没力气罗 狼平平从储物界 摸出一枚极品回气单 吞了进去 来不及调息 拉着风九幽 快速朝山谷跑去 他已经感觉到 虚空出现波动 也不知道多少杀手追了过来 两人才走出几百米 树枝妖兽从天而降 一百多黑衣人 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轻一色地戴着面具 不过他们实力却有点吓人 大多数都是紫府镜 领头的十人是元神静 紧接着 八个影组织成员 从虚空中钻了出来 缓缓落到地上 人徒狼平平 脸色沉重起来 瞥了一眼风九幽 疑问道 小主人 主母留给你大杀气没 风九幽愣了一下 一脸正惊回答道 没啊 就留给我一柄斩道神兵 说遇到困难是自爆神兵 可以灭杀杜杰境巅峰的高手 当真 嗯 八个影组织成员 嘴角微微抽搐 不得不怀疑起风九幽说的真实性 斩道神兵可不是大白菜 那是每个圣地的镇宗至宝 五大圣地每个圣地就一两把 怎么可能送给一个被赶出来的废物一把 风九幽 你别再鬼扯了 投降吧 否则 今日让你生死盗销 林平之被刚才风九幽施展的身法给吓着了 要不是东边出现白昼景象 还无法发现风九幽狼平平的身影 林平之 你不去玩你小师妹 老师追着我干嘛 首先生命 我不好难色 你也不是我的菜 我实话告诉你 我手中的斩道神剑 会让你忘记你妈妈姓什么 你信吗 风九幽从储物界 磨出一柄斩道神兵 那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让人头皮发麻 此剑一出 周围的空间仿佛被锁定一般 一股巨大的气场蔓延 那一百多名子府精高手 露出惊悚的表情 而 林平之更是被吓得 连退十丈远 你马大罗圣地疯了吗 居然给一个废人 斩道神兵 所有人头上 顶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林平之 你们还敢追来吗 小心本公子 让斩道神兵自爆 所有人都被唬住了 全部愣在那里 没人赶上前 风九幽见状 拉起狼频频施展 咫尺天涯神通 一道白光掠过 两人消失在原地 连一点气息也没留下 林平之脸色骤变 从戒指里 摸出一个传音时 里面传来一道 苍老的声音 他们往北部逃走了 离你们有一千公里 林平之大手一挥 追 妖兽们拍打着翅膀 朝北部飞去 北部 溪谷旁 风九幽大口 大口地喘着气 两次使出 咫尺天涯神通 身体早已吃不消了 体内的灵力快见底了 要是遇到追杀 就凶多吉少了 人途盘坐在石头上 调膝起来 风九幽把回气丹 荡成糖果巴唧巴唧 吃了起来 顺便环视了一下周边环境 不由地担心起来 敌人骑着妖兽飞 很快便能追到这里 带着狼平平的这个脱油瓶 实在是一件头疼的事情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滩溪水 向下流 风九幽揉了揉额头 实在找出不应对之法 人图面 被一百多名杀手追杀 双拳也难敌四手啊 要是自己有一支军团 谁人敢惹 哥哥老 小狼君 你寂寞吗 溪谷上方 突然传出一道调戏的声音 风九幽抬头望去 并没看到身影 那女子的声音继续传来 小狼君 只要你叫一声解剑 我便帮你解决今晚的困局 风九幽一愣 眼神中快速闪烁着 随即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暗处的好姐姐 你不会长得太吓人 不敢出来见人吧 风九幽的话 在溪谷上空产生一阵回音 惹得躲在暗中的女子 大声笑了起来 哥哥哥 小狼君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想见姐姐了呀 嘻嘻 你姐姐 我可是国色天香 风华绝代 人见人爱的绝世大美女 第27章 黑甲军一出 悬天水雨争风 上 腰骨身蓝 不问出处 漠然 一袭白衣 从天而降 她仿佛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女子 一双丹凤眼 如秋水 如寒星 如宝珠 闪烁着焦白的光芒 鹅蛋脸上胶原蛋白满满 仿佛能捏出水来 似乎能看到水滴在脸上 出现Q弹的模样 至于那身材 鹅挪多姿 那是对她的亵渎 魔鬼的漫画身材 才能形容得她的完美 一双赤裸的玉角 宛若世上最珍贵的宝贝一样 让人难以忘怀 风九幽看傻了 这是悬天大世界的女人 不 这应该是来自无上天的美女 狼平平睁开了双眸 看了一眼女子后 露出惊讶的表情 随即 再次闭上眼睛 美女姐姐 你贵心啊 风九幽恢复了平静 从她身上 并没有感应到杀气 反而她散发的气息 让人很舒服 便开始打趣起来 哥哥哥 小狼君 你的称呼 姐姐我很喜欢 还第一次有人叫我美女姐姐 不应该叫我仙子姐姐吗 风九幽故作惊讶 拍了拍胸脯 惊喜道 尽管我不承认 当你的容貌 当得了仙女 不过叫仙女姐姐太过飘渺 太有距离感了 我还是觉得 美女姐姐比较亲近一些 白衣美女 名嘴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身前的晃动 让风九幽大饱眼福 心中默念道 三六弟姐姐 真是太凶残 小狼君 姐姐名字叫做西门雪姬 记住没 风九幽点了点头 跟身材反差过大的姐姐 好奇起来 嗯 雪姬姐姐 你想怎么帮我 风九幽直接开门见山问道 西门雪姬眨了眨眼睛 一抹秋波闪烁 看得风九幽一阵无语 只见她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含情默默地盯着风九幽 哥哥哥笑了起来 让他们有来无回 你觉得怎么样 风九幽将住 疑惑到 就靠你一个人 哥哥哥 你认为 你雪姬姐姐 一个人灭不了她吗 西门雪姬没有一点杀鸡 反而感觉到 在谈风花雪月一般 风九幽上下打量了一番 咧嘴道 我认为有点难 毕竟你一个弱女子 如何抵挡那一百多名高手的进攻 西门雪姬身形一动 瞬息间来到风九幽身边 那只娇嫩带着茉莉香味的手 已经触摸到风九幽的脸上 轻轻捏了一下 风情万种地笑了起来 小狼俊 你的帅气脸蛋 姐姐我很喜欢 要不 你考虑把我收下 做你的正夫人 如何 风九幽尴尬地摸了摸她 抚摸过的脸蛋 还残留着淡淡的鱼香 雪姬姐姐 我还小 谈不得恋爱 何来娶妻之说 你真不怕那一百多个高手 西门雪姬 长袖一挥 一股强大的力量 没入远处的石头 砰的一声后 瞬间化为碎木 蚂蚁再多 打得过大象吗 风九幽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个西门雪姬 可真傲娇啊 不过 等会要是抵不过 大不了再次施展 指使天涯神通 把他们就走吧 刷 虚空中出现一阵波动 林平芝带着七名影组织成员赶到 随即 后方的妖兽纷纷飞来 遮天蔽日地出现在峡谷上方 在天空上成为何之事 面对突然出现的白衣女子 林平芝露出一丝惊讶 还有一丝贪婪的战友欲 下面的姑娘 此事跟你不相关 还请你离开 否则 一会儿误伤就不好了 西门雪姬抬头 淡淡看了一眼充满贪婪的林平芝 嘴角闪过一丝讥笑 你们都要杀我小郎君了 你居然让我离开 窦鸡眼 我认为你在讲笑话 而且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 风九幽心里一暖 还有一丝不解 一个无亲无故的人 会无缘无故帮自己 难道真是贪恋本公子的美色 风九幽偷偷瞥了一眼 西门雪姬长得还行 勉勉强强入本公子法眼 不过想要成为本公子女人 那那么容易 林平芝凶相毕露 原本打算收你作小 既然如此不识台诀 那么就去死吧 看来你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既然如此 那么你就陪葬吧 杀 一百多道身影从天而降 遮天蔽日的剑气 盘旋在上空 恍若世界末日一般 恐怖如斯 西门雪姬一改风情万种 整个人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像一个征战多年的将军 只见他手中的长剑指向天空 喊道 黑甲军 何在 刷 山谷密林从众 一道静置咔嚓破掉 紧接着一道道回音传遍百里 在 在 在 很好 他们要杀本座的小狼狙 你们说该怎么办 西门雪姬的声音再次在山谷中回荡 杀 杀 杀 恐怖的杀意凝食 吓得那些空中的妖兽颤抖起来 这些士兵 哪里是普通的士兵 八百个子府镜 一百个元神镜 一百个洞虚镜 这可不是简单的帝国军队 这分明是某个顶级势力培植的精英军团 这不是世俗的帝国军队 而是修道者军队 空中的林平之 脸色黑了下来 心中莫名地出现恐惧之色 按理来说 他已经达到了杜杰近初期 很少有人让他感觉到威胁 但下面的军队给他的感觉非常不妙 嗜血 无敌 还有那种强大是杀意磁场 与之交手 实力会瞬间削减三成 黑甲军们 上方刺客一个不留 杀 西门雪姬话音一落 密林中的黑甲军们 骑着烈火鸟冲天起 朝着空中的刺客杀去 五十人乘一阵 组成了二十组黑甲剑阵 声势浩大的剑阵 仿若刺破星河 发出刺耳般的声音 一千柄剑气 飞驰在天空中 密密麻麻地 宛若蝗虫过境一般 恐怖如斯 空中的刺客剑状 没有丝毫抵挡的勇气 那还敢停留 骑着飞行妖兽快速逃离 然而 他们的速度 哪里比得过黑甲剑阵的速度 一柄长达几千米的巨剑 从中间五十名黑甲军的黑甲剑阵冉冉升起 朝着逃离的刺客落下 不 定向锁定 剑气划过天际 仿佛把天空划破一道口子 砰砰砰 无数刺客 连同妖兽在空中纷纷化为血雨 落入溪谷中 整条小溪全部变成了红色 不过几个呼吸 天上的一百多名刺客 全部被杀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了八个营组织成员 他们刚想准备离开 一千名黑甲军 从四个方向 把他们团团围住 封锁了他们逃跑的空间 黑甲剑阵 悬挂在他们头顶 一千道杀鸡锁定他们的丹田 只等一声令下 他们请客间 会被剑气措骨扬灰 应开始慌了 他们面对不是人 而是一千名死神 还是那种专门收割绝顶高手的死神 西门雪姬拨动了一缕秀法 韩晴默默地看着风九悠 咯咯咯笑道 我的小狼君 你说银组织 是主了 还是争了 第28章 黑甲军一出 悬天水雨争风 下 诡异的峡谷 迷人的夜晚 西门雪姬的黑甲军一出 瞬间让杀手组织归西 只剩下了八条带崽的羔羊 雪姬 让兄弟们悠着点 把他们全部废了 最后一杀留给我 嘿嘿 风九悠为了暴虑 打起了最后一血的注意 西门雪姬愣了一下 随即宛若桃花盛开 看得风九悠 眼睛都直了 内心暗道 这个妖精太撩人了 一定要远离她 哥哥哥 好郎君 姐姐满足你 黑甲军 听令 在 废掉八个营组织成员 只要不死 随便你们虐 刷 空中的剑阵动了 一柄柄飞剑腾空而起 化作风天锁地的阵仗 把八个营组织成员 全部关在里面 一千柄飞剑 穿流不息 从一千个方向分别杀去 尽管八人乃杜杰境初期实力 按理来说 可以轻松碾压原神境 子辅境修道者 但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人 各个都是 经历过铁血锤炼过的妖孽们 他们在生命禁区 杀了不知多少年 互相之间的配合 达到了完美无瑕 彼此之间 是仿佛对方的手臂 已经远远超过一加一等于的二 以动虚境黑甲 剑阵力量中轴 驱动原神境 子辅境队友的剑阵力量 累积可叠加的一千倍战力 相当于动虚境巅峰一百倍的力量 足以灭杀杜杰境中期的修者 玄天大世界 曾经流传过一句话 黑甲军一出 玄天水雨争风 一千道剑气在空中乱飞 十二化作一道龙 十二化作一柄剑 十二化作一尊顶 刹那间 天地变色 星辰暗淡 碰 溪谷山崩地裂 两座大山被剑气下湮灭 西门雪姬嫩手轻轻一挥 一道气罩 把风九悠 狼平平给罩了进去 龙 打得八人嗷嗷大叫 剑 杀得八人千疮百孔 顶 压得八人骨头断裂 八人疲于拼命 折腾了半壳钟后 也无法抵挡 一百倍洞虚境巅峰的战力 剑气贯穿手巾 戳穿手臂 变成了八个 没有手臂的残疾人 不一会儿 八人被送到的风九悠身边 嘖嘖嘖 林平之 你们为姚池圣地卖命 他们为什么不来救你们呢 你说 我要是把你们八个全杀了 姚池圣地 会不会吐一口老血啊 啪啪啪 风九悠快如闪电 在他们脸上留下巴掌的印记 愤怒 仇恨 杀意 全部写在脸上 风九悠小儿 你有什么好得意了 要杀药寡 悉听遵便 请勿羞辱的 一个影组织成员 咆哮起来 啥玩意儿 允许你们追杀我 不允许我删你们耳光 这是哪门子道理 啪啪啪 风九悠再一次删起耳光来 一个个杜结镜 被神藏镜删耳光 估计这是玄天大世界 自古以来第一次 影组织一个个顶着猪头脸 仇视地盯着风九悠 恨不得扒了她皮 抽了她的精 喝了她的血 风九悠 要是个男人 就不要如此羞辱我等 只求给我一个痛快 风九悠看着林平之 那双死鱼眼 气不打一处来 我的寒冰剑 又要饮血了 哎 还是引八个杜结镜的血 身影一动 旋风剑影落下 八个毫无灵力的杜结镜初期高手 脖子上多了一条细线 紧接着 八颗脑袋冲天起 刚喷出的血泉 瞬间被寒意凝固 沙法果断 不拖泥带水 看得西门血迹双眼 冒着金光 收下八个杜结镜大佬的脑袋 风九悠心里乐开了花 这不 系统的奖励如约而至 宿主 灭杀五名紫府镜初期敌人 触发十倍幸运值 激发五次一百倍暴率 修为值为四千点 宿主 灭杀八名杜结镜初期敌人 触发四十倍幸运值 激发七次一百倍暴率 一次十万倍暴率 修为值为十万零两千四百 目前累计修为值 十八点三万 为了方便计算 系统以后只计整数 谢谢 风九悠忍不住对系统翻白眼 连零头也要抠 系统 我杀个人容易吗 还抠我的小数点 宿主 你还要避连波 请问这八个杜结镜 是你打败的 居然被系统给鄙视了 风九悠一脸无语 小狼君 杀了银组织 你貌似不开心啊 需要到姐姐的怀里 来发泄不 西门血迹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 风九悠无奈地摇了摇头 老是被西门血迹调戏 这很不正常 眼瞳中闪过一丝金光 对于西门血迹的身份 怀疑起来 西门血迹 你是不是我爷爷 派你来的 西门血迹身躯微微一震 暗道 我的小狼君 真是太聪明了 这都能联想到 哥哥了 小狼君 你想多了 我垂涎你身子已久 要不 今晚你我大辈同眠 让姐姐做一下应尽的责任 怎么样 风九悠脸色 瞬间红了下来 西门血迹的话太昏了 自己有点吃不消了 西门血迹 你远心对一个未成年的少男 动邪念吗 这是犯罪 知道吗 劝你做好好人吧 西门血迹 抿嘴再次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未成年 小狼君 你的说法很有心意 让姐姐我有了更邪恶的想法 要不是是鞭子的感觉 风九悠脸色大惊 莫非西门血迹 也是穿越者 西门血迹 Who are you 西门血迹一头雾水 对风九悠说的话 根本不懂 露出惊恶的表情 小狼君 你说的什么语言 莫非来自生命禁区 不对啊 本将军 在生命禁区 征战多年 并未听闻过这种语言 风九悠一巴掌 打在自己的额头上 一脸的失落 还以为遇到了 跟自己同样的穿越者呢 小 西门血 击朝空中看去 温柔的脸色消失不见 换了一副冰冷的面孔 眼神中多了一丝杀意 臭老鼠慢 你们给我滚下来 一声怒吼 在溪谷上方回音不断 同时也惊醒了调息的人 徒郎平平 西门血迹 有点意思啊 虚空中走出来一个 戴着面具的黑衣人 身后跟着四道红影 不是魔窟四胶又是谁 不过 让人意外的是 在魔窟四胶后 还跟着了八个洞 虚境高手 一个戴面具的黑衣人 古墨在渡截境中期 散发的灵魂 威压非同寻常 绝非普通渡截境中期高手 所能匹敌 魔窟四胶 渡截境初期 四人联手战力 勉强对抗渡截境中期 而后面的八个洞 虚境巅峰的高手 宛若死尸一般 散发着浓浓的死气 每个人都堪比渡截境初期 见不得人的怪物 你以为戴上面具 就能逃脱本姑奶奶的法眼 莫桑 你终于坐不住了 莫桑 摇持圣地 圣主莫斯海的弟弟 人称黑脸郎君 一个专门躲在背后 做黄雀之人 曾经通过阴谋诡计 坑害过一个一流门派刀剑门 传承十万年的大派 在他暗中的策划下 被三个一流门派 八个二流门派围攻 最终刀剑门成为 玄天大世界的历史 消失在修道界的舞台上 而增补进一流门派的 玄天剑宗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这也是为什么 玄天剑宗 站在摇持圣地 这一边的原因 第29章 斩道神兵 吓跑一众高手 面具脸子没有否认 也没承认 西门雪姬 你投诚吧 做我的道理 我可以考虑 给风九幽一个全尸 轻描淡写的话 从天空传来 似乎认为他胜券在握 满满的不屑感 哥哥哥 你想要我狼君的命 还想我小狼君 头上一抹绿 莫桑 你活了一万年 活到狗身上去了吗 别看西门雪姬 嘴上一个小狼君 叫得欢 手上动作 却保持相近如兵 连风九幽的手 都没牵过 哼 面具脸 逐渐失去耐心了 双眸微微一缩 两道凌厉的杀气闪过 既然如此 都给我去死吧 一个莫大的金色手掌 宛若来自星河深处 溪谷上方灯火通明 甚至看到魔窟四胶 得意的笑容 金色巨大手掌还未落下 大地开始颤抖起来 周边的大树 顷刻间化为虚无 强大的威压 铺天盖地传来 金色手掌近了 五百米 一百米 五十米 哼 莫桑 你找死 性感无边的西门雪姬 此刻 嫣然是一尊女战神 冷酷 无情 嗜血 还有那绵绵不断的 杀意捧涌而出 白色长裙 在风中飘舞起来 绝美身躯之下 室内鹦鹉灵魂 枪出如龙 龙战八荒 她动了 手中的白色长枪 化作一道白龙 腾空而起 迎着金色手掌而上 势必刺破长空 打破天穷 两股渡 竭尽中期的力量 在空中相遇 毛雨顿的较量正式开始 碰 庞大的蘑菇云 腾空而起 地洞山摇 下方无数山川倒塌 河流中断 大地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缝 杜杰镜 不愧是经过天结洗礼的人 产生的力量 远超河潭的攻击 还好玄天大世界 是高等世界 要是放在蓝星上 估计两人的战斗余波 必然摧毁蓝星 白色长枪 回到西门雪姬手上 空中的面具男 也停止了战斗 双方好像很默契地 停了下来 面具男 身躯微微颤抖了一下 没想到 西门雪姬的战力 如此之强 同样是渡洁境中期 同样能越战度 洁境后期 从刚才的交手来看 他其实占了下风 不过 对他来说 这无关紧要 因为他带了大杀气来 就算渡洁境后期来了 也休想离开 西门雪姬 我承认你还不错 仅仅是不错而已 你不会天真认为 你还能保住风久悠 面具男摸出一枚仙符 里面散发出 毁天灭地的气息 西门雪姬 闪过一丝凝重 该死的莫桑 居然拿出摇池圣地 从仙葬里面得到的 沙子仙符 每一枚攻击类仙符 都是可以威胁 道度洁境后期 甚至巅峰的存在 风久悠看着面具男 表演了半天 真当本公子 是随手可以捏的泥人 撇了撇嘴 开口道 喂 天上的屌人 你不会天真 以为手上的破纸 便能威胁到我吧 你有本事扔下来试试 看看本公子 是如何灭掉你的仙符 西门雪姬僵住了 他难以置信地 看着风久悠 对 他的目光是震惊 更多的是疑惑 人徒郎频频 恍然大悟 拍了拍大腿 大声说了起来 小主人 快点拿出主母 给你的斩道神兵 炸死空中的屌人 面具男一阵 似乎听到了 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斩道神兵 你们真当斩道神兵 是大白菜 面具男的话戛然而止 他看到了 风久悠从虚空中 摸出来一把剑 散发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甚至感到了 对生命的威胁 脸色骤变 他怎么能有斩道神兵 每个圣地就一两把 那可是正宗至宝 是每个圣地 最后的屏障 一个气子 怎么可能有这玩意儿 风久悠抬头 露出一抹笑容 拿着手中的斩道剑 捂了两下 面具男 你想试试 斩道神兵爆炸的烟火吗 面具男嘴角微微抽搐 眼神中闪过一丝恐惧 旁边的魔窟四胶也好 不到那里去 他们今晚出任务 跟踩了狗屎一样 先被人徒郎频频狂虐 后又被斩道神兵给威胁 早知道 就不要答应 摇吃圣地的请求 此刻 他们有了逃跑的打算 在狗活与死亡之前 正常人都会选择前者 面具男手中的拳头紧握 看着必胜的把握 居然被风久悠手中的 斩道神兵给翻盘了 眼神中闪过一丝不甘 走 众人瞥了一眼 风久悠手中的斩道神兵 纷纷引入 虚空消失不见 西门雪姬露出迷人的微笑 双眸下金光闪闪 舔了舔嘴唇 兴奋道 小狼卷 你居然有斩道神兵 要不借给姐姐玩几天 我带着她去追杀 莫丧这个屌人 不但她 连人徒也是羡慕不已 垂涎三尺 风久悠尴尬地快 抠出似是两听了 把斩道神兵递给西门雪姬 她兴奋地 差点亲了上来 斩道神兵真借给我 风久悠忍不住翻白眼 我要是有斩道神兵 会放面具男离开 你们的智商 怎么瞬间为零了 西门雪姬 你好好检查再说 咦 原本兴高采烈的西门雪姬 瞬间不跃起来 这哪里是斩道神兵 明明是带了斩道 神兵气息的一柄 夏品仙剑罢了 不过 从外形 气息上根本无法判断 它是赝品 只能说设计 这把剑的人太腹黑了 做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小狼卷 你好坏坏 居然学会骗人了 人图笑眯眯的看着风九幽 拍了拍她的肩膀 细写道 小主人 还有没有多了 给我几把玩玩 我也去吓唬吓唬那些坏人 风九幽摇了摇头 直接拒绝道 黑脸怪 你不用斩道神兵 也能把人唬住 我这个可是 求爷爷告奶奶获得的 想要 门都没 斩道神兵收了起来 风九幽装进了储物件 离开溪谷一百公里后 面具男遇到地营 莫琴琴带着一帮神秘高手前来 莫桑 风九幽等人处理了 莫琴琴闪过一道疑惑 从莫桑的眼神中 并没有看到丝毫喜悦 莫主管 风九幽手中有斩道神兵 我们被逼退了回来 莫娇娇看到 莫桑脸色不好开 主动解释起来 什么 地营 莫琴琴等人脸色俱变 风九幽有了斩道神兵 整个玄天大世界 谁敢找他麻烦 地营眼眸快速闪过 随即冷笑起来 桑说 你们被风九幽给骗了 他要是有斩道神兵 还会放你们离开 莫桑等人瞬间恍然大悟 脸上怒气横生 气得暴跳如雷 好你个风九幽 敢如此戏弄本作 看我不把你措骨扬灰 杀回去 杀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 朝溪谷飞去 刚到溪谷 莫桑傻眼了 风九幽 他们居然逃了 这时 储物界又开始震动起来 莫桑拿出传音时 里面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风九幽等人往凤城去了 我的推演术 今日到了极限 后面就得靠你们自己了 第三十章 虚空血流成河 杀 杀 杀 一千黑甲军 护送风九幽到凤城 风九幽瞬间觉得 备有面子 一路上都是风九幽 劝人跳槽的声音 这位兄弟 有想过跳槽没 来本公子的麾下 奖励一柄下品仙剑 这位兄弟 我看你骨骼精气 来我麾下 我给你斩道急功法一本 这位 风九幽还没说完 便被西门雪姬一把拉走 风九幽越说越过分 居然当着 他这个黑甲军将军的面前 挖他的人 雪姬 你看看 你的手下一千名 随便借我一百人玩玩呗 本公子用一柄 斩道神兵 租借他们一段时间 你看行不 风九幽不死心 当着西门雪姬面前 再次讨价还价起来 西门雪姬美目一扬 一双水汪汪的双眸 看得他心里砰砰直跳 舔了舔嘴角 笑了起来 想要黑甲军 我随时都可以给你 风九幽脸色一喜 惊呼道 当真 西门雪姬脸色红扑扑地 洋溢着异样的情绪 比珍珠还真 只要做我的小狼军 黑甲军的便是我的嫁妆 送给你何妨 风九幽瞬间僵住 果真什么事情 都需要一定代价才能获得 我什么时候 变成唐僧肉了 连西门雪姬这个女魔头 也垂涎三尺 风九幽甩了甩脑袋 一脸无语地盯着西门雪姬 能不能换个条件 你这个条件太重了 就算我答应 我家老父亲 老娘 老爷爷都不一定同意 西门雪姬脸色一喜 结果话说道 哥哥老 小狼军 只要你答应 你的父母 爷爷我来搞定 如何 这 风九幽无语了 自己挖坑 把自己埋了 我还未成年 等我千岁 嗯 万岁以后再说吧 小 西门雪姬 狼平平同时 朝后方看去 脸色凝重起来 莫桑他们追上来了 黑甲军准备 是 一个呼吸间 黑甲军散开 把风九幽围在中央 他们组成了二十个黑甲剑阵 西门雪姬 坐镇剑门 狼平平手 在前锋位 大战一触即发 刷 莫桑 魔窟四交 出现在众人面前 后面跟着五百人的队伍 清一色的子斧镜 元神镜 不过 最恐怖要数莫桑背后那十人 实力为杜杰镜初期 风九幽顿时纳闷了 今天晚上 前来的杜杰镜 跟大白菜一样 是不是玄天大世界的杜杰镜都来了 平时别说杜杰镜 连子府镜都很难见到 这次追杀自己 不可能只有一个摇池圣地 出洞隐藏的人马 估计还有其他圣地 一流门派都参与进来 铁了心要置 自己于死地 自己的先天无暇混沌体 并没有暴露 为何他们都要追杀自己 难道因为自己 在洛城顿悟了一下 突破到神藏镜 引起了某些势力的敌视 莫桑一脸冷冷地看着风九幽 眼中闪过一道杀意 风九幽 拿出你的斩道神兵 本作要看看 他有多强大 被风九幽戏耍了一番后 莫桑恨不得风九幽扒皮抽筋 还没有人敢如此戏弄他 嘖嘖嘖 莫桑小儿 你的修为 都修到狗身上去了吗 真假斩道神兵都分不清楚 亏你还是地营的父亲 风九幽故意乱扯 他跟地营的关系 就是为了激怒他 无论他有多大的后手 只要天穷护体一出 都是没啥用的 果真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小畜生 杀 话音一落 莫桑背后的五百人 组成了一个剑盾阵 一抹白光亮起 天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剑盾 两边精卫分明 隔空相望 一边是一千人的黑甲军 黑甲剑阵甲天下 一边是五百人的神盾小队 剑盾无双遇天玄 轰隆隆 神队小队 左手举盾 右手持剑 五百道光芒 交织在空中 强大的剑气 盘旋在虚空之中 远远望去 宛若剑盒 在巡游八方 恐怖至极 黑甲军 黑甲剑阵出动 刷刷刷 四十组黑甲剑阵 互相镶嵌在一起 从虚空高处望去 宛若一条白色的神龙 星河巡游 狩猎九天十地 杀 一千道剑气缓缓升起 天空夜如晝 星辰之光垂了下来 一千名黑甲军 沐浴在星辰的光芒之下 刹那间 剑气 黑甲军得到加持后 漂浮的剑气 如诗如歌 奏响了征服八荒的气势 由剑气组成的气龙 带着千层攻击 呼啸杀去 风九幽看得热血澎湃 如此大场面的对战 还是大姑娘作花 叫头一回 没有丝毫害怕 心 砰砰直跳 血 烽火燎原 将来自己也要率领一支军团 打上星河镜头 征战宇宙八荒 光芒照耀苍穹 剑气贯穿长空 砰 一千道剑气化作的气龙 没入剑盾中 一道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剑盾瞬间瓦解 眼看就要毁于一旦 八个神秘人 同时扔出八道秘宝 化作一个玄规气罩 挡下了后续一千道剑气 可恶 对方八名神秘人 魔窟四交 联手杀了过来 变阵 剑油八荒 西门血迹 沉重冷静 务必把杜杰镜高手挡在剑阵外面 否则 让他们杀进来后 大事不妙 每一次攻击 黑甲剑阵所消耗的灵力 是巨大的 别看黑甲军 威风凛凛 气势如虹 也经不起连续的黑甲剑阵消耗 他们的身躯 微微颤动起来 估计 最多只能使出两次剑阵 便会落败下来 对方十二个杜杰镜 也是看中这点 才联手杀了过来 秘宝在天空中散开 形成一道气罩 把八个神秘人 魔窟四胶包裹进去 他们不断打出自己的成名战法 千丝万缕 黑象大法 剑阵上方弥漫着 无数红色带 每一条都蕴含着 强大的力量 触碰之 必死无疑 无数黑气盘旋在 剑阵上方 化作邪魔 恶灵朝气龙啃食 原本气势如虹的剑阵 逐渐暗淡下来 在对方的密保护体下 剑气屡刺被阻挡 狼平平剑状 从剑阵中杀了出来 如行走在黑夜的地狱使者 死神审判 请客间 天空再一次回归黑暗 黑幕沉沉 星光暗然 一把死神镰刀 从黑幕中落下 红色且诡异的气息 弥漫在神秘人 魔窟四胶头顶 狼平平身影 忽影忽现 如鬼魅一般 环绕在众人周围 压抑 难受 特别是魔窟四胶 他们早已经感受到 人途的无敌之姿 漠然 一道红色的死神镰刀 出现在他们头顶 不 他插声响起 秘宝释放的气罩 瞬间破裂 一道红色刀钢之气 化作百刀 千道刀钢落下 刀翼之力划破苍穹 以无敌之势 没入魔窟四胶头顶 碰 四人瞬间化为血雨 飘散在空中 从气罩破裂 到灭杀魔窟四胶 只不过用了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八个神秘人 正好攻了过来 然而 并没有来得及 救下魔窟四胶 人途 你找死 第三十一章 风九幽 大杀四方 越战 杀 人途用自己的死神审判 再一次血染长空 不可一世的魔窟四妖女 命丧于此 而她的杀戮 彻底拉开了混战的局面 黑甲军多次使出黑甲剑阵后 灵力所胜无几 同样对方的神盾小队 经过多轮的攻击后 灵力消失殆尽 不过 对方的绝对战力 比风九幽这方要强的得多 莫桑 八个神秘人 而风九幽这边 自身一个半 西门血迹算一个 人途只能算半个 在刚才的搏杀中 人途的体内的先例 只剩下了三成 作为杜杰镜高手来说 只能靠吞服先丹才能恢复 平时杜杰镜都是 躲在有仙气的地方修炼 玄天大世界的灵气 对他们来说 没有一点意义 不过 这一次摇持圣地 发动隐藏的力量 可想而知 要付出多少代价 才请得起这些杜杰镜高手 人途与八个神秘人 交上手了 死神镰刀 带着黑色气息 弥漫在天空中 人途依靠黑色的气息 连续躲过对方的剑势攻击 人途刀是破天 每一招 每一刀都蕴含着他对刀的理解 抗住对方八人的剑势攻击 看上去不相上下 其实他在强撑 而八人也抓住了 人途的先例缺失 故意拖着 轮番攻击 等到他先例 消失殆尽之际 便是人途的死期 西门血迹 眉头紧锁 不能再等下去了 必须干掉莫桑 再支援人途 否则 自己这边注定会失败 失败的后果 不只是他们的姓名 更重要的是 风九幽的安全 小狼君 守好黑甲军 我去挥挥莫桑小儿 还没等风九幽拒绝 他瞬息间出现在莫桑前方 二话不说 抽出白色长枪 两人交战起来 风九幽看着场上的情况 必须让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 否则 等人途落败之时 便是自己一方溃败之际 黑甲军的兄长们 你们抓紧条西 我去灭杀对方的神盾小队 少主 风九幽已经发动逍遥步 杀到了神盾小队身边 小子 你居然来送死 神盾小队见状 纷纷露出惊喜的表情 只要拿下或者杀掉风九幽 今晚可以提前收工了 杀 他们来不及恢复灵力 组成剑盾之士杀了过来 刹那间 一柄巨剑出现在虚空 天空变色 风云大作 惊动了正在交战的人途 西门雪姬 内心大惊 莫桑 八个神秘人 怎么会放他们去援救 莫桑 要是风九幽出事 你们摇持圣地 将会被从玄天大世界抹去 西门雪姬的双眸 宛若九天寒冰一样 冷得让人害怕 手中的本命战绩 疯狂输出起来 西门雪姬 你还是先担心 你自己吧 两人杀红了眼 招招致命 永不停歇 这边 人途瞥了一眼风九幽后 再次杀向对方 每一次都没有用尽全力 偷偷利用黑气 恢复体内的损耗 虚空仿佛被划破肚皮 出现一道长长的裂缝 巨剑带着剑士之意 朝着风九幽落下 哼 一剑逍遥 杀 暗淡的星光亮了起来 无数星辰之力坠下 化作星河铺天盖地而来 巨剑被瞬间禁锢在虚空中 再也无法落下 紧接着 无数星光大珠小珠落玉盘 化作剑气 纷纷落下 恐怖的星辰之力 无敌的星光剑气 映入神盾小队的眼帘中 却是无穷无尽的杀意 不 星辰之海 落下星辰之力 谁人能当 星光没入神盾小队的身体 顷刻间 化为虚无 仿佛神盾小队成员 从未出现过一样 被彻底抹去 连神魂都无法逃脱 不错 这一场战役 让风九幽十分满意 尽管五百名神盾小队成员 先前损耗了七七八八 但也是紫辅境 原神境高手 虚空中交战的双方 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人途露出满意的笑容 果真小主人没让他失望 能越战两大境界 他不是传奇 谁是传奇 西门雪姬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少主的战力 强得太离谱了 一剑灭掉五百名紫辅境 原神境 这怎么可能 难道少主是绝世无敌的天才吗 他刚才那招剑法 好像很强 强得离谱 甚至连他都感觉到一丝丝危险 难道是斩道极剑法 莫桑脸色惊变 完全没预料到 风九幽居然如此恐怖 以神葬境灭杀紫辅境 原神境五百名高手 玄天大世界上有人做到过吗 没 从来没有人做到过 哪怕被誉为 玄天大世界第一人的传奇王者 风九幽的父亲封不悔 也没做到过 曾经 风不悔在神葬境后期时 一人一剑 从二百名子附近的围剿中杀出 灭杀对方一百五十人 成为一代传奇 现在父亲的神话 被儿子给打破了 关键风九幽灭杀的五百人中 有一百人可是原神境 这种战绩 根本不是风不悔所能比拟的 虎父无犬子 一代圣一代 风家这种家族 就不应该存在玄天大世界上 否则将会给更多圣地 一流门派带来危害 八老怪 不要玩了 杀了风九幽 刚停战的双方 再一次交战起来 八老怪老大 老二 老三 老四把人徒团团围住 手中的剑势澎湃而出 没有半天保留 剩下的老五 老八脱离战场 朝风九幽杀来 不好 小主人 快逃 人徒撕心裂肺吼了起来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人徒 从心中完全把风九幽当成侄 每一次风九幽的成长 他都看在眼里 为了风九幽 他宁愿舍弃自己的性命 可这一次 危险了 八老怪 要是风九幽出事 我会途径你们八老山庄 人徒彻底暴怒了 他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风九幽 死神降临 请客间 夜空变成红色 八怪老五到老八 回头瞥了一眼 眼神中露出惊恐的表情 不过 他们并没有返回去援助老大他们 而是使出剑势杀向风九幽 只有风九幽死了 这次截杀才算顺利完成 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局面 容不得他们半天后悔 就算他们后悔 大罗圣地会放过他们 四道剑士起 天空中狂风大作 整个世界瞬间化作剑气世界 在苍穹之上 形成一个剑气的旋转海洋 一把 两把 数千把剑气 倾泻落下 朝着风九幽杀来 快如闪电 轻弱惊鸿 势必把风九幽打成虚无 然而 让他们意外的是 剑气落下的瞬间 天穹护体激活 风九幽身上 发出一道白色光芒 在体外形成一道气罩 挡住了剑气的攻击 八老怪的老五他们 顿时傻眼了 四人使出最强大的夺天剑士 居然被他体外的气罩给挡住了 这 怎么可能 一个神葬镜 居然硬抗四个渡截镜初七高手的夺天剑士 这完全颠覆了 玄天大世界战力体系 此等妖孽 是来自无上天 还是来自仙宫 四个老怪瞬间被唬住 只有风九幽自己才知道 体内的灵力快见底了 没了灵力支撑 天穹护体便会消失 那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 他矗立在空中一副傲然的模样 让四个老怪拿不定注意 四个老怪 今日你们速速退去 本公子不计较你们八怪对我的冒犯 否则 今日 这里便是你们的坟场 第32章 老娘凶残 烈焰滔天 双方再一次僵持起来 四个老怪离风九幽百米远 不敢再进一步 万一 他再一次使出更强的星辰之力 他们也不能百分百保证接下来 正当风九幽跟他们对峙的瞬间 脑海中系统的奖励 再一次如约而至 宿主 灭杀神盾小队500名 子斧镜400名 原神镜100名 子斧镜触发5人10万倍暴率 395人100倍暴率 幸运值10倍 转换修为值 71.6万点 原神镜触发5人10万倍暴率 95人1000暴率 幸运值20倍 转换修为值 192万点 累计剩余修为值 281.9万点 宿主 要提升修为境界 还是兑换至尊级功法 或者战法 风九幽脸色一洗 盘散了一番后 发现突破到子斧镜初期 近在咫尺 之前老娘给自己的神兆天宫 毕竟只是先级中品功法 比起至尊级功法差了太多 按照自己的晋升速度 先级功法不够用 系统 我想兑换至尊级功法 宿主 至尊级极品功法 兑换修为值为100万点 可以选择如下 星辰天经 吸收星辰之力 灵气 先力修炼 可修炼至至尊级极境 修炼至大成 体内丹田会化作星辰大海 体内灵力先力 是同境界的十倍 自然天经 吸收自然之力 灵气 先气修炼 可修炼至至尊级极境 修炼至大成 体内会化作自然世界 体内灵力先力 是同境界的十倍 杀伐天经 吸收战气 杀气 怨气 灵气 仙气修炼 可修炼至至尊级极境 修炼至大成 体内会化作杀伐战场世界 体内灵力先力 是同境界的十倍 风九幽被系统拨爆的 至尊级攻法吓傻了 至于吸收什么力修炼 他并不在意 让他疯狂的是 那同境界十倍的容量 只要自己学会一种 将来面对敌人的时候 随便碾压 而且不用担心 自己突破到渡截禁时 受到仙气限制 三大天经都很好 哪一种都适合自己 不过 随着自己暴露次数越来越多 面临的敌人越来越强大 综合判断后 决定选择杀伐天经 后面再兑换一门至尊级枪法 系统 给我兑换杀伐天经 另外再给我兑换枪法 神游八荒 宿主 扣除150万点修为值 目前修为值还剩于131.9万点 杀伐天经 仓物中杀伐天经神葬镜 完成匹配 神游八荒 仓物中神游八荒第一事战 完成匹配 风九幽感觉 之前的神兆天宫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体内的杀伐天经 缓缓运行着 阿童境界十倍的灵力 充斥着丹田 四肢百骸 整个过程 不过才过了几个呼吸 打算试探的四个老怪 再次傻眼了 风九幽仿佛变了个人似的 体内的灵力绵绵不断 甚至比刚才更加强大了 四个老怪 还打波 不打回去 抱媳妇睡觉吧 风九幽咧嘴笑了起来 让四个老怪 更加不敢动手了 鬼知道她还有没有下手 虚空出现波动 一群戴着面具的白衣出现 足足五十名 最低实力子斧镜 有五名是杜杰镜初期 风九幽傻眼了 尼玛杜杰镜跟不要钱似的 分分钟钟就冒出来一个 心中隐约不妙起来 强大的杀意 嘲讽九幽铺天盖地袭来 果真是找自己麻烦的 难道要是出一件逍遥 对四十五名子斧镜 原神镜有效 但那五名杜杰镜 却不好惹啊 麻蛋了 居然不给本公子发育的事件 风九幽 你自尽吧 否则 我们出手杀了人徒 西门血迹 青色獠牙面具的男子 沉声说道 好胆 谁敢要我儿子的性命 远在千里之外 一道力声传来 熟悉又温暖 瞬息间 南宫雪横穿千里 出现在风九幽身边 一脸深情地看着儿子 幼儿 你没事吧 风九幽满眼激动 恨不得跟老娘一个大大的拥抱 不过她保持了公子哥的风范 并没有扑到老娘身上去 反而撇嘴道 你再来晚点 你的儿子就没了 南宫雪温情的脸 瞬间变成冷冰冰的 双眸燃烧着火焰 看一眼 仿佛走进了火焰世界 炎热 恐怖 戴面具的孽畜 是你们 想要我儿子的性命 南宫雪语气冰冷 但空气却燃烧起来 西门雪姬 人途停止地交手 回到了风九幽的身边 一脸崇拜地看着南宫雪 南宫雪很少在玄天大世界露面 没人知道 她到底有多强 作为风家的下属 西门雪姬 人途却清楚得很 风不悔被誉为 玄天大世界传奇王者 但就是这个王者 在夫人南宫雪面前 翻不起一丝浪花 曾经 风不悔傲然一生 视玄天大世界 天骄为废物 一路横推诸多天骄 圣子 弟子 无疑败继 然而 正当她功德圆满 准备回大罗圣地 正好遇到南宫雪 一个神秘的女子 来历不详 背景不详 风不悔惊为天人 发誓要娶她为妻 结果南宫雪并不理会她 在她的不断纠缠着 终于惹怒的南宫雪 两人相约比武斗法 没想到号称王者的风不悔 被南宫雪三招神皇神通 给轻松给打败了 这也是第一次 在玄天大世界 出现神通之术 不过 后来再风不悔死缠烂打之下 南宫雪却被她征服了 再到后来 便有了风九幽的诞生 渡劫近巅峰实力的南宫雪 散发的气息 让对面十四个渡劫初期 中期的修折 脸色骤变 她静静地站在那里 整个天空瞬间黯然失色 微压一层一层地压向对方 恐怖如斯 不可匹敌 她的双眸微微移动 两道火光出现在四十五名修者身上 顷刻间 燃烧起来 啊 那四十五名子府静 元神静的高手 三昧真火燃烧下 不到一个呼吸 瞬间烧成灰烬 消散在空中 丰夫人 我等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放过我等 我们愿意付出赔偿 莫桑直接认怂了 面对南宫雪 她提不起半点抵抗 在绝对实力面前 不认输 那是找死 赔偿 我儿的命 你们认为值多少钱 南宫雪双眼泛着火光 像看死人一样 看着莫桑等人 这 我愿意赔偿极品仙剑一柄 只求你放过我等 莫桑眼底闪过一丝肉疼 极品仙剑 这可是玄天大世界最顶级的神兵了 除了五大圣地外 一柄极品仙剑 可是一流宗门的正宗至宝 极品仙剑 这个需要你赔偿吗 等会你们死了 都是我的 南宫雪嘴角露出一丝讥讽 敢暗害自己的孩儿 天王老子来了 也不管用 你 莫桑偷瞄了一眼八怪 心来的白衣人 心中盘算着 拿下风九幽作为威胁 逼南宫雪让步 否则 今晚他们都会死在这里 南宫雪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你想与死网破吗 第三十三章 南宫雪 灭杀十四度捷径高手 虚空 暂时安静下来 静得让人生味 甚至肝胆剧烈 南宫雪嘴角露出一丝讥笑 鱼死网破 兔子咬人 就你凭你们十四根大葱 你们配吗 手掌一挥 偌大的虚空瞬间被禁锢 仿佛星辰在坠落 一层层的重力铺天盖地压下来 十四个度捷径高手 身体传来嘎嘎的响声 他们露出惊恐的表情 南宫雪的强大 超过了他们的预料 随便一挥 便可掌控一方天地 禁锢一方虚空 紧接着 分散开来的十四人 全部被挤在了一起 脸部开始扭曲起来 传来阵阵哀嚎的声音 南宫雪 你不怕引起 玄天大世界圣地之战吗 莫桑忍受着剧痛 威胁起来 圣地之战 谁敢与我大罗圣地为敌 图之 南宫雪双眼一句 一道三昧真火 落入禁锢的虚空之中 请客间 三昧真火 以星火燎原之势 疯狂燃烧起来 十四个渡截境高手 全部被三昧真火包围着 不 火焰呲呲的声音 让人头皮发麻 更让人坠入深渊 那恐怖的叫声 在号称坟灭天下的 三昧真火面前 那是高昂的死亡进行曲 风九幽露出震惊的表情 老娘 简直不是人啊 是我心目中的神 人徒 西门雪姬 甚至黑甲军 崇拜全都写在脸上 内心激动不已 如此竹母 冠绝悬天 何人能敌 几个呼吸后 虚空中的声音渐渐消失 刚飞出来的神音 还没来得及施展大挪移 瞬间被火焰烧得干干净净 南宫雪 你会后悔的 只留下莫桑最后的威胁声 在虚空中响起 南宫雪转过身来 一脸关怀地看着风九幽 双眼美目中 饱含着父母的思念之情 幽儿 你吃苦了 风九幽憨然一笑 撇撇嘴 老娘 你不会专门来救我的吧 嗯 南宫雪摸了摸风九幽的头 没想到才出来几个月 便惹起这么大的风波 自己要是不及时赶过来 自己的儿子 说不定就没了 看了看西门雪姬 人途 南宫雪也闪过一道感激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照顾幽 主母 这是人途应该做的 夫人 这是西门雪姬的责任 几人短暂交流后 往凤城飞去 不一会儿 莫轻轻带着地影感到 两人露出震惊的表情 地影 速度跟我返回摇池圣地 除非你突破到渡截境 否则 你不能再与风九幽为敌 莫轻轻一脸严肃 带着恐惧地说道 这 地影闪过一丝猙獰 没想到这样 也杀不死风九幽 这已经是她的心魔了 不除掉风九幽 她将来的洞虚境 是无法突破渡截境 心魔不除 渡截无望 莫轻轻也不管地影同不同意 一把抓住她 消失在原地 凤城 一品仙客栈 南宫雪温情地看着风九幽 心中有很多话想跟她讲 可看到儿子时 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 老娘 你是不是想问我修为的事情 风九幽看见老娘欲言幼稚的模样 便主动坦白起来 幽儿 你让老娘检查一下 风九幽刚想反对 南宫雪的手掌一把抓了过来 一道强大的力量 在她体内游走一圈 紧接着 南宫雪双眼闪过一道火光 仿佛让人跌落泛天神火 可不知及 还好 我幽儿没有被老妖怪夺赦 不过 你的实力这么突飞猛进得太快了 离开的时候是后天境初期 现在已经升到神脏境后期 儿子 你不会吃了什么斩刀鸡蛋药吧 南宫雪满头雾水 实在无法解释 风九幽的进击速度过于恐怖 风九幽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把之前准备的说辞再次说了一遍 老娘 这是我进入天铺秘境 也不知道喝了什么粘稠的液体 感觉身体内部的枷锁打破了 就这样很快修到了现在的境界 南宫雪将注 对于风九幽说的话他根本不相信 修道界可没什么鲜业能让人突然飞速突破境界 就算那些魔道功法也不可能有这么快 这完全违背了修炼法则 那些天骄要达到神脏境也得从觉醒日算起 起码也得20岁的时候最快达到神脏境 而他的儿子短短几个月便做到了 难道儿子觉醒了先天道铁 不然无法解释他的突破速度为何这么快 幽儿 你真当老娘是修炼界的小白吗 风九幽尴尬地揉了揉脑袋 他不可能说我有沙迪暴装备系统吧 更不能说自己是先天无瑕混沌体 这不是吓不吓人的问题 而是会成为悬天大世界的公敌 这些秘密只有烂在自己的肚子里 老娘 其实我觉醒了先天道铁 风九幽说出另一种相当恐怖的体质 吓得南宫雪一阵 难以置信地看着风九幽 这才几天啊 幽儿 你真觉醒了先天道铁 嗯 风九幽的回答让南宫雪喜笑颜开 他没去想风九幽如何觉醒的 在那里觉醒的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圣主一脉 居然出了四个道铁 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玄天大世界 人口数千亿不止 十一个里面都很难出现一个道铁 而他们大罗圣地风家一脉 居然出了三个道铁 难道上届风家的血脉之力 有如此强大吗 还是我南宫家的不朽之血 能让后人变强 我儿真厉害 没想到你是排名靠前的先天大道体 怪不得你修炼如此之快 还好我儿不是先天无瑕混沌体 否则 你老娘跟你老爹 会成为九天十地的敌人了 风九幽身躯微微一震 眼底闪过一道莫名的神色 疑惑道 这个世界上有先天无瑕混沌体吗 这不是传说中的体质吗 南宫雪看了看风九幽 沉思片刻后回应道 前不久先天无瑕混沌体觉醒了 整个九天十地都出现他觉醒时候的异象 这个体质是不允许出现在三千大世界中 这会威胁到某些大人物的利益 现在无上天各大先公 道公 甚至道统都下达了必杀令 风九幽装作惊讶的模样 实际上心里却翻江倒海 幸好自己没有暴露体质 而先天无瑕混沌体具有极强的隐蔽性 甚至连无上大帝都不一定能判断出风九幽的体质 幸好自己未雨绸缪 不然自己会成为九天十地 三千大世界的公敌 不过 这也给自己拉响了警报 凭借自己晋级速度 越战两镜 必然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 特别是那些暗中的敌对势力 巴不得落井下石 老娘 先天无瑕混沌体有这么恐怖吗 惹得那些先公都惦记着 风九幽疑问道 你要是知道先天无瑕混沌体觉醒的异象 就不会这么问了 南宫学回忆起 当日先天无瑕混沌体觉醒的异象 心中闪过一丝后怕 天地久生鼎明之声 响彻九天十地 三千大世界 旷古硕金未有的奇观异象 注定了会成为九天十地的主宰 他也幻想过是自己的儿子 不过 他也不敢这样想 先天无瑕混沌体是无上主宰 也是无穷的火端 幼儿 你跟我回大罗圣地吗 南宫学带着期盼的眼神 他害怕风九幽再次被人暗杀 只有待在大罗圣地才是最安全的 风九幽摇了摇头 拒绝道 圣地虽好 那不是我要走的路 我想进入生命禁区 走强者之路 第三十四章 杀相摇池圣地 南宫学露出震惊的表情 儿子的选择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曾经听话那个乖宝宝 如此有了自己的思想 居然要进入生命禁区 不由得担心起来 幼儿 你确定要走生命禁区这条路 风九幽一脸严肃地看着母亲南宫学 点了点头 圣地虽能为我遮风挡雨 但那不是我想要的 也不是我要走的道路 若我待在圣地 估计到现在都无法突破后天境 风九幽又补充了一句 南宫学脸上露出难色 作为他唯一的后人 他不希望风九幽去冒险 生命禁区里面的伤亡高达90% 能活着走出来的人 必然会成为一方雄主 更会成为玄天大世界将来的巨拨大人物 但关键是得活着走出来才行 里面妖魔众多 禁忌之物无数 一不小心便是生死盗销 里面势力繁杂 五大圣地边长莫及 在里面的影响力小得可怜 他们自成体系 根本无视五大圣地 八大宗门 在里面 想要活着 就必须每天不停地杀戮 可以说 在里面历练的修道者 才是真正的强者 机缘无数 风险极高 说不定你那天就能在禁忌之地 捡到鲜兵 又说不定 哪一天你会被禁忌之物给灭掉 南宫雪看了一眼 风九幽那执着的表情 最终点了点头 幼儿 你去生命禁区 娘亲不反对 但你必须保证安全 让西门雪姬 人途陪着你进去 风九幽愣了一下 接着摇了摇头 老娘 我进去是历练 不是去游玩 我拒绝带着他们二人 南宫雪郊区一阵 眼中闪过一道不自然 思索片刻后 拿出一个储物戒 递给风九幽 幼儿 你既然不要人陪同 哪些仙剑 仙甲护身吧 风九幽看也不看 连忙拒绝道 老娘 外力对自己的成长有局限性 对于现在的风九幽来说 仙剑 仙甲来说意义不大 这些都可以通过 杀敌暴装备系统获得 她也想看看 在极限的压力下 自己的潜力在哪里 风九幽一次次刷新南宫雪 对她的认知 儿子离开大罗圣地几个月 完全变了个人似的 要不是她亲自检查过 她真怀疑 这不是她的儿子 好 不过去生命禁区之前 必须去一趟摇吃圣地 赶在幕后算计玩 我会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南宫雪像换了个人似的 宛若九天玄女 更胜魔界女帝 强大的气息直冲云霄 吓得凤城的修道者们 胆战心惊 人途 西门雪姬 抬头看了一下那股强大的气势 露出惊恶的表情 主母的气势滔天 难道打算向摇吃圣地算账吗 一日 南宫雪一个响指 天空飞来九头火凤 九头鲜兽 他们拉着凤车缓缓落下 主人 请上座 口吐人言的火凤 全身羽毛红的发亮 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传说中有九龙拉官 没想到主母 居然有九头火凤拉车 虽然不及九龙拉车的排场大 但在玄天大世界 九头火凤拉车 无人可比 南宫雪初寻 九头火凤拉车 如此高调 会让某些势力胆寒了 西门雪姬 让黑甲军回去吧 这次我们四人走一趟摇吃圣地 我倒要看看 莫四海如何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呜 火凤鸣叫 成品自排列 凤车缓缓升起 遮天蔽日的红色光芒 引得凤城亿万人惊叹 娘亲 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一个三岁的女童 露出天真的眼睛问道 谢儿 那是火凤 传说凤皇的后代 是那些顶级圣地圈养的仙兽 一位身材风韵的轻衣少傅 露出羡慕的表情 回答道 娘亲 仙兽火凤好威风啊 我长大了 也想骑火凤 小女孩露出天真可爱的笑容 继续问道 轻衣少傅摸了摸女童的脸蛋 笑道 谢儿 除非你将来加入五大圣地 才有可能骑得上火凤 小女孩握紧拳头 点了点头 娘亲 我长大了 一定会加入圣地 骑上火凤来接你 火凤一扇 三万两千里 宛若一道红光掠过 消失在天边 九头火凤拉车之势 瞬间传遍玄天大事件 无数顶级门派 纷纷朝摇池圣地望去 大罗圣地与摇池圣地 要开战了吗 所有人都期待起来 两大顶级势力的碰撞 万年都没有发生过了 圣者吞并对方 败者尸骨成山 莫四海 给我滚出来 一道怒吼声从天边传来 盘旋在摇池圣地上空 随即 九头火凤拉车 飘浮在摇池圣地大阵外 摇池圣地 众人如临大敌 纷纷走到大门处 看着飘浮在空中的 九头火凤 南宫雪等人 大长老东方白 一脸愤怒 死死地盯着南宫雪 呵斥道 南宫雪 你敢如此放肆 你当我摇池圣地 是你的后花园吗 请你速速离开 否则 我将以摇池圣地之力 灭沙儿等 南宫雪美目一瞪 嘴角露出一丝激笑 手掌轻轻一挥 虚空中 凝练出一只巨大的手掌 紧接着 手掌带着毁天灭地之势落下 不好 东方白脸色骤变 面对空中的手掌 根本无法抵挡 吓得他怒吼道 快 发动圣地阵法 漠然 一道屏障 出现在摇池圣地上空 手掌正好落下 碰 屏障微颤动一番后 恢复了正常 莫斯海 你再不出来 你信不信我施展神通 打破你们的乌龟壳 南宫雪话音一落 虚空中出现惊人的一幕 一只巨大的凤凰从天而来 身上燃烧着红红火焰 虚空在火焰的炙烧下 瞬间化为虚无 恐怖的气势 压铺天盖地落下 势必让摇池圣地 烧成一片焦土 凤凰神通 摇池圣地弟子们 纷纷露出惊恐的表情 神通这可不是一般 度捷径高手所能掌控的 他的威力 远远不是一般的战法 所能比拟 凡大神通 都有毁天灭地的力量 他们不敢想象 凤凰神通落下后 摇池圣地还会不会存在 尽管他们都知道 有斩道神兵护圣地 也不敢保证 能不能抵挡住神通的攻击 丰夫人 住手 一个白衣飘飘的老头 瞬息间出现在圣地大门口 一脸凝重地望着南宫雪 九头火凤 缓缓地落在摇池圣地大门处 南宫雪 风九幽四人缓缓地走了出来 莫斯海 我敬仰你是摇池圣地的前辈 圣主人物 你们摇池圣地为何在背后计算我 莫斯海嘴角微微抽搐 眼底闪过一丝杀意 不过嘴上嗑嗑气起来 丰夫人 我摇池圣地潜心修炼 参悟大道 无心参与修道界争斗 还请你查清楚再说 南宫雪双眸闪烁着火焰 嘴角露出一丝讥笑 莫斯海 你们连婚约都敢毁 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今日不交出幕后主使者 我发誓 让你们摇池圣地化为焦土 一道力声在众人耳畔乍响 顺势落下一道三昧真火 在门前燃烧起来 南宫雪 休得放肆 第三十五章 风九幽横推摇池圣地添焦 斩 刷刷刷 五个活化石从闭关中走了出来 瞬息间来到大门处 五个活化石的到来 摇池圣地沸腾起来 这是普须老祖 号称虚实之道的鼻祖 这是灵雪老祖 雪道功法冠军 玄天大事件 哇 这是神刀老祖 号称一刀破天的祖宗 天哪 这是普化老祖 一手拳法打遍无敌手 我的天啊 莫凡老祖出动了 挑衅我摇池圣地的南宫雪 还不沉浮 五个活化石 睁开了那双惺松的双眸 散发着冰冷 且毫无感情的双瞳 南宫雪 你一个晚辈 敢如此在我摇池圣地放肆 今日我便替风破天教训你 莫凡手掌轻轻一挥 虚空中出现一只巨大的拳头 带着毁灭大地之气势落下 田扫 南宫雪手中的长剑轻轻一挥 一股跨越星河的剑势 夹杂着剑意落下 拳头在剑势的冲击下 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莫凡脸色动容了 完全没想到一个晚辈 战力如此冠绝悬天 他并没有把握能够战胜南宫雪 撇了一下其余四个活化石 似乎达成了某种联合之势 嗯 打断一下 风九幽微微笑道 看了看老娘 甩了甩衣袖走出来 莫凡等四位活化石愣了一下 并没有阻止 风九幽见到老娘大杀四方 威慑摇池圣地 不过 让他如此折腾下去 自己这边毕竟势单力薄 最终的结局并不会好到哪里去 便主动站了出来 一抹帅气的笑容挂在脸上 让摇池圣地的男弟子们 黯然失色 有一种癩蛤蟆见到天马的感觉 极度 羡慕不言于表 众多摇池圣地 男弟子带着羞愧低下头去 我是本次事件的主角 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本人乃风九幽 男公雪 风不悔的儿子 大罗圣地 圣主风破天的孙子 这次的矛盾 皆因为你们摇池圣地弟女退婚引起 你们认吗 风九幽三言两语 把问题说了出来 几个活化石 朝圣主莫四海望去 只见他尴尬地点了点头 认 莫凡回答道 既然是因为弟女的悔婚 造成今日的结局 那必须有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缓和双方的矛盾 不知莫前辈意下如何 莫凡摸了摸长长的胡须 问道 如何解决 风九幽眼睛一亮 看向人群中的摇池圣地弟子 既然是小辈之间引起的矛盾 自然让小辈来解决 我有一个建议 历生死战 生死误论 两个圣地都不追究 解开双方矛盾 不再追究 如何 男公雪一阵 瞥了一眼人徒 只见他点了点头 随即心中期待起来 莫凡双眸闪过一道灵力的眼神 瞥了一眼圣地战役满满的弟子们 一口答应了下来 可以 不知你想挑选那个境界的弟子 嗯 不知道贵圣地的地女帝应在否 我想跟他生死战 风九幽话音一落 摇池圣地的弟子 纷纷暴怒起来 想要跟地女生死战 你够格吗 风九幽 你还真是大言不惭 地女是你想挑战就挑战的 本大爷陪你一战 刷 一脸走出来上百号弟子 清一色的难休 风九幽眨了眨眼睛 笑了起来 就你们这些歪瓜裂走 也配跟我决战 竖起终止后 再次翻转往下 虽不知道他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但从风九幽的表情可知 一定是侮辱性的动作 风九幽笑儿 我乃摇池圣地真传弟子 我要跟你生死战 一个身穿白衣的筑基镜巅峰弟子 怒气冲冲地站了出来 风九幽眼里闪过一丝鄙夷 一个筑基镜也想挑战我 你不行 换一个吧 我只挑战子辅镜 原神镜的骄子以上弟子 最好来几个神体 圣体 道体之类的 其余的都不要来当炮灰了 你 筑基镜巅峰弟子 被气得火冒三丈 居然看不起他 叔叔能忍 婶婶不能忍 拔出手中的长剑 打出剑花巢风九幽攻过来 风九幽看也不看攻来的弟子 手中的寒冰 仙剑轻轻一挥 旋风剑影闪过 弟子手掌的长剑寸寸断裂 胸口 喉咙 双手增添了一道伤口 你 不吃 狂喷一口鲜血后 带着不甘倒在了地上 莫凡 莫四海等人眉头一皱 风九幽的普通剑法 伤害如此之高 他的境界什么时候 达到了神葬境后期 莫前辈 这些炮灰 就不要来送死了 风九幽淡淡地说道 向瑶池圣帝 义愤填膺的弟子望去 子府静 原神静的 来送死吧 嚣张 无视的声音 传遍整个瑶池圣帝 那些神体弟子 被气得青筋爆裂 So 连续飞跃出子府静八名弟子 清一色的神体 还是那种比较强大的神体 风九幽小儿 你羞得嚣张 让你爷爷我谢炳天灭了你 谢炳天率先出战 朝风九幽杀了过来 天哪 居然是谢炳天师兄 传说他是梧桐神体 最强大的便是恢复力 只要不能秒杀他 他可以耗死那些大道体的师兄 那还用说 谢炳天师兄最大的能耐 便是持久力 据说可以酣战很久 一直不倒 众弟子见到谢炳天出战 而且还是子府静中期实力 纷纷看扁风九幽 只见谢炳天剑气如虹 空中到处都是剑气的身影 他的摇翅剑法达到上城 可以越战普通的子府静后七高手 莫斯海对着老祖说了起来 老祖 谢炳天也是一个好苗子 将来也会进入无上天的先攻 成为一方大能 嗯 谢炳天不错 莫凡点了点头 谢炳天的天赋 剑法 悟性 都是上城 面对风九幽 自然能轻松灭杀之 风九幽 死来 谢炳天恨不得一剑灭了风九幽 成为摇翅圣地的英雄 剑气如丝 铺天盖地落下 他似乎看到了风九幽 身死盗销的下场 垃圾 风九幽手中的寒冰仙剑 轻轻一挥 高呼道 一剑逍遥 请客间 天地风云变色 一个 两个 十个太阳高挂天穷 烈日如歌 天火降临 一波波光线 化作天火落下 空中的剑气如丝 瞬间被点燃 一剑逍遥 光 夜晚施展 星辰坠落 白天施展 烈日横空 不 狂暴霸气的火光 弥漫在谢炳天头顶 整个人瞬间燃了起来 在惨叫中化成灰烬 莫四海见到烈日悬挂之时 便知道谢炳天输了 原本打算救下他 发现南宫雪面部不善地盯着他 只要他敢轻举妄动 必然会遭受到 他的雷霆攻击 莫凡及四个火化石 脸色难看起来 传说中的废物风九幽 居然能一剑召唤出烈日 还能让烈日化作光线攻击 战斗力远远不是子斧精弟子能对付的 站出来的七个神体弟子 面面相去 连谢炳天都被一剑给秒了 他们又会好到哪里去 顿时 无人敢站出来 莫凡 莫四海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正打算训斥一番石 风九幽开口了 这样吧 你们七个子斧精一起上吧 免得一个一个杀 我的手会很软 第36章 七大神体联手 一枪秒杀 南宫雪无视摇持圣地 以一人之力叫板摇持圣地 而风九幽却一人之力 碾压摇持圣地的胶子们 把所谓的神体 按在地上摩擦 莫凡 莫四海这种经历过 上万年的老家伙们 早已过了无情无欲境界 但风九幽的嚣张 却让他们动容了 心中多了一丝杀意 你们凡是 能打赢风九幽的 本老祖亲自 受你们为清传弟子 人手一笔仙剑 原本还有些犹豫的七人 脸上闪过一丝激动 风九幽再厉害 又如何能抵挡 我们七人的联手 成为莫凡老祖的弟子 那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 赶上了弟子 弟女的待遇 风九幽嘴角 露出了一丝笑容 不过并不是因为 他们七人联手之事 而是脑海中 传来系统的声音 定 宿主 灭杀天骄谢炳天 十倍幸运值降临 激发十万倍暴力 请问宿主是兑换修为值 还是装备 咦 这次系统居然给自己选择提了 神游八荒学会后 还一直没有衬手的长枪 长挤 莫非系统看到这方面 专门给我送装备来了 系统 给我兑换暴力的装备吧 最好是长枪之类的神兵 定 宿主修为神葬镜后期 按照灵气中品参考 80%暴力计算 宿主可以选择以下下品 斩道神兵 白光剑 下品斩道 可细可长 附带眩目效果 让敌人短暂失明一秒 失明的是意识 指甲刀 下品斩道 可宽可长 附带流血效果 让敌人持续流血五秒 流的是精血 银沽棒 下品斩道 可大可小 附带眩运效果 让敌人短暂眩运一秒 眩运的是石海 小金枪 下品斩道 可圆可长 附带撕裂效果 人敌人短暂撕裂一秒 撕裂的是骨骼 风九幽露出震惊的表情 下品斩道神兵 居然如此生猛 不过这个名字取得怪怪的 是不是系统故意扯淡呢 系统 这些斩道神兵的名字 是你取的名字 定 宿主 这些是系统随即批发的名字 请勿浪费时间计较 请你做出选择 风九幽撇撇嘴 四样斩道神兵 都是吊炸天的存在 哪一样都想要 不过 神幽八荒需要枪才能使出 最终咬咬牙 选择了小金枪 系统 把小金枪给我吧 定 宿主 小金枪已经发放置你的储物件 七人见到风九幽储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以为是在蔑视他们 气得他们怒吼道 风九幽 你敢公然挑衅我摇吃圣地 今日别怪我们以大欺小 圣地的荣誉 必须由我们来守护 你去死吧 刷 七人成为何之事 以北斗七星阵列阵 分别拿出长剑 长刀 弓箭等 朝风九幽攻来 天空狂风大作 原本烈日的白天 被乌云笼罩 摇池圣地上空变成黑夜 天穷之上 出现一个漏勺 七颗北斗星亮了起来 紧接着 七道星辰之光垂了下来 落在七人的兵器上 七把宝器 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星辰之力的加持下 七人的战力 瞬间翻了七倍 再加上北斗七星的阵法加持 七人的战力整整翻了十四倍 可想而知 他们可不想再走谢炳天的老路 要杀就要做到绝对的碾压之事 灭掉风九幽 天哪 明镜师兄他们 居然使出了北斗七星阵 稳了 北斗七星阵 加上星辰之力 有十四倍的战力了吧 这可以群殴原神境初期的师兄了 让风九幽嚣张 这一次必定能涂掉他 摇池圣地的弟子 纷纷议论起来 没有一个看好风九幽 在绝对的战力面前 风九幽就是渣渣灰的存在 主母 不用担心 我们要相信小主人 人途看到南宫雪露出担心的表情 在身旁说道 是啊 夫人 不用担心九幽 她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 南宫雪撇了撇嘴 内心暗道 又不是你们的儿子 你们当然不担心了 莫四海跟莫凡几位活化时 面无表情地看着场上的决战 心松的双眸 闪过一丝稳操胜刑的神色 七星之力 无数星辰之力 朝风九幽落下 势必把她打成灰烬 然而 风九幽意气风发 从戒指里摸出一个小小的小金枪 摇持圣地的弟子 瞬间挖苦起来 哈哈 我的天啊 风九幽打算用小小小金枪 对付师兄们的北斗七星阵法 她不会就这么小 这么短吧 风九幽 认输吧 玩小枪是没有前途的 男人就得玩大枪 莫四海等人脸色骤变 他们可不是那些弟子 没有一点眼力尽 这那里是什么小枪枪 明明是一柄大杀器 她居然拿出一柄 真正的斩道神兵 小小枪 大罗圣得 居然把斩道神兵给风九幽 心中大感不妙 五人朝南宫雪望去 发现南宫雪也是一头雾水 儿子什么时候 有了斩道神兵 连老娘都没 风九幽玉树临风 宛若战神 手中的小金枪 对着北斗七星阵轻轻一戳 念叨 神游八荒 战 一股战役冲天起 汇聚成战之领域 把七人全部锁了进去 不可一世的北斗七星阵 瞬间陷入泥泞当中 慢如蜗牛 剑气 刀钢 剑矢等 全部停了下来 仿佛被凝固一般 攻击全部失效 七人面露金融 心瞬间坠入深渊 心中大呼道 完蛋了 虚空中 一杆金色的长枪 从天降 化作一道道气龙 气龙闪过 穿过七人的身体 紧接着 体内传来咔嚓的声音 啊 七道惨叫声响起 从外面 看完好无缺 内部的骨头 早已变成粉末 七张人皮 缓缓地倒在地上 吓得摇池圣地的弟子们 瞠目结舌 难道我摇池圣地 无人可挡风九幽 这个魔王吗 弟子们士气大落 纷纷露出愤怒 失望的表情 连他们心中的骄子 八大神体 都被风九幽给碾压了 关键他只有神脏进实力 莫凡对风九幽 动了杀心 此子不除 必定成为摇池圣地大幻 他朝四个活化石看了一眼 五人打成了默契 哪怕受到风破天的报复 也要先灭掉风九幽再说 正当他们准备动手之际 天空出现一道裂痕 风破天 风不毁 带着金甲军 缓缓走了出来 莫兄 听说摇池圣地 在跟我孙子切磋 作为他的祖父 我观战没有问题吧 风破天波澜不惊 淡淡地看着下方众人 风不毁很识趣地拿出一把龙椅 老爷子不客气地坐了上去 孙儿 继续吧 你爷爷看你表演 今天爷爷是你坚强的后盾 就算天垮下来 爷爷也给你顶着 莫凡 莫四海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你们风家非要跟我们摇池圣地干上了吗 老子可是损失了八尊神体啊 相当于少了八个未来的混元进高手 心在低血 恨不得一指戳死风九幽 但是 他们不敢啊 第37章 灭掉弟子一名 打服摇池圣地 双方很默契地暂停下来 一场大战 在摇池圣地中开始酝酿起来 风九幽屹立在大门前 一副僻逆天下之势 重重地压在摇池圣地的头上 薄薄的嘴唇 剑一般的眉毛 斜斜飞入并角落下的几缕乌发中 英俊的侧脸 面部轮廓完美地无可挑剔 此刻 帅气的荣光不在 他成了摇池圣地弟子的噩梦 摇池圣地的男弟子 恨不得吃他肉 和他血 女弟子除了恨他外 还多了一丝倾慕 欣赏 如此敢挑衅圣地的人 除了他跌峰不悔外 他是第二人 还是最为嚣张跋扈那个人 定 宿主 灭杀天骄七名 十倍幸运值降临 激发六次一万暴率 激发一次一百万倍暴率 请问宿主 是兑换修为值 还是装备 啥 又来了 风九幽嘴角 带着一抹邪魅的笑容 这个系统 今天要把我 推到顶峰吗 系统 修为值多少 装备暴率多少 定 宿主 装备暴率 按照80%暴率点计算 128万倍暴率点 可兑换斩道神兵下品 宿主 按照修为值0.8计算 128万修为值 累计259.9万点 风九幽尘撕起来 施展一剑逍遥 自然是兑换白光剑 比较合适 附带意识失明 很容易灭迷惑敌人 不过现在 自己财神藏尽后期 敌人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说不定哪天 就冒出来一个超级大佬 追着自己杀 先天无暇混沌体大成 远远不够 想了半晌后 有了确定 系统 还是修为值贯体吧 定 神藏镜 80万100万 神藏晋级 进贯体完成 剩余修为值 79.9万点 风九幽 顿时感觉 一阵暖流 在体内流淌 从后期突破到巅峰 到极境 已经跟子斧镜初期 战力持平 轻松虐打子斧镜所有境界 最关键 他还没使用百倍攻击buff加成 否则 轻松一拳打爆他们 咦 空中的风破天 露出惊讶的表情 刚才孙儿顿悟了吗 怎么从神藏镜后期 突破到了巅峰 当然他们不知道极境 否则 断然会被吓得半死 老祖 风九幽 好像突破到神藏镜巅峰了 莫四海轻语道 眼中闪过一道震惊 如此妖孽 为何不是他摇持圣地的弟子 这种人 不应该活在世上 莫凡双瞳高高鼓起 闪过两道雷电光芒 心中对他动了杀机 帝桑在闭关吗 莫四海微微一震 帝桑乃园 神境中期实力 年龄不到一百岁 可谓是摇持圣地 最强大的几名弟子之一 禀告老祖 帝桑正在摇持圣地先 灵动闭关 听说他准备突破园 神境后期 莫凡目光冷冷 显露出一种凶狠的气象 让帝桑出战吧 一种口吻 代表着圣地的荣耀 莫凡把希望 压在了帝桑头上 他认定了帝桑 一定会赢 就算输了 他也不至于丢掉性命 毕竟他是原神境 可以原神离体 一瞬百里 回到圣地神魂阁 大不了夺舍众生 好 莫四海对着旁边的长老交代后 双方等候起来 不一会儿 一个瘦高 身着摇持圣地 盗袍的男子 缓缓走来 眉目中 闪烁着大海的气息 哇 居然是弟子帝桑 这次应该可以灭掉风 久悠了吧 一个弟子惊呼起来 不过口气上并不太肯定 刚才风久悠给他们的印象 太强烈 那种无敌之姿 深入他们的内心 离凡 把应该去掉 帝桑可是原神境中期 高了 风久悠两大境界 他在那天 能越战两境界 可刚才风久悠 灭掉了七个子府境 骄子的联手 加上北斗七星阵 也被灭了 这倒也是 不过 我相信帝桑是凶 众人的议论纷纷 让帝桑的双眸阴至下来 面目不善地盯着风久悠 帝桑 杀了风久悠 我给你一个 进入三星仙藏的机会 再送你一柄中品仙剑 莫凡的声音传来 音质的帝桑 脸上露出一抹惊喜的笑容 连忙答应下来 老左 你放心 我定然手刃风久悠 摇持圣帝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能挑衅的 莫凡看了看圣圈在握的帝桑 脸上的阴霾消散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风久悠淡淡地看着帝桑 并未说话 对于这个对手 并没放在心上 风久悠 你想怎么死 帝桑英智的双眸 闪过一丝冷意 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 风久悠把玩手中的小金枪 打飞锁问起来 你有斩到神兵小金枪吗 没有斩到神兵 还称弟子 摇持圣帝真穷 连弟子都没斩到神兵 风久悠一连串的讥讽 惹得摇持圣帝 弟子愤愤不平 甚至连莫四海 莫凡等大佬脸上不跃起来 半空中的风破天却笑了起来 莫兄 你们摇持圣帝 也应该与时俱进了 弟子就得标配斩到神兵 莫四海嘴角微微抽搐起来 按道 尼玛 正当斩到神兵是大白菜吗 摇持圣帝就一柄 还是辅助性的斩到神兵 弟丧原本英智的双眸 此刻冒起火来 不杀念 我是不为人 风久悠拿着小金枪 在空中一指露出脚峡的笑容 嗯 那你做出事好了 杀 弟丧双手一指 背后的长剑腾空而起 紧接着 分成若干饼 化作上千道剑气 铺天盖地而来 剑气遮天蔽日 恐怖如斯 震惊八方 密密麻麻的剑气 宛若猎阵的士兵 带着滔天怒火 杀向风久悠 南宫雪 风不回脸路紧张 手心微微泛起冷汗 担心起来 连一脸平静的人 土脸色也未变了 不知道 小主人能抵挡那上千道剑气 突破原神境后 可以施展欲剑术 许多剑修都会选择这条路 杀伤力极强 适合群战 风久悠面不改色 手中的小金枪 在灵力的加持下 瞬间变成了一杆两米的金色长枪 一股强大的能量 从金色长枪中涌出 神游八荒 战 提枪旋转上 迎着飞剑 剑气杀了过去 一枪刺破星河 垂下无数金色的光芒 白色的剑气触碰之 纷纷瓦解 方圆百里空间 变成了金色长枪的领域 凡是飞剑 纷纷化为阴粉 腾空而上的风久悠 在金光的承托下 宛若一代战神 施展万剑归宗的帝桑 脸色微变 自己的万剑归宗 可是修行到第五层 居然对风久 又没有一点威胁 不 我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我是弟子 未来的大帝 扑吃 帝桑喷出几滴精血后 整个人脸色苍白 剑先沾上精血后 他高呼道 万剑归宗 第六层 杀 不好 莫四海脸色骤变 帝桑强行施展 万剑归宗第六层 这已经超出他目前的身体范围 弄不好 会伤到根基 突破度洁净无望 风破天眉头紧皱 脸上露出担心的神色 没想到 帝桑用精血 施展万剑归宗第六层 也不知道 风久悠能否抵挡 第38章 神游八荒 战 恐怖如斯 帝桑手中的剑仙 化作一道 两道一万道剑气 再次杀向风久悠 宛若白色的银河落九天 清晰而下 更似万丈光芒 照应天穷 风久悠黑眼珠定神时 如一红清水 顾盼时向星星流动 只见他 紧握手中的小金枪 对天一次 高呼道 神游八荒 战 刹那间 风云变色 日月无光 金色的枪芒 化作一道金龙迎着落下的剑气 神龙摆尾 口吞剑气 八击 似乎有巴唧巴唧的声音传来 一眨眼的功夫 天空中的剑气 消失得干干净净 扑呲 剑气反噬 帝桑狂吐一口鲜血 长剑插在地上 整个人半跪了下去 战斗并未结束 风久悠施展小金枪 从天而降 直冲帝桑脑袋来 眼看帝桑 就会死于风久悠小金枪之下 住手 莫凡及四位活化石 连手巢打出一道手掌印 风破天 脸色骤变 莫凡老二 找死 风破天 风不毁 南宫雪杀向莫凡等四位活化石 不过他们的速度 哪里抵得过四位活化石的攻击速度 不 一二 南宫雪撕心裂肺地叫了起来 他无法想象 风久悠在四个活化石的攻击下 还有生存的可能性吗 碰 一阵地动山摇 摇池圣地门前的树座大山 寝刻间化为虚无 风久悠身上亮起一道屏障 四个活化石的攻击 全部打到了天穷护体上 风久悠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 在众人惊讶中 风久悠的小金枪化作一道光芒 刺破了处于呆滞的帝桑脑袋 啊 一阵惨叫后 帝桑骨骼全部碎成烟粉 成一张人皮落在地上 找死 四个活化石从震惊中反应过 依然迟了 帝桑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被风久悠给杀了 这不但是对摇池圣地的挑衅 更是啪啪啪打了摇池圣地的脸面 四人刚准备灭掉风久悠 一尊大鼎从天而降 鼎明之声响起 摇池圣地所有人都感到耳晕目眩 甚至神是有被封印的驱使 谁敢动我孙儿 风破天手持大鼎 屁腻天下 看得摇池圣地众人胆战心惊 居然是斩道神兵 魔鹰鼎 莫凡 莫四海等人如临大敌 没想到风破天为了风久悠 居然随身携带魔鹰鼎 这是要跟我们摇池圣地开战吗 风破天 你要跟我摇池圣地开战吗 莫四海怒怒相视 手中青筋隆起 常见泛着白光 风破天冷笑道 我孙儿挑战摇池圣地天骄 可为归 莫四海一愣 摇了摇头 心里不承认 嘴上却承认起来 没有 那我孙儿光明正大的挑战地桑 灭掉地桑 你们为何出而反而 四个活化石 公然联手对付我孙儿 你们的脸面啊 面对风破天的训斥 莫四海 莫凡等四个活化石 瞬间脸红了起来 摇池圣地的上万名弟子 纷纷露出尴尬的表情 人家光明正大跟你挑战 讲好了对战规矩 生死勿论 而作为摇池圣地的活化石老祖 却出而反而 这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 莫凡波澜不惊的脸上 惊现一道杀意 一个晚辈居然敢咄咄逼人地教训他 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祖 莫四海给他使了个眼神 为了一个地桑 跟大罗圣地开战使不得 关键找不到开战的理由 莫凡憋屈地点了点头 看了看四个活化石 转身便消失在摇池圣地大门处 他们可不想继续待在这里 至于扫尾的事情 自然落在莫四海身上 风兄 这次是我摇池圣地不对 看到令孙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的份上 我看这件事到此为止 你意下如何 莫四海摆地姿态就合起来 毕竟双方开战 哪一方都得不到好处 反而会被其他三家圣地逐个蚕食 莫兄 双方和解不是不可以 我虽然受到五位活化石的威胁 你打算如何赔偿 风破天口气缓和下来 不过 想大事化了 小事化无 怎么会便宜摇池圣地 莫四海嘴角微微抽搐 心中大呼不妙 该死的风破天 你倒是会打入一算盘 不知风兄想如何赔偿 一柄中品仙枪 莫四海瞬间僵住 脸色难看起来 这简直就是在他身上割肉 这 风兄 你这个条件也太苛刻了 我摇池圣地数不答应 风破天双眸闪过一道金光 冷笑起来 风兄 地银射计 追杀我虽然上万里 又被贵圣地五个活化石联手攻击 你真要我给你好好算算吗 莫四海身躯微动 露出一抹难受的表情 盘算片刻后 咬咬牙答应了下来 这是中品仙枪 希望大罗圣地与摇池圣地之间矛盾 从此化解 不得再提及 一柄中品仙枪落到风九幽手上 莫四海手掌一挥 带着众弟子迅速地离开大门口 一道屏障亮起 整个摇池圣地处于仙物笼罩之中 宛若仙境 一二 你没给我大罗圣地丢脸 风破天露出慈眉善目的笑容 对这个孙子相当满意 祖父 孙儿做得还不够好 还不能碾压度洁净 风破天 风不悔 南宫雪 人土等人脸色瞬间僵住 这是骄傲 还是得意 哈哈 我孙儿有踏天之志 祖父支持你 跟我回圣地吧 我要让你的名字 响亮九天十地 风九幽看着祖父 父亲等人摇了摇头 圣地虽好 但不是我要走的路 我要进入生命禁区 挑战自我 风破天 风不悔等人露出惊恶的表情 随即露出满意的笑容 好 祖父支持你 老爹支持你 没有劝说他留下 尊重风九幽的选择 让风九幽大感意外 你去生命禁区 带上西门雪姬跟黑甲军 风破天补充了一句 风九幽继续摇了摇头 斩钉截铁说道 祖父 我想历练自身 不想借助圣地历练 我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走出属于自己的大道 风九幽话音一落 现场一片惊奇 伴赏后 风破天露出满意的笑容 连声说道 好 好 好 儿子 你真让老爹刮目相看啊 才几个月 像修炼了几万年似的 是不是误实了什么先天丹药 让你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风不悔拍了拍风九幽的肩膀 父子俩胜死兄弟 打趣起来 老爹 要不你给我找几枚先天丹药 让我找到东南西北 风九幽闪过一道脚侠的目光 惹得风不悔大笑连连 祖父 父亲 娘亲 郎叔 雪姬姐姐 九幽再次告别 等我一百年从生命禁区出来 镇压八荒 让我大罗圣地成为三千大世界第一圣地 风九幽转身便离开 依稀看到他双眸流下几滴眼泪 他害怕待久了 舍不得离开父母的怀抱 安安心心在大罗圣地当一个公子哥 不悔 你说幽儿他 会不会在生命禁区找到媳妇啊 男公雪依偎在风不悔的怀里 眼珠子泪水在打转 一脸的不舍 就幽儿那张祸国殃民的长相 那个女孩子能逃脱过他的致命一击啊 第39章 出入生命禁区掉落乱葬岗 一月后 风九幽风尘仆仆赶到生命禁区入口 进入生命禁区的修道者 不待满一百年 获得相应的称号 是无法离开生命禁区 这是生命禁区特定的法则 百万年来无人能破 风九幽回头看了一眼玄天大世界 转身便走进了漩涡中 仿佛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风九幽落在了一处乱葬岗 此时 生命禁区正值午夜十分 星光微弱 天空黑漆漆一片 乱葬岗 散发出幽蓝的灵火 甚至可以看到 无数白骨裸露在外面 几只乌鸦不停地叫道 给宁静的夜晚 增添了一丝诡秘的气息 这里是什么地方 怎么阴森森的 风九幽环视了一圈 也没发现 可以离开乱葬岗的道路 叮 宿主 杀掉原神禁地桑 完成两境界越战二十倍 触发一万倍暴率 换算修为值 十六万修为值 累计 八十五点九万点 系统的电音 终于在脑海中响起 不过风九幽 似乎并不满意 系统 我杀了个弟子 大道体 还是原神禁的高手 居然只有一万倍暴率 你确定没作弊 宿主 了解一下 沙天骄百分之五的 一百万暴率再说 本系统同所无期 绝对公平 风九幽在心里 默念了一句狗系统 摇了摇头 当务之急 是要离开这个乱葬岗 找找生命禁区的人类城池 听说夜晚在野外 容易碰到禁忌之物 修者会凶多吉少 风九幽刚抬起脚步放下 一道咔嚓声传来 下面一具骷髅 也不知道经历了多久岁月 在风九幽的脚下 被踩成了粉末 紧接着 乱葬岗 出现诡异的一幕 那些漂浮在坟头的幽明灵火 像长了眼睛似的 朝风九幽看来 传来节节节的邪魅声音 风九幽瞬间僵住 内心暗道 本公子不会遇到 万年难遇的禁忌之物吧 幽明灵火漂浮在空中 组成了一头 长满眼睛的灵火怪物 长得有点像狼 露出五十厘米的火牙 发出节节节的怪异声 果真佐证了风九幽的想法 灵火怪 劳烦你告诉我 如何离开乱葬岗 啥玩意儿 漂浮在半空中的灵火怪物 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个人类修道者不怕自己 居然问我 如何离开乱葬岗 在我的地盘上 你还想离开 少年 请问你在做梦吗 灵火怪物 做出一个人性化的动作 手竖起了中指 露出节节节的声音 风九幽将在那里 眼神中难以置信 灵火怪 请问 你在鄙视我吗 节节节 鄙视本公子 我要打得你妈都不认识你 风九幽握着小金枪 肉眼可见 它在变粗 变大 变长 不一会儿 一杆长达两米的金色长枪 出现在手上 逍遥不易登 整个人化作一道白光 朝空中的灵火怪物杀去 灵火怪物 瞬间化作灵火 风九幽攻击落空 它再次组合在一起 嘲笑起来 节节节 有本事别分开 让你吃我一大棒 嗯 吃我一枪 长枪捂了起来 它并没有使出神油八荒 只是使出灵品极品枪法 电光火石枪 它的特点就是快 可以在敌人反应过来时 连续攻击数十次 正当风九幽冲向灵火怪时 它在虚空中 通过灵火 组成一只庞大的手掌 朝风九幽的小金枪抓来 长枪落下 一个巨大的手掌 正好握住 紧接着 灵火怪像一个调皮的小孩 抡起长枪 东摔西摔 风九幽被当成玩具一样 在空中完成了大风车 笑 玩得不亦乐乎的灵火怪 眼见自己的玩具不见了 瞬间发怒了 节节节 乱葬岗下方的枯骨 在受到灵火怪的召唤下 纷纷活了过来 咔嚓 骷髅们纷纷扭动着脖子 朝风九幽看来 头颅上 双眼中冒起了鬼火 拿起了骨刀 有些拿起了骨剑 腿骨 手骨 五花八门的武器 犹如猎阵的士兵 挥动着手中的兵器 朝风九幽杀来 一个 两个 差不多有上万个骷髅 宛如蝗虫般呼啸而来 风九幽脸色露出惊人的喜色 这不是骷髅 而是自己的经验值啊 知道我要睡觉 灵火怪你 便给我送枕头 干得漂亮 给你点赞 神游八荒 战 神游八荒第一事战 越战越勇 通过战器震慑敌人 凶猛无比的骷髅军团 瞬间僵住了 风九幽散发出来的杀意 逼得他们出现了害怕的神色 他们人数众多 实力不过筑击 神葬静 有一定的思考能力 对未知的恐惧 使得他们不敢向前 虚空中出现 树道金色的光芒垂下 宛若金色流星一般 落到骷髅军团中 碰 树道爆炸声响起 来不及反应的骷髅军团们 纷纷被炸成粉末 灵火怪愤怒了 疯狂地咆哮着 骷髅军团上 骷髅人眼眶中的鬼火更旺盛了 提着手中的鼓刀 鼓剑急速杀了过来 大地在咆哮 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宛如蝗虫过境 乱葬岗上的小草 灌木丛等 瞬间化为虚无 咔嚓声 轰鸣声 脚步声 在骷髅军团的行走中 宛若雷鸣 风九幽星 眉剑目一横 手中的小金枪 指向天空 再次打出神游八荒 站 一道道金光冲天而降 一条金色的巨龙弯颜下 黑夜如白昼 乱葬岗上空 一片灯火通明 凡金光所及之处 骷髅军团 接化为虚无 巨龙神游八荒 骷髅瞬间成灰 肉眼可见 那些奔跑的骷髅们 从头到脚化为粉末 消散在空中 漂浮在空中的灵火怪 仿佛被净化般 发出刺耳的声音 嘎嘎嘎 金色巨龙穿体而过 灵火怪分成上万道灵火 飘散在大地上 眼看骷髅军团即将消亡 突然 大地下方 传来一阵轰隆之声 一只巨大的骷髅手掌 从地面伸出 紧接着 一头巨大的骷髅人 从地下钻了出来 高达一百米的庞然大雾 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卧槽 是骷髅王吗 风九幽瞬间傻眼了 尼玛 还能愉快玩耍不 先是灵火怪 接着又是骷髅军团 最后再丢我来个大boss 感情我是玩了一个乱葬岗副本吗 从骷髅王体内散发的气息 似乎强得有点厉害 眼眶中的鬼火 熊熊燃烧 庞大的身躯轻轻一动 大得颤抖起来 他居高临下地盯着风九幽 传来一道意识 小鬼 是你打扰本王睡觉吗 风九幽张着大大的嘴巴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个骷髅王 居然能通过意识表达 第四十章 与骷髅王憨战 阴风阵阵 乱葬岗恐怖如斯 白米高的骷髅王 在黑夜里 犹如一尊魔神 似乎一脚 便能踩死风九幽 骷髅王阁下 我没打扰你 实际上 我是喊你起来尿尿 风九幽面露热心 脸部红得胡说八道起来 咔咔咔 骷髅王的骨头响了起来 低头俯视风九幽 两团鬼火刺刺燃烧 一道低沉的声音 通过意识传来过来 小鬼 你敢羞辱本王 我要把你同化成我的护卫 永远臣服于我 鼓掌划刀 朝风九幽落下 大地扬起一阵灰尘 一道 长达三十米的刀坑 出现在乱葬岗 咦 不过风九幽在鼓刀落下的瞬间 一个逍遥不躲开 闪至骷髅王的背后 差一点 自己就隔屁了 这个该死的骷髅王实力貌似 达到了原神境后期 风九幽眼睛快速转动起来 系统 快把暴率播报一下 我要升级灭掉骷髅王 定 宿主 灭杀1086头骷髅军团 520头神藏镜 1314头驻击镜 8252头先天镜 统计秀为直约为4300点 累计80点3万点 啥 我杀了一万多头 感情只有4300点啊 风九幽欲哭无泪 没想到杀低境界的骷髅 还不够自己塞牙缝 升级还差20万 难度越低 系数降低10倍 宿主 多找子辅镜 原神镜的神灵 生命禁区就不缺这些 风九幽当然知道 只不过想起自己杀了一万多头骷髅 平均一点 修为值都不够 忙活半天淡了杨白牢 漠然 骷髅王脑袋呈360度旋转 扭了过来 小子 你躲在我背后干嘛 尿尿吗 风九幽抬头看着百米高的骷髅王 撇撇嘴 我尿尿 你喝不 要不 我尿到你的鬼火中去试试 咔咔咔 骷髅王怒了 左脚一抬 宛若几千平米的黑云压了下来 咫尺天涯 风九幽瞬间消失不见 巨大的角落下后 大地出现一个几千平方米的大坑 堪比一个大峡谷 活生生踩出一个5A级峡谷景区 果真恐怖至极 咦 这只小虫子呢 骷髅王露出惊讶的表情 头颅旋转了360度 也没发现风九幽的身影 乱葬岗是骷髅王的地盘 不打死他风九幽 是无法离开这里 骷髅王是乱葬岗的王者 也是乱葬岗的阵眼所在 风九幽刚才用咫尺天涯神通试过 触碰到阵法后 自动反了回来 骑在了骷髅王的头顶 自然没有被骷髅王第一时间发现 这小虫子 不会逃出本王的领地吧 一道道意识传了出来 骷髅王闪烁着鬼火 双手紧握在一起 发出咔咔咔的声音 突然 他猛烈地用手掌拍向头顶 卧槽 骷髅王 你真陰险 在掌风落下的瞬间 逍遥不躲过他的手掌 耳边传来一阵飓风 愤怒地看着骷髅王 骷髅王 你不讲武德 小心我一会儿 把你打骨折 不对 把你打成骨灰 风九幽摸了摸手上的小金枪 这个一秒 可以让骨头碎裂的神兵 可是骷髅的克星 小虫子 你敢如此辱骂我 我怕你死刑 骷髅王双脚一跳 朝风九幽踩来 势必把风九幽踩成肉饼 又不讲武德 你知不知道你的 香港脚臭气晕天 是不是几万年没洗过脚了 So 指使天涯神通再次开启 看不见的速度 在骷髅王身边飞驰 超越了光速 碰 乱葬岗再次出现 两个接近上万平方米的深坑 要是户都深坑酒店开在这里 绝对能火遍生命禁区 该死的骷髅王 本公子让你两次 这一次该轮到本公子攻击你了 神游八荒 战 虚空被染成金色 乱葬岗上空 宛若金色的云层 沉沉地压了下来 顿时间 狂风大作 一抹抹金色光芒洒了下来 骷髅王露出惊恐的表情 仿佛那些金光 可以净化他一般 双脚一踢 无数土壤冲天起 形成一道土元素组成的云层 漂浮在他头顶一千米处 有了头顶的云层 骷髅王的惊恐 才慢慢消散 然而 风九幽拿着手中的金色长枪 化作一道金龙 朝着他的脑袋杀去 小虫子 你找死 气急败坏的骷髅王 一只大手掌 铺天盖地挥来 金龙之气刺中手掌 手掌瞬间化作粉末 不笑装子 本王投降 风九幽事不闻 杀向他的脑袋 贯穿了两只冒着鬼火的双瞳 阿地狱王不会放过你的 临死前 骷髅王发出一声吼叫 庞大的骷髅王 从头顶开始化成烟粉飘落下来 终于 杀死了这只庞然大物 风九幽双眸中 露出惊喜的笑容 自己利用百倍攻击BUFF 加上神游八荒第一事战 彻底让骷髅王回归了大地 整个人连续使出几次 咫尺天涯神童 体内的灵力处于干枯的局面 来不及催促系统 便盘坐在地上恢复起来 极品回气灵丹 像糖果一样扔进嘴里 庞大的药力转化为灵力 游走在体内 一日 一抹朝阳倾泻而下 洒在风九幽的脸庞上 一张帅气的脸 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她缓缓地睁开双眸 一双泉水般纯净的眼睛里 含着柔和的光亮 灵力终于恢复了 风九幽伸了身懒腰 站了起来 目光所及之处 整个人傻眼了 乱葬岗呢 乱葬岗被昨晚的战斗给打没了 出现若干个巨大的深坑 那些坟堆被碾平 找不到一具白骨 整个世界瞬间清明起来 阴气的乱葬岗 弥漫着清晰的味道 定 宿主 灭杀BOSS骷髅王一之 月亮大境界一 触发十万倍暴率 修为值为八十万 累计一百六十点三万 已达到突破子府境初期标准 宿主 需要提升境界吗 这还用问 那必须提升啊 这里可是生命禁区 稀奇玩意儿 凶恶之徒 神魔鬼怪 啥都有 没有境界 搓飞机玩吗 子府境 一百万子府境初期 晋升完成 一股庞大的能量蔓延在体内 生命层次再一次得到提升 子府境 生命寿元五百年 境界体现在 天人合一 破碎千山 可真卫是中阶修士的顶点 达到这一级别 可以开宗立派 在王朝 皇朝 都可以成为一方大能的存在 不错 达到子府境 灭沙渡截境 还会远吗 风九幽双眸 闪过一道金光 一脸的兴奋 突然 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卧槽 昨晚为什么不用神通紫霄神雷 这不是邪魔的克星吗 风九幽终于缓过神来 两大神通 除了身法的咫尺天涯 攻击类的紫霄神雷还没使用过 这个号称堪比雷杰还厉害的神通 自己居然忘记了 师兄 你说乱藏岗有比昂花吗 一道细柔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第41章 灵济洞弟子 无双天骄万花铜 两人毫无吹灰之力 进入了乱藏岗 惊得两人以为来错了地方 万师兄 这是乱藏岗 眼前这一幕 没有一点阴森森的气息 也找不到一座坟堆 哪里还有绿色的植物 跟残渊断壁差不多 身穿白衣的男子 手持清风剑 头戴白冠 好一个玉树临风的小郎君 不过比起风九幽还差了不少 一个SSS级的霍水脸 自然秒杀一个S级英俊率脸 叫万师兄的男子 露出惊讶的表情 差点怀疑起人生来 赶紧拿出地图来 看了半晌 疑惑道 是这里啊 师兄 你快看 哪里有个修道者 师妹惊叫起来 两人瞥眼望去 发现风九幽正在看着他们 哇 师兄 对面的男子好俊啊 比你帅气多了 女子犯了花痴 一脸痴迷地盯着风九幽 尽管隔了数千米 依然挡不住她那双花痴的双眼 万师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这个师妹又犯花痴了 也怪自己把她宠上了天 老是没大没小 两人几个腾膜 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这位道友 在下万花童 这是我的师妹夏宇和 万花童做出道理 双眼清澈 表现得彬彬有礼 嗯 在下风九幽 见过万道友 下道友 风九幽回礼道 露出如沐春风的笑容 看得万花童内心大惊 好一个翩翩公子哥 秒杀生命禁区八大天骄 风道友 请问这里是乱葬岗吗 万花童闪过一丝疑问 地图上的记载不会出错 这可是 她花了大价钱 从拍卖会获得 就是为了耐夺彼岸花 传说彼岸花可以提升人的灵魂力 还可以用它来提炼还魂丹 养魂丹之类的神药 嗯 昨晚上还是乱葬岗 风九幽尴尬地笑了笑 她也没想到 跟骷髅王打一架 让乱葬岗 变成了沧海桑田 风哥哥 这不会是你搞的鬼吧 莫非 你就是传说的骷髅王变的 夏宇和闪过一丝害怕 躲到了万花童身后 偷偷地打量着风九幽 万花童露出尴尬的表情 抱拳道 风道友 还请谅解我师妹的无礼 转身 把她拉到身前 一本正色道 师妹 风道友是人类 并非邪魔 她还是难得的子府进高手 天哪 风哥哥 你是子府进高手 快赶上我的万世兄了 不过 我看你的模样 不超过一百岁吧 夏宇和一副自来熟的模样 拉着风九幽的手臂摇了起来 嗯 准确来说 我今年十八岁 风九幽话音一落 两人瞬间将注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风 哥哥 你才十八岁 不对 我好像比你大眼 夏宇和摆起手指 数了起来 一惊一乍道 我居然比你大六十岁 我的天啊 风弟弟 你好小啊 又细 又长 又小 最后再补充了一句 风九幽脑门黑了三条线 一条黑在眼睛 一条黑在脑门 还有一条黑在脸上 七十八岁的小姐姐 夏宇和眼睛一亮 对这个称呼十分满意 风弟弟 你这个称呼 我很喜欢 小姐姐 嘻嘻 风九幽一脸无语地 看着这个没心没肺的夏宇和 明明一个老太婆 还非要在我面前装嫩 真受不了了 风道友 师妹有点调皮 你多淡呆点 万花童看着风九幽 快被夏宇和弄得没脾气了 赶紧说了起来 万道友 令师妹的确有点可爱 不愧是人见人爱 花开花见的角色女子 风九幽再一次说起违心的话 不过听到夏宇和耳朵里 那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 真的吗 风弟弟 我有那么好吗 花见了我真的会看 人见了都会爱 风弟弟 你爱我吗 现场一片禁忌 万花童一脸的无语 气不打一处来 风九幽将在那里 不知道如何回答 你一见面就问我爱不爱你 这种进展 似乎跟做火箭一样 关键本公子是随便敷衍你罢了 你还真当真了 好了师妹 你忘记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吗 万花童接过话 转移风九幽的尴尬 其实她内心快被笑死了 师妹这种性格 换谁谁都会受不了 对哦 差点被帅气的风弟弟给迷倒了 夏姐姐的错 眼睛闪过一丝狡黠后 夏宇和继续问道 风弟弟 你刚才说昨晚是乱葬岗 今天就变成了这样 难道是 你把骷髅王给杀了不成 风九幽点了点头 嗯 两人露出恶然的神色 她居然杀了骷髅王 根据记载 乱葬岗的骷髅王实力 可在原神境巅峰 那是一般修道者能对付得了的 起码得人族最顶级的 杜杰晋初期高手 才能灭得了 万花童 不过也是先过来确认 有没有彼岸花 再回去 联络一帮高手来轮了她 没想到 被一个子府晋初期的修道者给灭了 她难道是某个大宗门的弟子 能跃一大境界 七个小境界 这种人生命禁区有吗 万师兄 风弟弟好厉害 比你还厉害 要不 你们两个切磋一番 谁赢了我做谁的小迷妹 下雨和脸红彤彤的 扑闪扑闪的可爱极了 再一次脑回路起来 风道友 你真让在下吃惊啊 不知道风道友是那个门派的高徒 万花童再次抱拳起来 对于这种妖孽结下善缘 比当仇人要好得多 详谈半天来 她的谈吐 举止 绝非普通门派走出来的弟子 必然是某个顶级大派的 弟子级别人物 万道友 在下并不是生命禁区的人族 我来自外面的玄天大世界 两人又一次被震惊了 难道外界的天骄都这么厉害 风弟弟 你又刷新了我对你的认识 要不加入我们灵机洞吧 我们灵机洞 可是生命禁区八大顶级门派 我万师兄 被称为生命禁区八大绝顶天骄之一 外号中原一点红 下雨和扑闪扑闪的双眸 闪过一丝渴望与期待 这 说实话 我这次来生命禁区历练 对这里一无所知 不知道万道友可否告知这里的情况 万花童微然一笑 心中打起了小算盘 对于风九幽她并不嫉妒 反而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有了结交的打算 便把生命禁区的事情 慢慢讲了起来 风九幽听到的生命禁区 比西门雪姬讲给她听的 要复杂得多 这里很大 至于有多大 没人知道 人类聚集的地方 主要集中在中央区域 这里物产丰富 多灵脉 经过前辈们几十万年的耕耘 才有了如今的局面 八大主城 由八个顶级宗门分别掌管 二十四个副城 由三十六个门派掌控 八大主城 二十四个副城 分布在中央区域 共同抵御禁忌之力 禁忌生物 邪魔的攻击 在中央区域外 还有八大禁区 分布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 哪里有着数不尽的机缘 也有着数不尽的灾难 既是修者寻宝的乐园 又是修者命运多船的坟场 夜晚会降下禁忌之力 无数妖魔鬼怪复苏 还诞生了无数精英及怪物 总之 生命禁区 危险至极 恐怖至极 邪恶至极 第四十二章 一箭灭杀天骄堂储 该死的人妖 上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热聊起来 逐渐 风九幽熟知了这里的情况 也知道了人类修者的生存法则 夜晚 最好不要离开城池 禁地里降下的禁忌之力 会让人类修正变异 化为怪物 除非 修者能抵御降下的禁忌之力 当然 风九幽是个怪胎 她的先天无暇混沌体 免疫所谓的禁忌之力 作为外来的修道者 要想离开生命禁区 待足百年 获得杀神称号 方可受到生命禁区的大道之力 传送出去 不然 只能继续待在下一个百年 风九幽听着他们师兄妹二人的谈话 觉得生命禁区有点阳谷的意味在里面 用无数禁忌怪物 邪灵 妖魔等来让人类修道者变强 筛选出最强的那拨人 万道友 生命禁区有人突破杜结境 飞升无上天没 万花童思考片刻后 说道 那些杜结境巅峰的大能们 会在每99年的9月9日 进入一个叫做飞升洞的地方 接受最后的洗礼 飞升 不过 并不知道他们进入飞升洞后 有没有飞升到无上天 风九幽微一阵 这里的杜结境高手 为何不能直接打破虚天 白日飞升 反而要去飞升洞呢 万道友 生命禁区的修者 不能离开这里 到玄天大世界吗 万花童摇了摇头 扯下袖子 露出一个神秘的图案 上面像一座牢笼 也像一朵花 凡在生命禁区出生的人 手臂上都会有这个图案 我们是无法离开生命禁区 除非达到杜结境巅峰 去飞升洞 飞升上界 风九幽露出惊讶的表情 果真跟自己猜想得差不多 心中为这里的人默哀起来 一辈子只能生活在这里 每天与禁忌怪物 邪魔争斗 哪里有祥和安宁的日子 自己比起他们来 似乎要好伤不少 风九幽接受的万花童的邀请 三人离开了乱葬岗 朝主城之一的林济城走去 林济城 因林济洞而命名 这里住着上千万的修道者 没有一个凡人 凡人也无法在生命禁区生存 从外面看去 林济城像一只玄规 趴在四座苍茫大山之间 镇守着连接落日城的通道 城墙高达数百米 上面摆满了防御攻势的气线 鲜血染满了城墙 充满了血腥味 让路过的人们为之震撼 守城的士兵们 拿着特制长矛 行走在城墙上 注视着远方 提防怪物的攻城 城内是另一片祥和的天地 商铺兴罗齐步 热闹非凡 络绎不绝的人们来来往往 给这个充满硝烟的主城 增添了一丝活力 二狗 你听说了没 听说什么 八大天骄之一的唐楚 在我们灵济城连败十名绝顶高手 叫嚣着 要让万花童臣服在他脚下 唐楚这么嚣张 他真不怕被我们的万花童天骄给打趴下 你不知道吧 听说万花童躲着不敢应战呢 不是吧 万花童可是灵济动的顶级天骄 号称中原一点红 在整个中央区域 那都是年轻一辈排在前五的高手 还中原一点红呢 我看是屁股开花一点红才不多 胆小鬼 万花童脸色瞬间变黑 夏宇盒直接爆炸了 对着旁边议论的修道者一顿臭骂 你们两个胡说八道 信不信 我打断你们的小腿腿 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得两人面面相去 抬头一看 心里瞬间凉了半截 居然是灵济动的小辣椒夏宇盒 对 对不起 吓到有 你们两个在乱嚼舌头 信不信 我把你们两个丢到城外去喂邪灵 不敢了 不敢了 两人灰溜溜地跑掉 留下夏宇盒愤怒的声音 万师兄 去好好教训一下唐楚这个人妖 敢在我们灵济城作威作福 叔叔可以忍 姑奶奶不能忍 风九幽撇了撇嘴 纠正起来 是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夏道友 你的说话是 术法老师教的 夏宇盒翻了翻白眼 嚷嚷道 反正就一个意思 本姑奶奶 嗯 本小姐姐 就是看不惯唐楚那个小人 呦 敢在背后骂本唐楚仙女 小辣椒 你可够嚣张的 一道细血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几人回头一看 一个身穿红衣 嘴唇涂满口红 画了眉角的男子 准确说 是一个半男半女的伟娘 扭扭捏捏地走了过来 风九幽见状 差点脱了三斤 第一次在修道界 遇到这种奇葩男人 心中很自然地 发出了笑声 哈哈 敌对的目光 瞬间转移至风九幽身上来 刚想发火的唐楚 见到风九幽风流倜躺 摔下了她的太惊艳 惊呼道 小狼君 认识一下 小女子唐楚 见过小狼君 露出一抹女性化的表情 扭了起来 风九幽瞬间僵住了 小辣椒下雨和 直接爆笑起来 风弟弟 把唐楚收了吧 哪里来的人妖 滚一边去 风九幽一道怒斥 惹得唐楚 脸色大变 伸出兰花纸 发出妩媚的声音 小狼君 你不允许这样说人家 风九幽双眸 犯着寒意 闪过一道杀鸡 唐人妖再不滚开 今日本公子 把你个咔嚓了 呜呜呜 你欺负小女子 小狼君 你怎地如此狠心 唐楚顾做抹眼泪 再次扭起小蛮腰来 那真叫梨花待遇唐楚哭 杀气滔天风九幽 风九幽摸出寒冰仙剑 一股寒意弥漫开来 装模作样的唐楚 恢复了正常 露出一抹讥笑 咯咯咯 小狼君 你确定要跟小女子动手 风九幽双目冰冷 眼角闪过一丝鄙夷 你个死人妖 恶心到我了 我还是让你重新变个性别吧 唐楚终于怒了 双脚一踩 地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缝 小狼君 你如此狠心 今日我必须征服你 你必须是我的 唐楚舔了舔舌头 双眼充满了渴望 他已经深深爱上了风九幽 越倔强的帅气公子 他越喜欢 他发誓要把天下帅气男人 都收进他的闺房里 这次来挑战万花童 打败他是其一 最重要的目的 玉树林峰的万花童 也成为他烈焰之物 结果风九幽撞了上来 让他惊为天人 连万花童也无视了 等等 作为东道主的万花童 站了出来 唐楚眉毛一翘 抿嘴笑了起来 万花童小狼君 你也想进入小女子的怀抱吗 扑痴 夏宇和再也受不了了 疯狂大笑起来 我的天啊 唐楚小妹妹 你也太贪心了 你想收下我的风弟弟还不够 居然还想打我万师兄的注意 请问 风弟弟能做你的后宫之主吗 我万师兄难不成 做你的后宫贵妃娘娘 唐楚眼睛一亮 咋呼道 小辣椒 你还真是姐姐的小军师啊 这个提议不错 风狼卷 你以后便是本女皇的皇后了 万花童 你以后救我的贵妃了 万花童看了一眼风九幽 眼中闪过一道杀鸡 风道友 是你上 还是我上 风九幽脑门 多了一条黑线 这里的人 说话太让人浮想连篇了 留给我吧 我想灭了这个死人妖 免得传染爱爱病 风九幽双目冒着火焰 对这个举止恶心的死人 妖动了杀意 居然敢把注意打到本公子头上 结局只有一个字 死 哥哥哥 风狼卷 你让小女子生气了 我要打你的屁屁哦 唐楚名嘴笑道 手中的红色长剑 却一点不含糊 打出一朵桃花剑花 飞上天空 顷刻间 天空红云密布 宛若进入了一个鬼魅的世界 无数红色的花瓣缓缓落下 每一片花瓣重若千军 唐楚的红云桃花朵 躲开空间 覆盖了方圆500平方米 恐怖至极 第43章 一箭灭杀天骄唐楚 该死的人妖 下 桃花片片落 胭脂香香迷 红色的桃花 在飞舞 每一片都散发着红色杀气 风九又微微一笑 尽管她的攻击 铺天盖地而来 在自己的绝对实力下 就算她的元神竟巅峰又如何 只见风九幽抽出寒冰仙剑 对着红云轻轻一挥 一剑逍遥 光 刹那剑 天空中的红云消失不见 太空中出现 十日惊陷的异象 仿佛出现世界末日一样 吓得灵济城的修道者们 露出惊恐的表情 无数烈日光线如丝坠下 那些花瓣 在光线的沐浴下 纷纷化作尘埃 空中的剑气 离风九幽不过一尺的距离 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被落下的光线瞬间湮灭 唐楚脸色骤变 她依然感受到光的恐怖 虚空中出现一把撑开的红伞 漂浮在她的头顶 光线落到红伞上 发出呲呲的响声 片刻之中 红伞化为灰烬 这一下唐楚再也不淡定了 风狼君 你居然赶回小女子的红云宝伞 我给你没完 双手一扬 无数红色的布条画 做红龙弓向风九幽 她整个人消失不见 咦 风九幽环视了一圈 居然看不到他人 只见无数红色的布条 化作红色的海洋 朝他攻来 哼 看我一见逍遥第二时 按 寒冰仙 键盘悬在头顶 顷刻间 五公里的地盘 瞬间变成黑夜 完全看不到人 万师兄 风弟弟使出的什么招式 太恐怖了 一会儿太阳 一会儿夜晚 应该是超越度洁净的招式 人妖唐楚要倒霉了 夏宇和在万花童的法宝下 依然光亮 不受两人决斗的影响 不过 隐藏在红布下的唐楚 却不好过了 风九幽视出的一件逍遥第二时 按 除了扭转空间外 最主要的便是黑暗中的一件 无声无息 只有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才会发现 漠然 一道白光掠过 仿佛天空 被破开一道口子 灵济城的修者们 露出惊恐的表情 我的天啊 这是要把天给破开吗 如此破天一剑 当真无敌于事啊 光在黑暗中 宛若闪电 更甚光速 让人头皮发麻 跌入深渊 隐身在红布下的唐楚脸上爆汗 瞳孔中 只映射出那道恐怖的白光 紧接着 红色布条 瞬间化为虚无 那道光 从黑暗中消失 又从黑暗中杀出 不 红云剑法 唐楚手中的红剑 打出他生平最强的剑法 红云剑法 在他的头顶 出现上千道红色剑气 组成的红色剑盾 一张巨大无比的红色剑盾 漂浮在头顶 那道从黑暗中 杀出来的白光 落在了剑盾上 肉眼可见的瞬间化为虚无 没入了唐楚的头顶 啊 不可一世的天骄 在白光沐浴下 慢慢化为虚无 双眼露出了后悔的神色 天空恢复了正常 可唐楚 却消失不见 下雨和 万花童露出了金额的表情 无数修道者们 惊恐地看着风九幽 一剑破掉红云 一剑灭掉唐楚 那可是生命禁区的 八大天骄之一的唐楚啊 人称落日谷第一天骄 镇压落日谷 年轻一代 下雨和缓了缓心神 露出惊喜的表情 风地点 你好厉害啊 没想到你戏长 战力如此生猛 风九幽嘴角 微微抽搐起来 这个下雨和的嘴 真是太毒了 万花童露出一丝担心 提醒道 风道友 你灭了落日谷的天骄 你惹上大麻烦了 唐楚的哥哥叫唐岩 是落日谷最年轻的执法长老 一千年前突破道渡捷径 传说他现在已经渡劫中期了 唐楚是落日谷的弟子 号称潜力最强的弟子 他的师父是活化石长阳 一个活了一万五千年的人 早已到达渡捷径巅峰 此人极为互短 风道友 我建议你加入我灵机洞 落日谷便不能公开找你报仇 万花童对风九幽的天赋 战力由衷的佩服 风九幽连唐楚都能灭杀 更别说他自己了 风九幽要是能加入灵机洞 八大一流门派的局面 马上就要改变了 年轻一辈 没有人是风九幽的对手 只要他发展起来 突破渡捷径整个生命禁区 谁敢惹灵悸动 在资源分配 起到绝对的支配权 风九幽摇了摇头 一口拒绝道 万兄的好意 在下心领了 我还没试过 能不能秒杀渡捷径高手呢 渡捷径可是自己的经验值 怎么能畏惧呢 万花童 下雨合露出诧异的表情 他居然想跟渡捷径交手 两人流露出无语的表情 渡捷径是渡过天节的人 号称半仙 能掌握部分自然之力 可以翻江倒海 掌中山河 对于渡捷径一下 修道者来说 是一道无法跨越的山峰 渡捷径的高手 轻松虐杀元神境 更别说子府境了 风弟弟 你的战力可以碾压天骄 但对上渡捷径你没有丝毫胜算 加入我们灵机动 好吧 下雨合露出当星点 神色 尽管认识不过一天时间 淡风九幽表露出现的气质跟人品 远超许多天交集修道者 谁允许你在外面招收弟子了 一道不客气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哒哒哒 一对身穿灵机动服饰的弟子 走了过来 领头的长老一脸阴霾 面露胸逸 万花童 下雨合见状 赶紧行李起来 见过松长老 嗯 松长老瞥了一眼万花童 下雨合后 目光朝风九幽扫来 嘴角露出一丝激笑 小子 你公然在我灵机城灭杀 落日谷的天交堂储 你好大的胆子 风九幽眉头一皱 冷冷地看着面前的松长老 怎么 本公子杀掉落日谷的人 还归你管不上 还是说你生在灵机洞 实际上 是落日谷的弟子 松长老脸色惊变 一张老脸露出凶相 放肆 刷 长老身后的弟子们 纷纷抽出长剑 打算拿下风九幽 万花童 下雨合见状 脸色微变 赶紧阻止起来 师弟们 放下手中的兵器 风道友是我的朋友 他可知道 把风九幽的罪了 便是给灵机洞树敌 这种碾压 天交的人要是成长起来 灵机洞会彻底完蛋 不可为敌 只能交好 万花童 这里没你的事 一边去 不要影响本长老执法 对破坏八大宗门稳定的贼人 必须交给落日谷处理 松长老一 负大义凛然的态度 让万花童脸色难看起来 松长老 你确定要一意孤行 松长老嘴角露出一抹讥笑 蔑视地看了一眼万花童 怎么 万弟子打算管本执法长老的事情吗 你真当我祖父松石不存在吗 拿下贼人 万花童双眸闪过一道杀意 我看谁敢 蠢蠢欲动的执法弟子 瞬间停了下来 看了看松人 又看了看万花童 拿不定注意 面面相去 定 宿主 灭杀弟子唐楚 跃进十倍 触发幸运暴率一万倍 修为之为八万 累计修为之六十八点三万点 风九幽撇了撇嘴 没想到 杀了唐楚 居然只有一万倍暴虑 万兄 让我开吧 我可不想破坏 你们宗门师兄弟的感情 风九幽越前一步 站了出来 淡淡看着松人 露出一抹莫名的笑容 第四十四章 拒绝灵激动的邀请 松人咧嘴笑道 小子 你很识趣吗 乖乖 跟本执法长老走 免得你吃苦头 风九幽摇晃着手指 看了看万花童 笑道 万兄 要是我杀了这个歪瓜裂走松人 你们灵激动不会派人追杀我吧 万花童将在那里 被风九幽的话给震到了 风道友 你不知道松人是杜杰静初期的高手吗 连我都得推让三分 你还想杀他 杀得了吗 夏宇和也好不到那里去 张着大大的嘴巴 想看到鬼一样 看着风九幽 居然敢挑衅杜杰静的高手 松人露出一抹嗜血的笑容 哈哈 小子 你说什么 你说你想杀我 一个子府静初期的垃圾 想杀我这个杜杰静初期的爵士高手 你得了小儿麻痹症 没睡醒吗 风九幽抽出小金枪 强大气势 震得众人目瞪口呆 松人眼中闪过一丝贪婪 居然是斩道神枪 尽管他用不到 可以拿去兑换斩道神剑 小子 你交上手中的小小枪吧 本执法长老 就不追究你的杀戮罪孽了 万花童对夏宇和蛇的眼神 夏宇和瞬间消失在原地 朝灵机动挪去 松人瞥了一眼并没理会 也没阻止 死死地盯着风九幽手中的小金枪 想要我手中的小金枪 可以啊 等一会儿你死了 我烧给你 十几寸的小金枪 瞬间变成两米长的金色长枪 看得众人一脸羡慕 松人脸上的贪婪更深了 不过 对于风九幽动不动就要杀他的话 也彻底暴怒了 找死 松人手朝着虚空一句 虚空中发出噼啪的响声 伴随着雷鸣之声 紧接着 一道白色的手掌冲天而降 正面风九幽而来 周围的弟子纷纷避退 连万花童也退到五公里外 手掌还未落下 周围的房子发出咔咔的声音 幸好都不折阵法 否则 在掌风的余微下 瞬间会化为虚无 正当风九幽准备使出神游八荒 写时 一个葫芦从城内飞出 他对着虚空一息 掌印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个白发老者 虚空踏步而来 整个人宛若仙人 身上发起白色的光芒 万花童见状 赶紧拱手道 见过师父 白发老者微微一笑 看了一眼松人 怒斥道 松人 你为何要在城内行凶 欺负我徒儿的朋友 松人不自然地咧了咧嘴 淡淡说道 此小贼公然在我灵机城 杀害落日谷添交唐楚 为我灵机树一大敌 我作为执法长老 不得不秉公执法 把凶手抓住 交给落日谷处理 以表达两个门派的情境之好 白发老者风轻云淡说了一句 此事就此作罢 小友 不知方便到灵机动一须 风九幽淡然一笑 正有此意 一道仙灵之气 包裹风九幽万花童 瞬间消失在大街上 松长老 这 执法弟子露出尴尬的神色 问起了松人 松人脸色难看起来 双拳紧握 发出咔咔的响声 随即 脸上闪过一道阴霾 把这件事 传给唐妍 我看白棱镜如何解决 哼 松人甩了甩衣袖 一脸不悦地 朝灵机动回去 灵机动 万花童洞府 上方坐着万花童的师傅 白棱镜 下方坐着风九幽 万花童 下雨合 几人合起灵酿 聊了起来 风小友 你来自外界 悬天大世界 白棱镜抿了一口灵酿后 询问起来 白前辈 晚辈的确来自外界 悬天大世界大陆 风九幽承认了下来 对于自己的身份 他并没想过隐瞒 哪怕生命禁区凶神恶煞之人再多 对于他来说 反而是好事 杀敌暴装备 何乐而不为呢 果真是外界的妖孽之才啊 真是了不得啊 几百年前 曾经有个女子 也是来自悬天大世界 他带着一千人进入生命禁区 与妖魔争斗 灭杀禁忌怪物几万 杀得妖魔退避三尺 风九幽脑海中浮现出西门雪姬的画面 那个性感的黑甲军首领 一直叫自己小郎君的女子 白前辈 莫非这个女子 叫西门雪姬 白棱镜摇了摇头 摸了摸十几厘米的胡须 他戴着面具 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他只有一个称号 叶罗叉 他戴着手下一千人 组成奇怪的大阵 可以轻松虐邪魔 他带领手下 先后镇守那些 附成一百次 打退了禁忌怪物的上万次攻城 灭杀了几百万邪魔 最终获得了生命禁区大道的认可 天将称号 猎魔王者 风九幽微微一阵 根据白棱镜的描述 似乎跟西门雪姬重合 没想到西门雪姬如此生猛 真不愧是黑甲军的首领 他不是一直想给自己暖床吗 要不 等自己一百年后离开了这里 让他兑现承诺 那时候也到了自己的成人里了 一百一十八岁 不算婴儿七吧 风小友 有没想过加入我灵机洞 成为弟子人选 威震生命禁区 白棱镜带着期盼的眼神 看着风九幽 对于这种天赋的修道者 放弃实在可惜 风九幽放下手中的杯子 淡淡地看着白棱镜 拱手道 风九幽感谢白前辈看中 不过我的修行方式 跟传统的打坐方式不一样 只有在杀戮中我才能崛起 很抱歉 我不打算加入任何门牌 白棱镜将在那里 眼中闪过一道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居然拒绝了自己的好意 心中微微不悦起来 不是自己的弟子 便是自己的敌人 白棱镜眼中闪过一丝异样 万花童 夏宇和 着急起来 风弟弟 加入灵机洞 还能受到灵机洞的护佑 在生命禁区 没有人敢跟我灵机洞作对 你自然不用担心 落日谷找你麻烦 是啊 风道友 加入我灵机洞 你所谓的修炼方式 我们都能提供给你 我们灵机洞 掌管着好几个小事件 里面有着无数的妖魔 够你杀戮升级 风九幽摇了摇头 拒绝道 我来生命禁区 就是体验极限生死 在宗门的庇护下 这不是我要走的路 很抱歉 需要宗门的庇护 我何不待在大罗圣地 还有爷爷照顾 可 夏宇和还未说完 便被白棱镜给打断了 既然小友一绝 宇和 花童别再提 你们先安排风小友住下吧 白棱镜瞬间消失在座位上 回到了自己的洞府 盘坐在蒲团上 慈眉善目消失不见 露出一抹阴森森的面孔 万花童的天赋不够啊 看来第三个分身 落在了风九幽身上 白棱镜身后 出现两道影子分身 一道黑色 冷漠无情 一道白色 冷酷无爱 风九幽在万花童的带领下 参观了灵机洞 这不愧是中央区域的人族大宗门 灵机洞弟子高达数万 比大罗圣帝还要多得多 不过 这里的弟子门槛比较低 作为八大主城之一的灵机城 居然只要是灵体以上都收 造成了战力差次不齐 有点烂鱼充数的味道 莫非 收这么多弟子 就是为了应付禁忌怪物的工程 好让他们当炮灰 当 一声鼎鸣之声 传遍灵机城 邪魔工程了 所有修道者 速速前来城墙镇守 第四十五章 邪魔工程 大战开始 城墙上 众多武道高手 脸色凝重 一声响彻天地的嘶吼声 从远方大山中传出 上千万的邪魔 犹如猎阵的士兵 目光中带着凶芒 有着极致的凶残和杀戮 随着这一声 如同天雷般的嘶吼声响起 灵机城驻守的修道者们 心头都是一阵 脑海里翻江倒海 境界低一些的武者 脸色更是苍白 目中露出惊恐和不安 邪魔 来临了 就在所有人内心震撼的刹那 更多的嘶吼声 从远处传来 天地轰鸣 一股难以形容的波动 从脚下传来 仿佛整个地面 都要阵战开裂 如同打破了一张 无形的序幕 远处的山峰之上 一条黑色的魔影在翻滚 传出轰鸣般的巨响时 也有咔咔声扩散 随着碎裂声 十分钟后 上百万七星怪状的邪魔 出现在灵机城前方十公里 长着翅膀的鸟人 提着鼓刀的骷髅士兵 长满次的老狐鼠不清的邪魔们 带着红色的胸翼与怒火 势必攻下灵机城 随着后面邪魔的嘶吼 前方的邪魔奔腾起来 地动山摇 仿佛跟末日一般 快快快 这一次邪魔的攻城 无论从数量 还是邪魔的实力 都远超以前 甚至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灵机城城主谢广坤 神色紧绷 他作为灵机动的长老 兼职灵机城城主 每一次守城时 高达近千万的伤亡 让他每次都会心惊胆寒 各位道友 按照规定计划行事 陈天霸 你带着十万名子俯镜高手 守在西门口 注意照顾到 先天镜以下的修道者们 赵四海 你带着一万名原神镜高手 守在东门口 截杀对方的神葬镜邪魔 林海 你带着一千名洞虚镜高手 作为机动人员 保护原神镜 子俯镜镜道友 杜杰镜的高手 准备随时支援 杀 在谢广坤的安排下 上百万修道者杀出城去 与宫城的邪魔 开始交战起来 刚一交手 林济城的修道者 毫无吹灰之力 被邪魔虐杀 啊 惨叫声在城下响起 一个子俯镜中期的高手 刚灭杀掉一个同级别的邪魔 被躲在地下的邪魔一分为二 撕裂成两半 一个原神镜后期的高手 冲出去灭杀了一番 灭掉二十个子俯镜 神葬镜邪魔 刚准备退回来 被躲在虚空中的 渡截近初期的鸟人给抱了头 无数只剑与铺天盖地 从城内射出 一排排低境界的邪魔 纷纷被击毙 然而 死去的邪魔们 被骷髅童话 再次变成骷髅军团 杀向城下的修道者们 刹那间 灵济城的修道者 死伤超过二十万 而邪魔们 死去还能被骷髅童话 战力依旧凶猛无比 一路推到城墙边上来 启禀城主 一个燃满鲜血的修道者 腾挪闪现过来 拱手道 撑住 大事不妙了 西门快被攻破了 那边集中了十万头 元神镜 紫斧镜的邪魔 谢广坤脸色骤变 朝虚空望去 发现所有的杜杰镜高手 都在跟邪魔交战 再也派不了杜杰镜的 高手支援 正当他愁眉不展时 万花童 夏宇和 带着风九幽飞了过来 师叔 西门交给我买手吧 万花童主动请鹰 谢广坤顿时大喜 与众心肠交代起来 花童 西门就拜托你了 一定要守住啊 城内还有几百万的先天境 后天境的修道者 万花童一脸正气盎然 当即允诺下来 师叔 我向你保证 人在西门在 人亡西门破 随即 万花童带着风九幽等人 飞往西门支援去 此时 西门尸骨累累 在城门前堆起了石杖高 无数灵济城的修道者 纷纷战死 残枝断壁 一世的荣耀 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鲜血染红了城墙 尸骨堆成的巨山 他们只为守住灵济城 也只为妻儿 在城里活得更好 道友们 守住西门 我们的身后 是我们的妻儿 我们的身后 是我们的父母 你们愿意退下 让邪魔攻入城去 图灭我们的亲人吗 不 不 我们在 家园在 我们在 城池在 无数呐喊声在城墙上响起 他们衣衫褴 伤痕累累 也在奋力一搏 只为心中的信念 只为亲人在城内平安 沙呀 城墙上的远程修道者们 射出他们最后的宫石 那些是西门 谨剩的宝器 极品极宫石 遮天蔽日的箭矢射出后 天空中的鸟人 传来一阵阵惨叫声 像下饺子一样 纷纷落下 然而 刚死去几千只 神藏镜的鸟人 又飞来上万只子附近的鸟人 所有人绝望了 这次邪魔攻城 邪魔全都像不要命的 疯狂攻击城墙 城门 天上的鸟人之园 地上的骷髅军团 如潮水般涌来 不 守在城墙上的修道者们 纷纷流下了眼泪 西门被攻破 不知道多少亲人会被屠戮 这时 一道怒吼声在天空响起 一箭逍遥 暗光 请客间 天空突然黑了下来 正在攻城的邪魔们 露出了一丝恐惧的表情 琵琶声响起 在天穷之上 出现无数道星辰陨落之奇观 星辰之光清晰而下 化作无数剑气 从天而降 正在西门攻城的骷髅 鸟人们 发出惨叫之声 那些星辰之光落到身上后 纷纷化为烟粉 消失在大地上 一道帅气的身影 缓缓从天而降 西门城墙往外 出现了五百米的空旷视野 足足消失掉了十万头邪魔 西门城墙上 最后一百名修道者们 终于得救了 万花童 夏宇和露出惊恐的表情 风九幽 只用一招 轻松灭杀了十万头 西门的邪魔们 关键的是让他们化作烟粉 再也不能复生 这一幕 被远在坐镇东门的城主谢广坤看到 露出惊恶的表情 喃喃自语道 好一个一箭逍遥 风道友 你真是一个变态 万花童憋了半天 终于冒出这句话 原本以为自己三人来到西门 会出现艰难的厮杀 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风九幽道好 直接一箭灭掉上十万头邪魔 似乎感觉自己有点多余 风弟弟 莫非这就是你的猎杀时刻 高光时刻 夏宇和双眼扑闪扑闪的 带着崇拜的眼神 看着风九幽 风九幽摸了摸鼻子 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摊牌了 我是群弓行修道者 两人以为他会谦虚一番 没想到直接骄傲起来 顿时让他们俩不知道该夸奖 还是夸奖 风弟弟 你如此骄傲 要不你下去把攻打西门的邪魔们 全部清理一遍如何 好 风九幽收回了寒冰剑 换上了一柄中品仙枪琉璃枪 跃道城下 拿着长枪杀向了远处的邪魔 这 夏宇和傻眼了 本姑娘只不过随便说说 你怎么能当真呢 下面可是数不尽的邪魔啊 第四十六章 战 三尾黑狼江 一步千米 瞬息间 风九幽杀到了骷髅军团处 骷髅军团的将军 双眼泛着蓝光 手中的骨刀 泛着蓝色的光芒 发出一道恐怖的意识 小子 你杀我士兵 兔儿郎 我要你死 骷髅将军的骨刀一挥 无数骷髅军朝风九幽包围起来 不一会儿 风九幽里里外外围了五层骷髅军团 估摸着有五万人 以驻鸡境 神葬境骷髅军为主 不过 有五个身上泛着淡黄色火焰的骷髅实力 超过了神藏境 达到了子府境 杀了他 骷髅将军一声令下 五层的骷髅军团发起了总攻 大地出现轰隆隆的响声 他们举着骨刀 骨剑 骨锤 甚至骨剑 朝风九幽杀来 密密麻麻的箭矢如雨般落下 势必把风九幽射成刺猬 一道白光在骷髅军团中穿过 骷髅们举着骨刀砍去 全部落空 风九幽的咫尺天涯神通 完全感应不到人的存在 宛如光速在骷髅军团中穿梭 他手上的琉璃枪 打出了神游八荒 战 无数白龙枪气从天而降 枪气入体 骷髅们纷纷化为烟粉 想重铸 重生的机会都没 自从风九幽突破子斧镜出气后 至尊级枪法神游八荒威力提升了不少 加上体内修行的至尊级攻法 杀伐天经 面对邪魔骷髅军团 没有丝毫消耗 以战养战 吸收战气 邪魔之气 滋养自身 白龙枪气在骷髅军团中穿梭 一排排骷髅兵们纷纷化为灰烬 气得五个子斧镜的骷髅头领 原神镜的骷髅将军 暴跳如雷 退下 剩下了两万骷髅军 胆战心惊地散开 五个头领 将军拿着鼓刀 缓缓地走进了包围圈 小子 你杀我儿郎 我要把你挫骨扬灰 骷髅将军 伸出白色的鼓刀 发出一阵意识嚎叫 莫然 鼓刀上泛起红色的光芒 其余五个头领手中的鼓刀 同步泛起黄色的光芒 六道光芒交织在一起 以骷髅将军的红色光芒为主 形成一个六边形的光芒 出现在风九幽头顶 杀 六道光芒带着毁天灭地之势落下 周围的骷髅兵 纷纷退出包围圈 离开了五百米之远 哼 风九幽长枪指向天空 飞了起来 手中的琉璃枪带着神游巴荒 战 之杀一溺流而上 白色气龙盘旋而上 迎着六道六边形光芒杀去 碰 在僵持片刻后 六大光芒全部被打灭 失去六大光芒的骷髅将军 头领瞬间呆滞下来 光芒是由他们眼眶中的鬼火形成的 失去鬼火后 骷髅相当于失去了灵魂 面对如此机会 风九幽如何能放过他们 长枪化作一道光 掠过六个骷髅的身体 顷刻间化为烟粉 消散在原地 定 宿主 灭杀十万鸟人 骷髅兵 折算修为值三百万 宿主 灭杀三万骷髅兵 境界太低 折算修为值三千点 宿主 灭杀原神晋初期骷髅将军 激活十倍幸运值 触发一万倍暴力 宿主 灭杀紫辅近巅峰六头骷髅头领 激活六倍幸运值 触发平均一千倍暴力 累计修为值 三百七十一点四万点 风九幽脑海中 不断传来系统的电子音 那些退避的骷髅军团 见到头领 将军都被灭了 纷纷疯狂向后逃窜 骷髅们 快到本公子碗里来 风九幽抽出琉璃枪 朝骷髅军杀去 逍遥部配合神游八荒 战 不到两个呼吸时间 逃窜的骷髅军团们 全部被消灭 辽胜于无 又获得了两千点修为值 风九幽杀得不亦了乐乎 刚灭掉骷髅军团 便杀到三尾黑狼大本营 三尾黑狼 是邪魔中强大的一族 每一尾代表着 他不同的能力 人类小子 赶来我三尾黑狼的大本营 找死 风九幽刚大沙特杀了一番 便碰到三尾黑狼中的狼将 一头身高差不多三米 体型庞大的狼区 他腥红的双眸散发着寒意 露出十几半长达二十厘米的牙齿 最关键 他居然会说话 咦 风九幽露出惊讶的表情 会吐人言的邪魔可不多见 三尾黑狼将 臣服于我 当我做棋 本公子不杀你 一头原神竟巅峰的三尾黑狼将 这可是稀罕之物 别看他境界不高 战斗力 一动力那可是报表的存在 你敢让我伟大的三尾黑狼将给你当做棋 你找死 三尾黑狼咆哮起来 三条尾巴竖了起来 莫然 他双腿一蹬 一道巨大的裂缝 蔓延至风九幽身边 地下爬出无数只邪灵 他们散发着黑气 宛若来自深渊一般 密密麻麻的 数不清 也数不尽 这难道就是三尾黑狼其中的一尾深渊召唤 正当风九幽疑惑时 那些召唤而来的邪灵 他们爬在了一起 纷纷叠加在一起 组成一个巨大的黑狼 高达十米 每走一步 大地都会颤抖 他纵身一跃 朝风九幽踩来 哼 咫尺天涯一开 整个人消失在原地 巨狼踩空 大地出现一个几十米大的脚印 正当三尾黑狼将疑惑时 风九幽出现在他身后 举起琉璃枪 朝他屁股刺去 混蛋 你耍流氓 三尾黑狼将突然赶到背后一道冷意 伴随着一道杀意出现 危急关头 三条尾巴交织在一起 组成一个神秘的符咒防御之盾 砰 长枪刺中后 泛起一阵火光 三尾黑狼将被强大的力量 刺退百米之远 躲过了这一枪的攻击 风九幽露出诧异的表情 没想到三尾黑狼将第二个能力 使三尾组成神秘符咒盾 这时 召唤的巨狼杀了过来 威风凛凛的身躯 呼啸扑来 无数魔忌化作的小狼 朝风九幽要来 死去 枪出如龙 一道白色气龙带着毁灭之意杀出 神游八荒 战 配合百倍攻击buff 火力全开 以无敌之姿 虐杀魔器的小狼 没入巨大黑狼体内 砰 一声巨响 一朵蘑菇云拔地而起 大地出现无数裂痕 不可一世的召唤魔狼 瞬间化为虚无 巨大的爆炸声 引起了无数灵技成修者的注意 纷纷露出震惊的表情 这白衣道友也太强大了 空中的邪魔度洁净高手 对于封九幽恨之入骨 双眼中闪过一道杀意 发出了必杀令 一时间 后方的无数邪魔 纷纷朝西门 封九幽杀去 封九幽的杀戮 震得三尾黑狼将外焦里嫩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笑 话音未落 封九幽消失在原地 瞬息间出现在三尾黑狼将面前 手中的长枪 带着强大的血气杀来 第47章 镇压邪魔黑猿军团 长枪刺破云霞 带走三尾黑狼将一生的牵挂 封九幽使出了至尊级战法 神游八荒 血 第二是血 以气血为基础 可以吸收敌人的血气 弥补自身的消耗 气血越旺盛 杀伐力越强 吸收对方的血气 速度越快 长枪落下 周围空间瞬间禁锢 一道雪龙盘旋而上 漂浮在三尾黑狼将的头顶 不 三尾黑狼将恐惧了 面对这一招 他完全没有丝毫抵抗之力 他感觉到体内的血气 疯狂往外面涌 根本不受他的控制 那道雪龙盘旋在他头顶 疯狂吸取他的精血 一丝丝血气 从三尾黑狼将头顶飘逸出去 那道雪龙疯狂地吸收 这一幕 彻底吓坏了三尾黑狼将 不我愿意做你的做起 求求你放过我 晚了 风九幽直接拒绝了他的投降 伴上之后 偌大的三尾黑狼将 体内的血气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剩下一张狼皮 还有狼骨头 血龙吸收完成后 没入风九幽体内 消耗的灵力全部充盈起来 甚至感觉到灵力的增长 经过血龙提炼后的精血 血气 毫无杂质 吸收后 风九幽的身体 比之前强度更高了 甚至能感觉到 先天无暇混沌体 有小成更加圆润了 叮 宿主 灭杀原神镜巅峰三尾黑狼将 幸运值十倍 触发十万倍暴率 累计修为值 451.6万点 系统的电音播报 让风九幽大为满意 不错 真不错 风弟弟 我的瞳孔有点地震了 你把我震晕了 我真怀疑你不是人类 而是一个人形魔手 夏宇和杀了过来 看到风九幽的神勇 彻底惊掉了下巴 那可是原神镜巅峰的 三尾黑狼将 这种对于他来说 比杜杰镜初期还恐怖 他面对三尾黑狼将只会被虐杀 就连他的天骄师兄 万花童 都不是三尾黑狼将的对手 风九幽眉头一皱 这个脱油瓶 怎么跑来了 夏宇和 城外太危险了 你还是回到城内去吧 夏宇和撅起嘴 一脸不满意 手中的长剑挥了挥 风闭点 我可是子府近巅峰 境界比你还高 凭什么我要回到城里 你不要看不起我 谁说女子不如男 请看看 你夏姐姐的高端操作 风九幽懒得跟他啰嗦 一个逍遥步出现在他身边 拉着他的手 施展起咫尺天涯神通 瞬间出现在城墙上 把他丢给 指手西门的万花童 万道友 看好他 野外太危险了 不适合夏宇和这个二百五十 话音一落 风九幽消失在城墙上 气得夏宇和破口大骂道 风九幽 你混蛋 我就要杀邪魔给你看看 他正准备跳下城墙 被万花童一把抓住 立一声道 师妹 请你不要任性了 现在是邪魔工程的时候 你留在城墙上 比去城下更容易杀敌 可是 万花童双眸一瞪 吓得他赶紧闭上了嘴巴 对风九幽大为不满 心中记恨起风九幽来 风九幽大开大合 如无人之境 杀得骷髅军团 三尾黑狼军团 节节败退 此时 上百个黑猿冲了过来 各个超过十米 宛若庞然大雾 几个扑跳 来到了风九幽身边 咦 风九幽露出惊讶的表情 黑猿撞如山 力大无穷 被誉为邪魔中的攻击霸主 上百个黑猿围在一起 宛若一百多座大山一样 挡住了四周的光线 一脸玩味地 看着脚下的小虫子 人类笑儿 你敢杀我邪魔军团 找死 额头上有一撮红毛的黑猿 虎视眈眈地看着风九幽 伸出那双巨大无比的脚 朝风九幽踩来 一道残影掠过 一只大脚从天而降 碰 大地出现一个巨大的脚印 足足有二三十米 咦 人呢 黑猿并没感觉到 风九幽被他踩死了 将军 他跑到你后背上了 其余黑猿提醒起来 额头上红毛的黑猿暴怒了 居然一个小小人类 敢爬到他的后背 是可忍孰不可忍 啊 一个鲤鱼打滚 大地扬起一阵灰尘 倒霉的大地 再次出现巨大的圆形坑洞 在他打滚的瞬间 风九幽一个咫尺天涯神通 消失得无影无踪 跑出了一百头魔猿的包围圈 傻大哥 本公子要开大招了 风九幽抽出了琉璃枪 藐视地望着一百头黑猿 刷 所有黑猿全部转过身来 双脚一踩 大得开始颤抖起来 杀了他 出动魔猿暴权 暴怒的黑猿将军大喝道 一百道魔猿暴权出击 天空中出现一百道暴权的虚影 一个个宛若巨山 垂直落下 大地开始颤抖 周围的树木瞬间化为烟粉 嗖 风九幽 咫尺天涯神通一开 瞬间消失在暴权之下 离他们有一百公里远 魔猿暴权落下后 大地瞬间出现一个巨大的湖泊 人类虫子呢 他应该 不好 将军 他杀到双头黑狮军团去了 魔猿们朝一百公里望去 只见风九幽大沙特杀 杀得双头黑狮死伤无数 琉璃枪之下 双头黑狮血液倒流 全部被风九幽的血龙给吸收回去 一个 两个 一连杀了百头子斧镜 元神镜双头黑狮 风九幽宛若战神 杀得双头黑狮胆战心惊 连他们的双头黑狮将军也命丧皇权 定 宿主 灭杀子斧镜十万点修为值 灭杀元神镜一百万修为值 系统数次在脑海中不断播报 风九幽越战越勇 通过神游八荒 血第二诗 几乎不用担心灵力枯竭 以以战养战的打法 杀破了双头黑狮的胆 莫然 一百头黑猿杀了过来 集体暴怒 暴全汗天 杀 黑猿成为何之士 把风九幽锁在包围圈 无数拳影落下 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黑猿们拳影落下后 疯狂地拍打胸脯 好好好 然而 拳影落下后 一道白色的光芒出现 天穹护体再次出现 所有的拳影 全部被天穹护体吸收 对风九幽 没有造成一丝伤害 黑猿们傻眼了 他们引以为傲地 抱拳攻击 轻松打破一座山的战里 居然连他的护体之气 都无法打破 将军 这人类小子 有点邪门 将军 我的手掌裂开了 将军 这个人类是邪魔吗 怎么打不动 也打不死啊 风九幽看着傻眼的黑猿们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傻蛋哥们 轮到你爷爷 我动手了 话音一落 手中的琉璃枪旋转起来 卷起的气流 宛若龙卷风 吹向黑猿 刹那间 琉璃枪光芒大作 伴随着风九幽一声 神游八荒 血 整个天空仿佛被戳破一样 一道红色的血龙 盘旋在黑猿头顶 带着嗜血 贪婪的表情 看着重黑猿 第四十八章 尖刺黑虎王 不要脸偷袭 黑猿们面对如此恐怖的血龙 没有半点犹豫 纷纷双眼心红 大喝一声 魔猿在世 请客间 一百头黑猿体外 散发出一道道 巨大的魔猿虚影 足足有几十丈高 它们睁开双眸 仿佛出现天崩地裂的画面 无数魔器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张巨大的黑网 朝血龙包裹而去 扑吃 血龙由神游八荒 第二是血凝聚而成 对付所有生灵 都有强大的吸收作用 加上杀伐天津的辅助 气势恢弘的魔王 瞬间被血龙给吸收 一百头巨大的魔猿之影 怒了 伸出巨大的手爪 朝血龙抓来 只想捏碎这个血气凝聚的龙 只见血龙藐视地 看了一眼伸来的手掌 瞬间分成上百道血龙 缠上魔猿虚影的手掌 巴唧巴唧地吃了起来 一眨眼的功夫 魔猿虚影的手掌 被吃得干干净净净 甚至还能听到血龙打嗝的声音 一百道魔猿虚影害怕了 在血龙吃到胳膊时 断臂求生 消失不见 不 一百头黑猿 见到自己召唤的魔猿虚影逃跑后 开始慌乱了 召唤魔猿虚影 耗费了他们差不多一半的魔气 在面对风九幽时 彻底没了获胜的打算 逃 风九幽这么可能让他们逃掉 这可都是自己升级的经验值 神游八荒 战 神游八荒第一是战 发动后 天空出现白色的气龙纷纷从天而降 朝黑猿们攻去 碰 强大的气龙没体后 破坏者黑猿的身体 全部打翻在地 紧接着 神游八荒第二是战打出 一道道血龙盘旋在头顶 疯狂地吞噬着他们的精血 两个呼吸的时间 庞大的黑猿被吸成了皮包骨 死得不能再死 风九幽体内的灵力充盈起来 在吸收了白头子附近 原神境的黑猿后 丹田世界便大了一倍不止 里面先天混沌之气弥漫 六大先天之物 在先天混沌之气的滋养下 发出轰隆隆的大盗之声 丁 宿主 灭杀一百头黑猿 修为值123.2万点 累计修为值574.8万点 宿主 可以突破到子辅境中期 需要突破吗 风九幽想了想 子辅境中期 跟现在自己的子辅境初期差别不大 等到可以突破巅峰 或者急进的时候再突破 那时的战力起码翻了好几倍 先不了 等到巅峰再突破吧 此时 在风九幽头顶上方 漂浮着一团黑云 一直长着无数尖刺的黑虎 正在虎视眈眈的盯着风九幽 刚才风九幽灭杀骷髅军 三位黑狼军 黑援军 都被他给发现了 他趁机脱离杜杰境高手的战场 偷偷摸了过来 他对战的是灵激动的松人执法大长老 他不但没有阻止尖刺黑虎 更没有提醒风九幽 反而一脸看戏的模样 幸灾乐祸起来 小子 就算你再天才 也得死 让你死在邪魔手上 算便宜了你 松人无动于衷 看着尖刺黑虎 隐藏在黑云中 漠然 风九幽脸色骤变 感觉到一道杀气 从天空传来 被对方牢牢锁定 不好 一阵剑雨从天而降 每一个剑矢 都是由黑气组成 众若万钧 甚至感觉到 空气瞬间被虚化掉 剑矢离头顶不到50公分时 天穷护体再次发动 一道屏障 挡住了剑矢黑气前进的方向 发出呲呲的响声后 消失不见 尖刺黑虎傻眼了 他偷偷发出的 本命万键黑气 居然破不开一个 紫附近的人类屏障 人类小子 本王小看你了 一道黑影掠下 尖刺黑虎 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高五米 浑身泛着黑气 额头上一个大大的王子 身上长满了尖刺 看上去恐怖至极 风九幽脸色凝重起来 这头尖刺黑虎 一看便知 绝对是邪魔中的王者 也不知道自己的 百倍攻击BUFF加成 能不能伤到他 哪里来的黑猫 给本公子爬开 风九幽收回了琉璃枪 摸出了寒冰剑 打算是一世一剑 逍遥第二次案 尖刺黑虎愣了一下 张开锯嘴 露出一排排尖锐的长牙 滴答着腥臭的口水 人类笑儿 你敢辱骂本虎王 你找死 尖刺黑虎动了 他举着爪子 朝风九幽拍来 风九幽瞬间被锁定 禁锢在原地 天空中出现一只 巨大的新红爪子 泛着红光 照亮了这个天空 不好 风倒有有危险 站在西门城墙上的万花童 脸色惊变 担心起风九幽来 万师兄 风弟弟不会有事吧 停下攻击的夏宇和 正打算冲出去 被万花童一把抓住 希望他能躲过此劫吧 万花童沉声道 心中并不好看 风九幽能躲过 杜结镜的尖刺黑虎攻击 巨大的爪子落下 大地瞬间爆炸起来 无数灰尘扬起 堪比九级大地震 周围的大地千疮百孔 出现一个巨大的爪坑 正当尖刺黑虎得意之时 风九幽身上泛起了白光 他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 一脸屁腻天下地盯着他 眼中充满了愤怒 该死黑猫 本公子今晚拿你做烧烤 风九幽的长剑朝他劈来 口中念叨 一剑逍遥 按 漠然 天空瞬间由白天进入了黑夜 伸手不见五指 西门交战的人类与邪魔 纷纷停了下来 一道两道百道黑剑之气从天而降 在百倍攻击buff的加持下 全部朝尖刺黑虎倾泻落下 不好 尖刺黑虎心里发毛 他看不到黑暗中的黑剑之气 不过能感觉到剑气朝他而来 刚想腾空而起 离开这里 发现周围的空间被禁锢 完全无法动弹 魔虎屏障 在黑剑之气落下的瞬间 一道黑白相间的魔虎虚影 包裹着尖刺黑虎 当当当 黑剑之气落在魔虎屏障上 发出可怖的声音 人类小 尖刺黑虎刚想挖苦风九幽 魔虎屏障上传来咔嚓的响声 他自认为防御无敌的护体屏障 在黑剑之气的攻法下被瓦解 不 他看不到黑剑之气 但感觉到了身体无比的疼痛 一股撕裂经脉 虎骨的疼痛传遍全身 啊 不断惨叫 巨大的尖刺 黑虎在无影的黑剑之气杀法下 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 被刺成了筛子 片刻之后 他没有了呼吸 百倍攻击BUFF配合至尊级剑法 加上杀伐天经 果真不是盖的 越战三大境界 杀掉尖刺黑虎 把风九幽吓了一大跳 他还自认为 会对他造成一点点伤害罢了 没想到 这个尖刺黑虎太弱了 除了一个爪子攻击 便只有魔虎屏障 跟他印象中的百兽之王 相差太大了 看来 自己在这次邪魔攻城中 自己完全能自保了 就算他们攻破城 自己也能从容逃走 反正自己跟林继承也没什么感情可言 不过 尖刺黑虎可是烧烤的好食材 风九幽秉着不浪费的原则 收进了储物件 第49章 邪魔暂停进攻 双方休战 天空再一次放晴 不过地上再也找不到 尖刺黑虎的身影 躲在天空的松人 露出惊恶的表情 尖刺黑虎呢 难道被风九幽给杀了 这怎么可能 松人双眼闪过一道杀机 似乎在决定 要不要在背后偷袭他 不过刚才风九幽出现的护体防御罩 他可没把握打破 要是自己对一个灵继承的功臣袭杀暴露后 自己会成为整个灵继承的公敌 就算灵继动死保 也就不下自己 他最终松开了紧握的拳头 不过 风九幽似乎发现了什么 抬头朝天空望去 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随即伸出了中指 倒了过来 对着天空喊道 老实淳朴的懦夫 本公子等着你 那道熟悉的气息 风九幽基本上判断是谁了 敢在背后算计自己 统统震杀 躲在白云中的松人 脸上又红又黑 恨不得下去把风九幽给剁了 风九幽发现他不愿出来 继续讽刺道 垃圾 你不是想杀我吗 来啊 你是不是玩不起 面对风九幽的辱骂 松人气急败坏地 驾着白云离开了上方 朝空中战场杀去 西门城墙上 万花童 夏宇和露出惊恶的表情 万师兄 风九幽居然真的把尖刺黑虎给干掉了 夏宇和发出颤音 是激动 更是不敢相信 风道友才是真正的天骄啊 风九幽一次次刷新他的认知 他从来没见过一个 子斧镜跨越元神镜 洞虚镜 去灭杀杜绩镜的修道者 而风九幽 却打破了战里 境界的鸿沟 他们当然不知道 风九幽有百倍攻击buff 不知道他修炼的是至尊级战法 更不知道他是先天无暇混沌体 不然 他们也不会如此惊讶了 一个同时具备如此多buff存在的绝带妖孽 不能越战杀敌 那才有问题 定 宿主 灭杀杜绩镜尖刺黑虎王 30倍 幸运值加成 触发10万倍暴率 获得修为值240万点 累计修为值814.8万点 咦 风九幽眼镜一亮 可以突破到子斧镜后期了 系统 给我突破吧 子斧镜 200万400万 子斧镜后期完成 风九幽内视了一下自己的丹田 发现跟子斧镜初期相比 变得更加宽广 灵力的容量更加庞大 战力比子斧镜初期增加了至少10倍 现在的战力 对上度捷径初期的敌人 应该能拿捏了吧 风九幽微微笑了起来 这时 天空中的混战进入了白日化 双方上百个渡截镜在空中杀得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地下的邪魔们被守城的修道者打退了一波又一波 风九幽拿着琉璃枪再次杀进了战场 实力提升后 风九幽的神游八荒战和血轮番切换攻击 第一招战可以戳破邪魔的骨头化为邪魔皮 第二招血可以吸收邪魔精血 让敌人变成皮包骨 风九幽加入战场上后 连续灭杀几十万头 一人一枪长驱直入直倒黄龙 成为战场上邪魔的噩梦 西门完全守住了 围困的邪魔被风九幽杀退了50公里 地上躺着无数邪魔的尸体 不过没有一句是完整的 下雨河 万花童剑状纷纷抽出兵器 带领着人类修道者杀了出去 兵败如山倒 人类修道者气势如虹 杀得邪魔纷纷逃跑 邪魔几千万大军顷刻间溃败而逃 吼吼吼 邪魔的撤退声响起 剩余的几千万邪魔 纷纷逃到一百公里外 驻扎起来 邻济城守战告捷 艰难地守住了城池 不过 这次邪魔死伤惨重 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处 统计的死亡邪魔有八百万之重 人类修道者损失了四百万人 要不是在风九幽的大沙特沙下 估计人类的修道者的死亡数字 起码超过邪魔 第一次邪魔攻城守住了 留下了却是 无数悲伤与妻离子散 父亲 我们终于守住灵机城了 你快回来啊 一道伤心欲绝的哭泣声 在城下响起 一个三十来岁的修道者 抱着他战死的父亲 好好大哭 儿啊 你让娘亲怎么办啊 一个百周岁的父女 抱着惨不忍睹的尸体 摸着他死不瞑目的双眼 哭得晕了过去 邪魔 我软今天发誓 我不灭你们 我是不为人 一个十多岁的少年 跪在城门口 看着死去的父母 兄长 姐姐 红着双眼 对天启示 鲜红的眼泪打射了双眸 留下的伤痛 只有通过邪魔的命 才能弥补 城墙上 风九幽白衣翩翩 脸色凝重 打退了邪魔第一次进攻 不代表打败了邪魔 近乎一亿的邪魔对面 两三千万的人类修道者 实力相差悬殊 尤其是最开始 山巅那条巨大的黑影 给人的感觉 是无法战胜的 也不知道灵机动 有没有绝顶高手与之匹敌 否则 灵机成必破无益 让风九幽诧异的是 为何灵机成 没有城池防御大阵 面对源源不断的邪魔 人类修道者 又如何抵挡 自己在后面的杀戮中 绝大多数都是神葬镜的邪魔 所赚取的修为值 少得可怜 杀了几十万邪魔 才获得十万的修为值 风九幽不禁摇了摇头 系统逼着自己去越战 迟早会成为邪魔的眼中钉 肉中刺 风道友 他们两个对风九幽客气起来 甚至把他当成了前辈人物看待 风帝风道友 准备叫风九幽弟弟的夏宇盒改了称呼 双眼带着崇拜 也有点畏惧 你们来了 风九幽眉头一皱 问道 作为防御邪魔的城池 为何没有护城大阵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风九幽心头 作为人类八大主城之一的灵机成 居然没有护城大阵 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万花童愣一下 解释道 风道友 人类的八大主城 二十四副城都有防御大阵 只不过不到灭族关头 是不会启动防御大阵 为何 万花童看了一眼风九幽 继续解释道 维持阵法运行需要靠仙石 每座城池的仙石存量太少 渡截近高手的修炼需要仙石 防御大阵也需要仙石 邪魔每隔一个周期都会发动攻击 仙石的数量越来越少 不到灭族关头 是不会发动防御大阵的 每一次开启大阵 需要一百颗下品仙石 风九幽将注 没想到启动阵法需要仙石 怪得不每次会死这么多修道者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 物尽天择 逝者生存 天赋高的 战力强的留下 弱者当炮灰 怪不得灵旗洞要招收那么多弟子 连灵体也能成为他们的弟子 这就不足奇怪了 哎 弱者是原罪啊 风九幽轻叹一声后 朝城内走去 留下下雨和万花铜一头雾水 第五十章 反剑记 祸水东影 黄雀在后 上 风英雄 风英雄 好 风九幽刚进入城池 便受到众多修道者的热捧 在他们眼里 风九幽就是英雄 一个人单枪匹马 杀的邪魔人杨马帆 一个人守住一座门 他那帅气英姿 成为众多女修歪歪的对象 林继承流传着一句话 道旅首选风九幽 英雄帅气索春秋 风九幽对着打招呼的道友们 微笑着点了点头 风道友 我家新出炉的黑猿肉火锅 免费请你品尝 我家的烤三尾黑狼肉 随便你吃 林继承的道友们 纷纷邀请风九幽去家里做客 让他受宠若惊 不经意间 被一个大汉 拉进了他的铺子 林继客栈三楼 两双阴霾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风九幽 一个便是林继动的执法长老松人 另一个一身绿袍装扮的陌生男人 松人一脸恭敬地 对着陌生男人行礼 唐岩公子 下面这个 便是杀你弟弟的凶手 风九幽 唐岩手中的杯子 想办法把他引出城外 本公子要亲手宰了他 用他的脑袋 给我的弟弟祭拜 松人愣了一下后 眼珠子一转 谄媚起来 唐公子 你手刃风九幽 自然没问题 现在正直邪魔 攻打林继承 何不祸水东应 我们再使出黄雀之计呢 不过 松人并没有告诉唐岩风九幽 能灭杀奸刺黑虎王之事 两人简单寒暄后 便定下了引蛇出洞之计 深夜 两道黑衣人 出现在万花童的房间 一道危险的气息出现 万花童睁开了双眸 被惊醒 谁 尖刺黑虎王 话音一落 强大的禁锢之力袭来 万花童瞬间不能动他 紧接着 一个巨大的手掌拍下 不 万花童直接被打晕 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两人对视一笑 从怀里摸出尖刺 放在床上 做出一副搏斗的场景 夏宇和在窗边 想着今日发生的事 想到风九幽那伟岸的身躯 脸便微微发红 发烫起来 正当他的视线 朝太空望去时 正好发现两道黑衣人 身后拖着一条长尾巴 头顶好像一只老虎 抱着一个白衣人 跳出房顶 消失不见 那白衣人 怎么好像万师兄啊 那两个黑衣人 不对 是尖刺黑虎王 夏宇和大惊 连忙冲向万花童的房间 咚咚咚 万师兄 是我 房内没有半点反应 夏宇和心中大感不妙 一腿踢烂房门 走了进去 房间内根本没有万花童的身影 在床上发现了尖刺黑虎王的尖刺 床上有打斗的痕迹 完了 万师兄被邪魔抓走了 夏宇和脸色大变 哭着鼻子 急冲冲地跑向风九幽的房间 咚咚咚 风弟弟 我是夏宇和 万师兄被邪魔抓走了 呜 哐当 风九幽打开了房门 看到夏宇和梨花带雨站在门外 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手上拿着尖刺黑虎王的尖刺 风弟弟 这是我在万师兄房间找到的尖刺 我亲眼看到 两个尖刺 黑虎把万师兄给抓走了 风九幽拿着尖刺 闪过一道疑惑 尖刺黑虎要抓也应该是抓我才对 为何对万花童下手 还有 在灵济城内 邪魔是如何能够进城 还不被修道者发现 为什么偏偏抓万花童 不好 这是针对自己的阴谋 故意抓走万花童 让夏宇和发现 引我上钩 一想到这里 风九幽瞬间明白了 自己刚来灵济城 并没跟人结怨 除了跟松人有过节外 便是杀了唐楚 难道另一个黑衣人 是唐楚的哥哥唐岩 风九幽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好你个松人 居然敢算计本公子 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夏宇和看到风九幽楚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顿时紧张起来 风弟弟 快去救我万师兄啊 要是晚了 说不定我万师兄便没了 风九幽看了一眼夏宇和后 笑道 放心 我一定把你万师兄完整的救回来 等我 一道白影掠过 瞬息间消失不见 风弟弟 你一定要救回我的万师兄啊 夏宇和双手合在一起 祈祷起来 风九幽使出咫尺天涯神通 感知万花童的气息 一眨眼便消失在灵济城 咦 城主谢广坤 感知到一道光从城内闪过 露出恶然的神色 难道有超级高手出现在灵济城 摇了摇头 仔细观察起城内外的邪魔动静来 唐公子 确定要把万花童放进邪魔的营地 虚空中 松人眼中闪过一道疑惑 万花童是他的尸职 也是灵济洞的超级天才 弟子的存在 这要是灵济洞洞主 活化石门发现 是他搞的鬼 死字都不知道怎么写 松长老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做戏要做全套 要做真实 万一风九幽不上当吗 唐岩嘴上如此说 心底巴不得让万花童死去 自己的弟弟死了 万花童也得陪葬 能让灵济洞损失一个天骄 对于落日谷百利无一害 这 松人看着万花童的模样 心中五味杂陈 一想到 他公然饱风九幽 眼中闪过一道凶狠 好 我同意 这就对了了吗 唐岩拍了拍松人的肩膀 两人打扮成尖刺黑虎的模样 抱着万花童 纵身一跃 落进了尖刺黑虎的大本营 两人找了一头母的尖刺黑虎 偷偷地把万花童给放了进去 刚离开的瞬间 风九幽出现在尖刺黑虎的房间 一把抓住万花童 出现在松人 唐岩的身后 当他们两个发现动静 准备回头时 碰 一声巨响 在他们身后爆炸 紧接着 一道响亮的声音 在营地里蔓延 灵济城的松人来偷袭了 只见一道白光闪过 瞬息消息不见 此时 风九幽带着万花童来到了高空中 静静地等待着接下来的好戏 万花童慢慢地苏醒过来 揉了揉脑袋后 看着旁边的风九幽 大感意外 风道友 我为何在这里 风九幽撇了撇嘴 晚上你不是被人绑了吗 我刚把你就出来 别说话 看好戏吧 万花童短暂回忆后 露出害怕的神色 顺着风九幽的目光 朝下方尖刺黑虎营地望去 唐公子 不妙啊 松人 唐岩彻底傻眼了 两人坐得天衣无缝 刚把万花童塞进去 等着风九幽来救人 没想到自己两人被人发现了 刚才那道爆炸 对他们两个 没有造成一丝伤害 不过却惊动了尖刺黑虎王 降等人 两人刚准备飞走 四个尖刺黑虎王 从营地里飞了出来 把两人团团围住 好你个松人小儿 白天害死我的足弟 晚上又来我营地放肆 找死 尖刺黑虎王发话后 几万头尖刺黑虎 密密麻麻地 把两人包围起来 尖刺黑虎怒吼起来 杀掉人类修道者 吃他心脏 吃他脑浆 尖刺黑虎响声震天 吓得松人 唐颜脸色骤变 面对如此多的尖刺黑虎 再加上四个尖刺黑虎王 就算他们两个是杜杰境初七 也头皮发麻 唐公子 怎么办 松人慌了 陷害风久悠不成 反而让自己身陷淋雨 第五十一章 反剑记 祸水东影 黄雀在后 吓 唐颜眼中闪过一道凶残 从储物界 取出两个符咒 还能怎么办 凉拌 杀 无数尖刺黑虎在虎王的指挥下 如潮水般冲来 他们纷纷幻化成魔虎之影 遮天蔽日杀来 大地颤抖 星辰暗淡 两人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松人取出长剑 高呼道 灵迹剑法 杀 四道剑气交织着 在虚空中爆炸 炸掉上百头魔虎之影后 又冲来上百头魔虎之影 没有其他办法的松人 继续发动大招 一次四道剑气 两次四道剑气 整整打出十次灵迹剑法 整个人的体内消耗 已经去了大半 他慌了 通过自己的大杀招 不过灭掉区区上百头 低境界的尖刺黑虎 那些实力强大的 根本没受到伤害 唐公子 快扔出仙杀符咒 唐岩看到即将冲过来的 尖刺黑虎 对着前后 分别扔出两个仙杀符咒 碰 两声剧烈爆炸后 冲过来的上千头 尖刺黑虎被炸成灰烬 两人趁此机会 越向空中 打算逃离 然而 在他们飞翔的瞬间 四只尖刺黑虎王 使出魔虎之影 四道几十丈高的魔虎之影 伸出四个巨大手掌 朝他们拍下 不好 两人使出长剑 朝巨长杀去 那四个巨大手掌 好像真实一般 砍中的瞬间 激起一阵火光 掌风没有受到半点阻碍 落在了两人身上 碰 两人被四道巨长拍到地上 地上瞬间出现两个人形巨坑 啊 两人被拍得 体内骨头咔咔作响 左胸断了几根肋骨 疼得两人直冒冷汗 松人 唐颜 艰难地爬了起来 看着四只巨大无比的尖刺黑虎王 还有几万头虎视眈眈的尖刺黑虎 两人心凉了半截 尖刺黑虎王 我们俩无意来到阁下的营地 还请阁下放我们离去 松人硬着头皮 拱手道 真你码有你的 大半夜跑到本王的营地 你居然说无意 你不知道 邪魔与你们人类修道者是不两立吗 求饶有用 还需要天道执法干嘛 杀了他们 尖刺黑虎王一声令下 浩浩荡荡地尖刺黑虎们再次冲杀过来 松人 唐颜脸瞬间黑了下来 好你个死黑猫 看我不切到你的狗猫头 唐颜作为年轻一代的绝顶高手 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年轻气盛的脾气一下涌了上来 施展落日谷的绝世剑法 落日长空杀相尖刺黑虎王 长剑落下 虚空中出现三个火球 顺着尖刺黑虎王的头顶落下 小娃娃 你找死 尖刺黑虎王突然便大了三倍有余 一个跳跃 对着空中的三个火球拍去 碰 巨大的响声在空中爆炸 火球被拍灭了 不过尖刺黑虎王却被烧烂了爪子 啊 我要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四头尖刺黑虎王同时发起进攻 双方交战在一起 剑气横飞 打得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剑气与力量的碰撞 一个尖刺黑虎王以受伤的代价 拔下了松仁的一只手臂 唐岩的一根肋骨 如此惨烈的战况 在松仁 唐岩身上从未出现过 头发散落紫啊肩膀上 衣服上血迹斑斑 两人怒气滔天 双眸泛着红光 尖刺黑虎王 你不要逼我们 今日不让我们走 就算我们重伤 也要突进你的手下 唐岩盯着围在周围的尖刺黑虎门 发出自己最强的警告 娘们叽叽 死来 尖刺黑虎王 发出真诚的嘲笑 再次命令其手下 发起攻击 咚咚咚 几万头尖刺黑虎 身上出现几万个魔虎之影 再次铺天盖地落下 眼看两人即将死在此地 唐岩摸出了一个 虚空传送令 嘴角闪过一丝肉疼 这个玩意儿价值连成 堪比斩到极神兵 走 在魔影落下的瞬间 唐岩拉着松人 消失在原地 虚空一阵波动后 出现在五十公里以外 在他们消失的原地上 发出一股强大的爆炸 大地出现了一个 深五十米的大坑 两人出现在一座山峰上 心有余悸地看着对方 唐 嗖 风九幽带着万花童 出现在两人面前 吓得两人瘫到地上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松人闪过一道慌张后 坐了起来 一脸镇定地问道 侍侍 你跟风九幽晚上出来 看星星吗 风九幽 万花童愣了一下 嘴角露出一抹讥笑 松人 你继续装 还有旁边这个死鱼眼 继续演 风九幽毫不留情地数落一通 气得两人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风九幽 不过 也只是想想 刚才的厮杀体内的灵气 失去九成 不足一成 拿什么去跟风九幽叫板 是说 你为何要暗害我 万花童眼中闪过一道愤怒 还有一丝惋惜 松人脸上 闪过一丝慌乱 假装镇定说道 万师直 师叔怎么可能陷害你 你可不要听风九幽胡说八道 你知道我跟他有过节的 风九幽眼中 闪过一道精芒 抿嘴笑了起来 松人 你还真无耻啊 连自己的失职也想害 你们的祸水东影失败了吧 黄雀做不成了 只能做螳螂 松人 唐言一口同声道 是你搞的鬼 刚说完后 两人便后悔了 不打自招 便向承认自己 晚上祸水东影 绑架万花童 师直 不要听他胡说 对 万道友 你可是我弟弟的好朋友 好朋友的哥哥 不会骗你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都是风九幽 万花童眼中闪过一丝难过 冷冷地看了一眼松人后 风道友 交给你出力吧 说完 便腾空离去 他下不了手 不代表万花童圣母 万师直 然而 万花童头也不回地消失在眼前 好了 两个螳螂 该清算我们之间的恩怨了 风九幽摸出寒冰仙剑 踢了踢指甲 一脸邪魅地看着两人 吓得松人 唐颜肝胆剧烈 风道友 我们只不过小误会而已 以后我发誓 不再找你麻烦 风道友 我弟弟做死 怪不得别人 他死得好 死得妙 感谢你为我唐家 除掉败类 人渣 两人为了活命 跪在地上求饶起来 他们刚不久 还是威风凛凛的杜捷进出七 中期高手 转眼间 跟接下球一样 不过他们头低下的瞬间 闪过一道杀意 作为修道者能屈能伸 为了活命 无所不用其极 可惜啊 我从来都不是圣母 得罪我 要么死 要么死得很难看 话音一落 原本跪在地上的两个人 高高跃起 抽出长剑 嘲讽九幽杀来 最后的灵力 最后的绝杀技 灵际一面 落日余晖 两人露出胜利的微笑 如此近的距离 两个杜捷进高手的绝杀 风九幽死定了 然而 一道光幕出现眼前 风九幽仿佛穿上了一件 来自天穷的铠甲 两人傻眼了 剑寸寸断裂 没有对他造成一丝伤害 只见风九幽手中的寒冰剑 轻轻一抹 不 两个脖子上出现一道细线 紧接着 两颗头颅冲天而起 两道血柱狂喷 两个傻逼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哎 风九幽捡起了储物界 瞬息百里 消失不见 定 宿主 灭杀一个杜捷进中期 一个杜捷进初期 获得三十倍幸运值 触发一万倍暴虑 获得修为值 48万点 累计修为值 272.8万点 第51章 一箭逍遥 VS谢远奎 灵际城 逍遥客栈 风道友 事情结束了 万花童眼中闪过一道难过 还夹杂着一丝莫名的愤怒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诗书居然联合唐言来坑害自己 嗯 你不会怪我灭了他吧 风九幽瞥了一眼万花童 嘴角微翘 说道 自作孽不可活 万花童眼中闪过一道恨意 不再理会松人坑害他一事 风道友 放心 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 万花童做出保证 他诗书松人失踪之事 烂在心底 一日 风九幽受邀 与万花童一道 参加邪魔商讨大会 在城主府上 谢广坤对着风九幽一顿猛夸 让无数道友羡慕不已 风九幽 好一个绝世添娇 昨天他杀的骷髅军团 三尾黑狼 尖刺黑虎节节败退 众人赞叹声不断响起 咦 你们谁知道 松人失地在哪 谢广坤还事了半天 没发现松人 这可是高端战力的重要人选之一 他要是不参加今日的守城大战 高端战力将会有不小的缺失 每一环都关乎到灵际城的安危 风九幽神色自然 并没流露出异样 万花童愣了一下 随即 平静下来 并没被外人发现不同 谢广坤敲了敲桌子 发现自己这方的高端战力 不过才三十人 面对邪魔的四十个杜结镜高手 相差甚远 心中隐约不妙起来 他看了看万花童 焦急问道 万师指 不知道令师能否出手相助 万花童僵了一下后 不确定说道 我传音试试 我不能保证 现场的杜结镜高手 带着期盼 朝万花童望去 有他师傅白棱镜坐镇 对付邪魔更有把握了 毕竟他站立在灵机栋排名第一 万花童传音后 一道威严的声音 出现在意识厅上空 本作的两个分身即将抵达 无庸担心 众人顿时一喜 世人都知道 白棱镜的两大分身为杜结镜后期 分身联手 可以硬抗杜结镜巅峰的高手 莫然 一道白影 一道黑影 出现在大厅 强大的气势 让人们纷纷后退一步 本作 白棱镜 本作 黑棱镜 两道冷酷的身影 生人物净 让在座的大能们倍感压力 风九幽一脸疑惑 似乎感觉到黑白棱镜分身的邪恶 两道气势无形中锁定自己 尽管两道分身并没有看向风九幽 谢广坤见到活化时的两道分身前来 顿时一喜 抱拳道 感谢白老祖持缘我等 我们灵机城这次 一定能打败邪魔们 啊 两道分身一口同声道 谢广坤开始排兵布阵起来 战场的冲锋 灭敌自然落到的洞虚镜 元神镜 紫府镜头上 作为高端战力的杜结镜 镇守天空 随时支援下方的人类修道者 风九幽 夏宇和 万花彤 被分在了一组 受洞虚镜谢远葵的指挥 谢远葵 谢广坤的侄儿 年龄一千岁 洞虚镜巅峰 为人高傲 被誉为将来谢广坤的接班人 镇守灵继城 活脱脱的官二代 不过 他看不惯比他天才的人 就算弟子万花彤 在他眼里 也不受待见 更何况风九幽 这个外来人 你们三个实力低下 在战场上眼光放亮点 不要我帮你们擦屁股 要是有人逞英雄 玩个人英雄主意 我绝不轻饶 谢远葵说话时 一直看着风九幽 嘴角露出一抹鄙视的笑容 夏宇和 你就待在我身边吧 你受伤了 我会心疼的 一道贪婪 轻略的眼神 在夏宇和身上打亮 恨不得一口把他给吃掉 三人瞬间恼怒起来 夏宇和这个小辣椒 哪里受得了他的无赖言语 喝根侵略眼光 谢师兄 多谢你的好业 我想 我在风九幽小弟弟身边 更安全些 就不劳你费心了 夏宇和话音一落 谢远葵一道冰冷的目光 朝风九幽扫去 嘴角挤出一道笔 一个子府境的垃圾罢了 他能保护你 昨天不过是简陋而已 要是本大人在 那些骷髅军团 三尾黑狼 一掌灭之 风九幽平静如水 没有丝毫情感波动 不过 万花童却开始发飙了 谢师兄 谢谢你的好业 我们三人 决定退出你的小队 什么 谢远葵睁着那双阴霾的瞳孔 不可置信地看着万花童 嘴角微微抽搐 万师弟 不要以为自己是弟子 就可以目中无人 记住 没成长起来的弟子 都是废物 万花童冷冷地看着谢远葵 这个不知死活的混蛋 你真以为风九幽是软柿子 你可以随便念 连唐颜 松仁师叔 都被他灭了 别说你个洞虚静的渣渣灰 道不同不相为谋 谢远葵 你好自为之吧 万花童带着两人朝门外走去 气得谢远葵火冒三丈 那双阴霾的双眸 闪过一道杀鸡 走到门口的时候 风九幽停了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暴怒的谢远葵 洞虚静 好了不起 我好怕怕 我劝你多吃几个桃桃 好好补补吧 风九幽嘴角露出一丝鄙 转身便离开了这里 你 面对风九幽的讥讽 作为洞虚静的谢远葵 如何受得了 大声喝道 垃圾 给我站住 垃圾叫谁 垃圾叫你 反应过来的谢远葵 勃然大怒 单手朝风九幽拍去 势必把他一巴掌拍碎 空中凝聚成一个巨大的手掌 遮天蔽日出现在灵济城上空 路人露出惊讶的表情 纷纷议论道 谢远葵又在欺负人了 他的擎天掌 可是先级战法 一掌可以轻松拍碎整座大山 你们不知道吧 谢远葵的擎天掌 可是能入了灵济洞前十的战法 号称灵济洞第一掌法 那个道友惨了 谢远葵动了杀机 路人道友们并不看好风九幽 毕竟一个洞虚静巅峰的超级高手 那是可以轻轻松松碾压子辅境的存在 谢远葵 你找死 面对他的咄咄逼人 风九幽怒了 抽出手中的寒冰仙剑 阳天一指 怒吼道 一剑逍遥 光 刹那间 狂风大作 灵济城上空风云变色 乌云散开后 出现了十个烈日 每一个烈日都闪烁着恐惧的能量 仿佛大地要被晒干 化作一片焦土 烈日的光芒垂下 化作无数火焰垂直落下 不好 正在主持会议的谢广坤脸色大变 他焦急地看着活化石黑白棱镜 白棱镜的两道分身 闪过一丝惊讶 没想到风九幽还有如此大杀招 甚至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一丝威胁 幸好他不是原神境 否则 还真拿他没有办法了 毋庸担心 两道分身消失在意识阁 瞬间出现在灵济城上空 只见两道分身抽出长剑 对着空中的十个烈日斩去 高呼道 一剑斩天穷 一剑斩落日 瞬息间 两道剑气化作一道黑凤凰 一道化作白凤凰 带着仙灵之气扶摇而上 没入十个烈日里 砰 十道巨响后 天空中的烈日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53章 风九幽vs骷髅王 一场争斗在白凤净分身的插手下 停止了争斗 众道友看得目瞪口呆 无论是风九幽的一件逍遥 光产生的十日连空 还是白凤净的两道斩天穷 斩落日 都已经属于斩道极战法的范畴 一个子斧镜打出的招式 却让一个杜结镜后期的两个分身来解决 可想而知 风九幽有多么的恐怖 路人们纷纷赞叹起来 风九幽辞子 一定会成为生命禁区的第一人 一名路人忍不住夸奖起来 你这不是废话吗 要不是活化石白凤净出手 谢远葵估计会被烤成灰烬吧 一名路人附和道 甚至看不起谢远葵的小人作风 此事 到此为止 下不为例 否则 动法处理 关入九幽监牢 黑凤净冷冷地看着两人 交代完后 黑白凤净分身消失不见 谢远葵脸上青一块 紫一块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没想到风九幽还有如此恐怖的大杀招 要不是活化石的两个分身出现 自己一定会化成灰烬 她不甘心地瞪着风九幽 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风九幽 你给我等着 邪魔退去后 你我深渊一战 可敢 风九幽抬头 瞥了一眼谢远葵 好 转身便跟着万花童 夏宇和离开 风弟弟 你这招一箭逍遥 光 有点酷啊 能不能传给小姐姐我 夏宇和双眼扑闪扑闪 一脸崇拜地看着风九幽 风九幽上下打量了一番 撇嘴道 你的天赋长在胸口 没有长在脑子上 学不了这个剑法 激动的心瞬间被浇灭 夏宇和游情转阴 咆哮起来 好你个风九幽 你的天赋才长在 她的脸瞬间红彤彤的 嘴角不饶人骂了起来 心里却是美自知的 按道 老娘身材好 你羡慕去吧 万花童鸣嘴笑了笑 不禁摇了摇头 带着两人朝逍遥客栈走去 好 城外传来一声巨响 划破天际 传到灵济城 镇的一众修道者 头皮发麻 全体修道者 速来城墙 邪魔已经开始发动总攻 密密麻麻的邪魔 宛若洪水冲来 大地开始颤抖 恐怖的魔器笼罩在灵济城上空 邪魔们整齐划一 列队前行 堪比打仗的士兵 城墙上 东南西北寺的大门 都驻守了杜杰进高手 所有人脸色凝重起来 面对这几千万的邪魔 能不能守住城池 就看这一次了 这一次 也许很多道友 都会生死盗销 这一次 也许邪魔会攻破城门 屠戮城中的家人 这一次 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 兼并肩作战 但 没有人退缩 哪怕面对比自己这方 多出近乎五六倍的邪魔 家园在后 家人在后 容不得他们半点距迪 道友们紧握手中的武器 摸出储物界里面的符咒 大战一触即发 风九幽跟随万花童 夏宇和来到了西城门 城下密密麻麻的骷髅军团 冲锋了起来 他们不畏生死 具有重生天赋 滚滚而来 杀 杀 杀 城墙上的道友们沸腾了 拿着武器 跟攻城的骷髅军团们 厮杀起来 风九幽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这些可都是自己的经验值啊 万道友 下道友 我先杀一波 你们镇守西门 风九幽踏步虚空 瞬息出现在武功里外 这一次 他专门找子府进后期以上邪魔 只有这样 自己才能快速升级 至于那些地狱子府进后期的 能不杀就不杀 骷髅将军 死了 这一次 风九幽摸出了小金枪 瞬间变成了一杆超过两米的长枪 捂着长枪 杀向骷髅军将军 人类小儿 你找死 两支五万骷髅军团围了过来 风九幽散发的生气 超过了杜杰境初期 对于骷髅军来说 这可是他们晋升的绝世良药 特别是两个骷髅军的将军 吃了风九幽 他们有50%的几率 进化成骷髅王 那可是杜杰境的大能 甚至未来修成鬼王 鬼帝都有可能 杀 骷髅军团猎阵阵 捂着鼓刀 鼓剑杀了过来 密密麻麻的刀锋 剑影 滚滚而来 强大的魔气 弥漫在风九幽的上空 小金枪开始转动起来 体内的 杀伐天晶 自动运行 对于魔气 死气 杀气都能吸收转化成自己的灵力 神游八荒 战 对付这种没有血肉的骷髅军团 神游八荒第一示战 是他们天生的克星 风九幽上空 出现劈啪的响声 一股股金色的气龙 从天而降 纷纷没入骷髅军团中 那些被金色气龙沾上的骷髅们 瞬间化为虚无 没有一丝重生的可能性 只见风九幽施展 咫尺天涯神通 整个人化作一道光 穿插在骷髅军团中 无数金色气龙落下 五万骷髅军 顷刻间被灭得干干净净 两个骷髅将军 被风九幽的杀戮给震惊了 眼眶中的鬼火 变成了红色 提起鼓刀 化作两道白光 朝风九幽杀去 鼓刀闪过 鼓迎巧智 手起刀落 凶狠无比 然而 风九幽的小金枪 化作一条金色巨龙 盘旋而上 击中两柄鼓刀后 瞬间化为灰烬 紧接着 在两个骷髅将军的呆滞中 气龙没入两具骷髅的鬼火中 碰 连声巨响后 两个骷髅将军 顷刻间化为虚无 定 宿主 灭杀两头 元神镜初期骷髅将军 获得十倍幸运值 触发一千倍暴率 获得修为值 一点六万 累计修为值 二百七十四点四万点 就这 风九幽傻眼了 居然出了的一千倍暴率 杀了两个元神镜的骷髅将军 才获得一点六万点 莫然 一道杀意从天而降 义柄泛着白光的骨刀 从虚空中杀来 不好 危急关头 直指天涯神通一开 风九幽化作一道光速 消失在原地 碰 一声巨响震天动地 风九幽刚才站的地方 出现一个三十米长的刀坑 一个巨大的骷髅王出现 他的眼眶中 闪着紫色的鬼火 朝风九幽看去 卧槽 你个丑八怪 居然玩偷袭 是不是玩不起 风九幽闪过一丝后怕 看来在战场上 必须保持警惕 不然又会被这些 恶心的玩意给偷袭了 该死的人类小儿 杀我不暇 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一道灵魂意识 从骷髅王紫色鬼火中传出 此刻的他 无比愤怒 昨日风九幽杀了 他几十万骷髅军 今日又灭了他五万大军 还把自己的两个手下将军给灭了 可以说是仇身四海 不共戴天 风九幽竖起终止 鄙视道 骷髅王 你有什么好好横的 威胁有用的话 还需要天道做什么 第五十四章 三个肚结邪魔 VS风九幽 高达几十丈的骷髅王 伸出他那只二十丈的大长腿 狠狠地朝风九幽踩去 宛若一座巨山压下 遮天蔽日 恐怖如斯 Soul 指使天涯神通施展 风九幽瞬间消失在原地 碰 一阵地动山摇 风九幽原先的地方 出现一个几十米长的脚印 该死的虫子 我踩死你 骷髅王抬起脚来 往下一看 并没有发现 风九幽尸体 嘎嘎 他的脑袋呈180度旋转 脑袋转到后背 依然没发现风九幽的存在 忽然 他的手掌泛着白光 朝脑袋抓去 Soul 风九幽一个 逍遥步 躲掉了他的攻击 手中的小金枪 对着他的手掌杀去 神游八荒 站 请客间 一道巨大的枪影 从天而降 带着数条气龙落下 找死 骷髅王 手中的骨刀旋转起来 泛起黑气 形成一条黑色的气龙 迎面上 金色气龙 与黑色气龙相交 碰 一声巨响在空中响起 腾起一团蘑菇云 风九幽逼近他的身边 小金枪化作一道气龙穿过 骷髅王的手掌 出现一个大洞 啊 该死的虫子 你居然伤了我 我要把你变成骷髅奴隶 天天用九幽之火烧你 发狂的骷髅王 仰天大叫 忽然 在他的紫色鬼火下 那些人类修道者杀掉的邪魔们 纷纷复活起来 很多邪魔骷髅狗 骷髅狼 骷髅虎 从地底爬了出来 在骷髅王的召唤下 他们列队整齐 朝风九幽杀来 轰隆隆 大地开始震动 如潮水般的召唤物们 瞳孔中泛着火光 骷髅挨着骷髅 搭建了一把长达几十丈的骷髅之梯 隔着风九幽几十丈远 便开始发动空中飞人攻击 无数骷髅宛若蝗虫 从空中杀来 哼 看我神游巴慌 站 风九幽持枪 旋转 长枪所指之处 山崩地裂 目光所及处 无数金色长枪从天而降 带着金龙龙鸣之意 跨越星河而来 空中的骷髅们 成了金色长枪的火把子 金光触碰之 纷纷化为烟粉 消失在空中 一个 两个 几万头召唤的骷髅怪 消失不见 在风九幽周围500丈空间里 落下无数黑灰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 咚咚咚 风九幽的大沙特沙 气得骷髅王暴跳如雷 自己召唤的骷髅手下们 顷刻间化为灰烬 紫色的火焰疯狂跳动 不灭掉风九幽 骷髅王誓不罢休 一步几百米 跨步而来 手中的骨刀猛烈一挥 锁定了风九幽 一道刀钢之气劈了下来 虚空被割裂 琵琶声响彻天际 刀钢锁精之处 瞬间化为虚无 风九幽正打算施展 咫尺天涯神通 发现了周围的空间 全部被锁定 脸色凝重起来 他感应到 两个邪魔镀截近高手 联手封锁了空间 刀钢落下的瞬间 在风九幽体外 出现一道铠甲的屏障 天穷护体被动出发 碰 一道火光闪过后 风九幽安然无恙 空中的三个邪魔 露出惊讶的声音 咦 骷髅王 三尾黑狼王 尖刺黑虎王三大王者 小虫子 你居然有神功护体 骷髅王的子火疯狂跳动 手中的骨刀亮了起来 风九幽看见三人缓缓走来 心中一紧 没想到邪魔三个王者 居然联手来对付自己 三个邪魔 你们居然不讲邪的 联手欺负我 一个人类 风九幽单手握住小金枪 插入地上 整个人靠着小金枪的枪体 看着三人 嘴巴上嚷嚷到 握小金枪的手更紧了 骷髅 这个小虫子 交给我来炮制吧 三位黑狼王 抬头看了看空中的厮杀 暂时人类 处于被动防守局面 留给灵济城修道者的时间并不多 还是让我来吧 我尖刺黑虎族的仇 必须用他的头颅来洗刷 庞大的尖刺黑虎王 双脚一踩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地底一直蔓延至 风九幽的大腿处 三个邪魔王者 为了吃风九幽 争强起来 风九幽千里眼一瞥 发现骷髅军团 三位黑狼军团 尖刺黑虎军团 已经攻到西门处 无数人类修者 纷纷毙命 不好 我的经验值啊 风九幽 趁着三个邪魔王者 争抢之际 指使天涯神通 再次发动 整个人仿若 进入传送阵一样 消失在了 他们三人的眼皮子底下 操 小虫子呢 三邪魔争论了半天 刚不留神 发现风九幽不见了 一瞬间 风九幽 出现在下雨河的身边 只见他大汗淋漓 汗水早已打湿了胸前 晃去 都快亮瞎风九幽的双眼 该死的邪魔们 杀死你 一个海底捞月 弯月剑气倾泻落下 十几个子辅近的邪魔们 被他纷纷斩断了头颅 一个追星逐月 数个星点剑气神出鬼没 围攻在人类修盗者身边的 骷髅军团们 纷纷炸裂 哎 要是风弟弟 再就好了 下雨河一边杀 一边不忘记风九幽的 大沙特沙 漠然 一道黑气从天降 化作一道黑蛟龙 直面下雨河的脑门而来 不好 风弟弟救命啊 在危急关头 下雨河并没向万花童求救 而是自然叫起了风九幽的称呼 一道金龙穿越虚空而来 朝着黑蛟龙杀去 碰 在下雨河头顶五百米处 黑蛟龙 金龙香蕉 发生剧烈爆炸声 一袭白衣 一旦金色长枪 风九幽虚空踏步 迎着邪魔黑蛟龙杀去 该死虫子 破坏我的大姐 我要童话你 邪魔黑蛟龙疯哮 自己的暗中猎杀天才计划 被一个小小的子辅近人类破坏 让他暴跳如雷 疯狂摆动巨尾朝风九幽甩来 上方的灵气 瞬间被抽成虚无 沾满尖刺的巨尾 宛若几十米庞大的利剑 迎面砸来 哼 直使天涯神通一开 风九幽消失在虚空中 瞬息至邪魔黑蛟龙的后背上 趁着他尾巴扫空的机会 手中的小金枪 闪电般使出神油八荒 血插入了他的躯干中 啊 该死的虫子 住手 不过一个呼吸的时间 邪魔黑蛟龙体内的精血 疯狂涌出 在神油八荒 血的转化下 化作庞大的灵气 没入风九幽的体内 杀 骷髅王 三尾黑狼王 尖刺黑虎王杀了过来 卧槽 你们三个畜生 一点邪的都没 望作邪魔 风九幽抽回小金枪 看着三道杀招将至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黑蛟龙的背上 化作一道白光 朝后方骷髅王他们的大本营杀去 第五十五章 仙雷降临 仙天无暇混沌体大成 日月无光 虚空破碎 林继承杜结镜高手 被邪魔打得节节败退 谢广坤作为林继承的统帅 此刻 手臂被打断一只 鲜血染满了衣裳 林继栋护宗长老贾斯曼 胸口鲜血直流 肋骨打断了两根 几十个杜结镜高手 除了白棱镜的两大分身外 其余人都挂踩了 反观邪魔一方 除了黑鼠王 黑蛇王受了重伤外 其余五十个杜结镜邪魔 几乎都没受过重伤 虚空中 决定性的战役已经打响 白棱镜的两大分身 正在与邪魔的第一王者 黑猿王疯狂厮杀 两大分身战力无双 剑气横流 斩断虚空 毁灭星辰 黑猿王魔器滔天 防御无敌 拳脚破天 虚空碎裂 两人从地上打到空中 再打到虚空 一时半会儿 是无法分出输赢 地下的战斗 也进入了白日化 无数人类修道者纷纷毕命 邪魔以数量碾压众人 幸好风九幽杀入了 邪魔的后方大本营 才避免了上千万邪魔 同时攻城的局面 西门城墙上 夏宇和 万花铜 满身血迹 气喘吁吁地 看着一百公里外 神色担忧起来 万师兄 风弟弟能打败 四大度洁净的邪魔吗 夏宇和嘴角抽搐 担心全部写在脸上 很难啊 对方可是邪魔中的王者 还是很难对付的骷髅王 黑蛟龙 三尾黑狼王 尖刺黑虎王 万花铜只恨自己实力低下 别说跟杜杰镜的邪魔厮杀 连洞虚镜后期的邪魔 都无法战胜 自己这个弟子 比起风九幽来 差得太多 万师兄 你快看 万花铜顺着夏宇和的手指 看向了一百公里外 此时 风九幽杀红了眼 在杀伐天经 至尊级功法的加持下 以战养战 体内灵力充沛 整个人越战越勇 骷髅 三尾黑狼 尖刺黑虎 黑猿等等将领级邪魔 被风九幽杀得倒地一片片 不是被杀成灰烬 就是被吸光了精血 请客间 地上死了超过一千头洞虚镜的魔将 定 宿主 你已获得一千万修为值 累计 一千二百七十二点八万点 宿主 你满足先天无瑕混沌体大成条件 需要突破吗 耳边传来系统的电音播报 让风九幽喜出望外 完全没想到杀了半天 修为值暴涨了一千万 突破先天无瑕混沌体大成吧 风九幽激动到 定 小城先天无瑕混沌体大成 突破中 恭喜宿主 突破至先天无瑕混沌体大成 具体的情况 请宿主自行查阅 漠然 一股庞大的力量 从风九幽身体迸发而出 劈啪 天空突然变色 原本烈日的天空 顷刻间变成了黑夜 原本追杀风九幽的黑蛟龙四魔 露出惊恶的表情 整个战场宛若世界末日 天空出现星辰陨落 星河爆炸的画面 仙雷轰鸣 无数雷电弥漫在战场之上 这一刻 灵济城的修道者 工程的邪魔们 纷纷停了下来 风九幽身体内部丹田世界 大道之声不断响起 整个丹田世界 再次扩大了一百倍 先天混沌之气弥漫 六大先天之物 再次发生蜕变 一朵冰帘 大道营绕 寒意冰封九天 一本天书 文字闪烁 雷电轰鸣 幻化成无数大道落下 一颗剑草 剑气直冲云霄 万剑齐发 剑气游荡在虚空之中 六大先天奇物 蠢蠢欲动 在丹田世界大道交融 风九幽 感觉自己的身体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宛若一头远古巨龙 一拳可以砸碎一颗星辰 体内的每一滴精血 堪至尊神药 骨骼变成了金色 僵硬的程度 堪比大地神兵 金色的血液 漫游至全身 洗涤全身肌肉 四肢百骸 五脏六腑 先天无暇混沌体突破大城 还差最后一步 仙雷洗礼 轰咆咆 无数仙雷在乌云中翻滚起来 下方的生灵们 纷纷露出恐惧的表情 无论是人类修道者 还是邪魔们 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完蛋了 九九八十一道紫色仙雷 化作八十一道仙兵 仙将朝风九幽杀来 毁天灭地的杀戮 冲天而降 仿佛要吞噬所有生灵 万师兄 是风弟弟杜截 下雨和被吓得不轻 脸上金融再现 完蛋了 师妹 风道有度的 好像是身体的大截 九九八十一道仙雷截 比杜截境的截 还要强大数倍 相当于杜截境高手 突破斩道级的截难 万花童脸色骤变 神体以上修道者 在突破身体大成时 天道会降下截难 一般最多是三九雷截 除非那些逆天的先天道体 甚至混沌体杜截时 天道会降下六九雷截 像风九幽这种九九仙雷截 根本没听说过 甚至连典籍中都没记载过 六九仙雷截度过的人寥寥无几 更别说九九仙雷灭世截 虚空中 黑白白棱镜 分身露出惊恐的表情 风九幽居然突破了身体大成 还降下了九九仙雷截 他根本没听说过 小小的子府竟会突破身体大成 就连白棱镜自己 已经是杜截境巅峰的存在 通过无数灵丹妙药打磨身体 修炼了一万多年 分身倒体才突破出城 这已经是生命禁区 能突破身体的极限了 而风九幽 却打破了几十万年来的记录 双目中闪过赤裸裸的贪婪 一定要得到他的身体 大成的大倒体 必定会让他成为生命禁区第一人 此子不死 必能镇压生命禁区 成就无上伟业 黑猿王口吐人言 赞美起来 尽管他跟人类是敌对 此刻 他也不得不赞美起风九幽来 同时 眼底的杀戮更浓了 此子不除 生命禁区无人 无魔能抗衡 风九幽傲然于仙雷之中 手指八十一个仙雷化的仙兵仙将 蔑视道 小小仙雷姐 给爷趴下 八十一道仙兵仙将彻底怒了 挥动着长矛 长枪 长剑 朝风九幽杀来 无数仙光倾泻落下 长矛之下 寸草不生 长枪之下 山崩地裂 长剑之下 战场化作湖泊 恐怖的杀鸡弥漫在战场上 无数仙剑之气 铺天盖地落下 一千米 一百米 十米 一米 八十一道兵器刺入 然而 在八十一道兵器刺入的瞬间 天穹护体出现 在风九幽的身体外 出现透明的气罩 所有的攻击全部打在了气罩上 能量被气罩吸收后 反补进入风九幽体内 庞大的仙雷之力 疯狂吸收中 原本处于子辅进后期的实力 轻松突破至子辅进巅峰 八十一道仙兵仙将 愤怒地继续攻杀而来 那道天穹护体之气盘旋在风九幽身上 无论仙兵仙将如何攻击 都拿风九幽没有丝毫办法 最终 八十一道仙兵仙将带着不甘 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第五十六章 法天相帝 单手灭魔 风九幽傲视天帝 僻逆天下 仙天无瑕 混沌体 仙雷大劫 轻松度过 仙天无瑕混沌体大成 终于突破了 解锁了第一道攻击神通 法天相帝 可以效仿天地气势 自由变幻 比如变成一个几十丈的巨人 体内力量 数法攻击提高了一百倍 轻松毁天灭地 经得风九幽露出惊恶的表情 有了如此神通 战场上的那些邪魔 还不分分钟被捏死 第二道辅助领域 化地围牢 通过自身的灵力 在自身周围五十至五千米范围内 形成一个牢不可摧的监牢 把敌人封锁在牢笼中 处于牢笼中的敌人 实力下降一半 生命力会被抽掉来维持化地围牢的运行 除非打败风九幽 否则 牢笼会维持到敌人灭亡为止 超过两大境界 化地围牢将会失效 等风九幽突破至斩道禁时 可以轻松封锁住混元镜高手 至于能不能打败混元镜 这个就是先人之上的战斗了 第三道灵魂攻击神通 道心问天 通过灵魂 发出迷惑性的道心问天拷问 让敌人陷入对大道的迷茫 瓦解敌人的内心 彻底丧失追求大道的心智 重者 道心崩溃 成为废人 轻者 道心停滞 再无境界突破 此灵魂攻击神通 不能超过自身两大境界 若敌人的神魂力超越自身 基本无效 三大神通 领域是对突破先天无瑕混沌体的嘉奖 更是风九幽 立足三千大世界的根基 风九幽不敢想象 在杀伐天经的配合下 施展法天向帝 化地围牢 有多么的恐怖 再结合百倍攻击buff 连杜杰镜都得隐恨 空中的邪魔 人类杜杰镜高手 露出惊恶的表情 相对于人类杜杰镜高手的惊讶 邪魔们脸上多了一股杀气 如此人类修道者的存在 成长起来 注定了是他们的梦魇 虚空中 黑猿王双目星红 他不允许风九幽存在世上 力声道 杀了杜杰的人类修道者 刚刚暂停的骷髅王 三尾黑狼王 黑蛟龙 尖刺黑虎王 四头邪魔 联手再次杀来 死 骷髅王仰天长笑 一道神秘的傲口音传出后 大地出现波动 无数埋藏在地底 死去的人类 邪魔们纷纷复活 密密麻麻的骷髅大军 嘲风九幽 劣阵杀来 黑蛟龙吞云吐雾 散发出强大的黑气 召唤出密密麻麻的小蛇 遮天蔽日出现在空中 红气 黑气 黄气 剧毒如雨纷纷落下 三尾黑狼王 嗷嗷直叫后 身体便大了十倍 一头庞然大雾的三尾黑狼王冲了过来 尖刺黑虎王 额头上的王字闪烁着黑光 尖刺如剑雨 纷纷朝风九幽击射而去 身体便大了十倍 伴随着三尾黑狼王 一同杀向风九幽 大地在颤抖 厮杀声响彻天际 他们离风九幽一步之遥 眼看攻击即将落下 哼 法天相帝 莫然 风九幽瞬间变成了一个几十丈的巨人 他仿佛头顶星辰 脚踏生命禁区 整个人的力量提高了不止百倍 一拳挥出 空中瞬间变成真空 化为虚无 那些飞来的利剑 毒气等纷纷消散 一脚踩下 无数骷髅军团 纷纷化为烟粉 大地出现巨大的脚印 这 空中的杜杰镜高手瞠目结舌 他们一直流行着地上的风九幽 没想到他居然学成了神通之法 这不是极高层次的仙人境界 才能学的吗 他一个子辅近后期 如何能学 难道他是某个神兽大能的后裔不成 虚空中交战的白棱镜两大分身 露出惊恶的表情 如此牛逼天赋的风九幽 必须是自己的第三道分身体 双眼冒着火光 恨不得现在冲下去 把风九幽给镇压了 好带回去施展三生分身术 黑猿王越打越心惊 这两个该死的双胞胎 境界比自己低 联手起来 自己居然拿不下他们俩 黑白分身配合完美 无懈可击 总能分化他的狂暴力量 该死的人类小儿 你惹毛了我 我要一屁股作死你 黑猿王疯狂拍打着胸脯 虚空中幻化出一个庞然大物的黑猿王 朝两道分身杀去 万师兄 快看 风弟弟变成了一个大巨人 天哪 他的九块腹肌 看上去好帅啊 刚准备夸奖的风九幽的夏宇盒 瞬间秒变小迷妹 万花童被风九幽的神通之法 吓了一跳 一个子府近后期的修道者 居然会施展如此牛逼轰轰的神通之法 惊掉了他的下巴 卧槽 奈何他没文化 只有一句卧槽走天下 邪魔们要倒霉了 果然 万花童的话印证了他的想法 风九幽施展法天向地后 所向披靡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一个纵身跳跃 一拳 一脚 都演化着自然的伟力 地上的骷髅军团在大脚下 纷纷被踩碎 宛若蚂蚁般 拿风九幽一丝办法 也没 天上的黑蛟龙 疯狂地发起进攻 吐出闪电攻击 一个巨大的雷球出现 我敢说 那个雷球的电 足够十万人的小城镇 用一晚上的电 电闪雷鸣 琵琶声不断响起 该死的人类 去死吧 雷球发动攻击 化作巨大的光球落下 然而 雷球还抵达风九幽头顶时 他的巨手一抓 整颗雷球被禁锢在风九幽的手上 他露出邪魅一笑 朝下方的三尾黑狼王 尖刺黑虎王仍去 琵琶 碰 一道电闪雷鸣的炸弹响起 周围五百米 化为一片焦土 那些冲杀的骷髅军团 全部消失得干干净净 不可一世的三尾黑狼王 尖刺黑虎王 骷髅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原本黑乎乎的三尾黑狼王 尖刺黑虎王 此刻 毛发像做了一个火燎发型 烧焦了 骷髅王的手臂骨 被炸断了一根 出现了残疾的模样 该死 黑焦龙 你礼貌吗 玩电玩不好 别玩 以免误伤 黑焦龙 你能不能发出你的臭屁攻击 三个渡截镜 邪魔大为不满 嚷嚷起来 咦 风九幽露出诧异的目光 居高临下 看着三个小矮人 三头邪魔牢牢叨叨 神识却一直锁定风九幽 趁着他低头时 三头邪魔发起了必杀攻击 so 原地消失不见 他们全部腾空 出现在风九幽的后背 骷髅一展 黑虎掏心 黑狼咆哮 黑龙开天 四个邪魔不约而同地 使出本命战法 杀了过来 风九幽沉重冷静 手中多了一杆 超过五十米的金色长枪 神游八荒 战使出后 枪出如龙 刺破云霄 一道 两道 四道金色弃龙冲杀 四道本命战法 在金色弃龙的杀戮下 瞬间瓦解 紧接着 金色长枪 在法天向地的加持下 宛若星辰坠落般 呼啸而下 朝四头渡截镜 邪魔落下 不好 那股强大的战役 无法抵挡 攻击的力量 已经超越了他们 所能承受的范围 来不及逃脱的四头邪魔 被枪势扫中后 纷纷砸入大地 还没来得及反应 两只大脚腾空落下 第五十七章 晋升元神镜 喜提先天到胎元神 咔嚓 骷髅王瞬间化为烟粉 三位黑狼王 尖刺黑虎王 黑蛟龙被踩成肉饼 四道邪魔的神魂刚飞出 一道化地为牢的领域出现 他们的瞬间大挪移 全部失效 连同周围的无数骷髅兵 三位黑狼军团 尖刺黑虎军团等 全部被关在了里面 放我们出去 我们再也不敢 攻打灵济城了 四个渡截镜的邪魔 撞了半赏结界后 发燃无济于事 便开始求饶起来 尽管他们是元神体 跟他们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只不过是透明小邪魔吧 想活命 这个要多加钱的 风九幽宛若一座巨山 压在他们心底 压抑 难受 还有恐惧 你你想要什么 风九幽眼睛一亮 盯着他们元神体的脚趾看 笑道 快点把你们脚趾上的 储物借给我 四个元神体 闪过一丝肉疼 这里面都是他们 上万年以来的珍藏 可以说是他们修炼的根本 没了储物界里面的资源 他们想再进一步 已无可能 哼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这个道理里面 活了上万年 不懂吗 看到四头邪魔犹豫不决 风九幽开口提醒道 他害怕四个邪魔 自爆了储物界 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 四头邪魔咬了咬牙 看着风九幽说道 希望你信守承诺 放我们离开 说完后 四人解除了储物界认主 飞向了风九幽 拿到储物界神石一扫 风九幽再也无法淡定了 笑得合不拢嘴 里面全是生命禁区的特殊仙药 虽然是夏萍 但那也不是一般 肚结竟能拥有的 除了仙药外 还有疾病仙气 不过似乎是人类修道者用的 特殊的辅助修炼阵盘 仙甲等等 这个要是拿出生命禁区外 必定会被五大圣地 一流势力追杀 你们这些宝贝 是在哪里收刮的 风九幽进入生命禁区 不就是为了历练 寻宝吗 作为来自三千大山深处的邪魔们来说 肯定知道 那些地方有类似仙藏这样的宝地 这 四头邪魔一脸恼怒地看着风九幽 他不但要对他们抢光 还想去他们的密地收刮 真是一个贪婪的人类 你们不说 没关系 我会让你们后悔 风九幽也不逼他们 先收拾化地为牢中的小喽啰了 他恢复了正常身体 不过之前被身体变大炸裂的衣服 早已没了 低头一看 整个人被吓了一跳 自己居然光溜溜的 一丝不挂 甚至某个物件还在迎风飘扬 一丝凉意传来 自己双腿紧夹 赶紧从储物界磨出衣服换上 要是没有杀伐天经的支持 自己施展的法天相帝也好 化地为牢也罢 都维持不了几个呼吸 果然系统出品 必属精品 那些骷髅兵 三位黑狼 纷纷畏惧地看着风九幽这个恶魔 都退到结界一角 没有半点战斗的勇气 连自己的王都被打成了原神体 他们又如何敢直面他 你们都是我的经验值 本公子秉着不浪费的原则 宣布 你们死翘翘了 长枪在手 天下无敌 逍遥部化作一道光 腾诺在邪魔队伍中 长枪游走 一枪一个小朋友 嗯 一枪上百个邪魔 纷纷隐命 不到五个呼吸时间 那些疯狂逃窜的邪魔们 全部死在了化地为牢里面 吓得四个原神体瑟瑟发抖 一脸恐怖地看着风九幽 这他妈还是人吗 这个该死的邪魔 能不能滚远一点啊 四个原神体内心无比恐惧 该你们了 风九幽一句话 宣告了他们的死亡 化地为牢快支撑不够了 失去了那些邪魔们 已无多少能量 维持了 再继续下去 自己很快便会被抽干了灵力 不 我们愿意告诉你 密地在哪里 晚了 小金枪化作一道金光 从虚空中杀出 一连四个窜在了一起 不 空中传出他们最后的余音 四个邪魔中的王者 居然被风九幽给宰了 这一幕 被空中交战的邪魔 人类修道者见状后 吓得不轻啊 一个子府境巅峰的人类 居然能变身巨人 还能施展领域 麻蛋 这是那个先攻下来历练的大佬啊 定 宿主 灭杀四头渡截境初期邪魔 获得三十倍幸运值 触发十万倍暴率 获得九百六十万修为值 宿主 灭杀一百万头邪魔 获得两千万修为值 累计修为值 三千二百三十二点八万点 宿主 已经打成元神境初期突破 需要突破 还是兑换功法 风九幽抬头看了看天空 那些渡截境邪魔 恨不得吃掉它 人类修道者中有人产生了贪恋 甚至感觉到虚空中 一道赤裸裸的贪婪神石 此刻 它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当然是突破修为 系统 我选择突破元神境初期 宿主 修为贯体进行中 子辅境一千万 子辅境急境突破完成 元神境一千万 元神境初期突破完成 剩余修为值 一千二百三十二点八万点 莫然 风九幽浑身一阵 体内的生命再次发生蜕变 元神境 生命周期延长至一千年 此刻 风九幽感受到体内的气血如龙 整个人浑身充满了力量 在丹田处 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缩小版风九幽出现 三寸高 身上泛着金光 它漂浮在丹海之中 双眸紧闭 体外散发出浓浓的大道气息 这似乎跟传说中的元神体不一样啊 作主 恭喜你修得先天道胎元神 此元神体 堪称九天十地最强的元神体 它全身自带大道气息 可以配合绝对防御 抵挡元神攻击 低于三个大境界 不会对你的元神造成一丝伤害 超过三个境界 可以降低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二十的元神 神石攻击伤害 先天道胎元神 未来参悟大道 领悟神通 堪称作弊器 得到系统的解释后 风九幽整个人都快疯了 奈奈的熊 体质是先天无暇混沌体 连修出的元神体 也是先天道胎元神 如此恐怖 自己在生命禁区 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邪魔们 快到本公子碗里来 风九幽 看着那些厮杀的邪魔们 双脚一蹬 冲天起 一步十里之遥 来到战场中央 一箭逍遥 风 手持寒冰箭 打出了一箭逍遥 第三十封 请客间 整个战场出现 一股庞大的飓风 此飓风 不是自然界平常的飓风 而是夹杂了 来自虚荒之地的荒芜之风 触碰之 瞬间化为虚无 可谓恐怖如斯 那些冲锋的邪魔军团们 在荒芜之风下 纷纷化为虚无 战场上的邪魔 如潮水般的阴灭 惊得天上作战的杜杰镜高手 瞠目结舌 找死 黑猿王彻底怒了 要是让风九幽继续杀下去 邪魔军团必然会全军覆没 魔猿朝战场上拍下一掌 遮天蔽日 气势恢弘 他也不管下面有多少邪魔 有多少人类修道者遭殃 此刻 他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一巴掌拍死风九幽 第58章 邪魔大溃败 灵技成惨胜 不好 对战的白棱镜脸色骤变 要是拍死了风九幽 自己的最后一道分身 岂不是完蛋了 而敢 黑棱镜剑气如黑墨 倾泻落下 白棱镜剑气如白光 长河贯穿 然而 两道分身的 紧紧阻止半刻后 便被手掌给拍散 依然保持遮天蔽日之时落下 完了 我的第三句分身 黑白分身闪过一丝恼怒后 这可是断了白棱镜 修成三道分身合体的大忌 相当于断了白棱镜 突破体质禁锢的大道 断他根基 此仇恨不共戴天 下方黑掌落下的瞬间 风九幽 咫尺天涯神通发动 整个人消失不见 连一点气息都没感知到 然而 在一百公里的邪魔大本营 他露出了他伟岸的身影 提着小金枪大杀特杀 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 已经有超过二十名邪魔原神镜 五名洞虚镜高手被他灭掉 什么 下方主战场 依然成了风九幽的主场 他专门找原神镜以上邪魔杀 在他的小金枪上 凡是被刺中的邪魔 不是精血消失 便是骨头碎裂 一片哀嚎声响起 拉响了灵济城 反攻邪魔的号角 杀 冲啊 东南西北四个守城的队伍们 纷纷杀了出来 请客间 邪魔们成一边倒 无论是骷髅军 三尾黑狼 尖刺黑虎 还是黑蛇军团 纷纷被灵济城修道者 杀得丢盔卸甲 溃不成军 该死的白龙镜 这是你逼我的 黑猿被白龙镜两大分身所阻 气得他魔气翻腾 体外泛起了一圈黑气 突然 他长出了三头六臂 尽管看上去 跟传说中记载的三头六臂 差了很远 但雏形相似 战力提高了六倍不止 他猛烈地朝白龙镜两大分身拍去 两道全镜在虚空中演化成五指山 剑气被一一拍散 落入两大分身体内 碰 黑白分身重重地从天空中砸了下来 地上出现两个人形巨坑 请客间 两大分身嘴角溢出鲜血 受伤不清 正当黑猿王准备顺一致风九幽身边灭杀他时 一道身影从虚空中杀出 白龙镜的真身出现 一袭白衣 整个天空仿佛被他掌控 黑猿王 你还想赋予完抗吗 请速速退去 你已成败局 此时 白龙镜联合两大分身 把黑猿王团团围住 一言不合 准备大开杀戒 白龙镜小儿 你确定要以本王为敌 面对一个杜杰镜巅峰实力的本尊 加上两个杜杰镜后期的分身 黑猿王依然高傲无比 完全不虚 黑猿王 你率领静翼邪魔 攻打我灵济城 吸收了如此强大的生灵之气 该收手了 否则 你别怪我凭着自暴分身 也要斩落你的根基 白龙镜双目阴霾 死死地盯着黑猿王 尽管他的整体实力打不过黑猿王 但是他不得不出手 他可舍不得风九幽那句分身 受到任何损害 否则 他未来的大道之路便断了 你 黑猿王看着下方的局势 邪魔们已经处于溃败的边缘 在让人类修道者杀下去 注定了这近乎九千万邪魔 全部死在这里 好 我们退兵 提提 黑猿王的声音响起 下方的邪魔们纷纷如潮水般退去 来时九千万邪魔 大溃败时仅存了四千万邪魔 经此一亿 邪魔被重挫 灵济城将会迎来长达上百年的和平发展时机 黑猿王朝下方看了一眼风九幽后 整个身子消失在虚空中 一道连一波动后 他出现在邪魔的上方 很快 邪魔们消失在地平线上 赢了 我们赢了 无数灵济城的修道者们纷纷大叫道 如此得来不义胜利 让他们难以相信 还处于一头雾水中 灵济城死伤超过千万 换取而来的胜利 弥足珍贵 就这 风九幽恼怒地看着撤离的邪魔们 这些可都是自己的经验值啊 麻蛋 居然跑了 正想提着长枪冲上去再杀一番时 万花童 夏宇和出现在身边 风道友 我万花童从来没佩服过一个人 今天起 你就是我万花童的偶像 万花童一脸认真的说道 是发自内心的话 风九幽每一次都刷新他的认知 这一次 要不是因为风九幽的存在 灵济城能不能守住 还是一个问题 那攻破城池的后果无法估量 风地点 你好厉害啊 特别是你变身后 那肌肉像一座山龙起 夏宇和脸淡红的扑扑的 羞涩的 看着风九幽 风九幽嘴角微微抽搐 这个缺心眼的夏宇和 雨不惊人死不休 还是少跟他说话 万道友 伤亡如何 万花童像换了个人似的 眼中闪过一丝难过 双眼欺燃 悲伤到 保守预估死了超过九百万修道者 受伤严重的有二百多万 唉 但成为统计人员爆出这个数字时 万花童吓了一大跳 每一次邪魔工程 便会有无数道友 允命在战场上 他眼中希望有一天 不再有邪魔骚乱 生命禁区和平相处不好吗 可惜 修道者与天争 与人争 与魔争 逆天行 注定了一路坎坷 突然 万花童的传音时 出现一阵波动 徒儿 带着风九幽来为师的洞府一趟吧 万花童看了一眼风九幽后 说道 风道友 家师有请 风九幽愣了一下 他可没忘记战场上 虚空中传来的贪婪神识 对于万花童的师父 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 一个活了一万多年的老妖怪 深不可测 同样也阴险狡诈 万道友 我感谢令师的申请邀约 我还有其他事 需要进入十万大山 我们就此别过吧 风九幽警惕起来 他可不想跟灵机动有过多的关系 他可不会天生认为自己 在战场上大杀四方 那些渡截近高手 不会打自身的注意 比如打他功法的算盘 想要他的斩道神兵小金枪 他的修行路线 并不是加入某个势力 或取修道资源突破境界 自然对灵机动这种顶级大势力 并不敢冒 这 风九幽的回答 让万花童难堪起来 失命难违 这让他无法回去交差 风道友 你再考虑考虑吧 十万大山危险众多 遇到禁忌之力 诅咒之力 连渡截近高手都难以逃脱 万花童再三劝阻起来 从心底认可风九幽这种朋友 也想把他留在灵机城 万道友 谢谢你的好意 我去意已决 风九幽回头看着城池 仰天长笑道 邪魔已退去 谢远魁出来一战 声音在城池上空盘旋 不过 没有谢远魁的身影 他眼见风九幽在战场上的威武表演 战争一结束 赶紧跑回灵机洞躲了起来 风英雄 谢远魁已经回灵机洞了 你们的决战 怕是无限延后了 一道声音从城池上方传来 万花童带着愧意的眼神 看了看风九幽 一边是同门师兄 一边是结交的好友 尴尬地笑了笑 风九幽双手抱拳 对着万花童 夏宇和行礼 准备离开 风地点 你一个人去十万大山 太危险了 要不我给你当相导吧 夏宇和垫着脚尖 拉住风九幽的胳膊 一团柔软触碰汁 让他的小脸蛋 扑扑红了起来 让夏宇和乖乖地 在灵机洞修行 这可是难为他了 堂堂的桃花倒体 心思却用在了玩乐之上 不得不让人唏嘘 啊 谢谢小姐姐的美意 我不习惯 带上雷坠远行 风九幽一把推开了夏宇和 脸上露出难色 拒绝道 你 夏宇和傻眼了 气得直跺脚 大呼道 你猜雷坠 你全家就是雷坠 风九幽瞬息千米 很快消失在他们眼前 两人耳边传来 风九幽的声音 拜拜 第59章 十万大山 偶遇天臣狩猎联盟成员 灵机洞 白棱进洞府 受到万花童传音后 白棱敛脸色微变 双瞳中露出一抹邪恶的眼神 小东西 聪明可不太好呀 分身 你是跑不掉的 白棱进自言自语道 随即 他朝黑暗中望去 说道 暗卫何在 一道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暗卫在 率领五个渡洁境初期 五个渡洁境中期高手 前去十万大山 活着风九幽 是 主人 一道黑风消失在洞府 白棱进露出满意的笑容 十万大山 是生命禁区西边所有山脉的统称 连绵不绝的大山 层栏叠杖 延绵上万里 这里是修道者寻宝的天堂 也是修道者作死的地狱 秘境众多 禁忌之物也多 半个月后 风九幽来跋山涉水 跨过众多险境 来到一个大草原上 这里 天高云淡 一望无垠 不禁想起了 风吹草低陷牛羊的画面 默然望去发现 并没有风九幽期待的画面 反而看到无数只凶猛的牛羊在厮杀 定 宿主 经过我半个月的统计 终于把你在战场上的暴虑 修为值统计出来了 你想听听 有多少修为值吗 风九幽嘴角微微抽搐 比试了瞪了一下 废话 快点告诉我 是多少修为值 宿主 没想到 最后你大沙特杀 灭了一百万邪魔 不过很多都是子府境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遗憾 风九幽带着期盼 想听到系统的好消息 没想到带来的确实遗憾 心里瞬间凉了半截 灭杀一百万子府境 即以下邪魔 修为值为十万点 累计修为值 一千二百四十二点八万点 卧槽 风九幽快疯了 杀了一百万 居然获得十万点修为值 正当他郁闷时 空中出现一片涟漪 五个人从空中掉落下来 咦 从几人的打扮上 应该是人类的狩猎者 衣服上隐约看到天神字样 莫非是八大主城 二十四副城里面最大的狩猎组织 天神联盟狩猎会 在生命禁区 很多修道者 为了赚取更多的修炼资源 纷纷加入狩猎组织 联手进入十万大山 或者其他密地中 探寻修炼宝物 独行侠 类似风九幽这种 很难在十万大山里面存活 太危险 晚上还会出现禁忌之力 说不定便会被禁忌之物灭掉 生死盗销 几人抬头瞥了一眼风九幽 露出惊讶的表情 随即五人朝风九幽手中的 储物界看来 眼中闪过一丝异样 这位道友 我们是天臣狩猎联盟的狩猎者 我是张坤 我身边这几位 分别是李明海 张小花 狗蛋 牛大壮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领头的狩猎者 长得比较粗犷 说话嗓门偏大 打起招呼来 风九幽对大草原附近的情况 并不熟悉 正好也想问问他们 在下风九幽 见过诸位道友 风道友 一个人来十万大山太危险了 不如我们一起结伴探寻 风九幽想了想 便答应下来 好 张坤顿时一喜 便给风九幽 介绍起大草原的情况来 原来这片草原叫做云海之园 是十万大山中最大的一座草原 这里有着众多的妖兽 其中最凶残的妖术白狼一族 群居出洞 是这里众多牛妖 羊妖等等一些妖兽的天敌 当然除了这些外 还有猪妖 兔妖等等较为弱小的妖兽 各个实力超凡 成年的妖兽 实力都在子府境 元神境 甚至还有妖王的存在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致命的存在 风九幽在张坤的带领下 来到他们之前停留过的山洞 打算过夜 人类留在野外 晚上很容易遇到禁忌之物 他们不敢留守在大草原上 一行人 在洞内打起了帐篷 一边烤制妖兽肉 一边热聊起来 风道友 不知你来自哪里 灵济城 五人一愣 心中隐约不妙 莫非是灵济洞的弟子不成 没想到风道友居然是灵济洞的高徒 我张坤佩服 佩服 几人也露出羡慕的表情 风九幽摇了摇头 说道 我并不是灵济洞的弟子 只不过在哪里生活罢了 张坤五人一听 露出一丝喜色 连忙给几人敬起酒来 那热情敬跟见到了老祖宗一样 风九幽推脱不过 大口喝起酒来 酒过三巡 众人略带醉意 尽管都是修道者 在喝酒这上面 都不会用灵力去化解他 除了只手的狗蛋外 其余人都醉醺醺的 各自回到自己的帐篷 休息起来 深夜 张坤帐篷内 五人正在密谈 坤哥 确定对风九幽下手 狗蛋一脸猛逼 大家不是喝酒称兄道弟吗 怎么又要开始杀人了 狗蛋 你脑子是不是有包 快吃口食冷静一下 傻拉巴唧的 这头肥羊 你们想错过 张坤也不理缺心眼的狗蛋 朝另外三人望去 不行 坤哥 与其便宜地杀了他 还不如把他引到 几人的声音逐渐小了起来 他们也担心被风九幽听了去 不一会儿 他们各自走了出来 瞥了一眼帐篷睡得死死的风九幽后 嘴角露出一抹奇怪的笑容 回到了帐篷里 风九幽睁开了双眸 紧着右臂上的眼睛休息起来 不过 他的嘴角 却挂着莫名的异尾 一日 一行人简单吃了早餐后 便朝云海之园深处走去 据说 哪里有一株先品灵药 有10%的几率突破杜结镜 作为天臣狩猎联盟的成员 当然不会错过如此机会 张坤 明面上是原神镜巅峰 实际上 他是洞虚镜初期 修炼的脸稀术 故意伪装成原神镜 李明海 张小花 狗蛋 牛大壮四人 都是原神镜后期实力 从纸面上讲都比封九幽要高得多 自然不怕封九幽 他们之所以不勉强 明杀封九幽 自然有他们的目的 封道友 前面五公里 便是那朵奶木花的所在地 一会儿 我们引走哪里的守护妖蛇后 你帮我们取回来 如何 张坤一脸的真诚 装出一副大度的模样 好 封九幽不假思索 便陨落下来 只要能获得奶木花 获得资源 分你六分之一 张坤拍了拍胸脯 再次表现出自己的大度 真诚 我相信张道友的幸运 封九幽装出一副感激的表情 两人各自打起了小算盘 表面上都是一脸的真诚 六人捏手捏脚 来到一网水池三百米的地方 一朵黄色的奶木花 映入众人的眼帘 它散发着浓浓的仙气 闻之让人心醉 体内的灵力运行 更加充盈起来 面对如此仙药时 众人忍不住深呼吸一口 流露出贪婪的表情 封道友 按照计划行事 好 风九幽躲在了草丛一旁 隐去了气息 这时 张坤带着四人来到了水池边上 五人对视了一眼 对着水池发起了一顿攻击 漠然 一头黑蛇吐着蛇性子 从水池里一跃而出 他看到五个人类 赶来摘取自己的守护仙药 顿时勃然大怒 巨大的黑尾 长达二十几米 呼啸扫来 嘿你瞧 来抓我啊 五人一边发动攻击 一边朝后撤退 一边语言羞辱黑蛇 气得他口吐黑雾 腾云架雾飞了起来 朝五人追杀而去 片刻之后 五人一蛇杀到了千米之外 空中传来刀剑香蕉的厮杀声 第六十章 谁是黄雀 紫霄神雷教你做人 风九幽拍了拍身上的草 大摇大摆走到池边 那朵乃木花 宛若一个仙女 等着风九幽的灵性 发出耀眼的光芒 咦 风九幽神识所及之处 发现了异样 水池下方隐藏着一只红色的蟒蛇 它正等着风九幽 采取奶木花的一瞬间 发动它最猛烈的攻击 风九幽露出莫名的笑容 按道 这就是张坤等人 给自己留的后招 让红蛇收拾自己 它们好做黄雀 不就两个畜生罢了 风九幽不以为然 双脚一蹬 跃到奶木花上方 寒冰剑轻轻一挥 花朵自动到了手上 莫然 隐藏在池底的红蛇 带着水花朝风九幽杀来 背后 被引开的黑蛇也杀了过来 前后夹击 势必把这个盗贼一口给吞掉 风九幽不慌不忙 在两头红黑蛇杀到的瞬间 咫尺天涯神通一开 瞬间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黑蛇背后不远处 两条小泥丘 这把仙剑可不是开玩笑的 风九幽拿着寒冰剑蠢蠢欲动 做出一副干架的招式 两头红 黑蛇盘旋在空中 盯着风九幽那两双瞳孔 发出凶狠的杀意 小小的人类修道者 不但抢走了 他们镇守的奶木花 更可恶的居然敢挑衅他们 两条蛇彻底被激怒了 黑蛇吐出黑云 架起黑云 红蛇吐出红云 架起红云 闪电般的嘲讽九幽杀来 音爆声震耳欲聋 恐怖的气息传来 风九幽转身一个咫尺天涯神通 再次消失不见 而他移动的方向 正好是张坤五人隐藏的地方 一道光消失在他们身边 张坤惊讶地发出叹声 咦 张小花用他伟岸的山鸾 顶了一下张坤 露出一副娇滴滴的模样 坤哥 你发出的声音 好有魅力啊 人家都心痒痒了 张坤狠狠地抓了一下山鸾 吟笑道 小浪蹄子 又开始发烧了 今晚让坤哥好好招呼招呼你 保管让你飞上天 随后 他看向了李明海 狗蛋 牛大壮三人 问道 刚才有看到一道光掠过吗 三人一头雾水 摇了摇头 回应道 没啊 坤哥 毕竟李明海三人不过原神静 自然无法感应到 咫尺天涯神通的一栋光芒 张坤一脸疑惑 自言自语道 难道我看错了 坤哥 小花有点痒痒 要不我们去小丛林 帮我治疗一下 面对张小花的诱惑 张坤似乎有点把持不住了 体内的火气逐渐上升 正当他打算同意时 李治战胜了感性 狠狠地抓了几把 在张小花的耳边吹了一口气 小浪蹄子 不要再引诱坤哥了 否则 蹂躏你 坤哥 人家 张小花还会说完 两道黑红云出现在众人的头顶 拨开乌云见到的不是太阳 而是红蛇 黑蛇 两只巨大的妖蛇吐着蛇性子 死死地盯着五人隐藏的地方 黑蛇用力地吸了吸 对着红蛇点了点头 不好 我们被蛇妖发现了 张坤大惊失色 第一次五人想抢乃木花被 两条蛇妖差点给灭了 幸好张坤扔出他花了极大的代价 才买的传送服 否则 昨天必死无疑 没想到 又被两条蛇妖给盯住了 那可是动虚境后期的实力 自己五人根本不够看 坤哥 怎么办 牛大壮露出惊悚的表情 拿剑的手不听使欢 僵硬起来 凉拌 杀吧 张坤洋装着进攻 引得李明海 张小花 狗蛋 牛大壮 纷纷拔出长剑 腾空朝两条蛇妖杀去 然而 张坤摸出紧盛的传送服 一个人偷偷激活后 朝后方十公里外传送逃跑 坤哥 你混蛋 我恨死 张坤 张坤 你不得好死 我下地狱也不会放过你 四人刚飞上天空 便被张坤给出卖了 气得四人破口大骂起来 可惜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只怪他们 相信错了人 黑红双蛇挥动着巨尾呼啸甩了过来 四人被强大的气势锁定 根本无法动弹 不 四声惨叫后 四人被打成血污 消散在空中 两条巨蛇再也感应不到风九幽 张坤的气息后 带着不甘回到水池 没入了水底 隐藏了起来 十公里外 张坤从虚空中钻了出来 脸上露出惋惜的表情 嘴里不停念叨 该死的红蛇 黑蛇 劳子迟早有一天会把你们给炖成汤喝掉 这个风九幽太垃圾了 居然连两条蛇都无法拖住 正当他破口大骂时 一道光再次掠过 吓得他毛骨悚然 整个人僵硬起来 谁 高人 求求你不要玩小的了 小的穷得很 没有什么资源可以献给你的 张坤第一次发现 光掠过时 引来了两条妖蛇 但这道光再次出现时 他便联想到了危险的气息 杰杰杰 张坤 我找你索命来了 那道熟悉恐怖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吓得他抽出长剑 左顾右盼起来 浑身都在颤抖 风道友 你你不要找我 要找找李明海他们 是他们陷害你 我 我只不过是临时跟他们组队的 表面上张坤装作一副害怕的神情 实际上在表演 一个动虚境初期的高手 怎么可能轻易被所谓的鬼给吓住 是吗 风道友 我张坤要是说谎 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满足你 风九幽话音一落 晴朗的天空顿时出现乌云弥漫 在黑云之上 翻滚着紫色的雷电 仿佛世界末日来临 张坤被吓得肝胆剧烈 居然出现雷劫 心中大惊 我踏马才动虚境初期 雷劫不是应该镀截境才会出现吗 什么时候说谎 会被雷劈了 他根本不敢从风九幽身上去联想 他还没见过 有人会召唤雷劫的 劈啪 电闪雷鸣出现在乌云之上 一道来自九天之上的神雷 锁定了张坤 无论他往哪里跑 那道神雷跟长了眼睛似的 死死地盯着他 皱子般大小的九霄神雷 从天而降 没入张坤的头顶 啊 一声惨叫响彻天际 洞虚境初期的张坤 被九霄神雷劈的经脉断裂 丹田破碎 甚至连体内的元神 都被劈得奄奄一息 整个人宛若 从鸡卷里爬出来一样 头发炸毛 原本三十厘米的长发 瞬间直了起来 趴在地上撕心裂肺地惨叫着 哎 何必呢 坑害队友 没十年 脑血栓干不出这事来 一道魔鬼般的声音 从身前传来 一个他做梦也没想到的身影 缓缓走来 你居然没死 张坤艰难地抬起头来 难以置信地看着风九幽 露出一副绝望的表情 没想到你 才是那个真正的黄雀 我张坤认在 扑辞 他吐了人生最后一口惊泻后 一命呜呼 第六十一章 莲花风前 宝宝道人的赌约 风九幽拾起了张坤的储物界 里面找到了不少好东西 最重要的他 从里面找到了十万大山 十分之一的地图 上面标注的红色区域 是高危区域 连渡捷径都有可能陨落 标注的绿色区域 是安全区域 里面能找到天才地宝 甚至进入特殊秘境 标注的黄色区域 是不确定区域 里面有可能有仙藏 也有可能出现禁忌之力 禁忌之物 有了这张地图 风九幽不至于像之前十五天那样 像个无头苍蝇乱转了 风九幽看到地图上标注莲花风的地方 产生了浓烈兴趣 显示为秘境五星的存在 也就是说 片绿色区域内 有可能会出现斩道疾 或者至尊级仙药的存在 风九幽顿时吸了一口凉气 在生命禁区 能找到无上天存在的神药吗 这个生命禁区的神秘 让他再一次热血沸腾起来 希望这里不要让自己失望才好 风九幽施展逍遥部化作一道疾风消失在天边 半赏后 十个身穿黑袍 带着神秘面具的男子出现在这里 他们拿出手中的定位盘 看了看 发现指针指向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看来猎物离我们并不远 追 一名黑袍男子发出低声的声音说道 十日后 风九幽终于来到了莲花风 整座山峰被五座山峰环抱着 宛若五片绿叶守护着莲花风 上方鲜雾缭绕 这里的灵气是外界的十倍 莲花风宛若一个仙子 在仙物中翩翩起舞 这位道友 你也是来莲花风寻宝的 耳边传来一道憨憨的声音 风九幽瞥眼一看 一个大肚男 不对 应该称之为囚状男的男子正在问话 嗯 在下宝宝道人 见过道友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九幽 九幽道友 莲花风需要到月圆之夜 此时才能开启 风九幽愣了一下 怪不得找不到进入莲花风的道路 原来有开启条件啊 宝宝道人眼睛一转 富尔说道 九幽道友 我这有一粒熊壮丸适合你 风九幽眉头一皱 好奇问道 熊壮丸 是何物 宝宝道人露出一副奸笑 应笑道 嘿嘿 就是让你小鸟变火创的丹药 风九幽鄙试试地看了一眼宝宝道人 这玩意儿留给你自己吧 你这个小蚯蚓是何 宝宝道人的话 让风九幽恶心性 没想到 他居然是贩卖情绪药物的 宝宝道人脸皮厚到了极点 面对风九幽的讥讽 他一点也不介意 九幽道友 只要你买我的丹药 我就免费送你一份莲花蜂的秘密 如何 说完后 宝宝道人从储物界 磨出了大量丹药 春花雨露丹 情意绵绵丹 老树蝉根丹 看得风九幽脸色微红 作为穿越人 看到这些名词时 不觉得地想起那些 所谓的小电影画面 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丹药外 没有一点正常的 宝宝道人顿时一喜 脸上的肉都快挤到一起了 九幽老大 你可是问对人了 请看 宝宝道人又从储物界里 摸出了一堆丹药 乖乖听话丹 你说我做丹 雨露均沾丹 卧槽 风九幽憋了半天 终于冒出了两个不太文雅的字 这个宝宝道人 真是个奇葩的修道者 随身携带如此多的稀奇古怪丹药 令人咋舌 九幽道友 本宝宝道人号称百宝香 你想要的宝宝 这里都有 宝宝道人一脸傲娇地看着风九幽 显摆起来 确定 风九幽想着莲花峰开启还早得很 便跟宝宝道人热聊起来 道友不骗道友 不是本宝宝吹嘘 整个生命禁区 没有一个人的宝物有我多 宝宝道人见状风九幽 对丹药不感兴趣 便收了回去 摸出了灵箭 宝剑显摆了一番 我想要禀至尊极神兵 能兑换吗 风九幽细血地问道 宝宝道人愣了一下 扫了一眼风九幽 沉思了一小话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你有同等的至尊极功法 丹药或者仙草吗 风九幽将在那儿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宝宝道人 你还能兑换至尊极神兵 怎么可能 内心大惊道 难不成他并不是生命禁区的修道者 是来自无上天的某个老妖怪 宝宝道人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装逼装到这种程度 九幽甘拜下风 风九幽处在那里 不再理会宝宝道人 宝宝道人慌了 他无往不利的推销之术 居然对风九幽失效了 内心大惊 本宝宝的口灿莲花之术失效了吗 不 我一定要贩卖东西给九幽道友 绝不能玷污我多宝道人的名头 宝贝 请起立 宝宝道人嗲嗲叨叨后 三把仙刀立了起来 悬浮在身边 咦 风九幽眼睛一亮 没想到大度男宝宝道人 居然有极品飞仙刀 九幽道友 我这三柄极品飞仙刀如何 宝宝道人 看到风九幽认真观察起来 得意说道 还行 一句还行让宝宝道人瞬间傻眼了 九幽道兄 这可是极品飞仙刀 三把呢 嗯 马马虎虎 风九幽依然漫不惊心道 宝宝道人嘴角微微抽搐 这三柄飞仙刀已经吊爆了好不 对于学过预见术 或者精通神魂的大能来说 这三柄飞仙刀可以轻松斩掉敌人 莫非九幽道友 有比我这三把极品飞仙刀更好的神兵 看着风九幽满不在乎的表情 宝宝道人反问起来 我好像有吧 风九幽模棱两可的答案 让宝宝道人将在那里露出怀疑的表情 九幽道友 你要是有比我飞仙刀更好的神兵 我把三把飞仙刀送给你 如何 一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二是 他根本不相信生命禁区 还有超过极品仙气的神兵 宝宝道人打起了心里小九九 要是没有呢 风九幽反问道 嘿嘿 要是没有 九幽道友等你进入莲花峰后 帮我取一件宝贝 如何 宝宝道人露出一脸奸诈的表情 果然 这个死胖子 不会无缘无故跟我搭讪 原来是计算着自己 帮他取莲花峰的宝贝 看来越和善的胖子 越是腹黑的主 要不 我们还是不打赌了 输了伤何且 风九幽面露难色 一副为难的模样 让宝宝道人心中大喜 九幽道兄 人生在世赌赌更健康 说不定空手套极品仙刀呢 风九幽咬紧牙关 一脸肉痛的模样 说道 要不用极品仙器打赌 如何 宝宝道人露出惊讶的表情 更加判定 风九幽没有超过极品仙器的神兵 嗯 你要是能拿出极品仙器 我给你一瓶下品 仙丹春花与露丹 你要是能拿出斩道极神兵 我把手上的三把飞仙刀给你 第六十二章 禁忌之物来袭 道心问天秒杀 上 风九幽微微一笑 看得宝宝道人心中一惊 随后 他带着一副看戏的表情 期待着风九幽吃瘪的情况发生 风九幽对着储物界轻轻一抚 一杆小小金枪出现在手上 他散发的气势 逼得宝宝道人退后三步 原本胜券在握的宝宝道人 露出惊恶的表情 他居然真的拿出了斩道极神兵 其实我这个只不是斩道极下品神兵罢了 不值得一提 比不了 你宝宝道人啊 说完后 手中的小金枪 瞬间变成一杆超过两米的金色长枪 宝宝道人脸色微微抽搐 尼玛太欺负人了 不但是小金枪 还是一柄如意金枪 能自由伸缩 变大变小 比很多斩道极几品神兵还要好 宝宝道人一脸猪干涩 经常打阴 没想到 这次被阴着了 九幽道兄 真有你的的 宝宝认灾 随即 漂浮的三柄飞仙刀 落在了风九幽的手上 风九幽看了看宝宝道人肉疼的表情 心中偷偷乐了起来 愉快的手下三柄飞仙刀 不过在进入储物界之前 偷偷抹掉了上面的灵魂印记 漠然 宝宝道人 嘴角露出疼痛的表情 惊讶地看着风九幽 实力不过原神境初期 不对 他的年龄才十八岁 卧槽 九幽道兄 你的实际年龄才十八岁 眼睛瞪得大大的 想看到鬼一样 就算在天骄的天才 达到原神境都得一百岁左右 而风九幽 从觉醒到突破至原神境 不过才几个月 在他的任之内 根本没这种人 那些牛逼轰轰的先天道体 想要突破原神境 也得五十来岁 就算是传说中的混沌体 起码也得三十岁吧 难道九幽道兄 突破没有屏障 只要吃药就能突破 宝宝道友 有问题吗 风九幽风轻云淡说道 怎么没问题 问题大了 一个十八岁的原神境 比一个先天大道体 还恐怖 宝宝道人 摸出一本发黄的书 查找起来 不一会儿 他惊叫起来 九幽道友 难道你的体质 是先天无暇道体 风九幽顺着宝宝道人的目光 扫了一眼 不扫不知道 一扫下一条 那本叫做 三千大世界体质指南 上面记载着 三千大世界的各大顶级体质 先天无暇 混沌体排名第一 列为远古传说级别 而他所指的先天无暇道体 可是位列传说级别 修炼速度号称第一 只要自圆到位 突破跟喝水一样 吸收灵气 先气等百分百吸收 百分百转化 恐怖道令人害怕 上面记载先天无暇道体 最快突破原神镜的速度 是二十岁 风九幽突破原神镜 在十八岁快到十九岁的样子 接近了先天无暇道体的突破速度 故 宝宝道人 才认为他是先天无暇道体 嗯 知道传说体质更妖孽的差别了吧 风九幽胡乱承认了下来 免得他朝先天无暇混沌体去猜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宝宝道人大惊 露出羡慕 崇拜的表情 九幽道友 你以后就是我大哥了 大哥瘦小弟宝宝道人一半 说着说着 宝宝道人开始行跪拜之礼来 吓得风九幽连忙搀扶着 宝宝道兄 使不得 不 使得 大哥 你就是宝宝的亲大哥了 宝宝道人热情地抓住风九幽的手 洒了几滴洋溢的泪水 跟见到祖宗一样 恨不得把风九幽给做成祭祀牌 每天朝贡一样 尼玛 这可是传说中的先天无暇道体啊 只要他不夭折 注定会成为无上大地大道之境的主宰 统育三千大世界 现在帮他大腿 以后注定了 自己会成为一方超级大能人物 说不定成为无上大地的存在 只要不是傻子 都会甘心情愿 做风九幽的小弟 大哥 这些宝贝 你笑那吧 以后你的红粉知己无数 让你夜宇百女不倒 宝宝道人摸出那些瓶瓶罐罐 什么晴天一住完 润滑与露丹 销魂丸 一捣咕 全部给了风九幽 风九幽推迟不过 被他的热情给震动了 只好收了下来 这些我先替你保管 你需要的时候找我要 懂吗 风九幽拍了拍宝宝道人 像一堵墙的后背 说了起来 宝宝道人咧咧嘴 剑嘻嘻笑道 大哥 这些宝贝 我多的是 俺宝宝道人精通的蛇宫 不需要那些 看不出啊 宝宝 风九幽说完后 浑身哆嗦 居然喊他宝宝 我建议你改个名字吧 叫宝宝有点别扭 风九幽时 在无法接受一个 大度难叫宝宝 宝宝道人认真思索了一会儿 恍然大悟道 怪不得美女道友追我 原来是宝宝这个名字的问题 我决定了以后 就叫多宝道人了 九幽兄长 请叫我多宝宝 嗯 说错了 叫我多宝小弟弟 在两人的交谈中 慢慢熟知起来 多宝道人来历神秘 按照风九幽的猜测 应该不是生命禁区的人 也不像玄天大世界的人 很有可能来自其他大世界的人 看上去多宝道人慈眉善目 实际上内心是个腹黑的主 要是被他的憨憨的外表说蒙骗 注定了会被他吃的骨头都补上 夜幕降临 一轮明月挂在天上 大地 山脉中 升起了黑色的迷雾 显得阴森森的 两人在帐篷中 喝起了灵酿 大块躲一起了妖兽肉 忽然 一道节节节的声音响起 吓得多宝道人脸色惊变 大声尖叫起来 九九幽兄长 静 摊在地上 嘴里哆嗦道 禁忌之物 风九幽眉头一沉 为何这里的人都害怕禁忌之物 真能让人受到诅咒 还是能让人发颠发狂 突然 一道绿光穿进了帐篷 幻化做一个奇怪的生物 盯着两人看了一眼 吓得多宝道人躲在风九幽背后 全身冷汗直冒 只见他手中摸出了一个符咒 趁着绿光在思索时 嘴里面道 震欲先夫 起 一道锯顶光幕 幻化出来 把风九幽 多宝道人包在里面 隔断了绿光 呜 绿光发出奇怪的声音后 不一会儿 又飞来十道绿光 它们有些长得像蜻蜓 有些像蛤蟆 千奇百怪 纷纷带着贪婪的目光 看向大顶 准确地说 是在看风九幽 似乎想吃 吊风九幽一样 多宝道人紧绷地 咸松了下来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后怕道 九幽兄长 我们真倒霉 居然会碰到禁忌之物 这玩意儿 就是禁忌之物 很凶残 风九幽 看见绿光可爱的模样 疑惑起来 多宝道人撇了撇嘴 一脸看傻子的模样 盯着风九幽 说道 我的瞳孔 有点地震了 你居然不知道 禁忌之物的凶残 多宝道人吻了吻心神 畏惧道 传说禁忌之物 有不同的能力 比如诅咒 衰老 白话 童话 甚至还有魔话 越天才的修道者 禁忌之物 第六十三章 禁忌之物来袭 道心问天秒杀 下 风九幽瞬间僵住了 禁忌之物感情 是天才修道者的克星不成 禁忌之物 为什么不去人类城池 童话人类呢 如此厉害的禁忌之物 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野外的夜晚 而不去人类主城 风九幽一脸的猛逼 多宝道人 想看傻子一样 看着风九幽 九幽兄长 你果然不是生命禁区的人类 难道你是 风九幽反问道 多宝一脸的尴尬 揉了揉那张肉饼脸 解释起来 人类城池下方 埋了禁忌之物的克星 故 禁忌之物胆敢靠近城池 瞬间会被分解成灵气 它们恐惧人类城池 不敢出现在城池边上 故 一种新元素 在元素周期表上没 风九幽问的多宝道人 一头雾水 元素周期表 是什么功法 风九幽僵了一下 尴尬笑道 什么功法不重要 你这个金钟 照能防住禁忌之物的攻击不 当当当 外面十一个禁忌之物 发动了疯狂攻击 它们幻化成斧头 镰刀 锥子 砰砰砰地撞击起来 多宝道人看了一眼 金钟 照外面的十一只禁忌之物 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 道 兄长 请放心 一群小虾米 如何能攻破我这个仙幅 就算给它们一万头禁忌之物 也休想 咔嚓 突然 透明的巨顶 传来破碎的声音 一道 两道 整整十道裂缝出现 妈呀 这些禁忌之物成精了 吓得多宝道人 摸出一件极品仙甲套在身上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地 装了进去 结结结 砰 仙幅护照破碎 十一头禁忌之物 出现在风九幽上空 化作各类昆虫 死死地盯着它 卧槽 多宝 你真是无备楷模 见到多宝道人 锁紧了乌龟壳里 躲了起来 把风九幽一个人留在外面 独自面对禁忌之物的攻击 不由地讥讽起来 兄长 我的仙甲乌龟壳 只能住进一个人 你多淡淡 你放心 我多宝给过你承诺 一定帮你收尸 兄弟本是塑料情 大难临头个自飞 莫然 十一头禁忌之物 化作绿光朝风九幽攻来 呜呜的鬼哭狼嚎之声响起 让人毛骨悚然 只见风九幽吻了吻心神 一脸淡然地看着落下的 十一头禁忌之物 五米 一米 十厘米 一厘米 碰 十一道绿光刚落下 风九幽的灵魂防御神通 绝对防御发动 在它体外 形成一个蓝色的气爪 十一头禁忌之物撞上后 发出惨叫的声音 一 多宝道人从乌龟壳里 伸出一颗胖脑袋 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半死 那十一头禁忌之物 撞得绿光散掉了一半 比之前的模样 似乎小了一圈 结结结 他们似乎动怒了 十一头禁忌之物 重组在一起 在空中化作一道 绿色的长剑 打算通过绿剑 打破自己的绝对防御 小东西们 让你们见识见识 我的大杀招 到新问天 风九幽在他们的绿剑 还未落下的瞬间 双瞳闪过两道红光 十一头禁忌之物 瞬间呆滞下来 绿剑消失 再次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你们来自禁区 是生命禁区的灵气 一道胡说八道的拷问 从嘴里传出后 十一头禁忌之物 似懂非懂地摇摆起来 慢慢地 他们带着虔诚的眼神 自动进行冰解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十一头凶恶的禁忌之物 当着风九幽 多宝的面前自动分解 化作灵气消散在帐篷内 这 多宝道人呆若目击 一脸猛逼地看着风九幽 内心狂吼道 他居然能灭禁忌之物 我的天啊 他难道是那个大地转生 九幽兄长 你真是我永远敌神啊 一张笑脸挂在脸上 谄媚起来 风九幽鄙视地 看了一眼多宝道人 多宝小弟弟 你的夸赞我亏不敢当啊 你不知道 我这个人有点记仇 我没记错的话 刚才你可是大难临头独自躲 让本公子相当不开心 多宝道人心中一紧 差点把未来的大地给得罪了 这如何是好啊 他眼珠子一转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九幽兄长 刚才我那只是下意识的行为 还请你多多谅解 为了弥补小弟的过失 我送你一张中品攻击仙符 万剑归宗 只要胸台一丢出 里面蕴含的斩道镜高手提炼的 八十一柄剑气 他会锁定敌人疯狂杀戮 适合被敌人围攻时使用 可以轻轻松松灭杀 杜绝镜巅峰的高手 一张泛着红光的仙符 出现在多宝的手上 拿来吧 你 风九幽一把抓了过去 里面果真蕴含着 斩道镜高手的气息 不由得再次对多宝道人的身份 进行怀疑 行 这个斩道仙符 我就收下了 下次要是出现独自逃跑之事 我便给你减减肥 如何 多宝道人憨憨一笑 附和道 兄长说了算 多宝 要不见几件仙甲方方身 如何 风九幽话音一落 多宝道人无语地看了看他 你连禁忌之物都能用功防御 还需要仙甲吗 兄长 仙甲 仙兵乃俗物 怎能配得上你伟岸的身姿 等将来 我发达了 给你送一套大地套装如何 风九幽瞥了一眼 这个腹黑的多宝道人 笔道 估计得几万年吧 多宝 你能活那那么久吗 兄长 你放心 我多宝天赋一柄 修炼速度很快 几万年 对我来说只不过眨眼的功夫 多宝可是要成为永恒的存在 多宝道人摸了摸自己圆滚滚的运球 盲目自信道 此时 一道强光落在了莲花峰上 光芒四射 莲花峰宛若白昼 兄长 快 两人推开帐篷 走了出来 只见太阳的圆月悬挂星河 一道月光跨越星河几十万里 没入莲花峰 在莲花峰的山脚下 出现一个蓝色的传送门 兄长 快点 传送门只能维持一会儿 多宝道人 穿上一双仙鞋子 双脚一蹬 高高跃到传送门中 瞬间消失不见 风九幽轻轻一跃 化作一道白光 没入了传送门 虚空中的蓝色传送门 泛起一阵涟漪后 消失不见 突然 一群奇装异服的人 从虚空中走出来 他们手中拿着板斧 铁棍 裸露着胸膛 各个凶神恶煞 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没想到有人截足先登了 一个身穿兽皮的大汗双目中 闪过一道胸光 哼 宝物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拿的 对着远方猛烈地拍了一掌 一只巨大的手掌 应击中了远方的山峰 碰 巨大的山峰 瞬间被拍成虚无 第六十四章 寻得大地神兵 居然无法认主 银河倒挂 星辰璀璨 如梦如幻的月光 洒落在莲花风 武道复风 宛若绿叶簇拥 主风发出耀眼的光芒 两人踏上台阶后 便出现在了山顶之上 眼前的一幕 亮下了两人的二十四 K太惊艳 如此秘境 只有在无上天才有吧 兄长 准备去哪座山峰寻宝 两人看见上面的石碑 出现了五个凸点 很饱满 中间写着鲜红色的九个大字 机缘天注定 切莫抢求 风九幽也不太明白 这句话的意思 随口道 随便去哪座山峰 对于宝物本人并不在意 风九幽谈笑风生 风轻云淡 根本不在乎里面有什么 自己想要杀敌便可报 来这里 只不过是见识一下吧了 多宝道人思考了一下后 按下了西边的山峰 漠然 在他脚下浮现一个蒲团 带着他飞到了西风处 瞬间消失不见 而他按过的凸点下沉后 并没有恢复原位 卧槽 一个凸点 只够一个人探寻啊 莲花风真坑 风九幽看了看中间那个凸点 按了一下 突然 一道月光洒在风九幽身上 旁边的石碑 宛若活过来一样 一个透明的身影 从石碑中飘出 小妖 很高兴你来 莲花风做客 白衣老头 如沐春风笑道 风九幽傻眼了 怎么还有一个类似 残魂的玩意儿 躲在石碑里 老头 你是 小有莫怕 我只不过是残留在莲花风的 一道残魂罢了 即将消失于此 要不是你触发莲花 风煮风按钮 我依然还沉睡在石碑中 老头摸了摸自己的胡须 真诚说道 风九幽愣了一下 感情他的出现 是自己的杰作了 老头 你为什么不去投胎重生 或者夺舍 残魂淡然笑道 一道残魂罢了 没那个功夫 小有 你是不是想进入主峰 其实 我只是来逛逛 对于能不能进去 进去后 能不能得到宝物 我并不在意 风九幽一脸真诚的回答 让残魂露出了莫名的微笑 小有 看来 你是一个超然之人 既然如此 小有我送你进去吧 残魂的回答 让风九幽一脸愕然 这老头不应该讲一讲 他的光辉历史 给我显摆显摆吗 这似乎跟自己 预想到的全顽不一样 老头 你确定 没有什么给我讲的 残魂安然一笑 摇了摇头 说道 对于超然之人 天约不可说也 风九幽感觉 画风有点不对头 不禁对着残魂 提防起来 老头 我不去煮风了 我就在这里休息一下 等飞秋出来 我便离开 残魂脸上 挤出了几道皱纹 话也不说了 只见他双手一合 风九幽脚下 出现一个御仆团 瞬息间消失在了原地 主风传来风 九幽不满的声音 老头 你不讲昏德 小友 希望你能成功吧 残魂说话后 他朝主风看了一眼 有不舍 有留恋 接着 他的身体 慢慢化为虚无 消散不见 哎呦 莲花风禁锢任何灵力 风九幽被传送至主风后 头朝地摔了下来 幸好自己完成了 先天无暇 混沌体大城 否则 定会被摔得稀烂 这个破老头 等会儿出去 非要好好收拾他 风九幽 骂骂咧咧地站了起来 主风 莫非就是这座宫殿 眼前的宫殿金碧辉煌 宛若仙宫一样 仙气飘飘 栩栩如生 门口有皮修镇守大门 一道珠红色的大门 挡住了去路 风九幽回头一看 并没有下山的路 整座宫殿 仿佛飘在虚空中一样 不禁摇了摇头 看来天宫不作美 非要让自己进去溜达一番 双手一推 珠红色的大门嘎吱响起 巨大的红门被推开 里面灯火通明 白玉铺成的地板 在脚步声下 踩得叮当响 几百个琉璃石雕刻的大柱子 上面龙飞凤舞 上方出现一座王座 不过上面空无一人 这里 似乎是一座帝王的宫殿 环视了一圈 大殿空空荡荡 众多疑问浮上心头 风九幽走到墙边 发现一道侧门出现 带着好奇心 推开走了进去 一座花园 出现在风九幽的眼帘 令人咋舌的里面 居然全是种植的仙草 仙药 泛着白色的光芒 仙气扑鼻 闻一口 整个人都飘飘欲醉起来 数了一数 里面足足有上千株仙药 发达了 就难道就是狗屎运吗 尽管风九幽 不在意这些身外之物 可谁又能面对这上千株仙药 无动于衷呢 大手一挥静止被一抓抓破 尘封也不知多少年的 静止荡然无存 上千株仙药 纷纷没入储物界中 这些蝎药够老娘 老爹他们突破之斩道径吧 风九幽穿过花园 朝甲山走去 一座洞府出现在眼前 还未靠近 便能感知里面 来自九天的寒意 储物界里的寒冰仙剑 不由自主地跳动起来 似乎想要出来一样 风九幽大手一挥 寒冰剑出现在空中 他带着激动的心情 剑身颤动着 急速冲进了洞府 喂 小冰冰 眼见跟自己已久的寒冰仙剑 居然抛弃了自己这个主人 风九幽露出惊讶的表情 走了进去 洞府不过几百平方米 里面一音俱全 打坐修炼的玉仆团 炼丹房 神兵阁等等 里面琳琅满目的奇珍一宝 亮下了风九幽的眼睛 至尊级极品手套 麒麟拳套 收 至尊级极品长枪 琉璃寒枪 收 至尊级极品长刀 烈焰之刃 收 至尊级极品长剑 落花之剑 收 这里的神兵 丹药并不多 大多数至尊级 甚至还有一柄诸仙之刃 大地级中品神兵 令风九幽 瞠目结舌 除了这些 风九幽还找到辅助的修炼玉佩 至尊级 修炼速度提高一百倍 还有一本大地级中品功法 望擎天经 风九幽的手不停地抖动起来 这一切都跟做梦一样 太不真实了 别人辛辛苦苦打怪 除魔未到 费尽千辛万苦 才获得的斩道级神兵 丹药等 自己逛一趟莲花风 全都得到了 难道这就是人长的帅 七云会眷顾自己吗 风九幽抽出大地神兵朱仙之刃 打算让他给自己当当镜子 然而 让他失望了 这柄大地神兵 自己根本拔不动 无论是他低血认主 还是灵魂诱惑 朱仙之刃无动于衷 卧槽 这朱仙之刃 不会嫌弃自己实力若鸡 不愿被我认主吧 忙活了半天 居然发现 无法使用大地神兵 就跟一个极品 美女脱光了衣服 只能让你远远地观看 那种心情读者你懂的 丁 宿主 看来这里的神兵 宝物都不适合你啊 不信你认主试试 一道电音之声 在脑海中响起 风九幽不幸邪了 拿着麒麟全套滴血 没有反应 拿着时空玉佩 滴血认主 依然没有反应 风九幽彻底傻眼了 卧槽 一句粗口从嘴里爆出 此刻的心情 跟太监逛青楼一样 甘着急 系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宿主 这里的神兵虽好 跟你没有缘分 你的将来 还得靠本系统 这些神兵 在本系统眼里 都是垃圾 第65章 睡美人 阿九 问君能有几多仇 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 此刻 风九幽的心都碎了 这么多至尊级 甚至还有大地级神兵 都无法认主 就像自己刚在大街上 捡了一张五千万的彩票 兴冲冲地跑到福彩去对讲 工作人员却告诉他 你这个是别人上气弃奖的彩票 整个人从天堂一下调到地狱 这些至尊级极品神兵啊 是至尊级极品啊 还有我最爱的诸仙之刃啊 大地级神兵啊 系统 你居然说这些是垃圾 你是认真的吗 请你送几把垃圾给我吧 风九幽顿时欲哭无泪 整个人处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宿主 在我眼里 这些都是垃圾 还至尊级极品神兵 连附加属性也没 上次你兑换的小金枪 不过区区斩道极下品神兵 可是有如意变化之功能 还附带撕裂属性 刚才这些至尊级 甚至大地神兵 他们有这些功能吗 系统的一席化 让风九幽清醒了过来 刚才没注意 观察这些至尊级神兵 再次握在手中 没有感应到所谓的特殊属性 看来 这些至尊级神兵 的确是垃圾 不对啊 我的小冰冰去哪了 刚才没注意看 寒冰剑并没出现在神兵阁里 宿主 你知道这些垃圾 为什么你不能认主吗 风九幽眉头一皱 似乎有不好的预感出现 问道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主人还活着 系统语不惊人死不休 吓得他惊叫起来 什么 他的主人还活着 能用大地神兵的人 他的主人 必然是一位无上大地 这不仅仅是身份的象征 还是实力的象征 此时 在最里面的打坐式 传来异动 风九幽心中微微发抖 带着疑惑 朝打坐式走去 强大的寒意 弥漫着整个房间 还未进入 仿佛来到了九天悬冰窟一样 冷得让人血液 都快凝固了 那只欢快的寒冰仙剑 正漂浮在里面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风九幽走了进去 里面是一片冰雪的世界 白雪挨挨 地面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层 瞥眼望去 一个水晶棺材 出现在打坐式中央 风九幽带着忐忑的心情 来到水晶棺边上 寒冰仙剑似乎有一丝着急 抖动着剑身 发出丝鸣的声音 仿佛在说 主人 快点打开水晶棺 风九幽诧异地看着寒冰仙剑 带着忐忑的心情 推开了水晶棺的盖子 一个绝世美人 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淡绿色的长裙 袖口上袖着淡蓝色的牡丹 银丝线勾出了几片祥云 下摆密麻麻一排蓝色的海水云图 胸前是宽片淡黄色紧断裹胸 阿罗多姿的身躯 让人心潮澎湃 弯月眉下 是那沉睡万年的双眸 吹弹可破的脸蛋 宛若婴儿的娇嫩 目光所及之处 皆是美不胜收 用九天玄女 形容她也不为过 此女只有天上有 人间乃能降仙女 好美 尽管风九幽看惯了无数美女 比如潜雨那小妮子 青涩的美 又比如西门雪姬 那性感的美 都不及水晶棺里面的睡美人 她仿佛即性感 妖艳 清纯 知性 还有一丝魅惑为一体 风九幽这个对美女免疫的人 此刻也不得不承认她的美让日月无光 她的美正好在风九幽get的那个点上 此时 漂浮在水晶棺上的寒冰仙剑 发出丝鸣的声音后 化作一团蓝光 没入睡美人胸前待的玉佩上 正好弥补了那块玉佩上的剑形印记 卧槽 我的寒冰仙剑啊 风九幽一脸肉痛 她的价值并不高 关键是老娘送给她的 这种意义非凡 据说是南宫雪在某处三星仙葬上获得的 尽管品级不高 但附带的寒冰气息却非常实用 没想到 这该死的寒冰仙剑居然背叛了自己 化作玉佩的剑痕 莫然 那块玉佩一阵蓝光大作 原本沉睡的美女在蓝光的滋润下 发出了惊人的异变 不会失变了吧 风九幽眉头紧锁 似乎自己玩大发了 感觉唤醒了一个万年古诗一样 会不会变成女拔 整个生命禁区会不会被她糟蹋了 无数疑问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这时 睡美人睁开了双眸 那双勾魂夺破眼瞳 好惊艳 让人很容易便陷进去 女子思索片刻后 缓缓坐了起来 朝风九幽扫来 你 不会是女拔吧 风九幽语无伦次地看着她 心中难免紧张起来 女子缓了缓后 微笑起来 哥哥哥 真所谓一笑倾城 二笑倾国 让风九幽也试了魂 是你救了我 魏妍的声音从女子嘴里传出 把风九幽拉回了现实 嗯 准确来说 是我的寒冰仙剑救了你 风九幽挠了脑脑袋 说道 女子低头朝玉佩的剑痕看去 看到消失几万年的剑影 回到玉佩上面 顿时 这一切都明白了 女子缓缓腾空而起 悬浮在空中 居高临下看着风九幽 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 感谢你把阿九唤醒 说吧 需要什么赏赐 风九幽嘴角微微抽搐 暗道 真是一个高傲到极点的女人 赏赐就算了 本公子对这些俗物并不在意 风九幽摇了摇头 双眸平静如湖水 没有一点涟漪 女子身体微微一震 好奇地看着风九幽 阿九从来不欠人人情 说吧 只要你想要的 天上地下阿九都能帮你做到 阿九缓缓从空中落下 那双亮晶晶的玉腿 娇嫩 轻柔 秒杀那些卖腿的名模 风九幽依旧摇了摇头 的确没有 话音未落 只见阿九双手一抓 风九幽储物界的那些至尊神兵 大地神兵 大地级功法等 纷纷飞了出来 悬浮在他身边 他淡淡地看了一眼风九幽 风九幽瞬间尴尬地要死 没想到这些东西 居然都是他的 你想要至尊级极品神兵 阿九淡淡地看着风九幽 并不想 只不过见到他们孤苦伶仃的 本公子打算代为照顾他们几天 没曾想到 他们居然是你的 这下物归远主了 我也放心了 风九幽脸 不红肉不跳地说道 阿九瞥了一眼 那道眼神不言而喻 这些至尊级极品神兵 以你现在的境界 无法发挥他的实力 还会带来祸患 阿九虚空一抓 一柄泛着红光的仙剑出现在眼前 他手掌轻轻一翻 红色仙剑落在风九幽手上 这柄极品仙剑 适合现在的你 风九幽露出莫名的笑容 轻轻弹了一下 仙剑回到了阿九的手上 感谢阿九姑娘的好意 我想我并不需要这些 既然你醒了 本公子便告辞 风九幽双手抱拳后 转身便离开 阿九双眸微微动了动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等一下 第66章 一剑披天 阿九白日 飞升无上天 魏妍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风九幽不得不停了下来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风九幽愣了一下 回应道 风九幽 阿九美目一翘 露出唇红齿白 风道友 感谢你帮我打理花园 照顾那些仙药 风九幽大感不妙 正打算聚口不谈时 储物界摘取的那些仙药 自动飞了出去 化作白光出现在阿九身边 你 风九幽欲哭无泪啊 这些仙药 本来是给父母的 没想到被阿九要了回去 自己来莲花风 相当于白忙活了一场 阿九刚苏醒 需要这些仙药恢复实力 风道友等到了无上天 本地 阿九必然会重重暴打你 阿九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后 随即 恢复了正常 双手打出一个奇怪手印后 那些仙药化作 源源不断的仙力 没入体内 宛若恋采日月星光一样 全身上下仙气弥漫 在风九幽惊恐的眼神中 阿九的气息越来越强大 从隐气静到后天静 先天静 度洁静 高得连风九幽都不知道 她突破到什么境界了 只知道 她的气势越来越强大 宛若汪洋大海一样 压得风九幽 差点摊在地上 噼啪 虚空中出现一朵巨大的黑云 上面翻腾着若干紫色的仙雷 仙雷 风九幽惊讶地望着虚空 正当她在疑惑时 弱大的仙雷 在虚空中演化成仙雷池 紫色的光芒 照亮了半边天 莲花风山脚的兽皮人们 露出惊恐的表情 有人在渡劫 仙雷劫 难道有人渡过 《非生无上天》的最后雷劫 离莲花风一百公里外的十个面具人 抬头朝莲花风望去 眼神中多了一丝凝重 还有一丝恐惧 有人在渡仙雷剪 走 碰 巨大的仙雷如注落下 洞府被瞬间击破 仙雷落下的瞬间 阿九轻轻拍了一掌 仙雷就这样被打散了 乌云上的紫色仙雷 似乎愤怒了 居然有修道者 如此敢小看她 疯狂的仙雷翻滚着 接连落下一道 二道 足足三十六道 几乎毫无间隙地倾斜落下 哼 小小雷劫还不退卷 阿九腾空而起 整个人宛若仙女 翩翩起舞 一声怒吼吼吼 天上的仙雷劫像受惊的兔子一样 降下的仙雷瞬间消散不见 仿佛害怕阿九 慌张地逃离 天空再一次放晴 阿九缓缓落下 看着一脸呆滞的风九幽 露出倾国倾城的笑容 整个人一步千米 来到风九幽身边 淡然笑道 风道友 阿九即将离开这个世界 不知你 似乎愿意跟我离去 风九幽瞬间僵住 嘴角微微抽搐 拒绝道 谢谢阿九道友的好意 本公子还没打算离开生命禁区 阿九眼中闪过一道诧异 居然有人拒绝他 让高傲的他 瞬间冷了下来 既然如此 本尊要开天飞生了 啥 开天 风九幽惊恐地看着阿九 心中对他的身份 不断猜测起来 难道他是一个超级大能 阿九也不管风九幽如何惊讶 只见他双手一合 莲花蜂发出一阵轰鸣之声 风九幽急还在寻宝的多宝道人 被自动传送到石阶上 两人一头雾水地 看着正在变化的莲花蜂 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兄长 是不是跟那个仙子发生了点什么 他生气了 多宝道人露出渐渐的笑容 缓缓朝风九幽走来 风九幽鄙试地竖起手指 你别过来 我怕猪 哥 男环女爱天经地义 用不着害羞 多宝道人不以为然 走了过来 碰 一道手掌从天而降 拍在了多宝道人的身上 啊 像一个不倒翁躺在了地上 摇来摇去 死胖子 你再胡说八道 本尊送你去见阎王 一道恐怖的声音从天而降 吓得多宝道人 立马闭上了那张破嘴 风九幽顺着声音望去 只见莲花蜂腾空而起 在阿九的操作下 朝天空飞去 阿九要破天 风九幽看得目瞪口呆 她的实力究竟恐怖到了什么地步 至尊 混元圣人 或者无上大帝 卧槽 她居然要破天 爬起来的多宝道人浑身哆嗦 自己居然刚才当着一个疑似混元圣人的超级大能胡说八道 想死的心都有了 还好她没有跟她计较 否则她一百条命都不够人家一根毛发沙 兄长 你认识的这个仙女是何方大能啊 能不能引荐一下 多宝想败入她的门下 每天喝洗脚水就行 风九幽不客气地瞪了她一眼 死胖子像金鱼一样又忘了刚才的疼痛 继续说道 实在不行 我看没也行 多宝 你长得丑 想得还美 你没有一点B数吗 如此绝世美女 会放一个色魔在身边 此时 阿九举着手中的诸仙之刃 高呼道 破天 一剑斩向天空 一道白光出现 紧接着 听到上空撕裂的声音 一道巨大的口子出现在虚空中 阿九脚踩莲花风 头顶星河 慢慢朝天空裂缝飞去 在虚空裂缝即将关闭的瞬间 她朝下看了一眼风九幽 传声道 大恩不言谢 收好我的令牌 一道白光急速而来 落在风九幽手上 一个莲花字样的令牌 躺在手心 当风九幽再次抬头 看上虚空时 阿九带着莲花风 已消失不见 兄长 这是仙女 给你的定情信物吗 多宝道人 看着风九幽手上的令牌 叉一道 莲花字样的令牌 不是仙气 也不是辅助类仙气 更像是一种身份象征 多宝道人搞不懂 风九幽更搞不懂 多宝小爹 你见过定情信物长这样的 风九幽鄙视的 瞪了一眼多宝道人 你在西风收获不少吧 不分点给兄长 多宝紧紧地抓住储物界 连忙否认起来 没 多宝在西风 什么也没得到 风九幽瞥了一眼后 朝台阶下方的传送门走去 兄长 等等我 山脚下身穿兽皮的人群 跟身穿黑衣 戴着面具的食人对峙起来 诸位 莫非你们想跟我兽人族 作对不成 领头的兽人族 抽出骨棒 一脸不善地看着食人 兽人族 什么玩意儿 黑衣人首领 嘴角微微上扬 一脸都无视 找死 领头的兽族人 手中的骨棒化作 一头巨大的猛虎 踏天落下 那股庞大的气势 吓得黑衣人们面面相去 居然如此恐怖 等等 我们这就离开 黑衣人头领认怂 一行人 化作十道黑光 消失在原地 我呸 一群孬肿 要不是因为 莲花封上的混蛋 老子定要 让你们命丧于此 第67章 看我法天向地神通 漠然 虚空出现一道传送门 风九幽 多宝道人走了出来 两人踏步缓缓下降 来到地面上 咦 兄长 对面穿着兽皮的汉子们 看我们的眼光不对劲啊 多宝道人抬头 瞥见十几个 穿着兽皮的男人们 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 两人人族小子 交出从莲花封获得的宝物 否则 今日你们就留在这里吧 兽族头领细血地看着两人 手中的骨棒 在地上拖出一道火光 顺带着大的 出现一道裂痕 风九幽看了一眼多宝道人 往旁边腾挪了三丈远 这位穷逼道友 你想要宝物找我旁边这个胖子 我不过是他的跟班而已 风九幽摊了摊手 做出一副什么也没有的表情 兽族十几个不善的眼光 朝多宝看去 多宝道人傻眼了 兄长 你如此诬蔑我 你会没朋友的 多宝少爷 你这样说 俺就生气了 我捡到的斩刀神兵也给你了 连至尊极功法 大日经 也被你抢走了 连口汤都不给小的留一口 风九幽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 表演得淋漓尽致 兽族人眼睛一亮 呼吸急促起来 多宝那胖子 简直就是一座宝山 他们贪婪地围了上来 兽族人的动作 吓得多宝道人直跺脚 对着风九幽大声叫道 卧槽 九幽道友 你如此害我 适合居心 风九幽一脸无辜地看着众人 举着手 光溜溜 把衣服都翻出来了 依然光溜溜 死胖子 把东西交出来吧 否则 我的骨棒可不会跟你讲道理 兽族首领骨棒上遍布尖刺 打众人还不被打成筛子 诸位道友 玉树临风的汉子们 我这没有啊 看着步步紧逼的兽人族 多宝露出慌乱的眼神 不过 他的手去悄悄摸出一张符咒 看来 你得吃我一棒啊 白骨棒呼啸而来 散发着阴森森的气息 正要击中时 多宝手中的符咒发动 传送符 走起 一道白光闪过 多宝消失不见 兄长 这些鸟蛋人 交给你处理了 虚空中传来多宝挑衅的声音 这下轮到风九幽傻眼了 奈奈的熊 忘记了这个死胖子 法宝众多 仙福众多 自己摆他一道 反被他僵了一军 不禁摇了摇头 首领 死胖子辱骂我们 一个年轻的兽人提着大锤 用力一砸 大地上弥漫着蜘蛛网 中间出现一个巨大的坑 我的大锤八十 今日还没开婚呢 啥 力量可真大啊 小朋友 男人玩锤子 对腰不好 友善提醒你 远离大锤 伤身 伤身 原本还在因为死胖子逃跑 宝物丢失大不满的兽人们 听到风九幽的嘲讽 顿时把矛头转移到风九幽身上来 你的少爷走了 你留下来 给我们当奴隶吧 刚才被他嘲笑的那名兽人 伸出巨长 嘲讽九幽抓来 小朋友 你想多了 我劝你快吃口食冷静一下 逍遥不易登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石杖之外 让那名大锤兽人抓了空 咦 奴隶 你还有几把刷子 能在我兽秦下逃脱 你小小的元神初七跑得掉吗 兽秦举起了手中大锤 对着风九幽方向砸出 一柄巨大的石锤 出现在虚空中 风九幽所在的区域 被重力笼罩 五倍的重力 让人寸步难移 想要再施展逍遥步 几乎没有可能 首领 兽秦的重力大锤又进步了 果真是我兽人族的天骄啊 一名兽人男子 露出羡慕的表情 夸奖起来 嗯 兽秦突破洞虚境后 天赋完全兑现了 这还只是他立的形态 等他施展兽形态 连杜杰境初七 都不是他对手 首领对兽秦赞不绝口 这次除了寻宝外 也是带着他出来历练 可惜了这俊俏的人族 要是带回兽人大世界 也能卖个好价钱啊 一名兽人男子惋惜道 晴天锤 砸吧 兽秦怒吼道 空中那把锯锤 带着碾压之力落下 锤未落 大地已经崩裂 风九幽周边的大地 已然千疮百孔 锯锤破天而来 风九幽淡然一笑 漠然 身上的天穷护体出现 锯锤砸到天穷护体上 一道巨大的反弹力出现 那柄须的锯锤 顷刻间化为虚无 回归了天地间 这一幕 让兽人们露出惊恶的表情 不是应该 人族被砸成肉泥了吗 怎么梯外还出现护体气罩 难道是修炼身体的修道者 兽秦虎口发麻 被绷出了裂痕 鲜血溢了出来 眼前的一幕 让他难以置信 一个垃圾元神静出气的修道者 居然硬抗自己的晴天锤法 小子 看来你有几分本事啊 看看爷爷虎躯一阵 踏扁你 风九幽顿时流露出极大的兴趣 兽秦发怒了 双眼星红 整个人高呼到 猛虎出笼 镇压巴荒 原本人类模样的兽秦 此刻幻化成了一头 足足十丈高的猛虎 威风凛凛 屁腻天下 这难道就是三千大世界 记载的兽人大世界的兽魂术 咚咚咚 地动山摇 一头庞然大雾没走一步 大地上出现一四个巨大的脚印 他做成猛虎跳跃之势 扑向风九幽 恨不得一抓撕裂他 这下人族虫子死定了 一名兽人 带着不屑的表情说道 首领点了点头 同意下手的话 我们兽人族的第二种特殊天赋出动后 人类修道者只能沦为实物 他自然有这个底气 要说兽人族 为何能在兽人大世界称王称霸 主要在于他们领悟的兽魂 觉醒的兽魂越强大 兽人取得的成就越高 快看 一名兽人惊叫起来 众人闻声望去 发现了让他们震惊万分的一幕 风九幽见到兽秦化作猛虎扑来 是施展了法天象地神通 原本一米八出头的小个 顷刻间长到了几十丈高 吓得扑来的兽秦 翻滚 朝一旁滚去 大地发生剧烈抖动 这 兽秦背下的语无伦次 这踏马的 怎么会变成几十丈的巨人 威风凛凛的风九幽 居高临下 看着兽人族的小蚂蚁们 露出不屑的表情 要比大 比得过我吗 风九幽做出健身时的动作 身上的肌肉 一条一条的 格外分明 本公子的大鸡霸 你们羡慕不 兽人头领脸色冷了下来 手掌一挥 十几个兽人全部围了上去 人类虫子 你以为变成大鸡霸 我就拿你没办法 十几个兽人族 纷纷使出兽魂天赋 巨狮子 巨蟒 巨像 十几个庞然大物 腾空而起 与风九幽对视而望 可惜 你们施展的是兽魂秘书 要是真的就好了 好久没吃烧烤了 真怀念那种味道 风九幽看着空中的 十几个兽人 自言自语道 第六十八章 画地为牢 一枪一个小兽人 首领 这个人类虫子 居然想吃我们 你能忍吗 一名巨蟒兽魂的兽人 吐着蛇杏子 说道 等会好好操练他 让他知道 我们兽人的厉害 一名狮子兽魂的兽人 举着爪子 凶残地对着风九幽 比划了一番 杀 兽人首领不再磨叽 指挥属下 纷纷发动攻击 庞大的巨蟒 盘旋而上 舞动巨尾 朝风九幽甩来 巨师一阵狂吼后 身上发出一圈圈光芒 照亮了整个天际 巨蛟龙吞云吐雾 瞳孔发出两道黑光 势必让风九幽 在空中死无葬身之地 十几道凶猛无比的攻击 铺天盖地杀来 山崩地裂 日月无光 密密麻麻的神兽身影 倾斜落下 兽人小朋友们 吃我一枪 手中的小金枪 化作几时丈长 阳天一挥 化作一道金芒落下 杀来的巨蟒 被一枪挑落 洒出一片血雨 啊 巨蟒发出一声惨叫声 小蟒 兽人头领巨蛟龙 疯狂摆动着头颅 发出狂暴一击杀来 风九幽手中的金枪 朝天一指 吼道 神游八荒 爆 风九幽打出神游八荒 第三十爆 寝刻间 虚空中出现一团团爆炸之声 围绕着风九幽身边的空间 出现一个个黑洞 裂缝 庞大的巨蛟龙身体 被突然出现的荒芜之气 割伤了身体 鲜血哗哗直流 啊 该死的人类虫子 我要灭了你 风九幽微微一笑 无视他的威胁 手中的长枪依旧一指 砰砰砰 十五道爆炸声在空中炸响 攻来的十五个兽人 纷纷被炸得东倒西歪 顷刻间 重伤砸到大地上 砰 地上出现十五个巨坑 躺着十五个兽人 兽人小朋友 躺在大地上的滋味如何 你 兽人首领什么时候受到过如此羞辱 被气得狂吐一口鲜血 兽人的尊严不容侮辱 我们的命格 来尊贵的兽魂 来自远古的兽灵 你最虔诚的仆人 请求你降临 十五个伤痕累累的兽人 一口同声念叨 刹那间 世界进入了黑暗 虚空中出现一道诡异的身影 微弱的光芒散去后 一道麒麟的身影出现在虚空中 双眸如灯笼 呼吸声震天动地 灭世的恐怖气息从天而降 善儿等召唤我 兽皇 您的仆人向您请安 所有兽人族 全部跪在地上 双手放在胸前 前程 行其里来 召唤我的分身下界所为何事 麒麟虚影 在空中看着地下跪拜的兽人们 兽皇 此人族小儿 欺你仆人 请求兽皇出手灭之 兽人族首领 指着风九幽 告起状来 麒麟虚影瞥了一眼风九幽 低沉道 人类蚂蚁 自杀 本兽黄流你全尸 否则 让你烟消云散 尸骨无存 看着虚空的麒麟虚影 撇了撇嘴 似不像 你不是一个祥瑞之兽吗 居然是兽人族的代言人 真把神兽的脸给丢尽了 想要本公子的命 你尽管放马过来 风九幽自然不相信他的实力 能超过度洁净 凭借自己的天穷护体 断然不会怕他 召唤的玩意儿 自然不可能长时间呆 再下见 麒麟鼻子气流如红 勃然大怒起来 没想到人类的小蚂蚁 敢对他如此大逆不敬 本尊 赐你一个字 死 麒麟轻轻一拍 一个巨大的手掌从天而降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夹杂着风雨之势落下 法天向地 切 风九幽再一次长大了几十丈 迎着手掌反拍而去 两道手掌在空中相交 碰 巨大的撞击声响彻天际 与水如潮倾袭而下 交得底下的兽人族 变成了落汤鸡 风九幽纹丝不动 屹立在那里 麒麟露出惊讶的表情 小冲子 你居然能抵挡我一掌攻击 看来我小看你了 麒麟天爪 一爪灭视 发怒的麒麟 灰天一爪 虚空中出现一只巨大的手爪 出现的一刹那 整个天空瞬间黑了下来 恐怖的气息 弥漫在虚空之上 地上的兽人 露出惊恐的表情 天哪 兽皇发动他的天赋神迹了 这个该死的人类 虫子死定了 传说兽皇之爪 可灭视 可破星辰 被誉为世界之伤 兽琴等人 心惊胆战地讨论起来 虚空中巨大的爪子 跨越空间杀来 那种肝胆剧烈的气势 让风九幽 不得不慎重起来 久违的小金枪 出现在手上 神游八荒 气 神游八荒第四是气 阳天一枪 一道巨大的气龙 迎着兽皇之爪杀去 刚一个照面 气龙便被兽皇之爪 给拍碎 仅仅阻止了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巨爪再次落下 风九幽脸色凝重起来 没想到这个兽皇之爪 依然超过了度捷径 看来必须加持 百倍攻击buff了 正当打算第二次使出 神游八荒气时 那道巨爪加快的速度 穿越虚空 出现在头顶 闪电般落下 碰 天穹护体发动 巨爪击中天穹护体后 出现了一丝波动后 便消散不见 什么 兽人们面面相去 似乎看到了 难以置信的一幕 他他居然能抵挡兽皇本命攻击 虚空中的麒麟虚影 瞪着大大的眼珠子 不敢相信一个小小的人类 居然能接下他的本命技能 两次攻击都无功而返 让骄傲的麒麟 如何能接受 小子 没想到 居然是修炼身体方面的道体 本尊小看你了 死了 麒麟虚影 跨越历史长河 分身轻动手 那道麒麟 分身泛着黑气 划破天际 带着威压 铺天盖地落下 一头巨大的麒麟 撞击而来 不好 风九幽高呼道 化地为牢 麒麟离自己不足一百米时 一道领域落下 正好把麒麟虚影 连同十五个兽人们 全部关了进来 麒麟好不容易凝聚地分身 在化地为牢的控制下 体内力量疯狂被抽出 已经出现摇摇欲坠 处于崩溃的局面 小子 住手啊 风九幽微微一笑道 你喊我住手 我就住手 多没面子啊 小麒麟 除非你求我 该死的人类小子 我记住你了 你给我等着 撂下两句狠话后 麒麟的分身虚影 化作灵气 被化地为牢给吸收了 风九幽面目不善地 朝地上的十五个兽人看去 嘴角上挑 那一抹微笑 看得他们心惊胆寒 我我们投降 对不起 本公子不接受俘虏 我喜欢人途的风格 坑杀俘虏 风九幽摸出小金枪 朝他们慢慢走去 吓得兽人们肝胆剧烈 你不要 手起 枪落 枪气掠过 十五个兽人的脖子上 多了一条血痕 全部被断侯 肉体被灭 丹田处的元神 纷纷飞出 朝外逃窜 很可惜 在化地为牢的领域下 连顺意都无法做到 还想跑 公子 求求你 放过我们 第六十九章 灭杀白棱镜的爪牙 上 面对兽人的哀求 风九幽给他们 只有一个答案 小金枪窜一串糖葫芦 一枪点射穿过 十五个兽人的元神 全部被串成一串 啊 灵魂发出撕裂的惨叫声 片刻之后 全部化为灵气 被风九幽给吸收了 十五个兽人的储物戒指 自然进了风九幽的腰包 不过 他并没有看你们有什么东西 他对这些兽人的东西 并不感冒 咦 兄长 你好厉害 虚空中 多宝道人钻了出来 一脸震惊地看着地上的尸体 心中不由的一惊 关键他在老远处看到风九幽大战召唤的麒麟虚影 吓得他菊花直冒汗 哟 跑路兄 知道回来啊 要是放到我故乡 你就是饭跑跑 要被点天灯的 风九幽瞥了一眼多宝道人 说得他一脸的尴尬 不过 他开水不怕死猪烫 再一次攀清起来 兄长 宝宝没有逃跑 只不过是去虚空中 给你放风去了 以兄长镇压八荒之力 小小麒麟 小蛋蛋 哪里是你的对手 我也用影像时 记录下你风骚的动作 宝宝必然每日三省无身 看三遍 人无耻起来 的确能不要脸 就像现在的多宝道人一样 说起谎话来 连鬼都会被他欺骗 可惜 风九幽是一般人能坑蒙拐骗的主 一柄极品仙剑 什么 多宝道人傻眼了 赶紧捂住自己的储物界 兄长 你不会打我储物界的主意吧 你要这样 一个人生胖气了 风九幽眉头一挑 不怀好意地打量了一番多宝道人 我决定帮你减减肥 你身上的肥肉 实在是太矮眼了 说完后 便摸出三柄飞仙刀 手一挥 三柄飞仙刀 悬浮在多宝道人头顶 兄长 我们兄弟之间 需要这么见外吗 不就是一柄极品仙剑罢了 多宝道人 一脸肉痛地取出 一柄极品仙剑 翠绿飘红 极不情愿地递给风九幽 心在滴血 魂在怒吼 嗯 不错 希望你再遇到困难再逃跑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打劫你 风九幽淡然说道 多宝道人脸 瞬间垮了下来 心里跑过一万头草泥马 脸要多黑又多黑 系统 把至尊级 天下无双刀法 掌印世界拳法 给我兑换了 风九幽想了想 四大至尊级极品战法 每一样都是吊炸天的存在 全部学会 对自己接下来的生命禁区之行 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的 宿主 至尊级极品刀法 天下无双 以融会贯通 参悟完成 至尊级极品拳法 掌印世界 以融会贯通 参悟完成 剩余修为值 1132.8万点 莫然 刀法 拳法 已然了如指掌 风九幽再一次朝多宝道人看去 那倒让他心惊肉跳的眼光 吓得多宝道人菊花一景 熊熊长 你想干嘛 我虽然长得丰满 但我不好难难耐口 多宝道人 双手抱在胸前 一副抵御的模样 搞得风九幽一阵无语 你这一身肥肉 可以熬出几十斤油了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小心得三高 不过 你要是能给我 一柄极品仙刀 或者拳套 我相信 这次十万大山之行 一定是愉快的 风九幽话音一落 多宝道人顿时炸毛了 兄长 我当你是哥哥 你却朝我宝库 有你这样的兄长吗 风九幽挠了脑脑袋 甘大道 你不就是多拉埃梦 想变什么 都能变出来吗 不就一柄极品仙刀 一副极品仙拳套 这么小气 你 多宝道人虽然不知道 多拉埃梦是啥玩意儿 肯定是想占他便宜 心中开始盘算起来 咦 不是有个魔窟吗 干脆把他骗到哪里去 自己好跑路 免得被他敲诈 心中一合计 顿时眼睛一亮 兄长 想要极品仙气 这一辈子也没可能 不过 我知道有个地方 存在上古留下来的秘宝 兄长 你一定会感兴趣 风九幽眉头一挑 疑惑道 确定 嗯 在十万大山东边 有座魔窟秘境 那里面传说 有斩道极神兵 丹药的存在 多宝道人脸上的肉 都快挤成一条线了 笑命你道 你确定不是送我去找死 多宝道人心中一惊 真是一个聪明小狼郡 赶紧鬼扯道 兄长 哪里虽然有一丝丝危险 对于你这样的超级高手来说 那是小菜一碟 不对 就跟打蚊子一样 简单 风九幽想了想 反正自己要杀怪升级 居然是魔窟 里面的邪魔自然不会守 说不定 自己很快都能突破洞虚 甚至渡截境呢 那还不带我去 多宝道人内心大喜 领着风九幽朝东边走去 很不幸 两人刚走出草原 便碰到十个戴着面具 戴着杀气的神秘人 兄长 他们不会是来找你麻烦的吧 面对五个渡截境初期 五个渡截境中期的高手 他再一次打算溜走了 看样子 应该是来找我的 风九幽点了点头 看来有人要提前对自己下手了 风九幽 你是跟我们走 还是我们打断你的狗腿 再跟我们走 领头的神秘人 嘴里传出一道恐怖的声音 宛若来自地狱 要不 换一种方式 风九幽淡淡一笑 说道 什么方式 莫非你还想 我们给你种下神魂种子 再跟我们走 领头的神秘人 嘶哑说道 风九幽举起中指 摇了摇 不 我灭了你们 带着你们的元神跟我走 话音一落 现场一片寂静 多宝道人被风九幽的话给震惊了 他能挑战麒麟的虚影分身 就代表着十个杜结境高手 会分分钟钟被他灭掉 大哥 他居然说 要灭了我们 哈哈 一个小小的元神境初七 居然敢大言不惭 我承认 你在灵济城邪魔工程时 能轻松灭掉杜结境初七的 骷髅王他们 那毕竟是邪魔 被你的属性相克 我们可是你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山 看到你如此不听话的份上 我们必须要断你五只 好好操练你 十人抽出长刀 带着杀意朝风九幽走来 每走一步 地上的石头纷纷腾空而起 化作一柄巨刀 对着风九幽劈下 掌印世界 一掌破天下 风九幽掌风上提 打出一道巨大的手掌 迎着巨刀抓去 第七十章 灭杀白棱镜的爪牙 下 手掌一抓 石头化作的巨刀 硬生抓破 散落一地 十个面具人微微一震 停顿半赏后 再次杀来 刀下无影 沧海一速 杀 刹那间 石头刀钢倾泻落下 化作刀意 杀天洞地 多宝道人看得目瞪口呆 要是让他面对这十个 凶残的面具人 分分钟钟被砍成稀巴烂 除非他使出仙服 仙甲 掌印世界 一掌战苍穹 顿时 天空狂风大作 掌风化龙 迎着石头刀意而上 龙腾四海 战无不胜 乾龙飞升 万物皆云 凶猛的刀意在 掌风化龙下 烟消云散 穿过刀意 落入石人身上 碰 一声巨响后 石人瞬间重伤倒地 这 石名面具男傻眼了 杜杰境初期 中期居然被一个 元神境初期 低手打倒在地 这越战似乎超出了 他们的认知 就算灵机动天 交万花铜 也不可能越战这么多 主人低估了 风九幽的战力 他不能用境界抗衡 石人对视了一眼 闪过一道凶狠之意 说吧 谁派你们来的 风九幽居高临下 问道 哼 小子 你高兴得太早了 石人摸出一个神秘符咒 念道 八荒河 乾坤沙 请客间 以他们为中心 方圆五百米 出现了神秘大阵 大阵内鬼哭狼嚎 杀声阵阵 紧接着 降下无数剑阵 化作剑语落下 风九幽小儿 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 风九幽嘴角一撇 冷笑道 这破玩意儿 也想杀我 花里胡哨 不知所谓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大阵 化地为牢 出 一道透明照 封住了对方的神秘大阵 落下的剑语 瞬间被禁锢在空中 接着 纷纷消失 化为灵器 补充了化地为牢领域 石人感觉到体内的力量被吸走 脸色骤变 你 使出什么邪术 他们再也无法淡定了 连主人给他们的先级下品阵法 八荒乾坤杀阵都拿他没办法 反而被他的神秘阵法所掌控 关门打狗阵法 风九幽没走一步 他们心中仿佛被巨石撞击一般 压抑 脚痛 恐惧 你们是不是白棱镜那条老狗派你们来的 话音一落 石人眼神闪过一丝慌乱 尽管他们在面具下掩饰得很好 也依然逃脱不了风九幽的双眼 不重要了 无论你们承不承认 都得死 包括你们的主子 掌印事件 一掌破天下 一道巨大的手掌出现在他们头顶 倾泻落下 不 碰 石人瞬间被打成血雨纷纷 十个原神体仓皇中逃窜 正打算施展大挪移之术 发现在化地围牢里面 一切神魂瞬移术都失效了 这一下把他们吓得半死 纷纷求饶起来 求求你 放过我们 风九幽眉头一挑 但但说道 你们觉得可能吗 我 我们愿意奏做你的奴隶 我们愿意把所有的收藏都给你 十个储物界 漂浮在他们身前 祈求起来 这些玩意儿 你们死了 我一样能得到 风九幽不再跟他们唠嗑 手掌一挥 十个原神瞬间被禁锢 不 道心问天 你们十人是石头老狗 你们的主人是不是白棱静 风九幽发动道心问天神通 询问起来 是白 不好 风九幽发动直尺天涯神通 消失在原地 碰 十个原神触发静置 纷纷爆炸开来 白棱静 我知道是你个老狗 你给本公子等着 出了十万大山 便是你的末日 风九幽冷冷地看着灵济城方向 嘴角上扬说道 此时 远在灵济城灵济洞的一座洞府内 白棱静突然吐了一口鲜血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怒吼道 是谁杀了我的十个奴仆 坏了我的大事 兄长 你是不是大地转世 多宝道人惊掉下巴 原本以为自己了解了风九幽 他又一次超越了他的认知 不禁内心恐惧道 要是自己骗了他 会不会被他剁成肉泥啊 菊花再次漏风起来 脸上挤出一道胖嘟嘟的笑容 大地转世 我要是大地转世 一巴掌送你去西天 多宝道人尴尬地笑了笑 捡起了地上十个储物件 递给风九幽 这是个储物件给你吧 啥 兄长 我没听错吧 你居然良心发现了 多宝道人受宠若惊 眼睛都笑眯了 赶紧接触上面的静止 打了开来 神识一扫 顿时撇了撇嘴 相当不满意 叨叨 十个穷鬼 储物件里的收藏 不及到也百分之一 真扫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更让我差点跳楼自杀 啊 我给你十座藏宝库 兑换你一柄极品仙刀 极品仙全套 不过分吧 啥 刚刚还有点兴奋的多宝道人 再一次傻眼了 兄长 请问 你是认真的吗 这十个破戒指 能兑换极品仙刀 极品仙全套 本宝宝念术不多 兄长 你可不要骗我 风九幽眉头一皱 不善地瞪着多宝道人 瞪他头皮发麻 难道你拿了我十个储物件 不知道礼尚往来吗 多宝 做人要厚道 希望你记住一句话 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我这是在叫你做人的大道理 懂吗 修道者必须讲道品 没道品 还能再修道戒立足吗 风九幽语重心长的话 气得多宝道人费 都快爆炸了 也不知道 心里跑过几万头草泥马 多宝道人肉痛加肉休克 不甘心地从他的储物戒里 磨出了一柄极品仙刀 极品仙全套递给风九幽 兄长 我终于见识了 什么叫无耻的索觉 认识你 我倒了八辈子没 那表情 好像被人轮了一百遍 要是打得过风九幽 他立马现在就想拔掉他的裤头 道理做俯卧撑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错 你认识我 是你今生最大的幸运 感谢你替我存宝贝 下一次 建议你拿斩道神兵来回馈我 嗯 斩道神兵貌似差了一点 至尊道兵勉强可以 风九幽在多宝道人 那道坚固的城墙上 拍了拍 唉 为了贪小便宜 居然玩出极限一换一 伤敌一千 自损三万八 我真是一头笨拙 多宝道人 用那只肥嘟嘟的胖手 拍了拍那颗圆滚滚的脑袋 后悔到 他发誓 以后一定要远离这头邪魔 动不动就会被他坑 认识他才几天 坑了他四把极品掀器 要是照这样下去 自己多宝道人 岂不是变成了他的移动藏宝库了 我忍 我忍 等待你去魔窟 好好坑你一把 不然就对不起我多宝道人的威名 多宝道人内心暗暗道 多宝 你不会再想办法坑我吧 风九幽见到多宝嘴角露出阴险的笑容 好奇问道 没 怎么可能啊 你可是我亲兄长 我怎么会坑你呢 脸上的肥肉都快挤到一起了 内心暗道 该死的 真聪明 差点露线了 没事 坑我挺好的 坑我正愁 没有顺手的至尊道兵吗 风九幽邪媚一笑 吓得他差点打滑摔到地上 心中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带他去魔窟 万一他出来了 自己岂不是要倒大霉 不 大不了坑了他 自己立马穿梭离开此界 让他一辈子都找不到自己 一想到这里 多宝道人 露出了那张可爱可亲的笑脸 兄长 魔窟走起 第七十一章 出入魔窟 灭杀几千万邪魔 魔窟 十万大山的一处秘境 传闻里面 有数不清的邪魔 恶灵 禁忌之物存在 曾经有几十名杜杰净高手 联合硬闯魔窟 结果只有一个人逃了出来 不过 他变成了一个傻子 他嘴里不停念叨 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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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 魔窟流传着一个 关于里面有斩道神兵的神秘传说 对于杜杰净来说 这里是坟墓 至于杜杰净之下 那是一条绝路 不归路 没有人敢进入 不过 这一切风九幽并不知道 这也注定了 该死的多宝胖子 会掉一坨肉的结局 两人经过十天的赶路 终于到达了这个 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 一块石碑 被染成鲜红色 历经不知道多少年 依然颜色不退去 栩栩如生 上面刻了一个 类似骷髅的图案 仅仅看了一眼 便会让人毛骨悚然 多宝胖子 根本不敢看到图案 风九幽看了一眼 便感觉陷入了深渊 无数只白骨朝他身来 漠然 绝对防御神通被动触发 那些幻象 瞬间如潮水般退去 石海中传来奇怪的惨叫声 兄长 你居然没事 多宝胖子被吓了一大跳 他可是看到 风九幽对视了那道骷髅图案 能有什么事 我从图案里面 看到了一个美女 啊 好像没穿衣服 风九幽做出一副猪哥的模样 故意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啥 当真 比珍珠还真 比莲花风上那个阿九还漂亮 那身材 让我欲罢不能 风九幽露出红彤彤的脸 看得多宝胖子心痒痒的 可惜啊 你没那个眼符 不敢看 嘖嘖嘖 那白嫩的肌肤 吹弹可破 那肚兜 貌似小了一号 有点鼓鼓的 别挡到我 我还要看 风九幽再一次朝骷髅图案看去 做出一副猥琐的表情 多宝胖子 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拼了 他睁大瞳孔 朝那道骷髅图案看去 风九幽嘴角 露出一副坏坏的笑容 啊 多宝胖子突然惨叫起来 眼角流出几滴血泪 整个人想看到了恶魔一样 头发直接竖了起来 手舞足蹈 一直念叨 你不要过来啊 哈哈 风九幽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个死胖子坑一下 不会少一斤肉 他身上宝贝多着呢 果然 在受到幻象攻击后 他体外发出一道金光 随后 多宝胖子恢复了正常 多宝胖子闪过一丝后怕 一脸恼怒地看着风九幽 兄长 我劝你做个人吧 多宝 你这样说 兄长可要生气了 我明明看到的是美女 你不会被美女一脚踢下床了吧 果然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 你吓到美女就是你的错 风九幽心不跳 脸部红胡扯起来 多宝胖子 闪过一道疑惑 看着风九幽真诚的表情 难道自己真冤枉了 他真看到美女了 为何我看到的是邪灵 要吃掉我 这个图案应该因人不同 看到的画面不一样吧 风九幽再次说道 是吗 多宝胖子 心中闪过一道不幸 好了 我们该进魔窟了 风九幽一马当先 拿着多宝胖子 给她的通行符咒 走进了前方一个黑漆漆大洞 似乎听到的水在叮当响 转眼间 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天空是黑色的 下方是灰色的大地 山川光秃秃的 没有一点绿色的植被 瞥眼望去 黑气在盘旋 无数奇怪的生物 出现在眼帘 它们似乎闻到了生灵的气息 疯狂朝风九幽方向涌来 几千万神葬境 子府竟如蝗虫过境 发出阵阵地动山摇 元神静 洞虚静邪魔 紧随其后 吹响了静弓的嚎叫 在深处 似乎还有杜竭静的邪魔 翻起一阵阵黑云 除此之外 似乎还看到 有一些奇怪的玩意儿 黑色的像虫一样的玩意儿 从虚空中杀来 刚走进洞内的多宝胖子 魂都快吓飞了 娘亲啊 好多邪魔来了 趁着风九幽观察邪魔杀来时 她没有丝毫犹豫 取出一张大挪移传送符 一道白光闪过 多宝胖子瞬间消失不见 耳边传来 她嬉笑的声音 兄长 多宝家里有事 先走一步 小弟希望你 能够活着出来 否则 连给你收尸的机会都没 哈哈 风九幽回头看了一眼 多宝胖子消失的涟漪 回应道 多宝 你放心去吧 不要忘记准备至尊道兵 刚离开的多宝胖子 差点从虚空中掉出来 捏了一把冷汗 他可不认为 风九幽能从魔窟里逃出来 风九幽来不及多思考 邪魔们冲了过来 大手一挥 天空风云变色 一道紫色雷电 从天而降 那些即将近身的邪魔们 停止的前进的步伐 纷纷惊恐地看着天空 噼啪 紫消神雷 在邪魔中炸开来 一道火光起 前排的神脏 紫抚邪魔 瞬间化为灰烬 咦 紫消神雷 貌似变强了 被吓到的邪魔们 身躯开始发抖起来 神雷天刻邪魔 才被紫消神雷打了一下 前排死掉了 估摸有好几万把 而狼们 杀了他 深处传来一道恐怖的怒喊声 再一次鼓舞了 邪魔进攻的步伐 空中的黑色小虫子 朝下方释放了 一缕缕黑色气体后 原本对风九幽恐惧的邪魔们 再一次发出嚎叫声 杀了过来 找死 大掌一挥 对着前方连拍舞下 舞蹈紫消神雷 从天而降 前方五百米 弥漫着紫消神雷的雷电 琵琶 九天惊雷平地起 炸死邪魔不留情 肉眼可见 雷电落下的瞬间 邪魔们纷纷化为烟粉 上次给邪魔的五道雷电 炸死了数十万滴境界的邪魔 也阻止了后门原神镜 动虚镜邪魔的步伐 该死的人类 赶来我魔窟作祟 找死 一团黑雾用来 空中幻化成一张鬼脸 呲牙咧嘴 手中握住一根白骨棍子 众邪魔见到他们的君王赶来 纷纷后退几百丈 把空间留给了他们的王 小子 乖乖束手就擒 做我的骷髅王 帮我镇守这一方天地吧 一道黑气 化作一条绳索 朝风九幽捆绑而来 空中那个鬼怪 你妈贵姓 天下无双 斩你头颅 手中的三柄飞仙刀 腾空而起 化作三道惊天地气鬼神的白光 一柄杀像绳子 另外两柄杀像空中的黑雾 小子 死了 一个巨大的怪物出现在空中 他手持白骨棍子 迎着两柄飞仙刀回去 碰 两柄飞仙刀受阻 倒飞了回来 另外一柄切断了黑绳后 自动飞了回来 法天向地 杀 风九幽变成一个几十丈的巨人 一个跳跃 腾空而起 抡起拳头 砸向空中的怪物 碰 强大的力量 砸得巨大的怪物 嗷嗷大叫 掌印世界 一掌乾坤 掌风落下 化作一道白色的巨掌 朝空中的巨怪抓去 第七十二章 激战诡异邪灵王 巨怪被捏住的瞬间 化为黑雾 消失在五指间 杰杰杰 人类小儿 本尊是无影无形 你能带我喝 诡异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一团团黑雾疯狂涌动 不屑中 带着一丝玩味 风九幽眉头皱了皱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玩意儿 心头暗道 这种玩意儿 应该害怕紫霄神雷吧 紫霄神雷 出 大手一伸 虚空中传来雷鸣之声 紧接着 一道紫霄神雷跨天来 迎着那团黑雾 就是一道紫光劈下 劈啪 啊 该死的小儿 雷电是邪雾的克星 就算这个看不清境界的黑雾 依然不能抵挡 那团黑雾便小了一圈 不过 他却更加愤怒了 黑雾在空中翻滚着 化作一条黑泥丘 闪电般的朝风九幽沙来 双手一合 掌印世界落下 他突然消散不见 咦 小二 你能奈我何 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突然 再正前方 一丝丝黑雾 再一次重组成一团黑雾 活见鬼了 这是什么鬼玩意儿 既然如此 我先杀你手下 后面再慢慢炮制你 风九幽身躯微微一动 黑雾正好落下 打了空 人呢 他发出一道惊讶声 紧接着 他耳边传来邪魔的惨叫声 风九幽提着小金枪 施展咫尺天涯神童 杀到了后方 神游八荒 血落下 成片的子斧镜 元神镜 洞虚镜 纷纷烟灭 再配合紫霄神雷 只见邪魔中无数雷电落下 打得邪魔人仰马翻 没有一个邪魔是一合之敌 十万 五十万 一百万 仅仅仅两个呼吸的时间 超过了五百万邪魔湮灭 风九幽用他所掌控的神通 战法 打得邪魔惨叫连连 啊 人类小儿 你让本王怒了 我要让你去地狱忏悔吧 黑雾眼见自己的手下 像被割刀子一样 纷纷消散 气得他勃然大怒 魔之骨 银耳之血 杀 他手中的白骨棒 化作一道白光 锁定了风九幽 跨越白里杀了过来 白骨棒散发出 无数邪恶的恶魔 他们呲牙咧嘴 张牙舞爪 带着邪恶的笑容 铺天盖地落下 风九幽笑了 在绝对防御下 这些邪魔正好进化掉 他收起了手中的小金枪 迎着恶魔而上 姐姐姐 人类的神魂是不要 不要跟我抢 无数恶魔 涌入朝风九幽体内涌去 漠然 绝对防御发动 身体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道气罩出现 白光下 恶魔纷纷被净化 涌入的恶魔 纷纷惨叫起来 不 白骨棒里面 蕴藏的数以万计的恶魔 顷刻间化为虚无 那根白骨棒 逐渐变成了黑乎乎的骨棒 失去了 他应有的色彩 空中的黑物怪物 大为震惊 居然自己发动的恶魔骨棒阵 居然被他这样 轻松给破解了 上次进来的几个杜结晶高手 他们可是在恶魔骨棒阵下 除了一个变成了疯子 其余的 都全部被恶魔 给吃得干干净净 难道一个原神境初期的人类修者 原神超过了杜结晶的高手 空中的黑物 一会儿变成一条蛇 一会儿变成一只鸡 不停地随即变动 或许再思考 或许再愤怒 总之 他很不对劲 突然 黑物疯狂地扑向风九幽 发出结结结的笑声 人类 我决定占领你的身体 与你融为一体 让人类的女子 都沉浮在本王的脚下 风九幽并没阻止她 进入自己的身体 甚至连绝对防御神通也没启动 结结结 人类笑儿 你居然是先天无暇混沌体 哈哈 本王注定会成为 九天十地唯一的主宰 猖狂声音在风九幽体内响起 似乎把风九幽 当成了她的宿主之体 正当她得意之时 她发出了恐怖的叫声 啊 该死 你居然是先天到太原神 体内的黑物 疯狂朝体外逃窜 然而 风九幽怎么可能让她离开 绝对防御 起 体外一道气罩发动 黑物逃出来的瞬间 装上了绝对防御 前有先天到太原神 后有绝对防御阻挡 不可一世的黑物 成了瓮中之鳖 无处可逃 你 风九幽的先天到太原神 睁开了双眸 从体内飞了出来 那双眉有一丝感情的双眼 盯得黑物浑身发抖 宛如游翼在大海中的一艘小船 随时都会翻船 只见原神双手一合 手掌中出现无数丝线 朝黑物缠去 无论黑物如何逃窜 都无法躲过原神手中的死线 不我愿意投降 求求你放过我 在风九幽眼里 不存在投降 只有经验值 冷漠的原神 疯狂地吸食着黑物的能量 黑物逐渐变小 直到最终烟消云散 吸收完黑物的能量后 原神体有三寸长大到六寸 看上去更加帅气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道运 随后 他回到了体内 邪魔们失去他们的王后 纷纷朝后逃窜 一个能灭掉他们王的男人 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抗衡的 如此多的经验值 风九幽如何能放过 曾经有位牛逼轰轰的大人物 曾发过誓言 地狱不空 他不成佛 他想通过诵经来净化地狱 结果一辈子都无法成为佛 而 如今的风九幽 却做了他曾未做到的事 杀身成人 灭之邪魔 只见他 身影如鬼魅般 出现在邪魔身边 手中的长剑一挥 只说了声 一剑逍遥 光厚 天空星辰坠落 无数星辰之力 化作丝线落下 星辰覆盖的地方 方圆五公里的邪魔 纷纷化为虚无 一剑落下邪魔精 一拳砸下邪魔面 风九幽厮杀半天后 一层的邪魔被轻得干干净净 再也没有一头活着的邪魔 隐藏在暗处的禁忌之物 躲在虚空中 打算偷偷溜走时 被他一枪穿星 灭杀成灰 脑海里不断传来系统的电音声 两千万头神葬镜 二百万头子斧镜 十八万头原神镜 一头肚洁镜后期 统计修为值 一亿点 累计修为值 一点一一三二一点 系统被累得够呛 连播报声都嘶哑了 可怜的娃 宿主 你要突破吗 嗯 这么多经验值 也不够自己突破先天无暇混沌体 原神镜 两千万四千万 突破原神镜后期 剩余修为值 五千一百三十二万点 风九幽眉头一皱 还是没有突破到极境 看来自己的涂膜 还是不够啊 一步千里 在魔窟逛了起来 咦 在一个山脚 一具白骨 引起了风九幽的注意 白骨预计 身高在一米九左右 骨头完整 并无半点损耗 不过 在它脚下 有一个储物件 好奇的风九幽 拾了起来 上面的静置 早已消失不见 神石扫进去 发现了几柄极品仙器 一件半圆轮的弯刀 一件仙甲 还有一件靴子 里面还躺着一截白绸缎 和一封书信 她顺势取了出来 上面十几个鲜红色的大字出现 魔窟九层 一层一天地 渡截境 有来无回 这句话 好像是仓皇中写的 并没写完 风九幽眉头一皱 感情自己是在最底层 厮杀了半天啊 至于那封书信 是写给一位叫做 钱娇娇的女子 说对不起她 不应该来魔窟寻找机缘 一些男女之间的思念之情 风九幽抬头 朝远处望去 闭上双目 放开神石朝四面八方 查探而去 不一会儿 她发现 到了一块类似外面的那种石碑 第七十三章 二层魔窟守官 木马人 一步千里 瞬息间来到石碑处 依然是那个骷髅图案 唯一不同的是 下面刻了一段话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一步可登天 一步可身亡 君可敢闯否 风九幽看着这句话 似懂非懂 不就闯关游戏吗 本公子有何不敢 风九幽话音一落 石碑一阵晃动 一个传送阵出现在眼前 这玩意儿 是声控开关 风九幽露出诧异的表情 自己随便说了句话 石碑就打开了传送阵 不应该给自己设下一个考验吗 摇了摇头 一层已经被探索完毕 并无遗漏之地 看来只有去二楼瞧瞧 希望能给自己带来惊喜吧 风九幽踏入传送门后 消失在一层 刚到二层 一道天谦出现在眼前 一个铁锁桥连接两边峡谷 下方鬼哭狼嚎 无数魔气弥漫 一道道邪恶的笑声 盘旋在铁锁桥上 风九幽眉头一皱 二层就是通过铁锁桥 没有任何提醒 跟开盲盒一样 不管了 风九幽大步地朝铁锁桥走去 踏上的瞬间大感不妙 这里居然近空飞行 一股强大的重力 铺天盖地落下 整个铁锁桥 开始颤动起来 此时 铁锁桥两边的邪灵们 纷纷爬了上来 结结结 新鲜的人类 多美味啊 一只 两只 几百只邪灵 化作一道道黑烟 朝风九幽袭击而来 绝对防御瞬间点亮 扑到风九幽身边的邪灵们 发出惨叫的声音 啊 到新问天神通瞬间发动 被撞得惨叫的邪灵们 纷纷停止了嚎叫 像一个个听话的乖宝宝一样 愣在铁锁桥上 而等是地上的爬虫 速度滚到下方落水去 风九幽宛若圣人一般 金光闪闪 听到风九幽的话后 愣在桥上的邪灵们 没有任何思考能力 纷纷掉落落水中 顷刻间化为虚无 没有邪灵碍事后 风九幽忍受着重力 缓慢地走向桥的另一头 来到桥段后 一幅奇怪的画面出现在眼前 绿油油的大草原 草炉 木马人突然感觉自己来错了地方 风九幽露出疑惑的表情 顺着木马人走去 你来了 木马人头戴草帽 发出鬼魅的声音 好像认识很久的朋友似的 不知道有 这里是魔窟二层吗 打败我以及我的牛羊 送你一场机缘 木马人脸上毫无表情 机械般地说道 风九幽瞬间僵住 他看不透木马人的境界 至于他说的他的牛羊 瞥眼望去 整个大草原空空如也 哪有什么牛羊 准备好了吗 鬼魅的声音传出 木马人站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啊 只见木马人 拿出笛子吹了起来 曲调悠长 连绵不绝 一下把风九幽带到了旷野中 骑着骏马 聆听风的声音 有了一种想拥抱大自然的想法 木马人趁着风九幽迷茫之时 他转了过来 帽子脱下 露出一张恐怖的脸 上面爬满了蛆虫 仿佛来自地狱一般 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黑雾 嘿嘿 牛儿们 牙儿们 带来吃草了 木马人话音一落 草路里钻出来 一个 两个 上万头青一色的洞虚境巅峰的骷髅马 他们眼瞳中散发着幽名鬼火 纷纷抬起头朝风九幽看来 大大大 上百道马提升 响起 他们一蹬百米 瞬息间抵达风九幽身边 草儿 在前方 去吃吧 一万头骷髅马 合成一只高尚百丈的骷髅马 他张着大嘴 朝风九幽要去 这时 风九幽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那霜陷入幻境的双眸 闪过一道精芒 骷髅马咬下的瞬间 人瞬间消失不见 只见三柄飞仙刀掠过 天下无双 光流不息化作收割机 神出鬼没后 骷髅马的幽名之火 瞬间熄灭 请客间 化为一坨坨白灰 只能从灰烬上判断 他们曾经是一匹骷髅马 木马人见到骷髅马消亡 他丝毫不动怒 发出鬼魅的邪笑 结结结 不错 不错 看来 你就是那个 替我镇守第二关的守护者 咔嚓声响起 木马人自己扳断自己的大腿 手臂 胸骨 甚至脑袋 看得风九幽一头雾水 这个骷髅木马人 为何要自残 难道他身前 练过葵花宝典之类的功法 必须自残才能变强 撒骨成兵 吞噬生灵 木马人的骷髅头 发出鬼魅的声音后 那些被他拆掉的骨头 纷纷化作一个个诡异的士兵 他们身上冒着黑气 宛若来自深渊的魔兵 足足有五千头 最恐怖的是 百日 横推魔窟八层 风九幽瞬息间抵达五十公里外 眼前的景象 惊掉了他的下巴 一个从地底爬起来的神秘生物 全身黑漆漆 散发出邪恶的气息 周围隐藏在虚空中的上百万邪灵 颤抖起来 纷纷朝后躲闪 然而 他大手一抓 邪灵们纷纷被扯到面前 大口一吸 宛若金鱼吸水 全部给吞了进去 似乎并没有吃饱 他手掌一合 嘴里念叨 来吧 食物们 快到本皇嘴里来 他仿佛天生自带魔力 话音刚落 隐藏在五十里 一百里 一千里一万里范围内的邪灵们 纷纷化作丝线 汇聚成一个巨大的能量球 这诡异操作 仅仅在几个呼吸内完成 邪物节节节地笑了起来 那张巨嘴一张开 能量球直接下肚 吞完能量球后 他满意地 拍了拍黑不溜秋的肚子 似乎 填饱了 他饿得太久的肚子 节节节 人类修道者 美味的食物 邪物的脑袋 一百八十度转了过来 一脸贪婪地看着风九幽 这个送上门来的人类食物 他大为满意 黑气弥漫开来 化作一只大手 朝风九幽抓来 丑八怪 看我不电死你 紫霄神雷 灭邪灵 劈啪 一道水桶粗的紫色雷电 从天而降 在邪物还未抽回巨手的那一刹那 直接击中他的脑袋 啊 邪物发生一道惨叫声 头顶的黑气被劈散了一大半 他好不容易凝聚的身体 此刻 有点摇摇欲坠 你 该死 我要占你的身体 我爱你的女 我要让他们为你赎罪 气急败坏的邪物 第一次被人打得这么惨 雷电对于他们来说 天生克星 他堂堂的杜结镜巅峰 堪比斩到初期的神秘生物 居然被一个小小的洞虚镜给伤了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暴怒的他 化作上千道黑雾 疯狂地嘲讽九幽体内涌去 发出邪恶的声音 结结结 小子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痛快 风九幽笑了 这些邪物老是贪恋自己的身体 可惜有来无回 刚进入风九幽体内的邪物 直接巴比Q了 先天道胎原神 睁开了双眸 绝对防御瞬间发动 直接把他们关在了体内 不 怎么有该死的先天道胎原神 还有 这是什么玩意儿 邪物疯狂惨叫起来 先天道胎原神 张开那樱桃小嘴 用力一吸 上万条邪物之气 一一被吞进肚子 我好恨 不甘的声音逐渐消散 先天道胎原神吃完后 双手一合 无数灵力涌出 在丹田内疯狂运转 吃了这头邪物 相当于修行了几百年 庞大的灵力 让风九幽原本才突破不久的洞虚中期 又有了突破的倾向 估计杀完这里的邪灵 自己会突破至洞虚境后期吧 系统 你睡着了吗 怎么不给我播报修为值 宿主 除了你最后吞掉的神秘邪物 其余邪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啥 风九幽一愣 自己搞了半天 岂不是白忙活了 前面的邪灵境界太低 配不上你高傲的大成先天无瑕混沌体 卧槽 你是故意的吧 风九幽心中跑过牵头飞马 灭了数不尽的邪灵 居然不配系统统计在内 宿主 华夏人何曾骗过华夏人 宿主 杀神秘邪物 幸运值十倍 触发百万暴率 获得修为值八百万点 累计修为值 一千九百三十二万点 风九幽摇了摇头 朝深处杀去 一百天过去了一天 风九幽杀光了西边区域 修为值再次沦为不可统计 第二日 杀光了北边三千万头邪灵 第三日 杀光了东部 五日后 三层的邪灵 被灭得干干净净 离那个头顶 长着两只脚的虚影魔人 提早了九十五天 莫然 那个消失五天的双脚魔影 再次出现 恭喜你 完成三层邪灵屠杀 你值得一人图这个称号 说完后 他便消散 是真正意义上的消散 就这 通关居然没奖励 卧槽 这个魔窟也太坑了 通往四层的传送门出现 第四层 骷髅邪魔 风九幽拿出看家本领 通过紫霄神雷 打得骷髅怪们好好大叫 仅仅一天的时间 第四层超过千万的骷髅邪魔被清光 第五层 便易魔狼 法天向第一出 在风九幽绝对的力量下 一掌拍死上万头 两天后 第五层便易魔狼 一头不剩 第六层 第七层 第八层 从六层到第八层 风九幽花了十天时间 横推邪灵 邪魔 整个人战役滔天 无论是第六层的双尾魔虎 还是第七层的魔骄 第八层的禁忌之物 在风九幽火力全开下 纷纷打爆 前方便是通往第九层的传送门 脑海中再次传来系统的电流音 宿主 你从四到八层 总共杀戮了上一邪魔之物 绝大多数都是洞虚境以上 通过系统没日没夜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计算得出 你一共获得三十一点修为值 需要突破修为吗 这还用考虑 巅峰体质差了十万八千里 突破吧 洞虚境 四亿八亿十亿 洞虚境急进突破完成 宿主 你还想突破吗 这不是废话吗 风九幽撇了撇嘴 这个系统越来越皮了 很遗憾 你来自玄天大世界 魔窟里属于秘境中世界 你非此地人类 无法感应到这里的雷劫 你暂时无法突破杜结境 卧槽 风九幽恼怒地瞪了一眼 这个狗系统 真会玩 达到洞虚境极境 这下在生命禁区 还有谁能威胁到我 风九幽拳头举了起来 对着远处的黑山一掌拍下 碰 一连十座大山 纷纷化为虚无 真是恐怖如斯 宿主 怒火也不能拿大自然撒气 建议你在女人肚皮上发现 风九幽瞬间呆滞了 这个系统越来越人性化了 连这种话也能说出口 系统 你确定你不是人变的 宿主 请不要污蔑本系统的高贵身份 人类虽好 但本系统也不差 风九幽拧起嘴笑了起来 的确不差 也没见到 你有升级功能 谁告诉你 本系统没有升级功能的 本系统 风九幽惊讶起来 莫非这个杀敌暴装备系统 还能净化成其他玩意儿不成 系统 你有点不乖了 居然不老实 风九幽的话 似乎激怒了系统 本系统 什么时候不老实了 那是你的境界太低 不配开起本系统的牛逼 轰轰功能罢了 系统的话 让风九幽瞬间 被暴击了999次 居然嫌弃自己境界低 本公子境界再低 也是你的宿主 乖乖认命吧 风九幽淡淡笑道 踏上了通往九层的传送阵 咦 风九幽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里确定是魔窟第九层 映入眼帘的是蓝色的天空 白色的云 还有青青大草原 草地上马在吃草 一幅人语自然完美和谐的画面 这不会又是幻境吧 第76章 第九层 神秘石棺 正当风九幽迷茫时 那个双脚黑影再次出现在眼前 他淡淡地看了一眼风九幽 冷冰冰道 恭喜你打通魔窟前八层 想要离开第九层 必须打开 位于草原中央实施的石棺 否则 你便永远留在这里 双脚黑影说完后 回头看了看石室 依稀看到 他不舍 还有一丝淡淡的忧伤 随即 消散在天地间 双脚黑影的话 让风九幽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也没有说 多少天杀多少邪魔 禁忌之物之类 就让自己去打开石棺 瞥眼望去 天依然很蓝 草原还是那片草原 这里 真是威风丧胆的魔窟 那些渡截径真菜 居然都到不了第九层 那些传闻的斩道级神器 一个没看着 更别提之遵纪道兵了 看来传闻不实啊 风九幽摇了摇头 一步千米 瞬息间来到草原上 人类 这里不是 你能来的 一只长得圆滚滚的兔子 露出星红的双目 狠狠地瞪着风九幽 咦 好大一只肥兔子 风九幽发出惊讶的声音 刚才并没有发现 她的存在 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天赋不成 说啥呢 别侮辱本王 说完后 地上的兔子点起脚 做出一副潇洒的动作 瞥了一样 风九幽后 继续说道 请教我吞天兔 风九幽一愣 上下打亮了一番 肚子像个球 耳朵倒是挺大 兔子的营养 都这么好了 还是这只兔子 就是个懒货 只知道吃了睡 睡了吃 我想吃兔兔 你能不能满足我 风九幽话音刚落 这个吞天兔 再也不淡定了 她呲牙咧嘴 双眼星红 原本白白胖胖的兔子 转瞬间 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红色兔子 有点气急败坏的模样 该死的人类 你居然想吃我 我要揍扁你 刹那间 一个巨大的兔子虚影 出现在她头顶 巨兔一出 草原上天空变色 原本风和日丽的画面 瞬间变得鬼哭狼嚎 恐怖的兔子 对着天空深深一息 体内仿佛有乾坤似的 无物不吞 咦 真是一只兔子 确定不是滔天 风九幽摇身一变 一个高达几十丈的巨人 出现吞天兔眼前 体外弥漫着强大的气息 空中的鬼哭狼嚎景象 瞬间被瓦解 妈呀 老大 我投降 兔兔怕 原本威风凛凛的吞天兔 被吓得 直接淹了下去 瑟瑟发抖地看着风九幽 满眼恐惧 顺带举起了爪子 做出投降的姿势 这 正打算使出掌印世界 一巴掌拍死她 好吃一顿香辣兔火锅呢 她居然投降了 你刚才都威风净呢 面对风九幽的质问 吞天兔尴尬地挠了挠头 老大 我那是唬人的 我吞天之势 只掌握了皮毛 风九幽恢复了正常大小 真打算从储物界拿衣服换时 直接惊呆了吞天兔 哇 老大 你的资本好雄厚啊 她盯着风九幽光溜溜的身体 一边看 一边惊讶起来 风九幽脑门 瞬间黑了一条线 真想把这只兔子拧起来 好好痛扁一顿 小兔兔 你羡慕不来的 谁叫你是一只兔子 三下五除二 换了一套白袍 看上去帅气无边 兔子有罪吗 老大这么不待见 本兔子 呸 本兔王双臂一呼 九天十地的 几亿亿亿女兔子们 自动投怀送抱 吞天兔口吐莲花 满口泡沫横飞 说得好像雌兔子 都是她的后宫一样 好了 小兔兔 别平嘴了 你知道石棺在哪里吗 风九幽环视了一圈 并没发现石室 也没看到其他妖兽 便问了起来 什么 老大 你要找石棺 吞天兔露出惊讶的表情 甚至流露出一丝不屑 嗯 吞天兔围着风九幽转了两圈 一副老气横丘的模样 说道 老大 我认为你打不开那个石棺 风九幽愣了一下 随口道 为何打不开 我说了 你可生气 也不要打我 吞天兔眼中闪过一道脚侠 好 老大 你这瘦不拉几的身板 抬不动石棺的棺材板板 风九幽眉目不善地看着吞天兔 吓得她双腿一紧 老大 你说好了不要生气 不要打我的 吞天兔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麻蛋 我现在看你不爽 啪啪啪 在掌印世界的招呼下 吞天兔肥肥的身材被打得嗷嗷直叫 老大 你说好不生气 说好打我的 风九幽胸狠狠地瞪了她一样 不是看在她可爱的份上 分分钟钟把她给红烧了 不过 她那个吞天之势 挺能唬人的 带出去 吓唬吓唬白棱静 再不动身带我去 小心我把你给红烧了 哭哭嘀嘀的吞天兔 瞬间傻眼了 伸出爪子 露出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点了点头后 一蹦一跳地带着风九幽朝草原中央走去 一人一吐 游异在绿色的草原之中 风九幽难地享受片刻的宁静 要是能定居在此多好 日出而作 日落而归 带着兔子 做一个木马人 可惜 这些只能设想 除非有一天 自己主宰自己命运时 才可能实现吧 老大 到了 正当风九幽司 蓄满天飞时 两人来到了一座小青坡 一座青草 遍布的石头房子 怪不得风九幽 环视了半天 没有发现它 原来它被青青绿草给掩盖了 一人一吐 在外面看了半天 似乎无法靠近石房子 有一股天然的力量 阻止它们前进 怎么回事 风九幽愣了一下 突然感觉到棘手 想要进入石房子 必须破开 这个无形的阵法才行 嘻嘻 老大 看我的 只见吞天兔 绕着外面 转了一圈 突然 它吵草地钻了进去 消失不见了 卧槽 这个死兔子 不会逃跑了吧 早知道 就把它给盾 话还未说完 无形屏障里面出现 吞天兔的影子 只见它爪子 轻轻一碰 挡在风九幽面前的屏障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咦 风九幽顿时诧异起来 这个死兔子 居然还能钻地 还能破开屏障 老大 快点进来啊 吞天兔催促道 它似乎有一些焦急 好像石室里有什么东西 在召唤它一样 风九幽顺西间 来到吞天兔身边 一人一吐 推开了石房子的大门 走了进去 进入石室后 仿佛走进了一年冰窟一样 寒冷 刺骨 风九幽的眉头上 挂起了两条冰眉 凭借它现在的 洞虚境极尽的实力 都无法抵挡着恐怖的寒意 刚进入石室 吞天兔双眼迷离地 看着中间的石棺 欣喜 害怕 渴望全血在脸上 小兔兔 莫非里面 躺着你的父母 风九幽疑或问道 第77章 神秘的吞天兔 吞天兔对于风九幽的问话 置之不理 似乎在念叨什么 又或者是在祈祷着什么 老大 你打开石棺吧 他一改嬉笑的模样 一脸认真的看着石棺 风九幽瞥了他一样 若有所思地来到石棺处 石棺上刻画了密密麻麻图案 第一幅图案 一只巨大的吞天兔 以吞天之势 吞灭了一个不朽不落 第二幅图案 吞天兔身边围着几十只雌性兔子 他欢快地吃着仙草 第三幅图案 一个神秘人出现 对着吞天兔打出掌 天崩地裂 吞天兔在飙雪 三幅图案记载了吞天兔的生平 难道这里面存放 就是那只被神秘人灭杀的吞天兔不成 外面那只肥兔兔陷入了沉思 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风九幽收回了目光 朝上面的棺材板板看去 石头座的棺材板板 跟人类埋葬的棺材板板似乎差别不大 唯一不同的便是材质 还有重量 风九幽尝试着推了推棺材板板 发现成的跟一座珠木狼马峰一样重 它可是洞虚境极境的实力 加上仙天无瑕混沌体 居然连一个棺材板板都不能推动 这似乎有点讽刺啊 风九幽眉头一皱 感觉到这块棺材板板绝非凡物 修道借流传这一句话 若水一滴 重若千军 这个棺材板板 不知道中了多少千军 风九幽思索片刻后 使出掌印世界 再配合百倍攻击buff加成 再次推动起棺材板板来 棺材板板 只出现了轻微的响声 想要推开 依然有难度 卧槽 这个棺材板板不会是一个星球吧 尼玛 本公子可是使出了洪荒之力 居然只发出一丁点响声 就没了然后了 本公子就行不行邪了 一个破棺材板板还能阻挡我 风九幽身上的衣服瞬间炸裂 一个十米巨人出现在石棺旁 再次使出法天向地神通 双手抬起棺材板板 使出百倍攻击buff力量 用力一提 原本纹丝不动的棺材板板 发出嘎嘎的响声 起来吧 庞大的力量涌出 那块重弱一个星球的棺材板板 硬声被抓了起来 碰 刚扔到地上 发出一阵剧烈的响声 不过 地板毫无损害 风九幽往下一看 瞬间傻眼了 里面躺的兔子 跟吞天兔一模一样 完全是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 正当他扭头去看 那只吞天兔时 他化作一道光 没入了棺材里面 那只兔子身体 咦 眼前的一幕 把风九幽搞猛逼了 吞天兔跟吞天兔融合了 半晌后 棺材内的吞天兔 发出耀眼的光芒 白光闪烁 白气环绕 风九幽再次恢复了真身 看着眼前的一幕 沉思起来 不一会儿 里面的白光散去 那只沉睡在石棺 也许上万年的吞天兔醒了过来 他转动着灵动的大眼睛 伸了伸懒腰 双脚一蹬 飞了起来 风九幽 与吞天兔四目相对 啊 老大 你不要这样盯着我 我有点害羞 吞天兔与不惊人死不休 直接把风九幽搞懵圈了 你是刚才那只吞天兔 风九幽的眉头 挤成了一条线 不然呢 老大 你又在裸奔 你身材的确很棒 八块腹肌量灿灿 但请你不要在本吞天兔面前耍流氓 吞天兔一脸老气横秋 盯着风九幽那大本钱看了看 闪过一丝鄙视 风九幽无语地瞪了他一样 可惜了 你看着肥滚滚 实际上需要用放大镜来看吧 吞天兔露出恼怒的表情 搬开了自己的某某 看了一眼 惭愧地低下头颅 玩弄起自己的尾巴来 特马的 太打击人了 不 太打击本兔王了 不行 本兔王必须去找大补之药 一定要让自己 变得更加雄壮起来 不能再让老大把自己看扁了 哎 没事的 小兔兔 大不了我给你做个假之 让你做个真男人 嗯 真兔兔 风九幽一边说 一边哈哈哈哈大笑 气得吞天兔在空中翻滚起来 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折腾半晌后 吞天兔落到地上 眼巴巴地看着风九幽 恼怒道 老大 你做个好人吧 接人短处 戳人痛处 这就是你的修道之道 风九幽鸣嘴畅快笑了起来 请允许我再笑一会儿 哈哈 我说 你就是一只兔子而已 至于这么关心自己的短处吗 虽然的确很小 很短 哈哈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告诉那些母兔子的 吞天吐气地在地上疯狂跑了起来 好好的地板给抠出了一个魔法城堡 实际上就是一个土坑 不过 让风九幽诧异的是 连棺材板板砸到地上都没出现印记 这个吞天兔的爪子 居然能把石板给戳穿 嗯 挖穿 还真是非凡兔子啊 老大 你再这样 我就跟你绝交了 吞天兔带着星红双目 恼怒地看着风九幽 此刻 他的内心已经遭受到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次暴击 好了 不调戏你了 我救了你 你不该给我讲讲你的来历吗 风九幽淡淡地看着他 整座魔窟 好像跟他有关 自己好不容易来一趟 历经千辛万苦 不可能空手而归 吞天兔陷入了沉思 半晌后 他滔滔不绝讲了起来 老大 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 我的记忆缺失了 我只记得我来自无上天魔剑 我好像还是魔剑一个重要人物 我也不知道为何掉落到生命境去来了 至于之前那个吞天兔 是我沉睡之前 释放出来的一缕神魂 风九幽眉头一皱 疑惑看着他 就这 你确定没有欺骗我 你能分出一缕神魂的实力 都达到了洞虚境 那你本体有多强 吞天兔举起爪子 对天发誓道 老大 本兔兔对天发誓 绝对没有隐瞒了 我好像沉睡了上千万年了 实力早已退化到杜结境巅峰 如果没有老大推开棺材板板 估计我还会沉睡下去 本兔王 感谢老大的唤醒救命之恩 吞天兔一脸的真诚 双眼清澈 似乎没有再说谎 嗯 既然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不好好报答一下我吗 风九幽露出一丝坏坏的表情 看得吞天兔心里直发毛 老大 你不会长我的身子吧 本兔王取向正常 不好难难 风九幽鄙试地看了一眼 不会 那你不会想切我的肉 做红绕兔肉吧 不会 天哪 你难道想把我做成红绕兔头 老大 你好残忍啊 你再逼逼叨叨 信不信我今晚吃兔肉火锅 第七十八章 吞天兔 你居然收藏肚兜 吞天兔像个委屈小媳妇一样 一蹦一跳的 比划起来 好像在跳舞 又好像在生气 我能揍你吗 棺材上花的你 可是一代魔王 大杀四方 你居然在我面前跳兔子舞 风九幽对于吞天兔的行为 大为迷惑 他是真傻 还是装傻 吞天兔停了下来 露出可怜兮兮的模样 老大 我以为你想看我跳兔子舞呢 原来是我领会了意思 风九幽鄙视地看了他一眼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对吧 对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对吧 没错 风九幽眼中闪过一道脚侠 把你从无上天带下来的宝库 让我选几件吧 风九幽话音一落 吞天兔直接愣在原地不动了 老大 你没看到我这里简陋的 可以喝西北风了 哪里有宝库 吞天兔举起爪子 指了指时事 一副我就是穷光蛋的模样 你能拿我咋办 是吗 你可是吞天兔 大魔王 风九幽淡淡说道 人却走向了那个石棺 吞天兔脸上大惊 心中暗道不妙 果然印证了吞天兔的想法 风九幽来到石棺面前 嘴角露出一丝邪魅的笑容 双手抓在石棺上 用力一拉 一个凸点出现在石棺的一侧 不是开关又是啥 风九幽回头看了一眼吞天兔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表情 老大 你听我说 吞天兔蹦蹦跳跳来到风九幽面前 额头上细汗直冒 心中暗道 老大是不是无上天大地转世啊 太急贼了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 风九幽手触碰到开关以后 石棺传来咔嚓的响声 紧接着 石棺缓缓升起 一个小型的石棺出现眼帘 石棺内没别的放了几千个储物件 而且都是至尊级的储物件 每一个都相当于一个小世界的容量 吞天兔内心一紧 他眼巴巴地看着风九幽伸手去拿 老大 你温柔点 不要拿太多 这可是我以后开后宫的全部家当了 风九幽才不管他的请求 捡起一个至尊级储物件 神识一扫 里面的东西全部出现在地上 整个人瞬间僵住了 卧槽 一件件五颜六色的仙衣 霓裳 甚至还有好多红黄蓝绿的肚兜 每一件都价值连成 但对于风九幽来说 毫无价值 你居然用至尊级储物件来装这玩意儿 暴舔天物啊 你一只兔子 为何要收集如此多的人类服装 啊这 吞天兔吞吞吐吐吐 兔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 他羞愧地看了看风九幽 不好意思说道 我喜欢兔子幻化成人类女子的模样 穿上 我给他的仙衣 然后在那个 特别带感 很爽 很激情 风九幽内心有一万头草泥马跑过 感情我认了一只流氓兔不成 这种爱好 这种脑回落 地上的那些玩意儿 他也懒得收进去了 再扫出一个至尊级储物件 咦 是丹药 终于有好东西了 风九幽正要伸手去拿时 吞天兔连忙阻止道 老大 这些丹药不适合你 为何 啊 风九幽并没听他的话 拾了起来 神识一扫 上面几个大字写得清清楚楚 激情一点点 时间长一点 尼玛又是一个多宝纳货了 老大 我说了 让你不要看了吗 吞天兔眼巴巴地看着风九幽手中的丹药 心疼得要死 风九幽恼怒地瞪着他 看得吞天兔浑身不自在 你 很好 走出十万大山 我给你介绍一个跟你一样爱好的大坑货 突然之间 风九幽对于吞天兔的至尊储物界 没有了半点兴趣 他担心再翻出来什么擎天柱 听话丹的丹药 整个人会爆炸了 一个吞天兔 号称魔王的男人 不对 魔王的兔子 居然拿至尊级储物界来装情去衣物 但要 真是亮瞎了 他的二十四K太惊艳 老大 你确定不选几个储物界 说不定 里面会有至尊道兵呢 吞天兔看到风九幽吃瘪后 得意起来 嘴巴上说得大大方方 内心却是一紧 别废话了 快点收拾好 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风九幽一点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魔窟闯关九层 最终得到一个流氓兔 浪费了自己二十一天 外面过了快六年了 好嘞 老大 魔呀 魔呀 变变变 吞天兔胡乱念了一通风九幽 想做人的咒语后 石棺瞬间变成一个巴掌大的石棺 飞在脖子上 挂了起来 突然 在石棺的地方 出现一个传送门 走了 风九幽朝传送门走去 吞天兔回头看了看这片绿色大草原 你难道 谢谢你 两脚魔将 我一定会忽悠你 两脚一组 随即 他追随风九幽的步伐 踏上来了传送门 一人一兔 出现在了魔窟外面的石碑旁 正当风九幽准备开口时 后方的魔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魔窟化作一颗黑布溜秋的石块 出现在吞天兔手中 老大 我把这个魔石送给你吧 这个可以困人 索人 只要被收进去的 除非得到你的旨意 方可出来 否则 他便会被一辈子关在里面 吞天兔闪过一丝肉痛 对于这玩意儿 可是稀罕宝贝 连大地都得眼馋 风九幽摸着魔石 把玩了两下 便还给了吞天兔 这个是你的质宝 还是给你吧 你老大 怎么能拿小地的东西 风九幽看到吞天兔那难舍的表情 便还给了他 他想要什么质宝 杀一两个天骄 让系统给不就完了吗 何必抢一只流氓兔的东西 这是他对吞天兔的昵称 老大 你确定不要 这可是连大地都眼馋的玩意儿 风九幽嘴角微微抽搐 稳了稳心神 这玩意儿 你老大看不上 转身便朝十万大山外围走去 风九幽打算通过 咫尺天涯几下腾挪 回到灵济城 但拗不过流氓兔 他非要飞着 离开十万大山 他从储物界里 摸出一个非洲 随着他一句便大声落下 一艘雕刻有龙图案的飞行洲 出现在风九幽眼帘 直接惊掉了他的下巴 玄天大世界 一般出行都是麒麟兽 仙兽 还没见过这么高端的玩意儿 老大 请感受一下本王的至尊豪华级魔龙舟 在风九幽的疑惑中 走进了魔龙舟 老大 我们要起飞了 请你系好安全声 一道激光掠过 魔龙舟瞬息间消失在石碑处 我擦 我要运船了 流氓兔 你会不会开飞船啊 对不起 老大 好久没开魔龙舟了 有点手伤 你是不是故意了 有人用脚开船呢 老大 我本来就不是人啊 魔龙舟在空中摇摇晃晃的 朝灵济城飞去 第七十九章 一根手指 灭杀谢远魁 灵济城 宜春月 谢远魁正在左右相拥 一手一个花魁 好不痛快 谢爷 你好久没来宠幸人家了 一名花枝招展的青楼女子 长相极美 在谢远魁手中磨蹭着 弄得谢远魁内心荡漾起来 圆圆小蹄子 才五年零七个月没见 就想本大爷了 谢远魁上下起手 狠狠地抓了两把 圆圆满眼春水地看着她 看得她心都快化了 本会本大爷 好好乐乐 谢爷 还有人家呢 另外一名白衣的青楼女子 一个环抱抱住她的手臂 顺便在谢远魁耳边 轻轻吹了一口气 谢远魁一阵舒爽 还有听听你这小蹄子 等会本大爷要乐呵乐呵 大杀四方 话说 本大爷闭关这五年多 你们有没有接客其他人呢 两女嗲声嗲气道 圆圆 婷婷 才没有呢 谢大爷 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宠信人家 叫圆圆的女子 包了一颗灵果 放进了谢远魁的嘴了 问了起来 一说到这里 谢远魁瞬间不悦起来 撇嘴道 还不是因为本大爷躲避 躲在洞府闭关修炼 为了突破度洁净 不然本大爷早就来了 谢远魁刚正 准备进入正题时 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咚咚咚 谁啊 谢远魁瞬间哑火了 怒吼起来 怡春院为了客人的隐私 专门请24副城京通阵法的天阅城主 给每个房间设置了隐蔽阵 修道者神识是不能穿透 除非你是超越天阅城城主的存在 谢爷 我是老宝李桂花 有急事禀报 门外传来老宝的交集声 没看到本大爷 正在学习沟通之术吗 谢 此时 空中传来一道细蟹声 呦 谢远魁 玩得挺开放啊 一箭双雕 本公子在城墙上 等你一刻钟 你不来 我就拿你叔叔谢广坤开刀 谢远魁背弃的一佛上天 二佛出世 赤裸上半身 踢开了何欢阁的房门 老宝李桂花 见到凶神恶煞的谢远魁 吓得直打哆嗦 谢爷 风风九幽回来了 谢远魁一把推开 站在面前的老宝李桂花 一个瞬移消失在了宜春院 风九幽 你给我死来 空中传来谢远魁的滔天怒火 城墙上 风九幽迎风树立 白衣飘飘 好一副风流倜傥 公子的模样 旁边 是那只又肥 又巨大的吞天兔 不过 他却抱着一根灵挺萝卜 啃得巴唧巴唧响 城墙下方 为了水泻不通的修道者们 这是他们 时隔五年多以来 再一次看到 风九幽的伟岸身姿 心中对风九幽的 崇拜一点不减当年 风英雄 风英雄 无数呐喊声从底下传来 看得流氓兔大为震惊 老大 你原来是灵机城的红人啊 怪不得你一直想回来 嫂子在城里面吗 风九幽淡淡看了一眼流氓兔 平静说了一句 心中无女人 手指会超神 流氓兔被风九幽的话 搞得嘴角抽搐起来 甚是无语 老大 你原来喜欢五指姑娘啊 风九幽狠狠地瞪了她一样后 立马闭上了嘴巴 听说谢远魁吞服了仙药 突破了洞须境 你们说 风英雄会不会有危险啊 我认为谢远魁不是风英雄的对手 你们忘记了五年前 他杀了多少邪魔吗 众人突然想起来 风英雄可是吊打邪魔度洁净的存在 不过 眼间的修道者 发现风九幽已经突破到洞虚境 直接把他吓傻了 五年时间 从原神境初期突破到洞虚境巅峰 极尽只停留在传说中 他们自然不知晓 这个记录 在生命禁区 从来没有人做到过 就算一流大势力 黄蜂谷的弟子无用 曾经从原神境突破洞虚境 也要一百年 而风九幽刷 新了他们的记录 只用了五年多 这可是 开创了生命禁区 最快升级的记录 要是他们知道风九幽 实际上 用了几十天突破的话 估计所有修道者 都会被吓死 你们发现没 风英雄 已经是洞虚境巅峰的高手了 那名眼见的道友 提醒了起来 天呐 风英雄 真的突破到洞虚境巅峰了 我弟乖乖 谢远奎是爱送死的吗 一众道友 纷纷倒戈 看好风 九幽打败谢远奎 此时 虚空中一团绿物出现 谢远奎 从虚空钻了出来 与风九幽阁空相望 好你个风九幽 本大爷找了你五年 你终于舍得出来 送死了吗 谢远奎率先发难 想抢占话语权 通过语言 给自己树立良好形象 风九幽眉头一挑 淡淡看了一眼谢远奎 讥讽道 本公子记得 邪魔溃败之后 在城外约战你 你好像很怕死 溜回灵机洞了躲了起来 这次 你不会顾忌重施吧 下面 可是有几百万道友 监督你哦 谢远奎批了一城内 数百万观摩的道友 嘴角淡然说道 有数百万道友 见证我打败你登基 这岂不是一件没事 今日 我谢远奎便 以你为魔刀石 成就我灵机洞 绝顶天才的名号吧 这时 空中出现两个熟悉的身影 万花童 夏宇和在两人决斗前 赶了过来 风道友 风地点 两人一阵激动 夏宇和 差点就冲了上来 你们来了 风九幽隔着虚空 跟两人打起招呼来 流氓兔眨了眨眼睛 好奇到 莫非对面那个 长相漂亮的人类女子 是我的嫂子不成 话音一落 夏宇和脸瞬间红了 心里还有一丝窃喜 风九幽瞪了一眼流氓兔 不要乱说话 对面那个老姐姐的年龄 都快跟我祖母一样了 刚刚窃喜的夏宇和脸色 瞬间变成猪肝色 一脸恼怒地看着风九幽 你说谁是你的老祖母 啊 万花童拉了拉夏宇和 摇了摇头 夏宇和收起了傲娇脾气 在空中停止了闹腾 不过那双眼神 却把风九幽给记恨了 谢远逵 你准好什么死法没 风九幽淡然 看了一眼谢远逵 心中静如止水 一个小小度 洁净初七 在她眼里完全不够看 哼 风九幽 本大爷可是渡捷径高手 就你 你什么时候突破洞虚境了 风九幽的境界 吓了谢远逵一大跳 她原神境 就能秒渡捷径出气的高手 现在突破到洞虚境巅峰 自己这个渡捷径 岂不是纷纷会被秒 心中打起了退堂鼓 怎么 允许你突破渡捷径 不允许本公子洞虚境 死了 风九幽话音一落 谢远逵二话不说 瞬移往灵机动逃 下方的道友们纷纷傻眼了 连下雨和 万花童都觉得脸上无光 她居然临阵逃跑 真把灵机动的脸面给丢光了 谢远逵 你跑得掉吗 一指画剑 一指逍遥 光 杀 风九幽看着谢远逵逃跑的背影 手指隔空一点 一道白光从天而降 化作一条白龙朝着谢远逵的头顶杀去 被白光锁定的谢远逵 脸色骤变 没想到风九幽突破洞虚后 居然比她祖父还恐怖 不可敌 无法敌 祖父 救我 何人敢在城内行凶 找死 一道怒吼声从灵机动传来 然而 她的速度哪里比不得光的速度 扑斥 白龙灌体 谢远逵直接在空中爆炸 连同元神一并消亡 杀我孙儿 灭你九族 怒吼声 瞬息抵达 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杀气出现在天边 第八十章 灭杀阁老谢宗勇 与灵机动为敌 风九幽一指 灭杀谢远逵 彻底惊呆了下方的道友们 连万花童 夏宇和都不再淡定了 风道友 赶紧逃吧 谢远逵的爷爷 谢宗勇极为护短 夏宇和敢开口说话 天边传来一声哼 对他极度不满 瞬息间 谢宗勇 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那张老脸 早已怒火中烧 我会把你关进灵机动的邪魔地牢里 拔下你的皮 做成天灯 用你的血肉喂养邪魔 对于谢宗勇的威胁 风九幽完全没放在心上 一个将死之人罢了 死老头 你不在家抱小媳妇 跑来送死 值得吗 哗 下方的道友们沸腾了 风九幽居 然要硬刚谢宗勇 这可是灵机动的大人物 传说中的几个阁老之一 杜杰镜巅峰十里 虽不及白棱镜 这种活化石 也是在灵机动之手遮天的存在 否则 谢远魁 也不敢随便挑衅弟子万花童 请求谢阁老 放过风英雄吧 他可是灵机成的救命恩人啊 围观的一众道友 纷纷为风九幽球起情来 在他们心目中 风九幽再强 也不是谢宗勇的对手 毕竟人家 可是灵机动的四大阁老之一 放肆 谢宗勇对着下方的修道者们 镇的众人镇龙玉耳 甚至境界低的修道者们 嘴角一血 可见谢宗勇的实力 有多恐怖 谢阁老 风道友可是家师 点名要件的人 还请你 你给我闭嘴 你以为搬出白棱镜活化石 就能让我改变主意 你休想 你一个灵机动的弟子 见到同门师兄被杀 也不阻止 更不帮忙 你该当何罪 谢宗勇对着万花童一顿咆哮 心中的杀意更甚 他恨不得连万花童 夏宇和一同给收拾了 万道友 夏道友 要是我把谢宗勇给杀 你们灵机动 会不会与我为敌 你们会不会与我为敌 风九幽看了看万花童 平静说道 万花童 夏宇和瞬间僵住 他居然想杀谢宗勇 先不说他能不能杀掉的问题 就算他杀掉了谢宗勇 面对灵机动的势力 他也得隐恨于此 灵机动弟子 超千万人 很多是拿来当炮灰的 杜杰进高手几十人 洞虚进高手 上万人 至于其他弟子 那数量就恐怖多了 不由得为 风九幽担心起来 这 风九幽的话 让万花童 夏宇和无从接嘴 由于大不过师门 要真是风九幽杀了谢宗勇 他们注定了会成为敌人 还是那种不死不休的敌人 风九幽小儿 你想杀本阁老 哈哈 就凭你 还有你身旁那只肥球兔 谢宗勇脸上 写满了不屑 抽出了一柄极品仙剑 朝着风九幽杀来 遮天蔽日的剑气 弥漫在灵济城之上 恐怖的气息 再一次降临灵济城 这一刻 灵济城所有修道者 纷纷朝城墙 这里看来 灵济洞神秘洞府内 白棱镜睁开了双眸 他目光一扫 灵济城上空的 情景尽收眼底 双眸闪烁着奇怪的光芒 红色 黑色交替出现 手上冒着浓浓的黑气 与身旁的两个分身 开始运气攻来 他似乎 对天空中发生的事情 漠不关心 或许 他已经认定了 谢宗勇会被风九幽灭杀 快了 还有几天 本尊便可以实现 黑白分身短暂融合 风九幽 你跑不掉的 白棱镜露出邪恶的笑容 灵济洞洞主及个长老 包括谢广坤在内 纷纷瞥向天空 洞主 家父之事 还请你不要插手 谢广坤双手行礼 对着灵济洞洞主李长风说道 此事 本洞主不会理会 希望谢阁老 能够妥善处理 修道之人的无情 不会因为风九幽就过灵济城而改变 就算他是守护灵济城的风英雄 在李长风等眼里 也不过儿 谢广坤再次行礼后 便离开了灵济洞朝空中 顺移而去 灵济见点 剑气如虹 灭 谢宗勇话音一落 空中的密密麻麻的剑气 在他的手势下 宛如潮水般涌来 恐怖如斯 威震灵济 下方的道友们 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 为风九幽担心起 一剑逍遥 于 灭 风九幽手中的仙剑轻轻一挥 天空狂风大作 乌云盖日 一副世界末日的场景出现 紧接着 从九天之上下起了无数雨滴 每一滴众若千军 全部倾泻下 在谢宗勇的周围 形成了一个雨滴磁场 灵济见点的 剑气瞬间被语化 如此诡异的剑法 绝世罕见 谢宗勇脸色大惊 内心毛骨悚然 瞬间反转 让底下的道友 露出惊恶的表情 风九幽再一次书写了自己的不败神话 他居然能使出超越度洁净的剑法 把谢宗勇给锁在了雨滴中 这可是灵济洞的四大阁老之一啊 生命禁区的绝顶高手 风英雄 不愧是风英雄 谢阁老危险了 下方一个戴着帽子的修道者 点评了起来 我同意道友的说法 妖孽不能以境界衡量 风英雄 我心目中永远的神 谢宗勇已经被剑雨吓得半死 风九幽 根本不是他所能抗衡的 先逃跑 搬救兵 再返回来灭了他 摸出手中的仙幅 打算逃离雨滴的封锁 在仙幅闪亮的瞬间 化地为牢 锁 风九幽言出法随 在谢宗勇的周围 五百立方米的空间 形成一个透明的牢笼 碰 顺一幅启动后 谢宗勇根本顺一不了 撞到了牢笼上 这 领域 谢宗勇脸色骤变 这一下 便成了瓮中之憋了 风九幽 你当真 要与我灵机动为敌不成 谢宗勇双目星红 死死地盯着 前来的风九幽 今日必杀你 就算与灵机动为敌 又如何 在本公子眼里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灵机动党 灭了灵机动 震耳欲聋的声音 传遍整个灵机城 震得城内的道友面面相去 他居然敢挑战灵机动的威严 真不怕死吗 万花童 下雨和脸色大变 这相当于 公然与灵机动宣战 这如何是好啊 两人对视一眼 感到浓浓的不安 谁敢挑衅我灵机动的威严 死 灵机城深处 传来一道恐怖的声音 风九幽视若无睹 进入化地围牢后 手掌一抓 谢宗勇自动地飞了过来 你你想干什么 谢宗勇吓得半死 他根本不受控制 体内的先例 被化地围牢 吸走一大半 整个人瞬间淹了下来 被风九幽控制住后 整个人坠入深渊 恐惧至极 谢宗勇想你了 送你去跟他见面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风九幽一双冷漠的双眼 盯得谢宗勇惊慌失措 风九幽 我几千万灵机动 狼不会放过你的 我灵机动的威名 不容挑衅 你很快便会下来陪我的 哈哈 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疯狂怒吃到 死 风九幽单手一捏 被禁锢的谢宗勇 瞬间被捏爆 一团血雾消散在空中 风九幽 你找死 谢广坤双眼冒火 划破天际 手持仙剑杀来 第八十一章 紫霄神雷 灵机动弟子的噩梦 谢广坤原本以为 自己的老爹 能轻松灭掉风九幽 没想到眨眼的功法 被对方给秒杀了 谢广坤 你也来送死吗 风九幽眉头一挑 冷漠地看着发怒的谢广坤 那双毫无感情的双眸 让谢广坤瞬间冷却了下来 你 老大 这个傻子 脑袋有包吗 老爹杜杰境巅峰都死在你手上 一个杜杰境中期 却跑来送死 谢家的人都被门家了吗 吞天兔抱着一个鲜红色的灵胡萝卜 飞了过来 一双兔眼细血地看着谢广坤 你个孽畜 等会儿我非把你给红烧了 谢广坤怒气冲冲 对着吞天兔一顿咆哮 借 你要是有那个实力 本王道立 洗脱给你看 吞天兔一个道立 在空中跳来跳去 再一次挑衅谢广坤那骄傲的内心 嗖 灵济洞的高层 纷纷腾挪至谢广坤身边 清一色地渡截近后期 巅峰实力 洞主李长风一袭白袍 缓缓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万花童 夏宇和 你们还不过来 李长风的语气逐渐冷了下来 刚才作为灵济洞的弟子人物 居然不阻止风九幽 行凶灭杀谢远葵 谢宗勇 让他大为不满 这 万花童 夏宇和 看了一眼风九幽后 缓缓地朝李长风等人飞去 洞主 一定要为我父亲报仇啊 谢广坤双眼心红 手中的青筋高高隆起 仇恨地盯着风九幽 恨不得包他皮 抽他金 喝他血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谢成主 你放心 我灵济洞不是什么阿麻阿狗能挑衅啊 凡敢挑衅我灵济洞者 死 一声威严之声 传遍灵济洞 灵济城 上千万灵济洞弟子 踩着仙剑 坐着灵兽 纷纷朝天空赶来 密密麻麻 浩浩荡荡 遮天蔽日 形成灵济城上空最为恐怖的画面 风九幽即将一人面对上千万灵济洞弟子 支持他的修道者们 纷纷闭上了嘴巴 他们不敢当面挑衅灵济洞 凡挑衅者 灵济洞的弟子们挑衅我灵济洞者 该如何处置 杀 杀 杀 超过一千万厮杀声 响彻天地 镇得灵济城的城墙微微颤抖起来 镇得下方的道友们 头皮发麻 胆战兢兢 风九幽 你是束手就擒 还是接受我灵济的滔天怒火 李长风义正言辞 眼底闪过一道莫名的意味 风九幽淡淡地看着隔空相望的上千万人 体内的杀戮之意逐渐觉醒 一群白眼狼活该被邪魔蹂躏 李长风 任你说的天花乱坠 今日我闭脱儿等 什么狗屁灵济洞微名 本公子替你们镇守城池 灭杀邪魔时 你们这群王八蛋又在哪里 上梁不正下梁歪 灵济洞这种垃圾宗门 就没有必要存在于世 风九幽滔滔不绝 灵济洞在他眼里 不过是寄生虫 寄生在无数灵济城城名身上的寄生虫 一个是人类为草剑 只想让低阶修道者 充当炮灰的宗门 比邪魔还邪魔 风九幽的话 引起了无数修道者的共鸣 他们一直被灵济洞当成炮灰 那一次伤亡 不是低境界的修者 那些灵济洞的高层们 每次邪魔攻城 几乎无伤亡 风九幽的话 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在千万人心中 种下了一颗种子 让他们对灵济洞的归属感 产生了一丝动摇 五年前的那天 风九幽横空出世 化身修罗杀神 灭掉无数邪魔 这是所有灵济城 修道者们心目中的英雄 而 如今他们却要举刀 抽剑指向他们的英雄 这是何等的讽刺 不过 在他们眼里 心依然心系灵济洞 这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改变他们的 哼 李长风哼的一声 犹如龙卷风 传遍整个灵济城 下方无数修道者 瑟瑟发抖起来 风九幽 任你白口狡辩 今日你必须死 杀 上千万人蠢蠢欲动起来 拔剑声惊天动地 等等 风九幽大手一挥 阻止道 在众人的疑惑中 风九幽对着 隔空的万花童 夏宇河说道 万花童道友 夏宇河道友 如果你们愿意 自动离开这里 我当什么也没发生 倘若 你们继续与灵济动 同流合污的话 休怪我不念往日情分 风九幽话音一落 万花童 夏宇河内心仿佛被刀割一样 他们也没想到 短短五年多的时间 双方会刀剑相交 达到你死我活的局面 一边是认识五年的朋友 一边是 培育他们快百年的宗门 理智大于了感性 宗门大于了友情 风九幽道友 今日你我歌须断袍 再无半点往日情分 战场上 我们是敌人 你死我生 或者我死你生 万花童手持长剑 一剑落下 道袍的袖子断了一截 两人的情分就此两断 夏宇河眼中闪过一丝无奈 爱慕在此刻荡然无存 宗门才是自己的家 这点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会改变 风九幽 小弟弟 这是我最后一次 这样称呼你 我会与宗门站在一起 杀你 夏宇河眼底飘出两滴泪珠 很快消散在风中 风九幽对于两人的选择 早就了然于心 他们既然选择了 就得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很好 很好 来吧 灵济城外 我一人独占等千万人 风九幽转身 虚空踏步 朝城外走去 后面跟着的吞天吐脸了咧嘴 老大 你确定要独占千万人 里面有几个老家伙 可是很厉害的哟 吞天吐一边啃着萝卜 一边嚷嚷道 再厉害 有魔窟厉害 卧槽 风九幽一句话 让吞天吐无话可说 灵济东弟子千万化作流星 出现在城外 与风九幽隔空对峙起来 杀了他 李长风一声令下 千万人 千万剑气 在虚空中编织成恐怖的剑狱 倾斜落下 日月无光 星辰陨落 千万剑气下 寸草不生 哼 紫霄神雷 威震还宇 灭杀出狗 风九幽一声怒吼 天空风云变色 一团黑云出现在灵济城上空 劈啪 一声惊雷平地起 紫霄神雷图苍穹 受到紫霄神雷 跨越星河落下 一道 两道 足足召唤出十道神雷 剑气在神雷下纷纷化解 紫霄神雷仿佛长了眼睛似的 在人群集中的地方劈下 碰 十道火光冉冉升起 空中出现无数哀嚎声 仅仅一个呼吸的时间 超过百万人 被紫霄神雷炸死 随着风九幽境界的提升 配合大成的仙天无暇混沌体 紫霄神雷堪比雷劫 低境界的修道者 面对他事 分分钟钟魂飞魄散 风九幽冷漠地 看着死伤的灵机动弟子 心中无丝毫同情心 一千万人又如何 在他眼里 不过草剑 但凡 他们有一丝丝良知 风九幽也不会如此凶残对待他们 曾经 他一人从西门杀出 灭杀几百万头邪魔 让邪魔们后退上百里 曾经 他单枪匹马 用手中的枪 杀得邪魔哭爹喊娘 拯救了灵机成无数生灵 然而 曾经的英雄 却因为灵机动的一两个人 被他们群攻 杀之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圣魔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代表我自己 帕尔等死刑 风九幽手掌一身 一颗紫霄神雷雷球 出现在手心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 在城外弥漫开来 第八十二章 斩万花铜 下雨河 图千万人 风九幽 你该死 猎千万人大阵 灵机八荒战阵 李长风脸色惊变 他已经感觉到 深深的恐惧 连忙对着弟子们怒吼道 手中的灵机八荒战阵阵盘 随即扔了出来 阵盘演变成一番天地 千万弟子们 纷纷落到阵盘上 哼 风九幽手中的紫霄神雷雷球 朝灵机动弟子一扔 劈啪 雷电轰鸣 雷斯入网 弥漫在整个战场上 猎阵 发动防御 李长风一声令下 所有弟子纷纷输送灵力 进入阵盘 在雷斯落下的瞬间 一个大型的玄规 出现在众人之上 紫霄神雷 被透明的玄规罩 全部吸收 化解 咦 风九幽一愣 没想到灵机动 居然有这个大阵 抵挡住自己的紫霄神雷攻击 大为诧异 我呸 什么灵机八荒战阵 这明明是玄规大阵的残缺版 估计只有人家玄规大阵的 万分之一的威力 老大 化身为巨人 踩扁他们吧 吞天吐啃着萝卜 一脸鄙视地 看着虚空中的玄规虚影 嘴里唠叨叨 风九幽点了点头 想要速度解决战斗 看来需要以力破阵了 法天向地神通 出 转瞬间 风九幽再一次变成了几十丈的巨人 屹立于战场之上 只见他腾空而起 朝空中的阵盘踩去 夜日被遮挡 下方变成了一片阴暗 人味道 气势已倾泻落下 躲在阵盘中的灵机动弟子 纷纷不安起来 这个巨人 他们在五年前见过 曾经 他虐杀了四个邪魔之王 名造一石 加速了邪魔的溃败 已经成为他们心中的梦魇 万花童内心大感不妙 看了一眼夏宇和 他满脸愁容 深感不安 果真 风九幽印证了两人的想法 威风凛凛的玄规气罩 在风九幽的掌印世界攻击下 砰砰砰 连续三连击 配合百倍攻击buff加成 巨大的撞击 在他们耳边响起 突然 一道咔嚓声响起 坚固不可破的灵机八荒战阵 被巨人的拳头给砸破了 失去了阵法的加持后 千万人像下饺子一样 纷纷砸向大地 这怎么可能 谢广坤流露出浓浓的不安 这个作为灵机动的攻防大阵 居然被风九幽三下五除二给破掉了 再一次颠覆了 他对风九幽的认识 不过五年时间 他已经能做到 碾压渡截径巅峰的修折 甚至破除千万人的大阵 风九幽不会再给他们组织阵法的时机 一脚 如擎天柱 落下 死伤一片 一脚 如秋风扫落叶 踢开 无数灵机动弟子 被踢成虚无 手中的掌印 不停地朝下方拍打 一片片灵机动弟子 含恨九泉 仅仅不到三个呼吸的时间 灵机动的弟子 死伤过百万 杀得灵机动弟子哭声震天 所向披靡 大溃败而逃 灵机动的长老 天骄 洞主们 心中犹如被巨石撞击一般 压抑 难受 甚至感觉到浓浓的羞辱 风九幽并没有直接跟他们面对面杀伐 反而疯狂地踩踏低境界的弟子 时不时来一掌 踢一腿 他们想攻击他时 一个瞬移消失在他们眼前 气得他们暴跳如雷 在杀伐天津的辅助下 风九幽越战越勇 根本不用担心消耗问题 战场上的杀气 战气 灵气等等 都能补充自己的消耗 紫霄神雷 神雷滚滚 在战场上不断响起 无数弟子 纷纷被打成虚无 咫尺天涯 瞬息万变 在战场上神出鬼没 玩弄于灵机动大能们 于手掌之中 拿他一点办法也没 掌印天下 一连十掌 掌掌出人命 掌中有山河 变成了对灵机动弟子的收割机 神通挨个轮着用 至尊武技层出不穷 封九幽的大杀特杀 惊得城内的修道者们 目瞪口呆 一千万人 居然被他吊打 灵机动的弟子 连他的衣角都摸不着 这似乎太不真实了 众人纷纷揉了揉眼睛 发现战场上成一面倒时 众人心中掀起了千层浪 封英雄 一人可挡千万雄师啊 错 明明是一人可杀千万修道者 城内的道友们 对封九幽的敬仰 犹如滔滔九天之水 连绵不绝 又如弱水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杀 万花童 下雨和连妹从虚空中杀出 万花童下一点红 点点滴滴剑法 杀 剑气化雨滴 铺天盖地杀来 桃之夭夭 唯有桃花剑绝 杀 无数剑气凝结的花瓣 弥漫在风九幽头顶 两人脸上满是杀戮 没有丝毫往日之情 哼 风九幽冷目一瞪 手掌翻下 掌印事件 涂灭天下 强大的掌风轻轻一挥 所谓的剑气化雨 桃之夭夭寝刻间 化为虚无 只见掌风扫过 两人如断了线的风筝 重重地砸到大地上 狂吐一口鲜血 一脸恐惧地看着风九幽 完了 灵济洞彻底完了 下雨和眼睁睁地 看着风九幽那群巨人 朝他们走来 每走一步 会带走无数灵济洞弟子 哀嚎声在耳畔不断响起 双方已然没有和谈的可能性 风地风道有 你能不能放过我的同门 下雨和哀求起来 眼泪哗哗直流 不能 风 万花童刚到嘴边的话 又吞了回去 他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劝阻 心中对谢家人的悔恨 到了极点 要不是因为谢家祖孙两人 怎么会给灵济洞 引来滔天祸端 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 我留你们全尸 风九幽冷冷到 手掌轻轻一挥 掌风落下 没入两人的头顶 他们带着布干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突然 虚空中杀出一个人影 谢广坤已经隐藏在虚空中 等候多时了 趁着风九幽灭 杀万花童 下雨和的瞬间 抓住了这万分之一的时机 杀了出来 他脸上看到的绝绝 也看到了无穷的杀意 剑 快如闪电 人 神出鬼没 招风九幽的头顶刺下 他仿佛看到了 风九幽被剑气 砍成肉末的场景 嘴角露出肆意的笑容 然而 一个伟大的现实 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 长剑即将刺中风九幽的瞬间 天穹护体出现 长剑刺到天穹护体上 再也不能前进分毫 什么 他脸上大惊 跟吃了恶心的死耗子一样 难受之极 哼 谢广坤 本公子等候多时了 手掌快速闪过 带着疾风 带着杀戮 直面谢广坤的老脸 不 来不及反应的谢广坤 瞳孔剧烈收缩 心沉入深渊 只听到一声巨响 碰 他瞬间被打成虚无 元神破体而逃 刚准备瞬息逃走 一个巨大的手掌落下 不 求求你放过我 我 愿意为你做牛做马 成为你最中心的奴仆 谢广坤的元神哀求起来 作为修炼到度节径中期的他 他不愿意就这样生死盗消 连一丝转生的机会都没 晚了 元神体被风九幽瞬间捏爆 化作一股能量 被风九幽给吸收了 李长风见识不对 发动千里传送符 带着一众高层 直接逃跑了 临走时 虚空传来一道威胁之声 风九幽 你这个大邪魔 人神共愤 生命禁区八大主成 二十四副成 不会放过你的 第八十三章 一剑逍遥 与灭灵济洞 灵济洞洞主 带着一众长老 居然逃跑了 所有观战的修道者们 纷纷惊掉下巴 这是生命禁区 有史以来 第一次一个人 打败一个超一流势力 还吓得一流势力的 洞主逃窜 李长风居然 带着手下跑了 你伤我脸 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满足你 啪 一巴掌 扇到一个质疑的 道友脸上 疼得他暴跳如雷 卧槽 这居然是真的 难道生命禁区的 历史要改写了 风九幽 发出神识扫了一下 居然没有李长风 一众人的半点气息 没想到这些大势力 居然还有这些逃跑的手段 早知道 应该先开启化地围楼 风九幽 不禁摇了摇头 灵济动得剩余的 一百多万弟子 纷纷跪在地上 他们已经没有半点 抵抗意识 风九幽 已经成为他们心中的梦魇 恐怖 绝情 残暴 风英雄 我们愿意投降 他们纷纷放下手中的长剑 做出投诚的动作 老大 你不会想放过他们吧 吞天兔从虚空中钻了出来 刚才的战斗 他怕被波及 早已经钻进了魔龙舟 看到战争结束了 他才大摇大摆地 从虚空中走出来 你老大什么时候接受过 投诚的敌人 风九幽话音一落 剩余的一百万多灵机动弟子 彻底傻眼了 一脸死灰色 那些原本假装投诚 在图谋风九幽的弟子 彻底绝望了 不管你们带着什么目的 统统都得死 本公子 不会把潜在的危险留在身边 更不会让你们有报复我的机会 让紫霄神雷 给你们送葬吧 轰隆隆 雷声滚滚 天空再一次雾云密布 虚空中紫色神雷翻滚 大地再一次陷入了黑暗 十条紫色神雷 在一声乍响中 跨越虚空而来 一瞬千里 雷电迎蛇飞舞 光耀灵机上千里 劈啪 在一百万灵机动弟子的恐惧中 雷电没入人群中 受到光芒乍现后 地上传来撕裂般的惨叫声 一阵肉香传来 一百万人全部被紫霄 神雷给轰成了炸 老大 你真下得了手啊 吞天兔摸着圆滚滚的肚皮 惊讶地看着风九幽 在他印象里 能随便屠杀百万以上的同类者 都可称之为大魔了 难不成风九幽体内 住着一只恶魔不成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 风九幽回头朝灵际城看去 神区微动 瞬间出现在城内 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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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观的修道者们 纷纷叫了起来 如此绝世妖孽 是他们心中的英雄 也是挑战权威的英雄 一人灭一城 一人灭一洞 这是生命禁区绝世无双的壮举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此时 万米高空之上 传来一声叹息声 风九幽有所异动 朝虚空中望去 并没发现任何一样 吞天兔瞥了一眼虚空 眼中闪过一道金芒 随即巴击起他的胡萝卜来 白棱镜 本公子前来杀你来了 请速速跪地受死 风九幽聚声呈现 在灵际洞上空炸响 瞬息间 他出现在灵际洞上空 此刻 灵际洞的互动大阵 已经开启 出现一个类似彩虹的屏障 阻挡了风九幽的去路 那些还未来及逃窜的灵际洞弟子 瑟瑟发抖地看着天空 面对风九幽这样的恐怖大魔王 他们没有半点信心 他们只有等死 风九幽悬浮在大阵之上 详细地观摩半刻后 开口说道 流氓兔 想办法把这个罩子破开吧 吞天兔双眼睁得大大的 反问道 老大 你叫我什么 流氓兔 卧槽 请不要诬蔑我 我什么时候流氓了 那叫不爱 吞天兔当即反驳起来 自己可是王 怎么能挂上市井流氓的称呼 以后自己还怎么去面对后宫家里三千万 行 不爱兔 快点破开阵法吧 风九幽也难得计较 反正吞天兔在他心目中 就是一只流氓兔 这个是不能更改的事实 好嘞 老大 吞天兔看着阵法内瑟瑟发抖的弟子 伸出锋利的爪子 对着他们嘲笑道 小兔崽子们 我呸 小朋友们 你们害怕吗 害怕就对了 本流氓 我呸 本吞天兔 这就掀起你们的盖头来 让你们死光光 也不管阵法内的弟子如何恐惧 他的爪子轻轻一抓 一股特别的能量 传到气罩上后 劳不可破的防御阵法气罩 宛如气球破碎一般 碰 直接炸开了 什么 所有的弟子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完蛋了 面对防御阵法破裂 白龙镜依然未出生 风九幽所不知的是 白龙镜已经到了分身融合的关键时刻 早已经封闭了神石 除非天塌下来 才会把他惊醒 风九幽眉头一皱 难道白龙镜不在灵机洞 还是他提前逃跑了 白龙镜在哪里 风九幽盯着下方的灵机洞弟子问了起来 下方的弟子纷纷摇头 他们好几年都没见到过白龙镜 又如何知道 他此刻躲在洞府内闭关呢 白龙镜 你不出来 我灭了灵机洞 一箭逍遥 雨 杀 先见一挥 万里晴空再一次风云大作 雷鸣之声响起 黑云盖顶 轰隆 请客间 见其话语 从天而降 不 留下的几十万灵机洞弟子 在惨叫中 被雨滴化为虚无 热大的灵机洞在一箭逍遥 雨的覆盖下 变得千疮百孔 楼台停泄纷纷倒塌 园林景观绿色磨面 灰红大殿化为腐朽 哪里还有顶级大门派的样子 残缘断壁 惨不忍睹 白龙镜 本公子在城墙上等你三天 风九幽 腾空而起 朝城墙上飞去 宿主 经过本系统的计算 你的修为值出炉了 应该不少吧 风九幽心中并不确定 地狱自己境界的修为值 少之又少 以狗系统的德性 它只会计算 洞虚境中期以上的 宿主 你说得很对 应该实际很多 灭纱下雨和 万花童触发一个十万 一个百万暴率 洞虚境灭纱五万人 杜劫境灭纱三人 其余逃跑了 统计修为值 四亿 累计修为值 十二亿 就这 累计的修为值 只够突破杜劫境初期 看来必须多杀些该杀之人 早日积累 够修为值才行啊 老大 你说那个白棱镜老狗 是不是跑掉了 吞天兔啃了一口萝卜后 疑惑道 放心 它一定会出现 除非他们甘心 把灵纪成拱手让人 二十四副城 三十六个门派 我相信 他们会感兴趣的 风九幽在城墙上方 夹起了升起了火 加上了烤架 准备烤之前 灭纱的妖兽肉来吃 老大 你要烤肉给我吃 兔兔嫌弃地丢掉手中的萝卜 蹦蹦跳跳 闪到风九幽身边 嘴里流出了长长的口水丝线 兔子要吃肉 我只听说过 兔子急了会咬人 可没听说过 兔子急了会吃肉啊 流氓兔 你什么时候转性的 第八十四章 合体后的白棱镜 城墙上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一人 一兔居然在城墙上 吃起烧烤来 老大 喝酒吃肉的日子 真是爽啊 好怀念当年 我的兔妃们 给我揉肩膀 按腿的日子 吞天兔喝了一罐灵酿后 畅想起来 怎么 流氓兔 你又开始春心荡漾了 话说 你行吗 风九幽的双眼 朝吞天兔的大腿看去 嘴角微微笑了起来 老大 你这样说我可要跟你急了 什么叫不行 遥想当年 本兔王 一枪杀遍天下兔妃 杀得他们嗷嗷直叫 人称兔子熊啾啾的 就是本兔王 吞天兔伸着脖子 红着脸 一脸的便捷道 风九幽上下打量 郑重骑士说道 我不信 小蚯蚓 怎么能大杀四方呢 我 吞天兔尴尬的并拢双脚 挡住了春光乍蟹的兔体 一脸恼怒地看着风九幽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截短 老大 你这样会没朋友的 两人在打剧中 度过了三天三夜 下方的道友们 围观了三天三夜 都想看风九幽 如何灭杀白棱镜 这个传说中 灵机动最神秘 战力最强的活化石 这边 李长风带着一众高层 跑到了落日谷 面见了落日谷谷主洛飞 把灵机动的事宜告知了他 请求他联合另外六个顶级势力 一同帮忙灭了风九幽 而 他付出的代价 是把灵机城一半的商业 划给七大顶级宗门 同时 灵机动的先灵之洞 必须给七大顶级门派的弟子 进入修炼的名额 为了复仇 李长风答应了他们的所有请求 另外把唐楚被风九幽灭杀 唐颜失踪的事全部算在了风九幽身上 惹得唐颜的师父长阳 勃然大怒 李洞主 我的徒弟唐楚 唐颜当真都是风九幽所杀 李长风脸上肌肉没有一丝抖动 说道 嗯 之前之所以未告知这事 是因为风九幽那贼人打退邪魔后 混在邪魔中逃跑了 长阳被气得暴跳如雷 名义上是师徒 实际上 这两人都是他的亲儿子 唐楚 唐颜的生母 是当时落日谷最有名的仙子 人称洛阳仙子 他迷恋了洛阳仙子差不多一百年 追了一百年 结果洛阳仙子 转身嫁给了当时落日谷一个普通弟子 在他们成婚当日 长阳偷偷设计 把新郎 新娘双双迷晕 偷偷给洛阳仙子下了和欢伞 两人在药物的刺激下 洛阳仙子把长阳当成了他的道理 两人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美妙之事 事后 长阳偷偷离开 顺带脱光了新郎的衣服 造成他们俩远房的画面 第二年 洛阳仙子生下唐延 在洛阳仙子满月之际 长阳以恭贺的名义 再次来到洛阳仙子的家 顾及重施 再次把洛阳仙子 XXOO了 第三年生下了唐楚 连洛阳仙子的道理都不知道 两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 在唐延 唐楚很小的时候 便被长阳收入门下 悉心培养两人成才 两人不负众望 都成为落日谷绝顶的妖孽之才 没想到 两人先后去灵济城 却死在那里 沙子之仇 不共戴天 风九幽 我会让你为我的两个徒儿陪葬 长阳的脸扭曲起来 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魔 发出怒吼声 落日谷洛飞眼中 闪过一丝疑惑 死了徒儿 你至于这样吗 他哪里知道 死的即是徒儿 又是千儿 谷主 我先行一步 坚定又决绝的语气 从长阳嘴里传出 谷主洛飞脸色微变 点了点头 道 常常老 去灵济城时 带上黑白双煞吧 好 灵济洞 神秘洞府 白棱镜 睁开了双眸 那是一双苍老 且满是阴霾的双瞳 终于暂时融合了 一道邪恶的声音 从嘴里传出 他缓缓站了起来 扭动了那把老骨头 发出嘶哑的笑声 风九幽 本座今日 便把你给收了 你是我突破身体的最佳养分 本尊要打破禁锢 非生无上天 成为大地 我要让无上天臣服 在我的脚下 结结结 身体一晃动 瞬间消失在了 神秘洞府 城墙上 吞天兔躺在椅子上 喝着灵酿 哼着小曲 活脱脱的一个流氓兔 就差几个美女 伺候他了 老大 你说三天之七已到 那个老不死的不会 已经跑掉了 风九幽俊目一瞥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他一直在谋算我 怎么舍得跑掉 突然 他抬起头来 看着虚空 笑道 我说的对吗 白棱镜 阴谋家 这时 虚空泛起一阵涟漪 白棱镜从虚空中 缓缓露出身影 露出诧异的表情 你怎么知道 我躲在虚空里 对于一个一直惦记我的人 他不躲在暗处 当一条狗 难不成 想当一只兔子不成 风九幽放下手中的灵酿 淡淡说道 老大 请你不要污蔑兔子好不 天上的那只老狗 你不配当一只兔子 不过 你要是当一只人宠的话 本兔王 还是能勉勉强强接受的 话又说回来 你都半只脚 踏进土里了 你不会是想通过 分身融合的方式 突破你那垃圾体质 肮脏的血脉吧 老大 他想把你变成分身 然后融合你 达到剥夺你那吊炸天的体质 为他所用 好突破 他身体的禁锢 吞天兔 瞪着大大兔眼 露出鄙视的目光 风九幽脸色冷了下来 怪不得这个该死的白棱镜 自己第一次见到他时 便感觉到 他体内的邪恶之力 原来一早就打算 把我变成分身 好融合啊 白棱镜 想看到鬼一样 看着吞天兔 心中大感不妙 你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分身 融合突破体质之法 我 是你永远想不到的男人 嗯 兔王 吞天兔扭头 看了一眼风九幽 嘴角开始泛见起来 老大 你要加油 要是被这个老不死 给练成了分身 你就死翘翘了 到时候 我叫天上那个老东西 叫老大 还是叫你的尸体 叫老大 风九幽脑门 瞬间黑了下来 瞪了他一眼 你老大我 还怕了 天上那个老不死 笑话 风九幽满满的不屑 不用想 白棱镜一定 把黑白分身 给融合 他的气势 已经逼近了 斩道镜高手 可以说 生命禁区 他已经没有对手了 不过 本公子可不是一般人 风九幽 乖乖做我分身 本作可舍不得破坏 你如此绝佳的身体 白棱镜邪气滔天 强大的气势 逼得围观的修道者们 纷纷退让 他居然入魔了 灵机动的第一高手 居然是一头恶魔 下方的修道者们 纷纷怒了 人与邪魔不同待天 无数修道者都死于邪魔 没想到 他们敬仰的第一高手 居然入了魔道 通过邪魔分身 吞噬那些顶尖体质融合 突然 下方一个 修道者尖叫起来 难道白棱镜 把他曾经的徒弟 白松山 黑果果 给变成了分身 怪不得白松山 黑果果 失踪了上百年 原来早被他给谋害了 无数人的议论 让白棱镜脸色大变 怒吼道 而等弱者 再敢胡说八道 我灭了你们 风九幽顺西间 出现在白棱镜面前 一脸鄙视地嘲笑道 呦 白棱镜 敢做不敢当吗 连自己的徒弟 都敢谋害的人 还有什么事情 干不出来 今日 我必图你 白棱镜整个身体 冒着黑气 被一团黑物 给包裹着 结结结 我的分身 本尊来了 给本尊躺下 第85章 虐杀白棱镜 徜徉偷袭 黑物化丝 魔气滔天 白棱镜瞬息间 招风九幽攻来 紫霄神雷 涂魔 言出法随 风云变色 虚空中雷池翻滚 紫色雷电一声轰隆隆后 化作一束光柱 破天而来 不好 黑物化丝 即将触碰到 风九幽的瞬间 他瞬息躲开 然而 紫色雷电 仿佛长了眼睛似的 无论他往哪里腾挪 瞬移 紫色雷电 瞬息抵达 劈头盖脸 落在他的黑物头顶上 劈啪 啊 白棱镜发出一声惨叫 黑物被劈散 露出一副苍白 毫无血色的脸 他怒气滔天地 盯着风九幽 为了保持分身的完整性 他并不想伤害分身 然而 风九幽召唤神雷 把他劈的棚头垢面 彻底激怒了他的杀心 分身 你如此不听话 我会先打烂你 再通过密法缝补 尽管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本尊等得起 斩天一剑 绞杀 一柄魔剑徐徐升起 邪恶的白棱镜 人动 剑随 化作一道魔龙沙来 灵济成上空 魔气滔天 不过 风九幽却一副淡然的表情 飞仙刀 出去招呼招呼邪魔 天下无双 斩断春秋 三柄飞仙刀腾空而起 化作三道白龙 杀向逼近眼前的黑龙 当当当 刀剑香蕉声不断响起 光芒四射 虚空被打成窟窿 头顶之空 出现一片真空 天下无双 乃至尊级武技 以碾压之势 打得白棱镜 节节败退 尽管他通过分身融合 达到了斩道镜的临界点 但依然不够看 身上的魔气逐渐消散 原本苍白的脸蛋上 逐渐出现了死灰色 三柄飞仙刀 每斩一次 会加速白棱镜变苍老 原本他还有五百年的寿命 被天下无双 斩断春秋的攻击下 寿命已流失了一百年 对于一个活化石来说 这是不允许的 更是对他毁天灭地的打击 啊 白棱镜一声嚎叫后 带着嗜血的眼睛 死死盯着风九幽 这是你逼我的 我要你死 魔像无天 魔体灭世 刹那间 白棱镜魔气滔天 双眸心红 手指变长 整个人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变成了一头十丈高的邪魔 结结结 风九幽 快到本尊嘴里来 风九幽愣了一下 随即抿嘴笑道 白棱镜 你以为你搞了个魔体变身 本公子就拿你没办法了 看我法天向地 垂抱你 话音一落 风九幽瞬间变成一个几十丈的巨人 白棱镜那十丈小身体 在风九幽面前 那就是地中地 庞大的巨人 强大的气息 瞬间把白棱镜的魔气 魔体给压了下去 天哪 风英雄变身后 他的气息 战力 已经超越了杜结镜 我在他面前 有了一种顶礼膜拜之意 道友 你说得太对了 风英雄宛若天神下凡 我等蚂蚁只能仰望 围观的道友们 再一次讨论起来 白棱镜脸色微变 他五年前 见识过风九幽的变身术 没想到他突破到洞虚镜后 便大后的他 居然如此之强 内心大感不妙 甚至有了逃跑的倾向 风九幽纵身一跃 腾空飞行 杀向白棱镜 掌印事件 打爆你 拳拳倒肉 与白棱镜在空中 拳脚相交起来 砰砰砰 白棱镜被逼得出手还击 然而 在掌印世界的攻击下 他的无相魔拳 根本不够看 每被风九幽打中一下 体外的魔气会少一分 在风九幽拳风的洗礼下 白棱镜被打得嗷嗷直叫 从天上 打到地上 壮烂了不知多少间冥房 毁坏了不知多少间商铺 风九幽越战越勇 打得白棱镜 毫无招架之力 没有加持百倍攻击BUFF 没有借助天穷护体神通 否则 白棱镜在风九幽攻击的第一拳 便会被打爆 啊 一声惨叫后 白棱镜恢复了真身 半跪在地上 劈头散发 嘴角鲜血直流 体内骨头被打断了72根 整个人围米不振 反观风九幽这边精神饱满 战意滔天 身上没有一丝伤痕 完全是虐杀 白棱镜 多行不易必自闭 我送你下去 为你的弟子赎罪吧 风九幽手掌一番 掌印世界 手掌乾坤 一道掌风落下 不 早已没有反抗之力的白棱镜 在掌风的攻击下 瞳孔剧烈收缩 回想起自己的过往 闪过一丝惋惜 后悔 绝望 他的整个身体 慢慢化为虚无 一个隐藏在灵济洞的大魔头 就这样生死盗销 无数人拍手叫好 同时 修道者对灵济洞的印象一落千丈 谁知道 那些活着的灵济洞弟子 或者洞主等高层他们 有没有修炼邪功 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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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济城的修道者们 疯狂地叫了起来 崇拜 敬仰 挂在脸上 突然 一个小男孩冲了出来 跪在地上 大声喊道 风英雄 我想拜你为师 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平住呼吸 纷纷看向地上的小男孩 风九幽 风九幽愣了一下后 摇了摇头 说道 很抱歉 我不会收你为徒 我并不是生命禁区的人类 我不会在这里长期待着 风九幽开口拒绝道 小男孩脸上闪过一道委屈 无助 这时 一道浑厚的声音 从人群中传出来 小伙 你在哪儿 一个中年男子 从人群中走出来 手上牵着一个小女孩 看见地上跪着的小男孩 脸上出现焦急的表情 爹 小妹 小男孩 高兴地站了起来 一手抓住中年男子的手 一手牵住小女孩的手 朝风九幽走过来 风九幽愣了一下 眼中闪过一道意味深长的表情 爹 我想拜风英雄为师 小男孩一脸认真的看着风九幽 又看了看中年人 中年人双手抱拳 脸上带着炽热的表情 请求道 风英雄 小儿天生修裸铁 你看 能不能收他做徒弟 吞天兔从虚空中钻了出来 兔眼一瞥 似乎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 老大 收下他吧 如此家徒 天上难寻 只有地下才有 吞天兔笑呵呵说道 好 让我看看他 还有他的体质吧 风九幽指了指那个小女孩 中年人顿时脸上大喜 一把把小女孩给推了过来 小女孩 小男孩 带着期盼的眼神 朝风九幽走来 突然 发生惊变 两人离风九幽不到一米距离时 同时发飙 手持断刃 带着滔天杀鸡 朝风九幽的胸口 丹田出沙来 与此同时 中年人不知什么时候 多了一把弯刀 使出一道刀钢 砍向风九幽的脑袋 第八十六章 单枪匹马 占八大主城 二十四副城大能 上 千军一发之际 眼看风九幽 就要死于三人的突袭之下 围观的道友们 纷纷露出担心的表情 没想到 居然还有隐藏的高手 躲在人群中 趁着风九幽灭杀白棱镜后 松懈之际 群起而杀之 风九幽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漠然 三人同时攻到身边 一道让他们打死 也不敢相信的奇迹发生了 一道气照从风九幽体内出现 三人的刀刃落在气罩上 闪过三道火花后 再也不能前进分毫 这 所有人都傻眼了 包括三个准备周翔 做好完全准备 刺杀风九幽的三人 三位藏头鹿尾的老鼠 你们的攻击 貌似无效啊 风九幽细血地 盯着三个呆滞的杀手 嘴角露出一丝激笑 你 你怎么知道 我要杀你 中年男子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切 你们三个是不是傻啊 一个肚结镜中期 两个肚结镜后期 就算你们隐藏的再生 有些养成的习惯是无论如何也改不掉的 漂浮在空中的吞天兔 嘲笑起来 中年男子脸色冷了下来 一脸不善地盯着空中的兔子 我倒想问问 天上的兔妖 本尊长阳 是如何被你们发现的 小男孩 小女孩 回到了长阳身边 一脸警惕地看着风九幽 长阳 我劝你吃口食冷静一下 你身边的两个是小男孩 小女孩 明明是两个侏儒 好吗 真当本兔王 还有我老大是傻子吗 风九幽点了点头 脸上闪过一丝讥笑 其实 这个小猪如跪在地上拜师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了 小猪如面露凶相 自己的伪装已经天衣无缝了 她不相信风九幽能轻易发现她 你怎么发现本尊的 呵呵 小猪如 你跪在地上的时候 地板都在轻轻颤抖 你告诉我 小孩子有这本事 让大帝颤抖 风九幽淡然一笑 了然于心 什么 三人一口同声道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好了 本公子已经不想跟你们废话了 长阳 你是来给唐楚 唐妍报仇的吧 他们不过是你的徒弟 你居然亲自来报仇 难不成他们两个是你的亲儿子不成 风九幽有点诧异 长阳的容貌居然跟唐楚 唐妍有七分相 于是便开口询问道 什么 围观的道友们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 落日谷的两大天骄的生父居然是执法长老 长阳 如此劲爆的大瓜 构灵机城的道友们吃上一年了 你你胡说八道 长阳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怒吼起来 身边的两个侏儒 疑惑地朝长阳看去 问道 长长老 唐楚 唐妍不会真是你的儿子 我一直很纳闷 为何你跟唐楚他们两兄弟 长得如此之像 原来是这样 白煞恍然大悟 说道 长长老 你有点过分啊 你居然强女干了洛阳仙子 你还是不是人啊 黑煞一脸痛心疾手地骂道 他可是仰慕了洛阳仙子几百年啊 居然被长阳这个老色鬼给偷糊了 你们不要听风九幽胡说八道 今日我们是来杀他的 不是来听他八卦的 长阳气的上气不接下气 心中已经把风九幽当作死人了 哦 干正事要紧 灭了风九幽后 你必须给我老实交代 你什么时候把洛阳仙子给轮了的事 否则 我跟你急 黑煞刚说完 耳朵被白煞给凝了起来 怎么 黑煞 本姑娘还不够你祸害的 你还想去祸害洛阳仙子 不 我哪打啊 黑煞瞬间认怂起来 他可怕死了白煞 好了 你们三个别废话了 白冷静在地下等着你们 风九幽不再啰嗦 为了提防三人逃跑 直接使出化地为老领域 把三人锁紧了方圆500立方米的空间里 让他们插翅难逃 这是领域 三人脸瞬间难看起来 他们还没来得及准备 就被风九幽给阴了 关键感觉到 外面那个气罩在 吸收他们的先灵之力 要不杀了风九幽 这个该死的领域 会把他们洗成人干 杀 三人没有丝毫犹豫 使出本命战法杀了过来 刀断苍穹 破山一击 风火燎原 三道刀钢化作山 火 云朝风九幽杀来 哼 风九幽手掌一番 掌印世界凝聚成一座山 朝三道攻击杀去 碰 请客间 刀钢粉碎 山风带着盖世之事 撞在三人身上 啊 三声惨叫同时响起 咔嚓声同时在三人体内响起 重重地摔在三米开外的地上 一掌把三人拍成重伤 惊掉了化地为牢外的围观道友 三个杜杰镜高手 被洞虚竟玩弄于手掌之中 除了风九幽 生命禁区有谁能做到 众人纷纷点头 从古至今 没有一个修道者能做到 杜杰镜是另一层次的境界 称之为半仙 凡人跟半仙作对 这不是打起灯笼进厕所 找死吗 你不要过来 三人看到风九幽缓慢地朝他们走来 吓得他们汗毛直立 恐惧到了极点 不过来 怎么送你们下地狱去陪唐楚 唐岩呢 你说 对吧 徜阳大人 风九幽手掌一伸 一翻转 庞大的掌风之力 倾泻落下 不 三生惨叫后 肉眼可见 三人满满化为虚无 消散在空中 三人死 化地为牢结束 风九幽身躯微动 在众人的注视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宿主 灭杀白棱镜 幸运值十倍 触发百万级暴虑 修为值八百万 猎杀徜阳 黑白双煞 幸运值十倍 触发十万级暴虑 修为值二百四十万 系统 给我换成至尊道兵 战甲 靴子之类的吧 好的宿主 至尊级兑换暴虑为五百万 可以选择的有 苍穹剑 极品至尊 搬山倒海 附加属性 神魂攻击 让人神魂暂时失明 风云刀 极品至尊 斩灭星辰 附加属性 精血攻击 让人精血 持续流血 灭尸枪 极品至尊 刺破虚空 附带属性 撕裂效果 让人骨头瞬间撕裂 流星甲 极品至尊 自由变换 可抵挡混元净初期 大能全力攻击一次 内置百倍加速修炼辅助功能 穿戴它 修为一日千里 登天靴 极品至尊 配合身法 加速移动1000% 附带疾风属性 对战中 无视领域 空间 阵法等 系统播报的这些 风九幽直接吞了吞口水 这些装备太逆天了 这还只是至尊级 要是大地级 岂不是洞虚径 可以硬刚斩到近高手了 系统 给我全换了 宿主 以上五样至尊级 极品神装 已发放至你的储物件 剩余修为值 11.5亿修为值 风九幽迫不及待 拿出了流星甲穿在身上 再穿上了登天靴 手持蔑视枪 一副爆发户的模样 亮瞎了 他的24K态惊艳 一枪朝远方刺去 一座座大山 顷刻间化为虚无 这 仅仅是他使用 动虚镜 极尽本能的力量 要是使出神游八荒 岂不是会让生命禁区 出现弱大的伤痕 爽 系统出品 避暑精品 正当风九幽 把玩手中的蔑视枪时 虚空中传来一道愤怒声 风九幽小 那命来 第87章 单枪匹马 战八大主城 24副城大能 下 灵机城外 风九幽手握蔑视枪 抬头看着虚空钻出来的一行人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又来送经验直了 李长风带着差不多100名 杜杰境后期 巅峰的爵士高手 踏空而来 如此恐怖的阵容 在整个生命禁区历史上 极为罕见 如今 他们如今联手 只为一个风九幽而来 灵机洞洞主李长风 落日谷谷主洛飞 以及黄风谷 万妖谷 寒风谷 九黎洞 丹霞洞 神隐洞等八大主城顶级势力 一字排开 甚至连同24成的一半大能 全部出现了 风九幽 你这个魔头 在我灵机城为祸一方 残杀我灵机洞弟子 朝千万 你束手就擒吧 李长风怒目可憎 大声喝道 李长风 你好阴险啊 居然带着其他七大主城 二十四副城的人来送死 你是何居心 你难道想称霸生命禁区吗 风九幽 义正言辞地反击道 不过 其余势力对风九幽的话 并不理会 依然微然不动 此时 落日谷谷主洛飞背后 出现一名弟子 他轻轻地 在洛飞耳边说了一下后 洛飞冰冷地朝风九幽望来 吏声道 风九幽 你在灵机城 杀我三大护法 该当何罪 风九幽眉头一挑 反讽道 杀人者 人杀枝 对面那个黑探头 你难道不知道 修道界的规矩 还是说 你把脑子给修炼傻了 缺了心眼 你 任你口吐莲花 已注定了 今日必死的下场 洛飞甩了甩衣袖 脸上堆满了杀意 风九幽朝 一百多名杜杰境后期 巅峰望去 一声怒吼道 除了灵机动 落日谷外 其余的老狗们 你们当真要助纣为虐 送我人头 面对风九幽的辱骂 六大主城 二十四浮城的大佬们 脸色顺变 风恶魔 本座劝你束手就擒 否则 在我们一百二十名杜杰境 超级高手面前 把你打成灰烬 一个身穿警衣 手握长刀的杜杰境 巅峰男子 立声吼了起来 垃圾 就应该待在垃圾城里 出来不是找死吗 风九幽身躯 微微移动 脚下的登天靴 瞬间加持 整个人化作一道光 杀向对方 一百二十名杜杰境高手 杀 二来 众人只见一道白光掠过 手中的武器纷纷落空 瞬息间 风九幽晚若流星划过 手中的灭式枪 使出神游八荒 魂战法 一枪出 鬼哭神嚎 一枪跳 鲜血飘扬 快如闪电 命丧黄泉 不 二十名杜杰境后期的高手 在灭式枪的枪花下 枪器中 顷刻间 丢了性命 刚飞出来的原神体 直接被撕裂 湮灭 根本没半点机会瞬移 而 时间仅仅过了两个呼吸 白光掠过 风九幽回到了原地 一脸细血地看着众人 手握长枪 指向苍穹 感觉如何 对面的老狗们 李长风 骆飞对视了一眼 两人通过眼神 达成了共识 既然一百二十名杜杰境 超级高手拿不下来 就让宗门军队来镇压你吧 李长风手提长剑 对着天空一指 一道白色的剑气 直冲云霄 在空中炸开来 联军出动 灭沙风九幽恶魔 话音一落 隐藏在虚空中的八个方队 骑着妖兽 手拿长弓 长枪的宗门军队 缓缓落下 目光所及之处 居然有超过两千万游度洁境 洞虚境 原神境组成的军队 八种不同服饰的铠甲 上面绣着灵迹 落日等等字样 气势恢弘 响生震天动地 恐怖至极 城内的修道者们 露出惊讶的表情 为了沙风九幽 八大主城 居然出动宗门王牌军队 这是几十万年来头一次 生命禁区联盟 不容一个外来的邪魔践踏 联盟军队们 你们说应该怎么办 李长风的吏声 传遍整个军营 蔓延至城内 杀 杀 杀 超过两千万的呐喊声 震得天地颤抖 空气倒流 风九幽微微一震 再一次见到修道者军队 不禁想起了西门雪姬的黑甲军 那是多么威风凛凛 杀伐震天 就不知道 生命禁区的修道者军队 战力究竟如何 猎阵 八门锁天杀伐阵 出击 李长风自告奋勇 腾空落入两千万军队中央 拿出一面战鼓 疯狂地敲了起来 请客间 超过两千万的军队 按照宗门的服饰 排列布阵起来 风九幽看得目不转睛 认真地观摩起来 不一会儿 超过两千万的修道者军队 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攻伐杀阵 八个方向 外围长枪猎阵 内部一层弓箭手待命 内部二层剑修 刀修待命 内部三层 杜杰镜高手加持 核心层 一百个大能压阵 咚咚咚 李长风大力敲动 战鼓响声震天 一句杀 超过两千万的人修道者军队 滚滚招风九幽而来 他们通过八门锁天杀伐阵 凝聚成毁天灭地的杀伐之刃 朝风九幽落下 凤九天脸色凝重 没想到两千万人的大阵 产生的威力 已经快达到了这方天地的灵界点 空中杀气凝聚成的红色刀钢 再咆哮 再试魂 在落下的瞬间 风九幽 咫尺天涯神通一开 整个人消失不见 在原地出现一颗超越了原子弹 无数倍的爆炸力 碰 大地上出现了一个 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大坑 而爆炸产生的力量 让灵气瞬间化为虚无 演变成一片真空地带 那些一亿出的爆炸力 在方圆十公里外 都能听到毁天灭地的声音 若不是这方天地坚固至极 它的波动 可以轻易让灵气成化为虚无 风九幽 吞天兔悬浮半空中 看着下面的一幕 惊得下巴都快掉了 老大 你行不行啊 要不 我用魔龙舟去把他们撞散 吞天兔巴击着胡萝卜 在一旁献击到 不用 你老大的手段多着呢 话音一落 风九幽脚穿登天靴 身穿流星甲 手持蔑视枪 高呼一声 神游八荒 战 风九幽跨越虚空杀向大阵 空中数条枪气之龙落下 顷刻间 无数身影在大阵外围瞬移 砰砰砰 枪出如龙 龙战于也 宛若光影穿过 前排的枪兵修道者 还没来及反应 顿时死伤无数 变阵 八门锁天杀伐阵变顿阵 眼见风九幽瞬息间 灭杀了外围超过十万人马 李长风当机立断 把杀阵变为防御顿阵 随着战鼓声响起 两千万人的兵马散发的杀气 在他们身上 头顶形成一个个小玄规 即一个能覆盖他们两千万人的大玄规 防御力瞬间暴涨数倍 变得牢不可破 咦 风九幽灭视枪一指 心中杀意震天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我就不相信 你这个乌龟渴 本公子打不破 法天相帝 出 第八十八章 天道发怒 遣送风九幽离开 战场上 杀气成规 肩不可摧 风九幽一声怒吼后 身体再一次变成了几十丈高的巨人 手中的面试枪变成了一杆超过十丈的长枪 枪体发白 闪烁着琉璃般的光芒 神游八荒 雪 杀 腾空而起 长枪刺落 庞大的力量铺天盖地落下 在百倍攻击buff的加持下 神游八荒第二是雪 杀气滔天 刺中了空中的玄规气罩 碰 一阵火花溅起 牢不可摧的防御阵出现了一丝裂缝 不好 还没等得及 他们再次输送灵力时 第二次攻击落下 咔嚓 声响起 那个透明的气罩上出现了蜘蛛网般的戏风 紧接着 气罩如水炮被戳破一般 瞬间化为虚无 而 两千万修道者军队受到阵法反噬 纷纷狂吐鲜血 受了不轻的伤 这 李长风等人彻底傻眼了 两千万的绝世大阵 就这样被他给破了 风九幽不会再给他们组织阵法的机会 紫霄神嘞 灭尸 天空乌云密布 雷池翻滚 轰隆隆 噼啪 一道 两道十道雷电从天而降 雷电如龙密布战场 毁灭山河之意 倾泻落下 不 无数哀嚎声不断响起 一排排 一列列 死伤超过上百万 风九幽恢复真身 手持灭尸枪 在登天靴的加持下 化作一道光芒 快速在人群中穿插掠过 惨叫声 撕裂声 不断奏响 这是死亡的哀歌 谱写了生命禁区史上 修道者最悲催的命运 神游八荒 战 神游八荒 血 神游八荒 气 神游八荒 爆 战道及神游八荒前四世轮番使出 长枪刺破云霄 带走修道者命运的一声牵挂 几个呼吸间 地上躺着数不尽的尸首 元神被剿灭 连夺射 转世的机会统统没收 李长风 骆飞等绝顶高手 脸色骤变 纷纷联手朝风九幽杀来 锁天福 起 忠品仙福化作天幕 把风九幽及他们全部转移至空中 他们不敢再放任风九幽杀下去 否则 八大主城 二十四副城的高手们 会被他屠露光 灵际夺天一剑 落日长河 寒风剑法 三十多道攻击封锁 驻风九幽四个方向 天空剑气横飞 剑势滔天 风九幽灭视一笑 收回了道兵灭视枪 取出苍穹剑道兵 强大的气息 让杀来的剑气瞬间消散 仿佛看到了剑中的王者 眼前的一幕 吓得三六个大佬 脸色骤变 纷纷盯着风九幽手中的苍穹剑 有贪婪 有恐惧 唯一不变的就是 杀了他抢夺他的机缘 风九幽既然能使出法天向地 能打出蔑视之强 甚至他的一剑逍遥 这些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他们进入飞升洞 度过最后仙节的宝障 渴望 贪婪战胜了位局 众人眼神快速交流后 再次使出本命战法杀来 哼 想要我身上的机缘 拿命来换吧 风九幽从众人眼神中看到了贪婪 苍穹剑轻轻一挥 念叨 一剑逍遥 于 杀 轰隆隆 天空中传来一阵巨响 紧接着 乌云盖日 天空再一次黑了下来 恐怖的气息弥漫在天空之上 快杀到风九幽身边的大佬们 纷纷停了下来 宛若隐藏在暗中的毒蛇 锁定了三十六人 突然 一声噼啪响起 无数雨滴从天而降 在他们头顶 风随一动 剑雨倾城 不好 众人脸色大变 这哪里是雨 明明是重若千军之力的剑气 还是那种毁天灭地剑气 三十六个大佬 纷纷摸出符咒 仙甲 仙盾抵挡 然而 斩道极剑法的威力 那里 是他们所能防御的 雨滴落下 泛起一阵光芒 紧接着 雨滴穿甲 剑气破盾 咔嚓 恐怖的破裂声响起 三十六个大佬脸色骤变 纷纷运用其体内的仙灵之气抵挡 然而 这一切都是奢想 啊 雨滴灌体 撕裂经脉 腐蚀经血 惨叫声不断在空中响起 仅仅一个呼吸 三十六个大佬 纷纷重伤 再也无法控制飞行 纷纷从天上掉下 碰 大地上多了三十六个个大坑 咦 却没有死 风九幽露出诧异的表情 自己的一见逍遥 不应该轻易把他们灭杀吗 吞天兔从虚空中 伸出那只胖脑袋 露出鄙视的表情 老大 我认为你在骄傲 你一个洞虚境的渣渣 把三十六个度结境巅峰 差点就突破斩道径出七的高手 给打成了重伤 你居然还不满意 我对你发出了真诚的嘲笑 风九幽挠了挠头 尴尬道 是吗 请把麻兹去掉 吞天兔 巴唧巴唧 吃萝卜 风九幽眉头一挑 看着下方的三十六个大坑 身躯微动 瞬间来到地上 那些一千多万修道者 纷纷恐惧地往后退 这个大魔王 已经不是他们所能抗衡的 连八大主城 二十四副城的三十六个大能 都被他暴虐 晚上那不是找死吗 我手中的兵器 你们还想要吗 轻蔑的笑容 落在他们眼里 却宛若来自深渊的恶魔 恐惧 害怕全部写在脸上 你不要得意 李长风捂住胸口 怒吼道 风九幽 你想让人类被邪魔给灭亡吗 洛飞吐了一口惊血 力声道 哼 你们不要给我扣大帽子 生命禁区的人类灭亡 跟我有毛关系 我有责任 有义务替你们考虑吗 不对 你们根本没有把生命禁区的低境界修道者 当成人 你们又有何颜面 跟本公子说这句话 风九幽缓缓地朝三十六人走来 每走一步 他们的内心就会静乱一次 犹如一块巨石 撞击在心房上 死吧 苍穹剑顺劲一挥 一道剑气掠过 三十六人即将死于剑气下 此时 虚空中睁开一双恐怖的眼瞳 左眼一眨眼 剑气瞬间湮灭 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道之眼 李长风等人脸色大喜 没想到关键时刻 天道之眼会出手帮他们 咦 风九幽眉头一皱 心中隐约感觉不妙起来 长剑一指 朝天询问道 莫非 你也要阻我不成 哼 就算你是天道之眼 又如何 我今日必杀三十六人 暴力的双瞳 泛着心红的眼神 风九幽高呼道 化地为牢 出 在天道之眼 即将射出另一道光线时 风九幽先下手为强 牢笼锁住三十六人 长剑轻轻一划 不 三十六道惨叫声 惨绝人寰 三十六颗脑袋 冲天起 刚飞出来的三十六颗元神 瞬间被先天道胎元神 化作丝线 全部吸收 这 无数人看傻眼了 特别是剩余的一千多万修道者军队们 他怎么如此大胆 敢当着天道之眼的面前 抹杀三十六个大能 找死 虚空中的天道之眼 终于发怒了 虚空之上 一万米 那双天道之眼 泛着红色的光芒 双眸一聚 生命禁区所有的生物 纷纷颤抖起来 十万大山 九玉云潭 中央城池所有生灵全部匍匐在地 内心压抑 恐惧 仿佛被抽丝剥茧一般 难受 痛苦 那双毫无感情的天道之眼 射出两道光芒 直面风九幽 只有一个目的 把风九幽从生命禁区抹除掉 然而 两道毁天灭地的光芒 即将落入风九幽身体的时候 风九幽身体光芒大作 天穷护体再次出现 扑斥 两道光芒摩擦后 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风九幽没有造成一丁点伤害 这 你嘛 这还是人嘛 无数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硬刚天道之眼的恶魔 果真恐怖如斯 咦 天道之眼 发出一声叹息 随即思考起来 来批我啊 风九幽信心爆棚 对着虚空的天道之眼 嘲笑起来 该你们了 风九幽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 对她有敌意的人 手中的苍穹剑 再一次挥了起来 正当她要念出 一件逍遥石 突然 一道光芒出现 风九幽被法则裹住 消失在了战场上 卧槽 天道之眼 你无耻 居然把我强制传送离开 流芒拓 你屁股撞到我头了 信不信我把你给红烧了 虚空中传来风九幽 骂骂咧咧的声音 第八十九章 灭世九九雷劫 就这 玄天南大陆 望月谷 这里是妖月圣地与第九大门派 诈天帮的分界点 也是两大势力弟子历练的地方 白羽竹 你当真要拿走我妖月圣地的 仙品绿雷竹 妖月圣地天狼女 一脸不善地盯着白衣飘飘的女子 面带杀鸡 身后跟着众多圣地青年才俊 一群妖狼 妖豹 妖蛇 哼 我说天狼女 你还能无耻一些吗 这些明明是我诈天帮先找到 什么时候 变成你们妖月圣地的仙品绿雷竹了 白羽竹被天狼女的话 气得胸口一阵晃动 对方的妖月圣地男弟子们 纷纷流出贪婪的面前 纷纷朝白羽竹的胸前望去 咽口水的声音 不断在各妖们的嘴里响起 白羽竹鄙着他们 手里紧握长剑 提防妖月圣地的人偷袭 师姐 要不向清城大师姐求援吧 身旁的叶晓晓 胆怯起来 特别是看到对方赤裸裸的眼神时 浑身都不自在 哼 这里明明是我妖月圣地的地盘 你在我妖月圣地地盘上 拿走仙品绿雷竹 你还有脸了 你再不归还我 我的同门师弟们 要是对你们做出过分的要求 可不要怪我哟 天狼女露出邪恶的笑容 对着身边的妖抱 妖蛇是一道 本天报 今日正愁没开婚 让我先来 本天蛇 先来 一群妖月圣地的男弟子们 纷纷朝白羽竹 叶晓晓等女杀去 正当双方摩拳擦掌 拔出兵器厮杀时 突然 天空传来一阵 骂骂咧咧的声音 该死的天道之眼 总有一天 本公子一定把你给捏爆 老大 到时候带上我 碰 一人 一兔正好落到两队人中间 哎呦 流氓兔 你压着我了 你是不是有250斤了 该减肥了 风九悠一把 把胖嘟嘟的吞天兔给推开 一人 一兔感觉不对劲 抬头一看 发现两队人马 正在围观他们俩 流氓兔 快点起来了 我们俩被人围观了 风九悠爬了起来 瞥了一眼两边的人马 不过 他的目光 在叶晓晓那里 停了一下 叶晓晓露出惊讶的表情 惊喜到 偷窥狂 是你吗 风九悠脑门 瞬间黑了一条线 尴尬得要死 小冰冰 请你不要诬蔑我 本公子会做那种 偷窥之事吗 流氓兔 好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 哈哈大笑起来 老大 你居然还是偷窥狂 我的天啊 你在我心中的 光辉形象荡然无存了 你说好的心中无女人 手指自然神呢 突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 传了过来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请你 话音未落 一道恐怖的气息 从天而降 众人抬头望去 发现天空突然变黑了 什么情况 两队人马 被突然出现的异象 给吓傻了 心里产生无比的压抑感 还有一丝毁灭之意 风九幽突然心中一紧 大感不妙 这不会是我雷杰吧 不对啊 我还没来得及 通过修为之灌体 突破度捷径啊 宿主 你在魔窟 灵济城 杀了那么多人 吸收了无数邪灵 早已达到了杜杰的灵界点 你还不去杜杰 更待何时 脑海中传来系统的电音之声 卧槽 风九幽来不及说话 身躯一动 化作一道光 消失在原地 吓得众人目瞪口呆 特别是刚才 对他凶的天狼女 隐约感觉到不妙 白雨竹看了一眼 叶晓晓 轻声问道 刚才这白衣公子 是何人 他是五年前 我跟清城师姐 去一心秘境遇到的偷窥狂 叶晓晓脸上红彤彤的 羞涩说道 什么 白雨竹脸色大惊 按照李清城的德性 怎么会放过偷窥狂 晓晓 你知道这个偷窥狂 叫什么名字吗 叶晓晓想了想 说道 好像叫什么九幽 啥 对面的天狼女脸色骤变 这个名字 别人不知道 作为五大圣地的人 怎么会不知道 五年前 在天与帝国落成 风九幽灭杀无数高手 最后还在南宫雪的带领下 打上了摇池圣地 灭杀了八大神体 一名弟子弟丧 可谓狠狠地 打了摇池圣地的脸 难道这个九幽是风九幽 还是只是姓九明幽 天狼女眼睛闪烁起来 要是风九幽的话 嘴角露出一抹奇怪的笑容 白羽竹看了一眼后 闪过一丝不安 这边 风九幽使出 咫尺天涯神通 出现在几千里外的海边 此时 天空的黑云 已经压了下来 整个世界一片漆黑 甚至让整个玄天南狱 弥漫着一股恐怖的气息 南狱的大佬们 纷纷朝天空看去 心头莫名一紧 有人再度 蔑视九九大劫 难道是邀越圣地的弟子 不过 就算是弟子 也不可能 度这个恐怖大劫啊 一座神秘的海岛上 一位身穿白衣的中年男子 自言自语道 爹 是何人再度如此恐怖大劫 一个绝美的女子 缓缓走来 脸上带着一丝巨异 如果风九幽在此 定然知道她是谁 乍天帮小公主 大师姐 李清诚 而自然 他称呼为爹的人 自然为 乍天帮帮主李淳风 玄天大世界 绝顶高手之一 李淳风摇了摇头 一脸严肃地说道 根据雷结方向 应该在附近海域 此人避暑当事 绝顶妖念 远胜于你 爹 李清诚跺了跺脚 对于李淳风的话 相当不满 哪有夸别人 贬低自己女儿的老爹 妖月圣地 绿蟒圣主 抬头看着天空中 乌云蔽日 疑惑道 难道是李清诚度节了 不对 此等面世久久雷结 李清诚不够资格 究竟是何人度节 如此恐怖 绿蟒圣主心中 隐约不安起来 如此妖孽 若能度过雷结 必然要镇压一个时代 风九幽 找到了一个海岛 坐在上面休息起来 似乎根本没有把这个 恐怖雷结放在眼里 一个能玩紫霄神类的人 害怕这个小小 灭视雷结 万米高空之上 一个巨大的雷池行程 里面翻滚着一条条 金色的灭视大雷 金雷未动 天崩地裂 金雷翻滚 天地变色 劈啪 一道金色雷电破天来 宛若一头 带着金色雷电的神龙 劈向海岛 风九幽依然无动于衷 甚至在海岛上 吃了灵果 金色雷结 仿佛感觉到了挑衅 在海岛游走一圈后 朝风九幽的眉心劈来 碰 天穹护体发动 金色雷电被天穹护体 全部吸收 转化为能量没入风 九幽体内 一股舒爽 蔓延至四只八海 爽啊 多来几道吧 万米高空之上的金色雷池 疯狂涌动起来 似乎因为风九幽的挑衅 彻底暴怒了 琵琶声 震耳欲聋 仿佛要震破环宇 毁灭这一方天地 连续披下三十五道 金色雷结 三十五道金色雷龙 踏天落下 无视玄天大世界法则 只想毁灭那个挑衅 他意志的男人 风九幽抬头瞥了一眼后 继续吃着灵果 碰 三十五道金色雷电 倾泻落下 这座海岛 除了风九幽带那边区域外 全部被雷电气势给摧毁 然而 金色雷电 没入风九幽头顶的瞬间 天穹护体再一次发动 三十五道金色雷结 化作庞大的仙灵之力 被风九幽全部吸收 真TMD爽 雷杰 你太弱了 有本事 全部落下 本公子一并接下 第九十章 玄天变天 偶遇李清城 风九幽无耻地挑衅天结 气得虚空中的金色雷池暴动 轰隆隆 巨大的雷鸣 传遍环宇 他势必毁灭那个胆大妄为 挑衅他的人 金色雷电 五十四道同时落下 大海在雷电的气势下 刮起了飓风 恐怖的气息 在风九幽头顶盘旋 漠然 琵琶 狂雷之声 震耳欲聋 金色雷电 变化万千 一股杀伐之气落下 原本落下的金色雷杰 瞬间化作金色长矛 长剑 长枪 长刀等各种各样的武器 铺天盖地杀来 卧槽 雷杰你不讲武德 居然幻化成灭尸武器 风九幽脸色凝重起来 他已经感受到空中的长矛等 产生了巨大威胁 与其被动 还不如主动出击 流星甲 护身 灯天靴 护脚 灭尸枪 随我杀敌 风九幽心眉剑目一条 手持灭尸枪杀到虚空中 当当当 灭尸枪与雷杰幻化的长矛等 交战起来 长矛刺 雷电要八方 长枪挑 虚空变真空 长剑落 大海水倒流 风九幽穿插于雷杰灭尸兵器中 用自己强大的力量硬钢 幸好自己领悟了紫霄神雷 但雷杰之电 没入灭尸枪时 守出了苏麻外 并没有产生不适感 反而雷电化作仙灵之力 滋润身体 来吧 小小雷杰 也想灭了我 风九幽 以作弊的方式 打得雷杰幻化的兵器 节节败退 虚空中的灭尸之矛 灭尸之剑等等 与风九幽交战了半天 迟迟为拿下 忽然 他们停了下来 漂浮在虚空中 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 在操控他们 难道他们 风九幽皱了皱眉 果真验证了他的想法 久攻不下的灭尸之矛 灭尸之枪 灭尸之剑 灭尸之刀 合并 重组为一杆灭尸之枪 恐怖的气息增强了十倍 海底的海兽瞬间爆炸 顷刻间 大海变成一片血红 血腥味蔓延至 五百公里以外的大海 仿佛 它只要一挥 整个悬天大世界 都得颤抖三分 它枪间对准了风九幽 恐怖的气息 锁定了风九幽的原神 风九幽瞬间头皮麻烦 心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响起 不可敌 不可敌 哼 体内的仙天倒胎原神 睁开了双眸 小小的六寸惊人 双手一合 绝对防御神通 覆盖全身 紧接着 仙天倒胎原神 发出轻微的声音 化地围牢 锁 雷结 言出法随 在灭尸之枪的周围虚空 出现一座透明的屏障 化地围牢形成的领域 正好把灭尸之枪 锁在里面 灭尸之枪 开始恐惧了 疯狂地刺 化地围牢屏障 然而 化地围牢的出现 便让他威力减半 更恐怖的是 他散发的蔑视之气 被牢牢吸收掉 原本威风凛凛的蔑视之枪 此刻光芒逐渐暗淡下来 在他拼命刺了几下后 带着布干 消散在化地围牢里 轰隆隆 万米之上的高空 突然一阵狂暴响声 难道 雷结还没结束 风九幽睁着大大的双眸 抬头看着天空 正当风九幽疑惑时 天降仙光 泛音阵阵 一道强大的光柱落下 没入风九幽的身体内 仙光灌体 境界飞升 风九幽在吸收雷结旁大能量下 体内传来咔嚓的声音 阻挡在渡截境门槛的屏障 终于被戳破了 突破了洞虚境 静升渡截境 不过 在生命禁区战场上 吸收的能量 以及雷结的旁大能量 并没消散 而是继续游走于体内丹田 渡截境初期 大圆满 渡截境中期 大圆满 到了渡截境后期 突破终于结束了 如此恐怖的突破 估计玄天大世界 只有风九幽才能做到吧 进入渡截境后 风九幽的身体 蜕变成为半仙自身 等进入无上天 便会成为真正的仙人 爽啊 风九幽感受了一下体内丹田 以及身体的变化 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 渡截境 生命周期再一次延长 达到了一万八千年 已然是玄天大世界 实力最高的那一小撮人 可以说是达到了战力的极致 罗仪天地 掌中山河 攻参造化 定 恭喜宿主突破度捷径 系统正在升级中 所有功能暂时无法使用 预计升级周期 七七四九天 啥 系统 我在生命禁区的修为值 你还没给我统计啊 先别升级 风九幽喊了半天 脑海中并无人应答 没想到刚突破 系统就来个升级 难道它会变得更加强大不成 心中隐约期待起来 正荡风九幽思索时 远方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 那位道友在此渡劫 乍天帮李清成求见 李清成 一道记忆突然浮现在脑海中 一心秘境中 那身材 嗨嗨 还蛮好的 一想到自己被荡成偷窥贼 风九幽突然脸红了起来 一抹红色的魅影 从远处飞来 红色长裙飘飘 长发在那张绝色的脸庞滑过 果真极好 咦 李清成发现 是风九幽后 脸色骤变 他想到了恐怖的一幕 难道雷杰 是他的度过的 他才多大 李清成体内 传来一道轻微的声音 清成 风九幽 已经度过了 度结境的雷杰 达到了度结境后期 突然 李清成脸色大变 他没想到 才五年时间 风九幽居然突破到了 度结境后期 他被誉为 乍天帮最妖孽的天才 星辰大道体 可以吸收星辰之力修炼 体内丹田 早已修成了星辰之力 短短五年多的时间 他在无数资源的堆积下 加上李婆婆的 悉心教导下 刚刚突破洞虚境 已经创造了 闸天帮的奇迹 但跟风九幽比起来 简直弱爆了 此子必然属于 仙天大道体 只有仙天大道体 才有如此恐怖的 修炼速度 清成 千万不要与此人为敌 婆婆建议你 嫁给他 体内李婆婆的话传来 让李清成脸上红霞飞 蔓延至耳根处 原来是偷窥 嗯 九幽道友啊 幸会幸会 李清成为了转移尴尬 拱手行李起来 清成道友 幸会 幸会 风九幽报全回李道 恭喜九幽道友 突破制度捷径 从此玄天大事件 当以你为尊 李清成话音一落 风九幽愣了一下 暗道 此女子见解 非常人能比 果真不愧是 第九大门派的公主 见你吉言 不过我出门多日 打算回到大罗圣地看看 清成道友 我们就此别过吧 风九幽打算离开 五年多没见到父母了 甚是想念 等一等 风九幽停了下来 疑惑地看到李清成 李清成露出震惊的表情 恐怖地看着风九幽 呢 难道 你就是那个五年前 杀上摇池圣地的风九幽 风九幽眉头挤成一道线 回道 嗯 天哪 原来九幽道友 就是风九幽 李清成惊讶到 他完全没想到五年前那个偷窥狂 居然是大名鼎鼎的风九幽 一个号称镇压玄天大世界新一代弟子的狂人 清成道友 有什么问题吗 风九幽看着李清成的表情 一头雾水 没问题 你是所有年轻一代 修道者的偶像 突然 李清成脸色骤变 画风一转 不好 九幽道友 大罗圣地出大事了 第九十一章 首刃秦不凡 灭了天与皇室 风九幽脸色微变 他所牵挂的 必然是自己的亲人 心中隐约不妙起来 大罗圣地出什么大事了 风九幽脸上 闪过一丝交集 不安 摇池圣地 百花圣地 妖月圣地 通天圣地等 策反了大罗圣地下辖的天与帝国 魏武帝国 乾隆殿 玄宝阁等势力 目前四家圣地联军 已经攻入了大罗圣地外围 李清成简单地说了一下 大罗圣地的情况 什么 风九幽突然感觉到晴天霹雳 心中仿佛被针扎一样 连忙问道 我的爹娘 祖父 他们 没事吧 李清成看着风九幽焦急的样子 心中不是滋味 回应道 九幽道有 你不要担心 你的爹娘 大罗圣地元圣主 早在两年前便飞升上界了 要是你爹娘 祖父 还在玄天大世界 四大圣地给他们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联合攻打大罗圣地 一听到父母离开了此界 心中突然空荡荡 闪过一丝难过 不过父母 祖父离开了这里 自然不会受到圣地之战的波动 这也是他唯一欣慰的事 多谢清成道友告知 九幽再次别过 后会有期 说完后 便腾空而起 朝大罗圣地方向赶去 清成道友 你的同门在望月谷 受到妖月圣地刁难 李清成耳边传来风九幽的声音 什么 李清成勃然大怒 一个腾挪飞行 朝望月谷杀去 老大 等等我 风九幽逐日飞行 虚空中传来吞天兔的声音 抬头一看 发现魔龙舟在虚空中穿行 风九幽一个瞬移出现在魔龙舟内部 流氓兔 出发天语帝国 杀人 风九幽面带杀气 强大的气息 吓得吞天兔心头一紧 心中暗道 老大生气了 不知道那个不长眼的 要倒霉了 魔龙舟横跨虚空 从玄天南域到中域 只花了短短两天时间 便出现在天语落成上空 让风九幽惊掉了下巴 到中域 可是足足有上一公里远 这种逮捕工具 还真值得拥有 不过 当他知道 开一次魔龙舟 需要上万仙石驱动时 心凉了半截 真是烧钱的货 不划算 此时 天语帝国 东宫内 秦不凡意气风发 夜夜升歌 背叛大罗圣帝 投入瑶池圣帝后 他水涨船高 被他父皇宣布 定为下一任皇主 再过一年 他便可以坐上九五之尊的位置上 可以说是春风得意马蹄急 一日看尽若成花 无数皇子 大臣 甚至三流宗门势力 都来巴结他 他不仅仅是天语帝国下一任皇主 还是摇持圣帝在中域的代言人 太子 来吃一口铃果 一位身材暴露的漂亮女子 包了一颗铃果 喂进了秦不凡的嘴里 他一边享受女子的喂食 一边满意地 看着最近朝报 太子 要喝林酿吗 另一位身穿薄薄沙衣的女子 急致诱惑 缓缓走来 每走一步 划过一道弧度 看得秦不凡 眼珠子都快掉在地上了 他双手隔空一息 女子飞进他怀里 一片春色满园 蓄空中 风九幽 吞天兔 看着下面的场景 露出奇怪的表情 老大 你要学学人家 光天白日之下 行呐 嗨嗨 苟且之事 风九幽鄙视地瞪了一眼 吞天兔 手持苍穹剑 轻轻一挥 一道剑气从天而降 皇城护城大阵刚亮起 宛若泡沫一般 瞬间破裂 碰 皇宫请客间化为灰烬 不过 他为了手刃秦不凡 以及秦天 他并没有轻易灭了皇族之人 是谁与我天与皇室为敌 一道怒吼声 从皇宫地下室传来 此刻 太子宫殿被一箭掀起 秦不凡与两女子 光溜溜大战的情景 落入皇室人的眼帘之中 啊 两女疯狂地扯住被子 盖住那娇人的身躯 秦不凡 准备发怒时 抬头朝天空望去 整个人瞬间萎靡不振 一脸恐惧地盯着天空 那个梦魇一样的男人 他终于回来了 来找他报仇了 你是封九幽公子吗 不知道封九幽公子 来我天与帝国皇室 有何贵干 秦不凡裹着赤裸裸的身体 硬着头皮问道 其实心中已经绝望起来 秦不凡 你是真傻 还是装傻 背叛大罗圣地者 死 袖手旁观者 死 两道气势磅礴的声音传来 镇的下方天与皇室的成员 纷纷恐惧起来 甚至有人打算偷偷溜走 好胆 封九幽 你正当我天与帝国无人吗 秦天携带五个快入棺材的老者 从地下腾空而起 隔空直面封九幽 封九幽撇了撇嘴 讥讽道 你们是人 明明是畜生 一只狗敢咬主人 只有一个结果 那便是死 常见横空 照亮落成 无数国民 修道者纷纷朝皇宫看来 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天与皇室刚投靠摇持圣地不久 原大罗圣地之主的孙子封九幽 持剑杀来 难不成 天与皇室今日会烟消云散 无论是看戏的 还是天与帝国的大臣们 纷纷露出惊恐的表情 此刻 封九幽嘴角微微一动 念叨 一箭逍遥 光 途径天与皇室 杀 顷刻间 天空出现十日横空局面 烈日发出刺眼的光芒 整个落成处于眼盲状态 弱小的修道者 双目暂时失明 实力高的修道者 双目被灼烧 发出惨烈的叫声 而 最恐怖的 要属天与皇室 十日横空 全部对准了天与皇室 烈日的光线 落在天与断壁残垣上 顷刻间被焚烧起来 烈火熊熊 火焰滔天 皇族之人 一个 两个 几千人瞬间被点燃 啊 惨叫声 传遍十里 一片人间哀嚎 惨绝人寰 刚想动手的晴天 集五个活化石 在烈日落下时 手中的长剑 瞬间融化 惊得他们脸色大变 看到下方的情景 根本没有丝毫的抵抗 扭头便朝后方逃跑 然而 他们低估了风九幽的杀星 更低估了一件逍遥 光的威力 刚腾空 烈日光芒落下 瞬间点燃 不封九幽小二 你不得好死 声音逐渐消失 晴天集五个活化石 瞬间被烧成灰烬 散落在天空之中 魔鬼 魔鬼 秦步凡被吓傻了 嘴角一直念叨 他根本没想到 背叛了大罗圣地 背后谋算封九幽 报应来得如此之快 短短五年多的时间 不但葬送了天与皇室 连自己的性命也不保 除了他 所有人的人都在十日横空下 灰飞烟灭 魔鬼 魔鬼 风九幽看着被吓傻的秦步凡 一声灵魂啼呼 让他清醒了过来 秦步凡 因为你一人 让你情世几千人魂飞魄散 你可曾后悔 秦步凡双目星红 死死地盯着空中的风九幽 咧嘴咆哮道 后悔 本太子从来不后悔 只后悔五年前在洛城 没有能够亲手宰了你 你以为杀了我秦氏一族 你的大罗圣帝就保得住 风九幽 大罗圣帝即将灭亡 你会成为大罗圣帝历史上的罪人 哈哈 风九幽面无表情 手掌一番 巨大的掌印从天而降 碰 秦步凡 瞬间被打成虚无 风九幽环视了一圈 淡然道 凡敢敢对我大罗圣帝不利者 本公子统统震杀 无论是一流门派 还是圣帝 我会让你们彻底从玄天大世界灭亡 第九十二章 灭杀圣子莫仇 只需一见逍遥 光 是吗 就平面 一个大罗圣帝的弃子 一道声音从虚空传来 充满着不屑 天空出现一片涟漪 一位身穿紫袍 脚穿紫靴靴的青年男子 踏空而来 身后跟着十几个同伴 天哪 这是摇池圣帝的老牌圣子莫仇 身怀黑白剑体 恐怖至极 据说修炼了五千年 早已达到了杜杰境巅峰 要不是为了圣战 早已飞升上界了 一名修道者 在下方惊叫起来 你说的不详细 摇池圣帝圣子莫仇 长期在周边大世界游历 最近才回来 据说他是为了帝女帝营回来的 不然早就飞升上界了 又一名修道者惊讶起来 不止吧 听说莫仇一直在压住境界 实力 就是为了屠戮大罗圣帝 特别是气风九忧 第三名修道者爆料起来 风九忧脸色冷了下来 抬头看着缓缓降落的莫仇等人 嘴角挂起了莫名的笑容 摇池圣帝 我看是摇池坟帝吧 你们一个个给我送经验 我要是不收下 岂不是对不起自己 风九忧淡然的声音落下 现场一片寂静 无数修道者 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 莫仇可是大罗圣帝的老牌圣子 黑白剑体 战力滔天的存在 甚至连摇池圣帝的活化石 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好胆 小小的杜杰境后期 敢跟我摇池圣帝的圣子叫板 谁给你勇气 莫仇身后的跟班们 火冒三丈 对着风九忧一阵咆哮 嗯 静如师姐给的勇气 你要去找他吗 风九忧淡然笑了笑了 根本无视摇池圣帝的一众人马 莫仇脸色冷了下来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 连摇池圣帝的活化石 都得对他客客气气的 别说一个大罗圣帝的气子 就算现任大罗圣帝之主 见了他也得礼仪相待 风九忧 你羞辱我地婴师妹 灭我地丧师弟 今日我必图你 莫仇说的风轻云淡 眼底却闪过一丝杀鸡 你一个活了五千年的老不死 居然贪恋一个二十几岁的少女 这是你们摇池圣帝的传统 老牛吃嫩草 你吃得动吗 话说 本公子不要的破鞋 你居然想穿 难道这也是你们摇池圣帝的传统 风九忧一连四问 震惊无数人 所有人都被风九忧的话 震得外焦里嫩 修到借年龄差距的道理比比皆是 可从来没有人像风九忧一样 把年龄问题摆在台面上来讲 杀人诛心 这才是最恐怖的 这不 莫仇风度翩翩的公子哥样 被气得脸色大变 手上的青筋高高隆起 他还未开口 身边的十几个跟班 早已怒不可待 敢羞辱我 莫仇师兄 送你上路 一名杜竭境后期的摇池圣帝弟弟子 拔出一柄下品仙剑 朝风九忧杀了过来 剑气如歌 倾泻落下 该名弟子一出手 便是绝招 可想而知 他们根本没有把风九忧放在眼里 在他们眼里 风九忧已经是个死人 垃圾 滚一边去 风九忧手掌一番 掌印世界凝聚成一个巨大的手掌 瞬息间出现在他头顶 不好 他来不及抽剑回身抵挡 偌大的虚影手掌 铺天盖地落下 逢尸帝 莫仇一声怒吼 把阿剑杀来 然而 手掌的速度太快 快得他刚起步 已经落下 啊 一声惨叫后 那名叫做冯师弟的摇池圣帝弟子 被打成血污 消散在空中 风九忧 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莫仇彻底怒了 一个大罗圣帝的弃子 一次次挑衅自己 不灭了他对不起心中的心魔 更对不起他对地营的爱 黑白剑法 扭转乾坤 杀 莫仇长剑一挥 在空中打出一道明光 和暗光 刹那间 天空暗了下来 原本晴朗 万里无云的世界 瞬间变成夜晚 一道剑气 跨越时空长河 从虚空中杀出 又从虚空中隐身 看不见剑气 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 那道恐怖的剑气 毁天灭地 斩落苍穹 老大 这道黑白剑气 有点恐怖啊 你行吗 吞天兔抬头看了一眼虚空 一脸诧一道 你忘了你的魔窟吗 风九忧一句话 让吞天兔哑口无言 眼底闪过一丝哀怨 他辛辛苦苦 吸收十万大山的邪魔 邪灵等等 在里面孕育了上千万年 居然被他灭得干干净净 尽管是牛角魔将的主意 但那也是 一股庞大的力量啊 要是再回到无上天 把他们全部锐变成魔修之体 说不定都会成为 他未来的帮手 可惜 被老大徒得干干净净 黑白剑气 突然杀下风九忧的脑袋 天穹护体瞬间发动 一道气罩 出现在他头顶 砰 溅起一阵火花后 黑白剑气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 所有人都傻眼了 特别是摇翅圣地的弟子们 每当莫愁使出黑白剑气时 无人可挡 曾经他可是 用此剑法 图了一个大世界的二流门派 奠定了他的赫赫威名 居然被风九忧的护体之气 给阻挡了 他们纷纷揉了揉眼睛 发现居然是真的 心中隐约不妙起来 莫愁脸色在变 双瞳中闪过一丝不安 小小白黑剑 不过耳 莫愁老不死的 接我一剑逍遥 光 风九忧手中的苍穹剑 顺势一挥 莫然 在漆黑的天空上 出现无数星辰 星辰之光 跨越星河 从天而降 看上去美轮美奂 宛若流星 一般漂亮 然而 那些星辰之光散发的气息 早已超过了 玄天大世界的战力极限 甚至引得天道大为不满 莫然 虚空中睁开了一双眼睛 恐怖的气息从天而降 吓得下方的人们瑟瑟发抖 甚至偷偷 摸出了宝甲穿在身上 手中捏住了一张仙符 打算抵挡天道之力降落 然而 但天道之眼 朝风九忧看来时 眼中闪过了一丝无奈后 再次闭上了眼睛 以默起来 什么情况 落成的修道者们 被虚空中的天道之眼 惊得无法理解 连天道之眼 都恐惧风九忧的剑法吗 星辰之光 锁定摇持圣地弟子 最大那颗星辰之光 朝莫愁头顶落下 哼 杀 摇持圣地 面对连天道 都害怕的星辰剑气 心中的骄傲荡然无存 连忙使出剑招 在头顶形成一道气罩 甚至摸出 仙符画作做盾牌 他们的抵挡跟豆腐一样 星辰之光落下 连同剑气 盾牌 仙剑 仙甲等等 全部被气化 啊 十几声惨叫同时响起 全部化为虚无 更恐怖的是 莫愁打出黑白剑气 在头顶形成一个黑白阴阳图时 以为自己可以抵挡住星辰之光的侵袭 然而 他也只是异想天开 黑白阴阳图被星辰之光接触的瞬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摇持圣地不会放过你的 不可一世的莫愁 被星辰之光灌体而过 瞬间化为虚无 第九十三章 大象城 风九幽式杀尘魔 上 摇持圣地十几名度洁境高手 转眼间被风九幽一箭灭杀 如此恐怖的战力 吓得众人魂飞魄散 根本不敢与风九幽直视 老大 你这招剑法有一点帅 可以教我吗 我也想学你装装逼 吞天兔放下手中的胡萝卜 一脸认真的看着风九幽 风九幽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 我这是杀人的剑法 不是装逼的剑法 转身朝人群中走去 围观的修道者们纷纷退让 害怕他突然大开杀戮 整个落成会变成魔窟 突然 有一个身穿平民服饰的人 走了出来 半跪在地上 拱手道 少主 我是黑甲军 第520号队员 黑风风 风九幽眉头一皱 疑惑道 你为何在这里 黑风风不卑不亢说道 启禀少主 统领让我在这里等你 他说 你迟早会回来 图了情势一组 自从你进入生命禁区开始 小的便再次等候少主的归来 风九幽心中一喜 连忙说道 起来说话 黑风风 起身后 领着风九幽 走进了落成的一个旱道 七拐八拐 走进了幽幽神兵阁 刚进门 一个愁眉苦脸的大肚男 抬头望了过来 急忙发下手中的信函 喜极而气道 公子 你终于回来了 风九幽疑惑地看着灵二 灵掌柜 大罗神兵阁怎么没了 你怎么躲在幽幽神兵阁 李二摸着瘦了一圈的肚子 对着风九幽诉哭起来 原来自从天宇帝国背叛大罗圣帝以后 大罗神兵阁受到打压 排挤 不得不转为地下经营 因为这里是风九幽入世的第一个地方 在西门雪姬的要求下 必须经营下去 直到有一天风九幽的归来 听完灵二的讲述 风九幽心里很不适滋味 没想到 自己离开了五年多 西门雪姬却提前安排了一切 这不愧是爷爷最忠实的手下 公子 圣主 主母他们都已经飞升上界了 瑶池圣帝 趁着主母他们不在 联合三大圣帝 一同向我大罗圣帝发难 已经濒临大罗圣帝外围区域 说完后 灵二拿出大罗圣帝的密函 给风九幽 风九幽看完密函后 眼神闪过一道杀机 手中的密函瞬间化为灰烬 有我在 四大圣帝那是找死 风九幽散发的气场 逼得灵二一退再退 撞到了窗户上 传来一道哀呀的叫声 风九幽收回了气势 带着歉意看了一眼灵二 转头看了一眼黑风风 说道 黑风风 黑甲军其余兄弟呢 还有西门雪姬 狼平平呢 少主 黑甲军 金甲军 银甲军 包括统帅 人徒都在大罗圣帝 备战四大圣帝 风九幽一手抓着黑风风 一手抓着吞天兔 咫尺天涯神通一使出 两人一兔瞬间不见 灵二耳边传来风九幽的声音 灵二 好好在此 等我灭了四大圣帝 再与你拔九幽欢 灵二眼中闪过一道期望 你难道 公子 希望你能够挽救大罗圣帝吧 大象城 大罗圣帝外围赋城之一 离大罗圣帝 还有一千公里 此地是大罗圣帝世俗之地的联络点 也是大罗圣帝外室长老负责的区域 而此时 大象城城主灵凡 外室长老罗伊两人 被捆绑在石柱上 四大圣帝联合兵马 在一个时辰前 攻破了大象城 活捉了城主灵凡 外室长老罗伊 灵凡 罗伊 你们再不投降 我在杀十万人 摇池圣帝圣子莫菲 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这次攻打大象城 就是在她的带领下完成的 攻入大象城 图了整整一百万人 那些支持大罗圣帝附属势力 大罗圣帝的外门弟子 纷纷被杀 鲜血染红的城池 血腥味传遍了方圆百里 莫菲 陈露妖 丘仁 东方药 你们四大圣帝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大罗圣帝儿郎 不惧生死 就算你把他们杀光 本城主也不会投降的 林凡身上满是伤口 被他们的猎魂锁骨阵 封印了神魂 连他想自尽都不能做到 只能眼睁睁看着莫菲 带领四大圣帝的人马 屠戮成名 外门弟子 莫菲 你个老婆娘 本长老就算是死 也不会想你屈服 要是我圣主封破天 弟子封不回 南宫雪他们还在 你们早不知道 被灭了多少万次 外市长老罗伊 对着莫菲破口大骂道 莫菲一双鹰眼 狠狠地扫了一眼两个硬骨头 嘴角露出一丝邪魅的笑容 很可惜 大罗圣帝最妖孽的三个大能 都去了上界 你们大罗圣帝 一直耀武扬威 压在我们四大圣帝头上 也该你们灭亡的时候了 整个玄天大世界 没有人可以救你们 杀你们之前 我要让你们亲眼看到 大罗圣帝的弟子 大象城的成名们 是如何被我屠戮 我要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我最爱的师弟弟丧 嗜血的双眸宛若来自深渊 莫菲低头朝地上 被控制了上千万人望去 嘴角微微撅起 说道 杀了这一千万人 跪在大象城的一千万 纷纷绝望起来 没想到四大圣帝的弟子 如此残暴不仁 连弱者他们都不肯放过 施行战役城灭役城的灭绝政策 大西城 南岳城都被图得干干净净净 大罗圣帝 被四大圣帝的高手团团围住 根本派不出一个人来支援 等待他们的只有灭亡 陈鹿瑶 丘仁 东方药三人脸色冷漠 根本不会管大象城人的死活 在利益面前 弱小的修道者 都是蚂蚁 为了灭掉大罗圣帝 他们采取了最惨绝人寰的战术 四大圣帝活化时 圣主 太上长老等一众大佬 围攻大罗圣帝 而圣子 娇子等人 带领圣帝门人 灭了不听话的附属势力 甚至大罗圣帝管辖的城池 不要让一个大罗圣帝的弟子存活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修道界的残酷 已经达到了 灭绝人性的脚步 四大圣帝的弟子 抽出长剑 长刀 露出冷漠无情的面容 鄙视地看着地上那些哀求的人们 纷纷嘲笑起来 身为大罗圣帝的子民 你们活该被灭 求饶有用的话 还需要刀剑干嘛 林凡看到眼前的一幕 气得狂吐鲜血 体外经脉爆裂 破口大骂道 我诅咒你们四大圣帝的恶魔 不得好死 永世不得超生 莫非嘴角露出邪恶的笑容 一巴掌狠狠地甩在林凡的脸上 哈哈 林凡 一千万人给你陪葬 你应该庆幸才对 就让我四大圣帝的刀 落在大象成成名的头上吧 杀 突然 一道恐怖的声音 从虚空中传来 谁敢杀我大罗圣帝子民 我灭他满门 紫霄神雷 将士 第九十四章 大象成 风九幽试杀成魔 下 众人抬头朝天空望去 风云变色 黑云盖顶 烈日偷偷躲了起来 风 卷起了大地上的树叶 盘旋在大象成上空 形成了一道诡异的奇观 紧接着 一道雷鸣之声 响彻天际 在底下四大圣帝弟子 耳畔乍响 轰隆 一股震荡环雨 毁灭世界的气息 从天而降 紫雷闪烁 大地颤抖 所有人眼里 充满了恐惧与绝望 漠然 两人一吐 漂浮在虚空之中 一脸冷漠地看下面 他是 林凡 罗依露出惊喜的表情 没想到风九幽突然杀了回来 此时 噼啪 声不断响起 紫霄神雷铺天盖地落下 化作紫色雷电 龙武紫蛇 弥漫在大象城 凡是站着的四大圣帝弟弟子 全部受到了紫色雷电的照顾 不 紫色雷电入体 瞬间爆炸 那些低于杜洁境的四大圣帝弟子 纷纷爆裂神亡 诡异的雷电 专门针对四大圣帝弟子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里 全部被炸成虚无 莫非 陈鹿瑶 丘仁 东方要四大圣子 腾空而起 使出各自的独门战法 摇持剑法 剑盾护体 腰月无双 九尾上身 通天一剑 破除万法 百花剑影 花丛颈簇 四道杀法极致的攻击 或化盾 或化形 或化气 或化花 迎着紫霄神雷而去 然而 他们低估了紫霄神雷 乃先天无瑕混沌体的本命神通 紫霄神雷破万法 根本不是先级战法所能抵挡的 紫色雷电落下的瞬间 四道攻击瞬间被瓦解 如梦如幻 如影随形 剑盾破裂 化形打散 通天断裂 百花凋零 不好 四人脸色骤变 紫霄神雷破灭他们的攻击后 紫色雷电 没入了他们四人的头顶 啊 撕裂的惨叫声 盘旋在大象城上空 四人纷纷砸到广场上 奄奄一息 紫霄神雷消散在空中 地上的四人那凄惨的模样 比死去的四大圣地弟子 好不到那里去 丹田被紫霄神雷炸破 筋脉寸寸断裂 头发成激窝状态 奄奄一息地坐在地上 看着缓缓下落的风九幽 绝望爬在了脸上 林城主 罗长老 你们俩辛苦了 风九幽脸上闪过一丝难过 愤怒被压在心头 手指轻轻一划 禁锢在他们身上的锁磨绳 瞬间断裂 体内定住的错骨针 被拔出 啊 两声惨叫声 从他们二人嘴里传出 尽管他们在使劲控制 可也抵挡不住 错骨针与锁磨绳 带来的追星之痛 风九幽脸上的杀鸡更浓的 该死的四大圣地 我要用里面的血来弥补 公子 你终于回来了 林城主 罗长老陆 两人坐在地上 艰难地说道 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风九幽 眼角闪过两滴泪花 手在颤抖 没想到堂堂的大罗圣地 玄天大世界排名第一的圣地 居然会被人联合攻击 还吐露了几个城池 风公子 你没回来晚 回来就好 林凡感激起来 要不是风九幽今日赶回来 大象城会变成人间炼狱 没有一个人能存活下来 九幽 你果真是虎腹无犬子 称得上大罗圣地天骄之名号 罗姨长老十分欣慰 没想到风九幽 在大罗圣地没有觉醒 反而有了如此大的成就 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我长老 你谬赞了 风九幽突然谦虚起来 还想跑 给我回来 吞天一谢 趁着风九幽 与林凡 罗姨续救时 莫非偷偷捏碎的万里 大挪一幅 四人被光芒包裹着 传送启动 刚离开地面 便被吞天兔发现 一口吸了回来 咚咚咚 纷纷砸到地上 发出惨叫的叫声 风九幽回头 眼神冰冷地看着四人 嘴角露出一抹讥笑 缓缓地向四人走来 大大大 每一步都像踩到他们心上 压抑 绝望 后悔 全部写在脸上 今天 你们四人必须死 先来了也不管用 风九幽看了看 大罗圣地的外门弟子们 一声洪亮的声音 从嘴里传出 所有大罗圣地弟子 大象成成民们 破坏我们城池的人在这里 你们说 该如何处置他们 你们的仇人在此 你们说 该怎么办 杀 千万人一口同声道 他们灭我们城池 吐了我们同胞 你们说 应该如何处置他们 杀 杀 杀 痛恨的杀声 盘旋在大象城的上空 吓得地上四人肝胆剧烈 浑身颤抖起来 很好 我希望你们 所有人都能上来 在他们身上割一刀 我要让他们亲眼看到 一千万道伤口 遍布他们的全身 我要让他们血流不止 血尽身亡 你们能不能做到 风九幽的声音 遍布大象城的每个角落 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能 一千万道声音响起 宛若平地惊雷 炸得地上四人 直接匍匐在地 来吧 一人一刀 让你们亲手手刃 这四个柜子手 风九幽话音刚落 黑风风第一个站出来 少主 小的短剑 好久没有引敌人的血 让我来第一刀吧 好 黑风风境界不过子府境 但心狠手辣的程度 不亚于莫非四人 他朝短剑吐了一口泡沫 带着邪魅的笑容 走到四人面前 两个王八蛋 两个烂婆娘 今日 我的短剑要饮血了 你们放心 我的短剑 只会在你们丹田处游走 嘎嘎嘎 黑风风 摸出那柄发黑的短剑 散发着浓浓的煞气 吓得四人倒在地上 你 你不要过来 莫非被吓破了胆 黑风风境界不高 但他擅长于杀人之术 曾经跟着西门血迹 在生命禁区大杀四方 什么没见过 放心 我不会收割 你们的生命 短剑猛烈地刺进莫非的丹田下面 啊 你 你是魔鬼 惨叫声 从他嘴里冒出 疼得他呲牙咧嘴 然而 黑风风露出坏坏的表情 短剑在丹田下方 原神处 使劲转动短剑 往外一扯 一股鲜血散落一地 啊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让莫非这个杜洁境巅峰的高手 也无法忍受 呀 我居然浪费了一件 莫非被气得 直接晕死了过去 你 你不要过来啊 其余三人 被吓得魂飞魄散 平常遇到他们 黑风风连他们的衣角都碰不到 分分钟钟把他捏死 而现在 他们彻底沦为 带宰的羔羊 砧板上的肉 等待他们的 只有挫骨扬灰之痛 晚了 黑风风一葫芦画瓢 挨个伺候了三人一边 三道惨绝人寰的叫声 让千万人无比的痛快 他们学着黑风风的样子 一个 两个一千万个 每一个人都在四人身上 留下到了一道仇恨的记忆 当他们快要死时 风九幽 每次都会给他们治疗 折磨了三天三夜 惨叫了三天三夜 恐怖 诡异的声音令人发指 也让众多身受伤害的人 心底的伤痛得以暂时平复 仇恨不断 恨不会绝 四人最后流进了最后一滴血 缓缓倒在地上 死得不能再死 风九幽抬头 朝大罗圣帝方向看去 嘴角露出一丝杀意 四大圣帝 你们的末日 就要到了 第九十五章 风九幽发飙 圣战开启 大罗圣帝 护宗阵法外 四大圣帝超过一百名 渡截境巅峰高手 围困了大罗圣帝七天七夜 切断了大罗圣帝 与外界的联系 大罗圣帝 成了他们眼中的瓮中之鳖 阵内大罗圣帝 新任圣主天刀忧心忡忡 他接过圣主之位后 没有一天安宁过 几年前 风破天圣主挟风不毁 南宫雪白日飞升 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 没想到 风破天他们刚飞升 几大圣帝就联合在一起 谋算大罗圣帝 四大圣帝 出动核心力量 针对大罗圣帝的 忠欲附属门派 矿藏资源 甚至管辖的秘境 设计战友 每一次都被他们提前得知 在大罗圣帝援军到达之际 提前占领 造成大罗圣帝 这个昔日排名第一的圣帝 四面楚歌 两年时间 双方相互争斗了数十回合 每一次都是被四大圣帝联军大败 黑甲军一万人 现在存活不到二千人 银甲军一万人 现在仅存一千人 金甲军一万人 目前只保存下了一千人 至于 那些内门弟子 核心弟子 护法弟子等 死伤超过一半之数 可以说 大罗圣帝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处于灭宗的局面 风破天之前 暗中积蓄的力量 在最近的战役中 伤亡巨大 再也没有能力 能扭转乾坤 天刀看了一眼剑神老祖 心中不安说道 剑神老祖 圣帝的活化石前辈们 都准备好了没 剑神老祖 一头白发 苍老的双眸下 散发着寒意 点了点头 说道 圣主 你放心 就算拼了我这将死之人 也要图了四大圣地联军 天刀扭头看了看西门雪姬 沉声道 雪姬 黑甲军 银甲军 金甲军 全权交于你指挥 我希望通过三军阵法 可以拖出十个度捷径巅峰 有问题没 西门雪姬一脸英气 双手抱拳道 没有问题 天刀闪过一丝不忍 让西门雪姬指挥三军 很大的可能性 会让三军全军覆没 这可是大罗圣地 仅存的高端修者军队力量 此时 人徒狼平平 瞥了一眼天刀 疑惑道 圣主大人 为何不取出斩道神兵魔鹰顶 天刀 瞥了一眼人徒狼平平 一股威严散发出来 逼得狼平平退了三步远 人徒 现在不是你质问我的时候 魔鹰顶催动 需要庞大的仙灵之力支撑 不到关键时刻 本圣主是不会用的 眼中闪过一道莫名的神色 看着阵外的一百名绝顶高手 若有所思起来 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孙女钱宇 那个被誉为大罗圣的一珠连的女子 眼中闪过一道狠意后 装作若无其事地观察阵外情况 钱宇这个无相道体 经过大罗圣地资源倾斜 加上各种时间加速阵法 外界五年零七个月 实际上在阵法中待过了507年 实力已经飙涨至渡截境中期 无相经 已经修炼到渡截境的极致 可以轻松 越战渡截境后期甚至巅峰的高手 只不过 他身上散发的含义更深了 巨人鱼千里之外 让所有大罗圣地弟子避而远之 当他出关听说风九幽的战绩后 嘴角露出满满的不屑 甚至放出狂言 有他在大罗圣地 风九幽就是个弟弟 天刀 七天之约一到 再不打开阵法投降 我四大圣地将使出斩道神兵破阵 待到破阵之时 便是你大罗圣地毁灭之计 你确定要负于顽抗 另外莫四海一脸阴霾 给天刀下了最后的通牒 莫四海 前任圣主在的时候 你连一个屁都不敢放 而如今带领三大垃圾圣地 就想让我屈服 别做梦了 大罗圣地没有降兵 只有死战到底 天刀圣主一声怒吼 唤醒了大罗圣地弟子的战役 死战到底 忽悠大罗 众弟子纷纷吼道 一群年轻弟子的脸庞 写满了誓死如归 莫四海等人为之一阵 没想到都处于这种局面了 大罗圣地依然如此负于顽抗 哼 莫四海甩了甩衣袖 对着另外三家太上长老示意后 分别拿出斩道神兵 玉珠盘 大摇剑 千丝铝 猎羊刀 破阵 话音未落 一个弟子瞬息抵达 在莫四海耳边轻轻说了一句 惊得莫四海一阵 什么 当真如此 腰月圣地天虎 通天圣地云开 百花圣地 秋月三人疑惑地看着莫四海 莫四海脸色难看起来 陈生说道 风九幽回来了 他在大象城灭杀我四大圣地上万人 连同四个圣子一同灭亡 什么 一百名杜杰境巅峰高手 大为震惊 莫非 陈璐瑶 秋仁 东方耀 都是四大圣地的佼佼者 战力比他们还要高 居然被风九幽一人给灭了 莫圣主 此事当真 我百花圣地陈璐瑶 可是修炼了三千年的老牌圣子 已经是杜杰境巅峰境界 在我百花圣地战力都能排进前十 百花圣地太上长老秋月一脸都不相信 莫圣主 我邀约圣地丘人 可是黑龙血脉 一身战力滔天 怎么会是一个大罗圣地弃子能灭的 三大圣地太上长老纷纷质问起来 莫四海瘫了瘫手 脸上怒气微声 尽管我也不相信 那个小畜生能灭了四圣地联军 可传来的密报 的确如此 四位大佬纷纷拿出传信时 给四大圣子传信 然而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回应 要是封九幽杀来与大罗圣地前后包家 这一百人全部都会交代在这里 树的影 人的名 大罗圣地封家 是所有人的噩梦 从封破天到封不悔 再到封九幽 每一代人都镇压在玄天大世界 修道者的头上 眼看就要灭掉大罗圣地 突然杀出个封九幽 让他们五年的谋划彻底泡汤 这如何让他们甘心 难道就这样放弃了 不放弃又能如何 有封家在 大罗不破 莫四海瞬间苍老了上百岁 一想到五年前锋九幽杀上圣地 灭了八大神体 斩了弟子弟丧 让瑶池圣地成为玄天的笑话 而这一次 他再次归来 连老牌圣子莫非都不是对手 一万人被灭 他们这一百名杜杰境巅峰高手 估计也很难抵挡 走吧 众人带着布干 捏碎传送符 化作一道白光 瞬间消失在大阵外 什么情况 天刀等人露出惊讶的表情 已经做好了为大罗圣地捐躯的打算 没想到 他们居然撤走了 哼 莫四海 你们跑得了和尚 跑得了妙吗 我封九幽 正式向你们宣战 即日起 我便踏平 你们四大圣地 虚空中 传来封九幽杀气滔天的誓言 吓得处于传送中的一百人 差点掉了出来 他们庆幸自己跑得快 否则 遇到封九幽 估计凶多吉少了 那股强大的气息 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抵挡的 封九幽的话 居然能穿透虚空 让他们听见 让处于传送中的他们 瞠目结舌 小主人回来了 狼平平 西门血迹露出震惊的表情 第九十六章 封九幽 目法冲冠 乘治前马 一袭白衣 风度翩翩 一袭黑衣 头晕目眩 一只肥兔 巴唧巴唧 两人一吐 瞬间出现在大阵前 风九幽三人出现的方式 惊得众人下巴掉落一地 老大 下次再使用神通时 麻烦把我抱紧一点 我都快吐了 吞天兔扔掉手中的萝卜 走到边上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黑风风好不到那里去 刚落得就疯狂吐了起来 人都快吐傻了 风九幽的 咫尺天涯神通 在他突破制度洁净后 悬天大世界 任意顺移 从大象城 到大罗圣地一千公里 眨眼的功夫便抵达了 这可比吞天兔的魔龙舟 快了不知多少 圣主 打开阵法 吓 风公子回来了 狼平平 西门雪姬 异口同声道道 天刀瞥了一眼 阵外那位 帅气逼人的青年 前圣主的孙子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随即点了点头 正准备打开阵法时 前马发生了 圣主 万万不可 谁知道外面的风九 又是不是真的风九幽 万一是四大圣地假扮的 我大罗圣地危眼 前马话音一落 所有人都看向风九幽 刚才四大圣地 一百名爵士高手 纷纷离去 难道是 他们设计的计策 故意让假的风九幽来 骗他们打开阵法 好把他们一网打尽 不 他就是小主人 狼平平跟风九幽待了几十天 他对风九幽的习惯 动作早已了如指掌 这是模仿不来的 我也相信他 就是风九幽 西门雪姬 一心想做风家的媳妇 不会连风九幽的气息 都判断不出来 哼 我说狼平平 西门雪姬 你们是不是人老婚花了 风九幽不是去了生命禁区 没有一百年 他出得来吗 你们不要告诉我 风九幽连生命禁区的法则 都可以改变 让天道乖乖地把他送出来 潜语一声嘲笑响起 引得众人 纷纷点起头来 你们 西门雪姬急了 虽然不知道他怎么提前九十多年出来 但那个人 明明就是风九幽 气息未改 容颜未改 还多了一些睿智 但在西门雪姬心里 这就是他的小主人 也是风破天 交代给他的任务 保护好风九幽 无上天入住风家 虽然西门雪姬 不明白风破天这句话 但他这一生的使命 便是为了风九幽 圣主 我以我狼平平的性命担保 他就是风九幽 狼平平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斩金截铁说道 狼平平 西门雪姬 你们打什么主意 在我大罗圣地危及关头 你们居然打算 让一个疑似风九幽的人进来 你们适合居心 难道你们两人背叛了大罗圣地 是四大圣地 安排在我大罗圣地的卧底 前马突然发怒起来 指着狼平平 西门雪姬 污蔑道 前马老匹夫 你羞得血口喷人 狼平平哪里受得了 如此的污蔑 当即反击起来 你找死 前马一巴掌朝狼 平平甩去 杜结晶初期的他 哪里是杜结晶巅峰前马的对手 碰 狼平平被打退三丈远 脸上多了一个鲜红色的手掌印 阵法外 风九幽已经勃然大怒 太上大长老居然敢殴打自己的人 前马老匹夫 你敢打我狼叔 找死 一道怒吼声 从阵法外传来 风九幽直接炸毛了 扭头对着吞天兔说道 吞天兔把阵法给我破了 呕吐完的吞天兔 用手掌擦了擦嘴角 看到风九幽 那双星红的双眸 便知大事不妙 伸出那只肥嘟嘟的爪子 轻轻一碰 阻挡四大圣地七天七夜的阵法 顷刻间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紧接着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里 阵法破裂开来 一道疾风掠过 风九幽带着杀气直面前马 打死一个老东西 在众人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空中传来一阵阵啪啪啪的响声 啊 前马根本看不到风九幽人影 脸上便多了数十道手掌印 牙齿被打落五颗 整个人瘫在地上 一脸恐怖地看着那个魔鬼般的身影 剑神老祖 天刀等人露出惊恶的表情 那身法 他们连他的行经路线都看不清楚 那掌印 似乎超越了渡劫级别 快如闪电 行云流水 狼叔 你没事吧 风九幽一把扶起了地上的狼平平 眼中闪过一道杀机 我没事 狼平平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炽热地看着少主 风九幽没想到 自己千里十元大罗胜地 这个该死的上太上大长老居然欺辱狼叔 一脸凶残地瞪着地上的钱马 面对风家的余威 没人站出来替钱马说话 太上大长老 你好大的威风 连我父亲的人也敢打 谁给你的勇气 还有你居然诬陷我狼叔是卧底 你今天拿不出证据 我非剁了你不可 风九幽杀气澎湃 气势直冲钱马 扑痴 一口金血再次喷了出来 你 圣主 你当真让人风九幽不管 让他如此羞辱 我不成 前马对着看戏的天刀等人吼道 堂堂大罗胜地 太上大长老 居然被一个年轻后背痛扁 面子早已掉进了大罗河了 这 天刀心中大为不悦 你殴打狼平平的时候 本圣主也没说你 你现在被风九幽揍了 你却让我来给你出头 你还要点碧莲布 看到钱余眼里的哀求 剑神老祖站了出来 九幽 这件事就算了吧 太上大长老也受到了教训 他应该不会再犯 如此低级错误 郎平平的人品 我们自然信得过 剑神老祖冲当了何事佬 我也认为 要不就这样算了吧 天刀见到剑神老祖站了出来 也复合道 风九幽冷冷地看着剑神老祖 天刀圣主 沉生道 一个对于圣地忠心耿耿的老人 被人污蔑卧底 你们能忍受 一个把自己的大半生 都贡献给了圣地 无缘无故被殴打 你们能忍受 一个未经执法革定罪的人 就被诬陷 你们能忍受 风九幽连续三道反问 问得剑神老祖 天刀圣主 哑口无言 钱马跪在地上 给我狼叔认错 否则 我灭了你 一道怒吼声盘旋 在大罗圣地上空 没想到风九幽居然如此护独子 关键是狼平平只不过是他家的一个家奴罢了 所有圣地弟子瞠目结舌 心中对风九幽恐惧起来 那些原本傲气的骄子 圣子们纷纷面面相去起来 狼平平心里一阵暖流在涌 眼角湿润了 没想到少主居然如此维护他 少主 要不算了 他可不想风九幽在大罗圣地树敌太多 狼叔 潜马必须跪地给你道歉 否则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 风九幽直接拒绝道 他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他身边的人 别说太上大长老 就算天刀圣主也不允许 狼平平很自然地闭上了嘴 双眸中满是感动 现场一片禁忌 弟子们纷纷朝潜马看去 潜马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风九幽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他委屈地看了一言潜语 第97章 思通玉兽大世界 潜语 潜马最后的疯狂 潜语脸色黑了下来 没想到风九幽一回来 就对他爷爷发飙 心中大为不满 风哥哥 我替祖父给你道歉 希望你能原谅他 潜语一副楚楚动人的模样 哀求起来 风九幽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嘴角冷冷道 潜语 如果大罗圣地有人殴打潜马 你会怎么对他 一笑而过 还是忍气吞声 潜语突然僵住 随即 不以为然说道 我祖父是大罗圣地的太上大长老 也是我的至亲之人 怎么能跟你的奴仆相提并论 潜语 你再说一遍试试 风九幽面带杀鸡 吼了起来 潜语脸色难看起来 你 你居然为了一个奴仆 凶我 吼我 啪 风九幽隔空一挥 掌印世界快速掠过 潜语脸上多了一道鲜红的手掌印 你再说一句奴仆 今日我必杀你 狼叔是我的亲人 我风家没有奴仆 以前没有 以后也没有 我的亲人不容任何人诋毁 否则 我亲自宰了他 狼平平 西门雪姬面露惊喜 眼眶再次湿润起来 一脸真挚地望着风九幽 心中暗道 少主长大了 成熟了 如果说 风九幽刚才的杀意 是躲云 那么 此刻 风九幽的杀意 是一片海 一片随时可以吞没敌人的汪洋大海 潜语一脸委屈中 带着一丝愤怒地盯着风九幽 梨花带雨地哭了起来 天刀 剑神老祖 大感不妙 照如此发展下去 潜马必然会被风九幽给灭了 潜长老 要不 天刀硬着头皮劝道 潜马瞬间苍老了几十岁 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 为大罗胜的贡献了几千年 到头来 居然没有一个人帮他 碰 他带着不甘心 重重地跪在狼平平面前 一张老脸猪干涩 羞愧道 对不起 九幽 你看 天刀看了一眼风九幽 再一次劝道 下不为例 否则 风九幽并没有过多计较 要不是看到同门之情 潜马早被风九幽给灭了 回头看了看围在身边的西门雪 狼平平等人 风九幽心中暖暖的 小弟弟 你回来了 西门雪姬突然羞涩起来 脸红扑扑的 飞红蔓延至耳根 雪姬姐姐 辛苦你了 风九幽脸上闪过一道歉意 自己没在大罗胜队 他们俩居然会受到其他人的排挤 天刀看了一眼被扶起来的潜马 又看了看身边的剑神老祖 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大家都散了吧 风九幽等会儿来一趟大殿 天刀说完后 便转身离开 黑风风 辛苦你了 西门雪姬没想到 把他留在天与帝国落成 真让他等到了风九幽 统领 黑风风不辛苦 这是属下的使命 黑风风脸色一喜 双手抱拳 他可是第一次受到统领的夸赞 心里美滋滋的 美女 认识一下 本王吞天兔 见到美女 吞天兔又开始作妖了 特别是西门雪姬 这种祸国殃民的女人 西门雪姬朝吞天兔看去 顿时愣了一下 对着这种胖胖的兔子 露出惊讶的表情 美女 是不是被我的王八之气 给震撼到了 要不考虑一下 夹到我的后宫来 吞天兔舔了舔舌头 简直被西门雪姬的眉 给折服了 咯咯喽 小兔子 没想到可爱的你 还是只流氓兔 可惜本姑娘是少主的人 西门雪姬说完后 韩晴默默地朝风九幽看去 风九幽脑门黑了一条线 过了五年多 西门雪姬还是这么大胆调戏自己 吞天兔又一次受到9999点暴击 嘴里嚷嚷道 老大 你太过分了 美女都争先恐后扑倒你 连我这么帅气的兔子都不受待见 流氓兔 你的对象是兔子 不要乱打人类的主意 小心我把你给红烧了 风九幽看到吞天兔吃扁 忍不住打去道 夜晚 前雨洞府 前马 前雨 两祖孙连正在密谋 雨儿 你当真要这么做 前马双眸中闪过一丝不忍 祖父 几千来了 您一直太上大长老 你甘心吗 风破天那个老东西 非生上界 也不愿意把圣主之位传给你 这是大罗圣地对你的不公 这次风九幽回到圣地 哪里还有 你我祖孙的位置 前雨喝了一口灵酿后 眼中闪过一道杀鸡 人不为己天诛地面 我不允许风九幽骑在我头上 小时候 我喜欢她 她却嫌弃我 长大后 她不但无视我 还敢打我 我恨她 我得不到的人 我宁可把她给毁了 谁也别想得到 她终于把隐藏在自己心底的话 咆哮地说了出来 前马原本还有一些犹豫 此刻 她下定决心 一条路走到黑 好 希望我们成功吧 前马随即召集在大罗圣地的同僚们 商议起来 前雨拿出一个神秘传讯符 点亮起来 一道虚影出现在房间里 弟子前雨 你想通了吗 前雨点了点头 脸带胸翼 说道 上次的条件我同意了 你必须保证 我祖父坐上大罗圣地 圣主的位置上去 还有 你们御寿大事件 不得干预我大罗圣地内部事务 顺便帮我把风九幽给灭了 虚影脸上闪过一丝贪婪 痴痴地看着前雨 我弟子晴天 代表御寿大事件天域圣地 同意你的请求 但你必须做我的道理 前雨愣了一下 点了点头 可以 杀了风九幽 我便做你的道理 虚影仿佛竟在掌控之中 狂笑起来 前雨 我的好道理 我天域圣地已经出动 四大圣地 不日都会沦为我天域圣地的附属宗门 而你便是未来的玄天大世界之主 随即 虚影逐渐消失 最后那道声音 久久不能消散 前雨将在那里 脑海中浮现出 前步九三星仙藏试炼的画面 突破杜结境后 前雨意气风发 手持水母绿仙剑 踏入北域三星仙藏 没想到在里面遇到来自 玉兽大世界天域圣地的弟子 秦天等人 秦天对前雨的容貌惊为天人 一见钟情 对他发起猛追 起初 前雨并不待见他 在三星仙藏中 他先后多次救他 前雨对他产生了感激之情 秦天 前雨两人都是野心勃勃之辈 在交往的过程中 定下了两人各自成为玉兽大世界 玄天大世界之主的计谋 成为大世界之主 可以借助天道之力洗刷体质 让体质突破 进入先天道体行列 从而更好的参悟法则 继而飞升无上天后 起点会比无上天的天才更妖念 更容易突破大地前的屏障 秦天为了让前雨相信 主动提出帮他征服玄天大世界 不过 前雨起初并不相信他 当秦天通过特殊手段 从玉兽大世界 招来几百个度捷径高手 及上千头度捷径妖兽时 他被震惊了 心中的野心凸显无遗 那时 他便口头答应了他的帮忙 不过 他心中一直犹豫不决 毕竟大罗圣殿 是他从小成长的地方 前雨心中并没忘掉风九幽 尽管从小到大都在讥讽他 目的就是让风九幽在意他 喜欢他 然而 事与愿违 风九幽不但对他不没丝毫好感 还对他避之不及 爱与恨在心里交杂 特别是他觉醒无相道体后 他原本以为自己闭关出来后 能让风九幽对他刮目相看 结果听到风九幽打上摇池圣地 灭杀弟子弟丧 让他大为震惊 认为风九幽就是他的绝配道理石 风九幽终于回来了 欣喜若狂的他 再一次被风九幽无视 甚至对一个女仆般的西门雪姬 都比他要好 骄傲的他再一次被无视 那颗骄傲的心瞬间被打碎 由爱生恨冲刺着整个大脑 为了报复他 为了让自己的祖父 坐上圣主之位 这一次 他终于下定决心了 不但要做玄天大世界之主 更要通过天道之力洗刷体质 突破先天无相道体 成为那无上大地最强的存在 风九幽 我的好哥哥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钱与手一捏 房间内的一尊仙碗 瞬间爆裂 第九十八章 背叛者死 清算魏武帝国 北裕 某座神秘的山峰 一位身穿白衣的男子 风度翩翩 嘴角露出一抹邪魅 那双冷漠的双眸 此刻正犯着一阵阵寒意 他背后站在数百人 还有上千只凶神恶煞的妖兽 恐怖的气息 弥漫在山峰之上 擎天师兄 我们现在就去灭了大罗圣地吗 一名袖子上 印有天玉字样的男子 躬身问道 擎天瞥了一眼男子 冷笑道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我们为何要去打头阵呢 男子眉头一皱 疑惑道 擎天师兄 你刚才不是答应了潜宇吗 擎天扇了扇手中的雨扇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男子 撇嘴道 擎卫 你脑袋是不是有包 我是答应潜宇了 但我有说是 立刻去帮他们吗 狗咬狗的游戏 都没开始 我们坐山观虎都不更好 擎卫恍然大悟道 原来如此 擎天师兄 你真高 风九幽冻府 风九幽 狼平平 西门雪姬 吞天兔等四人 正在大块躲一仗 树头妖兽肉 被风九幽做成了烤肉 几人一边吃着 一边聊着 好不痛快 少主 生命禁区百年才能出来 你为何能提前出来 西门雪姬满脸疑问 他之前进入生命禁区 可是足足待了一百年 众人纷纷嘲讽 风九幽望去 啊 风九幽挠了脑脑袋 正打算说时 吞天兔帮他讲了起来 老大一人杀了八大主城的大佬 惹得天道大怒 把他遣送了出来 啥 狼平平 西门雪姬被这道消息 震得外焦里嫩 哑口无言 一个能把中世界的天道惹怒的人 估计除了风九幽 再也没有人能做到吧 少主居然如此厉害了 他们瞬间有了一种挫败胆 原本保护的人 实力现在比他们还强大无数倍 心头不是滋味了 跟少主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仅仅只花了五年多的时间 少主 你真是个妖怪 憋了半天 狼平平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喂 狼平平请你不要侮辱妖怪好不 老大明明是个人精 吞天兔吃了一个妖兽腿后 当即反对起来 这 哈哈 一阵欢声笑语 在酒杯交错中 快速流失 魏武帝国 大罗圣帝附属帝国之一 在摇池圣帝的唆使下 公然背叛了大罗圣帝 投向了摇池圣帝的怀抱 此刻 皇宫中 魏武皇主魏哲 正在宴请 摇池圣帝 娇子石墙等人 石墙子 魏哲敬你们一杯 感谢摇池圣帝 各位天娇们 帮我魏武帝国 征讨千叶帝国 魏哲一脸微笑地 举起酒杯 干了起来 好说 小问题了 魏皇主 不知道魏青青公主 何时能给我事情呢 石墙眼中闪过一道淫秽 早已贪恋魏青青的角色滋容 魏哲愣了一下 随即笑道 石墙子 无焉过后 立刻给你安排 魏哲看着其余的摇池圣帝弟子 谄媚道 各位摇池圣帝的青年才俊们 一会儿也给你们安排上 保管你们不须此行 玩得尽兴 原本一脸羡慕石墙的弟子们 纷纷笑了起来 魏皇主 这怎么好意思呢 你放心 魏武帝国 我们摇池圣帝保定了 魏皇主 你看能不能把三公主魏朵介绍给我啊 还有十六公主魏仙 一群来自摇池圣帝的弟子们 纷纷打起魏哲的女儿来 这 魏哲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五宴结束后 皇宫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热大的皇宫 成为了摇池圣帝男弟子的玩乐场 公主 妃子 甚至连宫女 女官们都没放过 父皇 当真让摇池圣帝的弟子胡来 太子未疼一脸的气氛 没想到这些摇池圣帝的弟子们 居然连他未来的玩物们都给祸害了 气得他青筋隆起 心在滴血 魏哲脸色也难看起来 不过为了获得摇池圣帝的帮忙 他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 希望这些摇池圣帝弟弟子 能适可而止 可千万别让那个妃嫔们怀孕啊 否则 他头顶的绿帽子永远也摘不下来了 唉 希望这次能让他们彻底满足吧 说完这句话后 连魏哲自己都不相信 这时 虚空中传来一道细血声 唉 堂堂魏武帝国皇主 居然让摇池圣帝弟弟子淫乱后宫 魏哲 我看你不如拿出白铃 上吊自杀算了 魏哲 魏腾脸色骤变 抬头朝空中望去 只见一人 一吐 飘浮在头顶千米之上 一袭白一翩翩 亮瞎了两人的太金眼 只见他缓缓落下 强大的气势 逼得他们节节败退 你是何人 风九幽仿佛一片汪洋大海 拍打着他那颗不安的内心 压抑 难受 我是灭你魏武帝国的人 一道冰冷的声音 从风九幽嘴里传出 宛若万年冰晶一样冷 夹杂着无穷的杀鸡 你 你真不怕摇池圣帝弟子灭了你 太子魏腾 硬着头皮 对着风九幽训斥道 呵呵 风九幽回头看了看皇宫后院 嘴角露出一抹讥讽的笑容 就凭这几十个 霍乱你后宫的秀道败类 只需一见 两人脸色面如猪肝 露出不幸的表情 小子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赶来我卫武帝国皇宫 注定你死无葬身帝 来人啊 给我拿下贼人 魏哲吻了吻心神 他不信一个突然出现的毛头小子 能抵得过自己的禁卫军 能抵得过摇池圣帝的骄子石墙等人 大大大 上万禁卫军手持长枪 把风九幽团团包围住 只等皇主一声令下 立刻让风九幽命丧于此 杀了他 禁卫军刚准备动手 风九幽一个360旋转 隔空一掌 庞大的气势从中央弥漫开来 啪啪啪啪 只听到耳光啪啪的声音过后 一万个禁卫军 全部化作血雾 飘散在空中 什么 两人呆若目击 被风九幽吓得半死 你究竟是谁 风九幽冷冷地看着位者两人 两人背后直冒冷汗 脚步不停使欢 要不是为了自己的皇族威严 早已摊在地上 老大 他们背叛大罗圣帝 居然问你是谁 两个傻子 站在你们面前的可是大罗圣帝第一人 风九幽 嗯 我老大 什么 两人怎么可能没听说过风九幽 前圣主的孙子 五年前杀上瑶池圣帝 灭了弟子弟丧 你 你真不怕骄子石墙等人 魏哲 魏腾知道自己凶多吉手 临死之前 不忘抬出骄子石墙威胁起风九幽来 呵呵呵 你们以为魏武帝国远离大罗圣帝 与摇池圣帝相邻 就以为高枕无忧了 你们认为 那个狗屁骄子石墙 就能保住你们 只能说 你们很傻很天真 这时 皇宫后宫传出一道愤怒声 谁敢对我摇池圣帝无脸 我石墙撕碎他 第九十九章 乾隆殿灭亡 魏武帝国皇宫内 石墙等摇池圣帝弟弟子 停止了忙碌 纷纷杀了出来 气势汹汹地 瞪着风九幽 小子 就是你在辱骂我等 石墙衣衫不整 脸上多了好几道草莓印 眼神中却多了一丝杀鸡 呵呵 石墙 你可以去死了 风九幽使出掌印世界 虚空一抓 强大如龙的石墙 瞬间被一个虚影大手掌抓了起来 这 石墙的同门师弟们 脸色骤变 杜结晶后期的骄子石墙 强大的巨石神体 居然被人当小孩一样 给捏了起来 他怎么会如此之强大 他们之前一直跟着石墙 在各种秘境历练 根本不认识风九幽 要是知道他五年前 以神藏镜灭杀子府 元神 估计就不会如此惊讶了 你放我下来 有本事一对一 背后偷袭算什么本事 石墙伸长脖子 红着脸 脸面全部丢光了 风九幽使出那招掌印世界时 他根本无法反抗 很轻松地被对方给捏住 漂浮在空中 石墙 你可以去死了 风九幽手掌一捏 空中的石墙瞬间爆成血雾 连同元神一起被捏爆 不 惨叫声飘荡在虚空后 吓得地上的摇池圣地弟子 瑟瑟发抖 该你们了 风九幽冷漠地看着众人 那双无情的双眸 宛若来自地狱的魔王 散发的寒意 令人顷刻间坠入深渊 不我们是摇池圣地弟子 你敢与我们摇池圣地作对不成 处于极度压迫的弟子们 搬出他们的背景来 不过 说完这句话后 顿时后悔起来 他要是害怕摇池圣地 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更不会灭杀石墙胶子了 摇池圣地 五年前我可是杀了你们八个神体 一个弟子 我会怕 什么 摇池圣地一片死灰色 原来他就是五年前那个恶魔 一个让摇池圣地年轻一代 发出的风九幽 风九幽也不管他们如何震惊 手中常见一挥 喝道 一剑逍遥 光 刹那间 天空时日横空 烈日光线落下 整个卫武皇宫被光芒笼罩 高达一千度 一万度的温度 弥漫在皇宫之中 每一束光 都超越了自然的伪力 每一丝火 都代表着光对人类的惩罚 啊 皇宫内无数惨叫声响起 那些低境界的妃嫔们 顷刻间化为灰烬 而 卫世一脉 全部受到了 十日横空的特殊对待 身躯化为灰烬 元神被灼烧足足半个时辰后 才被烧为灰烬 至于摇池圣地的弟子们 全部在光束的洗礼下 彻底羽化灯仙 死的不能再死 连元神一起被火化掉 风九幽 你是恶魔 魏哲 魏腾眼中充满了恐惧 还有深深的后悔 一失足成千古恨 没想到风破天 风不悔飞升后 他们的后人风九幽 更加残暴 更加无情 这就是背叛大罗圣地的下场 魏哲 魏腾 做错事就得付出代价 你们去地狱忏悔去吧 手指化剑 轻轻一划 处于呆滞的两颗头颅 冲天起 一股血泉喷洒 化为灰烬的皇宫 成了他们最后的记忆 乾隆殿 玄天大世界顶级二流门派 为四殿之首 曾经在大罗圣地的招呼下 如鱼得水 发展得蒸蒸日上 甚至乾隆殿的殿子 都能到大罗圣地进修 然而 整个曾经大罗圣地的附属势力 却公然投靠了百花圣地 不仅如此 还配合百花圣地 掠夺大罗圣地的灵矿资源 公然意志反叛 乾隆主峰 电子白巷子 盘坐在聚灵石上 体外出现武器朝圆之景象 一呼一息间 身体宛若金鱼溪水 周围五公里的灵气疯狂涌入 片刻之后 他睁开了双眸 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来 我的白云倒体 即将小成了 突然 他感觉到一道寒意从背后传来 回头一看 只见一人 一吐完味地看着他 心中大惊 他出现在自己背后 自己修炼了这么久 居然没发现 要是谋害自己 岂不是分分钟钟的事 你是何人 白巷子冷冷问道 杀你的人 嗯 准确说灭你乾隆殿的人 风九幽风清云淡说道 仿佛灭一个二流门派 跟宰一只鸡 没事没两样 白巷子脸色黑了下来 嘴角露出一抹杀意 就凭你一人 还有一个畜生 吞天吐放下手中的胡萝卜 一脸凶恶地看着白巷子 仁宠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你各处 吞天吐瞬间消失在原地 一道白影围绕着白巷子转动 只听到啪啪啪的响声后 一个猪头脸大的男子 屠服在地 惨叫起来 啊 牙齿被打落 脸上多了几十道巴掌印 原本帅气的白巷子 头发散落 鼻青脸肿 彻底被吞天吐给整了容 白巷子恐惧地看着吞天吐 他打他时 每一巴掌都带着领域之力 兔子的巴掌打来 可就是无法躲避 心中的畏惧 占满了心房 对一人一吐恐惧起来 人宠 本兔王的巴掌 可满意否 不满意 本兔王接着操练你 吞天吐从储物界 摸出一根烤羊腿 大块躲移起来 你 白巷子趁着吞天吐吃羊腿之际 偷偷捏碎了符咒 风九幽瞥了一眼 并没有阻止他 反而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几个呼吸的时间 乾隆殿一众高手腾空而来 当他们看到躺在地上的白巷子时 顿时勃然大怒 混蛋 你们两个畜生 居然敢来我乾隆殿撒野 你们会得不耐烦了吗 执法大长老 前途火冒三丈 对着风九幽破口大骂 甚至拔出了长剑 背叛主人的狗 只有杀之 风九幽冷漠地开口说道 一股强大的气势澎湃而出 微压压的众人抬不起头来 有了一种跪地沉浮的气场 你 你是风九幽 大罗前任圣主之孙 乾隆殿殿主千少君 脸色惊变 他发现风九幽有点眼熟 突然想起了 十年前去大罗圣帝朝拜时见过他 尽管他已经长大了 但那帅气无比的容貌 无论如何也遮挡不住 事与不事重要吗 千少君 敢背叛大罗圣帝 我要你乾隆殿灭亡 风九幽腾空而起 苍穹剑一出 天地变色 一股难以匹敌的力量 从天而降 一箭逍遥 于 请客间 乾隆殿上空风云大作 电闪雷鸣 紧接着 无数羽笛从天而降 乾隆殿上空 弥漫着一股蔑视的气息 剑气化羽笛恐怖至极 这已经超越了 先级攻法的范畴 乾隆殿殿主千少君脸色惊变 取出乾隆盘 激活乾隆护宗阵法 一道弧形的气罩 徐徐升起 把乾隆殿给保护得密不透风 所有乾隆殿弟子取出兵器 严阵以带起来 然而 雨滴落在气罩上出现痴痴痴的声音 他们认为牢不可破的护殿大阵 此刻 却在雨滴的侵蚀下 逐渐被破坏掉 不好 护殿大阵要破了 大家准备 誓死护佑乾隆殿 灭杀魔头风九幽 第100章 清算玄宝阁 灭杀天骄 上 乾隆殿上空 剑气化雨滴 重若千君 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落在护殿大阵上 一个呼吸 两个呼吸 五个呼吸后 肩不可摧的护殿大阵 被雨滴破坏的千疮百孔 咔嚓 护殿大阵被毁 无数雨滴哗啦落下 绝望 恐怖的气息 弥漫在乾隆殿弟子的心里 护断 保护 长老以上 跟我灭杀魔头风九幽 千少君怒喊道 百余民高手冲天起 朝风九幽杀去 然而 还没等他们腾空而起之际 地上的弟子 纷纷惨叫起来 啊 撕心裂肺 宛若阎罗的催命符 无数乾隆殿弟子 纷纷倒在地上 化为虚无 一剑逍遥 于 那是夺命的剑气 更是屠戮生灵的存在 不 千少君 白巷子等人 彻底心寒了 成千上万的弟子 在他们眼前化为虚无 这是乾隆殿之伤 也是乾隆殿背叛 大罗圣帝应得的下场 魔头 我要杀你 千少君率先士卒 身穿仙甲 手持乾隆脊 使出乾隆殿传承战法 乾隆不毁朝空中的风九幽杀去 身后跟着长老以上强者 纷纷持剑 打出剑气 迎着雨滴杀来 风九幽淡然一笑 那些未穿防御仙甲的长老们 面对剑气化雨滴 根本无法抵抗 体外的仙气护体 顷刻间被雨滴破坏 摸入体内后 整个人瞬间化为虚无 啊 空中响起数道惨叫声 惹得千少君杀气滔天 不灭风九幽 誓不罢休 乾隆不毁随着乾隆脊杀来 风九幽横眉冷对 一巴掌掌印世界拍下 一道巨大的手掌 虚影一掌抓破枪气 抓住乾隆脊 顺势带着强大的力量 落到千少君身上 碰 乾隆殿第一高手 渡截近巅峰的千少君 像一只蚂蚁一样 被狠狠地拍进大地里 千少君狂吐了一口惊血 环顾一下四周 发现除了电子白巷子之外 其余的弟子 长老 护法等人全部死绝 热大的乾隆殿 被风九幽一人图得干干净净 存在玄天大世界几十万年的乾隆殿 就这样在他手中给断送了 无尽的悔恨写在脸上 千少君心在滴血 人在入魔 啊 千少君仰天长叫 整个人发生了剧烈变化 双眸心红 头顶直冒黑气 他为了报仇 直接逆转仙灵之力 堕入了魔道 风九幽 是你逼我的 我要吃你肉 喝你血 我要灭了大罗圣地 千少君魔气环绕 整个人气质大变 比生命禁区的邪魔 也不成多让 他转身一把抓住白巷子 吓得白巷子瑟瑟发抖 电竹 是我呀 结结结 白巷子 成全我吧 在白巷子绝望中 千少君一口咬断了白巷子的脖子 那双魔手 插入了白巷子的丹田 一把抓出了他的原神 吞了下去 巴唧巴唧的声音 诡异地响了起来 老大 下面这个死老头 居然吃人的原神 好恶心啊 要不 让我把他给吃了吧 吞天吐舔了舔嘴唇 脸上浮现出一丝贪婪的表情 仿佛此刻的千少君 是他心中最美的食物 好 交给你处理 风九幽收回了苍穹剑 静静地看着千少君吃人的模样 心中鄙夷起来 杀 杀 杀 吃完白巷子原神 精血的千少君 气势大涨 已经达到了斩刀镜的实力 可谓恐怖到了极点 不过 通过入魔暂时提高实力 一刻钟后便会恢复原状 自身的境界会掉落一大境界 甚至是永久性地无法再突破 魔器傍身 冲天来 正打算使出绝世战法 亲手涂了风九幽的千少君 突然脸色大变 白色的吞天兔 此刻 已经成了一只巨大 红色的吞天兔 只见他 张开巨大的嘴巴 对着他一吸 一股他无法抗衡 无法抵挡的气息包裹着他 身上的骨头寸寸断裂 内体的血液不受控制 从皮肤中溢出 化作血丝 纷纷没入吞天兔的大嘴里 不 千少君绝望了 原本以为入魔 便能守任风九幽 没想到他身边 居然有一只如此恐怖的妖兽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千少君体内的精血 全部被吸得干干净净净 体内的元神也不受控制 被他吸了出来 无论他如何疯狂挣扎 甚至瞬移 都无法逃脱那张巨嘴 我好恨 巴唧巴唧 吞天兔满意地拍了拍肚子 一脸妖功地看着风九幽 老大 我已经搞定了 我厉不厉害 风九幽白了他一眼 说道 你居然把人类当饮料喝 你恶心死我了 吞天兔傻眼了 虽然不明白 风九幽说的饮料是啥 但清楚他所表达的意思 尴尬地捞了捞兔头 惭愧说道 老大 我是不会吃人的 只会吃那些入魔的人 或那些邪魔 老大 你放心 我是一只正义的吞天兔 从来没吃过一个人类 风九幽眉头一挤 说道 千少君不是人 吞天兔瞪着大眼睛 上下打亮了一番风九幽后 一本正经说道 入魔的人 那算人吗 连畜生都不如 玄宝阁 坐落于与南狱 妖月圣地交界的玄月风 他 曾经是大罗圣地的丹药 灵草 仙草培之基地 是大罗圣地最重要的下属门派之一 也是唯一一个玄天大世界 专门经营丹药 宝物的门派 不过 玄宝阁在妖月圣地的诱惑下 背叛了大罗圣地 投入了妖月圣地的怀抱 玄宝阁上空出现一阵涟漪 一人一吐 从虚空中穿了出来 风九幽冷冷地看着下方热火朝天的景象 嘴角露出一抹凶狠的沙翼 庞大的沙翼冲天而降 惊得下方玄宝阁修道者们大惊失色 纷纷朝天空望去 玄宝阁阁主花满星 脸色脸色骤变 空中那人 不是大罗圣地前圣主之孙风九幽吗 他难道是来报复玄宝阁的 他瞥了一眼 正在做客的妖月圣地弟子天骄 一头娇容 弟子 我们的合作 可能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弟子天骄放下手中的茶杯 不悦地看了一眼花满星 咧嘴道 莫非花阁主在害怕天上那人 要不 让本弟子一口把他给吞了吧 一道不屑一顾的眼神 昭花满星扫去 随即 整个人消失在大厅里 小子 你敢在玄宝阁放肆 瞬息间 天骄出现在半空中 与风九幽隔空相望 咦 哪里来的尼秋 老大一会儿 给我做舌羹吧 吞天兔双眼闪过一丝贪婪 忍不住舔了舔舌头 他可是 好久没开婚了 而眼前这条蛟龙 正适合拿来做蛟龙羹 报仇 烧烤 都是一级棒 好 风九幽一口答应了下来 两人的无视 气得天骄肺 都快炸了 混蛋 死兔子 等会我非把你皮扒了做衣服 火烧兔肉吃 还有你这个找死的人类 敢在本天骄面前叫嚣 死了 天骄手掌一挥 一道水球化作做条龙 朝风九幽吞天兔杀来 风九幽瞥了一眼吞天兔后 顺移到吞天兔背后 直接把吞天兔搞弄圈了 他的小嘴突然变成血盆大口 一口吞了攻来的水球 拍了拍肥肥的肚子 扭头看了看风九幽 疑惑道 老大 你这是干嘛 一个破水球也把你吓住了 风九幽拍了拍吞天兔的后背 沉声道 老大累了 休息一会儿 交给你去处理吧 我允许你把天骄这个畜生给吞了 吞天兔眼睛一亮 露出贪婪的表情 摇了摇兔头 说道 吞一条大泥丘 太欣慰了 我建议把它烧烤了 再蹲一锅泥丘羹 好 你负责扒皮抽筋 我负责煎炒烹饪 第101章 清算玄宝阁 灭杀天骄 下 天空中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一只胖兔兔 一口吞掉天骄的水球 不但让天骄猛圈了 更让地上的玄宝阁众人 看得目瞪口呆 妖月圣地的天骄 杜结镜巅峰的存在 被誉为妖月圣地 最有希望进化为神龙的后背 他的无敌攻击 居然被一个兔子给吃了 阁主 这个兔子是何方鬼怪 居然能吃别人的公鸡 花满星身边的玄宝阁 第一格子秋玉 脸上露出惊恶的表情 问了起来 花满星摇了摇头 脸上闪过一丝凝重 心中隐约不安起来 树的影 人的名 风九幽可不是一般人 连他的受宠都如此恐怖 要是他出手 天骄还能挡得住吗 玄宝阁能挡得住 他的雷霆幕火吗 不由得想起 投靠妖月圣地 是不是做错了 原本以为风破天 风不毁 南宫雪飞升后 大罗圣地实力会降低一半 沦为五大圣地最弱的一个 没想到 风九幽突然横空出世 在大象城灭杀了 上万四大圣地的弟子 这给他敲响了丧钟 甚至会给玄宝阁 带来毁灭的打击 秋玉 安排一下真传弟子们 通过小世界撤离吧 从此以后 千万不要再回玄天大世界 花满星说完后 秋玉脸色大变 金鹅问道 阁主 当真要走到这一步 玄宝阁在玄天大世界 存活了上百万年 居然要放弃祖地 去小世界狗活 这让他们如何能接受 以防万一 玄宝阁不能在我手上葬送掉 花满星下定决心 力声道 不容秋玉反驳 好 秋玉转身朝玄宝阁内阁走去 半空中 天骄一脸暴怒地瞪着吞天兔 不但被一只兔子 吞了自己的攻击 还敢缠他身体 居然厚颜无耻说 要把他用来做烧口 熬蛇羹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你们两个该死 天骄瞬间化作 一头墨绿色的蛟龙 龙鸣不断 摆动着巨大的龙尾扫来 空气瞬间变成真空 音爆声不断响起 尾巴甩出的力量 超过了几十万斤 哇 老大 他变身了 不过 一身绿油油的 看上去好丑啊 你说他的肉 会不会很臭 做烧烤很难吃 吞天兔视若无睹 对着变身后的天骄点评起来 嗯 修炼了几千年的蛟龙 多顿一会儿就好了 大不了老大十日横空 用十个太阳 来做烧口 如何 感情好啊 吞天兔看着甩来的龙尾 伸出爪子 虚空一滑 天空被划破了一道口子 那条龙尾 被瞬间划断 鲜血如倾盆大雨 散落到玄宝哥广场上 喷得众弟子龙血淋头 啊 天骄传来一声惨叫声 他那几十米长的尾巴 此刻正被吞天兔抱在身上 下方弟子被吓傻了 那只兔子太恐怖 只轻轻一划 不但天空出现一道裂缝 连天骄的龙尾都被他划断了 天骄断尾后 整条蛟龙坠下 砸进了玄宝哥丹药阁楼 碰 一阵地动山摇 扬起一片灰尘 可怜的丹药阁楼 被炸得稀烂 里面存放了海量的丹药 全部毁了 花满星此刻心在滴血 无数长老们 眼神黯淡下来 那里面 可是玄宝哥几十万年以来的珍藏啊 老大 好大的欣慰啊 给你 吞天兔嫌弃的 人给风九幽 他身体一晃动 一道白光掠过 朝着下方天骄追去 该死的兔子 我要月圣地不会放过你的 天骄发出雷鸣般的惨叫声 那凄惨的模样 吓得玄宝阁 众人呆若母鸡 连腰月圣地的弟子天骄 都打不过那只人畜无害的兔子 更别说 他们这种炼丹门派 切 不放过 正好把他们 全部做成烧烤 恐怖的声音 从他头顶传来 吞天兔流出了一道 长长的口水丝线 贪婪地看着他丹田出的妖元神 你你不要过来 默然 天骄施展蛟龙大法 一片血雨飘起 朝吞天兔浇灌而来 趁此机会 他体内的妖元神 脱体而出 朝空中瞬移而逃 死兔子 跟本龙等着 我不报此仇 是不 狠话还没说完 天骄彻底傻眼了 空中一个屏障 不对 一个透明的牢笼 出现在他头顶 无论他如何瞬移 都无法离开这个牢笼 此刻 他害怕了 恐惧全部写在那个三寸元神脸上 你 你想干嘛 风九幽如沐春风 缓缓朝他飞来 吓得他嗷嗷直叫起来 我干嘛 你猜 风九幽 进入化地围牢后 庞大的窃取之力 疯狂吸收天骄的 元神的神魂之力 啊 求求你放过我 我愿意做你的奴隶 才一会儿的时间 天骄的元神小了一大圈 再持续下去 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便会烟消云散 彻底从这个世界灭亡 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 奴隶 我不需要 你还是去死吧 体内的先天倒胎元神 睁开双眸 小嘴用力一吸 天骄的元神 瞬间淹了下去 逐渐雾化 最终带着不甘消散 在化地围牢里 老大 你太过分了 我的猎物啊 回到天空中的吞天兔傻眼了 好不容易带住一个 杜结镜妖兽的元神 居然被风九幽给吸光了 半点汤也不给他流 流氓兔 下次留给你 风九幽摸了 摸吞天兔那张哀怨的脸 一脸细血地看着地下的花满星等人 花阁主 你们准备好了没 我送你们去见天骄 风九幽手中的苍穹剑 抬手举了起来 至尊级盗兵散发的气息 让他们内心产生了恐惧感 剑未动 心已碎 无数低境界的弟子们 纷纷摊倒在地 根本无法抵抗 苍穹剑散发的气息 盗兵 沾了大道的武器 称之为盗兵 一柄盗兵 可让吴上天众多先门疯狂 杀戮 血染青天 对于玄天大世界的低境界 修道者来说 仅仅他施法出来的一丝大道气息 便能让他们彻底废掉 你 你不能这样做 花满星盯着道兵的气息 硬着头皮说道 看在我玄宝阁 曾经为大罗圣帝 呕心沥血的份上 求求你放过我玄宝阁弟子 花满星环视了一圈 哀怨不断 倒地吐血的玄宝阁弟子 哀求起来 花满星 花阁主 背叛大罗圣帝者 只有死 我不会允许背叛者存活于世 剑轻轻一挥 最轻轻一念 一剑逍遥 光 时日横空起 烈日当空照 光束落下 温度百倍 光芒笼罩在玄宝阁上 请客间 大地融化 平台楼械烽火燎原 惨叫声不绝于耳 短短一个呼吸间 玄宝阁处于一片火海中 不 花满星彻底后悔了 只恨自己为什么要背叛大罗圣帝 因他一人 葬送了 玄宝阁上万人的性命 他是玄宝阁的罪人 罪不可恕之人 火焰从他头烧到脚 他没有啃声 忍受着烈日的考赤 只为自己的背叛赎罪 片刻之后 他同玄宝阁弟子 化为了灰烬 没入大地 帝英 已经五年零七个月了 也该取你性命了 风九幽朝摇池圣帝方向看去 嘴角低沉道 第102章 摇池圣帝之商 开始 摇池圣帝 人心惶惶 自从风九幽在大象城 屠灭四大圣帝弟子后 围攻大罗圣帝的大佬们 纷纷赶回圣帝 害怕风九幽暗中杀来 他的凶残度 远超其覆风不毁 成为当时第一凶狠之人 负责外务事务的长老 硝烟急冲冲走进大殿 看到上座的莫斯海等大佬后 拱手道 圣主 大事不妙 根据外事务传来密报 风九幽已经灭了 背叛的两个帝国 两大二流门派 预计 下一步就会杀到我摇持圣帝来 大殿上方 莫斯海与莫凡等五位活化时 脸色难看起来 早知道此子如此暴力 五年前就应该举全圣帝之力 灭杀他 没想到五年后 养虎为患 几位老祖 需要启动斩道神兵大摇剑吗 莫斯海皱了皱眉头 建议起来 启动吧 复义 复义 五个大佬纷纷同意动用大摇剑 可见他们 对风九幽恐惧到了何种程度 圣主 老祖们 你们不觉得风九幽很奇怪吗 地营一身绿裙 眼中闪过一丝阴霾 有何奇怪 众人疑惑到 纷纷朝地营看来 作为摇持圣帝天赋最强的弟子 他的意见 基本上都会被他们采纳 一个大罗圣帝未觉醒的垃圾 居然短短五年多时间 可以灭杀杜杰境巅峰的存在 这可能吗 地营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闪烁着 散发着异于常人的智慧 众人顿时将驻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们一直没有去想 风九幽为何战力如此之高 神葬境的时候 能灭子斧境 原神境 现在达到了杜杰境后期 可以轻松灭杀杜杰境巅峰的存在 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妖孽之人 就算弟子再厉害 最多只能越战两大境界 这还是在修炼最顶级的功法 拿着极品仙气的情况 而 像风九幽这种没觉醒天赋的人 怎么可能做到 难道 他被一个上界大能夺射了 朴旭老祖 摸了摸那长达几十厘米的胡须 惊讶道 地营摇了摇头 否认道 要是风九幽被夺射 风家人会看不出来 那是什么原因 灵雪老祖 疑惑问道 地营嘴角微微抽搐 眼睛闪过一道光芒 说道 只有一个原因 他早已觉醒了非常厉害的体质 比如传说中的先天大道体 又或者远古传说的先天无瑕混沌体 什么 一众大佬惊愕起来 露出了恐惧的表情 如果是先天大道体 这种顶级体质 修炼速度达到这种程度 自然说得过去 如果是后者远古传说体质 那 众人眼睛一亮 纷纷看着地营露出满意的表情 圣主 各位老祖 无论风九幽是不是远古传说体质 只要我们说他是 他就是 秒啊 此记甚好 风九幽 他就是先天无瑕混沌体 莫斯还猛然拍了拍大腿 露出兴奋的表情 整个人顿时精神起来 硝烟 对外宣布 风九幽乃无上天追杀的先天无瑕混沌体 让玄天大事件 沸腾起来吧 硝烟脸色大喜 拱手道 是 他转身便离开 帝盈 你真不会是我摇持圣帝的女诸葛啊 摇持圣帝有你 来我摇持圣帝之大幸 莫斯海对着帝盈赞不绝口起来 帝盈不仅天赋冠绝摇持圣帝 连智商也碾压众人 圣主 这是帝盈应该做的 风九幽杀我地丧师兄 我打穿九天十地 也不会放过他 帝盈双眸 闪过一丝杀机 四年时间 他在圣帝加速阵法中 修炼了四百八十年 吞服了圣帝提供的大量丹药 终于达到了洞 虚静巅峰 在他突破渡截境时 风九幽 那个心魔 差点让他生死盗销 不是普须劳 祖赐于他心魔万象丹 他前不久渡截时 必然死于雷劫之下 一想到当时的雷劫 心中对风九幽的杀意 刻入了骨子里 按理来说 度洁净的雷劫 根本不会产生心魔 只有杜斩道静才会出现 自从被风九幽退婚后 风九幽变成了 他挥之不去的噩梦 恨不得食他肉 和他血 加上风破天等人 飞升无上天后 那颗复仇的种子 终于开始行动了 策返大罗圣帝 二流门派 帝国 幕后都出自他的手 而这一次 让风九幽冠上 先天无暇混沌体 可谓绝户之计 要让风九幽成为 全玄天大世界的公敌 要让他成为 三千大世界的猎物 甚至成为 无上天道公 先公的眼中钉 肉中刺 借助大能的势力 来灭杀他 罪毒负人心 古人成不欺世人也 正当众人深度谋划时 一道恐怖的声音 从圣地外传来 帝英 本公子前来杀你 速度出来受死吧 帝英脸色大变 这个熟悉 又讨厌的声音 五年零七个月后 再一次在耳边响起 他做梦多想杀的男人 一个原本属于 他道旅的男人 莫四海 莫凡等人眉头紧锁 瞥了一眼帝英后 说道 帝英 你先进入秘境中去 我们去会一会 这个小恶魔 莫凡手中 多了一把斩道神兵大摇剑 领着五大活化石老祖 顺移至摇池圣地大门处 风九幽 我摇池圣地 是你能来放肆的吗 圣地扇门 大肠老东方白 被气得火冒三丈 五年前 南宫雪领着风九幽杀上 摇池圣地 让摇池圣地 脸面无存 没想到五年后 他再一次单枪匹马 杀到摇池圣地来 真当他摇池圣地 是泥巴湖的吗 他的话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呵呵 东方白老狗 速度让地赢 还有那个墨什么来的 对了 灭绝老婆娘 给我滚出来 风九幽悬浮 在半空中 一边叫肖道 一边跟吞天兔抢肉吃 那画面完全把摇池圣地 当成了旅游圣地 对了 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 我要破了你们的乌龟阵 让九天之火天降 摇池圣地 要是烧坏了 摇池圣地的花花草草 就不要怪我了 摇池圣地的弟子们 心中的那个梦魇 又来了 所有人面面相去 不知所措 大肠老脸色黑了下来 对着旁边的弟子示意后 怒视半空中的风九幽 风九幽 这次没有风破天撑腰 我看你 如何在我摇池圣地嚣张 拿起你们的刀剑 灭了 东方白话音未落 莫四海带着莫凡等 五个活化石 顺移至大门处 圣竹 众人纷纷行礼道 嗯 莫四海抬头看着 嚣张的风九幽 脸上杀鸡在线 手中的大摇剑 指向风九幽怒道 黄口小儿 还不速速下来受死 风九幽拍了 拍吞天兔的肚子 问道 流氓兔 下面那个老头 交给你处理 随便把那柄 斩道下品神剑 给我抢过来 吞天兔一口 吞下妖兽肉肝 婉拒道 老大 你真把我当成了打手吗 让本兔王欺负一个老头子 你礼貌吗 老大 干脆你 放出化地围牢 把这个死老头关进去 让他坐牢五千年 嗯 要不五万年 再放出来 两人在那里 对着莫四海事 若无人的点评起来 气得莫四海费 都快炸了 无耻小儿 羞得侮辱圣主 那命来 第103章 九幽怒 摇池图 上 莫四海被封九幽 吞天兔当着摇池圣帝 上万人面前 公然羞辱 这不仅仅是羞辱圣主 那么简单的事 是连整个摇池圣帝 都踩到脚下 弟子 长老 骄子等早都忍受不了 纷纷拿起长剑 捏碎防御大阵符咒 出现在半空中 朝封九幽杀取 你们快回来 莫四海脸色骤变 没想到弟子们 居然这么沉不住气 你们哪里是封九幽的对手 可惜 他的命令太晚 几十个摇池圣帝 弟子刚出手 剑气 剑士刚爆发 风九幽手中的 风云刀横天一批 念叨 天下无双 斩破苍穹 虚空出现一道口子 白光照耀天穹 一道刀势 铺天盖地落下 下方的剑气 剑士瞬间被瓦解 他们露出惊恐的表情 映入眼帘中的是一道光 一道无敌的光 牢牢锁定他们 宛若被封印一般 不 手起 刀落 光起 头落 数十个洞虚境 肚结尽出弟子 瞬间脑袋滚滚 血染青天 刚破体而出的元神 还没来得瞬移 吞天兔一口全部吸到嘴里 巴唧巴唧地吃了起来 流氓兔 你公然抢你老大的猎物 披痒了吗 风九幽刚准备 让先天倒胎元神 吸收元神之力 没想到 被吞天兔给截糊了 吞天兔拍了 拍打宝格的肚子 一脸笑呵呵 看着风九幽 老大 你说过下次的元神提给我吃的 你可不要耍赖 风九幽白了一眼吞天兔 撇嘴道 几十个元神 一口下肚 你的胃口可真好啊 流氓兔 这个可要多加钱哦 吞天兔一头雾水 不太明白风九幽的话 疑惑道 怎么个多加钱 下面的阵法 还有那些 弱姬都交给你处理了 这几个老不死的留给我 莫四海 莫凡 朴须等五人 脸色黑了下来 风九幽 我摇池圣地 与你不死不休 启动摇池圣地 护踪大阵 长老以上 跟我一起杀了这两只邪魔 莫四海再也无法冷静了 风九幽 再一次挑战了他的底线 至于跟地影谋划的 三千大世界公敌 此刻他也管不了那么多 再让风九幽继续下去 摇池圣地 会彻底沦为 玄天大世界的笑柄 甚至还会造成人心惶惶 士气跌落 出现叛变的情况发生 他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不相信 凭借上百名的杜杰进高手 拿不下风九幽这个恶魔 莫四海话音一落 摇池圣地第二重护踪大阵启动 一道弧形的气罩笼罩上天空 宛若栩栩如生的彩虹 在天空中美轮美奂 紧接着 莫四海带着五大活化石等 上百名杜杰进高手 杀了出来 上百名杜杰进高手的气势 盘旋在摇池圣地上空 下方的弟子士气高涨 热血沸腾起来 都师兄 我不相信风九幽这个魔头 能在一百多名师叔 师祖们手上还能活下来 那是当然一个小小魔头 他能在我摇池圣地翻起浪花 那是做梦 你们猜 师叔 师祖们几招灭吊风魔头 我猜三招 一招 飞剑腾空 剑气飞红 上千道剑气 铺天盖地朝风九幽 吞天吐杀去 那剑气 刺破长空 威震玄天 那剑气 斩断江河 气吞云天 这是摇池圣地几百万年来 从未出现过的奇观景象 一百多名渡截境高手 同仇敌忾 气吞山河 纷纷使出自己的本命战法 老大 本兔王刚吃完 有点累了 交给你处理 我睡会觉来 话音刚落 吞天兔躲进了魔龙洲 潜入虚空中 弄得风 九幽一脸蒙圈 卧槽 流氓兔 你不出宫 也不出力 等会的元神 你想都别想 老大 不要啊 大不了 我驾驶着魔龙洲 撞死他们如何 吞天兔闪了出来 提出了一个 最轻松灭掉 莫四海等人的主意 风九幽摇了摇头 手掌风云刀 顺势一斩 喝道 天下无双 斩断乾坤 苍天再次开了一个大口子 一道长达上百米的刀缸 划破天际 朝攻来的上百道剑气劈去 碰 震龙玉尔的声音 在半空炸响 气势恢红的剑气 瞬间被瓦解 惊得众人 下巴掉了一地 这 一百多名渡截境傻眼了 攻击居然被他一刀给斩灭 圣帝内观战的弟子 露出惊恶的表情 似乎对刚才的一幕 提出了质疑 要不是因为双方敌对 他们都怀疑 圣帝大佬们在打假战 一百多度捷径高手 一百多道剑气 而且是分分钟钟 打爆山川河流存在的大能 居然被对方一刀给斩灭了 难道他手中的那柄刀 是斩道极神兵 莫四海与莫凡等人对视了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不安 风九幽手中那柄武器 断然不会是斩道极神兵 那是超越斩道极神兵的存在 攻击阵法出动吧 莫凡等人点了点头 各位长老们 出动大周天剑阵 灭杀风 九幽此邪魔 刹那间 一百多人按照大周天分布 组成摇池圣帝最强大的攻击剑阵 据说 此阵法可以发挥出度 捷径最低实力的一百倍攻击 可以把天穷给打碎 可实际上 受到玄天大世界天道的限制 是不可能超越玄天天道允许的实力存在 否则 整个玄天大世界早被摧毁了 不过 一百多人组成的大周天剑阵 实力已经达到了 斩道级别 可以说是摇池圣帝威慑 其他圣帝 最强大的保障 大周天剑阵成 天空中的剑气旋转起来 演化成一个星辰组成的巨剑模样 巨剑一飞 虚空变真空 恐怖剑气 在剑室的叠加上 气吞还宇 撕裂长空 白色的巨剑 发出声颤抖的声音 巨剑一挥 竖刀剑气落下 超越的杜杰镜的战力 朝封九幽杀来 封九幽眉头一挑 手中的风云刀 腾空而起 顺着手的动作 再一次劈下 天下无双 斩断虚空 天下无双 斩断乾坤 天下无双 斩断红尘 封九幽一连斩出三道天下无双 一道隐墨虚空 一道贯穿长空 一道直面剑气 请客间 刀翼 刀势 刀翼三合一 惊得悬天大世界 为之震动 惹得天道大发雷霆 刚睁开双眸后 发现是封九幽时 他再一次闭上了眼睛 装作不知道一样 卧槽 一百多名杜杰镜高手 自爆粗口 该死的天道 居然不管封九幽 他的攻击 明显超过了斩道镜 他居然装聋作哑 你可是正义的天道啊 你能不能再无耻一点 正当他们愤怒 埋怨天道时 心中突然发冷 气息从虚空中杀来 漠然 天下无双 斩断红尘 天下无双 斩断虚空 两道跨越历史长河的刀刚 杀了出来 他们根本无法抵挡 该死的封九幽 居然用一招刀刚 去攻击大周天剑阵的剑尖 暗中的两道刀刚 偷偷从虚空杀来 撤剑 大周天防御 莫斯海脸色骤变 大叫起来 第104章 九幽怒 摇驰图 中 大周天剑阵 顺势变阵 上百名度竭尽高手 剑回 呈十字形 剧剑变成剧顶 覆盖在他们身上 以杀阵变盾阵 然而 他们低估了至尊级盗兵 配合斩道极战法的威力 更低估了风九幽妖孽般的战力 斩断红尘 斩断虚空 两道刀刚落下 碰 两声巨响后 剧顶一阵晃动 不好 莫斯海手急眼快 直到大周天剑阵 便阵速度慢了些 根本无法抵挡住 两道毁天灭地的刀刚攻击 捏碎手中的大挪移符咒 大阵破碎的瞬间 一道光亮起 上百个度竭尽高手 瞬间挪移在十公里外 堪堪躲过那两道 蔑视刀刚的攻击 咦 风九幽诧异地看着 被瞬间挪移的众人 果真圣帝宝贝多啊 连上百人都能同时瞬移 看来必须使用神通配合了 杀 挪移后的摇尺圣帝众人 再次组合成大周天剑阵杀了过来 一只巨剑扶摇直上 剑间闪动 无数道剑气朝风九幽袭来 哼 紫霄神嘞 出来吧 言出法随 天空瞬间进入了黑暗 一片片乌云盖顶沉了下来 笼罩在摇尺圣地上空 下方的弟子们露出惊悚的表情 恐怖地看着半空中的风九幽 他居然能召唤雷电 劈啪 十道紫色雷电冲天而降 带着蔑视之意落下 巨剑欲雷电 瞬间被打成虚无 上百名渡截近高手 脸色骤变 准备再次蓄力发动攻击时 紫霄神雷降至人群中 电闪雷鸣 雷光闪烁 啊 恐怖的神雷 劈重渡截近高手后 肉身瞬间被摧毁 一个个元神疯狂逃窜 然而 吞天兔早已等候多时 趁着他们逃出的瞬间 一张巨口大力一吸 不 数十个元神惨叫起来 全部被吞天兔吞进肚子里 连转世的机会都给抹杀了 灭处 找死 莫四海等人 强忍一边紫霄神雷的攻击 一边使出 杀招攻向吞天兔 要是再让吞天兔吞噬下去 摇池圣地的渡截近高手 会全军覆没 莫四海等人 脱离大周天剑阵 盘旋于虚空之中 使出摇池剑法 宛若瀑布落下 吞天兔抬头看了一眼 大口一吸 剑气全部吞进肚子里 一脸细血地看着发狂的莫四海等人 猖狂地笑了起来 几个快入土的老头 昨晚是不是狂窑子去了 一点力气也没 我这里正好有大补的丹药 要不一瓶换一柄斩道神兵 很划算的 喂喂喂 你们礼貌吗 谁还动手 吞天兔瞥了一眼风九幽大杀四方 故意调戏莫四海等五个巅峰高手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虐出 你死定了 五人渐渐气对他无用 诧异的同时 互相对视了一眼后 瞬间消失不见 呦 玩不起 搞偷邪 吞天兔爪子一抬 朝着虚空划去 躲在虚空中的神刀老祖 被爪子划破了胸膛 一股鲜血喷了出来 整个人瞬间掉到地上 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这 原本打算继续偷袭的莫四海 莫凡等人 脸色骤变 风九幽这个该死的魔头 身边怎么跟了如此凶残的妖兽 这难道就是风破天 给风九幽留的后手 四人瞬间被吞天兔的 爆表战力给唬住了 脸上黑一块 白一块 四海 动用姚池君吧 四人瞥见 超过二百多个杜结晋高手 纷纷陨落 他们心在滴血 要是这上百名杜结晋高手 都死在这里 姚池圣帝即使能保住 未来连三流势力都算不上 分分钟钟被人灭了取而代之 莫四海拳头紧握 作为姚池圣帝最后的底牌 姚池君 虽然比不了大罗圣帝的金甲军 但也相差不是多大 姚池君足以威震四方 让众多一流势力 二流势力为之胆寒 好 他取出一个姚池君字样的令牌 按下姚池君三个字后 一道光柱从令牌上直冲云霄 在虚空中形成陡大的几个字 姚池君出 玄天沉浮 咦 风九幽刚打出一记天下无双 斩断乾坤后 发现莫四海偷偷启动了令牌 特别是虚空中的那八个大字 莫非姚池君 跟我大罗圣帝的黑甲军一样 风九幽眉头皱了皱 心中你那个疑惑起来 难道这个姚池圣帝排名第五 是在暗中藏桌 故意示弱 吞天兔见到被他唬住的四人后 偷偷回到了风九幽身边 老大 我实在不行了 先回莫隆州了 吞天兔吞服几十个元神后 一直未净化他们 他们一直在体内横冲直闯 搞得他肚子都快爆炸了 比一个怀胎时胞胎的女子肚子还大 看得风九幽直摇头 好 吞天兔躲进了虚空中 风九幽还有多种手段并没使用 作为地盘 藏桌他自然知晓 短短几个呼吸时间 上百名的杜杰镜高手 损失了超过三十人 这是姚池圣帝开宗立派以来 第一次被一个人大杀四方 杀得姚池圣帝一众高手 吓破了胆 当他们听到圣主出动姚池军后 纷纷感到庆幸 要是再让风九幽来几道刀钢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死在这里 下方 一个神秘石塔内 地营 灭绝两人脸色难看起来 第一次风九幽杀向姚池圣帝 他在闭关根本不知晓 而这次 他独自一人杀来 才一会儿时间 居然灭杀了几十名杜杰镜高手 要是换成他 他根本做不到一个人 面对上数十名杜杰镜高手 难道自己跟他的差距 永远也不能弥补了吗 墨移灭绝 更是一脸死灰 没想到风家三代一代比一代妖孽 一代比一代恐怖 玄天大世界 只要有风家的人在 没有人敢独霸玄天 他们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 压在无数绝顶高手的头顶 墨移 风九幽不死 我姚池圣帝毕灭 帝银沉重起来 就算他掷技如妖 此刻 面对飞风九幽那魔王般的身躯 大杀四方的战力 心中一片惆怅 是啊 要是她是我们姚池圣帝的女 灭绝发现自己说错话后 连忙闭上了嘴巴 帝银脸一片通红 一刀后悔快速闪过后 他双眸再次冷了下来 墨移 你觉得我需要跟监狱大世界的礼遇合作吗 你也觉得浑身一震 一脸震惊地看着帝银 帝银 当真要走到这一步 帝银点了点头 他知道 现在凭借姚池圣帝 很难拿下风九幽 以他对风九幽的了解 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五年前 一个小小的神葬镜 就敢杀到姚池圣帝 五年后 他已经达到了杜杰镜后期 比他恐怖了不知多少倍 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 他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就像他也一定不会饶恕风九幽一样 墨移 我只要做了李玉的道理 他便可让监狱大世界第一圣帝 无量圣帝帮我 甚至让我成为 玄天大世界之主的位置 墨移 玄天大世界之主的位置一直空缺 我也想让自己的体质再进化一步 否则 我这一辈子 都要活在风九幽的阴影下了 第105章 九幽怒 摇池图 下 灭绝脸色难看 一生叹息 李玉一直缠你身子 而且他在监狱大世界 有很多女人 是一个浪荡公子 你真愿意这样 帝盈眼中闪过一道恨意 看了看自己的身前 咬了咬牙 道 墨移 我只是利用李玉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是不会牺牲自己的身体 况且 在我的大梦倒体之下 就算李玉 也得沉浮在我的脚下 一道强大的气势 从帝盈身体爆发 帝盈脸上多了一丝自信 灭绝点了点头 从储物界里 摸出一颗神秘的丹药 递给帝盈 说道 这个丹药 是我曾经在三星仙葬获得 叫做傀儡通心丹 可以让李玉 变成你听话的奴隶 帝盈眉头一挑 露出一抹惊喜 他抬头看了一眼空中的风九幽 似乎打起什么坏主意来 帝盈 我建议你尽早跟李玉联系 早点控制他 早日推行 你说的全民公敌计划 灭绝看到帝盈 似乎在打风九幽的注意 提醒起来 他作为帝盈的护导人 十分了解帝盈的秉性 一个自私自利 以自己为中心的女人 发起狠来 会轻易让一个大世界 陷入毁灭之中 莫姨 你放心好了 风九幽 是我成为玄天大世界之主的绊脚石 我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帝盈再次看了一眼风九幽后 转身朝小世界大门走去 也不管摇池圣帝 接下来会不会被风九幽屠戮 他相信 只有保存有生力量 风九幽在不远的将来 必死无疑 半空中 风九幽已经摸出了苍穹剑 对于腾空而来的姚池君 脸色凝重起来 庞大的气势滚滚而来 在天空中凝聚成一道无敌的杀气 清一色的游动虚境巅峰 杜杰境中后期高手组成 别看他们境界并没多高 但是每一个都是经过千锤百炼 也不知道在那些中世界 小世界杀戮了多少人 姚池君们 站在你们前面的 就是玄天大世界最大的魔头 他要灭了我们姚池圣帝 你们说该怎么办 墨四海的声音盘旋在姚池圣地上空 鱼音绕梁 久久不消散 杀 杀 杀 上万人异口同声道道 一万道整齐的声音 宛若飞机在轰鸣 又如雷霆在劈啪 姚池君 铁血战阵 出击 姚池君统领墨血 长剑一挥 上万人血气上涌 于手中的剑出成了一个铁马踏山河的画面 空中变成了红色 强大的煞气弥漫 幻化成一匹恐怖的铁血战马 杀 恐怖的铁血战马 虚空一踏 虚空中泛起一阵阵涟漫 空间屏障被他一一踩裂 星红的双眸死死地盯着风九幽 朝他踏来 风九幽眉头一皱 看来必须使用法天相帝了 就算暴露了也无所谓 大不了把姚池圣帝给涂了 法天相帝 世界我主宰 肉眼可见 风九幽瞬间变成了一个几十丈的巨人 对着奔腾而来的铁血战马 铁血战役煞气凝聚的战马 顷刻间被踢散 甚至在虚空中出现一道荒芜之风 恐怖的朝姚池君吹去 莫四海等人脸色大变 风九幽居然还会掌控神通 这不是应该至尊静以上高手才能领悟的吗 他一个小小的渡截境 为何能使出这个恐怖的神通之术 地下大阵护佑的姚池圣帝弟弟子们 纷纷露出惊恶的表情 原本以为姚池君的铁血战阵 能轻易摧毁风九幽 没想到他居然能幻化成巨人 力量增加了一百倍不止 姚池君危险了 他们的担心成为了现实 风九幽扫碎姚池君凝聚的铁血战马后 施展咫尺天涯神通 顺移至姚池君中央 一顿疯狂出拳 横踢 掌印世界五招 轮流伺候 无数道拳影落下 姚池君向下饺子一样 纷纷坠入大地 他们连风九幽的影子都摸不到 快 超过了光速 掌 涂露了山河 啊 洞虚境巅峰的姚池君 被拍成血雾 消散在空中 渡截境的姚池君 被打落大地 不是残疾 就是重伤 恐怖的风九幽 在法天向帝神通的加持下 顷刻间 让姚池君 这只姚池圣帝称霸天下的秘密武器 瞬间化为了泡影 这一幕 彻底瓦解了姚池圣帝众人的心理防线 连他们心中的信仰 姚池君都不是风九幽的对手 还有谁能够抵挡风九幽的爆裂攻击 莫四海偷偷撇了一下石塔 发现帝银带着几个弟子 圣子 骄子等人离去 心中产生了一道决绝 只要火种还在 姚池圣帝就不会灭亡 风九幽的末日迟早会到来 莫凡 普须 灵雪 神刀 普化 五个活化石 相互对视了一眼 读懂了互相之间的意思 老祖 你们 莫四海再一次担心 且绝望起来 五个活化石老祖本来寿命就不久也 他们的存在就是震慑玄天的存在 这一次 他们要燃烧最后的生命 为姚池圣帝做最后的贡献 莫四海不忍 身后的几百名杜杰进高手 也不忍 没想到 堂堂的玄天大世界五大圣帝之一的姚池圣帝 居然会走到这一步 用五个瘦国仅存的活化石 去自爆毁灭风九幽这个恶魔 四海 希望我们几个将死之人 能为姚池圣帝做出最后的贡献 姚池圣帝便交给你了 我希望他能永世传承下去 莫凡对着莫四海交代完后事后 五人化作五道光出现在风九幽身边 老祖 众人看着五个老祖消失的身影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他们知道 五个活化石面对风九幽 没有一丝胜算 只不过多了五具枯骨罢了 但这是五个活化石的使命 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培养弟子 还有圣帝出现危险时 能力挽狂澜 他们是可悲的失败者 天赋体质不算绝佳 不愿意飞升上界 沦为低等仙人 宁可封印自己修为 实力镇守圣帝 让圣帝弟子 看到五个活化石依然向前 与风九幽厮杀石 所有人都泪奔了 然而 对于风九幽来说 敌人的凄惨 跟他有半毛关系 这五个老不死必须死 不但是为了五年之前的一掌之仇 更是为了屠戮整个摇持圣帝 然我精血 虚实化道 屠灭邪魔 然我精血 领动已至 冰冻邪魔 然我精血 刀破天穷 屠戮邪魔 然我精血 朴化虚空 掌化邪魔 以莫凡为首的五个活化石 直接燃烧 仅存了几百年寿命 化作超越杜结净力量的攻击 朝风九幽杀来 恐怖的气息 弥漫在摇持圣帝之上 没有人喜悦 只有无尽的哀愁 第106章 吞天兔 戏弄摇持圣帝 虚空中杀意震天 虚空一寸寸断裂开来 恐怖的杀鸡 伴随着五个活化石的精血 一道虚实穿越的手掌 瞬息巧至 直面风九幽的脑门 一道冰龙凝固了空间 盘旋而上 锁住风九幽的双脚 一道火光照耀了八方 铺天盖地 刀落风九幽的丹田 五道五位活化石 用最后的战法 点亮了他们生前最灿烂的荣光 然而 但五道绝杀之法 落到风九幽身上的一刹那 天穷护体发动 一个透明的气罩覆盖全身 五道攻击落下后 全部被瓦解 没有对他造成一丝丝伤害 我们尽力了 五人一口同声道 最后扭头看了看地上的 摇池圣地弟子 露出了最后的微笑 还有那一丝不舍 他们带着遗憾 身体在空中逐渐虚化掉 直到人世间 再也没有他们的痕迹 老祖 下方观战的摇池圣地弟子 纷纷跪在地上 扬天常哭道 声泪俱下 痛苦声 绝望声 盘旋在摇池圣地上空 莫斯海强忍心中的悲痛 带领剩余了八十名渡截境高手 回到的护宗大阵里面 准备做最后的殊死抵抗 摇池圣地弟子们 五位活化石 不会白死的 风九幽乃九天十地头号通缉犯 注定了 他不会有好下场 半空中的风九幽 脸色微变起来 似乎听出了 莫斯海口中说的通缉犯是什么了 风九幽 你以为你先天无瑕混沌体的身份 还能隐瞒 哈哈 你等着九天十地 三千大世界的毁灭打击吧 果然被他们猜测出来了 不过 哪有怎样 谁敢挡我 我灭谁 谁敢阻我 我灭谁 我的命运我做主 谁也不能阻止 我登天的步伐 呵呵 莫斯海你个老不死的 你还真会给我冠上如此大的名头 先天无瑕混沌体 这个远古传说排名第一的体质 老不死的 我要是如此恐怖的体质 我为何不躲起来 等我无敌以后 九天十地都得扑伏在我脚下 还轮到你们这些小人来算计我 今日 瑶池圣地毕灭 风九幽意气风发 恢复了原本的身躯 手中摸出了苍穹剑 这一刻 他要用手中的至尊级极品长剑 宣告瑶池圣地的灭亡 谁也不能阻挡 你 莫斯海脸色骤变 没想到给他灌上 先天无瑕混沌体的名头后 他居然不逃跑 还敢打瑶池圣地的主意 流氓兔 出来干活了 下方的二重阵法 破起阵来 稍微有点麻烦 还是交给吞天兔这个破阵大师来处理吧 老大 你杀完了 吞天兔从虚空中伸出一只脑袋 好奇问道 外面的杀完了 里面的还躲在乌龟壳里 吞天兔顺着长枪 飘向下方 打了一下宝阁 唉 老大 你也不体谅一下我 我还是个孩子 我要向风爷爷告你虐待兔兔 啊 眼看风九幽的魔肘 伸向他脖子 他瞬息间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阵法外面 老大 你想捏我脖子 门都没 男人的 嗯 兔子的脖子 是能随便捏的吗 吞天兔咧嘴说道后 打量起这种防御阵法来 能破吗 耳边传来风九幽的声音 吓得阵法内的摇池圣地弟子们 纷纷后退一步 吞天兔摸了摸牙兔头 用兔纸敲了敲气罩 发出叮当的响声 这种垃圾阵法 本兔王分分钟钟给他破了 卧槽 这个该死的兔子 居然说我摇池圣地的护踪大阵是垃圾 笑死我了 哈哈 里面的弟子纷纷嘲笑起来 他们可不认为 一只会说话的兔子 能破他们的护踪大阵 兔子不过是一只凶残的妖兽罢了 他难不成还是阵法大师 这可能吗 你们别说 这个兔妖装模作样的样子 还蛮可爱的 说不定他会被阵法给弹死呢 兔兔那么可爱 我好想吃兔兔 面对摇池圣地弟子的嘲笑 吞天兔露出他恶心的宝贝 吓得那些女弟子纷纷捂住眼睛 切 兔爷的本钱十足 摇池圣地的小子 羡慕不 让你们得意 一会儿 你们哭都哭不出来 等会儿 男的统统灭杀 女的全部收为我的人宠 嘿嘿 吞天兔贪婪地看着那些娇滴滴的女弟子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风九悠脑门一黑 真想一脚把他给踢飞 一只兔子连节操都没了 还在打摇池圣地女弟子的主意 流氓兔 你再不破阵 是不是想晚上给我加餐 风九悠的魔爪 朝他屁股拍去 搜 流氓兔一道残影掠过 阵法泛起一阵涟漪 在众人的惊讶中 吞天兔出现在摇池圣地弟子面前 吓得众人连连后退 莫四海等人脸色骤变 没有丝毫犹豫 长剑全部招呼过来 剑气长红 恐怖气息笼罩在吞天兔头上 眼看就要打在吞天兔身上时 他咧嘴一笑 我吸 我吸 我吸吸吸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所有的攻击被他一口给吞了 这 就而等凡人 也只配及本兔王挠痒痒 吞天兔那双脚侠的兔颜转动着 让莫四海等人心中大感不安 连一个畜生战力都如此恐怖 难道老天真要灭绝我摇池圣地不成 对了 我要破阵了 你们打算继续观摩吗 吞天兔尾巴翘了起来 傲娇地在女弟子面前晃荡 他一边吹着口哨 一边调戏着摇池圣地的女弟子 适合给本人当人宠 你也不错 适合给自己当奶妈 嗯 你也 听 好 被吞天兔点名的女子 纷纷抱胸后退 恐惧地看着吞天兔 避而远之 一只兔子在摇池圣地横行无际 肆意妄为 气得众弟子破口大骂 你这只流氓兔 无耻 一名被他点名的女子 憋了半天 骂出一句心虚的话 我有没有耻 你咋知道 难道你亲过我 哎呀 这种事情 我们能不能私下说吗 他们都知道 你要对我负责哦 吞天兔对着女弟子眨了眨眼 指着墨四海 一脸嘲笑起来 卧槽 我受不了了 我要杀该死兔药 几名男弟子勃然大怒 抽出长剑 杀向吞天兔 剑影森森 落影成林 瞬间拢罩在吞天兔身上 然而 看着威风凛凛的剑气 在吞天兔面前 就像小孩子在关公面前 耍大刀一样 两个字形容 搞笑 兔爪一身 一滑 攻来的剑影 剑气 瞬间如梦般破碎 但爪印并没停留下来 而是闪电般 没入攻击他的那几名男弟子身上 好胆 莫四海敢怒吼起来 只听到几声惨叫之声吼 几名男弟子 直接被找印抓成虚无 好你个兔药 那命啊 莫四海手中的斩道神兵大摇剑 出窍了 一道剑气盘旋而上 化作凤凰落下 第107章 摇池圣帝山门塌 血染长空万人图 剑气化凤凰 恐怖杀招 瞬间笼罩在吞天兔头上 众弟子露出希望的表情 这柄摇池圣帝的镇宗之宝 隔了几十万年 再一次震惊八方 那杀气 根本不是杜杰镜高手 所能抵抗的 大摇剑 不单单是一柄斩道极神剑 更是摇池圣帝 沟通上界 摇池仙宫的秘宝 当然 绝大多数摇池圣帝并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 大摇剑是斩道极神兵 能催动大摇剑 招凤凰飞天罢了 凡使出凤凰飞天 金氏战法 几百万年来 无一例外 敌人都会化为灰烬 然而 在众人期待的结局 并没有发生 反而吓得众人彻底绝望了 吞天兔 瞥了一眼攻来的凤凰飞天 露出轻蔑的笑容 半招凤凰飞天 给本兔王挠挠养 还差不多 吞天兔伸出爪子 轻轻一划 一道诡异的爪印冲天起 迎着凤凰飞天杀去 两者一相交 立一剑高下 凤凰被爪子扯碎 瞬间消失不见 哎 莫老头 你行不行啊 吞天兔扭动他那大肥臀 赤裸裸的藐视 让莫斯海整个活了上万年的老人 心如刀脚 让他们更恐怖 更后悔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的护宗大阵 被吞天兔的爪子 一下给抓破 咔嚓 他们心底的信仰 顷刻间崩塌 守护摇池圣地的两重大阵破裂 没有丝毫征兆 甚至连阵法都为攻击 便没了 哎呀 不好意思啊 这个阵法太不禁抓了 我一碰他就破了 莫老头 你们阵法的质量不行啊 莫非偷工减料不成 你们居然做豆腐扎阵法 也不知道吴上天的摇池仙公 会不会惩罚的 在吞天兔的讥讽中 风九幽漫步走了进来 莫斯海等人如临大敌 一脸恐惧地看着风九幽 那双冷漠 无情的双眸 无时无刻不再瓦解他们的内心 老大 已经搞定 剩下的交给你吧 本兔王有点累了 打算回到魔龙洲睡会觉 眨眼的功夫 吞天兔消失不见 溜得比兔子还快 不对 他本来就是一只兔子 莫斯海 这是我第二次来摇池圣地旅游 不知道这一次 会不会成你的诀别 风九幽手中的苍穹剑 对天一指 战法未动 仅凭至尊极道兵的气息 便让他们身体微微颤动起来 剑发出的自身气息 铺天盖地落下 境界低的摇池圣地弟子 纷纷捂住脑袋 发出惨叫声 风九幽 你当真 要赶尽杀绝不成 莫斯海心有不甘 手中的斩道神兵大摇剑 提在胸前 立声问道 你问这句话的时候 你脑袋被驴踢了吗 难不成我来摇池圣地旅游不成 大罗圣地的仇恨 只能用你们的血才能洗刷 苍穹剑顺势落下 口中念叨 一剑逍遥 于 朱迪 刹那间 天空风云大作 晴朗的天空瞬间变黑 乌云盖日 阴沉沉落了下来 噼啪 一道击溃摇池圣地弟子的灵魂的声音响起 雷电交错后 大雨倾盆落下 不好 墨四海等渡捷径高手 脸色大变 渐气话雨 这原本是天方夜谭的事 居然变成了现实 此战法已经超越的斩道集 不是玄天大世界的宗门所能拥有的 完蛋了 墨四海等人彻底绝望了 但众弟子还以为只是雨滴落下时 墨四海疯狂吼了起来 快跑 躲到石塔去 快 快 快 然而 雨一直下 弥漫在摇池圣地的每个角落 他们无处可逃 无处可躲 啊 从第一个惨叫声开始 一个呼吸时间里 有上千人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渐气话雨 雨滴凌身 身体消亡 亡为虚无 摇池圣地 寝刻间 变成一片鬼域 昔日的修炼圣地 荡然无存 残垣断壁 圣地大门被毁 建筑化为虚无 连同无数弟子 纷纷消亡 超过万人顶级圣地 在风九幽的一剑之下 烟消云散 这已经是灭圣地之灾难 摇池圣地从诞生之日起 从来未有过的悲壮之举 而 这一次 却被一人 一吐给断了摇池圣地的根基 风九幽 你这个恶魔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莫四海立声吼道 双眸心红 看着无数弟子 连同长老们纷纷化为虚无 他彻底崩溃了 紧握手中的大摇剑 高呼道 我以我之血 沟通上剑 斩妖除魔 大摇剑割破血管 鲜血疯狂涌入大摇剑 原本白色的剑身 片刻之后 通体鲜红 莫然 一道红光冲天而起 直冲云霄 刺破苍穹 咦 风九幽好奇地盯着他手中的 那把镇宗斩到神兵 先公的前辈 弟子莫四海 请求法指降临 莫四海 举着通红的大摇剑 跪在地上 前程起来 难道 风九幽脸色大变 不做任何思考 苍穹剑朝莫四海 脑袋滑去 这时 莫四海手中的大摇剑 发出惊人的红光 一道人形虚影投影下来 漂浮在虚空之中 浓眉大眼 天庭饱满 看上去非同凡响 他看着地上跪着的莫四海 开口问道 下界晚辈 有何事召唤本尊 莫四海面带悲痛 前程祈求道 先公前辈 晚辈玄天大世界摇持圣地圣主 恳求前辈出手灭了眼前的凶徒 他断了摇持先公 在下界的传承 什么 虚影大惊 下界摇持圣地被毁 这可关乎到 先公未来的发展大忌 先公是不允许任何人毁灭 下界传承 香火传承断掉 不但是对先公弃运的打击 还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人才输送 是下界摇持圣地的重中之重 也是摇持先公 能立足于吴上天的基础 谁要是灭了下界摇持圣地 便是上界摇持先公最大的敌人 虚影朝风九幽望去 顿时一愣 他的长相 似乎跟吴上天某个超级凶人 狠人有着几分相似之处 不过 他赶灭了摇持先公下界的传承 挑战了摇持先公的底线 他必须死 小贝 你居然敢灭我先公下界传承 我赐你一死 虚影蔑视一笑 手掌一番 斩道级力量从天而降 形成一个巨大的手印 势必把风九幽一巴掌拍成肉泥 他不相信 一个下界的小小度 竭尽后期弱者 能够抵挡他的翻海掌 切 不就一个斩道级的虚影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风九幽嘴角一脸 手中打出掌印世界 迎着落下的手印拍去 咦 虚影露出一丝惊讶 莫想到 一个小小的度竭尽后 弱者居然掌控了斩道级战法 更让他意外的是 那道斩道级战法 似乎比他打出的翻海掌更强 如此妖孽天才 为何不是摇持圣地之人 反而成了摇持圣地的敌人 碰 两道掌印在虚空中交战后 瞬间消失 不相上下 虚影动了爱才之心 沉生道 小子 你的确是百万年难处的天才 只要你加入我摇持仙宫 我便原谅你 毁坏我下界的摇持圣地 否则 你的下场跟对面的山峰一样 虚影手掌轻轻一挥 远方一百公里的大山 一片片发生爆炸 顷刻间化为虚无 第108章 隔空对战上界大能 震惊巴慌 虚影随便露了一手 好震撼到风九幽 让她乖乖听话就范 她轻描淡写地挥了一掌后 自认为能让风九幽跪地拜扶 然而 当她的眼光朝风九幽扫去时 发现她嘴角流露出一丝不屑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自己 她不应该激动地说出 我愿意那三个字 然后跪在地上 祈求我收她为徒吗 难道妖孽都是很高吗 对 一定是这样的 看来本尊要放低姿态 争取让她成为自己的关门弟子 如此优异的年轻人 貌似整个姚池仙公都没 只要她入了本尊的门下 仙公那些老头子 还不极度羡慕很 对 一定要手下如此傲娇的妖孽之才 嗯 可能我刚才的话 没有说得很清楚 只要你拜我为师 本尊必定让你成为 无上天最闪亮的那颗星 斩道神兵 至尊道兵 应有尽有 在我的培养下 你定然会成为姚池仙公 第一顺位继承人 虚影拍了拍胸脯 保证起来 风九幽发出了一丝嘲笑声 想看傻子一样 看着虚空中那道虚影 你是公儿小淘妾 面对本公子很好奇 你的批话数不清 八八八八说不停 就凭你个歪瓜裂走 也能做我师父 你是脑袋被门夹了 还是得了小儿麻痹症 在哪里说梦话 我裂开了 第一次见到如此无耻之人 风九幽一阵痛骂 让虚空中的虚影脸色大变 怒火从心底燃了起来 原本星辰到深渊的莫四海 绝望的眼神亮了起来 之前 上界大能要收下风九幽时 他心意一阵绝望 想要报仇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了 没想当风九幽语言如此犀利 敢对上界大能如此不敬 这不是找死吗 看来无需地银出谋联络他人 单凭上界大能 就能一巴掌灭了风九幽 心中的颓废感一扫而空 那个曾经的摇池圣地之主 又一次回来了 他就静待花开 灭杀风九幽完事即可 虚空中的大能 果真验证莫四海的想法 他彻底地暴怒了 本作剑你是个人才 没想到你如此不识抬举 灭我下界传承 公然辱骂本作 你可以去死了 虚影隔空一抓 莫四海手中的大摇剑 腾空而起 落在虚影手上 大摇剑法 凤凰飞天 杀 此刻 大摇剑法在虚影手上大放一彩 恐怖的凤凰 带着滔天怒火 跨界杀来 比之前莫四海使出这招 强大了十倍不止 恐怖如斯 斩灭虚空 哼 风九幽抬头看了一眼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再厉害的战法 也不可能超过 玄天大世界 天道允许的存在 既然如此 自己有何惧 一箭逍遥 暗 请客间 摇驰圣地上空 昼夜逆转 原本晴朗的白天 瞬间进入了黑夜 恐怖的杀鸡 弥漫在整片天空 让那只飞舞的凤凰 瞬间停了下来 他似乎找不到 风九幽的身影去哪了 又或者 在恐惧隐藏在黑暗中的暗之一剑 虚影脸色大变 他已经感觉到 逆转昼夜后 一道无敌的剑气 隐藏到了黑暗之中 穿越了虚空之中 该死的 要不是这句分身 只有自己万分之一的实力 又如何发现不了 隐藏的剑气 虚影似乎有一种 束手无策的感觉 有力打在棉花上 软绵绵 莫四海露出惊恐的表情 风九幽居然还有 如此恐怖的战法 要是之前使用这一招 他早已生死盗销了 连大摇剑都没机会用了 暗之剑气 一道光在虚空中掠过后 再次进入虚空中蛰伏起来 凤凰剑气没入虚空后 一片天空瞬间发生爆炸 光照摇池圣地 惊艳了莫四海 然而 虚影脸色凝重起来 凤凰飞天没入虚空中 并没跟那道暗之剑气相交 而是 触碰到虚空粒子后 发生了爆炸力 该死 风九幽借助昼夜转化 实在咫尺天涯神通 消失在了虚影的眼帘之中 他半天也没能锁定 风九幽的身影 这道能量 分身只能维持几分钟 便会自动消散 要是还找不到 风九幽的身影 这次下界将无功而返 这对他这个上界大能来说 无论如何 也是不能接受的 小子 你不是嚣张吗 怎么做起了缩头乌龟 还是说 你是个孬种 难道你父母只教会了你逃跑 并没教会你直面敌人的勇气 看不到风九幽的身影 虚影便开口辱骂起来 在他心中 越是高傲的人 越容易被语言激怒 特别是刺激到他的父母时 唉 看来你的娘亲 老二 闭上你的臭嘴 本公子这就灭了 你这道能量分身 虚空中传来一道愤怒的声音 虚影终于笑了 看来他的家人在他心中很重要 才激怒他便跳了出来 声音从背后响起 正当他回头时 风九幽是身影出现在他前方 不好 虚影没想到风九幽会使诈 更没想到 风九幽会有如此恐怖的神法 当然 他并不会认为 风九幽会掌握神通 一个小小的渡截进垃圾 没有资格参悟神通 连他这个所谓的大能 至今都未参悟过一道神通 自然不会认为 风九幽施展的是神通 很本能地认为 他施展的是绝顶神法 砰砰砰 在虚影没来得及反应的瞬间 风九幽使出掌印世界 疯狂地攻击起来 让你这个老狗 满嘴喷粪 本公子打死你 风九幽的速度与力量达到了极限 超越了斩道径 虚空被打碎一片片 虚影被打得嗷嗷大叫 拳头没打一次 他身上的虚影便浅了一分 风九幽根本没给他 丝毫反击的机会 虚空中传来虚影气急败坏的声音 混蛋 你个小混蛋 本作一定不会放过你 风九幽拳拳到肉 准确来说是拳拳到虚影 快如光速 拳如巨龙 根本不给虚影反击的机会 手中的大摇剑从虚空中掉落下来 莫四海露出惊悚的目光 一个上界大能的能量分身 居然会被风九幽压着打 这让莫四海觉得好不真实 他揉了揉眼睛 发现空中的虚影逐渐淡了下去 随时都有可能消亡 他已经不想继续观战了 提着大摇剑朝仅存的石塔逃窜 此刻 他只想通过石塔 转移至小世界 再通过小世界逃到其他大世界去 他不敢再面对风九幽这个恶魔了 小二 我不会放过你的 虚影消失之际 他发出一道怒吼声 莫四海 哪里逃 眼看莫四海要逃进石塔中 风九幽一声喝道 吓得他差点掉了下来 化地为牢 锁 莫四海即将推开石塔门的瞬间 一道透明的牢笼套在他身上 他脸色大惊 无论使出何等身法 都无法逃离化地为牢 你给本公子逃啊 怎么不逃了 风九幽瞬移出现在牢笼中 吓得他直接瘫倒在地 你是人还是鬼 我说莫四海 你脑袋羞斗了吗 一个羞斗者 会怕鬼 风九幽居高临下 看着语无伦次的莫四海 笑了起来 你使出了什么妖法 居然能把我锁在里面 风九幽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 撇嘴道 你真想知道 莫四海点了点头 他不想自己死得不明不白 风九幽俯身下去 在莫四海耳边轻轻说了两句 本公子就是先天无暇混沌体 惊不惊喜 这个牢笼 是我先天无暇混沌体的本命神通 化地为牢 亦不意外 你你 莫四海露出绝望的表情 死死地盯着风九幽那张梦念般的笑容 莫四海脑海的情况一一展开 五年前 风九幽进入一星秘境天铺 天穷之上 出现先天无暇大道体觉醒的景象 五年前 风九幽在落城 以小小的神葬镜灭杀子府 元神镜高手 举世闻名 五年前 风九幽在南宫雪的带领下 杀象摇池圣地 灭杀八大神体 展落弟子弟丧 除了先天无暇混沌体 谁能做到 就算先天大道体 都无法做到 莫四海 你可以走了 下辈子不要跟我作断 不对 你没下辈子了 风九幽在莫四海震惊中 一掌拍向他脑袋 我 好恨 碰 莫四海被拍成一片血雾 刚出来的元神 还没来得及逃跑 被先天倒胎元神 化似为牢笼 锁得死死的 一个呼吸不到 被吸得干干净净 咦 地营那个贱女人呢 风九幽环视一看 发现那些弟子 圣子 甚至骄子都不见了 听刚才莫四海的口气 难道他们 把自己疑似先天无暇混沌体的身份 公布于众了 风九幽眉头紧锁 顿感大事不妙 第109章 阴谋出现 大罗圣帝内部纷争不断 虚空中 吞天兔钻了出来 他环视了一圈 瞥向石塔 大惊 老大 这个石塔里面有个传颂大阵 好像是通往小世界的 你的仇人 不会通过这个 传颂阵逃跑了吧 风九幽身躯微动 化作一道残影 消失在外面 传颂阵前 风九幽傻眼了 没想到摇池圣帝 还跟他玩了个金蝉脱鞘之术 以地营为首的弟子 圣子 骄子等人 全部消失了 他们传颂外后 直接破坏了阵法 让风九幽 扑了个空 麻蛋 早知道先把摇池圣帝给禁锢了 风九幽 恼怒地拍了一掌 整个石塔顷刻间化为石灰 散落一地 风九幽顺势腾空 悬浮于半空中 老大 你太过分了 都不提醒一下我 让我一身白毛 变成灰毛 吞天兔疯狂抖动 被沾染的灰尘 抖得到处乱飞 风九幽瞥了一眼吞天兔 笑道 要不下次给你染成黑色 可以装扮一下大熊猫 绝对能迷死一大片女修 吞天兔眼睛一亮 大呼道 当真 比珍珠还真 那等什么 快点吧 我要变成大熊猫 我要女人的爱爱 老大 大熊猫是什么物种 为何女修喜欢 啊 是一种萌萌大 呆萌 让人情不自禁地 想去抱抱它 惹人爱的动物 老大 请以后叫我大熊猫 两人打去的声音 逐渐消失 大罗圣地 义士哥 太上大长老前马 宛若一个大病出狱的人 头上包了一层厚厚的纱布 那张猪头脸并未消失 此刻 他拿着一张密函 双眸闪过一丝阴霾 义正言辞地说道 圣主 各位老祖 在座的长老 风主们 这是情报阁传来的消息 风九幽成了九天十地的公敌了 原来他就是上届各大先公 道公 大叫通缉的那个人 众人传阅后 脸色微变起来 没想到 风九幽居然是先天无瑕混沌体 这个远古传说中的第一体质 这可是无数大能想灭掉的体质 一个成为大地之上的主宰级大能 没有人允许它的存在 天刀拿着密函 眼中闪过一丝担心 愤怒道 这条消息是谁传出来的 可谓是一条绝户之计 不但让风九幽成为三千大世界的公敌 还把我大罗圣地 推上风口浪尖之上 这是要往我大罗圣地啊 一众大佬纷纷点头 此消息一出 大罗圣地首当其冲 作为昔日的第一圣地 玄天大世界的无冕之王 让很多圣地 一流门派大为不满 如此情况下 不落井下石才管 最可怕的 并不是玄天大世界的实力 而是那些相邻的大世界 要是他们参与进来 大罗圣地 估计要不了几天 都会被毁灭得干干净净 前马装作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眼角却闪过一道狡诈的目光 圣主 这该如何是好啊 前马故作姿态 把话题抛了出来 天刀一个头两个大 当上圣主以来 没有一件事让他省心 第一感觉到 做圣主太难了 以前做弟子无忧无虑 好不痛快 哪有怎么多烦心事缠身 揉了揉那张日益沧桑的脸 恨不得把圣主之位传出来 谁要做谁去做 天刀环视了一圈 众人忧心忡忡 现场进的连一颗针 落地都能听见 长老们 风主们 你们有和好的意见 大家共同商议商议 天刀一开口 众人开始讨论起来 圣主 目前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力保九忧 大罗圣帝同舟共计 成功了 我大罗圣帝 会成为三千大世界第一圣帝 失败了 大罗圣帝灭亡 弟子千寻思考后 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那以弟子千寻的意思 我们是该力保九忧 还是放弃九忧 天刀还未开口 前马便问了起来 所有人都看向千寻 他目前在大罗圣帝的微信 仅次于天刀 我建议力保九忧 一个疑似先天无瑕混沌体的主宰人物 难道不值得大罗圣帝誓死保护吗 就算大罗圣帝灭亡 也不能让风九忧受到伤害 千寻阵阵有词说道 现场瞬间炸开锅了 万万不可呀 保一人 让我大罗圣帝 几百万年的基业毁于一旦 我们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洛燕风风主 没陪闻 站出来反对的 再说了 我们就算力保风九忧 保得住吗 我们的敌人 不只是玄天大世界的人 还有三千大世界 甚至无上天 鸡蛋能跟石头相碰吗 洛燕风风主说完后 偷偷瞥了一眼前马 两人心有神会地点了点头 你 弟子千寻被气得脸色通红 恨不得一掌 拍死洛燕风风主没陪闻 如果连大罗圣帝自己人都不能保 我建议大罗圣帝直接解散吧 你们忘记了大罗圣帝的圣规了吗 大罗圣帝永远在弟子背后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无论天崩 无论地裂 千寻曾经受到过风破天的精心培养 他立志要为大罗圣帝奉献一生 直到自己非生无上天 没想到 一则未经验证的消息 居然会让大罗圣帝 处于三千大世界的风口浪尖 甚至让大罗圣帝 抛弃风九幽 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如果一个排名第一的圣帝 在这件事情上妥协 那么大罗圣帝 迟早会消亡在历史长河中 一个不能保住自己圣帝弟子的圣帝 必然不会再有凝聚力 所有人都会变得自私自利 再也不可能恢复昔日的荣光 遇到外敌入侵时 个个都会成为叛徒 成为罪人 千寻不想这样 他的心里认为 大罗圣帝就应该以弟子为己任 坚守大罗圣帝开宗立派的原则 否则宁愿他毁灭 弟子千寻 你似乎忘了一件事 风九幽是大罗圣帝的弟子吗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 把众人拉回了现实 潜语沉寂了许久 终于发话了 他淡淡地看着议论纷纷的众人 嘴角微微上扬道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 风九幽的历史吧 五年前 风九幽未能觉醒天赋 被派遣至天宇帝国落成 大罗圣帝神兵阁当主事人 按照惯例 一个世俗的普通人 他是没资格成为大罗圣帝的弟子 就算他现在战力滔天 在我大罗圣帝的花名册上 也没有风九幽的名字 请问 他是我大罗圣帝的弟子吗 弟子潜语的补刀 直接让众人傻了眼 无论是支持风九幽的弟子千寻 还是那些反对风九幽的梅培文等人 都忘记了一件事 风九幽自始至终 都未曾加入大罗圣帝 说白了 这件事跟大罗圣帝一点关系也没有 就算风阔天是大罗圣帝前任圣主 风九幽也依然不是大罗圣帝的弟子 他们有何义务 责任忽悠他 坐在讨论位置上的西门雪姬 脸色冷了下来 半天了他一直未发言 就是想看看大罗圣帝的态度如何 没想到潜语的一席话 彻底把风九幽给推了出去 成为三千大世界的公敌 甚至连大罗圣帝 都有可能参与到讨伐中来 这让他如何能接受 这可是风破天交给他的任务 他不允许风九幽 处于如此被动的局面 更不想他成为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 你们忘记了是谁 千里奔袭 力挽狂澜救了大罗圣帝 你们忘记了是谁 拯救了大象城上千万成名 你们真想抛弃拯救你们的英雄吗 三军统领西门雪姬 突然发飙 怒吼起来 第110章 大罗圣帝汽车宝帅 西门雪姬的声音 盘旋在大殿之上 鱼鹰绕梁 久久不能消散 现场再一次静静下来 天刀双眼扫过现场 所有人再次沉思起来 不过 千里不会让西门雪姬 千寻等人的想法得逞 无论是为了自己成为大罗圣帝圣主 还是成为玄天大世界之主 他都不会允许风九幽的存在 而让他主动离开大罗圣帝 这只不过 是他计划中的第一步把了 笑话 千里一开口 众人纷纷朝他望去 西门雪姬 千寻等人大感不妙 千宇被风九幽羞辱 他此刻不落井下时 就对不起他一株连的称号 风九幽在不久前 的确救了大罗圣帝 但我想问 圣主同意 他加入大罗圣帝了吗 天刀眼神朝千宇扫来 那道警告意味不要太明显 仿佛在说 不要把本圣主拖下水 当所有人都朝天刀看去时 他硬着头皮解释道 并未跟风九幽商量过此事 既然风九幽不是大罗圣帝弟子 我都想问西门雪姬 弟子千寻 我们凭什么 维护他与三千大世界为敌 一个是他的家奴 一个受过前任圣主的恩惠 就忘记了 自己是大罗圣帝弟子的身份了 难不成 大罗圣帝是他风家的 前语句句珠心 说的西门雪姬 千寻哑口无言 一身愤怒积压在胸口 无处释放 你 正当义士阁大厅内 讨论没有定数时 一名执勤弟子急冲冲跑了进来 拱手道 圣主 大事不妙 玄天大世界上万宗门 围攻我大罗圣帝 一致要求我们 交出风九幽 说 天刀大胆不妙 怒吼道 说什么 说不交出风九幽 踏平大罗圣帝说完这句话后 执勤弟子冷汗直冒 该死 竟然敢威胁本圣主 天刀被弃得用力一拍 座椅上的把手 瞬间被拍成碎末 众人随着圣主天刀 顺移至圣地山门外 密密麻麻的人群 把大罗圣帝围得水泄不通 以妖月圣帝 百花圣帝 通天圣帝为主 双方剑拔弩张 一言不合即可有了开战的架势 天刀圣主 请你把风九幽给交出来 你们真想 以天下人为敌吗 先天无暇混沌体 这可是先公下的追杀令 你们难道想违背先公的旨意吗 妖月圣帝绿莽圣主 亲自开口道 引得无数门派 纷纷叫嚣道 交出风九幽 不然灭了大罗圣帝 哼 我看你们谁敢 天刀圣主勃然大怒 一刀劈下 刀是滔天 在圣帝山门前 辟出一道身几十公分的沟壑 让喧闹的人们顿时哑口无言 没有丝毫征兆 天刀圣主 好大的威风 大刀耍得挺溜啊 本圣主打算跟你比划比划 还有我 通天圣帝云史 百花圣帝月音 妖月圣帝绿莽 三大绝顶高手 连妹顺移至天刀正面 三股强大的气势 弥漫在大罗圣帝之上 让无数大罗弟子 纷纷后退 你们 天刀圣主脸色惊变 没想到这该死的三大圣的 居然借题发挥 这下大罗圣帝危也 此时 前马 潜瑜走了出来 三位圣主莫及 风九幽本来 就不是我大罗圣帝之人 前马双手作一 行李道 太上大长老 你修得胡说 西门雪姬 脸色骤变 没想到前马等人 居然公开 在上万门拍面前 出卖风九幽 我胡说 西门雪姬 你一个家奴 有什么资格 替你主子说话 潜瑜凶狠狠一瞪 气得西门雪姬耳红面赤 你 狼平平看了一眼西门雪姬 摇了摇头 示意她 不要轻举妄动 三位圣主 在场的数万同道们 风九幽 从来未加入过大罗圣帝 何来我大罗圣帝 要交出之人 五年前 她不过是大罗圣帝的气子罢了 她从来都不是我大罗圣帝之人 潜瑜淡然说道 那些原本以为是 大罗圣的英雄的弟子们 纷纷羞愧地低下头颅 在大罗圣帝生死存亡之间 他们选择的沉默 宁可抛出风九幽 也要保全自己 保全圣帝 连圣主天刀 也没有为风九幽辩解 他似乎也打定主意 牺牲一人 保全圣帝的打算 绿蟒圣人三人一愣 没想到 大罗圣帝之人 居然如此不要脸 汽车保帅 真是好手段啊 不过 他们好不容易 组织起来的讨伐队伍 怎么能轻易放弃 针对大罗圣帝 好一张伶牙历齿 你们说风九幽 不是大罗圣帝之人 就不是大罗圣帝之人了 不是大罗圣帝之人 他会在大象城 杀我四大圣帝 联军一万人 不是大罗圣帝之人 他会千里 持援你们 救你们于危难之中 道友们 你们相信吗 通天圣帝云使 轻蔑一笑 大声喝道 我们不信 除非大罗圣帝 把风九幽交出来 无数人再一次符合起来 这下 天刀圣主 被逼上了绝路 真让他交出风九幽 他变成了大罗圣帝的罪人 非生无上天 便会遭受风加雷霆一击 死的不能再死 浅宇瞥了一眼 左右为难的天刀圣主 嘴角露出一抹莫名的笑容 天刀圣主 我们只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 如果再不交出风九幽的话 上万宗门的道友 可要攻破你 大罗圣帝的乌龟壳了 你是想大罗圣帝 给风九幽陪葬 还是汽车宝帅 就在你一念之间 百花圣帝 圣主月音 故作大方 把这个难题 抛给了天刀 这 天刀圣主 看了一眼见神老祖等人 只见他们点了点头 他倍感无奈 大军压迫 兵临城下 大罗圣帝 做不到一万个宗门为敌 关键后面 其他大世界出手后 大罗圣帝请客间 会被灭成灰烬 为了大罗圣帝 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他不得不做出 这个艰难的决定 风九幽 自始至终 不是我大罗圣帝之人 他的所作所为 跟大罗圣帝 没有任何关系 天刀圣主强 忍住内心的悲痛 说出大罗圣帝 所有人心中的想法 说完这句话后 无数大罗圣帝弟子 长老 风主 甚至活化石老祖等人 如释重负 说完后 天刀圣主 拿出上界追杀令 一脸郑重说道 凡大罗圣帝弟子 即刻起 追杀风九幽 成功灭杀风九幽者 奖励大帝级下品 帝兵一剑 收为先公 真传弟子 逼宫的上万宗门 彻底傻眼了 没想到 大罗圣帝 居然会玩这一出 不但把关系 撇得干干净净 甚至拿出了 上界追杀令 天刀果真是个狠人 恨起来不是人 连浅宇都被天刀 这番操作给震惊了 心中暗道 看来天刀 也不好对付啊 需要借助晴天的力量 才能灭掉他 好你个天刀圣主 封圣主 真是错看你了 我不屑于你为伍 今日起 我西门雪姬 辞去三军统帅之职 退出大罗圣帝 还有你们这些 吃里扒外的畜生 你们会遭报应的 西门雪姬 带着痛恨的眼神 扫射了那些 无动于衷的同门 心中的杀戮更甚了 三军帅的掌印 被西门雪姬扔到地上 直接走出 大罗圣帝的山门 直面数万宗门 那凄凉的背影 看得大罗圣的 众人心头一震 羞愧地低下头颅 哼 我人徒狼平平 从此以后 不再是大罗圣帝之人 以后 但凡我遇到 大罗圣帝之人 必徒之 狼平平手中的 死神镰刀 划破了一截袖子 扔到地上 走出了山门 与西门雪姬并肩 俯看上万宗门弟子 毅然决定一死 以正忠心 第111章 举世为敌 风九幽那一件的风华 西门雪姬 人徒狼平平这一番操作 直接让天刀下不了台 西门雪姬 人徒 你们当真如此 天刀面带杀鸡 一股杀气弥漫开来 直面西门雪姬 人徒 废话 本人徒只效忠封家 你天刀算老姐 人徒狼平平 早都看不惯天刀的 两面三刀 公然辱骂起来 天刀 你这个贪生怕死之辈 有何资格做大罗圣帝圣主 西门雪姬绝美的脸上 闪过一抹欺然 还有一丝不甘 风家为大罗圣帝 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居然要过河拆桥 连风家唯一的后人都要灭杀 实在是含了他们的心 好 很好 两个叛徒 本圣主宣布 你们立刻去死 天刀手中的极品仙刀 轻轻一挑 一股强大的杀气涌入 刀起 三尺刀钢 惊艳亮相世人 刀势 拔地而起 化作飓风落下 眼看两人即可被杀 虚空中传来一道愤怒的声音 天刀小儿 你当真是在找死吗 一个巨大的手掌落下 一把抓住刀钢 摧毁刀势 让天刀的杀招化为泡影 一道白影 携带一只肥兔 从天而降 他那双冰冷的双眸 比九天寒冰还冷上三分 生人物尽 退避三射 风九幽早就到达大罗圣帝 连他们在一世格讨论的话 他听得一清二楚 他想看看 面对如此困境 大罗圣帝的高层会怎么做 很可惜 他失望了 是相当的失望 没想到大罗圣帝 没有了以往的风骨 变成了一群贪生怕死之辈 既然双方不讲情分 大不了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可他万万没想到 天刀居然敢对狼平平 吸门血迹拔刀 这已经严重挑战了自己的底线 风九幽淡然地看了一眼天刀 潜宇 剑神劳足等 嘴角露出一丝激笑 别说本公子跟你们大罗圣帝 没半毛钱的关系 就算有关系 那也是本公子看到我祖父 我老爹的份上 多看你们几眼 我不奢望你们会感恩 但是你们却做出了畜生的行为 你居然不知好歹 要杀我狼叔 杀我血鸡姐 天刀 是谁给你的狗胆 天刀 你这是在找死 风九幽的雷霆之音 穿透大罗圣帝 震得所有人头皮发麻 天刀圣主脸上红一块 紫一块 气得气不打一出来 你放肆 剑神老祖等十几个活化石站了出来 一脸怒气滔天地盯着风九幽 风九幽 你一个九天十地的通缉犯 有何资格在我大罗圣帝面前嚣张 你难道敢与三千大世界人为敌吗 剑神老祖拔出长剑 圣帝内的所有灵剑 宝剑 仙剑蠢蠢欲动起来 我呸 剑神老祖 你活了上万年 活到狗身上去了吗 别说我不是仙天无瑕混沌体 就算我是 你们能奈我何 信不信 我一剑灭了大罗圣帝 途径为官的万个宗门 风九幽手中的苍穹剑 腾空而起 散发出毁天灭地的力量 逼得众人节节后退 恐怖的杀气 弥漫在天空 让所有人心惊胆战 不过 三大圣帝圣主 连同天刀圣主眼中 闪过一丝贪婪 这柄长剑 根本不是斩到神兵所能披靡的 这一定是至尊级道兵 还是那种恐怖级别的道兵 风九幽 你献上手中的长剑 本圣主帮你灭了大罗圣帝 如何 通天圣主云时 眼中闪过一丝贪婪 看上了风九幽手中的苍穹剑 风九幽心中乐了 没想到圣帝之主都不能免俗 居然还敢贪恋自己手中的至尊级道兵 呵呵 你只要能接下我一剑 我送你又如何 风九幽嘴角淡淡一笑 面对上万宗门 谈笑风声 根本不带半天害怕 不过 在之前 我得找找天刀小而算算账 我的人是我的逆灵 触碰之 死 空中的苍穹剑锁定天刀 完全没把大罗圣帝放在眼里 自从他们跟自己一刀两断时 便没了半点勤奋可言 可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对狼平平 吸门血迹动手 这只能注定大罗圣帝 即将更换主人的结局 大罗圣帝弟弟子 灭杀邪魔 完成追杀令 天刀眼看事态越来越严重 让他独自面对风九幽 他做不到 空中的那把至尊级道兵锁定了自己 单凭他自己的能力 是很难躲过风九幽的杀戮之间 天刀话音一落 大罗圣帝弟弟子们 纷纷犹豫起来 没有人拔剑 让他这个圣主难堪起来 凡不听圣主旨意者 按圣帝门规处于死刑 你们真要违背不成 此时 浅宇笑了起来 惹得天刀大感不妙 圣主大人 现在是风九幽要与你决战 你不会想让弟子们去送死吧 再说了 对方妖战 你怎么能退缩呢 你可是我们大罗圣帝的圣主啊 浅宇三句话 每一句都击中了天刀的要害 好一个浅宇 兵不血刃 便让天刀直面风九幽 还让他不得不站出来应对 咦 风九幽瞥了一眼浅宇 没想到他还会玩这一手 他来大罗圣的 要落入他的手里了 不过 跟他没半点关系 天刀全身杀气弥漫 在体外形成一柄血气之刀 他凶狠地扫了一眼浅宇后 直面风九幽 常笑道 风九幽 那命来 天空风云大作 一柄雪刀盘旋于头顶上空 虚空壁垒 出现咔嚓的响声 恐怖的气息 悬浮于众人头顶 狼叔 雪姬姐 你们先进入流氓兔的魔龙洲 风九幽一把拧了过来 正在东张西望 偷窥美女的吞天兔 郑重其事交代起来 好嘞 老大 包在我身上 魔龙洲凭空出现后 吞天兔带着两人 顺移到了魔龙洲里面 惊得众人目瞪口呆 要是风九幽驱动着 这神奇的飞行洲离开 没有人挡得住 然而 让他们意外的是 风九幽并没躲进魔龙洲 而是近带空中的血刀落下 众人甚是不解 难道他想送死不成 血刀带着蔑视之意落下 眼看风九幽即将死于刀下 前于眼中闪过一丝难过 随即露出一抹胜利的笑容 最终露出惊讶的表情 不只是前于 在场的所有人都露出恐怖的表情 血刀落下 一道护体屏障出现 吃吃吃 一阵火光溅起 风九幽安然无恙地站在众人面前 风九幽一脸的不屑 就这 该我灭纱的 一剑逍遥 光 苍穹剑一挥 大罗圣地上空 黄蜂大作 漠然 十日横空出现在天穷之上 烈日像睁开了双眸一般 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芒 化作烈焰垂落下来 恐怖的烈日之气 弥漫在众人头顶 不好 四大圣主脸色骤变 一股绝望的气息 出现在众人心底 快躲啊 然而 在众人还未来得及反应之时 熊熊烈火铺天盖地落下 以大罗圣地为轴心 连绵骤变十公里 全部处于一片火海之中 啊 无数惨叫声不断响起 火光宛如地狱的恶魔 收割着无数人的灵魂 第1112章 血染大罗 万宗之劫 举世皆敌第一盏 烈日横空 烈火滔天 大罗圣地区域被火焰覆盖 四大圣主及杜杰境高手们 纷纷打出防御气罩 艰难地抵挡着烈焰的攻击 然而 那些境界低的弟子们 面对烈焰毫无办法 一片又一片地 在烈火中丧生 启动大罗护宗大阵 天刀大精 再不启动大阵 整个大罗圣得 便会毁于一旦 风九幽的狠毒 超过了他的想象 也对自己灭杀狼平平 西门血迹 产生了浓浓的悔意 刹那间 一道气罩 覆盖在大罗圣地上空 阻挡烈焰的攻击 不过 外面的上万宗门弟子 便没如此幸运了 一束束光从天而降 他们无处可逃 火势滔天 火焰无情 火瞻身亡 不到三个呼吸 除了那些提前准备的防御阵法 护盾的弟子外 其余人全部化为灰烬 看得魔龙舟的西门血迹 狼平平瞠目结舌 小主人的强大 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这还是五年前 那个需要自己保护的小主人吗 比主人还要恐怖 关键他才二十三岁啊 一想到自己二十三岁时 还在修炼路上艰难前行 也不过才猪鸡期 狼平平顿感惭愧 美女 老大的强大 你是想象不到的 你以为先天无暇混沌体 是浪得虚名 吞天吐咧嘴一笑 顿时捂住嘴巴 发现自己说错话了 我乱说的 老大不是先天无暇混沌体 而是先天大道体 西门血迹 狼平平惊恐地看着吞天吐 她的这个消息 太令人震惊了 让他们一时半会 还没反应过来 突然 狼平平猛烈地 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惹得两人一头雾水 天哪 怪不得五年前 小主人非要我送她去 一星秘境天铺 原来是去里面觉醒天赋了 我在天铺外面 亲眼目睹了小主人 体制觉醒的场景 太恐怖了 狼平平想到当日觉醒的场景 便一阵后怕 久生鼎明 轰动九天十地 恐怖的异象万古第一人 什么 西门血迹樱桃小嘴张得大大的 这下 她也确定了风九幽的体质 否则 根本说不过去 她为何如今这么逆天 修炼速度第一 战力度洁净第一 施展的功法 也是超越了天玄大世界的存在 两人极惊讶 又庆幸 真不愧是风不悔 南宫雪的后人 吞天兔说漏了嘴 还在后悔着 自己装逼装大发了 居然把老大如此隐秘体质的事情说了出来 唉 你们可不要想老大告密 否则 他要把我红烧了 两只兔耳朵搭了下来 一脸哀怨的模样 看着西门雪姬 狼平平两人 西门雪姬美目一脸 用手摸了摸他的兔尾巴 问道 小兔兔 你怎么知道 少主是先天无瑕混沌铁 难不成少主告诉你的 吞天兔感受到西门雪姬的香味 还有他抚摸的舒畅感 再一次傲娇说了起来 本吞天兔乃堂堂魔戒的兔王 老大的神奇 境界的飞涨 我要是发现不了 除非本兔王是傻子 老大这个体质一出 九天十地都是敌人 注定了老大的登基路上 必然是枯骨累累 仇人变天下 西门雪姬 狼平平对视一眼 深感不安 别看风九幽在外面大杀四方 使出战法火烧万人 但三千大世界的宗门太多了 而玄天大世界 也不过是三千大千世界中 排名靠后的大世界 举世皆敌 一路坎坷 两人决定了 哪怕付出生命 也得护晓主人 两人眼中闪过一道决意 外面 围堵大罗圣地的上万宗门弟子 绝大多数灰飞烟灭 只剩下了那些杜结镜高手 和拥有仙气护体的精英弟子 至于大罗圣地 并未有多大伤亡 四大圣主脸色凝重起来 风九幽的恐怖 超乎了他们想象 面对他感觉面对了上界的大能一样 仅仅他使出一道剑法 便让无数人身亡 如此超越大世界的战法 绝非玄天的产物 难道这就是风家传承给他的底蕴吗 风家真有如此恐怖 风九幽看着原本密密麻麻的人群 才一会儿空旷了很多 视线更好了 只不过地上血成河 花花地流动起来 血腥味刺鼻 让人作呕 风九幽 你这个大魔头居然杀上万人 百花圣地圣主月音震惊道 杀上万人就是大魔头 百花圣主 你们百花圣地图了一个不听话的帝国 死伤过意 你们圣地居然不是魔头 风九幽鄙视地看了一眼月音圣主 淡淡说道 风九幽 任你口吐莲花 也更改不了你先天无瑕混沌体的身份 你正当先公 道公 教导的追杀令 是百上吗 通天圣地云使圣主 手握千丝驴斩道神兵 一脸嘲笑道 你们说完了吗 什么 说完了就送你们上路了 风九幽懒得跟他们啰嗦 手中的苍穹剑轻轻一提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弥漫开来 四人及其他杜结镜高手们 脸色骤变 纷纷抽出长剑 长刀杀了过来 刀剑如影 激荡长空 飞流直下 剑气如丝 密不透风 迎面来 风九幽轻轻一动 整个人消失在原地 一道恐怖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天道 你活的时间够久了 死吧 咫尺天涯神通一出 战场上全是风九幽的虚影 常见所及之处 尽是虚影 没有对风九幽 造成一丝伤害 漠然 天刀圣主背后直冒冷汗 一道恐怖的手掌印 拍在自己肩膀上 不 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混员工当即运行 背后出现一道气罩覆盖 然而 背后的气罩在风九幽的掌印下 抵挡了0.01秒的时间后 瞬间破裂 一股强大的毁灭之力 铺天盖地落在肩膀上 啊 惨叫声从天刀嘴里传出 一个大罗圣地的圣主 悬天大世界绝顶高手之一的天刀 顷刻间 手臂率先被拍成碎末 血液洒落一地 紧接着 整个躯体开始崩碎 一个元神从体内飞出 瞬移后 逃入大罗圣的护踪大阵 毁天刀肉体 天刀元神逃窜 仅仅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绿芒等人脸色大变 根本没有半颗思考 手中的传颂浮点亮后 纷纷消失在原地 三大圣地的高手们 居然逃跑了 哪里逃 回来 吞天兔早已准备就绪 趁着众人传颂的瞬间 他出现在虚空之中 白色的吞天兔 变成了一只红色的吞天兔 他用力一息 传颂的三大圣地众人 纷纷像下饺子一样 重重砸到地上 惊得大罗圣地的人 目瞪口呆 摇迟圣地已被我灭了 你们还想逃 你们甘愿被人捕获 前来送死 我真替你们感到悲哀 我会亲自去你们三大圣地走一走 还有你们八大一流宗门 风九幽不会轻易放过一个 对他恋恋不忘之人 以杀指杀 才会让人害怕 才会让人恐惧 修道界 从来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否则 就不会有争斗 更不会有宗门的出现 老大 这些老家伙 怎么解决 吞天兔摆动尾巴 围着地上的众人走来走去 那趾高气扬的模样 让地上的众人倍感屈辱 第113章 灭四大圣主 风九幽杀气滔天 一片哀嚎大地碑 万宗静灭玄天气 可怜的玄天大世界 超过一万宗门 以为逼上大罗圣地 便可抢得一份功劳 可不曾知道 把命都丢在了大罗圣地山门外 地营幕后的唆使 不但消耗了玄天大世界的宗门力量 更为了自己 以后争夺玄天大世界之主 做好的前提准备 先天无暇混沌体这个炸药 还不知道会让多少人罹难 让多少宗门灰飞烟灭 绿芒 于是 月鹰 一道假消息 就让你们来送死 真是可悲 可笑 你们没想过 幕后人的险恶用心 风九幽淡然一笑 那轻蔑的笑容 让他们面面相去 三个圣主顿时醒悟过来 他们听到这则消息后 带着人马匆匆忙忙杀来 却没有仔细判断 这个话的真伪 这个不怪他们三人 毕竟五年前那个恐怖异象 已经成为所有人的梦魇 再加上上界下达的追杀令 当幕后人告知这个消息时 并注明 风九幽仅仅在五年时间 突破到渡劫境后期 加上他在天与帝国 大象城的表现 便坐实了他 就是先天无暇混沌体 为了得到上界的嘉奖 是个人都想灭杀风九幽 帝兵 稻子的身份 这会让人疯狂的 很可惜 无论风九幽是不是先天无暇混沌体 整个玄天大世界彻底乱套了 幕后之人太过于阴险狡诈 此刻 三人一脸死灰色 没想到被人坑了 而且坑得很惨 很惨 风九幽 我愿意自裁 恳求你能放过我通天圣地的人 云使圣主 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弟子们 脸上闪过一道悲凉之色 圣主 不要啊 背后的弟子们纷纷嚎叫起来 没想到 最后圣主居然要用自己的性命 来保全自己的安全 风九幽 风九幽直接打断了绿蒙 月音两个圣主的话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留着他们 给我自己找不痛快 让他们一次次找我复仇 三大圣主 我们已经不死不休了 如果我被你们打败了 你们会放过我吗 风九幽三句话 彻底让他们绝望了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可惜 他们连幕后之人都不知道 就这样丢了性命 可悲 可叹 你们放心去吧 幕后之人 我已经猜到是谁了 我会让他为你们陪葬 苍穹剑轻轻一挥 一道剑气划过 几百颗人头纷纷坠地 逃出来的元神 刚准备瞬移 吞天兔早已守住待兔 一口全部吞进了肚子里 不 只留下最后的余音 大罗圣地里面的弟子 看得心惊胆战 身躯微微颤抖起来 一人手持长剑 灭杀上万个宗门的几十万人 连自己的圣主 只剩下元神逃了回来 风九幽的目光朝大罗圣地望去 这个曾经他待过十八年的地方 没想到双方今天会站在对立面 他们舍弃自己的时候 也失去被自己庇护的资格 他们想对狼叔动手时 注定了双方会变成仇人 交出天刀小儿 本公子可以念及旧情既往不救 否则 我会破阵以后 便是血流成河 风九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对自己亲人不利的人 就算他是天刀圣主 又如何 在他眼里 放弃自己 大不了一拍两散 毕竟自己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罗圣地之人 但敢对自己身边的人动手 这就挑战了自己的底线 亲人 朋友 不容侵犯 否则 不死不休 这 以剑神老祖为首的十几个活化石 各封主 长老等人 纷纷朝空中漂浮的天刀圆神看去 看得他浑身不自在 你们 他慌了 没想到自己为圣地做了如此大的贡献 他们居然想谢莫杀驴 潜瑜给钱马试了眼神后 钱马心领神会 漫步走了出来 天刀 你为了一己私利 公然对大罗圣地的功臣狼平平 西门血迹下屠刀 你不配做我们大罗圣地的圣主 我提一罢免天刀的圣主之位 交与风九幽公子处理 各位老祖 风主 长老们意下如何 钱马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把自己的悲痛表演得淋漓尽致 剑神老祖等人嘴角微微抽搐 没想到 钱马是第一个落井下石的人 不过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钱马 你居然想谋害本圣主 你是何居心 天刀的圣神破口大骂起来 他要是不去浑石稳定圣神 去夺赦别人 很快便会消散在世间 天刀圣主 你把我大罗圣地 置于功敌之中 已经是大罗圣地的罪人 难不成你 还能洗刷你犯下的罪恶吗 钱马手掌一挥 形成一个先灵之气的牢笼 把天刀死死的锁在里面 他回头看了看老祖 风主 长老及圣地弟子 问道 各位老祖 弟子们 你们说天刀犯了如此大罪 该不该交出去 众人沉思了半晌 纷纷抬起头来 那眼神中看到了冷漠 无情 天刀绝望啊 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 他估计是大罗圣地历史上 第一个被圣地弟子抛弃的圣主 自己为何要参与进来 为何要当圣主 安安心心做一个弟子不好吗 顺利飞升无上天 受到上界大罗先公的栽培 成为一方大帝 指日可待 可自己偏偏对风家的人下手 可恨啊 两滴眼泪滑落 很快化为先灵之气消散 他已经心灰意冷了 把我交出去吧 他最后看了一眼大罗圣地的弟子们 毅然决绝地闭上眼睛 前马大喜 干掉天刀后 自己变成了大罗圣地的无冕之主 圣主之位一步之遥 心开始沸腾了 打开阵法后 前马亲自把天刀的元神交给风九幽 风公子 天刀元神已到 希望你信守承诺 风九幽最后看了一眼大罗圣地 眼中闪过一刀异样 最终点了点头 跨步离开 很快便消失在山门外 大罗圣地众人终于舒缓了一口气 紧张的心情终于放了下来 而 前雨则偷偷捏碎了一个符咒 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那双美目下 却闪过一道无穷的杀意 落凤坡 一座山洞里 这里是风九幽未成年时 经常来这里游玩的地方 此刻 风九幽带着狼瓶瓶 西门雪姬 吞天兔等 站在洞内 天刀的元神漂浮在空中 他没有半点求生欲 等待着风九幽给他最后的审判 风九幽 动手吧 是我对不起狼瓶瓶 西门雪姬 是我最有应得 风九幽一愣 没想到天刀临死之前 会幡然醒悟 少主 天 狼瓶瓶 西门雪姬一口同声道 他们心里不希望天刀死 然而风九幽阻止了两人的求情 我理解 你们两人的心情 想要以德抱怨 可是在我心里 敢对你们动刀的人 必须死 要是我再来晚点 我将抱憾终身 两人一阵感动 没想到 他们以仆人相称 风九幽却把他们当做亲人 能有这样的主人 是他们不知道 修了多少事的福分 天刀闪过一丝羡慕 他活了这么久 还没有遇到过 对他真心好的人 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修道界 人人都是自私自利 没想到风九幽是个例外 跟仆人称叔叔 跟仆人称姐姐 唉 只怪自己猪油蒙了心 心中一阵惆怅 他没想到 最后给他求情的 居然是刚才他想要杀的人 这是莫大的讽刺啊 他救了圣帝 圣帝的弟子却想他死 他要杀了狼平平 西门血迹 最后却是他们俩想要救他 我 天刀元神上 眼泪情不自禁流了下来 这时 风九幽脑海中 传来系统的电音之声 叮 杀敌暴装备系统升级完毕 宿主 全能进化系统向你报道 第114章 丹田世界 恐怖的先天事件 久违的声音终于出现在脑海中 风九幽 还以为系统死翘翘呢 宿主 你如果想救天刀 建议把它放进你的丹田世界去 通过先天之气重铸肉身 可修成先天大道体 什么 风九幽露出无比惊讶的表情 自己内体的丹田世界 他一直没有理会 自从扔了牛角 白塔 无字天书等进去后 便没有再管它 没想到 系统会提及丹田世界 自己的丹田世界 真的那么神奇吗 宿主 你的丹田世界 可不是简单的丹田那么简单 准确来讲 它已经是先天世界的雏形 演化到最后 有可能变成混沌世界 鸿蒙界 什么 尽管风九幽不太明白先天世界 混沌世界 从字面上讲 一定是超乎九天十地的存在 凡是跟先天 跟混沌粘上关系的 都是超越大道的存在 至少前世看小说时 书上是那么讲的 系统 快给我讲讲看 什么是先天世界 什么是先天混沌世界 宿主 这个需要你自己去研究发现 系统也不知 风九幽想了想 还是先灭掉天刀再说 天刀 自作孽不可活 尽管他失去了肉身 但依然没有消除 风九幽对他的仇恨 九幽 对不起 天刀元神 攻身行礼道 随后 他自己灭断了元神 消散在空中 狼平平 西门雪姬 眼中闪过一丝不忍 还有一丝惆怅 没想到同为大罗圣地人 到最后 会走到这一步 唉 两人发出失望的叹息声 并不是埋怨风九幽的狠辣 而是对于天刀就这样消失 心中有些可惜罢了 他们两人退出了大罗圣地 从此以后 便不再是大罗圣地的人 照顾风九幽 成了他们以后唯一的目标 风家 南宫家 可是吴上天 最顶的隐士不朽家族 比那些仙宫 道宫还要恐怖 至于风破天 风不毁 南宫雪等人 为何会出现在玄天大世界 他们并没有告诉狼平平 西门雪姬 只是提醒他们俩 一定要好好照料风九幽 将来入住风家 会得到莫大的好处 当然 他们并不 只是为了入住吴上天的风家 南宫家 他们已经把风九幽当成亲人 至于入不入住风家 南宫家 对于此刻的他们来说 并不重要 狼叔 雪姬姐 我送你们一场莫大的机缘 让你们成为先天体质 突破身体的禁锢 风九幽看着两人 淡然说道 谁不想成为先天体质 更好的切合大道 残物大道 在修炼上一日千里 在感悟上也是一日千里 狼平平 西门雪姬 被风九幽的话吓傻了 一个神刀体 一个冰晶玉骨 都是神体 比起天刀来说 都差了一个鸿沟 更别说先天体质了 风九幽看着狼平平 西门雪姬期盼的目光 眼睛一转 说道 我带你们进入一个神秘的世界 说不定都会成为先天体质 语不惊人死不休 风九幽的话 让狼平平 西门雪姬动容起来了 甚至连吞天兔都好奇起来 老大 还有我 能让我变成先天吞天体质吗 吞天兔眼巴巴地看着风九幽 心中渴望起来 风九幽眉头一皱 兔子也能进化体质 系统 狼叔 雪姬姐 他们的体质 能在丹田世界里进化吗 还有吞天兔 宿主 先天世界可以通过先天之气 改变人的体质 比传说中的混沌大药更难得 根据系统的推算 应该可以 大成先天无暇混沌体 丹田世界开发程度 只有10% 能改变体质的 不能超过10人 等到你大圆满时 应该可以改变100人的体质 得到系统的肯定后 风九幽点了点头 一时一动 一道光覆盖在几人身上 瞬间消失在原地 进入丹田世界后 风九幽被吓了一大跳 里面的风景 居然比外界漂亮多了 那是先天仙草 先天仙果 六处奇怪的景象 惊得众人目瞪口呆 无数雷电弥漫在一座山上 让人有了一种被毁灭的感觉 一处比九天玄冰还冷的山谷 让人血液瞬间凝固 有了一种化成冰雕的恐怖感 一株剑草 散发着毁天灭地的剑影 剑是 形成的剑域 直冲云霄 最恐怖的 要数天空中的那本书 散发的大道气息 让他们差点崩碎了肉身 连吞天兔都被吓得匍匐在大地上 老大 你你这里是先天世界 吞天兔语无伦次地说道 心中的恐惧 比他们任何人都要怕 他可是听说过 关于先天世界 混沌世界的传说 超级无上大能 九天十地之上的主宰 体内就有先天世界 这是他立足九天十地的根基 也是他镇压其他无上大地的依仗 我不知道 也许是吧 风九幽撇嘴说道 用手指戳了戳吞天兔的屁股 戏言道 流氓兔 你来到我的地盘了 还不老实交代 你一辈子都被想出去了 在流氓兔的惊讶中 风九幽随时一指 一个先天小世界法则幻化的牢笼 瞬间把他关在里面 手指再轻轻一挑 牢笼飞到了苍穹之上 跟虚空中的神雷作伴 吓得他嗷嗷大叫 老大 救命啊 不带这样玩的 我要回屋上天找妈妈 风九幽先不管流氓兔了 他抬头看着空中 漂浮了数百缕先天之气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说道 我会以你们之前的体质为基础 进行先天之气 洗刷根骨 经脉 进行体唇 突破现有的体质禁锢 达到先天刀体 先天玲珑体 狼叔 雪姬姐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两人早已急不可耐了 点了点头 风九幽双手同时操作 两道先天之气垂下 没入了两人的体内 紧接着 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两人身上的衣服 瞬间化为虚无 风九幽无语地看了看 轻轻一挥 狼频频落入一座山峰上 西门雪姬 落入一座仙灵之泉上 由于二人是人身 并非原神 在体质进化上 必然要光溜溜地 接受先天之气的洗礼 一团团光运 在他们身上流淌 改变身体的基因 血脉 骨骼 五脏六腑等 雪姬姐姐的身材就是好 风九幽偷偷瞥了一眼 小脸淡红了起来 随即转过身来 九年后 狼叔 雪姬姐姐便可完成体质晋级了 脸上的五个葫芦望去 风九幽脸上一阵激动 似乎跟前世的某个动画片一样 身躯微动 瞬移至山上 五个葫芦 瞬间亮起了五颜六色的光芒 舞蹈奶声奶气的声音传了出来 主人 我是大娃 主人 我是二娃 什么情况 风九幽突然猛圈了 自己放进来的藤蔓 五个葫芦 居然有了意识了 葫芦娃们 你们是妖精吗 风九幽诧异地问了起来 第115章 先天混沌之物 各个吊炸天 嘻嘻嘻 主人 妖精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主人 我们是先天混沌之物 我是大娃 我体内蕴藏了一口先天剑气 可斩灭星河 毁灭世界 主人 我是二娃 我内体蕴藏了一口先天之水 可以化腐朽复活生命 主人 我是三娃 我内体蕴藏了一口悟道之水 可以感悟法则 大道 主人 我是四娃 我内体蕴藏了一口乾坤之水 可把人收入里面 化作先天之气 主人 我是五娃 我体内蕴藏了一口世界之水 可以养育一个世界 让人体质 血脉 提升一个等级 五个葫芦娃 争先恐后地说了起来 惊得风九幽 瞠目结舌 我在一心秘境里 找了什么妖怪啊 居然如此神奇 葫芦娃们 你们现在可以脱离藤腕 跟着主人出去吗 风九幽双眼放光 拿着五个葫芦 行走九天十地 谁敢惹 敌人全部让四娃给吞进去 化作先天之气 用先天之气修炼 这多恐怖啊 五个葫芦娃 各个都是先天之物 看不惯的大娃 发动先天剑气 灭之 再收一帮小弟 放进五娃的肚子里 全部提升资质 这岂不是九天十地 都是自己的了 主人 我们现在还没成熟 不能脱离藤腕 五个奶生奶气的葫芦娃 纷纷说道 让风九幽热情的心 瞬间给浇灭了 原本以为可以拿着五个葫芦 横走九天十地 没想到葫芦娃们 还没成熟 风九幽揉了揉额头 看着宝山却不能使用 头都大了 葫芦娃们 什么时候 主人才能带你们出去玩呢 嘻嘻嘻 主人 等你先天无暇 混沌体突破巅峰 我们就成熟了 主人 你加油哟 我们看好你 五个葫芦娃 发出耀眼的光芒 照亮了整片山谷 风九幽傻眼了 体质突破巅峰 这得猴年马月啊 风九幽抬头朝山巅望去 那两个牛角上面雷电弥漫 形成一个巨大的雷池 白色雷电 如皱 化作白电 有了一种沙发之气 黑色雷电 如叶 化作黑电 有了一种毁灭之气 两大雷电交织着 在雷池中间 写成一个黑白阴阳的图案 主人 两道幼稚的声音 从雷池中冒了出来 风九幽再一次被惊讶到了 先天的先天葫芦娃 再到这两只雷角 再一次让它震惊万分 你们两个是那头大黄牛的角 酷酷的声音从雷池中央传来 主人 大水牛只是我们的在体罢了 啥 风九幽挠了脑脑袋 发现转不过来了 难不成你们原本就不是大水牛的牛角 左边雷池的牛角开始发话了 主人 我们兄弟二人 乃混沌深处独一无二的雷角 也不知道怎么的都掉落进虚空秘境 沉睡了起来 醒来以后便出现在这里了 记忆中好像是一头大水牛吃草的时候 它触碰到了我们 我们为了寄生便挤占了 它原本的牛角位置 这么狗血的事情居然发生在两只雷角身上 风九幽怎么觉得有点天方夜谭 算了 它也不是刨根问底的人 现在 它只想拿着两个雷角出去 发动雷劫灭了那些对自己有敌意的人 去妖月圣地 通天圣地 百花圣地 还有玄天剑宗等八个一流宗门走一走 雷角兄弟 你们愿意跟着主人征战四方吗 风九幽带着紧张的心情问了起来 主人 我们也想啊 可是你的体质不突破巅峰 我们是无法脱离仙天小世界的束缚 跟您离开这里 果然如此 风九幽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能看着宝山望洋心叹 哎 风九幽一步千里 出现在山谷的九天玄冰之处 那含义 可以冰封整个世界 甚至冻结肉身 灵魂 只要风九幽能释放出冰帘 估计整个玄天大世界 会变成一片冰天雪地 风九幽走一步 感觉整个空间都被冰封一样 不过 正当她准备运功抵挡时 冰封的世界 让出了一道小路 供她通行 耳边传来一道女声 主人 冰儿欢迎你的到来 风九幽瞥眼望去 一朵冰帘盛开 在她的头顶有一道虚影出现 宛若九天玄女 美轮美奂 咦 在风九幽的惊讶中 来到了冰帘的身边 你是冰帘 虚影摆动起来 尊敬地看着风九幽 说道 主人 我是仙天冰帘 小冰 小冰 你的能力是冰封世界吗 风九幽好奇地问道 是的 主人 小冰的仙天冰之力 可以冰封一个世界 让她化作一片悬冰 风九幽再一次被震撼到 没想到昔日虚谷里面 捡了一朵雪莲 居然在丹田世界里 变成了仙天冰帘 这可是仙天奇物啊 整个九天十地 三千大世界 就此一朵 风九幽带着炽热的眼光 盯着冰帘 看得虚空中的虚影羞涩起来 主人 小冰还未化形 不能士气 风九幽差点一头栽进雪原里 她可没有半点心思 泡一朵仙天之花 毕竟人类跟妖兽 精灵之类有别 又不是那个变态唐三 连兔子也敢 小冰 你主人不好那口 以后不得胡说 知道吗 虚影俏皮起来 嘟嘟嘴 道 知道了 主人是个正人君子 敢请小冰几十个纪元 都白活了吗 风九幽无语地看了一眼虚影 也不问能不能跟她离开之势 多明显 她身体不突破巅峰 这里面的先天混沌之物 一个都带不走 唉 身躯微动 出现在山脚的剑草处 那恐怖的剑草 已经冲破云霄 虚空出现一个偌大的援助 不用想 这必然是剑草的杰作 主人 你来了 一道傲娇的声音 从剑草中传出 你是 主人 我是先天混沌剑草 九天十地 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先天混沌剑草身躯轻轻移动 虚空瞬间炸裂开来 连虚空中的大道 法则 都被割破了一道口子 果真是无敌的存在啊 要是拿着先天混沌剑草 往悬天大世界一戳 会不会把悬天大世界给戳爆啊 风九幽只能看看 还不能真正拥有它 总有一天 但先天混沌剑草出事时 九天十地 还有谁能争风 一道残影掠过 风九幽出现在苍穹之上 一本石书 大道闪烁 一尊白塔 神秘幽远 主人 你来了 两道身影 从石书 白塔里传出 说说吧 你们俩有什么特殊的 石书晃动着 两页书页上 白光阵阵 大道的范音奏响起来 主人 我是大道之书 你可以称呼我小书 尼玛 居然占我便宜 想都别想 风九幽直接打断了石书的话 苦口婆心说了起来 本主人给你重新赐名吧 小书这名字不好听 你就叫道书 主人 您真有文化 道书这个名字太屌了 我很喜欢 第116章 全新升级系统 开挂了 大道之书因为名字 憨憨地闹腾起来 不过 在大道之书那儿 风九幽感受到了三千大道的流淌 其中最为清晰的便是 剑道 枪道 刀道 拳道 它们都属于杀伐之道分支的存在 杀伐之道 属于排列前十的大道之一 原本领悟的剑域 枪域 刀域 拳域 在大道之书下 无数刀剑枪拳在面前演绎起来 作为先天无瑕混沌体的风九幽 快速地吸收着 带了片刻 逐渐摸到了道的门槛 当然 想要突破大道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无数大能穷其一生 都不一定能突破道的门槛 突破大道修道者 便进入了生命的另一个层次 不死不灭 步入无上大地之境 掌握一条道 便突破大地的门槛 掌握两条大道的大地 同层次前提下 自然能镇压 掌握一条大道的大地 步入大地层次后 拼的是谁对大道的掌控数量 还有大道的领悟程度 初步入门掌控大道 跟小城 大城 圆满 极尽掌控那差距宛弱鸿沟 只手碾压的存在 数量与质量 都是大地强弱的象征 而 风九幽作为一个渡截境 都能感受到大道的雏形 可见恐怖的修炼天赋 与感悟天赋 可以说 风九幽突破大地前的境界 一路通畅无比 没有任何屏障 这就是 她在大道之书下 感悟这片刻的成绩 风九幽睁开双眸 朝白塔望去 白塔心领神会 主动说了起来 主人 我是先天混沌白塔 主人 您可以喊我小白 风九幽点了点头 小白继续说道 主人 小白的主要功能有九重 第一重 也就是第一层 叫做试炼场 可以魔力自身境界 里面有来自三千大世界的各种怪物虚影 第二重 也就是第二层 叫做心境场 魔力心境 风九幽听完小白的介绍 整个人都快得疯了 白塔不但可以把人收进来 还能让人在这里修炼境界 心境 神魂 甚至里面设置了领悟意境 欲 道的存在 只不过 在领悟道上面没有大道之书 更加清静 他需要修道者进入第九层后 打破身体的禁锢来参悟大道 非大毅力 大天交者 不能进入九层的 而白塔的功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比大道之书 葫芦娃 剑草 冰莲等都要强大 最为关键的一点 他现在就可以随自己 离开先天小世界 至于风九幽问他 为什么可以跟自己离开时 他却说道 主人 本先天混沌白塔 早已渡过了成长期 在主人的先天小世界 得到先天之气的洗礼后 成为真正的先天混沌至宝 不过 我必须隐藏气息 不然会被大世界的天道排挤 毕竟我已经超越了 他们数个层级 隐藏期 主人您只能开放 一到三层的空间历练 风九幽满意地点了点头 幸好先天混沌白塔 能跟着自己 否则 近来一次 人都会抑郁了 先天混沌白塔变小后 出现在风九幽的手上 他为了掩盖气息 自动幻化成一座小黑塔 原本气势磅礴 大到弥漫的他 此刻变得很平凡 看上去跟仙气 斩到神兵一样 风九幽满意地看着白塔 一个念头 便出现在了山洞里 先天混沌白塔沉寂了下来 似乎天道也没感受到他的存在 作主 恭喜你喜提先天混沌白塔 系统的电流音 还是那么熟悉 系统 你还没介绍你升级后的情况 风九幽恋恋 不忘在灵机城最后的大沙特沙奖励 还有近期的杀戮经验值 作主 全能升级系统 会让你精掉下巴 自己请看 系统 全能升级系统 功能A 智能升级 随即报修为年份 敌人境界越高报修为越多 低于自身境界 报一杠一百年修为 同境界者 报一百至一千年 高于自身境界 报一千至一万年修为 天交以上 报一万至十万年修为 传说集 至尊境以上 报十万至一千万年修为 功能B 智能兑换 修为 装备 功法 战法兑换原则 一千万年修为 兑换大地极品 五百万年修为 兑换大地上品 三百万年 中品 二百万年 低品 一百万年 至尊级极品盗兵 五十万年 以此类推 功法亦如此 重点提醒 系统还有第二次升级 待宿主为突破大地主宰层次 届时可以兑换超越大地以上的功法 战法 装备 功能C 智能融合 同类战法 功法四种以上 融合成更高一层次的功法 高等级功法与低等级功法融合后 低等级功法会被吞噬 同理高等级战法也一样 同类级别神兵或者盗兵融合后 会变成一柄全系武器 级别提高一等级 可施展全系任意战法 高等级神兵或者盗兵 吞噬低等级神兵后 只保留高等神兵属性 什么 风九幽看到虚拟面板上弹出来的介绍后 整个人呆滞了 这是真正的震惊 系统升级后 这三大功能太实用 也更逆天了 特别是智能融合这玩意 完全就是废物利用的后门作弊器 自己到时候杀人抢装备 丢给系统融合 岂不是会搞出一批神兵盗兵帝兵出来 想一想都恐怖至极 系统 先把你欠我的修为年份给我吧 宿主 系统这就统计之前修为值 全部转化为修为年份 十万年修为 灵机城统计完成一共二十万年修为 近期系统升级并未接收到数据 很抱歉 宿主 你白杀了人 我想骂人 风九幽被系统的骚操作给气到了 感情杀了半天 就因为你升级就全部不统计了 宿主 淡定 淡定 虽然不能统计 看在你辛苦的份上 可以给你玩一玩幸运大转盘抽奖游戏 说不定一发入魂中帝兵或者帝金呢 这个等我突破境界再说 快点让我突破吧 风九幽迫不及待 想感受到灌体的快感 自己渡截境后期好久都未突破 也不知道突破到渡截境急进时 会不会突然飞升了 好的宿主 为了避免你突然飞升 系统只给你灌体修为 到渡截境巅峰 渡截境 五千年修为渡截境巅峰 风九幽浑身一击灵 突破到了渡截境巅峰 整个人的实力 比之前又一次提高了不少 系统 让我抽奖吧 好的 宿主 一个虚拟的大转盘出现在眼帘 上面只有大地 至尊 斩道 先品四栏 看来系统还是挺会变通 没有放上宝品 灵品 先天等 否则 风九幽会封掉 风九幽按了一下开关按钮后 指针疯狂转动起来 经过了四五圈后 指针终于慢了下来 滴答滴答的声音响起 在风九幽期待的眼神中 它正好划过大地 落在了先品栏上 卧槽 系统 你是不是故意 不想让我得到大地精 原本指针都要停下了 突然就划过了 让风九幽不得不起了疑心 宿主 本系统绝对公平公正 你没抽中 说明你的赌运有点差而已 怪我了 风九幽揉了揉脑袋 不再计较 继续说道 给融合吧 宿主 系统融合功能启动中印 请稍等 宿主储物的灵器 宝器 仙器 白光剑 指甲刀 苍穹剑 融合 恭喜宿主融合成大地 及下品全系地兵 苍穹地刃 可随战法变化武器形状 附加属性 冰冻 流血 撕裂 试魂 使用不同形状地兵时 附带某种属性 卧槽 这么强大 风九幽看着手中的苍穹地刃 光彩流离 宛若一柄艺术品 大喜道 储物借出了登天靴 流星甲外 所有的兵器 全部融合成一柄苍穹地刃 苍穹地刃一出 水雨争风 风九幽哪里知道 危险已经悄然降临 鹿死水手 还未曾可知 第117章 来自剑道世界的高手 地营的仰悟者 随着系统的介绍 风九幽再次感叹系统的强大 曾经打劫来的无数本功法 全部融进了 杀伐天经 之前修炼的功法 全部化为了杀伐之气 等到后续修为年份提升后 再兑换几本至尊级功法 一起熔炼 提升到大地精层次 不过 对于现在的风九幽来说 更换功法并不急 当务之急 先灭了三大圣地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对于风九幽来说 有仇力急报 就算打不赢 也得撕下他一块肉 系统 有没有隐秘的辅助手段 可以兑换 随着自己暴露越多 自己的敌人就越多 甚至连无上天 都会通过其他手段下戒 来针对自己 现在的自己 就像一个定位仪 分分钟钟被人跟踪 锁定 宿主 有一门大地几脸西数 只要十万年修为兑换 啥 大地几脸西数 十万年修为兑换 系统 你确定不是在抢钱 不对 抢修为 风九幽张大嘴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29.5万年的修为 一下就去了十万年 这是肉痛的感觉 他辛辛苦苦赚了一点修为 一下就去了三分之一 宿主 大地几脸西数 了解一下 如果你修为够的话 兑换一门千变万化 辅助攻法也行啊 系统再一次诱惑起风九幽来 千变万化 何等级别 一听名字 似乎感觉有点牛逼轰轰 难道想孙猴子学的那个 一根毛便可变化成一个人 千变万化是大地级极拼辅助攻法 修成后可任意变化 连气息都能模拟成你所变化的那个东西 风九幽脸色大惊 这岂不是72变更 强大的存在 心头顿时火热 渴望的眼神全写在脸上 系统 兑换千变万化 需要多少修为 啊 二百万年修为 卧槽 风九幽傻眼了 没想到兑换个辅助攻法 居然如此昂贵 算了 先兑换大地级脸西数吧 扣除十万年修为 剩余十九点五万年 脸西数已经匹配宿主 一段深奥的口诀念叨后 风九幽的境界 一下来到了洞虚境初期 不错 风九幽看了看自己 站在别人面前 呈现的便是洞虚境初期 除非跟杜捷境高手交手 否则 没有人能发现自己真实的境界 风九幽拿出一个斗笠 穿上黑袍后 朝洞外走去 此时 通往西域百花圣地的 必经之路 罗虎峡谷 一个戴着斗笠 身穿绿袍的男子 站在山巅 脸全部盖住 只剩下一双鹰眼 四处打探着 传鹰石上 残留着刚才的余鹰 总推算 风九幽今日必经过罗虎峡谷 斗笠男的神识 已经覆盖住罗虎峡谷天上地下 只带风九幽入瓮 伴赏后 风九幽飞行经过此地 瞬间停了下来 一股敌意的意识 锁定了自己 目光所及之处 发现一个斗笠男 冷冰冰地盯着自己 咦 这个斗笠男有点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 熟悉的气息 熟悉的打扮 一幕画面浮现在脑海中 五年前 一心逆境天铺 也是那个带着斗笠的男子 对自己充满了杀意 难不成就是他 瞬息间 风九幽出现在山巅 与男子隔着斗笠相望 阁下 似乎专程再次登本公子 绿袍斗笠男 瞥了一眼风九幽 露出疑惑的表情 似乎他身上的气息 跟他要杀的人 有点对不上 两人同样的打扮 似乎又回到了五年前 你是不是风九幽 绿袍斗笠男疑惑问道 风九幽脸稀后 似乎跟之前的气息不同 让绿袍斗笠男一头雾水 但他又不想错过杀他的机会 啊 不管你是不是风九幽 我都得杀你 常见一出 天地风云变色 一股超越玄天大世界的力量 冲天起 直面风九幽而来 等等 好不容易酝酿的气势 被风九幽的一句等等 给化为虚无 简单两个字 充满了风九幽在大道之书下 对大道的感悟 可以称之为口诛笔伐 通过杀法领域 直接破坏掉绿袍斗笠男的气势 绿袍斗笠男双眼微微动了起来 两人无形间交过一次手 算下来是自己落了下风 你在杀我之前 不自我介绍一番 嗯 本公子不懂就问 这很科学吧 风九幽眉毛一挑 斗笠下露出一抹莫名的笑容 你让一个女人伤心 我必须杀掉你 绿袍斗笠男说了一句 风九幽听不懂的话 女人 本公子心中无女人 何来女人伤心的说法 绿帽子 嗯 绿衣服男 你确定没搞错 风九幽那闪烁的双眸 宛若一汪湖水 清澈无比 看得绿袍斗笠男 一头雾水 难不成他不是风九幽 不对 不是风九幽 又如何破掉我的见识 风九幽 我找的就是你 你别装了 你化成灰我也认识你 五年前 我便记住你的模样 气息了 风九幽一愣 果真是五年前 那个跟着自己 进入秘境的鸟人 呵呵 阁下 你好本事啊 五年前便跟我进入秘境 怎么那个时候你不动手 偏偏要在今天 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动手 你难道不觉得破坏环境 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吗 风九幽摸出苍穹地刃 恐怖的气息冲破天穹 吓得天道大惊 难道天道要崩碎了 还是无上大地 要毁灭玄天大世界 高傲无比的天道 再一次被惊动 当他睁开 双眸朝螺虎峡谷看来时 又一次傻眼了 该死的 怎么又是这小子 你非要让本天道 给你跪下不成吗 要不是你自带玄天大世界的气息 本天道一定驱逐你 让你去祸害其他大世界 恼怒的天道 闭上了眼睛 不再管他 就算打破了天 打裂了地 他都不再理会了 绿袍斗立男 脸色骤变 背后直冒冷汗 该死的 他居然有无上神兵力气 连天道都不敢管他 我这不是打起灯笼 进厕所 找死吗 呃 兄太 认错人了 打扰了 绿袍斗立男 抱拳后 纵身踩上一朵白云 打算远离封九幽 然而 一道细血的声音 让他差点掉了下来 绿袍子男 你要是再逃跑 我的苍穹地刃 可要动手了 要是断了头 缺了手 可不要怪我 我 强大的剑欲锁定自己 封九幽只不过触动了 一下一件逍遥战法而已 苍穹地刃自动变成地剑 绿袍斗立男 自觉地飞了回来 一脸尴尬地看着封九幽 心中无比地憋屈 尼玛 拿着一柄超越大世界的剑 老子还能跟你决斗吗 太他妈的欺负人了 绿袍斗立男 都快哭死了 我来自剑道大世界 人称剑无双 地营的追求者 五年前 发现你是地营的未婚夫 我便想动手杀你 很可惜 有一个护道人保护你 我始终没找到下手的机会 剑无双一股脑地交代出来 他面对封九幽 比他面对剑道大世界之主 他的师父剑无敌 还要恐怖 这么听话 就把事情交代了 你不是要杀我吗 怎么不动手 你不想拿我的头颅 去征服地营 风九幽细血的表情 看得见无双 恨不得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你妈 我要是能打过你 老子一剑戳死你 你能不能别这样羞辱我啊 风兄 你已经是我前进路上的灯塔 我哪敢对你动手 刚才我只不过跟你开玩笑吧 能看到你威武的英姿 无双三生有幸 特别是你的王霸之气 让我顶礼膜拜 我决定了 跟随你的脚步 做你最忠诚的小弟 为你披荆斩棘 征战天下 剑无双姿态 低到了膝盖下方 这可是他几十年以来 第一次如此下剑的说话 要是让剑到大世界的人知道了 所有人都会疯掉 你可是剑到大世界的剑子啊 剑到大世界之主的继承人 你居然对一个敌人点头哈腰 甚至在求饶 还想做对方的小弟 第118章 剑无双 收下一个先天剑谷小弟 剑无双姿态放得如此之地 让风九幽露出诧异的表情 玩剑 嗯 玩剑的人 不应该都是有傲骨吗 你居然放低了如此低的姿态 让本公子杀也不是 不杀也不是 风九幽眼睛一亮 一个白颂的先天剑谷 不收下 确实有点浪费 一道计谋扶上心头 剑无双 要不我站着不动 也不攻击你 让你攻击我三招 三招过后 你要是对我造不成一丝伤害 我再收你当小弟也不迟 如何 剑无双抬起头 露出惊讶的表情 也不知道风九幽玩什么幺蛾子 自己堂堂见到大世界的剑子 未来的剑到大世界之主 你居然让我刺你 风九幽难道是在考验我 不过看他一脸真诚的表情 难道他良心发现了 你当真站着不动 让我攻击 剑无双疑惑问道 嗯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本公子说站着不动 就站着不动 来吧 风九幽做出一副 大意凛然的模样 让剑无双心中五味杂陈 难道他真以为 自己是金刚之躯 还是霸体之躯 敢让我的剑子的剑落在他的身体上 既然风兄如此想要展示自己的防御能力 小弟无双不得不从 得罪了 斗力下 眼光一聚 手中的剑提手在前 以左右攻击之势 在空中打出一道太极图 黑白分明 蕴藏剑狱 周围的灵气疯狂涌入 战法未动 天地变色 恐怖的气息 围绕黑白剑气图 疯狂运转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 弥漫开来 咦 风九幽对剑无双大为赞赏 果真是天神的剑谷奇才 一手剑法丸的真剑 太极剑法 黑白为本 灭杀 随着剑无双话音一落 黑白剑气化作上百道剑气 从虚空中落下 一剑不差地 全部落入风九幽身上 剑无双满意地看了看自己的黑白剑气图 他不相信 在三千大世界 还有人能抵挡住黑白剑气图的攻击 就算他师父剑无敌 也不敢如此拖打 然而 总有一些意外让人猝不及防 甚至超出他的意料之外 无数剑气落下的瞬间 风九幽的天穷护体发动 当当当 悦尔的声音传来 那是对剑无双无耻的嘲讽 剑无双瞬间抹了 嘴里冒出一个 斯文人根本不应该说了两个字 卧槽 这还玩个球 就算我使出洪荒之力 让剑气漫天飞 也破不开你的防御啊 一股挫败感油然而生 他收回了战法 一脸哀怨地看着风九幽 风兄 小弟我输了 尽管他心里不承认 可嘴上不得不承认 剑无双 你确定不再攻击攻击 说不定我的防御就被你打破了 然后就伤到我了 风九幽对着剑无双眨了眨眼 笑道 剑无双收回手中的长剑 拱手道 老大在上 请受小弟一拜 说完后 剑无双单膝跪地 行礼起来 风九幽露出一副 和蔼可亲的表情 连忙把剑无双扶了起来 无双 你可是真心服气 先说明 你要是假意做我小弟 欺骗我 我可是要去见到大世界走一走 甚至找你师父喝喝茶 聊聊天呢 剑无双心头一紧 心中大感不妙 要是让这个变态去见到大世界 不但师父要倒霉 连神剑圣地也会被他毁于一旦 这可千万使不得呀 老大 小弟服了 小弟真服了 只有你伟岸的身躯 才配得上我剑无双的老大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况且自己败在一个疑似先天无瑕混沌体的手上 有什么好丢人的 自己号称剑刀大世界低妖孽 堂堂先天剑谷弟子 在面对风九幽时 依然不够看 不错 不错 说个先天剑谷的小弟 挺好 风九幽满意地拍了拍剑无双的肩膀 露出久违的笑容 这是他第一次爱才兴起 先天剑谷这种天赋 可谓恐怖至极 是修炼剑道的绝佳好苗子 等他过了考验期 收入先天混沌白塔里面 试炼一番 给他一条快捷的登天之路 不过 现在他还没资格进入先天混沌白塔 剑无双嘴角微微抽搐 也不知道回到剑道大世界 会不会被无敌老头子罚跪搓一板啊 此刻 剑无双头都大了 愿赌服输 这是他立信的根本 尽管之前为了帝赢 来杀他 但如今 为了剑谷的尊严 又变成了他的小弟 真可谓 世事难料 女人在老大面前 又显得无足轻重了 一想到这 剑无双顿时释怀了 老大 接下来怎么办 你可是要面对 无穷无尽的敌人啊 剑无双担心起来 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你这是举世皆敌啊 好办啊 敢对自己出手的 统统灭掉 一股杀气直冲云霄 惊得无数妖兽 纷纷逃离这里 看得见 无双大惊 这得杀多少人 才有的杀气啊 一百万 一千万 一亿 甚至更多 剑无双不敢去想象 他刚认得老大 有多恐怖 无双 你去帮我查找一下 地营的下落 这个应该难不倒你吧 毕竟 你是他的仰慕者 风九幽话音一落 剑无双顿时尴尬起来 好吧 老大 我保管完成任务 剑无双身影剑淡 消失在了山峰处 风九幽抬头 看了看西方 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 百花圣地 我来了 风九幽纵身一跃 踩在一朵白云上 朝百花圣地赶去 此时 百花圣地 人心惶惶 自从圣主 及高层命运大罗 圣地山门外后 整个圣的 变成了群龙无首 纷纷害怕 风九幽杀来 摇持圣地 就是前车之剑 风九幽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与他为敌的圣地 宗门 我提议 跟玉兽大世界的 晴天合作 共同抵御风九幽 这时 看到争论不休的 弟子月华站了出来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 仅存的活化石 李牧三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点了点头 在此关键时刻 杜杰进巅峰 战力损失严重的前提下 不得不走出这一步险棋 与其被风九幽 屠露一空 还不如跟玉兽大世界 天狱圣地的晴天合作 毕竟天狱圣地的力量 远超五大圣地的总和 既然大家都没问题了 我们就去百花峡谷 等着风九幽的到来吧 弟子月华转身 带着活化石 一众高层 弟子腾云驾雾 朝百花峡谷飞去 这边 神秘小院内 粉红的大床上 弟盈露出了肚兜 一副娇滴滴的模样 看得见于大世界的李玉 已经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那性感的身躯 那一点紫色 让他咽了无数次口水 弟盈欲聚还迎的模样 让李玉身体都快炸了 因而 本公子已经受不了 李玉被弟盈撩拨得万分难受 他已经处于野兽暴裂的边缘 李玉公子 我们先喝一杯 调调情吗 不然哪有那种感觉 弟盈双目含春水 伸出那双白皙 娇嫩的双手 李玉忍不住去抓 不过 弟盈却闪电般收了回去 手中换上了刚刚到满酒的酒杯 李玉健壮 不加任何思索 端起酒杯一口闷 他此刻只想共读乌山 哪里会考虑到酒的问题 当米青虫上脑的人 对危险的预判为零 弟盈笑了 没想到 李玉居然如此不堪 这这样 给轻松拿下 你 你给我喝了什么 一股莫名的力量 在李玉体内乱窜 石海瞬间被控制住 整个人呆滞下来 哥哥哥 李玉 我是你的主人 弟盈 弟盈放肆地笑了起来 眼角闪过一丝讥讽 第119章 百花江三阵封锁 封九幽微也 百花峡谷 在百花圣地二百公里处 这里可谓花丛景簇 鸟与花香 飞鸟走兽应有尽有 说是动物的游乐场 也不为过 峡谷下方百花江溪流湍急 江水奔腾 素有修道者的坟墓之称 凶险至极 传说百花江的水中千军流入九渊 又传说百花江不能横渡 至今都未有人赶在上面渡江 甚至捕鱼 曾经有两个渡劫境高手在此决战 其中一个被打落江里 顷刻间就被百花江给吞没了 再也没有从江底飞起来 此时 百花峡谷上方突然烟雾弥漫 笼罩在上方 只隐约看到山头 飞鸟 树木 石头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似一座人间仙境 一朵白云飘来 起初没注意 但进入了迷雾边缘时 顿时反应过来 咦 风九游大为震惊 自己的神石居然无法穿透迷雾 不好 没有丝毫犹豫 正打算使出咫尺天涯神通石 峡谷下方的江水 倒流而上 化作无数水柱 形成一个偌大的屏障 把风九游锁在里面 紧接着 迷雾蔓延开来 在水墓之外 再形成一道气罩 叠加在水墓外面 完了 巴比Q了 风九游大感不妙 自己腾晕架雾 往百花圣地赶 居然没提前感知到 白雾有问题 这也不能怪他 白雾只不过是障眼法罢了 就是普通的白雾 关键的是 隐藏在水底的大阵 通过极湾的水流 遮盖了阵法的存在 让风九游一不小心就遭到了 结结结 风九游 等候你多时了 我们给你提供的 斩道极阵法 你可满意 迷雾中传来一道 嚣张的声音 他们准备的阵法 可谓封天锁地 这可是无上天传下来的阵法 欲受大世界天狱圣地提供的 不然百花圣地的人 根本拿不出这种封锁 一片世界的阵法出来 用极品仙石驱动 这可是百花圣地沟通上界后 通过了界面壁垒 期间损失了几十块极品仙石 最终传下来两块 对于百花圣地付出的代价 可谓惨重 百年才能沟通上界的机会 就这样浪费掉了 躲在暗处的老鼠 你有本事出来 看看本公子打不死你 风九游一边回应道 一边认真地观察周边 发现阵法内水气弥漫 宛若进入了一个水中世界 不过 无数道水箭从四面八方射来 每一根水箭都超越了渡截径 要是换其他人来 分分钟钟会被射成刺猬 风九游苍穹护体发动 水箭落下全部被挡住 当当当 按照阵法的疯狂攻击 就算自己杀伐天惊 容量是别人的十倍 也经不起如此高的消耗 对于阵法一窍不通的风九游来说 可谓是愁眉不展 流氓兔 风九游想到吞天兔 便打算喊他出来帮忙 结果悲剧了 这个该死的大阵 居然封天锁地 禁止顺移 进入其他时空 连召唤体内丹田世界也做不到 宿主 系统也爱莫能助 自求多福吧 卧槽 这下装逼有点装大了 哈哈 风九游 是不是想顺移逃跑啊 实话告诉你 这可是水墓进风阵 杜绝一切顺移 召唤 顿空的 你乖乖受死吧 暗中的人狂笑道 他们不用出动一兵一卒 靠着两个阵法轮流攻击他 好都会把风九游给耗死 此时 一道水龙冲天气 朝风九游杀来 恐怖的气息 让风九游心有余记起来 天穷护体启动 水龙撞击后 风九游被撞飞了十几丈远 这 那股水龙的撞击之力 似乎强大得有点离谱 关键它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除非断疆节流 找到阵眼 又或者破坏力量的补给 风九游揉了揉脑袋 认真思考起来 不过 水龙却不会给他思考的时间 水龙长鸣 地下的江水腾空而起 化作密密麻麻的水剑 带着滔天怒意 直面风九游来 卧槽 天穷护体发动 无数水剑击打在护体气罩上 当当当 一波波水剑 不间断地射来 体内的仙灵之气疯狂消耗 再这样下去 自己没有补给 迟早要完蛋了 风九游 滋味如何 束手就擒吧 否则 下一波就是你的死期 嚣张的声音 再次从迷雾中传来 一改以往的沮丧感 一扫往日的阴霾 天旋大世界第一个公子 也有今天 风九游并不理会暗中的那人 得想办法破掉阵眼 或者找到躲在暗中的人 以战养战 不然 这次真的要死翘翘了 说是此时那时快 水龙再次演变成数百条小水龙 带着滔天之怒杀来 龙鸣之声不绝于耳 阵的峡谷地动山摇 法天向地 出 风九游发飙了 真把老子当挨打的病猫不成 刹那间 几十丈的巨人出现在阵中 手持苍穹地刃 杀向水龙 苍穹地刃幻化成全套 一击掌印世界打出 碰 庞大的涨气铺天盖地落下 杀来的水龙瞬间被灭 风九游如何能放过 那条大的水龙 一掌落下 江河愤怒 水流盘旋 水龙无视风九游的攻击 瞬间分解后 落入百花江中 风九游打了个空 一道须手印落入江中 激起千层浪花 直飞数百米高 真是恐怖如斯 暗中的百花圣地众人 看得呆若目击 要是那道手印打到他们身上 注定了会变成一具尸体 弟子月华眼中闪过一道阴霾 心意狠 手势一挥 说道 发动百花落语阵 就算杀不了风九游 也要耗光他的先灵之力 百花圣地弟子闻声后 露出惊讶的表情 一名弟子问道 月华师兄 百花落语阵 会耗光我们所有人的灵力 要是遇到敌人 后果不堪设想 确定要使出这个阵法 百花落语阵 是百花先公传承下来的 斩道极阵法 以灵力凝聚成花朵 产生超越自身数倍的战力 组成阵法的人数越多 产生的威力越大 最大可以达到一百倍的杀伤力 此阵法唯一的缺陷便是 只要发动百花落语阵时 不能间断 直到耗光灵力为止 才能取消阵法 真所谓 伤敌一万 自伤八千 百花落语阵 杀 正当风九游追杀水龙之际 迷雾中传来一阵呐喊声 紧接着 无数花瓣从天而降 每一半花瓣都蕴藏着无穷的杀鸡 触碰之 山川毁灭 大地撕裂 该死的百花圣地 等本公子脱困 必涂之 百花城落语 铺天盖地降下 恐怖的气息 弥漫在风九游头顶 哪怕他此刻 保持着几十丈的法天象地巨人身 也感觉到了惊恐 刚才的厮杀体内的仙灵之力不足一半 在应对这落下的百花剑气时 弄不好 这次真要交代在这里了 掌印事件 我拍 巨人体长 朝落下的百花剑气拍去 碰 一惊落万物声 爆炸声不断响起 轰隆隆 大江瞬间断流 天空如烟花般灿烂 此时 水墓进风阵 烟雾沙阵同时发动 水龙再次腾空而起 轰隆声再次传来 烟雾眼花的怪物 踢着镰刀 踏着江面 带着沙翼而来 一时间 风九游四面楚歌 岌岌可危 第120章 两女争霸 玄天大世界变天 烟雾怪 镰刀横批 一道斩落星辰的气势 以弯月刀钢杀来 水龙咆哮 水柱腾起 编织成网落下 势必让风九游含恨 而最恐怖的 要数百花落雨震 花丛景簇 血红色的浪漫 从天而降 风九游无处可躲 无处可藏 三大阵法全部落下 江河在咆哮 峡谷在动摇 啊 风九游躲避不及 在三大阵法的叠加下 被击中 天穷护体已经暗淡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巨人的双脚掉落降低 只剩下一个头颅浮出水面 这是风九游出世以来 最危急时刻 体内的先灵之气 所剩无几 要是对方再来一次 天穷护体将不再护体 该死 风九游对阵法一窍不通 打了半天 未能发现阵眼的踪影 一直处于被挨打的局面 让他绝望的是 再不恢复真身 灵气即将枯竭 掌控阵法的百花圣地弟子 大喜 终于把风九游打到江里去了 能让风九游吃扁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场大胜 玄天大世界 第一次有人 把风九游按在地上摩擦 除了百花圣地外 还有谁 三阵合一 发动最后一击 月华心头一暖 眼看胜利在眼前 他可不想给风九游翻盘的机会 于是 水龙 烟雾怪 百花雨落 三阵齐发 铺天盖地的水龙 化作一柄透明的长剑 朝风九游的脑袋切下 烟雾怪的镰刀 宛若死神的杀戮 朝凤九的脑袋劈下 而那些花瓣 密密麻麻地排成一把弓箭 嗖嗖嗖地射来 风九游绝望了 正在三道攻击落下时 恢复的针身 在历劫时 掉进了百花江里 滚滚百花东是水 一带妖孽 就这样沉入江底 不见踪影 月师兄 风九游蛇吗 一名弟子惊喜地看见 风九游沉入江底 眉飞色舞地问道 嗯 应该吧 没见到尸首前 还不能确定 不过 一个修道者失去了灵力 掉入这个酒驱百花江 估计凶多吉少了 月华摸着下巴 认真分析起来 我觉得他应该会被百花江淹死 毕竟他又不是谁属性修道者 百花江号称修道者的坟墓 不错 我也这样认为 风九游必死无疑 还没有人能从江里面活着出来 百花圣地众人纷纷议论着 如此丰功伟绩 居然是他们亲自完成的 百花圣地注定了会成为 玄天大世界第一圣地 甚至未来的玄天大世界之主 也是百花圣主来当 与百花圣地众人兴奋不同的是 风九游没入百花江后 被强大的水流以水龙卷 直接给卷到了水底 身体与水底的巨石撞来撞去 整个人处于崩溃的局面 头破血流 伤痕累累 突然间 一个巨大的黑洞出现在水底 一道强大难以抵抗的犀利出现 不 风九游仅存的意识沉睡了 整个人宛若一具尸体般 被吞没 在被吞没时 风九游身体光芒四射 涌出一个气泡 把风九游的身体包裹着 百花峡谷上方 百花圣地众人纷纷摊在地上 没有一丝凌厉 不过 他们的脸上是喜悦的 是开心的 终于灭掉了风九游这个魔头 漠然 虚空泛起一阵涟漪 潜雨牵着晴天从虚空中走出来 身后跟着玉兽大世界 添雨圣地众人 最恐怖的是 那一千头镀截净的妖兽 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下方百花圣地弟子心惊胆寒 晴天 你这一十二鸟之计 真高啊 潜雨倾成一笑 看得晴天心里痒痒的 那渴望的眼神 恨不得立马把潜雨拉到小树林 高唱凯歌 摇晃小树 那还不是鱼儿 你提供的消息准确 百花圣地的傻子们 就这么容易上当了 潜雨 晴天的谈话 让贪在地上的百花圣地弟子 大感不妙 月华脸上的愤怒 都快挤出一锅水了 自己为了灭杀风九游 居然落入了潜雨 晴天的诡计之中 风九游被自己百花圣地干掉了 但同样也沦为了 潜雨等人的待宰羔羊 你们 为何过河拆桥 月华对着空中的两人怒吼道 哥哥哥 过河拆桥 不 不 百花圣地从来都没有 当那座桥 只不过充当了柜子手吧 月华弟子 你们公然杀害风家 子嗣风九游 好大的胆子 为了风家的尊严 我潜雨 代表大罗圣地帕尔等死刑 立即执行 潜雨话音一落 身后的剑神老祖等人 手中的剑气破天而来 无数道剑气落下 恐怖 绝望的气息 弥漫在百花圣地弟子头上 不 剑气落 百花残 仅存的百花圣地高手 全部死在了百花峡谷 那些元神刚准备逃 虚空中的猎魂剑雨落下 请客间 元神被灭得干干净净 玄天大世界排名第四的 百花圣地就此消亡 潜雨 秦天等人 只花了两个阵法的代价 不费吹灰之力 轻易灭掉百花圣地 真是堂王补禅 黄雀在后 潜雨笑到了最后 潜雨俯看着凶猛无比的百花江 脸上露出一丝失望 痛心 随后嘴角露出一抹 大愁得爆的笑容 风哥哥 希望你走得安详 可惜 你至死都不知道 是谁在背后算尽你 只能怪你自己太自以为是了 我的好哥哥 永别了 吸吸吸 两滴泪水从潜雨脸上滑过 消失在风中 与此同时 帝盈在剑狱大世界 无量圣地弟子礼遇的帮助下 发动了无量圣地 上百名渡劫境建修 灭了通天圣地 妖月圣地 自此 帝盈控制住了通天圣地 妖月圣地两处 形成了东狱 南狱的修道者势力统一 凡不臣服的势力 统统灭杀 炸天帮为了避免 沦入圣地的湖口 发动海天阵法 南狱上千个岛屿 消失在大洋上 从此 炸天帮避世不出 与世隔绝 而 潜雨占领了西狱的百花圣地外 中狱原本的地盘 竟在他掌握之中 潜雨 地盈 这两个曾经跟风九幽 有过短暂交集 仇深四海的两个女人 成为了玄天大世界 争夺玄天大世界之主的 两大候选人 第121章 神秘小事件 小呆妹 哥哥 哥哥 快点醒来 睡梦中 风九幽好像听到了 一个小女孩的呼声 慢慢地 风九幽艰难地 睁开了双眸 眼珠子一转 整个人一脸猛逼 一个茅草屋 说好听点 叫简约 说不好听点 连西北风都不能抵御 不避风雨 比起自己 在玄天大世界住的地方 差了十万八千里 床边有个 衣衫褴褛的小女孩 一双大眼 扑闪扑闪地 盯着风九幽 哥哥 你醒来了呀 她发现 风九幽睁开双眼后 兴奋地叫了起来 风九幽 艰难地撑起手掌 爬了起来 体内仙灵之气空荡荡 全身乏力 差点摔了下去 哥哥 你受了很重的伤 不要轻举妄动 我去给你打碗粥吃 小女孩兴奋地 风九幽揉了揉脑袋 沉入百花江底之前的事情 一股脑地出现在脑海中 自己被三大阵法同时攻击 体内仙灵之力全部消失 然后沉入江底 遇到一个黑洞 等等 难道我进入了黑洞的世界 玩大发了 仙灵之力空空如也 想进入体内世界也做不到 唉 系统 出来说话 叫了半天 系统一点反应也没 难道自己仙灵之力消失后 连系统都不能启动 风九幽看着简陋的房屋 心中一片茫然 哥哥 喝粥 小女孩露出纯洁的笑容 递上所谓的粥 那是一碗清如水的粥 里面只有几颗米粒 漂浮在上面 小女孩肚子突然咕咕地叫了起来 她羞涩地埋下脑袋 风九幽突然将住 心中闪过一道莫名的温暖 小妹妹 是你救了我 小女孩点了点头 说道 哥哥 我昨晚在神庙里面祈祷 结果你从天降 砸倒了神像 我怕你成为村里的公敌 就偷偷把你用木车拉了回来 小女孩指了指床边不远处的简陋木车 风九幽一脸欺然 一个瘦弱的小女孩 用自己微薄的力量 把自己从所谓的神庙拉回来 应该吃了不少苦头吧 瞥眼一看 只见小女孩的两个手掌上 出现两道红色的勒痕 一看便知 是拖拉木车绳子产生的痕迹 小妹妹 你的手 小女孩偷偷把手放在背后 嘻嘻地笑了起来 哥哥 没事了 我干活的时候 不小心弄伤的 风九幽突然僵住 心中一顿惭愧 等自己恢复了先灵之力后 一定要好好报答小女孩 小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摸了摸脑袋 乐呵呵笑道 哥哥 我叫小呆妹 村里的人都这样叫我 小呆妹 你的家人呢 小呆妹一脸欺然 随即笑了起来 哥哥 我没有家人 是被村里的一个老爷爷捡回来的 可是老爷爷去年已经死去了 说完后 小呆妹眼角流下一滴眼泪 对不起 小呆妹 九幽哥哥 不是故意要问你的 风九幽有点惭愧 没想到小呆妹是个锅 怪不得如此清贫 九幽哥哥 你的名字真好听 风九幽微微一笑 穿上鞋子后 艰难地走了两步 差点摔到地上 不禁摇了摇头 难不成自己要变成一段时间废物吗 没想到受了重伤后 连仙灵之力也消失得一干二净 看着瘦小的小呆妹 心中鱼心不忍啊 可惜 没有丝毫灵力 想打开储物界也做不到 哥哥 你休息吧 小呆妹去干活了 晚点给你带好吃的回来 小呆妹俏皮一笑 蹦蹦跳跳地离开了茅草屋 留下一脸惭愧的风九幽 既来之则安之 本公子什么苦没吃过 风九幽自我安慰到 在床上盘坐起来 运行沙伐天经 很可惜 并没有感到丝毫灵力 让风九幽一脸的无语 光阴四溅 时光如梭 一晃半年过去了 风九幽的身体完全康复了 不过依然没感觉到 仙灵之气的存在 小呆妹在风九幽的帮助下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整个人天天像小鸟一样 在身边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九幽哥哥 今天我们还去打练吗 嗯 小呆妹也换了新衣裳 比之前的乞丐装好了 不知道多少倍 名副其实的小美女 两人迎着朝霞 走在山间小路上 一路上有说有笑 突然 林间传来一道对话声音 黑虎 你确定山里面有鲜物 龙哥 我确定 上次我跟着灵沙神 夜晚经过云剑洞时 亲眼目睹了一缕白光 那灵沙神 怎么不来寻找仙物 龙哥 灵沙神怎么没来找 他逃出来后奄奄一息 告诉了我说 那里有一条巨猛 守着后 便死翘翘了 什么 你喊我来 是不是也想让我去送死 啪的一声响起 好像是山耳光的声音 龙哥冤枉啊 我上次偷偷摸在洞口 只要不发出声音 就不会惊动巨猛 这次我带了硫磺来 听说蛇怕硫磺 两人的声音越来越小 风九幽并没听到 后面他们说了什么 哥哥 真的有仙物 小呆妹眼睛扑闪扑闪 好奇问道 风九幽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温柔道 仙物肯定有的 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修炼之人 修炼到极致 就可以称之为仙 真的吗 哥哥 我也想成为仙人 听说仙人能腾云驾雾 飞天遁地 小呆妹眼神中充满渴望 还有一脸的认真 好 哥哥会让你成为仙人的 风九幽溺爱地看着他 一个九岁便遭受过多次磨难的小女孩 或许是心里同情作祟 也或许她像自己的亲妹妹一般 多了一丝亲情在里面 嘻嘻 哥哥真好 小呆妹以为风九幽是故意安慰她的 随口答应下来 她哪里知道 风九幽从心底打算 让她走上修仙之路 改变她命运多舛的人生 她便是未来叱咤无上天的风九妹 呆妹女帝 成为无数仙宫弟子的噩梦 这只不过是后话罢了 两人经过这个插曲后 进入了山林 打了两只野兔回家 夜晚 星光璀璨 银河倒挂 风九幽趁着小呆妹熟睡之际 偷偷关上房门 朝山里走去 对于突然出现的仙物 风九幽自然不会错过 虽体内暂无仙灵之气 但度洁净的身体 大成的仙天无暇混沌体 那比普通人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单手开山劈时不在话下 对于一个小小的巨蟒 应该信手拈来 云见洞外 火把燎原 十多个身穿奇装异服的男子 打着火把 手握尖刀 出现在洞外 领头的男子 手持黑色箱子 一脸的威严 黑虎 你带着兄弟们 进入云见洞 注意先撒上硫磺 遇到巨蟒 注意隐蔽 抢夺仙物第一 切莫恋战 领头男子龙哥 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一一安排道 第122章 宝物居然是极品仙石 云见洞外 风九幽看着众人 捏手捏脚走了进去 嘴角露出一抹莫名的笑容 《地球上武侠小说》中 记载的一模一样 它们分为一品到九品 一品实力最强 可以短暂飞行 可以释放剑气 不过 比起修道戒来说 很弱 随便一个先天七 就能镇压一品高手 就算现在得风九幽 先灵之气全尸 也不是它们能抗衡的 进入云见洞的龙哥 实力最强 也不过三品高手 在风九幽眼里 弱得跟蚂蚁一样 它们要倒霉了 风九幽内心暗倒 根据云见洞传出的气息 风九幽初步判断 那只巨蟒 应该是一品寂静的存在 可以开天飞升中世界 不知这巨蟒 为何不开天飞升到中世界呢 突然 洞内传来一阵惨叫声 果不其然 以龙哥为首的江湖人士 全部为了巨蟒 声音逐渐消失 洞内传来巴唧巴唧的吞噬声 风九幽慢 悠悠地走进洞内 洞很大 洞很黑 传来一阵溪流吞吞的声音 风九幽目光所及之处 均处于一片黑暗 似乎走进了混沌之中 幸好 手中的火折子亮了起来 通过微弱的光亮 依然能判断洞内的情况 突然 风九幽停了下来 一个巨大的脑袋垂下来 那一双灯笼大小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风九幽 尽管风九幽体内 仙灵之气消失 但身体气血如龙 那种充满男性百倍 荷尔蒙的气息 依然震住了巨蟒 她似乎在害怕 双眸闪过一丝巨翼 脑袋往后缩了回去 咦 眼前的这一幕 似乎让风九幽 偷偷乐了起来 小蛇蛇 把鲜物交出来吧 风九幽立声道 巨蟒灯笼大小的双瞳 瞬间僵住 原本畏惧的她 突然变得凶猛起来 吐着蛇性子 上下打量风九幽 似乎在思考 是吞掉风九幽的脑袋 还是丹田 小蛇蛇 你有点不乖哦 风九幽的拳头 猛烈地朝石壁打去 砰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石块散落一地 吓得巨蟒再一次恐惧起来 整颗脑袋垂在地上 做出一副投降的样子 她哪里见过如此恐怖的力量 居然靠拳头能破坏墙壁 如此恐怖的男人 哪里是她所能抗衡的 不愧是通灵的妖物 见到势头不对 立马投降起来 风九幽一脸的无语 还打算灭了这个巨蟒 回去给小呆妹打磨身体呢 按照她现在九岁的年纪 经过这头巨蟒的精血铸体 应该会让她很快 感知到天赋的存在 就算她无法觉醒天赋 自己还有丹田世界 先天混沌白塔 怎么都得 把她堆出一个绝世高手出来 可惜了 自己找不到灭杀她的理由了 风九幽不禁摇了摇头 你怎么就这么怂了 看着五大三粗的模样 原来是一头胆小如鼠的巨蟒 行了 带我去看看你收藏的仙物吧 风九幽立声喝道 巨蟒眼中闪过一丝肉疼 拖着庞大的身躯 朝洞内移动 不会儿 风九幽在巨蟒的带领下 来到了洞内深处 一汪灵犬出现在眼帘 在中间小岛上 一个闪闪发光的石头 照亮了整个拳洞 风九幽的眼睛 都快被亮瞎了 心中大喜 居然是一块巨大的极品仙石 足足有好几个磨盘那么大 要是分成标准的仙石 起码是一千块极品仙石了 风九幽呼吸急促起来 有了这些仙石 自己要恢复实力 还不是分分钟钟的事情 小蛇蛇去把岛上的石头 给我雕过来 风九幽不能欲空飞行 只有让巨蟒游过去 把仙石雕过来 巨蟒的大脑袋点了点头后 一个猛子潜入灵犬 一个加速快速鱼雷 眨眼就到了全星岛 它带着布干 雕了这仙石 拖进灵犬中 游了过来 把仙石放在风九幽身边 庞大的仙力 疯狂涌入风九幽体内 不一会儿 周围的仙气如雾 飘散在灵洞里 巨蟒见状 赶紧盘坐在一旁 卷成一座大山 学着风九幽的模样 开始吐息起来 这对它来说 可是万年难遇的机遇 之前看着仙石 却无法吸收 没想到风九幽的修炼下 极品仙石化物 让它也能偷偷呼吸进身体内 急速修炼起来 长期未能突破的身体 发生了疯狂的变化 一品实力极尽的屏障戳戳破了 巨蟒进入了另一个这个小世界 从来未进入的境界 巨蟒似乎变得更加聪慧了 双眸闪烁着光芒 身体变小了好几圈 此刻的它 就像一条小蛇 之前的绿色身躯 变成了金色身躯 实力却比之前恐怖了不止十倍 不过 它突破了一品境界 面对风九幽 感觉更加恐怖了 之前它的气息疯狂上升 强大的气息 逼得它一退再退 最终掉进了灵犬里 恐怖地看着风九幽的急速提升 两个时辰后 风九幽终于恢复到原来的境界 突然 天空传来一道恐怖的气息 附近的村落 城镇 王国 皇国 帝国等人们 纷纷被吓得匍匐在地 一双无情的双眸 在虚空中睁开 两道恐怖的气息 没入云溅洞中 风九幽挥了挥手 气息瞬间消失 不过 天空似乎开始崩塌了 连虚空中的双眸 都开始流血了 大地哀鸣 山川开始崩塌 虚空中出现一个又一个的黑洞 宿主 如果你不想这个世界 被你的气息毁灭 建议你把境界控制到神藏镜以下 久违的电音 再一次在脑海中响起 风九幽突然将注 原来是自己境界太高引起的 一股恐怖的牵引力 落下 照着风九幽 想把她拉出这个小世界 对不起了 天道 我这就控制气息 风九幽稳定心神 抵抗着恐怖的牵引力 脸稀数失掌后 境界控制在助激境 天空 大地的异象停止 天道闪过一道感激之情后 开始修复虚空中的黑洞 咦 巨蟒呢 难道被我的气息给崩没了 风九幽环视一看 发现那只巨大的绿布溜秋的巨蟒 消失不见 灵犬中却出现了一只金色的小蛇 大大人 风九幽石海里 传来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 风九幽盯着灵犬里面的小蛇 好奇道 你在叫我 是 是的 我就是那头巨蟒 风九幽顿时僵住了 一个巨大的巨蟒 居然变成了一条细小的金蛇 宿主 这头小蛇 建议你收尾宠兽 它具有远古神龙的稀薄血脉 进化到极致 可以蜕变成远古神龙 风九幽眼睛睁得大大的 这只小金蛇 居然会进化成远古神龙 自己的运气 有这么好吗 这就叫匹吉泰来 气韵缠身 小金剑 你想跟我走吗 我可以让你成为 天上地下最牛逼的神兽 风九幽 一副坏叔叔的模样 看得小金蛇有点害怕 它在灵犬中 思索片刻后 意识传音道 主人 小金金愿意跟着你走 一个超越它无数倍的疑似仙人的人 除非它脑袋有包 才不会选择风九幽 传音后 小金金腾空而起 落在风九幽手上 宛若一只宠物一般 感受这风九幽庞大的气息 闭上了双目 吐息起来 第123章 小呆妹 萧茬 公主 云剑洞深处 灵犬内灵气弥漫 这里对风九幽 并无多大益处 不过对于普通人 或者江湖中人来说 这里是当之无愧的修炼圣地 小金金在这里突破至先天 打破江湖世界一品的禁锢 是江湖世界数万年第一个 要是小金金走出云剑洞 整个江湖世界 水与争锋 不过 小金金一心追求天道 无心参与江湖之事 知道小金金存在的江湖中人 除了灵沙神 都变成了她肚子里的养分 看着手心的小金金 风九幽思索起来 问起了系统 系统 要是我现在把小金金 收进丹田世界培养 有问题没 宿主 除非你想让小金金隔屁 你可以放进去试试 风九幽眉头一皱 疑惑到 为何 仙天小世界里面 仙天之气虽好 对于仙天境的小金金 那是毒药 她的境界太低 进入后 瞬间会被仙天世界的 仙天之气称宝 建议等她达到洞虚境后 再放进去 身体才能承受到 仙天之气的洗礼 得到系统的解释后 风九幽看着手中的脱油瓶 不禁摇了摇头 看在以后的神龙份上 就先跟着自己吧 风九幽带着小金金 离开了云剑洞 刚出洞口 发现天早已亮了 约莫快到早上十一点左右 不好 小呆妹没发现自己 会不会以为我不辞而别啊 风九幽一个腾空 踩着树叶 朝小山村赶去 萧茬 终于找到 你个余孽了 茅草屋前 十几个身穿 硬有猛虎图案的男子们 把小呆妹团团围住 猛虎制服男子前 一个单凤眼 身穿黄色长裙中年女子 一脸恶毒地盯着小呆妹 你你们是谁 我不是萧茬 我是小呆妹 你们认错人了 小呆妹瑟瑟发抖地 看着凶神扼杀的众人 委屈的眼泪哗哗流 呵呵 萧茬 你化成灰我也认识你 你跟林后那个贱人 长得一模一样 你这个余孽 今日必须死在这里 小呆妹害怕地连连后退 眼角余光下 看到了村子里面的叔叔婶婶们 弟弟妹妹们 全部躺在血泊中 脸色骤变 一股愤怒的情绪 直冲脑门 怒吼道 里面为什么要杀 镇山村的叔叔婶婶们 那些弟弟妹妹们 犯了什么错 你们为何要杀他们 小呆妹哭得梨花带雨 内心深深地自责起来 哈哈 为什么 他们敢收留你在这里 就得死 小呆 你下去陪他们吧 黄仪女子手掌一挥 十几个猛虎制服男子们 抽出腰间长刀 带着邪恶的表情 朝小呆妹走来 公主 对不住了 萧茬绝望了 嘴里念叨 九幽哥哥 永别了 希望你下辈子 记得我这个妹妹 她闭上了双眸 等着敌人的屠刀落下 长刀起 长刀落 眼看长刀即将落在 小呆妹脑袋上时 突然 制服男子手中的刀 停留在空中 再也落不下来 一股恐怖的气息 弥漫在茅草屋上 啊 黄衣女子被吓得 直接瘫到了地上 而那些对着小呆妹 动刀的制服男子们 纷纷炸裂开来 化成血雨 飘散在地上 小呆妹心中大惊 为何涂刀没落下来 反而听到黄衣女子的 惨叫声和爆炸声 她睁开双眸后 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 想要谋害自己的 十几个猛虎制服男子 消失不见 只看到地上沾满了血迹 那个恶毒的黄衣女子 瘫在地上 一脸恐怖地盯着天空看 小呆妹顺着黄衣女子的目光 朝空中望去 整个人瞬间僵住 眼泪哗哗直流 随即露出惊喜的表情 哥哥 风九幽缓缓从空中落下 小呆妹扑进了她的怀里 哥哥 我以为你不要小呆妹了 我 风九幽溺爱地摸着她的小脑袋 安慰道 对不起 小呆妹 哥哥昨晚去云间洞了 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风九幽面带愧意 幸好自己准时赶了回来 要不然自己的妹妹便成为他们刀下的亡魂 地上的黄衣女子彻底崩溃了 她怎么会有一个哥哥 临后只有一个子嗣 就是萧茬 不可能有哥哥的 你 你到底是谁 你敢与萧帝国作对 不怕被诸九族吗 黄衣女子搬出自己的背景 威胁起风九幽来 呵呵 萧帝国 在本公子眼里 就跟泥巴乎的一样 一拳即可毁灭 风九幽消失在小呆妹身边 突然出现在黄衣女子身边 吓得她惊恐地看着风九幽 瞳孔剧烈收缩 背后冷汗直冒 你 你不要过来啊 啪啪啪 风九幽手掌起飞 落下 黄衣女子脸上多了十几道手掌印 牙齿被打落 脸肿得跟猪头一样 要不是风九幽控制力道 一巴掌便可让她化为血污 小呆妹露出惊讶的表情 原来哥哥打人的模样真帅 至于哥哥为什么突然变强大了 她并不关心 只想跟在哥哥身边受到她的保护 说吧 你们为什么要追杀我妹妹 你要是不老实 就跟这个石头一样的下场 风九幽 双指轻轻一弹 一道白色渐气涌出 五米外的大石头瞬间炸裂 吓得黄衣女子双腿一紧 一股尿骚未传出 地上多了一滩淡黄色的液体 被吓呆的黄衣女子 哪敢隐瞒 一股脑地把关于小呆妹的故事 讲了出来 原来小呆妹原名叫萧茬 是萧帝国皇室公主 九年前 皇室发生怪异之事 前国主 临后无缘无故驾崩 而他们幸存的唯一女儿萧茬 被人秘密抱走 下落不明 继任的国主 害怕丢失的萧茬 回来争夺地位 派了无数暗中势力 偷偷打听她的下落 必须灭了萧茬 否则 前国主的支持者们 必然会拥戴她 成为新的国主 唯一的女帝 现任国主尚未明不正言不顺 甚至连萧皇室 传承下来的天子剑 都未得到 故 下落不明的萧茬 成为了她眼中钉 肉中刺 不得不灭之 小丹妹被皇室女子的话 惊得手足无措 她并没想过当公主 女帝 只想安安心心跟风九幽生活下去 没想到皇室女子的话 让她心里泛起了涟漪 死去的父皇 母后沉迷 现任国主派人追杀自己 难道仅仅是为了消除后患 她虽然很单纯 但不代表小丹妹很傻 反而 她的聪明 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之前以为自己是孤儿 被老爷爷收养 没想到自己的身世如此坎坷 父母之仇不得不报 至于萧帝国的国主 她并不在意 哥哥 我 看着小丹妹祈求的眼神 风九幽点了点头 小丹妹 哥哥帮你 无论是你想成为江湖世界之主 还是坐上萧帝国的女帝之位 风九幽满口答应下来 吓得地上的皇室女子再一次失禁 地上多了一团浑浊之物 至于你 可以去死了 不 你不能杀我 我都交代完了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黄一女子不想死 跪在地上求饶起来 头刻的头破血流 那凄惨的模样 真叫我剑有脸 可惜 她的求饶并没有给她存活加分 反而加速了她生命的消亡 对于威胁我亲人的人 只有一个结局 那就是死 风九幽手指一弹 手指画剑 剑气没入她的眉心 整个人顿时呆滞 缓缓地挡在地上 小丹妹 你不会怪哥哥 大开杀戮吧 小丹妹摇了摇头 闪动着智慧的双眸 哥哥 你从天降 砸坏神像 能是一般人吗 我知道哥哥 是天上的神仙 就是为了跨越时空来救我 哥哥杀的人 都是坏人 他们应该下地狱 第124章 萧帝国皇室 全体跪下 半个月后 萧帝国皇室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祭拜大典 整个皇室热闹非凡 王公大臣 皇室成员在礼部尚书的指引下 纷纷走向天台 祭拜大典 正式开始 太师胡同明 一身白袍 威严怒目俯视台下众人后 拿出祭拜手照后 立即宣布起来 皇主萧十郎 身穿黄袍 在一众人的陪同下 一步步朝天台走去 主政九年来 除了那些顽固的宝皇派外 很多大臣都倒向了他 他作为萧帝国的国主 需要通过祭拜 触发上仓之影 让世人知道 他才是萧帝国真正的主人 萧十郎 龙目一聚 在龙威面前 王宫大臣们 均不敢抬头与之对视 虎虎声威的脚步 哒哒哒地响了起来 萧十郎单独走上了天台 他装模作样地 拿起祭祀之物 在祭祀台上摆放完成 全体跪拜 太师胡同明话音一落 萧十郎率领文武百官 王宫大臣纷纷跪在蒲团 兴起祭祀里 从天空望去 整个祭祀仪式 宏大无比 萧字金龙旗帜 插遍整个皇城 红地毯从天台处 蔓延至山脚下 数十万将士 沿着山脚站立 威武的气势 盘旋在山间 成千上万的宫女们 端着祭祀品 依次走来 奢华 大气 亮瞎了躲在虚空中的风九幽 还有小呆妹 萧十郎刚磕头行礼 天空中出现一个偌大的虚影 漂浮在皇城之上 在虚影身边 出现金色的几个陡大的字体 受命于天 真龙天子 此时 皇城内彻底沸腾了 无数子民看到空中的异象 纷纷跪拜起来 居然上天显灵了 萧十郎得到了上天的认可 成为名正言顺的正牌帝王 无皇乃真龙天子 无数老百姓纷纷念叨 心中的信仰又回来了 百万人朝拜 数一人口口相传 一时间 萧十郎真命天子的名头 响彻了整个皇东 天台上 萧十郎看到空中的异象时 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装模作样地 扣谢起来 感谢上苍的认可 本皇主一定带领子民走向富强 成为江湖大陆第一帝国 唉 很可惜 你的美梦马上就要消失了 一道戏谑的声音从虚空中传出 那个虚影的异象瞬间化为泡影 紧接着 隐藏在天台上方 不远处的山峰中的 几个人被人从天空扔了下来 啊 一声惨叫声响起 四个身穿倒是服装的人 去见了阎王 萧十郎脸色大变 没想到自己精心计划 被人给破坏了 文武百官们纷纷朝天空望去 只见天空下起了花瓣 一道道金色的气息盘旋 泛影阵阵 仙光闪烁 一个身穿黄袍的小女孩 缓缓从天而降 震惊 写在众人的脸上 特别是看清楚她的模样时 众人吓得背后直冒冷汗 特别是萧十郎 如此诡异的一幕 居然发生在她祭拜这一刻 公主 祭祀台上 一个老太监露出惊讶的表情 说道 文武百官 王公大臣们纷纷站了起来 小呆妹缓缓地落到天台上 身上泛起白光 亮下了众人的眼睛 公主什么时候变成了仙人 无数疑问 盘旋在众人的脑袋上 萧十郎双眸闪过一道阴霾 怒吼道 何方妖孽 居然敢化形成为本皇主的侄女 还人啊 拿下此妖孽 大大大 一对身穿黄金甲的士兵们 纷纷冲了上来 手持长枪 佩戴长剑 把天台上的小呆妹团团围住 小呆妹哪里见过如此阵仗 差点就破防了 敢对女帝无礼 死了 一道诡异的声音 在天台上响起 紧接着 那些身穿黄金甲的士兵们 纷纷炸裂开来 死在天台上 恐怖 诡异 让大臣们纷纷胆怯起来 肖侍郎脸色大变 没想到躲在暗中的人如此恐怖 看着眼前那个小女孩 她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杀技 禁军何在 杀了台上的妖孽之人 肖侍郎话音一落 执勤的十万禁军 纷纷朝山顶天台而来 一股消杀之气 盘旋在山顶 小呆妹再也忍受不住 这么强大的气息 哥哥 我怕怕 虚空出现一阵涟漪 风九幽从虚空走出 手掌轻轻一挥 那些奔来的禁军 纷纷被禁锢在原地 吓得文武百官摊在了地上 先先人 江湖高手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踏空飞行 更不可能挥挥手 十万禁军被封印在原地不动 完蛋了 肖侍郎心中 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念头 肖侍郎 皇主 老实交代 你是如何坑害前任皇主 皇后上位的 一道恐怖的声音 在文武大臣耳边乍响 我你胡说 肖侍郎脸色通红 憋屈得要死 双眼闪过一丝慌乱 在面对先人时 就算帝王也得乖乖臣服 哼 你不承认也好 承认也罢 我宣布你死亡 你可服 风九幽冷冰冰地盯着肖侍郎 吓得他背后冷汗直冒 偌大的皇袍下 背后湿了一片 你我不服 本皇主乃上天选定 肖侍郎越说心越虚 脸部开始僵硬起来 哼 派人追杀我妹妹 也就是肖茬 你罪该万死 风九幽手掌一挥 化作一道虚手印 捏住肖侍郎的脖子 腾空而起 不 仙人要惩罚帝王 谁人敢上前 那些王公大臣 闻五百官便便相去 没有人敢求情 让他们震惊的是 肖侍郎居然派人去追杀肖茬 前任皇位的继承人 死吧 风九幽手掌一捏 肖侍郎在空中 直接化作一片血雾 太师胡通明见状 赶紧跪下 磕起头来 微臣 胡通明 拜见女帝肖茬 太师胡通明跪拜后 闻五百官 王公大臣 纷纷跪拜起来 微臣林道夫 拜见女帝 微臣 小呆妹傻眼了 无数人都对她跪拜起来 禁军解除禁制后 纷纷跪在地上 大呼道 女帝 祭祀台上 皇旗变幻 肖茬不费吹灰之力 坐上了一人梦想的宝座 成为肖帝国唯一的女帝 主宰 皇宫 金鸾殿上 肖侍郎的余孽们 纷纷被打入天牢 在风九幽铁血手段下 九年前谋害肖茬儿一家的阴谋家们 纷纷毙命 那些被肖侍郎迫害的老臣 忠臣们被放了出来 官赴原职 另外 在风九幽的神识感触下 发现了先帝埋在皇宫枯颈的天子之剑 肖茬儿手握天子之剑 于江湖世界公元9999年 正式登基成为女帝 一个月后 风九幽灭掉陈帝国国主及皇室 陈帝国纳入肖帝国版图 两个月后 风九幽灭掉唐帝国国主及皇室 三个月后为帝国被灭 半年后 江湖大陆上六大帝国纷纷被灭 全部纳入肖帝国版图 至此 江湖大陆第一次大一统 肖茬儿成为江湖大陆之主 万国称臣 连各大江湖势力 纷纷归为帝国的江湖管辖司管辖 第125章 告别肖茬儿 回到玄天大事件 皇宫 玉书房 小呆妹盘坐在玉谱团上 头顶出现三花俱顶的异象 经过风九幽无数灵药的吸收下 她终于突破到一品极致 差一丝突破先天境 哥哥 我感觉自己好强大罗 小呆妹拉着风九幽的小手 高兴得像只活蹦乱跳的小蜜蜂 那是 我家小呆妹天赋一饼 整个江湖世界 除了小晶晶外 没有人是你对手了 我相信 我离开了这里 你也不会有危险 风九幽摸了摸她的脑袋 突然 小呆妹喜悦的心情全无 她不想期待的一天终于来了 她希望哥哥天天陪着她 不要离开她 尽管她的想法很自私 但对于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来说 哥哥才是她的天 哥哥 可不可以带我一起离开这里 小呆妹双眼泪汪汪 心中万分不舍 风九幽一愣 对于这个妹妹 自然溺爱无比 你舍得父母的基艳 你舍得萧帝国的子民 如果你离开后 江湖世界会分裂 无数子民居无定所 无数人横尸荒野 你忍心看到吗 风九幽也想带着她离开 不过总不能为了自己的私情 让她抛弃了自己的子民 甚至她父亲留给她的基业 再说了 以小呆妹现在的实力 进入玄天大世界 也不知道多少年 才能达到自己的境界 风九幽并不会在 玄天大世界待多久 她还要呜呜上天找父母 还有无数敌人等着消灭她 带着小呆妹 会让她处于无穷无尽的危险之中 这不是风九幽想看到的 毕竟她的境界太低 就算想送入体内世界也做不到 风九幽的三连问 让小呆妹沉思起来 她过了九年的苦日子 要是她离开 大陆会硝烟再起 小呆妹抬头看着风九幽 几滴眼泪滑过 扑进风九幽的怀里 抽搐起来 哥哥 你等我一百年 我一定会来找你的 风九幽摸着她的小脑袋 溺哀道 好 等你飞升无上天 来找我 一日 镇山村破庙处 小呆妹哭泣地告别风九幽 小呆妹 回去吧 哥哥走了 你要多保重自己 风九幽挥了挥手 双脚一蹬 整个人冲上天空 消失在了小呆妹眼前 小金金 我们一百年后 一定要找到哥哥 好不好 没想到风九幽临走之前 把小金金送给了小呆妹 这也是她不太放心 小呆妹的原因 小呆妹 你放心了 我们一定会找到主人的 小金金吐着蛇杏子 传音道 万米高空 风九幽淡淡地看着天穷 江湖世界天道 打开前往玄天大世界的通道 本公子要离开 风九幽话音一落 虚空中出现一双眼睛 她瞥见是风九幽 闪过一丝恐惧 公子 本天道 这就送您离开 好 天道之眼左眼一闪 在风九幽头顶上方 出现一个通道入口 对了 很久以前掉入江湖世界的高手 去哪了 风九幽想起曾经 有个杜杰镜高手 也掉入了百花江 随口问了起来 啊 天道有点不自然 脸上闪过一丝害怕 当她看到风九幽那双淡淡的眼神时 硬着头皮说道 我害怕她破坏江湖世界平衡 趁她受伤之际 结果了她 风九幽瞥了她一眼后 化作一道光芒没入了通道 很快消失在了这方天地 江湖世界的天道 闪过一阵后怕 尼南道 这个大佬 终于走了 本天道可以睡觉了 随即 天道愤出一个分身之意 一个长相帅气的年轻人 分身 本尊要睡觉了 你多多照顾一下小呆妹 千万不要让她出问题 否则 本天道死翘翘了 分身开口道 是 本尊 随后 分身消失在天空之中 唉 怎么一个大佬 居然不会受到大道的制约 出现在我这方世界 奇了怪了 难道因为这个大佬 长得帅的缘故 天道嚷嚷到 随后闭上了眼睛 消失在天穷之上 百花江 江水依然滚滚东势 轰隆隆的声音 响彻天际 突然 江水断流 出现令人咋舌的奇怪景象 要是有修道者出现在这里 定然会惊掉下巴 一个人影 从断流处腾空而起 一身帅气的外表 剑硕的身材 不是风九幽 又是谁 终于回来了 百花圣地 本公子来了 很快 风九幽消失在百花峡谷 百花圣地 已经不叫百花圣地 创世圣地分舵的牌子 赫然出现在风九幽的眼帘 风九幽嘴角微微抽搐 疑惑到 百花圣地被人灭门了 小子 谁让你 执勤的弟子刚开口 突然傻眼了 想看到鬼一样 看着风九幽 你 你是人还是鬼 执勤弟子 瞬间摊在了地上 一个传闻死在百花江的人 突然出现在眼前 患着任何人都会恐惧 更别说 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 告诉我 这里为何成了 创世圣地的分舵 百花圣地呢 风九幽 瞥了一眼执勤弟子 吓得半死 我 我 最终在风九幽的威逼力诱下 执勤的弟子 告诉了全部事情的经过 风九幽沉入百花江 百花圣地众人 被浅宇带领的玉兽大世界 天玉圣地的人给灭了 百花圣地至此消失在玄天大世界 浅宇控制了中玉的大罗圣地 西玉的百花圣地 成为玄天大世界势力最强大之一 另外 地营在剑玉大世界 无量圣地礼玉的帮助下 灭掉了东玉通天圣地 南玉妖月圣地 成为了灵异谷最大的势力 两女为了争夺 玄天大世界之主 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斗 整个玄天大世界处于一片杀戮争斗之中 风九幽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五大圣地短短几个月便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居然是浅宇 地营这两个勾结其他大世界的阴谋家 哼 浅宇 你真会算计 连本公子都差点被你算计死了 还有地营 你居然不躲起来 反而想做玄天大世界之主 天不收你们 本公子来收 风九幽淡淡说道 下得地上的执情弟子 肝脏破裂 尿液洒了一地 风九幽恶心地看了一眼他 手掌轻轻一挥 不 庞大的力量没入他体内 瞬间化作一团血雾 外面的响声 惊动了山门 无数弟子持剑 腾挪至山门前 当他们看到是风九幽这个大魔王时 没有丝毫犹豫 纷纷化作白光 朝天空逃窜 哼 创世圣帝分舵 还是不要存在的好 一箭逍遥 风 苍穹地刃轻轻一挥 顿时天地风云变色 一股股飓密布在空中 仿佛整个天空都在颤抖 那些飓风触碰之 天空中传来一道道惨叫声 恐怖的荒芜之风 是修道者的克星 瞻之臂被毁灭身体 湮灭元神 逃跑的上万人 还没来得享受创世圣帝的福利 却把命交代在这里 定 宿主灭杀杜杰境敌人一鸣 爆出一千年修为 宿主灭杀六千名洞虚敬敌人 共爆出十万年修为 总共爆出十二万年修为 累计修为 三十一点五万年修为 第126章 地婴 浅雨 争玄天之主 玄天大世界 风云变幻 随着五大圣帝的历史消亡 创世圣帝 星火圣帝相继登场 以前的五大圣帝统域 玄天大世界的历史 变成了创世 星火两龙象征的局面 一流门派 二流门派纷纷战队 帝国 皇国 王国 纷纷被瓜分完成 两大圣帝从成立之初 便摩擦不断 大大小小的争斗 在一年时间内不下百次 为了争夺 玄天大世界之主 久违的摩擦 演变成创世 星火 以及御寿大世界 鉴于大世界的四大势力比动 双方约定在 中狱与东狱交界处的摩牙顶 一决高下 圣者成为玄天大世界之主 败者成为圣者的下属 玄天大世界 公元100861-314年5月20日 创世圣帝 星火圣帝摩牙顶之战 继入天道立石榜 共同在玄天大世界 天道的监督下完成 这已经是百万年来头一回 天道见证的大事 也是唯一一次 让无聊的天道都感兴趣的事情 磨牙顶上 双方摆阵 大战一触即发 潜宇身穿一身淡黄色的长裙 头戴凤冠 脚踩紫金靴 手持斩道及神兵玉珠盘 身旁跟着晴天及他的同门 一千名渡截净妖兽 凶器滔天 威震还宇 地婴身穿一身天蓝色的长裙 头戴金色发簪 手持斩道及神兵蓝星剑 身旁跟着李玉及他的同门 一千名洞虚境以上剑修高手 剑气环绕 刺破苍穹 至于身边的传世圣地 星火圣地 足足各有超过十万名洞虚境以上高手 跃跃欲试 地婴 你一个被我疯哥哥抛弃的浪女 有何资格跟本尊争夺玄天之主 还不快匍匐到本尊脚下 求得一方平安 潜宇淡然一笑 对着地婴嘲讽起来 哼 潜宇 背后设计坑死风九幽 你还好意思喊风哥哥 你这么贱 你爷爷前马知道吗 地婴冰冷如雪 反击道 两个绝带美人 战未动 语言已交锋起来 笑死个人了 地婴 你出卖肉体 求得李玉弟子的庇护 如此放荡之人 怪不得会被我风哥哥退婚 如果我是风哥哥 也不想有人 给他戴上一顶大大的绿帽子 潜宇拍打着玉珠盘 放肆地笑了起来 传世圣地的这边的男修们 也符合孝道 浪女地婴 人尽可福 浪女地婴 出卖肉体 无数道嘲笑声 在传世圣地阵营响起 气得地婴身边的李玉 勃然大怒 郭躁 创世圣地的小兔崽子们 你们找死 常见出鞘 无数剑气盘旋在头顶 宛若一团团白云 只不过 那一团团白云 让人窒息 更让人坠入了深渊 哟 李玉 你很狂妄吗 面对我上百名师弟 还有我几百头杜劫妖兽 你有何嚣张的资本 天狱圣地弟子晴天 手一挥 五百头杜劫进妖兽 疯狂吼叫起来 那叫声 让周围千公里的大地 发生了震动 甚至在一千公里外的一座小城 被妖兽的声音给震撼了 哼 晴天 你们天狱圣地 在我无量圣地面前 那不值得一提 你身边的五百头畜生 在我剑修师弟面前 分分钟钟剁了他们的狗头 李玉话音一落 身后的五百名剑修同时发动 五百柄剑气演变成一千道 两千道 三千道 五千道 遮天蔽日 恐怖至极 连磨牙顶都开始颤动起来 剑修的威力足以毁灭一方世界 幸好这里是大世界 受到天道的特别照顾 否则 一旦中世界出现这么多恐怖的五百名洞 虚境以上剑修 分分钟钟会把中世界给毁灭了 双方的火气逐渐高涨 没有一方甘愿成为失败者 两女都想成为玄天大世界之主 而天狱圣地 无量圣地都想在玄天大世界取得一杯羹 虚空万米处 风九幽捏着一个年轻人的耳朵 疼得年轻人哇哇大叫 公子 轻点 本天道都快被你捏爆了 要是被人发现天道幻化的年轻人被风九幽捏耳朵 还被他欺负 估计会大跌眼镜 难以置信 你可是天道啊 玄天大世界最强大的存在 居然会被一个镀截镜修到着捏耳朵 你还不敢反抗 你的节操 你的天道之力呢 天道 你可真厉害啊 居然专门给他们两个贱人书写历史 经过本公子的同意没 年轻人傻眼了 一脸尴尬地看着风九幽 做出难为的表情 说道 公子 我以为你隔屁了啊 本天道在玄天大世界搜寻了你六个月 并没发现你的踪影 前语 地营两女愿意给本天道做侍女五百年 只要他们其中一人获得玄天大世界最终的胜利 就让本天道给他们赏下一丝天道之力 让他们体质突破至先天层次 本天道闲的蛋疼 加上两个娇弟弟的美女请求 就答应了下来 本天道要是知道公子你还活在 哪里轮到他们两个妖女 来争玄天大世界之主了 这个位置非你莫属啊 天道委屈得要死 没想到风九幽遮掩气息 把他给引了出来 还被他抓了现行 就算他想躲入虚空 也做不到了 他之前想逃跑 结果被风九幽的画地为牢给关了起来 足足关了两天两夜啊 天道这句分身被折磨得快要崩溃了 最终 他无条件答应了风九幽的请求 才被风九幽放了出来 至于他心中恨不恨风九幽 这就不是风九幽所能关心的事情了 天道 你把剑无双那小子给我抓过来 风九幽回到玄天大世界后 并没找到剑无双 这个小子也不知道跑那里去了 既然抓住了天道 这种寻人的小事自然交给他处理 最合适不过了 公子 这不好吧 天道是不能掺和人类修道者的事 天道连忙拒绝起来 风九幽凶目一瞪 吓得天道差点魂飞魄散 公子 我我这就帮你找找 天道朝下一抓 不一会儿 一个光溜溜的男子出现在两人面前 卧槽 是谁使用乾坤大挪移 本弟子还没亲热呢 剑无双春光乍蟹 迎着虚风摇摆 看得风九幽忍不住鄙视起来 就那筷子大小的玩意儿 就啥好得意的 居然还在娇嚣没亲热 剑无双缓过神来 看到风九幽 还有一个年轻人 一脸细血地看着他 老大 你没死啊 剑无双眼睛睁得大大的 似乎发现自己在做梦一样 揉了揉眼睛 发现并不是梦境 风九幽鄙视地指了指剑无双大腿 他疑惑地低下头 瞬间炸毛了 卧槽 我居然被你们看光了 说完后 他伸出双手挡住漏风的地方 一脸哀怨地看着两人 你们 偷窥男人 是不是有特殊癖好啊 新生命 无双不好难色 第127章 手刃地营 屠灭前语 上 与虚空之上的三人 打去不同的是 下方的战斗正式打响 创世圣帝这边 五百头肚截净妖兽 疯狂咆哮起来 晴天吹着一只绿笛 妖兽们有序地 朝星火圣帝发动攻击 长翅膀的妖虎 口吐阴暴 长着三条尾巴的狐狸 发动了魅火攻击 五百头妖兽 打头阵 背后的数百名杜杰镜高手 带领一帮洞虚镜 元神镜弟子 在空中与新火圣帝弟子 厮杀起来 新火圣帝这边 五百名剑修 出动遮天蔽日的剑气 朝人群杀去 剑气横飞 敌人哀吼 双方一交战 磨牙顶瞬间被毁灭 高九千米山峰 在剑气下一片片倒下 天狱圣帝与无量圣帝正式较量 妖兽对上剑修 究竟是力破苍穹 还是剑修无敌 双方交战后 一时半会儿 很难分出胜负 最关键的 还是在晴天VS李玉 前与VS地营 这四个爵士妖孽上 四人腾空而起 在天空中交战起来 李玉 是本弟子一道阴波 晴天手中的绿笛 吹了起来 阴波化作一道道剑气 朝李玉落下 整个空中仿佛被晴天控制 无数绿色的剑气 时而化作竹子 时而化作绿叶 铺天盖地 朝李玉落下 而 李玉 手中的斩道神剑 在手的操控下 分化成数把剑气 化作一个品字 朝中空的绿叶 绿竹 绿笛等杀去 碰 两者刚毅交战 虚空寸寸断裂 好不凶残 地营 看你人母狗样 没想到还有李玉 这种人就为你拼命 看来失去了我疯哥哥 你依然被男人滋润着 不知道润滑布 浅宇哥哥哥地笑了起来 手中的御珠盘 一点没落下 你 地营被浅宇气得胸前翻滚 火冒三丈 浅宇 你个贱人好意思说我 怎么 天天被晴天灌溉 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也是 你这种在背后 算计自己疯哥哥的人 只配做人尽可福的婊子 地营手中的蓝星剑 顺势杀了过来 两人腾空三千米 在虚空中厮杀起来 浅宇手中的御珠盘 发动三道剑气 一道比一道凶猛 白云被切破 虚空出现一个一个黑洞 地营手中的蓝星剑 打出一道扇形剑气 迎着三道剑气交战起来 两人施展各自的绝世战法 杀得不亦乐乎 同样是弟子 同样是年轻一辈的绝顶天骄 一个无相道体 一个大梦道体 余量之争 在两个女人身上发生 大象无形 无相无影 两人交战了差不多50招 剑双方都很难在短时间灭掉对方 潜宇率先发动无相道体的天赋技能 大象无形 顷刻间 空中出现密密麻麻的潜宇身影 恐怖的气息垂下 让帝影脸色骤变 哼 小小大象无形 在本尊面前 那是蚂蚁的存在 帝影双眸一闪 口中念叨 大梦春秋 黄梁美梦 帝影身上泛起一阵黑雾 两人交战的空间被黑雾遮盖 不好 潜宇的真身有点慌乱了 要是被拖进了大梦空间 迟早会沦为帝影的猎物 帝影 这是你逼我的 潜宇捏爆了手中的符咒 一个巨大的琉璃瓶出现在空中 他对着黑雾疯狂吸收起来 帝影敢释放的大梦之法 片刻就被吸得干干净净 两人再次面面对面厮杀起来 虚空万米处 剑无双看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帝影 潜宇两人如此凶残 连天空都被打破了 还没奋出高下 老大 需要我去灭了两个妖女吗 剑无双手中的长剑颤动起来 不过 风九幽鄙视地看了她一眼 看了看她双腿 细血道 你行吗 剑无双虽然换了一套白袍 但面对风九幽的细血眼神时 心中一阵无语 老大 你能不不能把妈自去掉 来人能说不行吗 风九幽淡然笑道 说不定你的剑法跟你的筷子一样 有点不中用吗 我 剑无双一脸的恼怒 没想到又被老大鄙视了 我也认为 小双双不是两个妖女的对手 天道幻化的年轻人也附和道 卧槽 你们不要门缝里看人 把我看扁了 潜宇 帝影两个小娘皮 在剑子手下分分钟钟打抱 剑无双被天道 风九幽同时鄙视 气得她 踢着长剑化作一道光 从万米高空杀向了两个妖女 潜宇 帝影 两个婆娘死来 一道愤怒的声音从天而降 两个厮杀的女人停了下来 一脸恼怒地看着 出现在身边的剑无双 你是何人 为何要阻止我们的厮杀 潜宇大为不满 直接喝道 帝影脸色骤变 难以置信地盯着剑无双 道 无双 你为何要插手我与潜宇的争斗 难道你忘记对我的承诺了吗 剑无双鄙夷夷地看着帝影 手中的长剑一点也不客气 你这个娼妇 居然算计我让李玉那头猪给拱了 好意思问我 老大让我灭了你 你乖乖受死吧 剑无双不想听他们叽叽歪歪 使出太极战法 杀了过来 黑白剑气图盘旋在两人头顶 竖刀剑气倾泻落下 恐怖的气息超越了两人刚才的争斗 不好 两女脸色大变 没想到剑无双的战法如此恐怖 根本无法抵挡 眼看剑气即将落在两人的头顶 此时 晴天 李玉 连妹杀来 两人暂时放下了恩怨 分别朝剑无双杀来 卧槽 晴天 李玉 你们两个混账不讲武德 绿笛吹出的剑气 李玉手中的扇形剑爵 带着恐怖的气息打向剑无双的黑白剑图 请客间 黑白剑图消散 剑无双被四人团团围住 剑无双这下完大了 被四个各自大世界顶级弟子围困 就算他是剑子又如何 四个联合起来 已经超越了他所能越战的能力 杀 四人想要奋出胜负 必须想灭掉剑无双 否则 今天谁都不会获胜 密密麻麻的剑气 带着滔天怒火杀来 剑无双刚打出黑白剑图 又一次被毁了 卧槽 有本事一对二单挑 四个联手 算什么英雄好汉 剑无双急了 没想到擎天 李玉加入后 他疲于拼命 完全被压着打 笑话 你不是号称见到大世界的剑子吗 怎么 才四个人联合围攻你 就害怕了 你真当你是风九幽吗 擎天的藐视之言 让剑无双眼睛一亮 仰天长叫道 老大 你再不出手 小弟要隔屁了 四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接着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哟 剑无双 没想到你 居然还有老大 有本事叫出来 让我们看看 究竟是何人 敢做你剑子的老大 李玉使出猛烈的招式 再一次杀向剑无双 根本没把他说的老大放在眼里 你们当真想见到我 熟悉又恐怖的声音 从天而降 一道隐藏在他们心中梦念的身影 踏空而来 不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潜宇 晴天 一口同声道 地营 李玉 脸色骤变 两人对视了一眼 打算立刻逃窜 第128章 首刃地营 屠灭潜宇 终 化地为牢 锁一方空间 风九幽直接断了地营 李玉逃跑的路线 把四人连同剑无双 一并关进了化地为牢里面 五人脸色大变 体内的仙灵之气 疯狂外泻 还未争斗 实力折损一半 老大 你不要洗我啊 再洗 我要变成人肉干了 剑无双 退到风九幽身边 一脸哀怨地看着她 风九幽尴尬了 挠了脑脑袋 惭愧道 一会儿就好了 正好给你减减肥 风哥哥 我是潜宇啊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潜宇露出一副 可怜巴巴的模样 真是游见我脸 你确定你是潜宇 不 你一定是被恶魔夺射了 让我来解救你吧 风九幽手中的苍穹地刃 化作一柄苍穹地刀 对着她轻轻一挥 天下无双 斩破苍穹化作一道 自意形刀钢 迎着她的脑袋落下 恐怖的杀鸡 冲刺着整个化地围牢 无法阻挡 在大地级兵刃下 再配合斩道极战法 根本不是小小的潜宇 所能抵挡的 擎天哥哥 救我 眼看自己 即将死在风九幽的刀下 潜宇脸色骤变 身体僵硬 对着擎天求救道 擎天来到玄天大世界 就是为了潜宇 她怎么忍心看到 捏碎了手中的符咒 一道鼎影出现在潜宇身上 此刻 天下无双 斩破苍穹正好落下 当 锯顶溅起一阵火花 出现了一丝晃动后 潜宇安然无恙 咦 风九幽大为震惊 没想到擎天居然有这种玩意儿 一刀不行 我砍两刀 风九幽就不信了 在自己化地围牢下 第一刀配合天下无双 会劈不开那道鼎影 风九幽 休得放肆 本弟子提醒你 最好把我们放走 否则 你将面临我御兽大事件 无穷无尽地追杀 晴天一脸恼怒 嘴巴上威胁起来 心里却一点谱也没 体内的仙灵之力疯狂外泻 第一次如此憋屈 御兽大事件 我好怕怕哦 切 一会儿 再收拾你 风九幽嘴角闪过一丝讽刺 看向了地婴 地婴 我们终于见面了 这次 你认为你还能逃掉 风九幽邪魅的声音 吓得地婴接连后退 李玉挡在地婴前面 怒视地看着风九幽 大喝道 风九幽 虽然你不怕威胁 我还是得警告你 我鉴于大事件 可不是你能得罪的 剑修的力量 超乎你的想象 是吗 风九幽淡然一笑 你们两大事件 还敢在本公子的面前嚣张 看来不去御兽大事件 鉴于大事件 便对不起自己了 此时 下方厮杀声停止了 纷纷联手 嘲讽九幽的化地围牢攻来 当当当 上千道剑气 落在化地围牢的护照上 溅起一阵火光 咚咚咚 上千头妖兽 疯狂地撞击护照 传来一阵阵碰撞声 不过 他们的疯狂攻击 对化地围牢 没有产生一丝破坏 你们想进来 我成全你们 风九幽 话音一落 化地围牢 瞬间扩大一公里范围 把外面的妖兽 剑修 传世圣地 星火圣地弟子等人 全部关了进来 一时间 化地围牢里面拥挤起来 还好随着自己的境界提升 神通都增强了不少 从之前的500平方米 扩大到现在的一公里 被关进来的修道者 妖兽们纷纷大惊 体内的力量疯狂外泄 你使用什么妖术 前马脸色大变 他跟前雨并排站在一起 恐惧地盯着风九幽 妖术 算了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风九幽淡淡地看着他们 并没有半点动作 单凭化地围牢 就会让他们全部隐恨于此 化地围牢要消失 除了风九幽自动取消外 就是里面的能量消失 想要能量消失 除非里面的人死绝 不过 这些都是天骄之财 他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既然逃不出去 还不如灭杀了风九幽 打破这个该死的牢笼 杀 老大 他们杀来了 剑无双傻眼了 十几万人同时杀来 就算他这个剑到大世界的剑子 此刻也头皮发马 被吓得屁滚妙流 无双 你不是剑子吗 居然怕十几万毛毛虫 风九幽细血地看着他 随即拉着他 施展咫尺天涯神通 化作一道超越光速的光 游走于十几万人中 凡是光触碰之人 纷纷化作血舞 风九幽手中的苍穹地刃 转化为苍穹地枪 疯狂地施展神游八荒 血 神游八荒 气 无数修道者 妖兽在枪下化为虚无 连同精血都被吸收得干干净净 不到五个呼吸时间 原本拥挤不堪的化地围牢 只剩下一百个度捷径顶级高手 晴天的妖兽大军 礼遇的五百名剑修 纷纷消失的无影无踪 恐怖 诡异 残暴 剑无双张着大大的嘴巴 露出惊恶的表情 老大 你好凶残啊 不过 我很喜欢 无双 这只不过是小场面了 我在生命禁区灭杀了两千 风九幽话并没讲完 带着剑无双消失在了原地 碰 两道绝杀出现 空中产生剧烈爆炸 咦 李玉 晴天 双双出现在风九幽原来的地方 两人趁着刚才无数人牺牲 偷偷使用隐秘符 潜伏在风九幽身边 打算使出恐怖一击 然而落空了 两个弟子真不错 还有隐秘符 你们家底很丰厚啊 我要打个结 把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吧 诡异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吓得两人背靠背 捕捉风九幽的身影 唉 不跟你们玩了 一柄恐怖的地刀 从他们头顶落下 两人被死死的锁住 只见到恐怖的刀缸 划破天穷 朝脑袋落下 不 天欲圣地 无量圣地 不会放过你的 碰 两团血雾飘散在空中 两个玉兽 见于大世界的两个超级妖孽 就这样死翘翘了 连同元神都被刀缸剿为血雾 原本以为可以来玄天大世界 分得一杯羹 没想到把自己的命都给搭进去了 甚至带来的妖兽 见修们死得一个不胜 该你们了 风九幽冷冰冰的眼神 朝地营 潜语看去 吓得两人手足无措 风九幽 你可是大罗圣帝的公子 你祖父风破天 可是大罗圣帝的圣主啊 潜马见到风九幽杀星打起 赶紧搬出风破天来 哼 笑话 潜马老匹夫 你们算计我的时候 考虑到我祖父 我老爹是大罗圣帝之人 怎么 要死了 才想起我祖父是大罗圣帝的圣主来 死吧 对于潜马 潜语这种人 风九幽痛恨至极 作为大罗圣帝之人 坐着吃里爬外之士 勾结外敌 霸占大罗 甚至改名字为创世圣帝 可见其野心之大 手起 刀落 潜马还没来得及反应 被刀刚劈成一分为二 刚逃出的圆神 被瞬间禁锢 不 不要啊 潜马疯狂惨叫起来 看得潜语心凉了半截 风哥哥 你当真如此绝情 潜语梨花带雨哭了起来 眼看其祖父即将生死盗消 他再也忍不住好好大哭起来 自作孽不可活 手掌隔空一抓 碰 潜马的圆神瞬间炸裂 化为虚无 祖父 潜语露出星红的双目 一脸仇恨地盯着风九幽 恨不得喝他血 吃他心脏 哎 剑神老祖等人目睹这一切后 十几个活化石心沉入深渊 他们助纣为虐 让大罗圣帝毁于一旦 没有任何脸面 再见大罗圣帝的列祖列宗 风九幽 是我们对不起大罗圣帝 我们该死 说完后 以剑神老祖为首的活化石 纷纷选择自爆 刹那间 原大罗圣帝的大佬们 全部死绝 留下潜语 一个孤家寡人 潜语 该送你去见钱马了 第129章 手刃地盈 图灭潜语 下 恶魔般的声音 在潜语耳边响起 他双眼既无神 又无助 风哥哥 我爱你 你为何对我如此残忍 潜语疯狂咆哮起来 你知不知道 我从小就喜欢你 你为何是我无误 从不给我脸色看 我一心想做风家的媳妇 你为何不理我 我恨风破天 他居然给你定下了娃娃庆 选择了这个贱女人地盈 我好恨啊 我恨不得把你融入我的身体里 潜语彻底疯了 一边咆哮 一边做起自残之事 他手握玉珠盘 发动剑气 割断了自己的大腿 手臂 身上的鲜血 哗哗直流 看得地盈脸色骤变 没想到潜语心里扭曲到了极点 一个敢对自己自残的人 心里是阴暗的 是邪恶的 风哥哥 为何你不能成为我潜语的夫婿 为什么 我一心为了证明自己 让你多看我一眼 可惜 你回到大罗圣地的第一天 就是殴打我的祖父 扇我耳光 我恨你 我恨你 潜语手中的玉珠盘 发动最后一丝剑气 刺进了自己的丹田 碰 原神连同肉体瞬间爆炸 整个人彻底消失在了化地围牢里 风九幽看着疯狂的潜语 脸上闪过一阵痛惜 女人疯狂起来会毁灭一切 包括自己 唉 多可惜如此漂亮的女人啊 剑无双撇了撇嘴 满脸的失望 帝莹 你还有什么一言交代的 没有的话 我送你去见墨四海 风九幽冷冷地盯着帝莹 那个骄傲透顶的女人 帝莹脸上闪过一道绝望 看了一眼身边的墨仪 风九幽 我希望我死后 你能放过我的墨仪 帝莹脸上闪过一丝哀求 这是她第一次求人 风九幽看了看 仅剩了心火胜对众人 他们脸上充满了愤怒 仇恨 还有绝望 风九幽摇了摇头 道 你的请求我不接受 凡是有我死的人 我都会灭了她 帝莹脸上 闪过一道凄惨的笑容 哈哈 风九幽 你好狠心 要是你在落成 给我承认错误 我就会原谅你 我会甘心 成为风家的媳妇 可你为何要在天下人面前羞辱我 你知不知道 当我知道你的战力如此之高时 心里有多高兴吗 可是你太绝情了 连风破天定下的婚约 你也敢毁约 我恨你 我要你死 帝莹发疯地化作一道光 朝风九幽杀来 语气得不到 还不如毁掉 女人的发疯 会让自己灭亡 风九幽淡然地看着光的到来 没有半点动作 天穷护体发动 杀来的光状到天穷护体上后 没有半点伤害 反而是帝莹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九幽哥哥 你为何不喜欢我 帝莹的身体瞬间爆炸 天穷护体再次发动 她的鲜血被挡在了天穷护体之外 整个人彻底消散 在玄天大世界 帝莹 莫一灭绝尸太狂叫起来 心在低血 她培养了帝莹二十三年 她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没想到到头来居然是这种结果 风九幽 你这个刽子手 我星火圣地不会放过你的 灭绝发疯了 在她的带领下 剩下的星火圣地高手 纷纷杀向风九幽 你们还是下去陪帝莹吧 风九幽大手一挥 掌印世界落下 所有人像放烟花一样 在空中爆炸开来 惨叫声过后 化地为老李除了风九幽 剑无双外 没有一人活着 老大 你这么变态 天道为何不把你赶出玄天大事件 剑无双 彻底被风九幽给征服了 一个是红粉如骷髅 两个爵士美女 对她情深似海 居然无视 还亲手灭了他们 这是铁石心肠啊 小无双 你认为 天道她敢这样做吗 风九幽整理了一下衣服 转身朝大的飞去 天道不敢 真的吗 啥时候 天道小儿居然会怕人类了 难道玄天大世界的 天道是个傻逼 剑无双自言自语道 这时 一只大手 从天而降 迎着她的脸扇了过来 啪 卧槽 谁打我 我跟你没玩 剑无双抽出 极品仙剑荒花剑 使出黑白剑 图巢虚空中杀去 黑白剑图光芒四射 无数病剑气疯狂涌入 看上去微风凛凛 有一种破天之感 然而 一只巨手再次出现 轻轻一抓 那些剑气 全部被抓碎 消散在虚空中 卧槽 剑无双害怕了 扭头朝风九幽追去 不过 空中的手 似乎并不想放过她 再一次朝她扇来 老大 救命啊 啊 该死混蛋 有本事 跟本公子站出来 啪啪啪 剑无双脸上 多了十几个手掌印 原本帅气的脸蛋 此刻肿得跟猪头一样 突然 一阵地动山摇 让刚准备离开的 风九幽 脸色一变 一个人形大坑出现 里面传来一声哀嚎声 呜呜呜 一个脸肿得像猪头的男子 爬了起来 不过看着她 穿着跟剑无双很像 老大 呜呜呜 你要帮我做主啊 风九幽一愣 顿时乐了起来 小无双 你怎么变成了 二师兄了 老大 我被人欺负了 你还笑 你是不是 想失去我这个小弟 剑无双刚摸了摸脸 一股疼痛的感觉 遍布全身 疼得他呲牙咧嘴 哈哈 你笑死我了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 让上天给惩罚了 风九幽的戏言 让剑无双 瞬间清醒了过来 结结巴巴地说道 老大 你是说刚才 是天道那孙子打我 剑无双话音一落 虚空中雷鸣之声响起 黑压压的乌云沉了下来 一双恐怖的眼睛 出现在万米高空 他死死地盯着剑无双 吓得他双脚一紧 赶紧躲在了 风九幽的背后 卧槽 天道孙子 你是不是故意欺负我 有本事来打我啊 剑无双一边嚣张 眼睛闪过一丝脚霞 他忍着 被天道殴打的后果 也要看看 天道是不是真的害怕风九幽 天道屡次受到剑无双的挑衅 他双目一距 射出两道剑气朝剑无双杀来 完了 BBQ了 该死的天道果然生气了 眼看两道恐怖的剑气 即将落下 风九幽挥了挥手 掌印世界迎着剑气而去 碰 一声爆炸后 剑气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道 你的皮是不是又痒了 要我给你抽抽吗 风九幽屁腻天下 对着虚空喝道 虚空中那双眼睛 闪过一丝害怕 做出道歉的眼神后 再一次引了进去 卧槽 老大 还是不是人啊 连天道都不敢惹你 要不你以后去我见到大世界 也帮我教训教训天道那小儿 剑无双双眼直冒金光 看得风九幽魂深不自在 小无双 你是不是在剑道大世界 做了什么天怒人怨之事 强女干了女修 还是向天道洒了一泡尿 两人打去起来 很快消失在天边 第130章 无量城 偶遇圣子木木 剑狱大世界 三千大世界排名前十的大世界 这里的修道者 全是剑修 以剑为根本 几乎看不到非剑修的修道者 正当剑无双给风九幽 讲解起剑狱大世界现状时 脑海中响起系统的声音 定 宿主 灭杀地盈 保得十万年修为 灭杀前语 保得十万年修为 灭杀礼玉 灭杀晴天 摩牙顶灭杀 共获得一百万年修为 累计 一百一十九点五万年修为 宿主 需要突破制度捷径即径 破天非生吗 等我灭掉了剑狱大世界的无量圣地 预售大世界的天狱圣地后 再破天非生吧 风九幽想了想 说道 这次来剑狱大世界 就是为了报仇而来 李玉敢带人围杀自己 注定了无量圣地的悲歌长鸣 老大 我们是直接杀到无量圣地 还是去无量城歇息一下 无量城的无量逍遥阁 可是男人的天堂 你最近火气有点大 我带你去哪里玩玩吧 见无双换了个人似的 一副风流公子的模样 对着风九幽眨了眨眼 风九幽从空中望去 发现不远处的无量城 热闹非凡 川流不息的人群 多种叫卖声响起 人味道 繁华已领略 风九幽想了想 无量圣地听说阵法恐怖 高手如云 还是先打听打听再说 便同意了见无双的请求 不过 他们并没去逍遥阁 而是来到了无量一品仙楼 品尝起人间美味来 无量一品仙楼 属于无量圣地的产业 提供的灵酿 仙酿堪称 鉴于大世界首屈一指 众人修道人士 纷纷慕名而来 两位神仙爷爷 这边请 两人刚进仙楼 小二眼间便招呼起来 不知道两位神仙爷爷 是上二楼 还是三楼 露出一抹笑容 点头哈腰 嗯 有什么区别吗 小二顿时一笑 原来两位也是第一次来 小二手中有定制的折叶 递给风九幽看时 便介绍起来 这位神仙爷爷 二楼我们提供灵酿 无限量 三楼我们提供仙酿 不过只允许喝一酒壶 风九幽还会说话 见无双酒饮上头 对着小二说道 我们去三楼 先上仙酿 再准备无限量的灵酿 店小二闻声顿时大喜 没想到居然来了两个土豪神仙爷爷 看来自己的小肺够包养小翠一年了 店小二领着两人朝三楼走去 无量一品仙楼 果真名不虚传 里面的装潢 用了很多修道界的特殊材料 看上去如梦如幻 宛若一片仙境似的 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人忍不住狂吸两口 这里的客人不是凡夫俗子 王公大臣 他们根本消费不起 结算方式 以中品灵金以上为主 凡夫俗子的黄金 在这里毫无用处 两人在店小二的带领下 来到了无量阁包间 招呼好两人后 店小二立即安排 两人吃喝的酒菜 老大 这里还不错吧 这次沾你的光 没想到还能来无量一品仙楼吃饭 我也能出去吹嘘一百年了 两人刚坐下 见无双就开始笑了起来 风九幽眉头一皱 好奇道 见无双 这不是你请客吗 怎么还想让老大买单不成 见无双傻眼了 整个心情瞬间不好了 嚷嚷道 老大 见修之人是灵金 先是为粪土 从来都是吃霸王餐 嗯 从来都不待在身上 风九幽闪过一道鄙视 没想到见修如此穷 连吃饭的灵金都没 见修都是穷光蛋 还是说 堂堂见到大世界的剑子 是穷光蛋 见无双捞了捞脑袋 惭愧道 老大 你以为我像你这样 杀人如麻 没有灵精 斩道神兵 敌人给你造吗 见修修的是剑心 除了手中的剑外 其余都不重要 只有在魔力中剑修 才能突破自身的极限 其余不重要 为何你要贪恋地营的美色 风九幽的一句话 让剑无双哑口无言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人不风流亡少年 老大 你不懂爱情的美好 剑无双还在死鸭子嘴硬 谬论反驳起来 可惜 你的女神被我杀了 你的梦想一灭 会不会找我拼命 风九幽刚喝下一杯鲜酿 整个人有了一种飘飘然 好像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 那种舒爽感 的确不是一般的灵酿 反酒能比你的 爽啊 剑无双也不再说话 真满酒杯后畅饮起来 桌上出现了风卷残云之势 殿小二上的鲜酿几下便喝完了 又要了几十葫芦淋酿 尽管林酿的味道跟鲜酿差了不少 也挡不住两人对美味美酒的向往 干杯 风九幽举起酒杯 与剑无双碰撞起来 酒过三巡 酒杯交错间 两人从下午喝到了晚上 地上躺着一排排酒壶 喝得剑无双头昏昏沉沉的 不过风九幽并没醉 酒对于她来说 不过是相当于修道界的饮料罢了 这时 隔壁包间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似乎是 让风九幽这个前世 跃遍无数的楚男 脸红了起来 她自然知道 那声音下 是何等光景 不一会儿 两人结束了动静 似乎传来一阵桌子挪动的声音 牧师兄 你什么时候把碗世界甩了 娶我做道理 呃 从长记忆吧 风九幽妈了 你妈 居然修道门派弟子如此豪放吗 城里人都这么会玩了吗 噗 风九幽刚喝进嘴里的酒 直接喷了出来 喷得剑无双一脸 也许是风九幽喷酒的声音太大 惊动了隔壁狗合的两人 隔壁的混蛋 敢打扰本圣子木木的雅兴 你找死吗 隔壁传来男人的愤怒声 估计是风九幽喷酒声音太大 被他当成了藐视他 呃 不好意思 你们动静太大了 我耳朵都听起茧子了 兄台 你们无量圣地都这么开放吗 风九幽撇嘴说道 气得隔壁的牧师兄大发雷霆 一拳打碎了墙壁 穿了过来 两人四目相对 牧师兄赤裸上身 看上去瘦弱如枯材 一双绿豆眼散发着汹涌的气焰 小子 知道我是无量圣地圣子 还不束手就擒 这时 剑无双睁开了那双浑浊的双眸 看着半裸的牧师兄 突然愣住 老大 你怎么叫了男人来喝酒 要叫也得叫逍遥阁的姑娘来啊 突如其来的话 让众人瞬间将住 第131章 无量圣地 万见其妃 醉熏熏的剑无双 提着酒壶站了起来 走到木木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兄弟 你喝酒如此豪放吗 居然脱了衣服喝 小弟佩服 说完后 给他满了一杯 递给木木 木木傻眼了 这个衣冠楚楚的男子 是不是有病 没看到老子 是来找你们算账的 你居然给老子倒酒 啪 木木直接把酒杯扔到地上 抽出了一柄仙剑 剑光闪亮了剑无双的双眼 处于剑修的本能 剑无双手指一点 手指画剑 剑气射向木木手中的仙剑 当 木木手中的仙剑 硬生脱离 掉在地上 木木被剑无双 这招惊呆了 这个衣冠楚楚的男子 居然如此之强 他眼睁睁看着 手指画剑的剑气 打中自己手中的仙剑 好了 你别惊讶了 没想到本公子 找无量圣地算账 你居然主动冲了上来 三分钟兄弟 你是乖乖地跪地 接受惩罚 还是被我一剑 突灭元神 你自己选择吧 风九幽淡淡地看着木木 偷瞟了一眼 躺在桌子上的消失妹 那一抹高山 轻轻晃动了一下 只见他偷偷捏碎了 一个船驯符 混蛋 在我无量圣地的地盘上 敢威胁我 暴怒的木木 手一抓 地上的仙剑出现在手上 刚准备发出攻击时 风九幽鬼魅地 出现在他身边 突然 手快如闪电落下 啪啪啪 一连五个耳光 他腾空720度凌空旋转 重重地砸在地上 脸上肿了一圈 直接被风九幽山猛圈了 你 他害怕了 这两个人 一个比一个凶残 老子堂堂无量圣地圣子 杜杰镜后期高手 面对两个恶魔 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真是出门没看皇历 干了个狗 哒哒哒 一阵脚步声传来 身穿无量圣地白袍的 一群人冲了进来 气势汹汹的众人 刚拔出手中的长剑 顿时傻眼了 他们的一个半裸的男子 躺在地上 那把躺在地上的长剑 不就是牧师兄的配件吗 牧师兄 一名弟子尝试着叫了一下 混蛋 快点来扶我啊 众人发现是木木后 围了过来 扶起了木木 这时 隔壁的萧师妹 整理好衣服后 也走了过来 萧师姐 嗯 师弟们 这个恶徒 殴打我们牧师兄 拿下他 见到自己的师弟们赶来 萧师妹对着师弟们命令道 刷 剑离开剑翘的声音响起 剑无双看着众人 不知死活地对老大拔剑 这不是老兽星上吊 嫌命长吗 无双 这些垃圾你处理 问清楚无量圣地的情况 风九幽说完后 转身消失在包间里 卧槽 剑无双无语地看着消失的风九幽 心情瞬间不美丽了 无量圣地的小崽子们 速度交代你们圣地的情况 比如阵法 弟子情况 实力等 否则 我一剑图了你们 剑无双冷冰冰地看着持剑的众人 嘴角露出一丝讥笑 找死 杀 他们的怒火全部发泄在剑无双身上 剑气横飞 整个无量一品仙楼 请客间化为灰烬 啊 楼下传来一阵惨叫声 然而 剑无双腾空而起 蓝星剑轻轻一掠 黑白剑图出现在夜空里 恐怖的气势笼罩在无量圣地弟子上 不好 木木 萧师妹 脸色大变 这不是剑刀大世界剑无敌的本命战法吗 一个号称天下剑修的克星战法 黑白剑图中 一阴一阳 可以吸收万千剑气 同时也可以发出万千剑气 无量圣地弟子的剑气刚发出 全部被黑白剑图给吞没 他们不过是一群境界地下 最多不过一两个渡截进剑修罢了 面对黑白剑图 跟躺臂当车一样 分分钟中被吸得干干净净净 紧接着 黑白剑图喷出数道剑气 朝空中的无量圣地弟子杀去 啊 触碰只 手臂被剑气切断 十几名无量圣地弟子 像下饺子一样 纷纷砸到街道上 不一会儿 在剑无双的恐吓下 一股脑交代了无量圣地的情况 不好意思 我老大说过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你们走好 剑无双蓝星剑轻轻一划 一道剑气掠过 不 你不讲信用 十几个弟子 脖子上多了一道红线 脑袋冲天起 血住狂喷 刚逃出来了十几个元神 带着仇恨的目光 你敢挑衅我无量圣地 你们死定了 木木的元神 凶恶地盯着剑无双 威胁起来 然而 正当他们准备瞬移时 一个牢笼落下 十几个元神全部装了进去 不 化地为牢落下 先天倒台元神手掌一合 化作一道道丝线 禁锢着他们 片刻之后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大 你这牢笼好厉害啊 能不能教教我 剑无双眼巴巴地看着风九幽 对于风九幽使出这招 相当的喜欢 风九幽摇了摇头 说道 这是神通 你学不会的 剑无双将在原地 一脸的失落 老大 你连神通都能领悟 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某个大地转世 这怎么可能 连斩刀镜都无法领悟神通 更别说杜结镜 大地转世 我要是大地转世 还会成为公敌 风九幽撇了撇嘴 转身离开了无量城 老大 等到我 剑无双追随风九幽的脚步 腾空而起 消失在大街上 残缘断壁里 一颗小脑袋伸了出来 不是电小二 还能是谁 完了 这个变态 是那个大世界过来的 游戏人间不合适本天道了 还是回到天上去吧 电小二 剑于大世界天道的分身 瞬间消失不见 引入虚空 无量圣地 位于无量山 是剑于大世界第一圣地 无数人心中的剑修圣地 而此时 两个不速之客 出现在无量圣地上空 无量圣地 本公子风九幽前来灭尔等 速速出来受死 风九幽屁腻天下 目空一切的声音落下 在无量圣地内部炸响 好你个风九幽 你被三千大千世界通击 居然还敢来 挑衅我无量圣地 找死 话音一落 万千剑气腾空而起 遮天蔽日的白色光芒 在无量圣地上空横飞 剑气万千 宛若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 带着恐怖的杀鸡 消杀而来 老大 我们逃吧 剑无双第一次见到 这么多道剑气杀来 顿时胆怯起来 装逼遭雷劈那是传说 没想到真实的情况是 装逼遭剑气穿体 不跑是傻逼 风九幽淡淡地看了一眼 手中苍穹地刃轻轻一挥 口中念叨 一剑逍遥 光 刹那间 九天之上 无尽星河深处 一缕缕星光垂下 宛若流星降落般 美轮美奂 恐怖的气息 弥漫在无量圣地上空 惊得无数人瞠目结舌 恐惧万分 第132章 一人 镇压剑狱大事件 剑修的剑气 宛若一道道白思 在夜晚丈量星空 而风九幽的剑气 好似星辰坠落 毁灭世界 萤火之虫 怎能与星辰相媲美 星辰落下 万千剑气瞬间瓦解 恐怖的毁天灭地 星辰剑气落下 无量圣地的护宗大阵 在星辰坠落下 遥遥欲坠 圣地内的弟子 惊恐的表情 没想到风九幽 这个三千大世界公敌 如此恐怖 当当当 护宗大阵在星辰剑气下 出现一道道裂痕 不好 无量圣地圣主郭金 捏碎了剑狱大事件号召令 此刻 剑狱大事件的剑修们 全部接到了无量圣地的号令 请客间 无数剑修弟子 踩着仙剑 宝剑 遇剑飞行 朝无量圣地赶来 不过 对于郭金来说 当务之急是解决风九幽 那恐怖的星辰剑气 圣地弟子们 大魔头风九幽残暴不仁 必须杀而快之 无量剑阵 出动 护宗大阵破裂的瞬间 由无量圣地上万人组成的 无量剑阵 横空出世 无 无为之剑 驾欲剑欲 量 海量之气 成剑剑魂 刹那间 无量剑阵 腾空而起 幻化成一条巨大的金龙 盘旋而起 空间壁垒 寸寸断裂 虚空黑洞丛生 空间裂缝 蔓延至风九幽身旁 看得剑无双嘴角抽搐 没想到无量剑阵 达到了这种地步 这是叠加了百倍以上攻击吧 要是落在自己身上 岂不尸骨无存 他又有了逃跑的打算 这不能怪他 老头子告诉他 底不过是一定要脚底抹油 溜之大吉 剑修 剑修又不是无敌的 活着的剑修才是好剑修 死去的剑修 那是尸体 他一直牢记老头子的话 并且多次运用到实剑中来 老大 你顶住 小弟先走一步 剑无双踩着蓝星剑 瞬息间 消失在天边 卧槽 剑修的脸面呢 风骨呢 风九幽看着落下的金龙 手中的苍穹地刃 再一次举了起来 人剑合一 化作一道白光 杀向空中的金龙 一剑逍遥 按 风九幽凭空消失不见 连气息的消失的干干净净 空中剑气形成的金龙 失去目标后 猛圈的不知所措 盘旋在空中 做起了贪吃蛇的动作 寻寻觅觅 不见风九幽的踪迹 卷起龙尾 扭动龙躯 上下摆动 玩得不亦乐乎 下方的无量圣地弟子 灵力如潮水般消失 逐渐力不从心起来 这时 一道虚实剑气 在剑狱的加持下 出现在金龙的头顶 没有一丝征兆 不好 郭京见到风九幽 踏空出现在金龙头顶 他面带戏血 手中的虚实剑气 贯穿龙头而下 苍穹之刃带着毁灭气势 刺爆了龙头 偌大的金龙 顷刻间风消云散 金龙破 下方的弟子们 纷纷瘫倒在地 灵力消失 又被金龙反噬 纷纷吐起鲜血来 天欲先攻 弟子郭京 恳请你降下分身 郭京脸色骤变 没有丝毫犹豫 体内的仙灵之气 疯狂涌入手中的掌门令牌 刹那间 掌门令牌光芒大作 一道光柱从天而降 风九幽淡然地看着那道光柱 嘴角微微笑了起来 上次的摇驰圣帝 无上天大能 能量分身下界 这一次无量圣帝 也玩同样的招式 可惜 只能变成自己的猎物 光柱消失 一个虚影出现 他一副先锋倒鼓的模样 惊艳的世人 先祖 我是无量圣帝 第1314代圣主 通缉犯风九幽 欲灭我圣帝 恳求先祖灭掉恶贼 郭金恭恭敬敬跪在地上 祈求道 先锋倒鼓虚影 朝风九幽看去 先是一愣 紧接着杀气弥漫 风九幽 先天无瑕混沌体 九天十地的通缉犯 哈哈 碰到本尊落云 不知是你的不幸 还是你的不幸 风九幽心没见目一条 露出玩味的表情 道 老不死的 幸好不是你的真身下界 否则 我担心 你连投胎的机会都没了 上次有个老东西 也是下界威胁我 很可惜 他被我打爆了能量分身 你说 你是想被我捶爆吗 还是被我捶爆 风九幽的争锋相对 让骆云相当没面子 更让下方的无量圣地弟子 瞠目结舌 找死 骆云虚空一拍 一道巨大的手掌 从天而降 带着蔑视之意落下 手掌在虚空 下方的建筑 成片成片崩塌 宛若出现七级大地震一般 恐怖至极 然而 风九幽的身影消失不见 掌印落空 幸好他回收了能量 否则 无量圣地 会成为第一个被上界老祖灭掉的圣地 咦 骆云大惊 在他无敌的意识下 居然不能发现风九幽 这让他怀疑起人生来 就算他是先天无暇混沌体 也不过才渡战境巅峰 怎么能躲过他的神识审查 然而 风九幽就是从他眼皮底下消失的 要是再过几分钟 这具分身的能量自然会消失殆尽 那么 这次下界 岂不是一事无成 回去还不被人笑死 骆云 你在找我吗 一道恐怖的声音 从骆云背后传来 正当他扭头时 风九幽的掌印 铺天盖地落下 不 他反应的速度 跟不上风九幽的掌印世界拍打 戴上苍穹地刃 幻化的苍穹地拳套后 打出的掌印世界 可谓杀伤力爆表 快如闪电的手掌 拍打在骆云的肩膀 背部 川里布希的攻击 连绵不绝 让骆云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砰砰砰 拳拳倒落的快感 让风九幽越战越勇 骆云小儿 你继续威胁我啊 一边疯狂捶打 一边持续嘲讽 啊 混蛋 我不会放过你的 面对他的威胁 嚎叫 风九幽的拳头 那打得越来越顺手 肩膀 背部 脑袋 胸腔 丹田 全部被风九幽照顾了一遍 就算他是能量分身 也经不起风九幽的不间断 不停歇 永不疲倦的疯狂攻击 堂堂的上界大能 还没施展自己的绝招 就被风九幽活活给打爆了 跟瑶池圣地老祖宗一样的下场 下方的无量圣地弟子绝望了 风九幽那个大魔王 连上界的大能都能垂爆 他们这些渡截境 洞虚境 元神境 甚至更低境界的弟子们 完全是被虐爆的对象 唉 你们召唤的祖宗不行啊 连我三分力都没使出 居然被打爆了 要不 你们再召唤一个老头下来 让我活动活动筋骨 风九幽细血的话 让郭金等人坠入深渊 连上界大能都被他活生生打爆了 其他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难道天真要 往我无量圣地不成 风九幽 你这个恶魔 九天十地通缉犯 你就算灭了我无量圣地 也会有千千万万个无量圣地追杀你 是吗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两个我杀两个 凡是敢跟本公子做对的 统统灭杀 你无量圣地也不例外 风九幽凌空而下 吓得无量圣地弟子们 命悬一线 瑟瑟发抖起来 突然 百里之外 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 国兄 小弟林家伟前来援助 国兄 小妹东方有悔前来援助 一连十几道中气十足的声音 从远方传来 第133章 众人陨落 天道发飙 漆黑的夜空 树到流星掠来 原来是无量圣地的帮手们 纷纷赶来 脚踩飞剑 万剑横飞 好一个剑羞如流星划来 国兄 小弟 小妹 没来迟 领头的几人双手抱拳 对着地上的郭金行礼道 林贤帝 东方师妹 邱贤帝 你们来得刚刚好 郭金脸色大喜 没想到无量圣地即将灭亡时 那些交好的圣地 纷纷前来持援 国兄 这凶徒就是风九幽 上界追杀令的 先天无暇混沌体 林家伟眉头一挑 对着风九幽 上下打量了一番 好奇道 嗯 林贤帝 不要小看这个魔头 连我召唤的上界仙祖的能量分身 都被他打散了 郭金带着恐怖的目光 看了一眼风九幽 沉声道 什么 林家伟 东方游回等几个圣主 脸色骤变 互相对视了一眼 不假思索 手中的剑一指 各大能分分合倒 万象大阵 久久归一剑阵 迷踪大阵 十几个恐怖大阵 一字排开 朝风九幽杀来 万剑奔腾 一泻千米 迷雾覆盖 星辰被遮 恐怖的剑气 宛若流星垂下 大地在咆哮 在发抖 周围的大山 在剑气的影响下 纷纷化为虚无 天空的黑洞 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无不让无量圣地的弟子胆寒 风九幽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如此多的修为 不收下 怎么对得起自己 法天向地 踏破虚空 神通一出 风九幽瞬间变成了几十丈高的巨人 手中的苍穹地刃 幻化成苍穹地枪 长达数十米 只见巨人腾空 长枪挥洒 一枪 天地变色 一条 星辰陨落 一扫 火星四射 神游八荒 战 惊艳面世 枪出如龙 力破万君 配合咫尺天涯神通 快速地在空中挪移 万象大阵 虚影大象笼罩在剑修身上 看上去气势澎湃 有一种剑气中 带着巨像的攻击力 然而 风九幽的巨人法相 大长腿轻轻一扫 大象瞬间被打爆 在他们还没来及反应时 苍穹地枪带着枪欲落下 砰砰砰 无数剑修像气泡一样 在空中炸了开来 宛若烟花爆炸 犹如红色颜料 会画出一片鲜红色天空 神游八荒 血 神游八荒 气 多种战法招式 在空中演练起来 恐怖的杀机 弥漫在无量圣地上空 交战不过半刻钟 遮天蔽日的天空 顿时明亮起来 那些前来支援的圣地 纷纷被屠灭 哀嚎声 惨叫声 令人心惊肉跳 坠入深渊 仅存的圣地圣主 弟子 长老们 被封九幽的杀戮 吓得魂飞魄散 这 他们似乎不太相信 眼前的结局 一个渡截境巅峰的修道者 居然面对他们 十几万剑修 不但没有半点受伤 反而把低境界的弟子 涂得干干净净 他的速度 快得连神识都不能发现 神出鬼末下 弟子纷纷被长枪打爆 林家伟 东方游回等人后悔了 原本以为可以来捡功劳 此刻 他们能不能活着 还是个未知数 郭金健壮 硬着头皮 带着仅存的高端站立 出现在林家伟等人身边 带着一脸的歉意 看着众人 各位 我也没想到 风九幽这个魔头 杀了半天还精神抖擞 想要活命 就得靠我们这些老头子了 林家伟等人 目光一距 点了点头 剩下了五十多名 杜杰镜巅峰高手 手中长剑指苍天 恐怖的剑气 剑翼正在空中交织着 空间屏障 一寸寸劈裂开来 剑气如龙 在剑翼的加持下 再次杀向风九幽 风九幽恢复了真身 手中的苍穹地刃 变成了苍穹地剑 感受到周围空间的爆炸 整个人处于剑气攻击的中心点 眼看剑气即将没入风九幽的头顶 身躯微微移动 再一次消失在众人眼帘下 突然 众人背后直冒冷汗 感觉到恐惧出现在背后 来不及反抗的众人 纷纷激活身上的仙甲 宝甲 然而 一箭逍遥 风 出现在众人背后 荒芜之风吹来 化作风刃割破了宝甲 仙甲的防御 没入众人的体内 啊 不 荒芜之风 号称剿灭肉体 元神的存在 堪称修道者的克星 郭京等圣主脸上骤变 来不及馆长老们 纷纷捏碎了手中的传送符 逃离了荒芜之风的攻击范围 想跑 没门 化地为牢 封锁天下 在传送符发动的瞬间 一道牢笼出现在众人头顶 全部被关了进去 传送失效 吓得众人浑身颤抖 哎 我的地盘我做主 你们再跑一下试试 风九幽在虚空中没走一步 脚下发出淡淡的光芒 瞬息间 出现在众人身边 一脸玩味地看着他们 众人面面相去 没想到风九幽的手段层出不穷 他们刚才试过 根本破不开牢笼 风九幽 你当真 要与剑狱大世界所有剑修为敌 郭金阵阵有词 咆哮起来 呵呵 就算与剑狱大世界为敌 又怎么样 你咬我呀 你 郭金等人被对得哑口无言 他敢杀相无量圣地 敢灭掉上界大能能量分身 能把五十个超级高手 全部锁在牢笼里 他会怕剑狱大世界的剑修吗 显而易见 风九幽根本无视他们 甚至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好了 你们可以下地狱了 手中苍穹地剑 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众人头顶 恐怖的杀鸡垂下 拼了 剑修都是一群狠人 怎么能轻易认输 就算是死 也得死得傲娇 以郭金为首的圣主 燃烧起精血来 原本杜杰境巅峰的实力 此刻 已经达到了斩道境初期 五十个斩道境初期 恐怖的气息 弥漫出化地为牢的牢笼 惊得剑狱大世界的天道颤动起来 一双瞳孔 出现在众人头顶上方万米处 他看了看剑修 又看了看风九幽 突然 他朝风九幽射出两道光芒 势必抹杀掉这个入侵者 天道 你找死吗 风九幽一掌朝两道光线拍去 掌印世界化作一道巨掌 射来的两道光芒瞬间被打爆 虚空中传来一阵阵爆炸声 仿佛天空被炸裂开来一般 牢笼下的众人 原本以为自己燃烧后 超出剑狱大世界的力量 会让天道把风九幽给灭了 没想到 天道的攻击 被风九幽一掌给拍没了 你妈 你要不要这样逆天啊 连天道都无视 此时 天道似乎发飙了 天黑了下来 万米虚空之上 一汪雷池出现 里面翻滚着紫色的雷电 劈啪 紫色雷电的光芒 映照大地 方圆数万公里内的生灵 被吓得匍匐在地 宛若世界末日来临一般 恐惧充满心头 第135章 天道服输 乖乖送风九幽离开 一道 两道 九道紫色雷电同时落下 世界在哀鸣 虚空在毁灭 郭金等人脸上 闪过一道喜色 天道终于出手了 风九幽这下死定了 没有人敢挑衅天道 凡挑衅者 统统被抹除 风九幽淡淡地 看着虚空中的双眸 对于落下的紫色雷电 目不关心 对着天道竖起了中指 笑道 等会儿 看我不把你的分身抓出来 狠狠地痛扁 虚空的双眸 闪过一道疑惑 本天道才沉睡没几天 你居然敢 咦 天道瞬间傻眼了 刚收到分身传来的消息 一是超级大能游戏人间 千万不能得罪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即将击中风九幽的紫色雷电 瞬间消失 天地回归了平静 什么情况 处于化地为牢的郭金德人 脸色骤变 尼玛 天道怎么不出手 惩罚这个恶徒啊 你可是鉴于大世界的天道啊 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 尼玛的 公平 公正呢 但天道那双眼睛 做出一副道歉的神色时 所有人都傻眼了 天道居然向仙天无瑕混沌体 这个通缉犯道歉 一股死气 萦绕在众人头上 老子燃烧了生命 就是让你出来受死风九幽 你居然选择了跟风九幽同流合污 天道 你不公 郭金等人说完后 狂吐鲜血 血流不止 原本体内仙灵之力都不足 加上燃烧了生命后 五十多个渡截进巅峰高手 全部奄奄一息的 瘫在空中 后悔 绝望 不甘 全部写在脸上 没想到最后 居然本天道给抛弃了 唉 我还以为 可以抽一抽天道丸呢 风九幽恼怒的 瞪了一眼天道 没想到 她居然服软了 噗 风九幽的话 气得众人吐完了 最后一口精血后 全部一命呜呼 连体内的元神 都未能幸免于难 风九幽摇了摇头 没想到都几千 上万岁的人了 心理素质如此之差 看来鉴于大世界的剑修 缺乏思想教育啊 无量圣地的弟子们 纷纷跪在地上痛哭起来 不过 风九幽却不会理会 他们哭还是笑 该涂灭的 依然会涂灭 手中的苍穹地刃 轻轻一挥 一箭逍遥 与青盘下 见其话语 没入他们的身躯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全部化为虚无 整个圣地 彻底从鉴于大世界抹去 连一丝痕迹都没 没想到鉴于大世界 第一大势力 就这样被风九幽给涂了 连带着前来支援的几大圣地 一人单挑一个大世界 让天道服输 这是何等的恐怖 听闻消息的其他大世界 顿时眼气息鼓了 无上天的诱惑再大 也要有命花才行 就算再多的人 也都是去送死罢了 虚空泛起一阵涟漪 一个脚侠的脑袋伸了出来 嬉笑道 老大 你果然凶残 鉴于大世界的几个圣地 都被你杀破了胆 连无量圣地这个第一大势力 也成了你的剑下亡魂 真不愧是我见无双的老大 风九幽鄙视的瞪了他一眼 无双 你改个名字吧 老大 无双的名字这么好听 就不用改了 天下无双 多牛叉的名字 注定会成为大地的男人 见无双一愣 立即反驳起来 大地的男人 你难道是男童 见无双 配不上你逃跑的速度 干脆就叫剑逃跑吧 见无双尴尬起来 鬼知道你这么凶残 连无量圣地都能轻易灭掉 要知道 你连天道都敢威胁 我还跑个铲铲啊 你的表现被天道看在眼里 我相信 他很乐意收拾一下你 风九幽故意说给天道听 不过 落在剑无双耳朵里 整个人瞬间不舒服了 他恐怖地朝虚空看去 发现并没有手掌落下 顿时便放心下来 嘿嘿 老大的面子真好使 天道小儿 哪敢 剑无双 瞬间心拔凉拔凉 一道恐怖的气息 从背后传来 漠然 一根有天道之力幻化的鞭子 迎着他的脑袋抽来 妈呀 老大救命啊 风九幽一个咫尺天涯神通 消失在剑无双的身边 只听到背后传来 剑无双哀嚎的声音 半晌之后 满身是鞭痕的剑无双 姗姗来迟 他一脸哀怨地看着风九幽 脸上的鞭痕清晰可见 那一道道应急 真不愧是天道的杰作 哟 剑逃跑 怎么一会儿不见 去哪里做了整形手术 挺别致啊 老大 算你狠 剑无双无语了 没想到该死的天道 居然听风九幽的话 天道居然跟风九幽狼狈为奸 让他又一次被天道给收拾了 此时 风九幽脑海中传来系统的声音 定 宿主灭杀无量圣地两万人 报出二十万年修为 灭杀其他圣地 报出三十万年修为 累计 一百六十九点五万年修为 风九幽一愣 居然来一趟监狱大世界 收获了五十万年修为 不错 相当不错呀 等自己飞升上界后 就可以一鸣惊人了 系统 后面升级突破 需要多少万年修为 宿主 请看 一个只有风九幽能看到的虚拟面板出现 杜杰境 一千年 两千年 三千年 五千年 五千年 五千年修为 斩道集 一万年 五万年修为 后面的境界突破依然如此 只不过需要的修为年份越来越高 不过至尊主宰境 已经与天地同寿了 消耗再多的修为 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天道 出来一下 风九幽对着虚空喊道 不一会儿 一个白胡子老头 出现风九幽 剑无双面前 他眼神中闪过一丝害怕 小心翼翼地拱手道 公子 有何吩咐 嗯 把我们送到玉兽大世界 从小世界转来转去太麻烦了 你不会让我失望吧 风九幽淡淡地盯着他 吓得天道分身 背后冷汗直冒 不失望 晓得这就给你们开辟一条通道 天道分身 手轻轻一滑 风九幽 剑无双头顶 出现一道圆形通道 两人看了一下天道分身后 腾空而上 没入了通道内 不一会儿 两人消失不见 通道也关闭了 天道分身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一阵后怕道 有人终于走了 还是让他去祸害玉兽大世界吧 希望他在玉兽大世界 玩得开心 好好收拾一下 玉兽那个小儿 天道分身嘴角露出一抹奇怪的笑容 看了看吴亮城的逍遥阁 高呼一声 翠花 暗来眼 只见他虎躯一阵 化作一道光芒 降落在吴亮城 第135章 天玉圣地 大杀四方 玉兽大世界 主修玉兽之术 每个宗门 圣地都以玉兽为主 玉兽的质量 数量决定 一个宗门的强大与否 等级排名 而天玉圣地 作为玉兽大世界 当之无愧的王者 贯押群雄 他几乎奴役了 玉兽大世界 超过10%的妖兽 在他的后山 及方圆5000公里的地盘上 都能听到 妖兽震耳欲龙的声音 玉兽术 是每个宗门核心的 修炼秘术 当然除了秘术外 最大的依仗 便是他们修炼的神魂术 没有强大的神魂 很多玉兽术 都无法施展 一个强大的玉兽师 必然是一个强大的神魂师 成为强大神魂师的基础 必须有强大的元神之称 这也是为什么 弟子晴天 能用笛子催动剑起 强大的神魂 可以玉兽 也能遇剑 甚至能运用神魂攻击他人 天玉圣地 圣地高层人心惶惶 吵得不可开交 圣主 晴天弟子死在玄天大世界 这个仇不得不报啊 一名浓眉大眼的男子 一脸愤怒地说道 圣主 晴天弟子是为了帮助 玄天大世界的大罗圣地 既然他死在了哪里 说明了 有更强的力量在干预 本护法建议查清再说 身穿蓝袍的中年男子刚说完 那名浓眉大眼的男子 直接咆哮起来 张三三 你是不是胆怯了 连自己的弟子死在外面 你居然不考虑 如何去报仇 如何去征服玄天大世界 而想着 如何去查找敌人 我们天域圣地 可是三千大世界 最顶级的圣地 号令之下 谁敢不从 我理学道不同意张三三的懦弱行为 眼看两人就快打起来了 圣主为无牙一阵头疼 揉了揉额头后 猛烈一掌拍在了身前的桌子上 砰 桌子四分五裂 散落一地 两人立刻闭上了嘴巴 他们俩可不敢惹怒了圣主 为无牙一发怒 玉兽大世界都得抖一抖 你们两人真当圣地一试听 是世俗中的菜市场 还有一点修道者的气概眉 魏无牙冷冷地扫了一圈 高层们瞬间哑口无言 弟子晴天死在玄天大世界 我天域圣地 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出动十万妖兽军团 踏平玄天大世界所有修道门派 同时 花仙石去神断大世界 找天机阁 查找谋害晴天的凶手 天域圣地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挑衅的 魏无牙阵阵有词说道 底下的高层们瞬间沸腾起来 圣主说得对 我天域圣地 乃三千大世界前十的存在 天域圣地的威名不容挑衅 我愿去神断大世界 找天机阁 查找凶兽 本地子五威 愿意令十万妖兽军团 踏平玄天大世界 突然 虚空传来一道鄙视声 你们哪里都不用去 晴天小儿乃本公子所杀 你们速速出来受死吧 天域圣地 众人大惊 找死 圣主魏无牙顺息间出现在山门外 此时 圣地弟子们纷纷来到山门前 一脸凶狠地盯着空中那两人 天域圣地从来没有人敢来挑衅 十万年前 玉兽大世界有个绝世添交 不幸邪 玉兽牵头 杜杰镜妖兽前来挑衅 结果被灭的连灰都不剩 而这次出现的挑衅者 长相很帅气 不过 并不是玉兽师 呦 天域圣地人还挺多吗 怪不得成为禽兽圣地 风九幽再一次出言羞辱 气得下方的弟子们勃然大怒 黄口小二 找死 十几个弟子坐着飞行妖兽腾空而起 与风九幽隔空相望 你们几个若鸡不行 叫你家大人来吧 风九幽还会发话 见无双出口讥讽起来 混蛋 等会儿死在我的妖兽下时 你就不会这样 嚣张了 其中一个弟子说完话后 十几人纷纷取出妖兽环 手一挥 请客间 空中出现密密麻麻的飞行妖兽 遮天蔽日 让下方变得昏暗起来 杀了他们 妖兽咆哮 恐怖的气息弥漫开来 听到主人的命令后 妖兽们纷纷飞行杀来 锋利的爪子 恐怖的大嘴 还有妖兽发动的本命战法 顿时间 天空中火球乱飞 锋刃密布 老大 风景扯呼 剑无双见到如此恐怖景象 又想逃跑 小无双 你是剑修 不是范宝宝 风九幽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 随即说道 这些小虾米交给你了 风九幽一把把剑 无双推在前面 让他面对无数法术攻击 卧槽 老大 你不讲武德 嘴巴上埋怨风九幽 手上的动作一点不含糊 黑白剑图 杀 杀 杀 剑无双先剑一提 对着虚空连挥两剑 一道黑白剑图出现在虚空中 杀来的法术攻击 瞬间被黑白剑图发出的剑气给打散 不过 妖兽里两人不过50米的距离 妖兽的翅膀疯狂拍打着 一道道飓风朝两人攻来 剑无双的黑白剑图 连土上摆到剑气 交织成一柄全新的长剑 迎着妖兽的身躯落下 碰 剑气过 几百头妖兽一分为二 天空顿时下起了血雨 空中的十几个弟子 脸色惊变 没想到这个该死的帮手 居然是个玩剑的超级高手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的剑气有点强 没吓到你们吧 剑无双恢复了中二状态 队的十几个弟子愤愤不平 混蛋 我天余圣地什么都缺 唯独不缺妖兽 一个领头的弟子 捏碎了手中的符咒 顿时出现一片迷雾 咦 无双还不出剑 他们要逃跑了 风九幽瞥眼一看 发现对方故弄玄虚 实际上使出了乾坤大挪一幅 什么 剑无双以为对方要发大招 召唤妖龙之类的妖兽呢 没想到居然要逃走 卧槽 死了 钢挥剑 剑气宛落剑龙 落入白雾中 批散后 发现人早已消失不见 俯视一看 他们居然回到了天狱圣地中 老大 他们居然无耻地逃跑了 看来天狱圣地不值一提 天狱圣地的小儿们 本剑子要一个打一百个 速度前来受死 下方的魏无雅等一众高层 早已被弃诈 没有任何威胁的语言 只见魏无雅手中的旗帜一挥 刹那间 周围五百公里内 山川在颤抖 无数丝鸣声从大山中传出 木 死 物 一万 十万百万妖兽军团冲天而来 恐怖的气息盘旋在圣地上空 惊得剑无双脸色大变 百万妖兽军团中 每一百只妖里面有一个杜结镜后七妖兽 他们以万兽奔腾振为犄角 带着无敌气势而来 老大 风景扯呼 剑无双再一次有逃跑的打算 刚想动身 一只手伸了过来 在他躲避的瞬间 捏住了他的耳朵 剑无双 你是剑修 剑修是勇往直前的 不是剑到势头不对逃跑 怪不得你至今未能掌握剑语 原来是饭跑跑当冠了 第136章 灭天欲圣地 风九幽醍醐醐灌顶的话 似乎对他没有作用 他撇嘴道 活着的剑修才能成为剑仙 明知不可敌 非要出头 这不是找死吗 这是我师父剑无敌告诉我的 剑无双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说道 风九幽一阵无语 不再理会 手中的苍穹 地刃迎着前来的百万头妖兽一挥 一剑逍遥 光 请客间 在百万妖兽头顶上方万米处 出现十日横空的局面 魏武雅脸色大变 如此恐怖的招式 闻所未闻 居然能打出十日横空的景象 烈日的光芒 让大地干枯 森林处于火海之中 以天欲圣地为中心 周边的大山全部被点燃 熊熊烈火蔓延至周围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空中的妖兽在烈日的烤制下 嚎嚎大叫起来 烈日的光芒 照在他们身上 纷纷燃烧起来 刺刺的肉香味 传遍十里 百万妖兽 在自然的伪力下 也逃脱不了 被烧烤的结局 像下饺子一样 纷纷掉落大地 看得见 无双目瞪口呆 嘴巴张德 可以塞下一颗大鸡蛋 老大 你是人吗 风九幽这招蕴含了一丝大道意境 居然可以打出十日横空 那些恐怖的光线 触碰之 不死即惨 这完全就是群战的大杀气 只要他仙灵之气不消失 可以多来几件 风九幽淡然一笑 整个人化作一道光芒 游走在被十日横空烤焦的妖兽身边 一个 两个足足收了二十多个度捷径的妖兽 打算晚上吃烧烤 魏无牙心中拔凉拔凉的 天玉圣地培养了几十万年 才攒下的家底 百万妖兽就这样没了 从此以后 玉兽大事件 哪里还有天玉圣地的立足之地 逃吧 他下了命令后 整个人苍老了上百岁 原本如松皮的脸 此刻 那张松皮脸都快掉了下来 弟子们听到圣主的命令后 赶紧骑着谨慎的飞行妖兽 朝后方逃离 然而 他们的一切早已被封九幽锁定 飞出还不到一百米 一个透明的牢笼落下 那些弟子及飞行妖兽 全部被关在里面 体内的灵力迅速外泄 不到两个呼吸时间 只剩了一半的灵力 那些妖兽疯狂地拍打翅膀 想逃离牢笼的束缚 对着气罩 发起猛烈的撞击 很可惜 化地为牢神通 不是小小的元神 洞虚 杜结妖兽 能撞得开的 天玉圣地的弟子崩溃了 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风九 幽缓缓走来 他如同虚幻一般 穿进了牢笼 吓得他们退到气罩的边缘 这时 魏无牙带着圣地高层 杀了过来 发动他们的神魂攻击 很可惜 神魂之力 并不能穿透化地为牢 在碰到屏障的瞬间 被吸收得干干净净 风九幽 你个通缉犯 有本事 打开牢笼 本圣主 跟你决一死战 魏无牙在外面干着急 要是弟子们都死了 天玉圣地 连传承都会断掉 要是这样 他可成了天玉圣地 几百万年 来最大的的罪人 你跟我决一死战 配吗 风九幽淡淡 看了一眼牢笼中的弟子们 他差点掉头逃走 你们一起上吧 风九幽托大 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完全没把他们放在心上 魏无牙怒气威声 就算你再天才 再妖孽 在神魂攻击下 也得成为一个傻子 他看了一眼身边的长老 风主 弟子 圣子们 眼角闪过一道金光 随后 上百名度竭尽高手 纷纷朝风九幽看去 只见他们眼光闪过 发出一道幽蓝色的光芒 魂力画斯 钻入风九幽体内 往脑海蔓延 突然 一道光芒在体表亮起 形成一个防御护照 那些进入风九幽体内的魂丝 顷刻间被吸收得干干净净 啊 不 一百多名度竭尽高手 抱头惨叫起来 魂丝被吞 相当于神魂 少了一部分 投机不成十把米 反而给风九幽补充神魂力 你们都是一群猪 修什么道 兵解吧 风九幽发动道心问天神通 惨叫的众人 安静了下来 似乎全部陷入了迷茫之中 我修的不是道 我是猪 我怎么能晋级为人呢 一名道心不坚定的弟子 反问起自己来 随即 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碰 像西瓜一样 炸裂开来 里面的元神 自动兵解了 多名弟子道心 都不坚定 纷纷怀疑起自己修的道 做出不一样的动作后 纷纷兵解 道心坚固的魏无牙 几几位弟子 还在死扛道心问天 我的大道我做主 大道做我的奴隶 一名弟子扛过了道心问天 内体的道心更加稳固起来 体内的气息疯狂提升 境界即将达到巅峰极限 可以开天飞升 然而 风九幽 怎么可能让他飞升 正当他睁开双眸的瞬间 风九幽出 陷在他身边 手中的苍穹地刃 快速在脖子上划过 不 一颗脑袋冲天而起 血如泉涌 元神刚出来 便被掌印世界一把抓住 求求你放过我 我愿意做你的奴隶 面对他的求饶 风九幽面无面前 一掌捏碎 他化作灵气 消散在空中 另外几个弟子 似乎在跟道心问天 做最后的拼搏 风九幽也不想看他们 似乎能突破 道心问天的拷问 手中的苍穹 地刃轻轻一划 一道剑气掠过 五颗脑袋 再次冲天而起 元神被一剑灭掉 只剩下魏无牙 还在与道心问天 殊死抵抗 不 不是这样的 师妹 我不是想要杀你的 可不杀你 我就情结缠身 无法突破洞虚境 师妹 你别找我 师兄我真不是故意的 魏无牙的道心崩溃 直接变成了一个废人 他疯了 哈哈 师妹 你的身材真棒 师兄很喜欢 我要吃子葡萄 快给我 魏无牙 直接在虚空中 脱起衣服来 把自己扒得金光 在虚空中 做出那邪恶的动作来 这 牢笼中的弟子 看到圣主变成了这样 他们心中的信仰 顿时崩塌了 如此不堪的人 也能当他们圣主 体内的灵力 被牢笼吸得干干净净 所有弟子脸上苍白 毫无血色 不一会儿 全部化为阴粉 消失在牢笼中 魏无牙体内的先灵之气 消失得干干净净净 从几千米高空 摔了下去 碰 大地出现一阵地动山摇 地上多了一个人形大坑 魏无牙躺在大坑里 傻笑起来 师妹 师兄厉害吧 嘿嘿 一边狂吐惊血 一边还在吟笑 老大 这个老头道貌黯然的 居然如此不堪 真是老当一壮啊 剑无双出现在 风九幽身边 对着魏无牙点评起来 可惜啊 话音刚落 魏无牙直接隔屁了 连体内的元神 也游进奔窟 走吧 风九幽剑 到天狱圣地已毁 弟子全灭 便没有心思待在这里 两人腾空而起 矗立在万米高空之上 天道 出来一剑 半晌后 一个女子缓缓 从虚空中钻出来 她带着恐惧的表情 看着风九幽 躬身道 公子 不知有何吩咐 一抹雪白出现在眼帘 看得剑无双 只吞口水 天道分身闪过一丝不悦 送我们回玄天大世界吧 风九幽看了一眼 天道分身后 说道 好的 公子 天道分身 手轻轻一挥 在两人的身边 多了一个虚空之门 风九幽转身边踏入 剑无双 偷偷瞟了一眼天道的鸿沟 恋恋不舍地收回了眼光 突然 她背后出现一双玉腿 碰 狠狠踢在她的屁股上 啊 天道 你无耻 声音逐渐消失 剑无双 进入虚空之门后 虚空之门缓缓合上 天道分身的难道 这公子太恐怖了 难道是主宰的四生子 随后 她引入虚空不见 第137章 灭天眼宗 风九幽要破天 上 玄天大事件 自从五大圣地消亡 创世圣地 星火圣地 相继烟消云散后 平静已久的玄天大事件 战火纷飞 以前的一流势力 除了天眼宗外 都被风九幽在摩牙顶 灭掉了他们的主力 从此遗落千丈 二流 三流势力迅速崛起 为了争夺元圣地留下的遗产 征战不休 而那些东南西北中 五大狱的陈世间 帝国之间纷争也不断 不过 这一切似乎 都跟风九幽无关 此刻 天眼宗山门外 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这个昔日威震玄天的 一流宗门 以为避世不出 就能保全宗门 很可惜 风九幽并不会放过他们 天道把他们的信息 一股脑全部告诉了风九幽 从他踏入天与帝国落成开始 他们一直给摇持圣地 创世圣地贩卖消息 让风九幽 一直暴露于敌人的视线中 受到多次追杀 他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山门外 一个巨大的石碑 挡住了风九幽 剑无双的去路 避世不出 远离纷争 八个先红的大字 亮瞎的剑 无双的二十四K台金眼 整座天眼山 被一片迷雾遮挡 连神石都不能穿透 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大阵 在护佑天眼宗 老大 天眼宗必试了 咋办 剑无双摊了摊手 一脸束手无策的样子 风九幽看着大阵后 若有所思起来 系统 有阵法秘书没 宿主 此阵法为遮天迷雾大阵 传承至上界 非斩道禁阵法高手不能破开 不过 要是宿主学会了 阵法九九秘点 对付这种垃圾大阵不在话下 风九幽脸色一洗 立即问道 那还等什么 给我兑换吧 阵法九九秘点 乃地级阵法 兑换二百万年修为 貌似宿主不够啊 刚刚热情地被系统一盆冷水浇灭 没想到一个 阵法九九秘点 居然要二百万年修为 不对啊 我在御兽大世界的修为 还没报给自己 系统 你是不是忘记了 御兽大世界杀敌报的修为 第一 宿主灭杀御兽大世界天狱圣地 一百二十万人 妖兽 报的 二百万年修为 宿主 你的总计修为 三百六十九点五年 突破境界 兑换地级千百万化秘书 还是 阵法九九秘点 请宿主选择 风九幽沉思片刻后 选择了 阵法九九秘点 宿主 阵法九九秘点 传入你识海 并融会精通 风九幽脑海中 突然多了 阵法九九秘点 数的内容 囊括了九天十地 三千大世界所有的阵法 通过神识翻了翻 找到了遮天迷雾大阵的相关内容 遮天迷雾大阵 通过虚空石作为阵眼 以大周天之术为根基 可以让一方世界彻底被遮掩 外人再也无法进入宗门内 想要破解遮天迷雾大阵 需要找到虚空石的所在 挖出虚空石 便能破解此阵法 虚空石可能存在的八个方向 一一呈现在风九幽脑海中 风九幽拿出八个石头 在石碑前开始模拟起来 八个石头齐飞 分散在不同的位置 风九幽手指一点 东边石头消失不见 剑无双看得目瞪口呆 大呼道 老大 你啥时候精通阵法了 刚才 风九幽随口应声道 手指并没停下来 卧槽 你真不是人 风九幽懒得李剑无双的惊讶 推断了七个方向全部排除 只剩下了东南方向 风九幽腾空而起 往东南方向飞去 一个日月潭约二百亩大小 至于多身 通过肉眼 神石并不能看穿 两人悬浮在日月潭上方 剑无双一头雾水 不知道风九幽搞什么妖蛾子 风九幽聚目一闪 眉头一皱 环视了一圈后 目光落在日月潭相交的地方 无双 去日潭 月潭交界的地方 潜下去挖出下面的虚空石 风九幽话音一落 见无双傻眼了 看着冒着冷气的日月潭 心中万般不愿 老大 大冬天的 你让我潜入下面 被人发现 我破坏自然环境 要被口诛笔伐的 风九幽瞪了他一眼 见无双立马闭嘴 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 风九幽的面拖得一丝不挂 我 这脑回路 让风九幽怀疑 见无双是个傻子 潜水非要把自己扒得金光 老大 我这白袍 可是用云丝做的 价值连城 解释完后 见无双一个猛子钻了进去 完美的跳水 紧紧溅起一丝浪花 要是让他去参加跳水比赛 估计能得冠军吧 当然等给视讯 让他学会空中翻转才行 好了 好了 钻进去后 过了不到两个呼吸 见无双的脑袋伸了出来 找到虚空石没 见无双愣了一下 连声道 老大 我还没潜下去 这里的水好冷啊 风九幽手中的苍穹地 刃举了起来 泛起一阵阵光芒 吓得见无双赶紧钻了下去 约抹十分钟后 见无双从水中高高跃起 一具白花花的身体 出现在风九幽眼帘 老大 信不如命 找到了 见无双手中捧着一块乌漆麻黑的石头 里面散发出一阵阵虚空的气息 风九幽拿过虚空石后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要是不懂阵法的人 鬼才知道 天眼宗会把阵眼设在这日月坛下 真是好会算计 此刻 盘坐在一座神秘山洞的白胡子老头 脸色大变 不好 遮天迷雾中被破了 笼罩在天眼宗宗门的迷雾 消失得干干净净 众弟子纷纷来到广场上 看着空中的烈日 感到不可思议 凤师姐 我们天眼宗的阵法 被人破了吗 一名男弟子 一脸爱慕地 对着旁边身穿红裙的女子问道 凤师姐眉头紧锁 大感不妙 我天眼宗没有敌人 为何阵法会被破掉 不对 我们曾经 顿时 凤师姐捂住嘴巴 她想到了 宗门曾经帮助过摇池圣地 创世圣地对付风九幽 难道是风波头来了 凤师姐话音刚落 旁边的师妹 师弟们纷纷恐惧起来 她顺着师妹的眼光 朝天空望去 只见一名帅气无边的男子 带着一个猥琐的男人 出现在广场上空 不是风九幽 还能是谁 完蛋了 凤师姐顿感大事不妙 拿出符咒准备捏碎时 宗主天蒜子出现在她身边 风公子 不知来我天眼宗有何贵干 天蒜子并没说她破阵之事 反而先生夺人问了起来 你是天眼宗的宗主 天蒜子 我来贵宗 你不会没算到吧 至于我来干什么 你难道算不出来 风九幽缓缓落到广场上 散发的气息 逼得众人一退再退 天蒜子脸色大变 她没想到 风九幽短短时间 居然如此恐怖 果真先天无瑕混沌体 妖孽得无法无天了 风公子 你要是想买消息的话 很抱歉 我天眼宗已经闭市 不再参与修道戒时宜 是吗 人在修道戒飘 哪能不挨刀 不过 我这个人很记仇 凡是对我不利的人 圣帝 宗门 本公子一一灭之 苍穹帝任意出 强大的帝兵之威 震得众人东倒西歪 心中无比的恐惧 第138章 灭天眼宗 风九幽要破天 下 完蛋了 风魔头要大开杀戒了 无数弟子 心中忐忑不安起来 天蒜子脸色骤变 风公子 本宗主愿意一死 请你放过我的宗门弟子们 碰 天蒜子跪在地上 求饶起来 宗主 不要啊 以奉师姐为首的弟子们 痛心疾手叫了起来 天蒜子这一跪 代表着天眼宗屈服 认输 这对一个宗门来说 是莫大的羞辱 会被羞到戒所不止 他为了自己宗门弟子 甘愿下跪受辱 可见他内心有多煎熬 宗主 我们愿意跟宗门共进退 共生死 天眼宗弟子 仇恨地看着风九幽 恨不得吃他肉 和他血 刷 刀剑声不绝于耳 所有弟子 长老们拔出了刀剑 一副誓死如归的模样 你们放下兵器 快点放下 天蒜子一副痛心疾手 弟子们这样的行动 会彻底激怒风九幽那个大魔头 不 宗主 我天眼宗不容别人羞辱 就算他是天道也不允许 奉师姐磨出天机算盘 轻轻拨弄着 刹那间 一道由珠子做成的天幕 出现在空中 天幕之上 闪烁着光幕 命运之力 弥漫在广场上空 洒下的光芒 笼罩在风九幽 剑无双身上 紧接着 光幕中出现风九幽 剑无双的画面 金氏的画面发生过的事情在上面一一演化 奉师姐似乎找到了命运长河中的破绽 她狂吐了一个金血 隔空画符咒 顿时 金蟹画丝变成诡异的生物 朝两人落下 找死 风九幽双眼一句 绝对防御神通发动 落下的诡异生物瞬间燃了起来 发出滋滋的声音 哎 天蒜子缓缓地站了起来 知道天眼宗这次彻底完蛋了 只见她 双手一合念叨 人生气运一丝线 推演八皇补星弦 斩断春秋在星间 命运长河在彼岸 斩断命运 竟在珠蒜 刹那间 在凤诗节演化的天幕上 出现惊人的一幕 一柄跨越历史长河的刀 从虚空出现 对着风九幽 剑无双的脑袋劈来 老大 突然出现了命运之刃 吓得剑无双躲在了风九幽背后 风九幽脸色凝重 没想到天眼宗的天珠蒜 居然能推演出命运长河 还能召唤出命运之刃 斩断他人的命运 化地为牢 锁 绝对防御 震 风九幽快速使出两大神通 叠加在一起 命运之刃 劈到化地为牢后 停顿了片刻 化地为牢破裂后 朝风九幽的脑袋 砍来 白色的光芒冉冉升起 形成一道防御护照 命运之刃劈在绝对防御时 再也不能前进半步 相持了两个呼吸后 命运之刃 反向朝天蒜子砍去 不 凤师姐等人 痛苦地叫了起来 天蒜子瞳孔急速伸缩 那道刀光落入他眼帘中 整个人绝望了 命运之刃劈下后 天蒜子身上 并无致命伤口 甚至连一点伤势都没 不过 肉眼可见的 天蒜子原本白发苍苍 此刻 跟凡尘间的一百多岁老人一般 瘫在了地上 呼吸困难 上气不接下气 宗主 众人纷纷跑过来 正打算把他扶起来时 他已经没了呼吸 倒在地上 啊 万人哭泣起来 没想到 宗主为了灭掉风九幽 召唤出命运之刃 却没能斩掉风九幽的生命 反被命运之刃反噬 原本还有三千年的寿命 被一刀给斩完 恐怖的命运之刃 一刀三千年寿命 风九幽 剑无双 看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天眼宗居然如此神秘莫测 管不得他们能推算到自己的位置 甚至自己的事迹 这种宗门 要是为非作歹 那是多少人的噩梦 风九幽脸色冷了下来 幸好自己有绝对防御神通在 否则 要是被斩掉命运 自己的前途就毁了 天眼宗 你们不应该出现在玄天大世界 风九幽手中的苍穹地刃 举了起来 恐怖的气息再一次出现在天眼宗上空 风九幽 你个恶魔 我要杀你 面对风九幽的帝兵 凤师姐等人不但不畏惧 反而拿出长剑 算盘 推眼盘等朝风九幽杀来 哼 一剑逍遥 鱼 杀 帝刃一挥 天空之上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般的声音 震动八方 无数剑气化雨 纷纷落下 万君之力 在剑气 剑士 剑欲的加持下 弥漫在天眼宗上空 凤师姐等人的攻击还未落下 雨已经降下 扑呲 雨滴沾身 纷纷被剑气打成虚无 不 凤师姐流泪满面 没想到同门师弟 师妹们 顷刻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凤九 快逃啊 几个长老杀了过来 他们用自己的身躯腾空 遮挡着落下的雨滴 从头到脚化成灰烬 大长老 二长老 不 凤九撕心裂肺地惨叫着 那些朝夕相处的同门们 就这样死在他的面前 他怒了 他要以自身召唤天道之力 玄天天道 凤九愿意舍弃生命 与你交换 求你诛杀眼前这个恶魔 凤九又额头上 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的命运之力 化作一道 青鸾朝虚空飞去 虚空似乎感应到了凤九的声音 万米虚空之上 一双深邃的双眸出现 他看来飞来的青鸾 双眸闪过一丝喜色 没想到 有人能修出命运化青鸾 这玩意儿 对他来说大补 天道吸收命运之力后 有一丝机会 挣脱大世界法则的约束 修成真正的人生 我疼 天道话还未说完 双眸闪过一丝恐惧 麻蛋 怎么又是这个公子爷啊 该死的凤九 你居然敢害我 天道 你皮又痒了吗 虚空中出现一个年轻的男子 他带着歉意 看着风九幽 双手抱拳 恭敬道 公子 原来是你啊 凤九彻底猛圈了 天道分身 居然向风九幽鞠躬行礼 天道小二 你要帮他灭我 不不 本天道怎么能参与修道戒之事 天道分身恐惧地看着风九幽 目光朝凤九望去 怒斥道 妖女 你居然敢对公子不利 留你何用 天道分身手一挥 一道天道之力落下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 降临在凤九身上 不天道 你违背了天道法则 你不得好死 碰 凤九被天道之力 打得尸骨无存 消失得无影无踪 公子 你看 风九幽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等我一会儿 扭头看着一脸呆滞的剑无双 问道 无双 我马上要飞升无上天 你要跟我去上剑 还是回剑到大世界做剑子 剑无双沉思了片刻 摇了摇头 老大 我这种实力上去分分钟钟被人灭了 我要回剑到大世界继承家业 等我坐上剑到大世界之主后 再来上街找你 风九幽点了点头 对着系统说道 系统 先给我突破制度结镜急镜 其余的慢慢统计 宿主 系统这就安排 度结镜 几近五千年修为度结 几近突破完成 风九幽感觉到了 身体处于悬天大世界的极限 想要再突破 必须在无上天才能做到 一股强大的排斥力 出现在身体外面 天道分身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这个公子 还能在悬天大世界突破 他不是已经度结巅峰圆满了吗 我要破天飞升 风九幽话音一落 紧握手中的苍穹地刃 腾空而起 朝万米高空飞去 本公子风九幽 今日破天 珠邪退避 苍穹地刃对着虚空劈去 一道斩破苍穹之力出现 虚空深处 空间屏障 寸寸断裂 谁在破天 一道恐怖的声音 从虚空深处传来 紧接着 一个身穿黄金甲的士兵 手握长矛 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而等凡人 也敢破天 第139章 南荒界 少女春光乍现 恐怖的杀鸡出现 虚空出现寸寸断裂 长矛一出 电闪雷鸣 以黄金甲士兵为半径 方圆100公里处 被长矛的领域覆盖 无数只长矛落下 全部朝风九幽杀来 咦 风九幽愣了一下 怪不得很多杜杰进巅峰的人 不敢开天 感情是这个黄金甲士兵的杰作 实力弱的杜杰巅峰修道者 面对着黄金甲士兵 根本不是对手 难道黄金甲士兵 便是无上天 专门给下界修道者设置的门槛 风九幽不再迟疑 手中的苍穹地刃 变成苍穹地枪 使出神游八荒 战杀了过去 当当当 无数金色长枪虚影 与黄金甲士兵的长矛交战起来 每一击 虚空产生一个黑洞 枪毛相交 溅起一阵火光 风九幽枪挑天穷 越战越勇 而黄金甲士兵被压着打 不一会儿 黄金甲出现无数窟窿 一道道气息流出 风九幽眼瞳微微一震 没想到黄金甲士兵不是人 难道黄金甲 也是上界天道眼花的守观者 黄金甲小儿 本公子紫霄神雷 风九幽话音一落 双瞳一道紫色雷电闪过 在黄金甲士兵头顶上空 出现一汪雷池 里面翻滚着紫色的光芒 紧接着 一道 两道 九道紫色雷电倾泻落下 虚空之上雷电闪烁 黄金甲士兵头顶 偌大的紫色雷电落下 劈啪 雷电九连击 全部劈中黄金甲士兵 他似乎被雷电劈得酥麻了 整个人动作缓慢 跟电影里面的慢动作一样 这种机会 风九幽如何错过 苍穹地枪 刺入他的脑袋 猛烈的一条 头飞了出去 一道气流翻腾后 身体化为了仙灵之气 没入风九幽的丹田处 就这 风九幽不禁摇了摇头 似乎这个破天也太简单了 黄金甲士兵 没一点挑战 不过 让他纳闷的是 怎么天还没破开 难道还得朝虚空劈去 一想到就开干 风九幽紧握手中 苍穹地枪 高呼一声 神游八荒 气 长枪一挥 一条气龙呈弧形状 朝着虚空深处落下 碰 一股巨大的响声 从虚空深处传来 仿佛有一道屏障 撕开了一个口子 紧接着 那道口子越来越宽 越来越长 风九幽见状 不假思索地掠过去 穿过了那道口子后 消失不见 下方关注风九幽破天的天道 吓得浑身哆嗦 直呼道 这个公子太凶残了 比几年前那三人还猛 他长得如此像几年前那对夫妻 难不成是他们的后人不成 希望这个公子 不要再来悬天溜达了 本天道啪啪 风九幽进入那道口子后 里面充满了仙灵之气 每呼吸一口 身体里的仙灵之气 转换越来越快了 似乎突破斩道径 近在咫尺 咦 我现在在哪 风九幽沿着通道走了半天 还没看到进入吴上天的大门 纳闷起来 难道需要我再来一枪 手中的苍穹地枪 蠢蠢欲动 说干就干 长枪一戳 通道出现一个窟窿 那道窟窿越来越大 不好 风九幽直接从窟窿里面掉了下去 麻蛋 吴上天的上界通道 是豆腐渣工程吗 这么垃圾 虚空中传来风九幽 骂骂咧咧的声音响起 很快听不见 不一会儿 一个先锋盗鼓的老者 领着一群身穿白袍的仙人 出现在窟窿处 要是风九幽在此 定然会震惊不已 他们衣服上绣着摇齿字样 先锋盗鼓的老者 眼神中闪过一道雪花 伸出双手掐指算了起来 片刻之后 他脸色难看起来 没想到根本推算不出 破坏飞升通道的是何人 难道是特殊的妖孽天才 修炼命运之人 老者自言自语道 旁边的弟子面露凶相 沉声道 薛长老 此人莫非很特殊 老者摇了摇头 说道 不清楚 本长老无法推算出此人 不过 他破坏了飞升通道 必须受到惩罚 无上天的飞升通道 几个纪元来 从来没有修道者敢破坏 他胆大妄为 罪欲不可恕 随后 老者拿出无上天九十九玉仙徒来 手指在仙徒上点了点 里面的地图跟活了过来一样 闪烁起来 南荒界 大洋界 海州界三个地方泛起了白光 窟窿下方应该是南荒界 大洋界 海州界 通知三界界主 追杀此人 是 众弟子答应道 老者摸了摸长胡须 双目一转 嘴角露出一抹奸诈的微笑 此地飞升通道出现窟窿 会影响到后续下界之人飞升 必须用无上天界石来修补 让三界界主负责吧 是 随即 众人瞬间消失在窟窿之处 小鱼岛 大雨山露天温泉 一处私人的秘境 一道朦胧的影子 从温泉里伸出一颗脑袋 秀发垂了下来 落在肩膀处 从后背判断 如此恶挪多姿的身材 必属一个身材极好的女子 不过 看不清前面 也不知道是不是天使的脸蛋 还是魔鬼般的脸蛋 从她细水的动作来看 必然是一个对生活 有崇高追求的女子 温泉边上摆放了一排鲜果 鲜酿 一看就是非富即贵之人 她轻轻地游在岸边 整个身体站了起来 那一抹弧度 黄金比例的身材 赫然出现在空中 只见她拿着一个鲜果 放进嘴里 轻轻咬了起来 吃完鲜果后 端起鲜酿品尝起来 大雨山的温泉就是好 我的皮肤变得更好了 女子低头看了看巍峨之处 那吹弹可破的肌肤 顿时自豪起来 轻轻捏了两下后 再次沉入温泉里 禁闭双眸 享受起那三十六堵霸 女子躺在温泉里 逐渐睡了过去 这里是私人秘境 外围有她的众多随从在 密不透风的防御 连一个蚊子都飞不进来 她自然不用担心 有人潜入 女子的意识完全关闭 露出一对大灯泡 漂浮在温泉上 估计此刻 她正在与周公下棋 突然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宛如一颗炮弹 扎进温泉里 碰 温泉的水如海浪一般 高高跃起 女子光溜溜的身体 炸飞了十米之高 卧槽 无上天的飞升通道 是踏马泥巴呼的吗 风九幽一脸无语 没想到自己 从飞升通道掉落后 身体的仙灵之气被禁锢 从万米高空 直直地掉落下来 咦 我居然掉进了温泉里 老天对我真不薄啊 风九幽感受着 温泉的三十六度八 抬头朝天空望去 什么情况 一条光溜溜 白花花的身躯 从天上落下 被风九幽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看了个遍 好妖娆的身体啊 啊 女人被惊醒后 顿时大惊 忘记了施展仙灵之力 整个人直直地掉落进温泉里 正好出现在风九幽身边 当他站了起来 整个人彻底傻眼了 两人四目相对 那身材完美无瑕 多一分嫌胖 少一分嫌瘦 而那男子 线条分明 轮廓清晰 风度翩翩 好一个绝世公子 两人各自欣赏起来 女子甚至脸上出现了飞红之色 突然 他顺着风九幽的目光朝下看去时 整个人疯掉了 居然被他看光了 啊 我打死你个臭流氓 女子不讲武德 举起拳头 朝风九幽灰来 第140章 暴怒的淋雨 女子已经分不清清红皂白 那双粉泉如 疾风骤雨般打来 温泉中 水雾在拳头的灰洞下 一个太极图 出现在风九幽眼帘 每一招一式 都蕴含大道之意 准确来说 达到领域大成 触摸到了一丝大道的意境 没想到刚飞升无上天 随便遇到一个女子 就如此生猛 难不成 无上天的人都是人中龙凤 风九幽面对女子的疯狂攻击 一击掌印世界打出 拳头交锋的瞬间 温泉的水全部化为虚无 女子一丝不挂 站在风九幽面前 看得风九幽惊心动魄 啊 女人发现自己的迥样后 再一次嚎叫起来 这时 温泉外面传来一道丫鬟交集 担心的声音 小姐 出了什么事 需要我们进来帮忙吗 女子捂住三点 一脸恼怒地看着风九幽 回应道 没我没事 接着 她又补充了一句 刚才做噩梦了 被惊醒了 哦 丫鬟的声音充满疑惑 外面的随从们 把温泉外面围的水泄不通 只带一声令下 全部冲进去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风九幽脸红了起来 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掉进了 女子泡温泉的地方 尴尬的脚趾头 都能抠出一座魔法城堡了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非常抱歉 女子那双美目 此刻看上去冰冷到了极点 恨不得把风九幽给活寡了 一个黄花大闺女 居然被一个陌生男人 看光了身子 让她的心理 万般难以接受 你闭上眼睛 不准再看 否则 我杀了你 女子不敢大声 要是让随从们知道自己 被人看光了 面子可就丢大了 这要是传出去 自己的名声就毁了 风九幽尴尬地闭上眼睛 女子见状 一个纵身到了温泉石头上 那一抹香气 传入风九幽的鼻子里 很好闻 淡淡的体香 浸入脾肺 修道者闭上眼睛 跟睁开眼睛有区别吗 答案 当然没区别 风九幽闭上眼睛时 神识并没关闭 而是把女子瞟了遍 心中暗道 这是一个红颜祸水 女子三下五除二 一套白裙穿在身上 看上去仙气飘飘 宛如画里走出来的女子 她看着紧闭双眼的风九幽 有点恍惚 怎么她越看越熟悉 不过 自己被她看光了 绝对不能轻饶她 手中一道能量球出现 准备发出她最猛烈的一击 当她要发动时 突然犹豫了 眼神中闪过一道异样 飞红爬上那张绝美的脸蛋上 蔓延至耳根 女子的行为 全部落入风九幽的神识中 心中多了一丝诧异 特别是她看自己 好像看到熟人一样 难不成 我长得像她亲切 还是她的道理 不对 她手上的手工纱还在 断然不会有道理 难道我真跟她亲切长得一样 小贼 你偷窥我之事 如何解决 女子换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双眸的杀意渐退 不过愤怒 不满 全部写在脸上 风九幽尴尬地睁开双眸 挠了脑脑袋 说道 真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说是天道跟我玩的一场游戏 你信吗 你 女子火气上头 死死地盯着风九幽 正打算暴怒时 突然想到 什么好玩的事情 随即 眼中闪过一丝脚狭 想我原谅你 也不是不可以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风九幽眉头一挑 此女子为何转性如此之快 难不成要我付出美色 不 来人怎能如此出卖色相 坚决不从 只要不让我付出美色 以及违背道义之事 其他的本公子答应又何妨 女子一愣 嘴角露出一抹莫名的讥笑 出卖色相 就你 在你想出卖色相之前 能不能告诉我 你的名字 风九幽看了一眼女子 微微道 本公子乃风九幽视野 风九幽 女子念叨了几下后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似乎对这个名字产生了兴趣 夹住哪里 为何出现在此地 还偷 风九幽立马阻止了女人问话 打住 我没偷窥你 我说了是天道王我 故意把我弄下来的 女子一脸我信我就是傻逼的样子 弄得风九幽尴尬不止 我真没骗你 我刚在天上自由航行 结果天道 把我禁锢了 我就掉下来了 听到风九幽鬼扯 女子微微生起气来 我说风九幽 你一个小小的渡截境 还能在空中自由航行 你真当我傻吗 无上天可是仙剑 不是下剑 渡截境能短暂飞行 我还相信 你说 你在天空自由航行 没有至尊敬 想都别想 除非 你不是无上天的修士 女子闪动着智慧的双眸 看得风九幽 头皮发麻 卧槽 没提前做好功课 糗大了 风九幽内心暗道 别说那些有的没的 你留下来 给我做一年的随从吧 你就是你偷窥我的代价 如何 女子死死地盯着风九幽 不允许风九幽拒绝 很抱歉 本公子从来不做别人的随从 也从来不做别人的小弟 换一个吧 风九幽理亏 毅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怎么能随便被一个小妮子拿捏住 你 女子手指风九幽 一脸的不满 没想到她居然如此不识抬举 要不让随从们痛扁她一顿 随即 她笑了起来 看得风九幽大呼不妙 不做随从 就不做呗 要不这样吧 你陪着我去参加几场挑战 打赢了 我便放你离开 风九幽一听 嘴角微微抽搐 小妮子 你居然想借别人的手收拾我 你的小算盘打错了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期限在一年内 超过一年 本公子必须离开 风九幽立刻答应下来 可以 记住我的名字叫淋雨 对了 你先在温泉里待一会儿 等我出去迎走随从后 你再出来 千万不要让我的随从看见了 否则 麻烦就大了 淋雨转身便朝温泉外走去 不一会儿 淋雨 随从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淋雨 这个名字还行 配得上她的长相 风九幽神师一看 发现众人已经离去 便走了出去 海风拂面 宛若来到了三亚一般 唯一不同的是 这里仙气环绕 空气更好 风九幽朝转脚走去 身影在阳光的余晖下 被拉得长长的 她不知道的是 一个丫鬟模样的女子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嘴巴张得大大的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随后 她拿出一个传音石 对着她说道 大少爷 出大事了 小姐找到夫婿了 什么 我妹妹居然还有猪来拱 传音石那头 传来一阵惊奇声 随即 她又说道 究竟是何方神圣 连我妹妹这个冰山美人也能征服 我马上来小鱼岛 想办法拖出她 第141章 风九幽无上天第一次挑战 一日 凌鱼给众人介绍了一番风九幽后 便带着风九幽 侍女阿朵 坐上了她的飞行法宝 冲锋号 一起前往菩提岛 风九幽期间 问她去干什么 凌鱼名嘴不谈 搞得她一头雾水 无上天 据说是玄天大世界的上万倍 迄今为止 没有人能说出 无上天有多大 他们现在所在区域 不过是在南荒界 据说离最大的中央界 不知多少亿公里的距离 风九幽想要找自己的老爹 老娘跟大海捞针一样 先借助凌鱼的势力 先打听打听再说了 不过 侍女阿朵对风九幽出奇的好 要不是因为她是侍女 风九幽都会怀疑她图谋不轨 风公子 你跟小姐怎么认识的 阿朵那双会说话的眼睛 扑闪扑闪 看得风九幽脸微红 坐在一旁的凌鱼 顿时很不自然起来 脸上的飞红蔓延至耳根 嘴角轻轻恼怒起来 风九幽尴尬到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傍晚 我与你家小姐 在多脑河的温泉边认识的 风九幽的鬼扯 阿朵并没发现什么问题 而是好奇到 多脑河 在那个界域啊 嗯 一个充满浪漫的地方 至于什么界域 这是秘密 林雨狠狠地瞪了风九幽一眼 示意她不要乱说 不过 侍女阿朵显然打算 继续扒开风九幽的神秘外纱 继续问道 风公子 你家有几口人 是做什么的 风九幽一愣 看了看阿朵 不过 原本漫不经心的林雨耳朵 竖了起来 我家三代同堂 我祖父 老爹 老娘 加上我四口人 阿朵 你是警察吗 想查我户口 阿朵被风九幽的话 说得一愣一愣的 完全不理解 警察是什么 风公子 你真疯趣 我想我家小姐这次旅游 不会无聊的 阿朵吐了吐舌头 偷偷看了一眼林雨 听完风九幽的话后 林雨一阵诧异 不禁摇了摇头 似乎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风公子 你家住哪儿 林雨看了一眼风九幽后 结果阿朵的话问道 我家 以前是大罗圣地 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家在哪里 风九幽一脸茫然 也不知道啥时候 才能找到父母 自然不知道 吴上天的风家在哪里 大罗圣地 两女异口同声道 小姐 吴上天有大罗圣地这种势力吗 阿朵一脸蒙圈 她听过很多势力门派 唯独没有称之为圣地的宗门 林雨眼睛快速转动 突然闪亮了起来 嘴角露出一抹奇怪的笑容 风公子 你从那个大世界飞升上来的 咦 这个妮子很聪明啊 你怎么知道 圣地是下界的 对啊 小姐 你怎么知道 风公子是来自下界 林雨名嘴笑道 吴上天的先公 道公 甚至一些大教在下界都有传承 下界的传承 基本上叫做圣地 风九幽眼睛一亮 顿时急迫起来 问道 林雨 嗯 林小姐 难道吴上天有大罗先公吗 大罗先公 林雨摇了摇头 说道 在我的印象中 没有大罗先公的势力 不过有百花先公 妖月先公等一流势力 什么 风九幽大惊 没想到她得罪的势力 居然是吴上天的一流大势力 心中一万头草泥马跑过 顿时大感不妙 按照他们下达的追杀令 很快就会找到自己 看来自己必须想办法 兑换千变万化了 系统 天眼宗的修为统计出来没 定 宿主 经过本系统的统计 你图灭了天眼宗 保得三十万年修为 累计 一百九十九万年修为 宿主 想突破至斩道金吗 不过 系统提醒你 不能连续突破两大境界 后面突破每一大境界 都会杜劫 跟你宿主的体制 你的每次杜劫 跟灭世大劫有关 封九幽顿时呆住了 还想着一百九十九万年修为 全部贯体下来 直接快速突破到极高境界 没想到 居然每一大境还有门槛 杜劫要求 封九幽想了想 等到了菩提岛 找机会再杜劫吧 他的杜劫 定然会引起轰动 还得找偏僻的地方才行 免得被那些大能盯住了 封公子 难道你跟摇池仙公 百花仙公有过节 林宇发现 封九幽将在那里 突然问道 我一个下界之人 怎么会跟这些 一流大势力有过节呢 没有的是 封九幽当然不会告诉他 自己把他们的 下界势力给涂了 就算告诉了他们 也不一定会相信 何必自找麻烦 狡黠的林宇才 不会相信封九幽的话 这个下界之人 充满着神秘 有更多需要他 挖出来的东西 三人一边谈笑风声 一边互探家底 聊得不亦乐乎 三天后 一座广袤的陆地 出现在封九幽眼前 这是菩提岛吗 明明是一座 超过千万平方公里的大陆 冲锋号降落在 菩提岛上最大的城市 菩提城 也是普化仙门的驻地所在 普化仙门在南荒界域 属于二流仙门 不过放在无上天来讲 就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小门派罢了 热闹非凡的菩提城 让封九幽大开眼界 古色古香的建筑 清一色的修仙者 大街上贩卖的不是仙器 就是仙药 还有仙福等等 拍卖场一连看到好几个 甚至还有竞技场等 风九幽在好奇中 被林语领到了一个 叫做菩提竞技场的地方 林小姐来了 我家小姐 穆小姐 黄小姐 他们等候多时了 菩提竞技场掌柜王德福 热情地把林语三人引了进去 几人穿过几条走廊 地下通道后 来到一座大型的竞技场边上 哟 林语 你居然找了帅气公子来打了呀 别中看不中用啊 一道嘲讽声 从上方座位上传来 瞥眼一望 一个身穿黄色长裙的女子 脸上充满玩味 黄二鸭 屁股又遭养看 需要我的无影腿 给你伺候伺候 林语嘴角露出一抹讥笑 根本没把黄二鸭放在心上 大家好不容易组局赌博 就不要扫兴了 轻衣女子缓缓站了起来 组织两人继续阵风相对 林语 老规矩 派出手下的人上台打泪 可以一一对战 也可以一对三 最终获胜者 通杀其余三人的赌注 蓝衣女子 心心饱满说道 木尔 你们三个没问题 我自然没问题 接着 林语话音一转 这次赌注本小姐 建议提高到斩道级级品级别 最好是兵器之类的 什么 三人脸色大惊 斩道级级品级别 在无上天绝大多数都没 一般修仙者拿的是先兵 斩道近高手 有斩道级神兵的多不多 每高一品级 价值远超低一品级 甚至十把 二十把都换不了高一品级的兵器 之前四人赌注 也不过斩道级下品的丹药 符咒 神兵或者其他稀罕物品 没想到 这次林语直接玩得这么大 在众人惊讶中 林语摸出了一柄斩道级极品蓝色长剑 亮下了众人的眼睛 三女对视了一眼后 朝风九幽看去 嘴角露出一丝吻声的表情 好 三人一口同声道 三柄斩道级极品刀剑 出现在擂台上 第142章 堵桌 风九幽大杀四方 等等 一道声音打破了四人的对话 风九幽站了出来 咦 风九幽 你有意见 林语嘴角露出一抹奇怪的笑容 废话 让本公子上位台 问过我没 风九幽屁逆天下的气势 让林语微微震动起来 另外三人露出惊讶的表情 眼睛中多了一丝奇怪的精芒 那我的风公子 你有什么意见 现在提出来吧 林语美目一挑 那双扑扇扑扇的眼珠子 看得风九幽不好意思起来 呃 打赢了 战利品归我 如何 反正你是富婆 照顾我这个穷人是应该的 风九幽话音一落 上面的三个女子 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呦 林语 你的朋友很风趣幽默啊 一个小小的杜杰镜巅峰 居然大言不惭地 打赢我身边的展道镜中期高手 就是 林语 你这次专门给我们 送展道集极品神兵 不收下多不好意思啊 我第一次发现林语大小剑 如此慷慨 小女子黄二鸭 感激涕铃 林语狠狠地瞪了他们一样 轻轻拍了拍风九幽的肩膀 怒道 狠狠地奏扁他们 我奖励你一柄至尊级下品道兵 要是被打输了 期限再加一年 风九幽嘴角微微抽搐 果真女人发起风来 挡都挡不住 坐在台上的三女傻眼了 林语居然玩这么大 不过 她拿得了至尊级道兵吗 连他们三个大小姐都拿不出来 至于林语 估计也拿不出来 他们知道 林语家世不凡 究竟有多不凡 他们并不知道 只知道最近几年 她突然出现在南荒界 还占据了一座小鱼岛 手下有众多高手相随 他们了解得仅此而已 不过 他们几人在一次拍卖场上认识后 便经常在一起赌斗 打发时间消磨 至于她说的至尊级道兵 也不过是故意吭骗那小子的 真可怜的小帅哥 三女看着风九幽的模样 同情起来 他们三人身边 坐着三个斩道近高手 彼此之间互相对视了一眼 浓浓的战火一触即发 至于风九幽 他们根本没放在眼里 连看都没看一眼 至于风九幽说打败他们的话 他们就当成了疯子 临死前的疯狂罢了 要不 再加一条 风九幽眼中闪过一道狡诈 什么 我灭了他们三个 我们的期限为零 放我离开南荒界 如何 林语像看傻子一样 看了看风九幽 嘴角撅起 做梦 不过你要是打赢了那三人 我把你介绍给我哥哥认识 如何 林语一脸淡淡地看着风九幽 只见风九幽摇了摇头 拒绝道 对不起 本公子不好男色 扑痴 林语抿嘴笑了起来 似乎被风九幽的话给逗乐了 刷 上方坐着的三个男子 腾罗出现在风九幽身边 一脸鄙视地看着他 小子 你会为你的狂傲付出代价的 位台上 我希望你的细胳膊 细腿 不要骨折了才好 小子 你放心 你也有杜聪 绝对会给你好好按摩按摩 三人话音一落 风九幽脸色黑了下来 一股强大的杀气弥漫出来 三人被吓得后退一步 连林语等似女脸色大变 她杀了多少人 才有如此恐怖的杀气 打泪 不需要在擂台上进行吧 风九幽说了一句 众人不太明白的话 紧接着 风九幽消失在众人的面前 刚才那个相当风九幽爷爷的秃头 心坠入深渊 宛若被毒蛇盯住一样 额头上大喊直冒 虚空中 一道掌印拍向秃头的脑袋 不好 秃头双手呈X交叉 做出防御姿态 在体外形成一道护体之气 掌中世界重若万钧之力 挥打的路径中 空气瞬间化为真空 掌风落下 一击拍到她的手臂上 咔嚓 骨折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风九幽再次消失在众人眼前 只见无数虚影出现 一掌 一拳 在她的手臂 后背 后脑勺 胸口 丹田等地方 快如光速 无法判断风九幽的身影 啊 秃头惨叫一声后 整个人被炸成一片血污 除了地上出现血字外 再也找不到秃头的身影 最恐怖的是 连秃头的仙灵元神都未跑出来 被风九幽活生生打爆了 这 在场的众人眼睛大跌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风九幽 一个渡劫镜巅峰 实际上是渡劫极镜 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境界划分 缺失了那一环 居然能越战垂暴一个展道镜中期高手 这怎么可能 除非她是一个大道体 或者极强血脉的修仙者 才能做到 三女看她的眼神变了 不再抱着刚才轻视的目光 炽热的光上下打亮着风九幽 恨不得把她拉进小房间 摇摇床 另外两个刚才威胁风九幽的男人 脸上露出的惊恐的表情 不加任何思索 抱拳道 我们认输 两人灰溜溜地站在一旁 不敢跟风九幽对视 不 我不接受认输 你们来吧 我要一个单挑你们两个 林雨眼中闪过一道异样 似乎并不意外一般 反而欣赏起风九幽来 这 两人傻眼了 站也不是 不站也不是 黄二鸭 落语两人面目不善地看着请来的两个大手 石柱 你要是不打擂台 可是要赔偿我十一下品鲜石 你确定赔得起 壮汉男子浑身一机灵 脸上闪过一丝男色 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罗向子 你要是不打擂台 你的女人可要做我落家一辈子的奴婢 你可要想清楚 要是我家奴仆受性大发 这可怨不得我 落语狠狠瞪了一眼 身穿麻布衣服的男人 威胁道 麻布衣男子 眼中冒着怒火 手中那对拳头捏得嘎嘎响 瞟了一眼落语后 带着仇恨的目光盯着封九幽 石柱 罗向子对视了一眼 突然 两人毫无征兆地朝封九幽攻杀而去 手中的短刀 短剑打出两道刀钢 剑气 直面封九幽的脑袋 丹田 凶残至极 不给封九幽丝毫喘息的机会 然而 两人的攻击即将落下时 封九幽身影再次消失 看得四女目瞪口呆 根本看不清 她是如何消失的 刀钢 剑气打空 地上剑气一道火花 幸好擂台区域是阵法加固 否则 仅凭两人的战斗力 便能让地板碎成渣 虚影快如闪电 出现在他们身边 两人不约而同 再次杀去 虚影破裂后 两人再次落空 不好 一道危险从背后传来 体内的仙灵之气 刚运至背后时 风九幽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前 那道手掌 快如闪电 轻笑下 啪啪啪啪 掌印世界的耳光 成了完美的交响曲 每一次巴掌都扇在了他们的脸上 痛在他们的尸海 伤在他们的心间 四女只看到风九幽的身影 如梦如幻 耳朵里全是耳光的声音不断响起 风九幽以每秒白耳光的速度 扇得两人的脸庞肿了一圈不止 牙齿全部被打掉 鼻血燃长空 知觉全麻木 从被打 到被打蒙圈 只不过过了一个呼吸时间 从牙齿脱落 到眼瞳被捶爆 也不过几秒钟罢了 最后一巴掌带着滔天气势落下 处于毫无知觉的两人 直接被打爆成一片血雾 消散在空中 风九幽完美给他们诠释了 什么叫杀耳光的艺术 两个斩道近高手 被耳光活生生打爆 那拳拳倒落的爆炸力 让四女彻底震撼到了 定 宿主 灭杀三个斩道中期高手 爆出三千年修为 累计一百九十九点三万年修为 风公子 你真是一头人形暴龙 青龙族是不是你的亲切 凌羽看着如此生猛的风九幽 便打趣起来 第一百四十三章 准备斩道进渡劫 三女顿时围了上来 他们眼中多了一些莫名的神色 对于刚才打败自己雇佣的打手 他们并没有怪罪 反而对风九幽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风公子 有没有兴趣来我洛仙家 洛宇随即开始抢起人来 我沐仙家 也为风公子打开大门木耳 当人不让 抛出橄榄枝 还有我黄仙家 凌羽一将 一把手拉住风九幽 挑衅地看着三女 一脸傲娇说道 在我灵灵仙家面前 你们没戏 风九幽第一次被一个女子拉住手 脸瞬间红了下来 胆紧正开后 对这几人说道 对不起 我不当坠序 擂台下方的空间瞬间凝固 四女将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过了一个呼吸后 四女纷纷笑了起来 你想得美 还坠序呢 凌羽瞪了她一眼后 走到擂台处 拾起几人的赌注 放进储物间 多谢几位的赌注 本小姐便收下了 凌羽傲然地看了一眼三女 骄傲得像一只凤凰 随后 带着风九幽 侍女躲儿 离开了擂台 三女看着凌羽离开的背影 面面相去 如此俊俏公子哥 你们舍得放弃 洛宇眼中闪过一道战有欲 看着风九幽的背影 她莫名的心痒痒 风九幽 如此帅气公子 怎么能让凌羽那个贱丫头不想 黄二鸭舔了舔舌头 眼中闪过一丝淫晦 摸了摸身边的丫鬟的脸蛋 要是风九幽 有你这样听话就好了 啪 一巴掌甩在丫鬟的脸上 多了一条红的手掌印 疼得丫鬟差点哭了出来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差一点就掉了下来 旁边的木丸闪过一丝鄙夷 扭头带着侍女离开了擂台处 天海一色客栈 凌羽包了一栋四合院 院子里 风九幽 凌羽品尝着菩提岛的美食 侍女躲儿在旁边伺候着 时不时给风九幽满上酒杯 林大小姐 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风九幽见到凌羽一直在哪里装傻 要吞没自己的赌注 怎么能随她心心愿 凌羽美目一挑 疑惑道 本大小姐记忆力惊人 怎么可能忘记什么事 风公子 你是不是喝酒喝多了 再说胡话 旁边的躲儿抿嘴笑了起来 对凌羽的做法已经见怪不怪了 风九幽上下打量着凌羽 那副玩味的表情 看得凌羽有点不自然 行吧 既然如此 林大小姐 我们得约定作废 正好我要离开南荒界 前去寻找自己的父母 就此别过吧 刷 风九幽猛地站了起来 打算离开此地 凌羽瞬间慌了 没想到风九幽如此决绝 连忙说道 风公子 不就一柄至尊级下品到兵罢了 给 凌羽从储物界 取出一柄天蓝色的长剑 递给风九幽 上面刻着凌的字样 侍女躲儿露出惊讶的表情 嘴巴张得大大的 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小姐 你 凌羽一手堵住躲儿的嘴巴 示意她不要乱说话 风公子 这把秋水剑是至尊级下品到兵 蕴含一丝水之异境 攻击时可以召唤水龙 风九幽简单把玩了一下 的确是一柄不凡的长剑 这样吧 凌小姐 你帮我寻人 这柄你的心爱之物 我就不要了 风九幽反手递给了凌羽 主仆二人瞬间将注 凌羽脸色微变起来 跺了跺脚 似乎对风九幽刚才的做法不满意 躲儿愤愤不平 说道 风公子 我家小姐送出去的东西 是万万不能收回来的 不过 一柄至尊级下品到兵罢了 你要是还对我家小姐 这是对我家小姐不尊重的体现 风九幽瞬间愣住 怪不得凌羽不高兴 行 我收下还不成吗 风九幽拿回秋水剑后 放进了储物剑 随即 凌羽笑开了花 风公子 不知道你要寻找何人 风九幽想了想 继续说道 这几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 尽管我知道 找他们跟大海捞针一样 我也希望多一条渠道去寻找他们 他们是我的亲人 我祖父风破天 我老爹风不悔 我老娘难攻雪 风九幽话音一落 凌羽眼中闪过一道莫名的神色 丫鬟一头雾水 行 我答应你 不知令尊等人是何时飞升无上天的 凌羽眼神中多了一丝期待 呃 两年前吧 他们三人一起破天飞升的 风九幽眼中开始回忆起来 回想起十八岁之前的时光 没想到有五年多没见到过他们了 虽说修仙者闭关千年都是常事 对于风九幽来说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这五年没见到父母 仿佛过了好几千年似的 心中对他们的想念 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 凌羽眼睛一洗 闪过一丝脚瞎 好奇问道 风公子 不知道令尊有没有给你许下什么婚约没 风九幽愣了一下 不知道凌羽为何要问这个 不过 他摇了摇头 等到风九幽的答案后 凌羽瞬间变了个人似的 给风九幽包了一个鲜果递给他 还轻柔叫道 风哥哥 请吃 风九幽顿时起了鸡皮疙瘩 没想到凌羽突然转了心 不了 我得去找个地方渡劫 你知道哪里有安全的渡劫地点 我要突破渡劫境 进入斩道境 风九幽有点害怕凌羽那双痴人的眼神 赶紧转移话题 凌羽想了想 说道 在波罗海附近 我知道有一个天然 安全的渡劫点 我这就带你去 也不容风九幽拒绝拿出冲锋号飞行舟 带着他一溜烟地消失在院子中 留下侍女躲儿一脸的无语 他拿出传音时 对着他说道 大少爷 小姐带着风九幽公子 去波罗海附近度劫去了 什么 风九幽 传音时那边传来一道惊喜 随后 只听到里面断断续续的声音 好小子 居然是风 声音逐渐消失不见 波罗海牵齿海浪 波涛汹涌 素有南荒海域之魔鬼海域称呼 此时 一座神秘的海岛 风九幽盘坐正在一个山峰上 风九幽屁腻天下 白袍在海风下烈烈作响 渡截境极境的屏障 被体内强大的仙灵之力一次次冲击 以风九幽为半径 形成一个大漩涡 周围数百里的仙灵之气 疯狂涌入 一百里出海岛 林宇从未见到如此突破景象 心中一阵怅然 自己号称林家第二妖怪 比起风九幽来 似乎差距有点大 风哥哥 真不愧是南宫雪阿姨的孩子 嘴角微微翘起 一脸羡慕的样子 突然 风九幽体内咔嚓声响起 体内的屏障 出现了蛋壳碎裂的声音 阻挡在斩道境的天嵌冲破 第144章 杜结惊动南荒剑 天嵌破 斩道成 风九幽在强大的仙灵之力冲击下 终于突破至斩道境 斩道境在无上天也属一方强者 无上天的中流砥柱 毕竟平时很难看到至尊境 混原尽大能更别说无上大地的存在 还没等风九幽高兴多久 天穷之上 万米高空出现恐怖的异象 黑黑的乌云盖顶 沉了下来 波罗海 菩提岛 乃至整个南荒界都出现了强大的压迫感 南荒界界主南霸天 正在接待摇翅仙宫的弟子 突然出现雷洁的气息后 整个人脸色大变 朝虚空望去 那恐怖的异象 亘古未见 金色的大门之上 金色雷电闪烁 一个个身穿金色战甲的将军们 手持长枪 从天而降 势必抹除掉渡劫的修仙者 难道是超级妖虐 度灭视大劫 身边的摇翅仙宫弟子满江 脸色骤变 如此恐怖的灭视雷洁 要是让他遇上 抗不过第一击 便会烟消云散 来人啊 大大大 一对南荒界界主借兵出现 界主 纷纷恭敬道 去查一查是何人渡劫 如果是仙宫 道公 大叫弟子 不要惊扰 如果是通缉犯 或者摇翅仙宫追拿之人 格杀勿论 难把天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他心里不想掺和这事 不过当着摇翅仙宫的弟子 也要做做表面功夫 摇翅仙宫 他南荒界得罪不起 是 一对界兵 快速消失在界主府 南界主 我代表摇翅仙宫 感谢界主大人的支持 本仙宫使者 还得去大洋界 海州界通知一下 就此别过 摇翅仙宫弟子抱拳后 转身便离开了界主府 这边 神秘的海岛上 雷洁的气息 让大海翻腾起来 涌起石杖高的海浪 拍打着礁石 乌云之上 仿佛睁开了一双眼瞳 恐怖而又神秘 一座海市蜃楼 出现在虚空之上 上面漂浮着金色的宫殿 一对对身穿金色铠甲的士兵 将军走来来去 突然 将军的双目嘲讽久悠看来 面无表情 一道杀意铺天盖地落下 只见他长枪一指 枪尖上发挥出 一道几十米粗的金色雷电 跨越虚空 朝风九幽落下 远方关注风九幽渡节的凌羽 被吓得手心冒汗 他渡战到静节的时候 出现的不过是九九雷节 炸得他奄奄一息 而风九幽渡过的 居然是大道神将灭世节 这不应该是至尊节吗 怎么渡战到静节难度提高了 还是说风九幽的天赋 让大道都不满了 难道传说风哥哥 是先天无暇混沌体 这是真的 无数疑问浮上心头 凌羽只能干着急 双手一合 为风九幽祈祷起来 几十米粗的金色雷电落下 风九幽身上的苍穹护体出现 击中后 所有的金色能量被吸收 转化成最纯正的仙灵之力 没入体内 比起了个先天之气早还舒服 风九幽的无视 彻底激怒了虚空中的金甲将军 只见他长枪一挥 虚空中传来一阵金戈铁马的声音 一队队身穿黄金甲的士兵 骑着战马 拿着长矛杀来 如此恐怖异象 吓得南荒戒无数生灵胆战心惊 都在担心大盗将军杰 会不会把南荒戒给毁掉 同时也在埋怨起 该死的杜杰之人 为何要选择在南荒戒杜杰 哼 风九幽提着苍穹地刃 腾空朝虚空杀去 战马双眼发出红光 朝风九幽射来 一道 两道 上百道红光堪比激光武器 风九幽 咫尺天涯 神通一开 出现在黄金甲士兵的背后 苍穹地刃化作苍穹地枪 一招神游八荒 气打出 巨大金龙呼啸杀去 枪欲之下 枪气弥漫 枪是滔天 50个黄金甲士兵 50匹战马 全部笼罩 在风九幽百倍攻击buff的加成下 那些黄金甲士兵 战马 顷刻间 被打成虚无 他们化作无数仙灵之力 没入风九幽的身体 原本刚突破的斩道径初期 在两次仙灵之力的贯体下 突破至斩道径中期 这种突破方式 估计也只有风九幽能做到 风九幽灭掉一队对黄金甲士兵 战马 彻底激怒了九天之上的黄金甲将军 他手中的长枪 演化成一条金色雷结之龙 破天而来 此时 南皇界无数生灵 心中的压抑提升到极点 境界低下 心境差的修仙者 纷纷口吐泡沫 晕了过去 金色雷龙的气息 仿佛撞击在他们心上 天地开始颤抖 海水开始倒灌 很多小岛纷纷消失在波罗海 这是几十万年来 从未出现过的天灾 金色雷龙龙吟之声 响彻天际 虚空寸寸崩裂 龙头吐息 幻化成无数小金色雷龙 朝风九幽杀来 整个天空金色雷电弥漫 一下就把风九幽包裹进去 天穷护体再次出现 无数小金色雷龙攻击的瞬间 全部被天穷护体吸收 再一次转变成仙灵之力 没入体内 金色雷龙大怒 卷起尾巴 朝风九幽甩来 势必以为把他打成虚无 很可惜 但龙尾扫中的一瞬间 风九幽消失不见 正当他在寻找目标时 风九幽出现在他头顶 手中的苍穹地枪 毫不犹豫地刺入龙头 宛若急风骤雨般 疯狂猛戳 戳得龙头嗷嗷大叫 尽管他是雷洁幻化的 不过他却做出龙被杀的模样 疯狂摆动起来 风九幽那回放过他 帝兵戳龙头 拔龙金 雷洁之龙被风九幽活生生戳得消失不见 一条雷洁之龙的仙灵之气 恐怖如斯 刚刚突破斩道近中期的他 又突破了中期屏障 进入斩道近后期 这是九天之上的黄金甲将军 始料未及的 怒了 黄金甲将军彻底怒了 漠然 天空像被开了一道口子似的 将军威风凛凛地从口子里走了出来 他威严的表情下 是不容修仙者的挑衅 手中的金色长枪 扬天一指 落下一道道恐怖的长枪虚影 每一道都充满着毁天灭地 展落星辰的气势 此时 一个帅气无比 仅次于风九幽的青年男子 出现在天边 他踏空而行 见眉心目一条 恐怖地看着虚空中的景象 整个人彻底骂了 卧槽 居然比本大少爷还妖念 小妖妖 你这么变态 你要我回家咋吧 帅气男子 摸了摸下巴 落在一座海岛上 心里不是滋味 还好 他没我帅 帅气男子 自我安慰起来 小妖跑哪去了 他拒目一亮 两道蓝光闪烁 朝四周海域掠过 咦 原来小妹躲在 十公里的小岛上啊 男子脸上一喜 正打算飞过去 突然 他发现 一队戒兵躲在虚空中 似乎打算趁着风九幽 渡过大道将军 灭视节后 出手杀他 哼 一群找死的老鼠 我零号的兄弟 也是你们能觊觎的 第145章 渡过灭视大劫 追杀出现 海枯石烂 山崩地裂 日月无光 虚空断裂 风九幽手持苍穹地枪 与黄金甲将军的长枪 打得火星四箭 天空巨响 一个代表天道之力 一个代表无敌之姿 每一击 风九幽都在磨练神游八荒 要是让修仙者知道 风九幽居然拿天节 来磨练自己的战法 起码下巴都会惊掉 苍穹地刃的隐藏属性 在风九幽的操控下 熟悉起来 神游八荒 战 枪气傍身 力破苍穹 带着撕裂之意 杀向黄金甲将军 当当当 一连三击 竖到长枪虚影叠加 打得黄金甲将军 一退再退 他身体渐渐暗淡下来 九宫不下的黄金甲将军 彻底恼怒 人枪合一 化作一道金龙杀来 人急枪 枪急龙 恐怖的杀招惊艳来袭 化作无数虚空之刃 顺着金龙杀来 哼 化地为牢 封锁天地 金龙即将刺穿 风九幽身体 一道牢笼出现 他身体暗淡下来 消失不见 金龙刺空 找不到风九幽的踪迹 金龙体内的能量 疯狂涌出 片刻之后 人枪合一的状态接触 黄金甲将军 身体更暗淡了 似乎随时都会风消云散 不过 他庞大的仙灵之力 可不能浪费掉 风九幽施展 咫尺天涯神通 突然出现在他身上 在他惊讶的表情下 苍穹地枪 没入他的后背 他似乎带着不甘 眼神中 闪过一道人性化的眼神 仿佛在说 下次灭世大劫 我要抹除你 如梦如幻 黄金甲将军 消失不见 大道将军灭世节 落下帷幕 天空再一次放晴 所有的异象 消失得无影无踪 风九幽伸了身揽腰 缓缓降至神秘海岛上 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 不错 终于突破到斩道镜后期 斩道镜 可以虚空造物 毁天灭地 弹指碎星 生命周期 延长至一元之数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一个二十三岁的斩道镜后期 在整个无上天 都是极为年轻的存在 可以媲美远古时代 那些先天之灵 不过 风九幽似乎并不满意 现在的境界 系统 给我突破至至尊镜吧 风九幽 想一鼓作气 直接突破至至尊镜 成为天地同寿的存在 定 斩道镜 巅峰五万年修为斜杠 即镜五万年修为 即镜突破完成 至尊镜天地同寿 镜及一大镜 需要一百万年修为打底 宿主 建议你想夯实根基 触碰至屏障后再突破 风九幽一愣 体内探出来了一番后 发现自己依然突破到了斩道镜 即镜 不过突破至尊镜的门槛 没感应到 不禁摇了摇头 看来还要等一段日子了 正当风九幽沉思时 在她的山洞虚空中 出现一把长剑刺出 当当当 苍穹护体发动 所有的攻击 全部打在了苍穹护体上 风九幽双瞳泛着寒意 没想到找死的人 这么快就来了 暗中之人发现 攻击落空后 至今通过虚空秘术潜逃 哼 想跑 没门 画地围牢 封锁 洞内被画地围牢封锁 逃跑的虚空之人 撞到了画地围牢屏障上后 被反弹回来 落在地上 一个身穿黑衣 头戴面具的男子 出现在眼前 他神色有些慌张 还带着一丝恐惧 说吧 你是何人 为何要暗杀本公子 面对风九幽的问话 他视若无睹 风九幽冷冷看了一眼 提着至尊道兵秋水剑 夺步向前 吓得他浑身哆嗦起来 不知道是真害怕 还是在装害怕 当风九幽离他不足一米时 他突然腾空 抱起 手中的长剑 只取风九幽的丹田 快 哼 准 很可惜 他既算天衣无缝 但低估了风九幽的 先天无瑕混沌体大成 苍穹护体出现 长剑刺中了气罩后 再也不能前进半分 这 他彻底傻眼了 尼玛居然还有护体之气 究竟是何方妖怪啊 在他的震惊中 风九幽手中的秋水剑 快速落下 不 那颗脑袋冲天起 脖子处的鲜血 如泉乱涌 洒落一地 刚跑出来的元神 连瞬移都还未施展 就被风九幽的秋水剑 一剑劈成虚无 看来 我的安稳日子到头了 风九幽知道自己是先公 道公 大叫的通缉犯 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 定 宿主灭杀斩道径 巅峰高手 报五百年修为 风九幽撇了撇嘴 一脸鄙视地看着地上的尸体 看来这个杀手不是天教啊 派一个弱者来刺杀我 先公脑袋有包吗 风九幽哪里知道 这暗杀之人根本不是先公之人 准确来说 先公还不知道 风九幽来到了无上天 否则 哪里轮到戒主的势力出手 风九幽收起了对方的储物件 看也看不看丢尽了自己的储物件 离开山洞后 波罗海一片祥和 十米高的海浪依然拍打着礁石 比起之前来微不足道 咦 凌羽那丫头呢 风九幽环视了一圈 并没发现凌羽的踪迹 此时 在十里外的小岛上 凌羽被一群面具人团团围住 凌大小剑 你待在这里 大家相安无事 你好我们也好 领头的面具人声音低沉 开口说道 哼 你们好大的胆子 连本小姐也敢阻拦 谁给你们的胆子 凌羽脸色冷冰冰 手中的斩道级极品长剑 轻轻一划 强大的剑气扫过 面具人头领手轻轻 捏碎仙幅 一道斑斓的气罩 把他们全部圈了进去 紧接着 迷雾丛生 仿佛进入了迷雾空间 混蛋 你们居然使出 皈依迷雾大阵 等我破阵了 非把你们给剁了喂狗 迷雾中传来淋雨的威胁声 面具人们充耳不闻 退出阵法外 打了一道隐秘术后 消失不见 风九幽腾空 发现在二十里外的小岛上 一股浓烟冉冉生气 眼中闪过一道疑惑后 顺一只倒上 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 从背影上 看跟淋雨并无二致 她正在熟练地 烤着一条 长达三米的海鱼 她听到脚步声后 回头一看 露出欢喜的笑容 风哥哥 你来了 我的烤鱼马上就好 风九幽顺势 坐在她旁边的石凳上 一阵鱼香扑鼻而来 就算修仙者能做到壁骨 但吃东西是人类的天性 这个是很难改掉 况且 吃妖鱼对修炼百利尔无一害 淋雨熟练地撒上特制的香料 让焦黄的烤鱼 更加香味扑鼻 风九幽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不一会儿 淋雨把烤鱼切割成好几份 从储物界里取出一个桌子 还有几个特制的盘子 取出两罐鲜酿 风哥哥 尝一尝我的手艺 第146章 杀戮将至 零号出现 风九幽拿起烤鱼准备吃食 一道声音从天而降 如此丰盛的烤鱼 两人吃太浪费了 给本少爷留一点行否 一个帅气的男子 脚踩七踩祥云 慢慢地飘了下来 落地后 那朵祥云化作一个玉扑团 出现在手上 顺势放进了储物界 风九幽愣了一下 从这帅气男人身上 并没感受到敌意 还有邪恶的气息 反而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不过 他能感觉到 不求自来的帅气男人 实力很强 比现在的他强 帅气男子淡淡地 看了一眼铃鱼后 笑道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一把特制的扇子 出现在帅气男子手上 扇了起来 好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 浅宇愣了一下 闪过一丝不自然 面若桃花笑道 本小姐乃铃家大小姐 铃鱼 公子呢 铃家 铃鱼 帅气男子扇子一和 一股莫名的笑容挂在嘴上 反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女子僵了一下 摇摇头说道 公子如此帅气逼人 想必是那个仙门 或仙宫的弟子吧 帅气男子 瞥了一眼女子后 转向风九幽 嬉笑道 妹夫 你觉得我是谁 扑痴 风九幽差点吐了 一脸无语地 看着帅气男子 嘴角微微抽搐 这位兄台 切莫乱认亲切 本公子可没婚配过 何来大舅哥 不对吧 我妹妹送你来度劫 还跟她在温泉里发生泄吼 怎么会不是我的妹夫 风九幽瞬间傻眼了 正在分割烤鱼的淋雨 瞬间呆滞 大感不妙 嗯 你们俩先聊聊 我的衣服还在海边晒着 我去取取就回 淋雨不假思索便起身 准备离开 等一下 帅气男子 一脸人畜无害地看着淋雨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小幽幽 你知道她是谁吗 风九幽一愣 她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等等 她问淋雨是谁 一道疑惑的眼神 朝淋雨看去 她送我来度劫 她是淋雨啊 啥 小幽幽 她是淋雨 我怎么不知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风九幽被帅气男子的话问猛圈了 摇了摇头 我叫淋浩 淋雨的哥哥 说完后 淋浩又补充了一句 也是你的大舅哥 风九幽将在原地 被她的话搞得一头雾水 淋浩细血朝淋雨望去 我的妹妹 你见到哥哥 你见到哥哥来 居然不给哥哥一个拥抱 不管 不管 淋雨身体僵硬起来 不自然地看着林浩 眼睛一转 你是何人 为何冒充我哥哥 神经紧绷 他脸色冷了下来 啥 林浩傻眼啊 这个冒牌货 居然敢倒打一耙 妹夫 你不会相信 她是我林浩的妹妹吧 风九幽一头雾水地看着两人 第一 不要乱攀关系 我不是你妹夫 第二 对面这个是不是淋雨 我也不清楚 风九幽一副 你们俩自己解决 不要把我扯进去 林浩尴尬地挠了挠头 也是 认清早了点 我还是先把这个冒牌货抓住再说 林浩手一挥 一道领域落下 领雨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领域给包围了 你个杀手 伪装别的不好 非要伪装本大少爷的妹妹 皮糟痒了 是不是需要我好好抽一抽 只见林浩手一挥 一根绳索出现 进入领域后 疯狂地抽打里面的领雨 那个林雨被抽得皮开肉绽 痛苦地惨叫起来 风哥哥 救我 风九幽愣了一下 正当开口时 林浩扔给风九幽一柄剑 上面刻着林的字样 跟林雨送给他那把剑一模一样 只不过林浩的是红色剑 风九幽那柄是蓝色剑 这你当真是林雨的哥哥 林浩 废话 我要不是林浩 怎么会千里条条来救你 林浩一脸傲娇地看一眼风九幽 催动鞭子 一时半刻也没停下来 啊 惨叫声不绝于耳 假的林雨被鞭子抽得衣服破裂 一抹春光乍现 风九幽没想到林浩如此凶残 面对一个绝色女子 下手这么重 我说 我说 求求你不要再打了 林雨里面的女子哀求起来 她实在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 林雨消失 绳索套住她 像拉丝狗一样拉了过来 女子的易容术消失 一个其貌不扬的女子 出现在风九幽 林浩面前 吓得风九幽都快吐了 林浩一脸恶心地看着女人 五官扭曲 吃了饭便会吐的模样 跟刚才那张绝世容颜云泥之别 我是男荒界界府眷养的杀手 为了杀掉渡劫的妖孽之人 女杀手扭头看了一眼风九幽 一脸的落魄 没想到杀手任务没完成 反而把自己的命给搭了进去 我渡个劫 男荒界界主就要杀我 难不成男荒界界主 是个神经病不成 风九幽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女杀手 突然 林浩手上的一个小鼎一甩 里面掉出五个男荒界的戒兵 嗯 妹夫 好像这个杀手说的是对的 五个男荒界的戒兵 四肢全部骨折 全部软答答地趴在地上 一脸恐惧地看着林浩 吓得他们裤管下 尿骚味传了出来 也不知道 他们被林浩折磨了多少回 一见面就产生了如此严重的阴影 你们为何 要来杀我妹夫 老实交代 否则 切了你们的小鸟 林浩手上多了一柄匕首 吓得五人差点哭起来 我说 我说 我们戒主说 有背景的妖孽杜节 当作没看到过 要是通缉犯 或者瑶池仙宫的敌人 千万不要放过 说完后 五个戒兵一脸恐惧地看着风九幽 风九幽这样明白了 看来自己的画像 被瑶池圣地的大能画了出来 做成通缉令 下发到他管辖的区域 不对 自己还灭杀了无量圣地的 无上天大能能量分身 他们应该知晓 自己是九天十地的通缉犯 看来 自己的早点离开南荒界 免得被无上大帝给逮住 要是大帝出手 以自己 现在的弱小实力 根本不够看 妹夫 他们你来解决吧 林浩聚目一转 把杀人的事情 丢给风九幽来决断 林浩 我虽然帅 还没帅到成为你妹夫的份上 不好 林雨呢 风九幽突然想起 冒牌祸在此 那么真正的林雨 肯定出问题了 虽然跟林雨没什么深的交情 毕竟还是短暂接触过 她还送自己来渡劫 要真出了问题 她会内疚的 林浩的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风九幽肩膀上 拍了拍 妹夫 我妹妹可是一带妖念 小小敌人 那是她的对手 为她的敌人默哀吧 突然 虚空中传来一道不悦的声音 林浩 谁让你来找我的 是不是朵儿 被你收买了 一道靓丽的身影 从天而降 怒气冲冲地瞪着林浩 第147章 八大不朽家族 面对林雨的咆哮 林浩尴尬地站在一旁 用手推一下风九幽 是一道 九幽兄弟 帮帮忙 搞定我家小妹 她发起风来 连我家的房子都要拆了 风九幽才懒得管他们家的事情 看着地上的几人动了杀心 这可都是修为啊 林浩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林家不够你折腾吗 还来我这里当祸害 林雨气嘟嘟地看着林浩 似乎对她来这里相当不满 喂喂喂 小妹 我是爱看妹夫的 我什么时候说来看你了 你可不要臭美 林浩的手放在风九幽的肩膀上 勾肩搭背起来 挑衅地看了看林雨 你 林雨的脸红彤彤 羞涩地埋下脑袋 偷偷地瞟了一眼风九幽 打住 什么妹夫 林浩 本公子可没娶妻 也没婚配 不要乱点鸳鸯谱 风九幽不悦起来 你家小妹国色天香 还愁嫁不出去去吗 非要往自己身上碰瓷 什么 风九幽兄弟 我们两家 林浩还没说完 便被林雨给打断了 林浩 不要胡说八道 再乱说 我不认你这个哥哥了 林雨跺了跺脚 心中的怒气发泄了出来 手中的长剑往地上一戳 几人瞬间毙命 风九幽傻眼了 自己的修为年线 直接巴比Q了 你们还有事没 没事 我要走了 风九幽可不想继续待在这里 说不定戒主已经发现了不对劲 亲自来抓自己 也说不定 转身 便腾空离开 妹夫 等等我 林浩 林雨瞬息间 出现在风九幽身边 取出她的那个玉铺团 放大后 三人坐了上去 你这是金斗云 风九幽第一次见到如此稀奇的玩意儿 似乎有点像猴子那个金斗云 金斗云 这名字挺好听的 要不已经 我这飞铺团 就叫金斗云了 妹 九幽兄弟 你真是个文化人 取个名字也这么好听 几人慢慢熟知起来 风九幽对两人的身份好奇起来 从两人的修为 衣着 再到谈吐 绝非一般是家公子 更不会是先门 先公弟子 林浩兄弟 风九幽想了想 叫她兄长也不对劲 叫她小弟也不合适 干脆就叫兄弟得了 九幽 嗯 九幽兄弟 啥是需要兄弟帮忙的 尽管开口 在吴上天 没有兄弟我办不到的 林浩的大口气 让风九幽大为震惊 对了 林浩兄弟 吴天上最大的势力是那些 势力是如何划分的 面对风九幽的询问 林浩 林与两兄妹 很快便讲起了 吴上天的势力划分情况 吴上天势力划分挫杂 差次不齐 从小到大 依次是城 周 剑 玉 先公 道公 大教 构成了吴上天的地盘划分 势力划分 不过 在吴上天最大的 不是先公 先教 大教等 虽然这三个管辖着众多先遇 但是他们 还不是顶端势力 在他们之上 还有古老不朽家族 每一个不朽家族 都是恐怖的存在 随便一个不朽家族 轻松镇压先公等一流势力 先公等最多 不会超过十个大地 及恐怖存在 除了先公之主 是吴上大地大道境 绝大多数都是 吴上大地超脱境 而不朽家族 大地数量是先公的好几倍 吴上大地超脱境 每个不朽家族 至少十个 关键不朽家族 底蕴太深厚了 远远不是先公 道公 大教等所能媲美 约天兄弟 不朽家族 在吴上天很多吗 风九幽好奇道 不朽家族 凌驾于先公之上 可想而知 不朽家族 才是吴上天的主人 很多 林浩淡淡一笑 继续说道 不朽家族只有八个 先公之流 起码超过一百多个 吴上天太大了 除了吴上天外 还有九天十地 他们依托于吴上天存在 至今未有修仙者 游历完整过吴上天 八大不朽世家 分布在吴上天 九天十地 外人根本不知道 他们的所在 风九幽一阵 没想到不朽家族 在吴上天如此恐怖 不对 林浩怎么知道 八大不朽家族 难道他是不朽家族的人 恶约天兄弟 那八大不朽家族 林浩 林雨看了他一眼 嘴角露出一道莫名的神色 风 灵 火 山 断骨金 南宫 轩辕 慕容 东方 索春秋 风九幽微微一阵 特别是他听到风 南宫时 心中似乎有个某种想法 不过 他随后否认起来 自己不过从下界飞升上来 要是自己家族这么厉害 怎么会把自己流放在外 想一想就不可能 岳天兄弟 你不会是不朽家族 林家的人吧 风九幽突然问道 林浩 林雨两人对视了一眼 哈哈大笑起来 风哥哥 要是我们是不朽家族的人 你会不会跟我们做朋友 风九幽愣了一下 微笑道 我跟你们做朋友 又不是跟不朽家族做朋友 我又不会占不朽家族便宜 你们当真是八大不朽家族的林家 林雨眼中闪过一道脚侠 明嘴笑道 风哥哥 你想多了 我们要是不朽家族的人 你岂不是也是不朽家族的人了 九幽兄弟 别管不朽不不朽了 不重要 关键你是我林月天 嗯 林浩的朋友 林浩一双真诚的眼神 看得风九幽心中一暖 风九幽能先天倒胎原神 可以感知人类的情绪 林浩没有半点做作 是真心想跟自己做朋友 做兄弟 才见面就把我当兄弟 林月天同学 你的进展是不是有点快了 你们俩不会打我的主意吧 风九幽一脸警惕地看着两人 林浩 林雨同时对风九幽翻白眼 嘴角微微抽搐 林浩 九幽兄弟 你有我帅吗 风九幽 废话 我不比你帅 林浩 小妹 你从女人的角度判断一下 我跟九幽兄弟谁帅 林雨对着两人看了半晌后 手指指向了风九幽 我真是白疼了二十多年了 还没成为风家二席 胳膊就往外拐了 女大不中流了 林雨被林浩说得脸红彤彤的 不敢抬头看风九幽 风九幽一脸无语地看着林浩 约天兄弟 令妹倾国倾城 无上天的天骄们 屈之如物 为何你老是把她推给我 你不怕我这里是火坑吗 你们 我不理你们了 林雨红着脸 恼怒地瞪了一眼风九幽 本姑娘国色天香 还不如你法眼 还在那里推三阻四 头一扭 转向了另一边 生起气来 嗯 小妹任性 九幽兄弟 多淡带点 林浩打了个马虎眼 两人又开始热聊起来 这时 风九幽脑海中 突然出现一个绝美的身影 那个在生命禁区 十万大山深深处沉睡的阿九 手持大地剑 开天飞升的那个女子 对了 无上天有一个叫阿九的仙子妹 风九幽问话的同时 林雨的耳朵竖了起来 听得比谁都认真 不过她的嘴角撅起 相当不满意 阿九 林浩快速在脑海中掠过 随后摇了摇头 并没叫阿九的仙子 可能她的境界低 还未在无上天展露头角吧 第148章 不朽家族 风家 风九幽听了后摇摇头 她应该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手握大地地兵 估计是无上大地修为吧 啥 林浩 林雨面面相去 没想到风九幽之前 还认识了无上大地 不会是林家派的护道者吧 几人在聊天中 很快抵达了小鱼岛 此时 南荒借借主府 南霸天眼神中闪过一道阴霾 没想到派出去的杀手 辅兵全军覆没 连消息都没传回来 难不成杜劫之人是通缉犯 手中的两个绿色珠子 在她的手掌中化为灰烬 南霸天对着虚空沉声道 叶妹 何在 请客间 一道黑烟飘了进来 黑烟落地后 一个身穿头戴面具 身穿黑衣的女子 半跪在地上 借主 你去查一查杀我府兵 杀手的究竟是何人 如果是通缉犯 当场格杀勿论 南霸天手一挥 一个冒着黑气的符咒 出现在叶妹手上 这是黑魔符咒 可以让敌人的仙灵之力 短暂封尽 希望你能拿下此人 属下灵命 随后 跪在地上的叶妹 化作一道黑气 消失在戒主府 九天十地 某处 一座仙气环绕的大山 无数金碧辉煌的建筑 隐没在仙气之中 最为明显的是 门扁上刻着风家二字 那两个字 充满着大道的神秘感 凡是能领悟风家 二字大道意境的弟子 这让无数风家子弟 屈之如物 很可惜 几个纪元以来 并没有人参悟这二字 堂屋内 三个风九幽熟悉的面孔 正在给一个神秘的老者行礼 老祖 感谢您的栽培 三人一口同声道 眼神中充满了尊敬 啊 不悔 雪儿 你们两人的后天之躯 在大道造化洞里 全部转化为先天大道体 未来很有希望 突破至无上大地 第三重始原境 老祖满意地看着三人 没想到散养在下界的后人 后人孙习 天赋如此之强 深感欣慰 先天大道体 先天混元体 先天凤凰体 多了你们三尊先天体制 我封家又能独领数个纪元了 我打算送你们三人 去红森街历练一千年 早日晋级到大地境界 三人对视了一眼 愣在那 老祖看到三人犹豫 老祖眉头一皱 问道 你们不愿意去红森街历练 这个可是八大不朽家族 突破至大地的最快捷径 一千年才能开放一次 每一次一个家族进入 不能超过三个人 而且 为了让雪儿进入 可是砍掉了 封家一个直系弟子的名额 南宫雪愣了一下 行李道 老祖 不是我们三人 不愿意进入红森界历练 我们担心 九幽应该很快飞升无上天了 上次传来消息 九幽在下界 灭了几大圣地的传承 我们担心先公 道公 大教等势力 对他不利 而且 他们发了九天十地追杀令 怀疑我而九幽是 先天无暇混沌体 什么 老祖脸色大惊 双眸中多了一丝惊喜 先天无暇混沌体意味着什么 老祖当然知道 这是一个独断万古的存在 如果后人是先天无暇混沌体 自然会打破八大不朽家族的平衡 封家会成为众矢之地 甚至无上天都面临一场大劫 封家老祖封鼓 敲了敲九仙桌 房间内除了他手指敲动的声音外 没有半点呼吸声 封九幽 来我封家而郎 就算与九天十地为敌 我封家有何惧 一道霸气凌云的气势直冲云霄 惊得后山的仙兽 神兽们匍匐在地 惊恐地盯着一室堂 老祖的气势好恐怖啊 一头老虎趴在地上 对着旁边的青色小龙说道 是啊 我感觉大道都在颤抖了 小青龙那双龙目闪过一道恐惧 难道老祖要拿某个仙宫开刀了吗 一只开瓶的红色小鸟 口吐人言说道 不曾想到 封鼓的一丝气势 便会让后山的神兽们不安起来 你们放心 去参加红森界试炼 封九幽我会派人去把他接回来 对于试炼之势 迫在眉睫 封家想要继续做八大不朽家族的老大 必然后辈之人 要多出些无上大帝大道境 使缘境 只有无上大帝第二重 第三重 才是一个不朽家族稳固万古的保障 三人得到老祖风骨的保证后 脸上一洗 拿着前往红森界的通行令牌后 朝后山飞去 几人刚出门 便碰到封家二祖一脉的人 见过封天兄 封天叔 三人抱拳行礼道 哼 我的红森界资格 不是那么好拿的 你们进入红森界 自求多福吧 封天甩了甩衣袖 面目不善地瞪了三人一眼 趾高气扬地朝大门走去 雪儿 不理会他 等我们从红森界出来 好好教训他 封不悔轻轻地在南宫学 手心画了一个心 安慰起来 不悔 你说我要是痛扁了封天 会不会让老祖生气 南宫学眼中闪过一道凶意 自从他获得了进入红森界的资格后 封天经常对封家弟子说三道四 诋毁他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南宫学早就想痛扁一顿封天 啊 封不悔跟老爹封破天对视了一眼 两人闪过一道无奈 南宫学的凤凰神通一出 封天不脱层皮才怪 别看封天的境界 比南宫学高不少 两人对战封天 会被轻松镇压 封家一门三道体 可不是浪得虚名 就算回到无上天 依然是家族潜力最强的一小撮人 每个不朽家族 势力错综复杂 三人又是大祖一脉的人 自然不受二祖一脉待见 小辈之间有争斗 长辈之间并不会出手干预 毕竟有竞争才有进步 只要不死人 缺胳膊 断腿 对于不朽家族来说 都是小事 南宫学在风不悔的拉拽下 来到了后山 三人选了三只神兽逮捕 离开了封家 封天看着三人乘坐神兽离开 那双布满的双眸充满阴霾 他拿出了一个传音石 对着他说道 火云兄 麻烦你在红森界 好好教训一下风破天三人 特别是那个南宫学 好说 好说 封天兄 你可不要忘记了那株天雷大盗竹哦 传音石那边传来一道笑声 随即 封天挂断了传音石 朝房间走去 封谷房间内 一个身穿黑衣 长相魁梧的男子 面带畏惧地看着老祖 不知老祖叫俺来作甚 封谷看了看黑衣男子 与众心肠说道 封球 你在封家是不是憋疯了 封球眉头一扬 傻乎乎说道 老祖 你可别说 俺在封家又不能找人打架 憋得俺火气震望了 现在给你一个出去打架的机会 你干还是不干 封球瞬间大喜 连忙说道 俺干 这种好事 俺不干 除非俺是傻逼 封谷无语地看了一眼封球 这个小霸王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家伙 天生先天大力踢 封家的弟子 被他折磨得苦不堪言 一手封破拳 在封家年轻一辈 堪称无敌的存在 告状的指刀 快叠成一座小山了 被老祖下令闭关后 他恼怒地天天锤石洞 结果那个价值连城的修炼洞府 被他活生生捶爆了 气得老祖痛扁了他一顿 但他始终改不掉暴力的习惯 第149章 小鱼岛暗杀降临 老祖上下打量了一番 盯得封球浑身发麻 老祖 你不会又想打我吧 有本事把境界控制到 无上大地超脱镜 我俩比划比划 老祖一听 顿时乐了 看来让他出去 保护封九优之前 还得好好收拾他一番 封鼓手隔空一抓 封球瞬间被禁锢 一道无形的手掌 带着大盗之力 疯狂地拍打起来 啊 老祖 你无耻 用境界压制我 算什么英雄好汉 他吼得越凶 封鼓的大盗巴掌扇得越快 房间里传来凄惨的叫声 外面的封家弟子听到后 纷纷瑟瑟发抖 封球书皮又痒了 可怜的娃 你居然还在同情封球书 你是不是受虐惯了 你忘记了封球书把你揍得 连你妈都不认识吗 也是 封球书被虐 我心里怎么如此开心呢 封家弟子听到封球的惨叫声 纷纷笑了起来 终于轮到他被收拾了 这个大魔王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老祖的巴掌麾下 打了十分钟 封球的脸上充满了大道气息 那张脸便大了一圈 看上去可怜兮兮 老祖 你推过分了 有你这样欺负后辈的吗 一个魁梧的男子居然哭泣起来 要是让外人知道了 只会鸣嘴大笑 封球 你不能怪老祖 老祖见到你那张臭皮脸 手就忍不住想给你整容一番 你看 现在的脸配得上 你魁梧的身材了 风骨一脸胡说八道 搞得封球疑惑起来 我的脸真的变帅了 配得上我魁梧的身躯 封球疑惑地摸了摸脸 一阵疼痛从牙齿里崩了出来 啊 老祖 你个大骗子 老骗子 风骨脸一下黑了 凶狠狠盯着封球 房间内三十六道大道之力翻腾 吓得封球立马闭上了嘴巴 胆战心惊地看着老祖 老祖是封家之祖 你不要面子 老祖还要面子 给你外出打架的机会 去保护一个叫封九幽的弟子 务必完完整整地把他带回来 要是封九幽出了问题 你自尽吧 风骨威严的声音冒出来后 封球被吓得差点匍匐在地 原来不就去接个人回家 顺便找人打打架 他正高兴着 没想到 老祖最后一句 让他心凉了半截 老祖 这封九幽是何许人啊 为何我听都没听说过 风骨瞪了他一眼 不该知道的 不要问 你只要记住 就算你死了 风九幽必须回到风家 风球恼怒地摸了摸脑袋 答应下来后 灰溜溜地离开了老祖房间 风骨想了想 拿出一个神秘的物品 启动后 一团白雾出现 不知老祖有何吩咐 风流 你领着暗影军团 外出接封九幽回来 不能别其他不朽家族发现 白雾中的虚影震惊万分 正想问风骨 却被风骨举手阻止道 此事作为机密 连风家家族都不能告知 务必安全把风九幽带回来 是 老祖 话音落 白雾退去 虚影消失不见 风球刚走到大门口 便遇到三组一脉的弟子 风爽爽 一个风家的妖孽女子 求说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风球看到面前的风爽爽 便回应起来 哟 这不是我家风爽爽吗 你不是参加八大不朽家族 年轻一辈 比武论剑去了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那些小屁孩 不值得我爽爽出手 无聊的我 便回到家族了 求说 老祖不是把你关进壁了吗 你怎么又想跑出去打架 噓 风球竖起手指 在嘴角做出一个 不要声张的动作 嘿嘿 这可是老祖让我出去 祸害无上天的 风爽爽眼中 闪过一道脚侠 一脸不幸地看着风球 我才不相信呢 你肯定是故意逃跑 我要去向族长检举你 说完 便拿出传音石 打算通知家族族长封路 小祖宗 你可不要乱禀报 真是老祖派我出去执行公务 风球顿时头大了 要是被封路族长知道了 定然要问东问西 甚至会把他锁在家族里 除非 你告诉我 你究竟去做什么 放心 侄女肯定信守承诺 不会告诉其他人 风球看着眼巴巴的风爽爽 就把老祖让他去接风九忧的事情 告诉了他 风爽爽顿时一愣 脸上 闪过一丝奇怪的表情 风球趁他不再纠缠 坐上一只火凤神兽 消失在了天边 风九忧 先天无瑕混沌体的通缉犯 有意思啊 我估计风天叔叔会比较感兴趣 不对 另外七大不朽家族 也会感兴趣的 希希 这个下界的贱人 希望不要让本爽爽失望啊 风家的少年一代 有我风 爽爽就够了 转瞬间 风爽爽骑上一头青鸾后 朝天空飞去 当风爽爽离开后 一个中年人出现在大门口 看着风爽爽离开的身影 尼南道 风爽爽 希望你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 否则 别怪本族长心狠手辣 铁血无情 风路族长 对着虚空喝道 风情 出来 虚空泛起一阵涟漪 一个长相绝美的女子 缓缓出现 族长有何吩咐 赐予你 生杀大权 凡是出卖风家利益者 阻拦风九忧回归者 统统震杀 风情美目一阵 大感不妙 如果是二组 三组一脉的弟子呢 风路冷冷地看了一眼风情 吓得他心坠入深渊 格杀勿论 开玩笑 风九忧是他的曾孙 怎么能允许族人坑害 一个疑似先天无瑕混沌体的曾孙 远比家族那些蛀虫好上万倍 连自己都还来不及疼爱 你们就敢在背后使唤 风九忧完全不知道 他的出现会在风家引起轩然大波 他更不知道 风家族长居然是他的曾祖 此时 风九忧 林浩 林雨三人正在小鱼岛上大快朵鱼 喝得好不痛快 九忧兄弟 要不你跟着我回林家吧 我相信 我的老爹 老娘 肯定喜欢你的 风九忧刚喝进嘴里的鲜酿 差点吐了出来 约天兄 我看算了吧 我还要去找我的父母 祖父 林雨眼中闪过一道失望 嘴角微微抽搐 甚至怀疑起自己的魅力 人称八大不朽家族第一美人 居然在风九忧面前引不起他一丝兴趣 他可是把自己看光的男人心中莫名的不爽 林浩看了看妹妹的不悦 眼睛闪过一丝坏坏的眼神 九忧兄弟 丑相公迟早都要见丈母娘 老丈人的 隔日不如状日 明天我们就启程 如何 扑吃 一口鲜酒喷了出来 喷得林浩一脸都是 约天兄弟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我跟令妹是好朋友 请你不要破坏我跟林雨之间纯洁的友谊 友谊 两人共泡温厚 甚至传来我妹妹的尖叫声 你告诉我 这是纯洁友谊 九忧兄弟 我把你当妹夫 你可不要把我当傻子 林浩拿出丝巾 擦了擦脸上的鲜酒 一脸坏坏地看着风九忧 林浩 你在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把你甩进小雨海 林雨都快羞死人了 脸上满是怒容 没想到林浩居然在酒桌上胡说八道 这 风九忧尴尬无比 她是看光了林雨 难道因为这个就要娶她 这怎么可能 心中无女人 拔剑会超神 正当几人尴尬之际 空中飘来一团黑云 不一会儿 小雨倒下起了一狂风暴雨 大猪小猪落玉盘 整座小雨倒隐没在风雨之中 风九忧三人各自回到了房间 准备歇息一番 明早约定去酒龙谈历练 此时 在雨中出现一个诡异的水人 她在雨的掩盖下 毫无半点气息 小雨倒邻家别院的护卫 隐藏的高手没有一个发现 她幻化成雨滴流向风九忧的房门 沿着窗户流了进来 就像一团水渍一般 挂在窗户上 毫无声息 第150章 半夜杀鸡 小雨倒血流成河 那团水渍看了看盘坐在床上的风九忧 慢慢朝地上流去 突然 风九忧睁开了双眸 似乎感觉到危险降临 目光如炬 朝房间内扫射了一圈 并没发现任何动静 随后 再闭上了眼睛 打坐起来 那团水渍发现风九忧再次入定后 慢慢地朝床头如动而去 忽然 那团水渍爬上了床 快如闪电地包裹着风九忧 发出邪魅的笑声 哥哥哥 风九忧 你的人头是我的 仙宫真传弟子 非我莫属 笑声刚结束 一道金光闪烁 天穹护体发动 缠绕风九忧的那团水渍 瞬间被弹开 从缠绕到被弹开 仅仅一个呼吸不到 碰 一个黑衣女子摔倒地上后 迅速翻身 跃了起来 手中的匕首 朝风九忧脑袋 闪电般攻去 此时 风九忧睁开了双眸 嘴角露出一抹讥讽 在女人即将刺中自己的瞬间 苍穹地刃 从虚空中杀出 只取蒙面女子的面门 女子感觉到危险后 不再任何犹豫 整个身体再次化作水 落入地上 快速地朝窗户逃去 风九忧 怎么会让她逃掉 手握仓穹 地刃一个瞬移 出现在窗户外 卧槽 外面全是大雨倾盆 女子逃到外面后 化作雨水 融入进了雨水空间 根本感应不到 女子的气息 你以为化作雨 就能跑掉 化地围牢 封锁整座院子 言出法随 化地围牢神通 瞬间把灵家别院 全部包裹住 惊动了灵浩等人 纷纷出现在风九忧身边 他们感受到 体内的仙灵之力 在消失 大感意外 双手一挥 那股消失之力 瞬间不见 咦 风九忧大感震惊 无往不利地化地围牢 居然会对灵浩不管用 不止灵浩不管用 对灵鱼也不管用 看来两人的身份 绝非普通人 难道真是八大不朽世家的灵家 九忧兄弟 什么情况 风九忧扫尸一圈后 说道有一只老鼠跑进来了 就混在雨水中 灵浩双眸闪过一道蓝光后 它的双瞳变成了蓝瞳 目光所及之处 虚妄皆成空 突然 在树上的绿叶中 潜伏着一个黑衣杀手 在甲山背后 隐藏着一个杀手 在水池里 潜藏着一个杀手 在瓦片上 躲着四个杀手 先行骂 凹鼠骂 灵浩双眸一扫 周围的空间 全部清晰可见 杀手的隐身术 全部破解 出现在众人眼前 九幽兄弟 这些小家密 交给你了 我去天上玩玩 话音一落 灵浩腾空而起 穿过化地围牢 飞上天朝乌云沙去 咦 风九幽 再次被灵浩的骚操 做给震惊了 他不但无视无地化地围牢 还能无拘无束地 离开化地围牢 风哥哥 我哥哥是虚空之体 无视阵法 领域的存在 领域看到 风九幽惊讶地 看着灵浩消失 便开口解释道 虚空 风雨翻了一道白眼 嘴角微微抽搐 男人果然不是好东西 风九幽闪过一丝尴尬后 身形消失不见 出现在杀手背后 不好 几个杀手赶之后 再次化作雨滴 没露大地 很可惜 在风九幽的化地围牢领域里 他们已经成为鱼肉 地剑轻轻一挑 竖刀剑气落下 击中水面后 产生一阵阵爆炸声 啊 杀手失去了隐身 实力降低了一半 一群斩道径后期 巅峰的杀手 哪里会是风九幽斩道径 极尽的对手 一剑便要了几个杀手的半条命 鲜血染红了大地 几个杀手面面相去 扶着手上的腰间 死死地盯着风九幽 杀 杀手们不成功变成人 齐齐施展杀招 水滴画作 剑气弥漫开来 把风九幽 淋雨笼罩在雨滴画剑里面 突然 几人消失不见 只见几道剑光掠过 出现在风九幽身前 无数剑气 雨滴落下 一道金光 再次闪烁起来 风九幽的天穷护体 再次发动 当当当 剑气 雨滴在护体之气上 溅起一阵阵火光后 众人彻底傻眼了 尼玛这不是欺负人吗 护体之气 根本破不开 连他们手中的 斩道及兵器都没办法 还杀个球球 几人对视了一眼后 再次化作雨滴 没入大地 想逃跑 我的地盘 我做主 你们都下地狱吧 一剑逍遥 雨 杀手喜欢玩雨 就让雨来 送他们下地狱吧 刹那间 天空中的雨滴变了 变成万军之力 每一滴都蕴含着 剑道的气息 这不是简单的剑气 也不是简单的剑士 剑欲 而是饱含着剑道的雏形 凌雨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 先天无瑕混沌体的领悟力 如此之强 不但施展了化地围牢神通 连斩道及战法 打出的剑气 居然包含了剑道之意 它真的会成为 无上天所有修仙者的噩梦吗 剑雨落下 剑意弥漫 剑士如歌 剑欲笼罩 剑道通天 恐怖地剑道气息 直冲云霄 惊得林皓脸色大惊 九幼 你要不要这么逆天啊 我才掌控一丝大道之意 你居然也掌握了 你才二十三岁吧 麻蛋 我都一百二十三岁了 我这么多年白活了吗 不过 这么妖孽的天才 才能做我妹夫吗 你再厉害 也得叫我一声大救个 林皓笑了起来 而那个躺在云层中 要死不活的女杀手 后悔到了极点 夜妹杀手小姐 你的身材真好 要不要本少爷在这里 打开杀剑 让你享受一下 女杀手恐惧起来 她害怕林皓真的 把她就地正法 你 你 不要啊 林皓摸了摸下巴 认真说道 女人说不要的时候 就是要 你居然提出如此要求 我不满足你 岂不是说明 我不懂风情 你放心 哥哥很温柔 试过的女道友 都说好 林皓手中 多了一个飞航舟 拉着女杀手 进入了飞行舟内部 不一会儿 里面传来女杀手的惨叫声 下方 风九幽一剑 逍遥施掌后 杀手们 淹没在了雨滴之中 全部化为血雨 在草坪中流淌 看得林雨头皮发麻 她的招式 不过斩道级下品 但产生的威力 堪比斩道级上品战法 加上她本身的天赋 越战实力 估计至尊敬 都不会是她的对手吧 林雨 你这别院治安不行啊 连杀手都能摸进来 看来明天 我得搬家了 风九幽收回手中的苍穹地刃 耳边传来系统的电音之声 宿主灭杀 五个斩道尽后期 巅峰杀手 抱得2500年修为 林雨一脸尴尬 没想到 今晚居然有杀手 潜入别院 这让她恼怒地 冲了出去 对着外面的守卫们 一顿咆哮 风九幽摇了摇头 回到了房间 拿出先天混沌白塔 人影一晃 进入了小塔中 第151章 永床九龙坛 主人 欢迎光临小塔 一个长得胖嘟嘟小孩 出现在出现在风九幽眼前 你是先天混沌白塔的气灵 小白 一个流传了几个纪元的白塔 气灵居然是个小胖子 主人 别看我身体小 我可是先天混沌至宝 远不是那些帝兵 后天至宝能媲美的 小胖子傲娇起来 得意地吹嘘起来 行了 小白厉害 小白无敌 带我去九层看看吧 再让他吹牛下去 估计都快天亮了 九层可以领悟大道 他自然不想浪费在下面八层 好的 主人 小白拉着风九幽消失在一层 出现在九层 九层的空间 比一个大世界还大几十倍 不过没有大世界的地形复杂 这里充斥着三千大道的气息 它们已私 以往出现在天空 主人 这里可是连不朽世家 都屈之如物的圣地 这里都记载着三千大道运行的规律 只要能领悟完三千大道 主人 你就可以成为大地之上的大主宰了 风九幽愣了一下 好奇我问道 小白 成为主宰 就必须领悟三千大道吗 主人 领悟一千条大道圆满 称之为小主宰 领悟两千条为中主宰 三千条为大主宰 所以 主人 你还需努力 加油吧 风九幽一阵无语 自己不过才斩到境极境 上面还有至尊境 混元境 大地境 之上还有三大主宰境 饭要一口口吃 急也急不来 凭借自己的先天无瑕混沌体 领悟大道 应该不难吧 抛开不实际的想法后 风九幽盘坐在杀戮大道处 认真观摩着剑道 枪道 刀道 拳道 公道等运行轨迹 风九幽头顶 这五种杀戮大道分支 纷纷演化起来 一日 灵浩带着风九幽 灵雨来到了五千公里外的九龙潭 九龙潭属于南荒界的九龙岛 因九龙潭得名 九龙潭深不可测 下面有一道通往小仙境世界入口 想要进入小仙境世界 需要特殊的通行令牌方可 一个令牌 只允许三个人进入 这是九龙潭小仙境 世界内部天道发放的 出来后的人 令牌会自动消失不见 散落在无上天各处 近待有缘人获得 再待下一次九龙潭小仙境世界开启 灵浩手中的通行令牌 是在一次拍卖会上偶然获得 原本并不在意 这次来到南荒界 正好带着风九幽 来体验一下无上天的小仙境 九幽兄弟 准备好没 嗯 灵浩拿出通行令牌后 自动激活 散发着白色的光芒 瞬间把三人包裹着 下方九龙潭 自动破开一条道路 三人消失不见 身后的修仙者们 见怪不怪 纷纷拿出通行令牌 带着同伴 以同样的方式 进入九龙潭 此时 一群身穿南荒界 南欲服饰 头戴面具的神秘人 出现在九龙潭 他们手中拿着一个神秘的浴盘 上面闪烁着特殊的气息 他进入了九龙潭 一个身穿南欲服饰的人问道 嗯 根据推演御盘的指示 他进入了九龙潭小仙境事件 手拿御盘的南荒界服饰男子 恭敬道 南欲服饰的男子手一挥 出现九个令牌 正好给他们一行 二十七人进入九龙潭 这次追杀 以他为中心 务必取得他的人头 遵命 九块通行令牌启动后 二十七人消失在九龙潭上方 刚才这凶神扼杀的二十七人 是何方人士 一个身穿锦衣的修仙者疑惑道 你这都不知道 看他们的服饰 就知道应该是南荒界界服的精英 跟南欲的精英联合行动了 估计是追杀某个人吧 一会儿可千万别遇到这些人了 否则 死字都不知道怎么写 另一个修仙者 拍了拍自己胸脯 闪过一丝后怕 说道 这边 零号 风九幽 零语三人在通行令牌的牵引下 进入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大门 大门里面的世界 豁然开朗起来 似乎跟无上天并没有多大区别 仙气弥漫 天空蔚蓝 一片片山脉相连 三人降落在山脚下 一个巨大的石碑出现在三人眼帘 蛟龙墓 箭头方向向上 狮魔谷 箭头方向向左 精灵谷 箭头方向向右 九龙城 箭头方向向下 原来是一个止路石碑 三人观察后 相互对视了一眼 零号问道 九幽兄弟 四个方向选择一个吧 风九幽想了想 还是得先了解四个地方情况 再做打算 约天兄弟 我建议先去九龙城打听打听吧 零号 灵语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三人沿着箭头下方向 准备腾飞而去 发现刚月起 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压了下来 三人像下饺子一样 摔在了地上 相互对视了一眼后 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小妹 你还好吧 看到灵语在哪里咧嘴 零号忍不住笑了起来 零号 我好不好管你什么事 灵语瞪了一眼零号后 装出一副可怜楚楚的模样 伸出双手 说道 风哥哥 啊我一把 风九幽刚爬了起来 看到灵语的请求 也不好拒绝 顺势拿着她的小手 一把提了起来 灵语眼角闪过一丝脚霞 顺着惯性的力度 落入风九幽的怀里 那一双坚实的臂膀 似乎让她找到停靠的港湾 整个人羞涩地挨着 她宽固的胸膛上 看得灵语目瞪口呆 可嗨嗨 灵号的咳嗽声 羞得灵语耳红面赤起来 我说 你们俩秀恩爱 能不能不要当着我的面前秀 考虑一下孤家寡人的感受 好不 灵语猛地离开风九幽的怀抱 感觉心里空荡荡的 美目狠狠地瞪了一眼灵号 心头相当不满 灵号 我看得让大伯把你抓回去才行 免得在这里胡说八道 面对灵语的威胁 灵号一副开水 不怕死猪烫 贪了贪手 笑道 妹妹 不要有了夫婿 就忘了哥哥对你的好 九幽兄弟 你得好好管管他 免得以后不能一阵浮刚 风九幽无语地看了灵号一眼 不再理会两人的嬉闹 转身朝下方走去 灵语兄狠狠瞪了一眼灵号 何道 灵号 你再胡说八道 我不理你了 风哥哥等等我 哎 女大不中流 九幽兄弟 你得陪我一个妹妹 听说风爽爽不错 九幽兄弟 啥时候给我介绍一下 中部 走在前方的风九幽 突然停了下来 一脸疑惑地看着灵号 约天兄弟 我乃风家单传 哪有什么姐妹 对了 风爽爽是何人 呃 我刚才说了风爽爽吗 你听错了吧 灵号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风九幽都还没回归风家 我怎么能提前告知呢 是吗 灵语 风爽爽是谁 风九幽对两人的神秘 一直好奇得很 至于他们说的风爽爽 更加好奇起来 似乎有一种特殊关系在里面 风爽爽 一个声名显赫的女子 貌美如花 资质妖孽的存在 林语刚说完 灵号补充了一句 她的美貌不及我妹妹 她的资质 也不如我妹妹 风九幽一愣 疑惑道 那风爽爽 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两人一口同声道 风九幽听到后 淡淡看了两人一眼 不再纠结 剑步如飞 快速朝大江走去 不过 两人一边在后面追赶 一边传音说道 林浩 你不要在风哥哥面前 提及风家的人 就算你喜欢风爽爽 也不能提 妹妹 我为何不能提风爽爽 反正风九幽会回归风家的 风哥哥的身份 你难道不知道 不就先天无暇混沌体吗 虽然牛逼轰轰 但你哥哥也不差呀 我说的不是这个 风哥哥的身份暴露了 数不清的敌人追杀 你能保证风哥哥的安全 谁敢来对风九幽不利 你哥哥统统镇压 我呸 你能对付大帝 人家一根手指 就会把你戳爆 大言不惭 林浩 有你这样打击哥哥的吗 迟早有一天 我会让大帝都害怕我 两人在传音中追了上来 第152章 黑雾邪魔 红孩 尽管风九幽 不知道两人在传音什么 但他知道 两人一定在打他主意 等这次九龙潭历练后 远离两人 想我做他妹夫 门都美 三人穿过一条蜿蜒的大江 跨过500公里大山 来到一个广袤无垠的平原上 石碑指引的九龙城 出现在三人眼前 与其说是一座城 倒不如说是一座石头城 远远望去 九龙城毫无生气 整座石头城充满着诡异 这是九龙城 怎么一个人都美 三人走进九龙城后 发现这类早已荒废 不知道少年 如果这里不是石头座的房子 估计早已变成了断圆残壁 约天兄弟 林宇妹子 我们三人各自在城里 打探一下消息 一个时辰后 中央塔楼见 风九幽指了指中央的塔楼 林宇很想跟风九幽一起探寻 不过 他看到风九幽并没这想法后 心中不满地 朝东边街道走去 林皓一步十米朝西边街道走去 不一会儿 两人消失在了风九幽的眼帘中 咦?怎么起雾了? 当风九幽回过神来时 石头城被白雾包围 神石的范围只有二十来米 风九幽慢悠悠地往北边走去 一排排废弃的石屋 街道上散落着腐败的鲜密 还有不少白破的衣服 好一派荒凉的景象 难道是因为邪魔工程 人类都死在这里了? 突然 一道奇怪的声音传来 好像是从前面传来的 风九幽瞬息间出现在一座 刻有名字的石屋前 风宅 一股熟悉的气息 让风九幽莫名地想进去 双脚不听使欢 推开风宅的大门走了进去 幽儿 你来了 一道熟悉的声音再次传来 娘 风九幽一步十米出现在院子里 一个漂亮的女子 坐在石桌前 溺爱地看着风九幽 娘 九幽好想你 风九幽迫不及待地坐到石桌旁 打算好好问问南宫雪 这几年都去哪了 幽儿 娘也想你 南宫雪伸出左手 朝风九幽的头顶窝来 突然 风九幽双瞳泛起了蓝光 在她手即将落下的瞬间 苍穹地刃出现在空中 对着她的手臂落下 啊 幽儿 你居然要杀娘亲 手臂硬声落在地上 一股鲜血洒了出来 南宫雪一脸震惊地 看着风九幽 难以置信 风九幽缓缓地站了起来 一脸冷漠地看着南宫雪 你是何方邪魔 居然敢冒充我娘亲 找死 结结结 小子 你居然能识破 我的营造的梦境 我会吃掉你的仙缘神 吃掉你的脑浆 这是你冒犯我的代价 南宫雪化作一团黑雾 漂浮在风九幽面前 诡异地笑了起来 切 我坐在这里 你拿我一点办法 就没 信不 风九幽坐了回去 拿出仙酿独自喝了起来 对着邪魔完全无视 黑雾傻眼了 她居然不怕自己 她不是很想找到她娘吗 怎么会这样 邪魔不相信 风九幽进入了她的地盘 还能翻起浪花来 结结结 既然如此 你的身体 我要了 邪魔黑雾分化万千 没入风九幽身体里 她没想到的是 风九幽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化地为牢神通启动 一座牢笼把风宅全部包裹进来 结结结 居然是先天无瑕混沌体 大发了 都是我的 我的 体内传来邪魔放肆的笑声 渴望 激动 甚至还有一丝得意 突然 体外的绝对防御启动 形成一道屏障 把整个身体完美包裹进去 邪魔刚进入丹田处 整个魔彻底呆滞了 那个缩小版的风九幽 睁开了双眸 无数先天之气环绕 只见她双手一挥 一张牢笼朝她落下 不 你怎么会有先天到胎险原神 邪魔恐惧了 害怕了 身体一分为万 化作无数丝线逃窜 牢笼锁定了巨大多数 依然让一小部分逃窜 当她准备离开身躯时 体外的绝对防御 挡住了她的去处 不 邪魔恐惧了 她疯狂地撞击出口 然而于事无补 无法破开绝对防御 她感应到了先天到胎险原神 出现在背后 绝望地她回过头来 只见仙原神做出一抹人性化的绩效 单手隔空一抓 那团黑雾被抓在手心里 一口吞了下来 魔鬼 你是魔鬼 声音逐渐消失 隐藏在这里不知道多久的邪魔 遇到了她的克星 被风九幽一口给吃掉了 吞下邪魔的神魂后 仙原神长到了三尺高 神态跟风九幽毫无差别 唯一不同的是 体外充斥着先天之气 丹田世界的先天之气一出来后 全部被仙原神给吸收 就这 风九幽没想到 邪魔都想缠自己的身体 邪魔不知道的是 凡是想夺射风九幽的 胆敢进入她体内 统统有来无回 定 宿主灭杀一头至尊境后期换魔 报得两千年修为 不过 这头邪魔死了 白雾笼罩的九龙城并没退去 说明九龙城是邪魔的底盘 他们自投罗网 进入了邪魔的大本营 约天兄弟 林与妹子应该没问题吧 两人的神奇风九幽早已领略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去看看吧 风九幽刚想动身 石屋后院出现诡异的波动 我 后院古井传来一阵哭泣声 风九幽瞬息间出现在后院 这里的白雾更浓 伸手不见五指 哥哥 救我 诡异的声音从古井里传出 还带着一丝蛊惑里 哥哥 救我 大大大 风九幽的脚步声 再打破了后院的瓶颈 走到古井边上的风九幽 俯视一看 一个穿着红杜兜的小孩 扎着两个小辫子 出现在井底 他的形象 似乎跟红孩一样 不会是红孩吧 哥哥 救我 红杜兜小孩 看到风九幽后 再一次求救起来 火孩 风九幽尝试叫了一下 不过红杜兜小孩并没体会 依然说道 哥哥 救我 什么玩意儿 一直重复这四个字 你不会是机关怪物吧 风九幽听闻过 无上天有机关怪物呈现的例子 机关怪物通灵后 想要突破 需要吞噬修仙者的神魂 最好是仙缘神 据说天弓仙弓 就是一群机关通灵怪物 组成的一流势力 他们以机关数入到 可以做到刀剑不入 免疫物理攻击的恐怖存在 风九幽想了想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去找淋雨要紧 转身便离开 哥哥 我生气了 红杜兜小孩勃然大怒 一道红光 从井口涌出 出现在风九幽离开的方向 他一双星红眼睛 死死地盯着风九幽 嘴角露出邪魅的笑容 哥哥 你是坏人 坏人就应该下地狱 话音一落 红杜兜小孩手中 出现一柄红鹰枪 只见他单手一丢 红鹰枪化作一只魔鹰 他围绕风九幽360度 急速运转 正当风九幽 打算用苍穹地刃灭杀魔鹰时 一座黑丝牢笼 封锁了风九幽 五十立方米的空间 结结结 小哥哥 到魔童嘴里来 可好 黑色牢笼外的红度 兜小孩消失不见 瞬息间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此时的他 全身黑气弥漫 没有半点红度兜小孩的模样 第153章 魔童死 屌人隐秘 两人四目相对 魔童舔了舔舌头 用力深深吸了一口气 满意道 不错 不错 大哥哥的生灵之气 会让我进化的 大哥哥 做我的食物可好 魔童也不管风九幽同不同意 手中的火焰枪 燃着熊熊魔火 黑色牢笼内 温度提高了100度 他贪婪地盯着风九幽 似乎他才是 整个世界最美味的食物 风九幽搓了搓手 手掌如鬼魅一般 出现在他脸上 啪 一道巨响 直接把魔童给打倒在地 把他直接给抽猛了 风九幽从手掌的起 到落下 他完全没感知到 唉 小弟弟 哥哥的手掌有点痒 现在好多了 你刚才说啥 说你要变成人类的食物 对不起 你长得太丑了 我难以下咽 还是送你去杜劫吧 风九幽不讲武德 掌印世界再次落下 砰 当手掌落下的瞬间 地上的魔童 化作魔器分开来 手掌击中看大地 一个手掌巨型大坑 出现在眼前 大哥哥 你真该死 我要让你后悔 鬼魅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化作魔器的魔童 在空中形成一张 诡异的黑脸 我的魔枪 出来吧 用你的魔力 让敌人成为我的口串 刹那间 围困风九幽的黑丝牢笼 纷纷化作魔枪 朝风九幽的四个方向杀来 魔器阵阵 杀意满满 锅造 手中的苍穹地枪 顺势而上 神游八荒 战 再现 一道金色的龙器冲天起 自从风九幽突破斩道镜后 斩道极战法战力 比杜劫镜高了不知多少倍 金色气龙 神龙摆尾 续空中的魔枪被扫得干干净净 惊得魔童鬼脸扭曲起来 大呼道 怎么可能 一个小小的斩道镜 为何如此强大 鬼脸大怒 只见他双眸一睁 射出一道魔枪 直取风九幽的面门 整个时空顿时暂停下来 那只魔枪似乎能锁定时空 让时间停止 魔枪经过的沿线 周围的石头纷纷化为烟粉 他不相信一个斩道镜的修仙者 还能逃脱他最猛的一枪 然而 他的担心成为事实 在魔枪即将刺中风九幽的瞬间 天穹护体再次启动 魔枪在护照上 再也不能前进分毫 那股宛若棉花的软力 让魔枪深陷其中 他想撤回也不能做到 只好眼睁睁看着魔枪化作黑器 被护照给吸收 该我了 小地点 苍穹地枪再次抬了起来 超越肉眼的速度刺出 鬼脸顿时大惊 他感觉到了这一枪的无敌 无法躲闪 甚至连分解魔器都无法做到 神游八荒 神游八荒最终一枪 封天锁地 惊艳面世 鬼脸周边的空间瞬间封印 他眼睁睁地看着长枪 刺向他的鬼脸 不大哥哥 我恨你 扑痴 长枪刺破鬼脸 流出大量的黑色液体 魔童死得不能再死 定 宿主灭杀至尊静后七魔童 报得两千年修为 风九幽灭掉魔童后 没有半分高兴 反而越来越担心 这个九龙城 根本就是邪魔的大本营 自己三人傻乎乎地闯了进来 想要离开这里 估计麻烦了 碰 东边街道 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接着 一道女声传来 风哥哥 你为何要害我 卧槽 不好 林雨上当了 咫尺天涯神通一开 风九幽化作一道光 出现在东街广场处 地上到处都是石头碎片 不过并没有看到林雨 难道 她遇害了 风九幽心头一紧 神识快速地朝周边探去 可探知的距离太短 什么也发现不了 往前走了几十米后 迷雾中出现一座雕像 一个长着三对翅膀 怀里抱着一个 红度兜小孩的女人 风九幽的目光 停留在这里后 顿时将住 这 诡异的雕像 诡异的鸟人 诡异的魔童 风哥哥 你为什么要杀我们的小孩 石像开口了 惊得风九幽头皮发麻 让她更震惊的是 石像脱去了石头后 活脱脱的一个林雨 唯一不同的是 她不温柔 反而带着仇恨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风九幽 你为什么要杀我们的小孩 林雨背后的翅膀闪动起来 整个人化作一道白光 朝风九幽杀来 风九幽也不再犹豫 掌印世界推出 刚要近身的鸟人 瞬间消失不见 出现在风九幽头顶两米处 星红的双眼盯着风九幽 原本白色的翅膀 此刻变成黑色 风哥哥 下去陪我们的孩子吧 一个俯冲 快如闪电 手中的利爪 朝风九幽脑袋抓来 不好 这个鸟人比之前的魔童还恐怖 无论是境界 还是战斗力 刚准备撤步躲闪 发现周边空间众弱万万军 连双脚都无法抬起来 当当当 苍穹护体再次出现 鸟人的爪子 疯狂地撞击起来 不过 无论它攻击多快 都不能突破风九幽半点防御 魔气滔天 杀意如血 结结结 该死的人类 我要让你下去陪我 空中的鸟人 瞬间变成三个鸟人 同时朝前后 左三个方向杀来 它不相信在坚强的防御 能在它的两道分身 一道真身下逃脱 诡异的双手 化作魔刃 朝天穹护体杀来 哼 小小鸟人 该我反击了 苍穹地枪 变为苍穹地刀 迎着落下的鸟人一个横劈 无穷的刀缸化作半月 落入三个鸟人的脖子处 扑吃 两道分身被劈中后 化作黑雾消失不见 真身在劈中的瞬间 再次奋出两个分身 真身隐秘起来 分身被刀缸击碎 被重力禁锢的双腿 恢复了行动力 隐匿起来的鸟人 似乎从这里消失不见 不过 风九幽可不相信 一个恋恋不忘的邪魔 会如此乖巧离开 哒哒哒 一阵脚步声传来 只见一身白衣的凌羽 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风哥哥 你在干嘛 怎么拿大地发现 凌羽看到街道上一片狼藉 地上坑坑洼洼 惊讶到 风九幽愣了一下 上下打量了一番凌羽 盯得他脸色微红 他跺了跺脚 盈盈道 风哥哥 你干嘛这样盯着我 嘴巴上埋怨 心中莫名地开心起来 呃 你当真是凌羽 面对风九幽的质问 凌羽瞬间不乐意了 风哥哥 我不是凌羽 难道是雨林 从外观上 看跟凌羽一模一样 似乎没有半点差别 但在风九幽眼里 他容不得半点差错 这个屌人 可是至尊境巅峰的存在 在某种程度来说 远远比人类修仙者 至尊境巅峰危险多了 凌羽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在大海边上 见面的那块石头吗 风九幽冷不丁地冒了一句出来 凌羽离他不过两米的距离 凌羽僵了一下 随口回应道 风哥哥 我怎么不记得 此时 凌羽离风九幽 只有五十公分的距离 风哥哥 我喜欢你 凌羽鼓起勇气 对风九幽告白起来 风九幽愣了一下 露出奇怪的表情 凌羽的手 朝风九幽的脸蛋摸去 嘴角露出了一副得意的表情 第154章 杀鸟人 寻找到第一条线索 凌羽的微笑表情瞬间消失 那只摸风九幽俊脸的手 鲜血直冒 他露出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风哥哥 你为何要杀我 风九幽淡淡地看着微妙微笑的凌羽 嘴角露出一抹讥笑 邪魔 你伪装得天衣无缝 可惜 你知道人类的感情 更不知道人类的思想 去死吧 苍穹地剑轻轻一挥 口中念叨 一剑逍遥 归一 一剑逍遥战法 最后一招归一使出 刹那间 九龙城上空万剑齐发 万道剑气在空中纠缠后 合成一道毁灭星辰的力量落下 鲜羽脸色大变 哭泣道 风哥哥 你为何如此狠心 我恨你 剑气落下 鲜羽被劈成一团黑雾 紧接着 黑雾幻化出刚才那个鸟人 只见他翅膀被砍断了两对 整个鸟身看上去漆漆惨 结结结 风哥哥 你好狠心啊 我会让你变成我的魔奴 永世不得超胜 鸟人身上魔气翻滚 口中一直念叨 魔主在上 请赐予我灭杀人类的力量吧 阿门 突然 一道诡异的魔气冲天而降 注入到鸟人身上 原本消失的两对翅膀再次长了出来 气势比之前更加强大 似乎超越了至尊境巅峰的战力 达到混元境初期的水平 结结结 小哥哥 我要吃掉你 鸟人头顶出现一道巨大的六亿鸟人虚影 恐怖的气势扑面而来 卧槽 居然给我玩法箱 看老子不一脚踩死你 鸟人背后的法箱 一副屁腻天下的模样 充满着对风九幽的不屑 它起飞了 带着无穷的杀鸡落下 然而 正当它得意之际 风九幽发动了法天象地神通 一个高达几十丈的巨人出现在它面前 一双巨大的手朝它卧来 鸟人的法箱见状后 吓得瑟瑟发抖 最终它理智战胜了恐惧 分解成数道黑光 消失在风九幽的指尖 咦 小鸟 你跑啥 本公子没吃过烤鸟人 快到本公子的嘴里来 在它身体出现的瞬间 风九幽的大长腿 带着急风扫去 碰 鸟人被扫到广场中间的墙壁上 砸穿了数个石屋 倒在地上 双眼惊恐地看着那个高大几十丈的巨人 胆怯了 害怕了 风九幽腾空 一脚踩下 在即将被踩中的瞬间 鸟人分解成几缕黑烟 消失在原地 咦 看来本公子要放大招了 化地为牢 封锁天地 言出法随 一道弧形的气罩 封锁住了东街广场附近三十公里的范围 那几缕黑烟在空中汇合后 鸟人再次出现 不过 这次合体后 它脸色苍白起来 再也没之前意气风发的模样 它感觉到体内的魔气 疯狂在外涌 再一次分解成烟雾 无法做到了 我的地盘 我做主 小天使 不 小鸟人 快点给本公子滚过来 面对封九幽的怒斥 鸟人除了害怕外 还有浓浓的不甘 该死的人类 休想 它头也不回 朝三十公里外逃跑 黑烟寥寥 急速逃窜 碰 猛然撞到了气罩上 被反弹力摔倒了地上 它绝望了 体内的魔气所剩无几 只能沦为待宰的羔羊 该送你去见你的儿子了 封九幽的大脚从天而降 遮天蔽日下天空都黑了下来 不 一个大坑出现在地上 鸟人被踩成虚无 除了地上的血字 证明它来过外 再也找不到鸟人的痕迹 定 宿主灭沙至尊 近巅峰的摩天使一头 抱得一万年修为 鸟人死后 广场中央凭空出现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特的字样 封九幽一头雾水 难道这就是灭沙邪魔的奖励 小仙境世界 一点也不信啊 封九幽摇了摇头 朝南街走去 此时 西街广场处 林浩看得眼花缭乱 满嘴花花 一 二 整整十位女子 把她团团围住 各个角色 大长腿 身穿透明的沙衣 若隐若现 毫不分光 姐姐们 你们的衣服太矮眼了 能不能去掉 让本少爷看得够 哥哥哥 姐妹们 这位帅气公子 好坏坏哦 一个身穿红纱的女子 抖动着 划过一道波浪线 看得林浩大呼过瘾 姐妹们 既然帅气公子有这要求 我们为何不满足他呢 身穿黄沙的女子 身体一抖 那完美无暇的身躯 豁然出现 林浩的目光 再也离不开了 那完美的身段 那嗨嗨 让林浩心愿一马起来 公子 我来了 黄沙女子主动投怀送抱 那双春水般的眼睛 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林浩瞬间呆滞了 整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十个女子脸色大喜 互相对视了一眼后 纷纷朝她扑去 恨不得把她吃得干干净净 人呢 十个女子扑到的瞬间 扑了个空 大感意外 大姐 公子人呢 一位尚未极好的女子 大感惊讶 问了起来 头上白丝的女子 锯目一扫 扫尸了一圈 并没发现她的影子 嘴角流露出一抹冷意 她难道被传送走了 怎么可能 九龙城禁止传送离开 除非 一位大长腿女子 差点说漏嘴 立即抿住嘴 在我们十大魅魔的诱惑下 居然还有人类不受控制 一位小妇有八块腹肌的魅魔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白丝女子沉思起来 林浩的突然消失 打乱了她们的计划 小姐姐们 你们在找我 虚空中声音传来 林浩漂浮在虚空中 一脸细血地看着十女 公 白丝魅魔女子 阻止了尚未极好的魅魔 你什么时候发现 我们不是人类 你们难道是畜生 不 不 说你们是畜生 那是对畜生的侮辱 一群邪魔罢了 本公子杀了没有一千万 起码也有一百万吧 林浩缓缓地出现在 石头魅魔身边 笑嘻嘻地看着众魔 是吗 那你感受一下魅魔石阵吧 话音一落 身前的石头魅魔消失不见 空中不匹乱飞 广场周围弥漫着粉色气息 若隐若现中 出现了几十个美女的影子 哥哥了 相公 我在这里 透明的薄纱 挡不住身前的春光 几十个岔子烟红的女子 或躺在床上 身前大开 或坐在石头上 寒情默默 或泡在木桶里 若隐若现 或三五成群 跳起舞来 那一平一笑 充满了诱惑感 哇 你们太过分了 诱惑力度太弱了 麻烦你们再用点心 好不 你含情默默 表演得太过了 你若隐若现 露出不该漏的地方 还有你 泡澡为何不在前面 照上透明的沙帘 林浩一边点评 一边指出魅魔们的不足 气得石头魅魔脸色大变 该死的人类 敢如此羞辱我们 姐妹们 把他当作人宠 好好蹂躏他一番 第155章 十大魅魔 臣服林浩 眼看自己的魅魔 时震失笑 魅魔们纷纷变招 粉红色的气息 化作朵朵桃花落下 似乎有了一种 桃之夭夭的济世感 不错 这就漂亮多了 要是来一段桃花舞蹈 就完美了 林浩嘴角露出一丝嬉笑 穿插在阵法之中 一边进入 一边走出 完全不受阵法影响 什么魔影重重 魔气滔天 在他眼中跟空气一般 遇到他纷纷退让 桃花众若万钧 每一片叠加了十人的魔力 落下在林浩身上的瞬间 他直接误化 开什么玩笑 林浩乃不朽世家 林家嫡系大少爷 先天虚空鸿蒙体 看破虚妄 虚实转化 所有的进空 封锁 迷惑 阵法等 都对他无效 甚至 连领域 大道的禁锢 都对他无用 十个至尊镜巅峰的邪魔 在他眼里 跟没穿衣服一样 看得一清二楚 嗯 微胖的那头邪魔 你该减肥了 再不减肥 桃花都会被你压他了 还有大长腿那头邪魔 请注意把你的腿毛脱掉 太影响美观了 还有 以后本少爷在的时候 你们不要保持邪魔的长相 否则 鞭子伺候 林浩的口花花 彻底激怒了魅魔们 姐妹们 施展魅魔无相大法 镇压他 魅魔大姐话音一落 原本桃花如雨的魅魔石阵 转变为魅魔无相大法 一个个仙女踏空而来 神圣不可侵犯 这哪里还有魅魔的气息 活脱脱九天仙女 美得让人大呼过瘾 美得连林浩大感满意 一平一笑间 让天地失色 让日月无光 不错 真不错 时而妖娆 时而纯洁 本少爷正好去魅魔族的丫鬟 你们快快到本少爷的怀里来吧 林浩双手一伸 魅魔们全部不受控制 从天空中落下 魅魔无相大法 瞬间失效 一条条虚空法则 化作丝线 把他们全部缠住 以后你叫大魅 因为你很大 你以后叫长魅 因为你腿很长 林浩一个个开始重新取名字 惹得十个魅魔大为不满 你休想 我们临死不屈 想要羞辱我们 做梦 魅魔们释放想燃烧体内的精血 自爆 林浩怎么会让他们得逞 法则丝线化作鞭子 朝他们的屁股打去 那画面直接不能直视 每一道鞭子落下 他们原本反抗激烈表情 顿时变成了一副享受的模样 林浩彻底傻眼了 他们的叫声很奇怪 硬 嗯 大姐 她施展了什么妖法 为何我喜欢这种感觉 石妹 我也是这种感觉 抽打了一会儿后 魅魔们彻底沉服了 纷纷走到林浩面前 少爷 妹儿们有礼了 一个个乖巧的跟丫鬟一样 知道少爷的好了 过来揉揉肩膀 林浩取出一把椅子 坐了上去 十个魅魔开始按摩起来 不错 值得本少爷培养 只要乖乖听话 以后跟着本少爷吃香喝辣 岂不美哉 也不知道九幽兄弟如何了 林浩喝着鲜酿 跟度假似的 比起风九幽累死累活来说 他完美诠释了 秘境旅游的真谛 咦 林浩的目光所及之处 发现了一张令牌 大手一挥 令牌飞到手中 摊开一看 令牌一个鲜红的大字 等 这令牌什么意思 林浩一头雾水 朝魅魔们问道 少爷 我们也不知道 尚为极好的魅魔 轻言细语说道 他偷偷打量了一下林浩后 偷偷在他耳边吹了一个气 真可谓胆大妄为 也不怕被林浩就地正法 这边 林浩似乎遇到了麻烦 来到东街后 他遇到了几头 类似地狱犬的魔物 杀了半天才杀完 他并没走到东街广场处 没有发现那头鸟人 便转头朝南街走去 一头蝎子挡住了他的去路 蝎子浑身冒着黑气 咧着嘴 死死地盯着林浩 仿佛是他最渴望的猎物 口水滴答滴答 背后的尾巴竖了起来 该死的臭蝎子 你信不信我拿你去泡酒 林浩手中的长剑举了起来 恶心地看着眼前的蝎子 女人天生爱美 对于长相邪恶的魔物 甚是讨厌 就跟之前遇到的地狱犬魔物一样 林浩的话 让匍匐在地上的魔蝎子怒了 尾巴摆动起来 毒针宛若雨滴一般落下 白雾在毒针的穿刺下 发出刺刺的声音 该死 林浩胶手一动 一把蓝天色的雨伞出现在手中 撑开后形成一道气 罩把自己包裹进去 当当当 一阵刺刺的撞击声后 毒针全部掉到了地上 魔蝎子见到自己的攻击失效后 那只巨尾划着大地扫来 势必把林浩砸成肉泥 哼 焦气声从鼻孔传出 手中的蓝色伞消失不见 一柄大地下品地兵出现在手上 雨蝶化雨 灭魔 地兵轻轻一挥 一抹弧形的剑气 幻化成一只蝴蝶 闪动着翅膀朝魔蝎子杀去 巨尾与蝴蝶相撞 蝴蝶消失不见 但魔蝎子的巨尾却断了一截 林浩成圣攻击 常见如歌 剑气横飞 人若蝴蝶翩翩起舞 虚影出现在魔蝎子的四个方向 剑气之下 石板化成一道道巨大的沟壑 那只毒蝎子被绞成肉末 一团黑血没入了大地 发出呲呲的声音 臭蝎子 你是自找的 林浩看着地上的场景 撇了撇嘴 正打算继续朝南街走去 大大大 一阵脚步声传来 林浩回头一望 一抹帅气的身影出现在眼帘 风哥哥 林浩大喜露出娇羞的表情 突然 一遍发声 在林浩的正后方 虚空泛起一阵涟漪 一个拿着死神镰刀的邪魔 从虚空杀出 小心 风九幽咫尺天涯神通一开 人瞬移至林雨的背后 苍穹地刃顺势落下 当 死神镰刀与苍穹地刃相交 一阵火光溅起后 邪魔的死神镰刀 瞬间断成若干节 洒落到地上 邪魔瞬间愣住的瞬间 风九幽苍穹地刃横劈划过 来不及的躲闪的邪魔被劈中 强大的力量 把邪魔打退十米之远 咦 风九幽大为震惊 居然苍穹地刃 没有划过对方的肚子 仿佛砍到铠甲上 不由得怀疑起 苍穹地刃的地兵属性了 风哥哥 这个邪魔叫 黄泉金甲邪魔 整个魔区刀枪不入 号称地兵不破的存在 啥 风九幽露出惊讶的表情 怎么随便出来一头邪魔 都堪称牛逼轰轰的存在 还有 这个黄泉金甲邪魔 基本上没有罩门可破 除非有先天之宝的宝贝 才能破开他身上的防御 铃鱼眼中闪过一丝担心 先天之宝 堪称不朽家族的镇族之宝了 怎么会给不朽世家弟子使用 风九幽眼睛一洗 心中有了主意 结结结 人类 乖乖受死吧 黄泉金甲邪魔 幻化成一杆魔枪 朝风九幽 铃鱼杀来 这时 风九幽手中多了一座黑塔 看上去有点平凡 露出惊讶的表情 难道风哥哥 要用这座黑塔 解决黄泉金甲邪魔 这怎么可能 铃鱼内心暗道 进来吧 黄泉金甲邪魔 到本公子的魔塔中来 黑塔闪过一道白光 杀来的魔枪 瞬间消失不见 直接被先天混沌白塔给吞了 啊 该死的人类 放我出去 不求求你放过我 我愿意臣服 小塔内传来 黄泉金甲邪魔的惨叫声 惊得铃鱼眼睛睁得大大的 露出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风哥哥 你这黑塔 难道是先天黑塔 嗯 我也不知道 我在下界得到的 第一次使用 风九幽淡淡说道 似乎根本没当一回事 他当然不会告诉凌语 这是先天混沌白塔 风哥哥 你有这个黑塔 我相信 九龙城的邪魔都逃不掉了 第156章 谈多宝 逗魔猫 风九幽微微一笑 带着凌语 才南街广场走去 经过了魔蝎子的小插曲后 风九幽 有点一个坏坏的打算 遇到邪魔们 统统收进先天混沌白塔 前面几层正好空荡荡地 把他们关在里面 成为未来小弟们的试炼场 岂不妙哉 也不知道多宝那坑货怎么样了 吞天兔进化完成梅 见无双那小子 坐上见到大世界之主梅 对了 凌语 无上天有叫多宝道人的修仙者梅 风九幽 瞥了一样凌语后 开口问道 多宝道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怪名字 他长相如何 凌语略了略秀发 扑闪的双眸 闪烁着如蔚蓝的天空一样 清澈 迷人 呃 他原本叫宝宝道人 长得跟一个球一样 主要我想他了 风九幽一脸正经的胡说八道 他可是念念不忘 多宝坑了自己一把 那座移动藏宝库 怎么能轻易放过 一个长得像球的男子 鲫鱼脑袋开始运转起来 突然眼睛一亮 风哥哥 你说这个人好像万宝宝 肚子像个球 整天在外面卖宝贝 整天正是不做 游历万鉴 据说他有一个时空穿梭周 能无视上下界与屏障 可以从无上天穿越到下界 被很多人惦记 他太狡猾了 根本抓不住他 风九幽一愣 疑惑到 万宝宝 何许人 世人都不知道 他来自哪里 神秘得很 连天机仙宫都推演不出他的身份 来历 风九幽揉了揉眉间 不再追问多宝的事情 反而问起了天机仙宫之事 原来天机仙宫 在无上天地位超然 精通推演之术 凡是出现在无上天的人 发生的事情 他们都能推演出来 他们经营着 无上天最大的情报信息网络 只做情报生意 听到这里 风九幽一愣 心中隐约感到不妙 此时 在无上天的某个粉红的大床上 躺着一个肉球的男人 他正享受着 十个长相绝美的女子按摩 突然 他睁开了双眸 疑惑到 谁在背后说本宝宝的坏话 宝爷 你听错了吧 女子们抿嘴笑了起来 他还是觉得不安 从储物界里 摸出一面神秘的镜子 天剑 天剑 你快告诉我 谁是这世界上最帅的男人 天剑闪过一道白光 浮现出三个大字 风九幽 卧槽 天剑 你给主人一个面子好不 我兄长虽然帅 但是哪有我风流 多宝道人愤愤不平 对于天剑显示的答案 相当不满 天剑 天剑 你快告诉我 谁是这世界上最风流的男人 多宝道人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看了看身边的角色女子们 得意起来 天剑再一次闪烁起光芒来 两个清晰的大字 浮现在眼帘 零号 多宝道人再一次傻眼了 感情自己万人斩了 还比不过那个叫零号的男子 天剑 天剑 你快告诉我 是谁在背后说我话话 此时 天剑光芒闪烁后 三个金色的大字 出现在镜子中央 风九幽 卧槽 多宝道人身躯一麻 风流快活的兴致全无 兄长 你怎么对小弟穷追不舍啊 我前世欠你的吗 多宝道人一阵哆嗦 一想到自己 坑他进入魔窟 心里后怕起来 至尊道兵可是堵住啊 这可如何事后 不对啊 他不是在下界吗 我担心个球啊 为了以防万一 多宝再次问起天剑起来 天剑 天剑 我那风九幽兄长 现在在哪 这时 天剑一道光幕闪过 飘出八个大字 无上天 小仙境事件 啥 多宝道人 直接从大床上滚到了地下 大呼道 天杀的兄长 你怎么这么快 追到无上天来了 美人们 宝宝大妖走了 再见 赤裸半身的多宝 召唤出一头飞天猪 骑着便消失在了天际 这边 风九幽 凌雨来到了南大街广场处 斑驳的石板路 在迷雾中 显得格外诡异 看不清前方的路 两边的石屋 隐没于迷雾之中 从屋顶的造型 能简单判断出他们的存在 目光所及之处 皆为迷雾 突然 中心雕塑处 传来咔嚓的声音 仿佛有神怪物苏醒一般 传出节节节的声音 大大大 脚步声从迷雾深处传来 从脚步判断 感觉像列队的士兵 喵 迷雾中泛起连衣 一双泛着红光的猫眼 落入风九幽 凌雨的眼帘中 凌雨脸色凝重起来 身躯往风九幽身边靠了靠 他似乎对猫之类的魔物 有点畏惧 男的 杀掉 女的 人宠 那只诡异的魔猫口吐人言 传出沙哑的声音来 此时 迷雾中走出来一队骷髅军队 他们眼眶中烂火在燃烧 通体如白玉 手持泛着黑气的骨刀 清一色至尊敬的骷髅 魔器盘旋在他们头顶 一层层的魔器扑面来 魔精骷髅军 凌雨大惊起来 风九幽皱了揍眉头 不知凌雨为何打惊 风哥哥 魔精骷髅军 是骷髅邪魔的一只 以沙法力著称 免疫物理攻击 非天生雷电 修仙者不可敌 他们就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打碎了还会重组 只要他们出现的地方 寸草不生 万物俱灭 怪不得凌雨不拔剑 原来这些是打不死的小强啊 风九幽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看得凌雨一头雾水 你说 我是收进黑塔好呢 风九幽说了句似懂非懂的话 更让凌雨仗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算了 这都是宝贝啊 统统到本公子黑塔来 手一挥 先天混沌白塔飞了出来 悬浮在空中 泛起一阵阵白光 强大的牵引力 覆盖在那一对魔精骷髅军上 瞬间被收进了 白塔二层空间 那只魔猫惊呆了 星红的双目 死死地盯着风九幽 发出诡异的怒吼声 还我魔精骷髅军 突然 魔猫消失在迷雾中 仿佛从未出现过 连神识都不能发现他的存在 难道他逃跑了 紧张想星弦放了下来 凌雨一脸羡慕地盯着风九幽 没想到他居然有天生克制邪魔的黑塔 小心 风哥哥 凌雨偷看风九幽时 在他的脑后 虚空出现一道涟漪 一只猫爪从虚空伸了出来 对着风九幽的脑袋拍下 千军一发 危急失分 天穷护体发动 猫爪落到护体上 一道反弹力出现 砰 魔猫被反弹几十米远 虚空寸寸破碎开来 魔猫露出了身形 他一脸恐惧地盯着风九幽 只要你交出我的魔精骷髅君 我便退去 魔猫发出认输的声音 我要是不能 风九幽细血地看着魔猫 手心中泛起了雷电 原本打算殊死搏斗的他 瞬间傻眼了 不止他傻眼 连凌雨也呆滞了 风哥哥 他居然会玩雷电 他不是先天无暇混沌体吗 怎么还带雷电属性 凌雨的内心 被打击了一千次 他乃先天冰清玉骨体 掌控水相关的水 气 雾 冰等元素 真正的绝带妖孽 但跟风九幽比起来 似乎弱了一些 真不愧是九天十地 最强的修炼体质 那双满含春水的双眸 此刻显得更深了 我 我投降 魔猫举起爪子 做出投降的动作 眼睛里却闪过一道阴霾 这就乖了吗 快到本公子的怀里来 风九幽大摇大摆地 朝魔猫走去 离他还有两米的距离时 突然 魔猫口吐人言 节节节地笑了起来 人类小儿 想要本王做奴隶 你配吗 给本王死来 第157章 白塔收魔猫 刹那间 魔猫奋出两只魔猫分身 一同对风九幽发起了攻击 风九幽左右 前三个方向 出现密密麻麻的猫爪须影 风生猫力 空中接猫 猫影闪烁 爪影分之踏来 耳边传来呼啸且诡异的魔鹰 魔猫分身大法 身旁的灵羽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这只猫 居然会掌控分身大法 虽不及传说中的 遗弃化三清分身术 但也是修仙界难得的分身术之一 传说魔猫分身大法 是天地间第一头先天祖猫所创 修至大成后 猫便有了27条命 很难被杀死 节节节 雷电算个屁 小小人类臣服吧 狂傲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魔猫从虚空中近 又从虚空中出 风九幽 灵羽的神石 居然跟不上她的身影 玩弱蛟龙 动弱狡兔 魔猫游走在风九幽四面八方 迟迟为发动攻击 她的智慧齐高 风九幽给她的威胁太大 看上去境界垃圾 可体内蕴藏的力量 可以轻易把她摧毁 她之所以要使出魔猫分身大法 其目的不过带给风九幽强大的压迫力 让她露出破绽后 一击必杀 风九幽微一笑 双眼紧闭起来 让虚空中的魔猫一脸猛逼 她不会放弃抵抗了吧 猫猫拳 杀 三只魔猫 快速在风九幽身边游走 突然 三只猫爪凝聚成拳 对着风九幽的脑袋 丹田 心脏 发起猛烈攻击 虚空断裂 阴暴不绝 猫拳刚落下 淋于脸上闪过一道笔遗 果然 在猫猫拳落下的瞬间 风九幽天穷护体再次发动 一道气罩出现在身上 三道猫拳打在了棉花上 紧接着 强大的反弹力出现 碰 猫猫疾分身 被弹飞了几十米远 撞到了一片片石屋 这怎么可能 躺在地上的猫猫露出人性化的表情 对于被反弹这一世耿耿于怀 无往不利的猫猫拳 居然被对方轻易瓦解了 小猫咪 你这么不听话 看来需要你 进入黑塔中操练操练 风九幽消失在淋雨身边 出现在猫猫面前 吓得她赶紧钻进虚空 打算逃跑 然而 一座牢笼落下 猫猫钻了个寂寞 碰 进入虚空中的猫猫 撞到了化地围牢的屏障 被弹到地上 你你使出了什么妖法 猫猫全身的毛竖了起来 她感觉到体力的力量流失了一半 分身早已合体 此刻的她 微米不振 惊恐地看着风九幽 妖法 不不不 这是神通 风九幽一步十米 出现在猫猫面前 掌印世界落下 啪啪啪 她毫无招架之力 被打得嗷嗷大叫 别打了 我投降 魔毛苦兮兮的 双眼泛着泪光 看得化地围牢外面的凌羽 目瞪口呆 神通 作为凌家的第二妖怪 至今都还没掌握到一条神通 才领悟了一条 水龙升天神通的雏形 这还是她进入九天玄冰之地参悟的 只能使出虚影 还不能凝聚成实体 比起风九幽 随手召唤出一座牢笼来 差了不止一条江的距离 风哥哥 你要不要这么妖腻啊 凌羽心中 无语到了极点 神通 法则 都是大道的运用 风九幽居然在渡截境之前都掌控了 这说出去 还不吓死多少人 小猫咪 我觉得你不老实 还是让小白好好操练你吧 白塔一道光芒 照在魔猫身上 瞬间被收进了白塔二层 里面隐约传出魔猫的凄惨叫声 凌羽的眼神 看风九幽 更加不对劲了 崇拜 爱慕 写在那张红彤彤的脸蛋上 风九幽假装没看到一样 朝广场中心走去 果然不出意外 一个令牌闪烁着光芒 躺在石阶上 令牌的中央写着 大 两人又是一头雾水 不明白令牌的含义是什么 风哥哥 我们是不是要收集这个令牌 才能走出九龙城 凌羽的高智商终于开窍了 风九幽点了点头 东街 我找到一块特子令牌 现在又找到一块大子令牌 应该还有两到三块令牌 几块令牌收集完成后 应该有提示 西北我哥哥去寻找了 应该获得了 我们去找哥哥吧 凌羽想了想 还是想找到凌号 看看三块令牌 能组成什么字符 说不定会有指向性 好 风九幽不假思索点了点头 两人返回指中心点 朝西边走去 不过 在他们朝西边走的一瞬间 中心迷雾处 闪过一丝波动 并没被两人发现 妹三 你的手法要轻柔一点 嗯 怎么说呢 就像春风拂面那样 懂吗 凌号刚喝下千年的仙酿 便对柔角的妹三提醒道 少爷 我知道了 妹三那双胶滴滴的小手 轻轻地在凌号的大腿上轻柔起来 那力度跟没按摩一样 凌号满意地笑了起来 不错 就是这样 妹六 少爷的脸有点疲惫 给少爷揉揉 是 少爷 妹六身材极好 仿佛从漫画中走出来一样 他站在凌号身前 那一双雪白的小手 开始按摩起凌号的脸 那一抹香气扑鼻 那一抹柔软扶过 凌号好不痛快 生活赛神仙 只限凌号不献仙 哒哒哒 风九幽 凌羽的脚步声传来 凌号不用看 便知道两人的到来 九幽兄弟 要不要过来 享受一下极品按摩 两人被凌号的骚操作惊呆了 我们是来历练的 还是来度假旅游的 十个身穿薄纱的魅魔 若隐若现的身躯 风情万种 又诡异 又一样 最关键的是 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张小床 躺在上面 享受着十个魅魔的按摩 跟他们在东街 拦接薄纱邪魔 完全是另一重天地 凌羽瞬间脸红了起来 跺了跺脚 柳梅倒数道 凌号 你还不收起 你的风流兴致来 不准带坏风哥哥 凌号阻止了魅魔的按摩动作 爬了起来 看着大为不满的凌羽 长叹一声道 傻妹妹 人不风流往少年 九幽兄弟正直少年 你管得月景 他反而会在外面偷心 听哥哥的话 男人吗 还是要散养的好 风九幽脑门瞬间黑了一条线 心中对凌号鄙视了一万次 你风流不要把我拉下水 本公子经过社会的毒打 一夫一妻制 早刻在了脑海中 凌号 你信不信我告诉老娘 让他好好收拾你 凌羽顿时火冒三丈 他哥哥什么都好 就风流着毛病改不了 对付他 只有靠老娘出马 别啊 好妹妹 大不了我把魅魔送给九幽兄弟 凌号慌了 他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他老娘一声令下 想起他老娘的威猛 身体还在发出 这次要不是找借口说 找到了风九幽 他怎么出得来 怎么会过得如此惬意 得了 魅魔还是你自己想用吧 我可养不起 第158章 特等大奖 神秘的奖励 三人会合后 各自讲起了几条街道的情况 风九幽摸出特 大字令牌 凌号摸出了等字令牌 三个令牌合在一起后 便出现了特等大三个字 凌号 凌羽一头雾水 风九幽眼中却闪过一道光芒 难道令牌是四张 合起来是特等大奖 什么 凌号 凌羽一口同声道 这只是我的猜测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这四个字 走吧 我们应该错过了某个地方 风九幽在两人的惊讶中 转身朝中央街道走去 九幽兄弟 等到我 两人随后跟了上来 白色的迷雾依然未退去 九龙城在白雾中隐去 此时 27个面具人来到了九龙城外面 不过他们并没找到进入九龙城的通道 仿佛整个九龙城消失了一般 大为震惊 他应该在这里 一个面具人手中的罗盘 闪烁着一道人形虚影 隐约中跟风九幽很像 这里就是九龙城 众人疑惑道 这里不是一座城吗 怎么消失不见 难道风九幽被困在了里面 一名手握利刃的面具人猜测道 应该是 我们隐藏在这里 等他出来时 给他致命一击 是 请客间 27名面具人 捏碎了手中的隐身符 全部消失不见 这边 风九幽三人来到了中央街道广场 迷雾从生 伸手不见五指 诡异的笑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结结结 三个人类 快到本王嘴里来 零号双眸蓝光闪烁 隐藏在虚空邪魔一览无余 只见他手轻轻一挥 一个身穿红色披风的邪魔 出现在众人眼前 你你怎么肯能让我现行 红色披风下的邪魔 透明 看不见身形 却发出紧张 怪异的声音 切 隐魔 别以为你是透明的 本少爷就抓不住你 零号消失不见 出现在红色披风前面 手掌轻轻一挥 碰 隐魔从空中掉落下来 石板被砸碎 隐魔发出一声惨叫 啊 混蛋 我把你变成我的奴隶 只见虚空中泛起一阵涟漪后 隐魔瞬间消失不见 连同红色披风也看不到了 咦 零号大感震惊 居然引入了虚空中 酒悠兄弟 这头隐魔 你要不要 风酒悠一直在观察隐魔 要是把他收下来 用去打探消息 刺杀敌人 岂不妙哉 嗯 我正好缺一个打探消息的奴仆 就是他了 零号笑了笑 开玩笑道 要不 我把他抓来送给你 风酒悠嘴角微微抽搐 摇了摇头 到 自己动手风衣足时 在零号惊讶中 风酒悠消失不见 突然 中央街道广场 仿佛被禁锢一般 一座牢笼出现 连同虚空一同关了进来 哥 你知道这是哪种神通吗 风酒悠第三次使出化地为牢 每一次都让凌羽震惊不已 零号环视了一圈后 说道 好像是关于空间封锁之类的神通 类似领域 比领域更加强大 酒悠兄弟太变态了 随随便便都能使出神通 你哥哥我被打击了 我至今不过只能使出一种 妹妹 快来安慰一下哥哥 铃鱼鄙视地瞪了一眼零号 朝空中望去 风酒悠在灯天靴的加持下 腾空而立 只见她的手轻轻 朝虚空一抓 一个红披风 被风酒悠抓了出来 狠狠地砸在大地上 啊 该死的 你怎么发现我的 隐魔无影无形 地板上多了一个大坑 她发出惊讶的声音 我的地盘我做主 隐魔欢迎来到化地为牢 风酒悠轻飘飘落下 平时看了一眼零号 笑道 约天凶 如何 零号翻了翻白眼 一阵无语 自己原本打算给她露一手 没想到她轻松就抓住了隐魔 隐魔 你让小白好好操练你吧 仙天混沌白塔一吸 隐魔被收了进去 紧接着 里面传来隐魔的惨叫声 不 不要再打了 我投降 我认输 林语 零号对视了一眼 没想到风酒悠 还有仙天宝塔 人比人气死人啊 他们两个 作为林家最妖孽的天才 何曾拥有过仙天之物 酒悠兄弟 你手上的是仙天黑塔 我不知道 下界偶然得到了 风酒悠把玩了一番后 收入了丹田世界 林浩心中被暴击了9999次 风酒悠在下界 便能随便得到仙天宝塔 让她这个绝世妖孽面子 掉落一地 在林浩备受打击的同时 中央广场的台阶上 出现最后一张令牌 林语见状 拾了起来 令牌的中央 赫然一个大字 讲 风酒悠 林浩走到跟前 拿出手中的令牌 合在一起后 果然是风酒悠猜测的那四个字 特等大奖 这 三人面面相去 打了半天爆出的令牌 居然是这四个字 风酒悠瞥了一下 发现四个令牌 可以拼凑在一起 在风酒悠的操作下 四个令牌 拼凑成了一个大令牌 拼凑完成的瞬间 令牌光芒大作 光线没入中央广场 一块石碑上 一道虚影 从石碑上 缓缓升起 一派先锋盗鼓的模样 他看着风酒悠三人 满意地点了点头 恭喜三位 完成九龙城史诗 及闯关任务 收集完成 特等大奖令牌 可以得到我的专属奖励 无上大地破镜单 水之道仓物图 藏宝图三选一 你们三人准备好了吗 只见虚影手掌轻轻一挥 隐藏在石碑下方的三样物品 腾空而起 出现在虚空中 风酒悠看了看 林浩两兄妹 试一道 约天兄 林宇 你们先选吧 对于出现的三样物品 风酒悠并不在意 自己杀敌便能兑换 而且比这些更加强大 这怎么好意思呢 林浩嘴巴上说不好意思 实际上手抓住了那枚大地破镜单 上面写着无瑕二字 无瑕级别的大地破镜单 有着三成的几率 破图大地屏障 风哥哥 要不水之道仓物图给你吧 林宇还没做出选择 大道仓物图 对于不朽家族来说 都是西式珍宝 风酒悠先添无瑕混沌体 先天道胎仙元神 再配合大道之书 先天混沌白塔 对于仓物大道来说 轻而易举 水之道仓物图 虽然绝世真品 但对于风酒悠来说 无关紧 风酒悠摇了摇头 不 水之道仓物图虽好 但我比不需要 它乃五行大道之一的水道 跟你的仓天冰清玉骨体贴合 还是给你吧 风酒悠伸手抓住了那个地图 不过只是地图的一角 这 林宇眼中闪过一丝感动 这大道仓物图举世罕见 对每一个仙宫 不朽家族来说都是至宝 它能更好地指引修仙者参悟大道 相当于开启大道的钥匙 风酒悠居然不稀罕 如此高风亮节 不得不让它钦佩 它哪里知道 风酒悠有大道之书 先天混沌白塔 这些作弊利器 把林宇感动得一塌糊涂 林皓瞟了一眼风酒悠 心中大为满意 暗道 不愧是我林月天的兄弟 妹妹 你可要抓紧点 生米煮成熟饭才行啊 先锋盗鼓的老头虚影 看着三人都选择自己的物品 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三位恭喜选择自己的宝物 九龙城游戏结束 蛟龙墓 狮魔谷 精灵谷 逐一开启 欢迎你们去闯关 老头的虚影消失不见 只留下最后的回应 第159章 九龙城外 杀手浮诛 九龙城的迷雾消散 那些躲在迷雾中的食屋 街道 清晰出现在三人眼前 至于这个神秘的老头是谁 依然没有答案 既然称之为小仙境世界 自然有着它的运行规律 相信闯过后面三处后 一定会真相大白 让林皓 林雨惊喜的是 没想到九龙潭这个小仙境世界 居然还是个史诗级秘境 史诗级秘境的标配 帝兵 帝金 帝药 大道徒等 既然出现了帝药 大道徒 自然会引起各大势力的抢夺 注定了三人一行不会太平 九幽兄弟 你是我们的幸运星啊 果真先天 果真你是上天眷顾的气运之人 林皓的手靠着风九幽的肩膀 两人勾肩搭背地聊了起来 约天兄弟 这不是你带我来的吗 你才是气运之人 风九幽刚飞升 对吴上天一无所知 更不知道九龙潭有小仙境 更不知道 闯过九龙城会获得地级丹药 大道徒这类西式宝贝 三人刚走出九龙城 顿时停了下来 林皓嘴角 露出一抹异样的笑容 九幽兄弟 要不我们俩比赛一番 看谁杀得多 好啊 风九幽点了点头 手中的苍穹地刃出现 惊得两人瞠目结舌 风哥哥 你打劫了一座传说级藏宝库吗 两人完全没想到 风九幽居然有地兵 而且是那种全属性的 散发着特殊属性的地兵 虽是下品地兵 它的价值不在中品之下 你说这柄苍穹地刃 风九幽看了一眼淋雨 林皓撇嘴道 嗯 在下界获得的 林皓摇了摇头 嬉笑道 九幽兄弟 就算你有地兵 也不一定杀得有我快我 话音一落 手中是雨扇一展开 轻轻对着虚空一扇 一道扇光 没入虚空中 虚空传来咔嚓的响声 紧接着 27个面具人 出现在三人眼帘中 你是何人 为何精通虚空隐秘之术 领头的面具人 眼神闪过一丝畏惧 能破解隐秘术的人 能是一般人 反正他们没见过 我是什么人 杀你们的人 林皓人处无害地笑了起来 整个身体虚化 消失不见 小心 领头的面具人 紧张起来 27个面具人 手中的长刀 长剑举了起来 观察着周边情况 突然 虚空中伸出一道手掌 朝他们拍下 强大的掌势落下 虚空传出 琵琶的响声 情急之下 领头的面具人 大喝道 四象合击阵 分散开来 莫然 一只大象虚影 出现在众人头顶 脚踏虚空 头顶苍天 小小四象 死了 晴天剧长下 大象扛了不到一个呼吸时间 瞬间崩塌 不 27个面具人 被打进了大地 多了27个人形坑洞 全部奄奄一息 你究竟是何人 大口吐着鲜血的面具人首领 死死地盯着 从虚空中飘然而下的灵号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小小的南狱兵 南荒界界兵 以为戴上面具 本少爷就认不出你们了 面具人们露出惊悚的表情 他居然能看穿他们的面具 服饰 九幽兄弟 这些应该都是 来找你麻烦的 交给你除脸 林浩瞥了一眼风九幽后 走到一边手中的小顶一拍 十个魅魔出现在他身边 再一次享受起魅魔的按摩 淋雨无语地看着林浩 又看了看风九幽 内心暗道 还是风哥哥好 不沾花惹草 风九幽走到坑洞前 看着躺在里面的27人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手隔空一抓 他们储物界飞到手上 抹掉他们在储物界上的神石 啊 疼得他们感觉被撕裂神魂一般 嗷嗷大叫 修仙者没死之前 强制抹掉储物界的神石 对原主人造成的伤害 就跟拿着刀片割小鸟一样 储物界的神石接触后 里面的南玉玉斧令牌 南荒界界斧令牌掉落出来 谁派你们来杀我的 风九幽那双冷冰的双眸 吓得众人心坠入了深渊 背后冷汗直冒 面具人们不语 受过专业培训的他们 是不会轻易告知雇主的秘密 我知道你们是杀手 嘴巴很硬 你们会告诉我想知道的 隐魔出来 好好炮制他们 风九幽嘴角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 手一挥 一个身穿红披风的隐魔出现 好的 主人 他恭恭敬敬地半跪在地上 虽看不清他现在的模样 但此刻他的态度说明了一切 小白的凶残的阴影 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也不知道小白是怎么收拾他的 见到红皮肤的隐魔 面具人们再也无法淡定了 面具下 那双恐惧的双目 像看到鬼一样 你 你不要过来 结结结 赶来杀我的主人 让我好好炮制你们吧 隐魔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诡异 浸入心底 让他们头皮直竖 脸上的冷汗 从面具下花花流出 突然 红披风出现在他们头顶 一道红光 没入手领的脑袋 啊 撕裂的惨叫声响了起来 首领抱头惨叫 在地上滚来滚去 吓得其余二十六人 瞠目结舌 肝胆剧烈 我说 我说 首领再也忍受不了 隐魔的折磨 这种钻入脑海中 撕裂神魂 谁能忍受 我们南狱 南荒界 受到摇池先攻的指示 来捉 抓你的 二十七个至尊镜 应该值不少修为吧 风九幽突然冒了一句 让他们绝望的话 隐魔 回来 我要手刃他们 风九幽担心隐魔 把他们给吃了 这可都是自己的修为啊 好的 主人 隐魔带着不甘心 回到了先天混沌白塔里 好了 带送你们下地狱了 至于里面背后的南荒界界主 南狱狱主 本公子也会找他们一一算账 苍穹地刃抬了起来 恐怖的杀鸡 没入众人的心头 不 一道剑气落下 二十七颗头颅冲天起 血蛛入拳 在地上形成一个星形的圆圈 刚逃出来的仙元神 狠地盯着风九幽 风九幽 你个通缉犯 你等着无上 天意义修仙者的追杀吧 是吗 可惜你们看不到了 风九幽手一挥 一座牢笼出现 把二十七个仙元神 关在了里面 不好 顺一逃跑 领头首领说完后 众仙元神施展元神顺一数 发现他们无论如何瞬移 都无法离开这座牢笼 风九幽 我们愿意臣服你 希望你放 我们一条生路 众仙元神感觉到 元神里面的魂力逐渐消失 要是再这样下去 都会消失在无上天 连投胎 夺射的机会都没了 可惜 我不答应 风九幽手一抓 题内的仙天道胎仙元神 露出渴望的表情 顺着风九幽的双手 化作一道道丝线把 二十七个仙元神缠住 不 肉眼可见 他们纷纷消失在牢笼中 让仙天道胎仙元神 饱餐了一顿 甚至听到他打宝格的声音 定 恭喜宿主灭杀二十七个杀手 报得两万年修为 累计一百九十二点七万年修为 零号 灵雨呆滞地看着风九幽 好奇道 九幽兄弟 你施展的什么邪术 又是牢笼神通 又是吸收仙元神 你不怕无上天修仙者 把你当成邪魔抓起来 都已经为敌了 还用担心 风九幽嘴角笑道 转身朝蛟龙墓方向走去 第160章 蛟龙墓学御亡灵 二呀 你说蛟龙墓里面有蛟龙谷 蛟龙鞭 蛟龙墓石碑前 一个双眼熏黑 睡眼朦胧的男子 带着贪恋看着黄二鸭 问道 李公子 当然是真的 我在一本古老的杂书上看见的 据说蛟龙墓学里面 有叫蛟龙谷 蛟龙鞭 蛟龙谷可是炼制成至尊道兵的原材料 价值上亿极品仙石 至于蛟龙边就更不得了了 不但可以让男人焕发青春 宝刀不老 还是至尊级龙象丹的最主要的材料 黄二鸭满眼放着春光 把李公子勾得三魂掉了两魂 恨不得把他拉进仙府里面 好好联系一番 不过 看到蛟龙墓学即将开放 他收起了这方面的打算 等到探索完蛟龙墓学 得好好享受一番 黄二鸭那娇人的身段 李公子背后的一众弟子 纷纷露出羡慕的表情 没想到大师兄刚出山门 大师里纷纷赶到了蛟龙墓前 一眼望去 足足有好几百人 不过 黄二鸭似乎并不担心 反而挑衅地看了看穆尔 洛宇两人 故意用那对巍蛾碰撞了一下李林的手臂 让李林大感舒坦 贱人 以为傍上普化仙门的弟子 屁股就翘上天了吗 穆尔 心中一顿恼怒 暗自骂道 洛宇也好不到那里去 三人 虽然平时经常在一起赌斗 可并不是那种闺蜜之间的好友 反而是竞争对手 哒哒哒 一阵脚步声传来 在场的几百万文声纷纷望去 风九幽 林浩 林雨三人缓缓走来 两个帅气逼人 让在场的男修仙者们 纷纷失去了光彩 女人倾国倾城 国色天香 让原本自傲的黄二鸭 木尔 洛宇等人 纷纷嫉妒起来 李林的目光落下了林雨的脸上 心中惊为天人 黄二鸭对比起来 就跟一个丫鬟似的 心中对她的爱恋 瞬间转移到了林雨的身上 她嫌弃地甩开黄二鸭的小手 朝林雨走去 气得黄二鸭双脚跺地 愤愤不平 心中对林雨的嫉恨 拉伸到极致 旁边的落雨 木尔看到黄二鸭吃扁 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本人普化仙门 真传弟子李林 见过仙子 李林自傲地站在三人面前 赤裸裸地盯着林雨 自我介绍起来 林雨眼底 闪过一丝厌恶 好狗不挡落 给我让开 原本信心满满 自己搬出背景后 这个角色女子 会主动投怀送抱 让自己好好联系一番 没想到她直接一句话 让她从自我美好的美梦中 被泼了一盆冷水 仙子 本人乃普化仙门真传弟子 你为何如此无礼 满脸热情的李林 脸色冷了下来 在整个南荒界 没有人敢不给自己面子 普化仙门是南荒界 当之无愧的巨无霸 普化仙门 什么玩意儿 给本少爷爬开 你再敢缠着我妹妹 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面对垃圾宙门弟子的纠缠 林浩大感不悦 当着本少爷的面 想抛自己的妹妹 就凭一个垃圾仙门的弟子 他配吗 刷 林浩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了 黄二鸭 洛宇 木尔三人顿时一喜 周围的修仙者们 纷纷看起戏来起来 普化仙门的十几名弟子 当然不乐意了 在李林还没开口时 纷纷叫嚣起来 呦 胆子挺肥啊 敢丢普化仙门无礼 还敢威胁李林师兄 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 他们估计是那个偏远小岛上的土著 没见识过仙门的厉害吧 李林师兄 男的杀掉 女的兄弟们一起享用 林浩顿时勃然大怒 普化仙门 从今天起 南荒界除名 一道白光掠过 快如光速 只见剑气落下 如骂他的普化仙门弟子 纷纷化作血雨 消散在空中 连仙元神都无法逃出来 吓得李林整个人待着在原地 两个裤脚流出两团黄色的液体 惊恐地看着淋雨 对 对不起 仙子 李林直接跪在地上 他提不起半点反抗之心 诡异的杀气 恐怖的剑气 还有他看不清的身法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仙门所能具备的 至少他是仙宫 道宫的弟子 一个南荒界的二流门派 在他们眼里跟蚂蚁一样弱 为了保命 他不得不跪在地上求饶 黄而鸭等人脸色大变 他自以为的大靠山 居然跪在他们最看不起的淋雨脚下 这个世界疯了 还是李林疯了 对不起要是有用的话 要杀戮干嘛 淋雨不给他任何活命的机会 常见一条 一条水龙盘旋落下 恐怖的气势 逼得众人一退再退 不 李林惨叫起来 只见水龙落下 一口把他吞了进去 化作一团血雨降落 完了 黄而鸭三女内心想到一个答案 之前三人跟淋雨对赌的时候 可没少得罪淋雨 哪曾想到淋雨如此恐怖 甚至他背后那个男人更加恐怖 三人大感不妙 不过 当他们瞥见风九幽时 不约而同露出奇怪的表情 紧张的气氛弥漫在蛟龙墓前 所有的男皇界修仙者者 纷纷对淋雨等人警惕起来 他不只是一朵带刺花 更是让人绝望的一朵花 咔嚓 一道墓碑转动的声音 打破了现场的安静 进入蛟龙墓学的通道 出现在众人面前 冲啊 蛟龙墓开启了 一道声音响起后 众人纷纷跳进蛟龙墓的入学洞口 黄二鸭回头看了一眼风九幽后 也跟着众人跳了进去 不一会儿 密密麻麻的人群 只剩下风九幽三人 走吧 三人对视了一眼后 踏进了蛟龙墓学黑洞 约莫过了几十秒 落地后 风九幽发现 灵号 灵雨并没有在 莫非 进入蛟龙墓是随机的 同时进入墓学的灵号 出现在了最北边 灵雨出现在了最南边 而风九幽 则出现在了最东边 蛟龙墓别有洞天 有一个小世界那么大 不过 里面都是雾沉沉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迷雾 神石也看不穿二十米远 一眼望去 到处都是墓地 坟场 看上去诡异之极 啊 一声惨叫声划破天际 从风九幽前方百米处传来 风九幽愣了一下后 朝前方一百米走去 咔嚓 碎裂的声音从脚底传来 低头一看 居然踩到了一个骷髅身上 还把它给踩碎了 这不会过了几百万年吧 按理来说 一般的骷髅 是很难被人力所踩碎 只有那些经过了 漫长岁月的骷髅 没有特殊场景下 自然会变成粉末 真会气 风九幽摇了摇头 朝叫声处走去 一个修仙者 正被一群亡灵骑士给分尸了 刚跑出处的仙缘神 被亡灵骑士们的幽灵之火 团团围住 根本动弹不得 咔嚓 风九幽踩着骷髅走了过来 巨大的响声惊动了亡灵们 先佑 救我 第161章 黄二鸭的阴谋 刷 咔嚓 一群亡灵骑士扭动脖子 朝风九幽看来 幽灵之火疯狂跳动 发出奇怪的声响 似乎在达成某种共识 风九幽双手一摊 无奈道 你们继续 我只不过是个路人 先佑 你见死不救 枉为修仙者 那个仙缘神体怒吼起来 对风九幽见死不救 相当不满 我有义务救你 我是你爹 风九幽鄙视地 看了一眼发怒的仙缘神体 无动于衷地处在那里 风九幽 你以为你出去后就能活 哈哈 啊 那个仙缘神一声惨叫后 被一群亡灵骑士 给吞噬得干干净净 风九幽愣了一下 自己果然被南荒界的修仙者 认出来了 哼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正好都变成我的修为 南荒界界主 等本公子离开九龙潭 就是你的末日 风九幽双眸中闪过一道木火 没想到小小南荒界界主 居然敢充当摇池仙宫的前卒子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咚咚咚 一群亡灵骑士 骑着骷髅马朝风九幽杀了过来 鼓刀在空中烈烈作响 骷髅马在地上 溅起一阵火花 大地在颤抖 大地在撕裂 刀锋落下 风九幽消失不见 劈中了虚影后 鼓刀在地上 拉出一道长长的痕迹 亡灵骑士们傻眼了 纷纷朝四周望去 发现风九幽气息消失不见 根本感受不到生灵的气息 顿时大感意外 亡灵小儿们 让你们享受一下 紫霄神类的威力吧 在他们头顶十多米的半空中 风九幽细血地 看着底下的一群亡灵骑士们 刹那间 上空紫色雷电翻滚 恐怖的气息铺天盖地落下 亡灵骑士们 眼眶中的幽灵鬼火 瑟瑟发抖起来 幻化成人形鬼脸 露出惊恐的表情 紫雷滚滚 传遍了整个蛟龙墓穴 惊得无数修仙者胆战心惊 零号 灵雨抬头望去 迷雾的空中紫色雷电翻涌 里面蕴藏着风九幽的气息 零号呢喃道 九幽兄弟 你个大变态 居然还掌控了雷电神通 这就是先天无瑕混沌体的 吊炸天所在吗 这边 劈啪 紫色神雷倾泻落下 密密麻麻的闪电 落在亡灵骑士身上 幽冥鬼火瞬间消失 亡灵骑士们 纷纷被雷电劈成粉末 散落一地 定 恭喜宿主灭杀至尊敬初期 亡灵骑士十五头 保得十五万年修为 风九幽脸色一喜 二百零七万年修为了 可以兑换千变万化地金了 系统 给我兑换千变万化地金 为了应付接下来的追杀 风九幽不得不未雨绸缪 兑换千变万化地金不是为了逃跑 是为了更好的反杀 宿主 千变万化地金兑换并领悟完成 扣除二百万年修为后 剩余七点八万年修为 风九幽有如醍醐灌斑 千变万化有如参悟了几十万年时的 全部融汇贯通 突然 一只亡灵骑士出现 无论从外形 还是气息都一模一样 紧接着 风九幽变成零号的模样 那气质 气息一模一样 估计连灵语都无法分辨 剑无双 多宝道人等一一变化个够 毫无破绽 不错 非常实用 有了这个辅助地金后 行走无上天 自己更有把握了 在蛟龙墓穴的一座山峰上 黄二鸭 木瓦 洛宇 还有一个威严的男子 一名美艳的女人 正在密谋起来 万公子 事情就是这样的 黄二鸭恭恭敬敬地 对着威丫的男子行礼道 风九幽身边跟了一个叫林宇 林浩的人 万公子眉头一揍 反问道 是的 万公子 林宇那个贱人实力很强 轻松灭掉了普化仙门的弟子 我估计 那个叫林浩的 只比他强 不会比他弱 还有风九幽也能越战至尊敬高手 黄二鸭眼中闪过一丝阴险 嘴上对着林宇 林浩 风九幽夸奖起来 哼 林宇 林浩 风九幽不过如此罢了 我万师兄可是天生剑骨 一手霹雳剑 纵横年轻一代无敌手 他们在我万师兄下 走不了四招 美艳的女子大感不悦 黄二鸭居然夸奖起通缉犯来 是 是 是 万公子乃一代天骄 他们给万公子提鞋都不配 黄二鸭谄媚起来 落语 木耳 纷纷赞美起来 谁不知道 万公子乃男御年轻一代绝顶强者 号称剑如霹雳 人如龙 万公子天赋一禀 男御年轻一代 无人能敌 面对三个娇滴滴的美女夸奖 万提飘飘然 心中大为满意 作为天生剑骨的他 对剑法 剑意 剑士的领悟 远超其他人 一手霹雳剑 在男御能排在前十 加上他又是男御一主 万长青的笛子 身份 地位 在整个男御无人能比 自然骄傲无比 好说 好说 只要你们三个 能把本公子伺候好 我可以考虑 让你们追随我 万提虽然风流 可人阴险至极 不会因为几个美女 灌了一口迷魂汤 就分不清东南西北 二鸭 你认为 如何才能让风九幽 请君入瓮 让林宇 林浩两人 来不及持缘 黄二鸭一听万提问他 心顿时 跟吃了蜜糖一样甜 万公子 我觉得应该这样 万提 美艳女子 洛宇等四人听后 接连到好 黄二鸭把他的一肚子坏水 展现得淋漓尽致 引得万提大为满意 二鸭 你以后就做我的军师吧 洛宇 木耳 做我的陪练 万提一声吟笑后 左右前后拥抱 好不痛快 还狠狠抓了两把 惹得四女大笑不止 一个飞行舟 出现在四女面前 她拉着四人 躲进了飞行舟 几十分钟后 四女衣衫不整地走了出来 满脸春光 各自较劲地看了一眼 朝四个不同的方向走去 风九幽在东边探寻了半天 基本上没有碰到任何生灵 连修仙者都没遇到一个 难不成蛟龙墓 比玄天大世界还大 一连过了好几天 风九幽都在迷雾中搜寻着 一些低阶的仙草 倒是见到不少 不过风九幽懒得踩她 大大大 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 瞥眼望去 一对南荒界的修仙者 急急忙忙朝北边走去 他们一边走 一边传出焦急的声音 快点 蛟龙墓穴真正的大幕开启了 就在北边五百里处的蛟龙山 听说里面阵法极多 很多仙友都困在里面了 风九幽目光如炬 看着他们向北边奔跑的背影 沉思起来 不一会儿 她漫步在几人的身后二十米处 跟着他们朝北边走去 不过 她不知道的是 前面的那一堆修仙者的领头之人 嘴角露出了一抹奇怪的笑容 突然 前面那对修仙者 消失在了迷雾之中 咦 风九幽用尽神时 也没能够发现他们的身影 莫非前面就是入口了 隐约中 前面出现一座大山 一个石碑出现在风九幽眼前 上面写着 蛟龙墓穴之处 第162章 突进108名南荒界修仙者 石碑旁 一个黑漆漆的洞 难道是蛟龙墓入口 风九幽抬着脚步走向入口处 突然 他愣住了 由于自己掌控了化地为老神通 对于空间的感悟远超常人 刚才空中突然出现的波动 引起了他的注意 准备进入的双腿 退了出来 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抬头 朝迷雾中望去 似乎发现了什么 魔猫 去探查一番 手中的仙天混沌白塔轻轻一挥 一只黑影掠过 消失在风九幽眼帘中 片刻之后 魔猫回到了风九幽肩膀上 轻语道 主人 你被包围了 周围一圈都是修仙者 风九幽一愣 没想到南荒界的修仙者们联合起来了 都等不及让本公子离开九龙潭 漠然 风九幽收复的邪魔们纷纷出现在身边 隐藏在迷雾中的万体等人等了半天 也没发现风九幽踏进那个陷阱阵法里 大感意外 万公子 我们这里埋伏了一百多名斩道经理上高手 就算没有那个困阵 一样能把风九幽给剁了 黄二鸭露出狡诈的眼神 认真地建议起来 万体狠狠地在黄二鸭身上抓了一把 迎笑道 军师说得不错 既然如此 让南荒界的修仙者们杀了风九幽吧 在万体心中 这些修仙者又不是自己的下属 死伤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 反正都是炮灰 就算是废物利用罢了 黄二鸭 洛宇 木尔三人哪里知道万体打的小算盘 为了迎合万体 纷纷让自己家族的精英出战 请客间 超过一百名南荒界的修仙者们 从迷雾中走出来 风九幽沦为他们的包围圈 大大大 黄二鸭领着万体等人 扭着大胯 花枝招展地走到风九幽不远处 嘻嘻嘻 风九幽公子 我们终于见面了 风九幽眉头皱了皱 嘴角淡淡一笑 黄二鸭 洛宇 木尔 怎么找到拼头了 打算再跟我赌一场 咯咯咯 黄二鸭抖动波浪 藐视地笑了起来 他用他傲人的柔软 在万体手臂上使劲摆动了一下 撩拨的万体心花怒放 万公子 这个九天十地的通缉犯 好嚣张啊 小女子 啪啪啪 万体轻蔑笑道 风九幽 你是束手就擒呢 还是让南荒界的修仙者 把你乱刀砍死 自己选择吧 他们把风九幽当成了鱼肉 完全没放在眼里 与其说是选择题 还不如说是送命题 很可惜 他们低估了风九幽本身的实力 更低估了风九幽 对于敌人的狠辣 万公子 什么玩意儿 本公子给你一个选择 杀了身边的三个贱人 我可以考虑让你活命 否则 本会你会尿裤子 信吗 风九幽摸着怀里的魔猫 完全没把围攻自己的 一百多名修仙者放在眼里 放肆 风九幽你死到临头 还敢对我师兄不见 死来 万体的师妹 尖他的拼头 忍受不了风九幽 对他师兄的辱骂 抬起长剑 嘲讽九幽杀来 黄二鸭 洛宇 木尔 眼中闪过一丝兴奋 风九幽终于要隐恨了 一个刚飞升不久的下界之人 怎么会是郭灵的对手 他可是至尊尽后期的实力 鸟 一道猫的叫声响起 风九幽手中的魔猫消失不见 一分为二出现在郭灵的左右 前方 猫爪在虚空中划过 六道爪印落下 快如光速 郭灵来不及半分反应 不 脑袋飞了起来 鲜血如柱 先元神刚准备逃跑 没魔猫的真身一口吞了进去 万提的师妹就这样 死于魔猫的口腹之中 惊得众人瞠目结舌 内心顿时恐惧起来 魔猫 干得不错 魔猫傲娇的蔑视 看了一眼围攻的修仙者 露出一副贪婪的表情 看得他们头皮发麻 万提 黄二鸭等人脸色黑了下来 没想到 风九幽手中居然会有一只魔猫 一只会精通分身术的邪魔 哼 风九幽 你公然勾结邪魔 已经成为人类的叛徒 蓝黄界的先友们 杀了邪魔风九幽 成为先公真传弟子 奖励一柄帝兵 还在等什么 万提渲染起风九幽邪魔论 又抛出先公的奖励 顿时间 南荒界的修仙者们 纷纷取出先剑杀了过来 一时间 在风九幽身边500平方米的空间里 刀光剑影 虚空断裂 恐怖的剑势 刀势密布 他们不给风九幽任何机会 一出手便是杀招 这是你们自找的 风九幽双眸闪过一丝狠色 先天混沌白塔出现在手上 魔精骷髅君 魔猫 影魔 黄泉金甲邪魔 准备出来吃饭了 我允许你们 把那些修仙者吃掉 话音一落 十多个魔精骷髅君 影魔 黄泉金甲邪魔 魔猫 纷纷出现风九幽身边 刹那间 魔影纵横 魔气弥漫 恐怖的邪恶声音 在他们耳边响起 吓得围攻的修仙者们 瞬间坠入深渊 黄泉金甲邪魔 刀剑不入 免疫物理攻击 飞剑落到身上 泛起一阵火光后 被他捏成粉碎 影魔 红色披风在战场上诡异出现 紧着又消失在虚空中 啊 一个剑仙发出惨叫声 只见他五官扭曲 双眼流血 不一会儿 躺在地上毫无声息 魔猫 快速光速 在战场上看不到他的身影 但凡他出没的地方 总有修仙者 先元神被吞掉 魔精骷髅兵 恐怖的鼓刀下 修仙者们不是一盒之敌 他们走过 寸草不生 一片片修仙者倒在地上 掀元神被吃得干干净净 诡异的一幕 吓得黄二鸭几人脸色大变 风九幽居然控制住了如此恐怖的邪魔 三女纷纷朝万提看去 此刻 万提背后冷汗直冒 风九幽表现出来的冰川一角 让他无比的恐惧 关键 风九幽还未动手 他可不会天真的认为 风九幽的实力不如邪魔们 主人比邪魔实力弱小 能控制邪魔吗 答案显而易见 风九幽的恐怖远在邪魔之上 走吧 万提不甘心地说了一句撤退的话 他这次出来并没带混元进高手护卫 这是他最大的失策 万提捏碎了一枚符咒 一道白光闪过 三女一难消失在原地 咦 风九幽抬头看着三人消失的地方 没想到 他们居然手中有顺衣服 哼 这里是小事件 你们的顺衣服 也无法离开这里 嘴角露出一抹杀意 黄二鸭几人无论如何 都会成为自己的刀下亡魂 几个呼吸后 围攻的108名南荒界修仙者 全部死在这里 叮 宿主灭杀109名斩道镜 至尊镜修仙者 保得50.2万年修为 碰 蛟龙墓中央山脉 出现一阵巨响 紧接着 一道红光冲天起 难道真正的蛟龙墓出现了 风九幽收回了魔猫等魔物后 一步千米消失在了原地 第163章 破解九死一生大震 中央山脉 蛟龙墓穴开启 无数修仙者纷纷赶到这里 黑气盘旋在墓穴上空 一块巨大的石碑 出现在众人面前 上面刻画了奇怪的符号 看不懂 也看不明白 只见水面上出现了许多个圆形石柱 每个石柱上 只能占三到五个人 迷雾漂浮在水面 不知水面的深浅 蛟龙墓就在里面 只有走过圆形石柱 就能获得传承 大家冲啊 一道蛊惑声音 在人群中响起 无数修仙者们 蠢蠢欲动起来 前方的几人 刚腾空而起 突然 纷纷掉进了水里 啊 几声惨叫后 尸骨无存 被毒水化为虚无 连仙元神也未能逃出来 所有修仙者们 吓傻了 这个蛟龙墓穴太恐怖了 居然近空飞行 出现的石柱鬼 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九幽兄弟呢 林浩看了半天 并没有发现 风九幽出现在人群中 不过有一个浓眉大胡子 一直在给他使眼神 看得他一阵无语 兄弟 你给我抛眉眼作善 本少爷 不好你那口 林浩不客气地说了一句 约天兄弟 你过来 看我不把你打成香 浓眉大胡子的话 落入林浩耳朵里 犹如惊起了千层了 卧槽 兄弟 你咋变成这样了 你让我妹妹 如何能接受你的熊样 哥哥 你胡说八道什么 林浩姗姗来迟 便听到林浩在哪里胡说八道 当他看到浓眉大胡子时 愣了一下 感觉到有点熟悉 但想不起他是谁 妹妹 你觉得这个浓眉兄好 还是九幽兄弟好 林浩有了捉弄林浩的打算 故意说道 林浩翻了白眼后 恼怒道 林浩 你在胡说八道 我不理你了 在我心中 风哥哥最好 林浩又补充了一句 妹妹 我觉得这个浓眉胡子哥 比九幽兄弟好 要不考虑一下 林浩双眸中 闪烁着怪异的金光 让林浩大胆不悦 哼 林浩 你在乱说 小心我揍你 粉泉在林浩面前晃了晃 惹得林浩哈哈大笑 唉 小妹 你会后悔的 林浩说了一句 他听不懂的话后 来到风九幽身边 风九幽变成浓眉胡子哥 让林浩大为震惊 他的身形 气息完全变了 让他这个先天虚空红蒙体 都发现不了 风九幽并没理会林浩 林浩两人的对话 而是专心观察起石碑的图案来 兄弟 看出什么名堂没 林浩能看穿阵法 对于晋空的阵法 还有下面的毒水 他依然没招了 风九幽摸了摸额头 笑道 山人只有妙计 跟我来吧 两人带着疑惑 跟着风九幽来到水边 哥哥 他是 林浩一头雾水 不晓得林浩为啥听 这个浓眉大眼的仙友 他 嘿嘿 我妹夫 林浩忍不住对林浩翻了翻白眼 你在瞎说 我不理你了 林浩笑而不语 认真观察起风九幽来 你们注意 跟上我的脚步 不要走错 否则 会掉进入水里 风九幽来不及跟他们解释 纵身一跃 踩在了左边第一根石柱上 安然无恙 咦 林浩 林浩双双跃到石柱上 后面的人大惊 也学着风九幽的模样 朝第一根石柱跳来 不过 他们挑落的一瞬间 风九幽带着林浩 林浩 跳向了二排的第三根石柱 后面的人刚落在左边第一根石柱时 石柱顿时下沉 没入的弱水中 啊 一声惨叫后 那名修仙者 尸骨无存 岸边的修仙者露出惊悚的表情 那些响搭顺风车的仙友们 纷纷将在那里 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林浩 林浩 闪过一丝后怕 一脸感激地看着变化后的风九幽 这个石阵叫做九死一生虚实大阵 每一排 只有一个石柱 不会沉下去 当你走过第一排正确石柱时 它会自动变化调整 成功率只有11.1% 看着两人一头雾水 风九幽解释起来 什么 要是按照这种规律 除非后面有精通阵法的大师 才能够跟上他们的脚步 九兄台 没想到 你还是镇法宗师啊 林浩被风九幽震得七零八落 他哪里知道 风九幽参悟了 镇法九九秘点后 很多镇法在风九幽眼里 形同虚设 之前为何没掉落 李玲等人的镇法陷阱 自然靠着 镇法九九秘点 早早就识破了 林浩始终觉得 林浩在瞒着他什么 而且这个 浓眉大眼男子 充满了神秘感 以前简单学过 风九幽说完后 继续朝下一个石柱跳去 不一会儿 三人通过九死一生 虚实大震 来到了蛟龙墓穴处 看着眼前的大幕 众人感觉有点不真实 居然如此简单 就通过了镇法 正当林浩推开石门时 风九幽出口阻止道 约天兄弟 不要 林浩的手 已经贴到了石门上 刚想收手 发现石门上 传来一股强大的犀利 兄弟 不好 我被石门吸住了 林浩脸色大变 感觉到体内的仙灵之力 疯狂往外涌 风九幽快如闪电 出现在石门前 对着石门上方的六个按钮 有序地拍了一通后 林浩掉落在地 看上去微米不振 哥哥 你没事吧 林浩脸上流露出担心神色 把林浩扶了起来 妹妹 妹夫 后面靠你们了 林浩一副难受的模样 对着风九幽 使劲眨眼睛 林浩脸色通红 正打算怒斥她时 发现林浩一脸痛苦的表情 看着她 都这样了 还堵不住你的嘴 林浩嘴角微微撅起 扶着她坐在了石门边上 咔嚓 石门打开了 一股强大的龙气 从里面传出 三人如沐浴在温泉中 体内一阵舒爽 风九幽身边宛如一个小型漩涡 龙气一大半都进入了她的体内 原本感受不到的至尊镜屏障 已经清晰可见 等离开小仙境世界 便可渡劫成为天地同寿的大能 九兄弟 你真变态 林浩体内的仙灵之气 得到补充后 失去的仙灵之力 恢复了九成 同样是先天体质 自己的虚空鸿蒙体 在无暇混沌体下 还是差了一丝丝 一个先天虚空鸿蒙体 一个先天冰青玉骨体 只抢得四成龙气 林浩也震惊地 看着这个陌生的熟悉人 难不成这个世界上 又多了一个混沌体不成 不对 这种体质不可能出现第二个 风哥哥 林浩闪烁着智慧的眼睛 问道 嗯 那个浓眉大眼的男子 瞬间变回了风九幽的模样 天哪 你会变幻神通 林浩大喜 叽叽喳喳不停地问了起来 这个后面再说 先进去看看蛟龙的尸骨吧 风九幽并没在这上面多做纠缠 走进了石门内部 一个巨大的蛟龙骨 出现在三人眼帘 他死了不知道多少万年 这里的龙魂威压 依然弥漫在龙骨上空 第164章 灭杀蛟龙残魂 与龙族为敌 长达百米的蛟龙骨 横窝在三人面前 是一头成年的蛟龙 很可惜并没进击成为真正的龙 可惜了 这头蛟龙 没突破大地径 林浩看着蛟龙的尸骨 评论起来 为何 风九幽感觉到强大的龙威 想要前进一两步 不施展神通 都不容易做到 真正的龙骨 龙尸 都会埋葬在龙骨 龙族居住的地方 当然 青龙这种神兽 并不在哪里 而是在风家 林浩看了一眼风九幽 说道 风九幽突然愣了一下 风家居然如此厉害 连青龙这种神兽都能圈养 真是恐怖如斯啊 突破大地径的前提 蛟龙必须进化成龙 否则 他们永远突破不了大地径 林浩夸夸其谈后 身影晃动 进入了龙威里面 风九幽 凌羽连梅跟上 而等是何人 为何进入本蛟龙脉骨之处 三人刚进入龙威领域 一道蛟龙的虚影 出现众人眼前 咦 居然还残留着龙魂 看来你不甘心枉死啊 风九幽抬起头 看着虚空中那道残魂 尽管他掩饰得很深 也被风九幽发现了他的贪婪 你们想得到本作的尸骨 蛟龙残魂细血地看着三人 他偷偷摆动龙尾 龙威领域发动 三人被禁锢在了蛟龙尸旁 咦 蛟龙残魂发现 三人像看傻子一样看他 让他大感震惊 不应该求饶吗 不应该臣服吗 三个爵士妖孽 必须夺射一个才行 自己活了几十万年的残魂 要是再不夺赦 最多还有几百年 便会消散在此 他怎么甘心 他堂堂蛟龙一族的天才 原本可以晋级为真正的龙 可惜被人暗算 不但死在了这里 差一点连神魂都被灭了 要不是他的神魂 通过隐秘之术 躲在了蛟龙谷的骨尾 早被灭了 小泥秋 你知不知道蛟龙谷的用处 炼丹 炼气的绝佳宝贝 我决定把它收进我的小塔里 好好废物利用一番 风九幽并不争得蛟龙残魂的同意 白塔对准蛟龙谷一扫 瞬间消失不见 九幽兄弟 你可以啊 居然有仙天黑塔 灵浩羡慕的看着风九幽 没想到他的机缘如此了得 果真不愧是大盗眷顾之人 要让是灵浩知道 白塔收入是最普通的功能 仙悟大盗才是白塔的核心 估计会伸手来抢了 仙天黑塔 不 他就是个专门收取邪魔的牢笼罢了 风九幽一脸细血地看着空中的蛟龙残魂 该死 混蛋 还我尸体 虚空中的蛟龙残魂发怒了 就算他死了 也不允许修仙者玷污他的蛟龙尸骨 要不 你也进入我的小塔里面 跟你的尸骨相伴 风九幽故意激怒残魂 果不其然 蛟龙残魂发狂了 龙之领域 龙枪杀戮 出 漠然 一道道龙枪凭空出现 带着强大的气势落下 风九幽头顶龙硬环绕 枪气朝脑袋杀来 碰 天穹护体出现 枪气全部落到上面 没有造成一丝伤害 护体神通 蛟龙残魂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 一个斩道镜的渣渣 居然有护体神通 连至尊镜 会员镜 能参悟的神通都少之右手 这玩意 不是你想领悟就能领悟的 除了超强的悟性外 还有机缘 最重要的便是体质 超级体质演化的神通 伤害爆表 能百分百发出 而那些靠领悟的神通 穷其一生 估计都很难领悟出一二 攻击神通领悟的难度相对容易 而那种护体神通 举世罕见 0号 凌羽再一次被蛟龙残魂的话给震惊了 果真是活了几十万年的老妖怪 懂得知识 是他们骑马都追不上 蛟龙残魂 快到本公子碗里来 一道残影掠过 风九幽出现在蛟龙残魂下方 手中的苍穹地枪顺势一戳 惊得残魂使出大挪一束 方可躲过 小子 你惹怒了我 我要把你变成我的奴隶 蛟龙残魂呲牙咧嘴 一团团迷雾把三人包裹着 他消失在三人的眼帘中 九幽兄弟 风哥哥 两人的叫声传了出来 不过看不到对方的身影 蛟龙残魂利用领域为媒介 把蛟龙墓穴的迷雾照了过来 让三人的神识彻底失效 0号巨目一闪 蓝光闪烁 看透了30米的距离 不过 依然发现不了领域 风九幽的方位 蛟龙残魂看着三人 被自己的领域包裹着 嘴角闪过一丝贪婪 他死死地盯着风九幽 这个讨厌的人类 必须变成自己的载体 风九幽的第六感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不过 他并没有轻举妄动 对于这些残魂来说 一定会放过自己的肉体 毕竟 先天无暇混沌体 在哪里都是跟萤火虫一样闪亮 果不其然 蛟龙残魂一声节节节笑声后 化作一道黑光 没入了风九幽石海 小子 你原来是主宰之体啊 哈哈 转大发了 真是天不觉本王 先天无暇混沌体 是我的 是我的 风九幽嘴角闪过一丝冷意 题外的绝对防御发动 一道屏障 断了蛟龙残魂的退路 正当他在石海中 得意忘形时 突然 丹田处的仙缘神出现在石海中 吓得蛟龙残魂 差点魂飞魄散 你 你这么有先天到胎仙元神 恐惧 害怕 写在蛟龙残魂的脸上 先天到胎仙元神 双手一挥 化作一个巨大的手掌 一把抓住蛟龙残魂 求求你放过我 我愿意做你的奴仆 眼见风九幽决绝放过他 他发出最后的嚎叫声 小子 你杀了我的残魂 会抚上蛟龙印记 你会成为蛟龙 龙族的公敌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 慢慢地 他变成魂力消散在石海中 躲了几十万年的蛟龙藏魂 居然没躲过风九幽 可悲 可叹 正好 本公子来无上天 还没吃过龙肉 也不知道龙肉火锅好不好吃 迷雾退去 龙威领域消失 风哥哥 九幽兄弟 两人看到风九幽后 走了过来 那条泥丘被你杀了 嗯 完了 无上天的人杀了蛟龙 龙会沾惹他们死之前的龙印 你会受到龙族的无情追杀 林浩担心起来 嗯 貌似 无上天要杀我的人几万万吧 约天兄弟 林雨小妹 你们不打算拿我人头去请公 风九幽话音一落 林浩 林雨瞬间将住 卧槽 九幽兄弟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两家世代交好 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风哥哥 我们怎么可能出卖你 就算星辰陨落 无上天毁灭 我们都不可能害你 林浩 林雨两兄妹 义正言辞地说了起来 风九幽眉头一皱 两人的说话奇奇怪怪 难不成他们认识我的父母 心中顿时一紧 带着期盼问道 约天兄弟 你们是不是认识我的父母 啊 林浩看了看林雨 点了点头 说道 我老娘跟你老娘是亲姐妹 风九幽一头雾水 老娘不是下界之人 怎么会跟无上天的人是亲人 林浩看到风九幽处在那里 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风九幽 关于南宫雪的事情 南宫雪与南宫倩 是南宫家族的角色双交 五十年前 南宫雪在探一处秘境时 掉入空间裂缝 消失在了无上天 机缘巧合下 出现在了玄天大世界 自身受的重伤 经过了三十几年的休养才恢复 在休养期间 认识了风不毁 两人在了一起 风九幽自然清楚不过了 当然 林浩在讲解时 故意抹去了南宫 林家的背景 风九幽并没刨根问底 知道了父母的安全后 他没有那么急迫去寻找他们 当务之急 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他相信 只要自己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 父母的安全 才会得到保障 林浩 林雨对视了一眼 也不知道没告诉风九幽的家庭背景 他会不会怪他们 老娘啊 我们可是 听从了你的意见 为了表弟的安全 我们这样隐瞒 对吗 林浩心中不断地问自己 原来是这样啊 这么说 约天兄弟 你是我表哥 林雨 你是我表妹 风九幽一脸真诚地看着二人 他没想到 来到无上天 就这么容易碰到了自己的亲人 当然 表弟 以后表哥照着你 九天十地 谁敢欺负你 我揍得他妈都不认识他 林浩拍了拍胸脯 承诺起来 还有我 表哥 以后谁敢欺负你 我灭他全足 林雨一脸痴痴地看着风九幽 信誓旦旦的 风九幽心中意暖 分别给林浩 林雨 一个大大的拥抱 多谢你们 萦绕在风九幽脑海中的 谜底全部解开 怪不得林雨 林浩 会对自己无比热情 就算自己是九天十地通缉犯的 他们依然陪伴在自己身边 有亲人的地方 真好 第165章 第二章地图到手 施魔谷开启 三人认清的现场 没有锣鼓喧天 也没有外人见证 一切尽在不言中 风哥哥 等九龙潭历练结束后 跟我回家吧 我想我娘亲 肯定很想见到你 林雨脸淡 红彤彤的 露出羞涩的表情 风九幽挠了脑脑袋 看着他期盼的眼神点了点头 这时 蛟龙尸骨之处 出现一个石柱 缓缓升起 上面出现了几样神秘的物品 一把扇子 白光闪烁 一张地图 平平无奇 一瓶丹药 光彩夺目 一个玉佩 蓝光环绕 咦 三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上一次在九龙城 获得的都是地级物品 而这一次出现的这个 一定不是反品 那个虚影透露出的消息 一定假不了 表弟 你去选择吧 地级物品 在三人心中并不是很重要 互相谦让起来 风九幽摇了摇头 说道 我要那张地图 其余给你们吧 有系统后 风九幽对一般的物品看不上眼 奖励的物品再珍贵 也不如自己的先天混沌之物 这 三人谦让后 地图归风九幽 擅自归灵号 丹药 玉佩归了灵雨 果不其然 地图是藏宝图的一角 已经拼成了一半 还差两张地图便可拼凑成一张完整的地图 灵号获得的扇子 可是一把地级羽扇 除了外观漂亮外 最大的特性 可以像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一样 发出狂风神通 不过 威力远不如铁扇公主那把 这把逍遥扇 只能把人扇飞一百里 灵雨获得的丹药 是递净破净丹 预配是一个时间加速预配 里面的加速时间是一百比一 里面过了一百年 外面才过了一年 灵号 灵雨一脸歉意地看着风九幽 这两次闯关 获得最大奖励的都是他们两个 他只获得了未知的藏宝图 表弟 要不我这柄地剑给你 灵号从储物界 摸出一柄下品地冰狼牙剑 递给风九幽 风九幽摇了摇头 摸出苍穹地刃 在他手上变换成地剑 地刀 地枪 地拳套 金的灵号 灵雨 脸色大变 表弟 你这是全系地兵啊 怪不得看不起我这柄地剑 看来以后 我只有找到先天灵宝 才能弥补你啊 风九幽淡淡笑了笑 要是让他知道自己 先天混沌至宝都有 会不会让他发狂啊 三人简单交流后 离开了蛟龙墓穴 朝师摩谷走去 此时 九龙坛外面人潮汹涌 南荒界 大洋界 海州界各大势力分支踏来 甚至南荒界的一方雄主 普化仙门真传弟子 带领百名弟子 来到了九龙坛 普化仙门 是想把九龙坛小仙境世界 当成了自己的地盘了 你们不知道吧 刚才南欲御主之子万提传来消息 通缉犯风九幽 在里面大杀特杀 甚至普化仙门弟子 也被他杀了 万提不是至尊近后期的高手吗 他也拿不下风九幽 还要对外求援 则则则 你就不知道了 风九幽有帮手 据说战力超强 普化仙门真传弟子刘彰 脸色黑了下来 在南荒界的地盘上 居然有人杀他普化仙门的弟子 分明没把普化仙门放在眼里 这如何能忍下这口气 师弟们 走 进入九龙坛 灭杀风九幽这个贼子 为李林师弟报仇 令牌闪烁后 上百人消失在九龙坛上 普化仙门有几万年没出现过 一百名真传 内门弟子出动了吧 一个年纪较大的仙友 看着消失的普化仙门弟子后 不止在我记忆中 他们有十万年没出动如此多的弟子了 风九幽那个通缉犯要倒霉了 另一个身穿黄衣的仙友 撇了撇嘴说道 普化仙门一出 南荒颤抖 又一个对普化仙门畏惧的仙友 瞳孔中闪烁着害怕的神色 这边 师魔谷 魔气滔天 上百个修仙者居高临下 看着下方的师魔谷 没有一个人愿意下去 之前有几个修仙者 一高人大胆 刚进入师魔谷后 发生一声惨叫后 传来嘎嘎的声音 便再无踪迹 吓得众人不敢再去尝试 表弟 师魔谷到了 这些仙友 怎么在这里看戏呢 三人刚到 发现这些仙友 没有一个人下去 众人看到风九幽三人到来 纷纷让开一条路 没有人赶出眉头 灵雨灭沙里灵的画面 还历历在目 加上风九幽的凶名在外 仙公真传弟子 可不是那么好做 帝兵可不是那么好拿 尽管他们心里 都想杀了风九幽 可实际上 没有人敢站出来 风九幽朝下方观察了片刻后 心中有了主意 下面魔器比较重 应该有不少师魔 不就师魔而已 走吧 灵后纵身一跃 经过两个呼吸后 落在了师魔谷下方 风九幽 灵雨见状后 也纷纷跳了下去 上方的仙友们 露出看戏的表情 眼中闪烁着奇怪的光芒 大家小心一点 这个魔器 有点影响神魂 魔器对比仙气来说 对于修仙者 有极强的克制作用 嗯 话音一落 灵后戴上一个帽子 体外散发出一道光芒 形成一个护体罩子 魔器不能再近半分 灵雨撑开了一柄红色宝伞 红光垂下后 魔器纷纷避退 对于风九幽来说 仙灵之气也好 魔器也罢 在 沙伐天经下 统统都能转化成自己的能量 根本不用担心 魔器会腐蚀自己 两人纷纷嘲讽九幽看去 一口同声道 变态 嗯 天生的 表哥 表妹 不要羡慕 风九幽身先士卒 冲了进去 结结结 恐怖的笑声 从魔器中传来 紧接着 十双星红的眼睛 出现在魔器中 宛若十足红色的灯笼 看上去格外诡异 大大大 十个巨人尸体 出现在三人面前 手中拿着巨斧 一脸虎视 单单地看着三人 尸魔 零号眉头一皱 这玩意儿 似乎不好破呀 表弟 小心点 尸魔的防御很强 这石头都是至尊敬后期 攻击他们时 千万不要攻击躯干部分 最好破掉他们的眼睛 那十对鲜红色的双眸 冒着黑气 嘴角流出浓浓的腥臭血水 刺鼻难闻 凌羽面对这些邪恶 情不自禁地 往风九幽身边靠了靠 嗯 苍穹地刃出现在手中 双方正面交战 一触即发 十个尸魔似乎听到了神妖命令 脖子呈360度旋转 手中的巨斧轮了起来 对着三人的脑袋砍来 斧头重弱万军 泛起一阵黑气 搜 三道虚影掠过 巨斧落在地上 砰 一声巨响后 一个巨大的坑洞出现在地面上 第166章 万师涌动 神雷灭之 尸魔攻击落空 道风九幽三人消失不见 只在电光火石之间 尸魔皮操肉厚的 煤雷电攻击 很难对他们造成伤害 灵浩双眸蓝光闪烁 分析起来 嗯 表哥 你不是会召唤雷电吗 劈死他们 灵雨不怀好意地看着风九幽 上次在九龙城对付魔猫时 手中出现过雷电气息 我正有此意 尸魔看到自己的大幅落空后 再次朝三人砍来 浮阴鬼魅 魔气缠绕 力大无穷 山崩地裂 突然 风九幽大手一挥 念叨 紫霄神雷 猪邪魔 请客间 天空紫色雷电翻滚 一幅毁天灭地的画面 出现在众人眼帘中 山上看戏的仙友们 脸色大惊 卧槽 他们居然会召唤雷电 世人都知道 超越五行之上的属性 都强的一匹 雷电属于这些属性中的佼佼者 堪称杀伤力最大的属性 他们完全没想到 下面三人中 居然有人能召唤神雷 不会是神通吗 一个仙友提出后 众人哑口无言 纷纷担心起来 神通别说至尊镜高手 连混元镜高手 都不一定能参悟 就算那些无上大帝 真正掌控神通的少之又少 不要以为掌控了部分法则之力 就能召唤神通灭敌 真正的神通是毁天灭地 星辰陨落的存在 一个能再斩到镜 或至尊镜领悟神通的人 这得多么妖孽啊 黑沉沉的雷云压了下来 狮魔们处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他们没有思想 不代表他们对雷电 神雷不畏惧 神雷天生相克 这是所有邪魔最畏惧的属性 没有之一 肉眼可见 石头邪魔那双冷漠的眼神中 闪烁着恐惧 害怕 退缩 劈啪 紫色雷电倾向下 化作无数雷电 宛若紫色雷龙 在狮魔头顶翩翩起舞 一座天然的雷电磁场 弥漫在方圆几百平米的空间内 不可一世的狮魔 在紫色雷电的攻击下 纷纷冒起了白烟 片刻之后 石头狮魔 纷纷被雷电劈成灰烬 零号 铃鱼脸色震惊不已 风九幽的紫色雷电 杀伤力如此之高 等等 他刚才说的是紫霄神雷 表弟 你是不是人啊 紫霄神雷 这可不是一般的神通啊 在神雷中能排进前几了 零号惊讶到 风九幽掌控的神通 居然有好几个 这简直就不是人 是吗 风九幽一直觉得神通很简单 好像所有人到了混元镜都会一样 他哪里知道 神通参悟的难度 不亚于参悟大道之力 不然也不会在洪荒年代 那些登峰造极之人 也只有少数人才掌控了神通 刚才紫霄神雷落下后 施魔谷的魔气似乎变淡了些 神是可以探四十米的距离 正当三人打算继续深入施魔谷时 一道怒吼的声音 从施魔谷深处传来 神雷笑儿 居然杀我不下 你们该死 咚咚咚 无数脚步声从深处传来 伴随着大地在颤抖 恐惧蔓延至所有修仙者的心底 林浩一改风轻云淡神色 大呼不妙 表弟 要不走吧 从脚步声判断 应该是万施魔出动了 风九幽瞥眼望去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表哥 表妹 你们等我一会儿 如此多了的施魔 我不杀杀 就对不起我的紫霄神来了 话音刚落 人消失不见 连林浩都未能 发现他离开的痕迹 哥哥 风哥哥刚才的身法 不会也是神通吧 林浩一愣 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惊道 卧槽 这个表弟要逆天了 刚才这个 好像跟传说中的 咫尺天涯 缩地成寸神通有点像 风九幽化作一道光 出现在施魔魔群中 施魔魔气滔天 纷纷使出魔宫 围困风九幽 然而 咫尺天涯的神通 他们连影子都摸不到 又如何能困住风九幽 紫霄神雷 出邪魔 言出法随 紫霄神雷 再次在施魔谷上方 凝聚成雷齿 星辰毁 大地碎的气息 再一次弥漫在施魔谷之上 上万头施魔 带着忐忑的心情 无数魔气弥漫 他们似乎相拥庞大的魔气 来对抗紫霄神雷 施魔谷出现惊人的一幕 魔气交织着 召唤出一个身穿黑甲的魔神 他闭靡天下 一脸怒视着天空中翻滚的雷池 此时 紫霄神雷酝酿就绪 一道 两道 九道神雷从天而降 无视魔神的怒视 披向地上的施魔们 魔神怒了 手中的大板斧 朝雷电劈去 一道俯光掠过 势必要把神雷劈成虚无 然而 紫霄神雷 岂是小小魔神所能抗衡的 神雷以斧头为导电口 纷纷没入黑甲魔神虚影体内 碰 一团蘑菇云冲天起 魔神瞬间化为虚无 强大的爆炸力 波动力在整个施魔谷蔓延开来 以魔神为半径 差不多十公里的范围 全部的满目疮痍 超过两千头施魔被灭 地上散落着黑色液体 施魔谷下方的峡谷被硬生生 炸出一个巨大的天坑 让后方赶来的灵号 灵狱两人 瞠目结舌 咦 居然还有八千头施魔 风九幽大为不满意 紫霄神雷被魔神劈中后 漏网之余还有一大半 紫霄神雷 朱邪魔 化地为牢 锁天地 风九幽快速光速 游走在盛夏被吓得瑟瑟发抖的 施魔魔群中 一座牢笼降下 把施魔们全部关在里面 紧接着 九道神雷再次落下 施魔们被化地为牢封锁后 体内的魔力下降一半 在面对落下的紫霄神雷 完全无法抵挡 劈啪 雷电弥漫 施魔分解 几个呼吸后 牢笼中的施魔消失殆尽 彻底消散在了施魔谷 该死的人类小儿 本狮王马上就来杀你 恐怖的声音 再次从施魔谷深处传来 帮随着铁链的声音抽动着 大得出现一阵颤抖 此刻 狮王恨不得八风九幽的皮 定 宿主灭杀一万头至尊敬出 中 高期施魔 报得两千万年修为 系统的电音播报 让风九幽大喜 没想到灭杀施魔 不费摧毁之力 还获得了两千万年修为 这下 自己可以随便突破了 系统 至尊敬突破 需要多少年修为 宿主 至尊敬属于天地同兽 兽源无尽 生命叠变 至尊敬 初期一百万年修为 中期三百万年修为 高期五百万年 巅峰八百万年 几近一千万年 风九幽撇了撇嘴 他就知道 系统说了天地同兽后 系统会提高升级难度 果然生小境 都是几百万年的修为 宿主 等你度过至尊敬大劫后 便能灌体提升了 不过 系统要提醒你 至尊敬大劫 可是王者蔑视大劫 比之前的将军大劫 难度更高 此时 一个恐怖的气息迎面来 他手持镰刀 脚踩铁链 身上流着腥臭无比的鲜血 那双星红 留着浓浓白色液体的双眸 死死地盯着风九幽 第167章 对战狮王 这一幅诡异的画面 似乎有点违和 更有点让人恶心不已 卧槽 你是哪里来的臭王八 给本公子滚一边去 风九幽捏住鼻子 往后挪动了一步 那种臭味实在太难闻了 感觉就跟穿了几万年的臭袜子 放在死人堆里 浸泡了几万年一样 臭得让人作呕 小儿 你敢杀本王的子民 我会把你 练成我的奴仆 永世不得超生 邪魅的声音 从狮王嘴里传出 铁链在地上颤动起来 恐怖的气势 一波一波的朝风九幽落下 狮王手中的铁链捂了起来 呜呜的音爆声不绝于耳 幻化成魔剑 朝风九幽投入刺来 一道残影掠过 风九幽消失不见 碰 原地出现飞沙走石的景象 一个长长的裂痕 出现在地面上 哼 小儿 你跑得掉吗 狮王一纵深 大地出现一圈圈蜘蛛网 随时都有可能 变成人造的大湖泊出现 风九幽直尺天涯 刚出现在五百米开外 狮王紧随其后 落下 此时 灵浩 灵雨 双双赶到 三人 一狮王对峙起来 表弟 这下有点麻烦了 这头狮王 已达混元境巅峰之上 半步大地境 灵浩脸色凝重起来 没想到这个九龙潭小仙境 居然会出现这种实力恐怖的邪魔 他再添骄 比起这种活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狮王来说 根本不够看 更别说风九幽 灵雨了 结结结 又来了两个妖孽人类修仙者 不错 不错 我的座下 要是多了你们三个妖孽的狮魔 本王一定能成为九天之上 镇压大地的存在 狮王狂傲地笑了起来 似乎已经把三人 当成了自己的猎物 是吗 我不信 法天相地 我踩死你 风九幽请客间 变成了几十丈高的巨人 幸好流星甲能自由变化 否则 自己此刻便是光溜溜了的存在了 法天相地 狮王 灵浩 一口同声道 灵浩这一会儿 内心受到了九千九百九十九点暴击 他这个表弟 妖孽得太恐怖了 恐怖的令人望而生畏 恐惧的让人害怕 哼 小子 你以为施展法天相地 就能奈何我 境界的差距 是你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山 话音刚落 风九幽一双大脚腾空踩来 碰 一个巨大的坑洞出现 狮王在地上滚了几圈后 方可躲过了风九幽的踩踏 气得他哇哇大叫 好你个小儿 竟敢如此羞辱本王 找死 狮王巨人数 变大 刹那间 那头狮王瞬间变大了一百倍 一个跟风九幽大小相似的巨人 出现在眼帘 两人之下 零号 鲁鱼显得跟蚂蚁一样小 狮王拳 狮王手中的拳头 泛着腥臭的黑气 朝风九幽的面门打来 掌印世界 风九幽立即反击 在他百倍攻击buff的加持下 掌印下山河清晰可见 甚至能看到大道运行的轨迹 碰 狮王后退三步 大地被踩出了三个巨坑 风九幽纹丝不动 这一幕 让众人惊呆了 他居然能把变身后的狮王打退 一个斩道近巅峰的渣渣 居然打退一个 半步无上大地的高手 看得零号 鲁鱼两兄妹 目瞪口呆 嘴角时不时冒出变态两个字外 心中无比的担心起来 看上去风九幽占便宜了 实际上半步大地径的实力 远远不是风九幽能 抗衡的 小子 你越是妖念 本狮王越开心 你炼制成狮魔后 便越强大 结结结 死了 狮王一分为二 两个狮王同时对风九幽发起攻击 左边狮王 魔器化拳 宛若泰山 重若万万君 右边狮王 铁链化剑 快如闪电 剑影森森 剑势滔天 完全封锁了风九幽的退路 狮王一息看到了风九幽 被他打爆的下场 他不相信 一个小小的斩道进垃圾 还能在他手中泛起浪花来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碰 苍穹护体发动 拳头万万君力量被吸收 铁链化剑 剑气被吸收 拳头还停留在风九幽的体外 铁链还挂在七招外面 然而 再也不能前进分毫 你 你居然修成了无上护体神通 狮王被吓得语无伦次 你马一个斩道进的垃圾 又是法天相帝 又是紫霄神雷 化地为牢 居然最后再来一个天穹护体 还打个毛毛球啊 就像一个普通人 身穿一身地兵 让你先天静 助激进的高手欺负试试 好都好死你 我不信 你的先灵之力 能耗得起神通的消耗 狮王暴怒不已 分身合一 狮王的气势提高了一倍 狮王拳 不甘心的狮王 再一次挥动拳头 嘲讽九幽杀来 碰 天穹护体强大的反弹之力 让狮王后退十几丈远 再一次无功而返 哼 该我了 天下无双 斩断春秋 风九幽手中的苍穹地刃 变化成苍穹地刀 身影掠动 刀钢 刀势 刀玉三合一落下 刚反应过来的狮王 没有半点躲闪的机会 碰 一道火光四剑后 狮王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 一脸细血地看着风九幽 切 小小斩道极战法 也想破开我的防御 表弟 一起攻击吧 灵浩见到风九幽 与狮王厮杀了半天 双方都没占到便宜 他担心风九幽的先灵之力 消耗太快 迟早会落败 风九幽俯视看了看灵浩 灵雨 点了点头 我千叶 你们暗中袭杀 当着狮王的面前 风九幽一点也不避讳 气得狮王勃然大怒 碰 大脚猛烈地朝灵浩 灵雨踩去 虚影掠过 大脚踩空 大帝再一次遭殃 就凭这两个至尊精的小虫子 找死 嚣张的狮王 根本不管灵浩 灵雨 蚂蚁岂能咬死大象 灵浩脸上闪过一丝笑容 传音给风九幽道 表弟使出化地为牢 不要让他逃了 妹妹 施展你的冰封神通 我给狮王开炉 接到灵浩的传讯后 两人答应下来 化地为牢 风天锁地 一道牢笼出现 把狮王关了进来 顿时 狮王大感不妙 疯狂地撞击牢笼气罩 每撞击一次 似乎牢笼会暗淡一分 表哥 表妹 快点 他的攻击太强大了 我的化地为牢快破裂了 风九幽为了提防他继续破坏 一个瞬移出现在他身边 拳头朝他脑袋砸去 迫使狮王不得不出手反击 此时 灵雨嘴角露出一抹冷意 冰封天下 突然 狮王大感不安 他根本疼不出手对付灵雨 顿时 他感觉到双腿装了签一样 无法动弹 低头一看 整个瞬间恐惧起来 一道强大的寒冰之气 从腿部开始蔓延至半身处 双腿根本无法动弹 一身实力大打折扣 加上牢笼对自己实力的压制 发挥出紧紧五成的战力 漠然 虚空中出现一柄帝兵 朝他脑袋滑去 这一切都是在翘无声息中 毫无征兆出现 不 第168章 灭谱化仙门弟子 虚空之刃白光闪现 牢不可破的狮王脑袋 硬生生被割断 一颗巨大的头颅 从头上滑落 变身的狮王躯体 恢复了原本大小 缓缓倒在地上 在化地为牢的封锁下 狮王的实力大减 灵雨在利用冰封神通 冻住躯体 让狮王无法动弹 灵昊从虚空中杀出 地剑附带虚空意境 灭了狮王的脑袋 三人亲密无间地配合 让这个半步大地的狮王 最终死翘翘 狮魔谷恢复了平静 魔气逐渐消散 风九幽恢复了正常人类大小 三人看着地上的无头狮王 心中一阵唏嘘 三个妖孽第一次联手 对付半步大地的狮王 居然轻松搞定 吓得山上的仙友们 战战兢兢 再也没有人对风九幽起了小心思 除非他遇到必死之局 他们不敢再动歪心思 原来我们三人的配合 才是天下无敌啊 灵昊一阵感叹 要是让他一个人面对狮王 估计也没办法 灵雨撇了撇嘴道 没有风哥哥前面的牵制 施展化地为老神通 我们有机会灭掉狮王 哥哥 你以为狮王是 简单的混元净邪魔 灵昊被灵雨的话枪得够惨 无奈地看了看他 吴雨道 妹妹 你的胳膊怎么牢往外拐 我还是不是你亲哥 灵雨撅起樱桃小嘴 嘀咕道 呸 什么胳膊往外拐 表哥是外人吗 风九幽没参与两人的谈话 而是盯着狮王的躯体看 卧槽 居然忘记了最后一杀 浪费了 风九幽内心大呼道 最后一写给了灵昊 自己的修为年份没报成 突然 风九幽朝狮王的躯体走去 只见他轻轻一挥 躯体顿时炸开 一根长棍出现在虚空中 有黑中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一个长条盒子 外面镂空 雕刻着四大神兽的模样 一张地图 平平无奇 漂浮在空中 在爆炸下安然无恙 风九幽大手一挥 三样东西 全部出现在他手上 风魔棍 地级极品 对付邪魔有天然的克制作用 适合枪棍先修 长条盒里 是一块先天一石 散发着一丝丝先天之气 无论是打造先天灵宝 还是辅助修炼 都堪称绝世宝贝 至于第三个 依然是藏宝图的一角 老规矩 地图给我吧 风九幽留下藏宝图 另外两样地给了灵昊 灵雨 他们俩摇了摇头 拒绝道 表弟 表哥不好意思再拿了 这些东西对我没用 风哥哥 这个对我也没用 风九幽愣了一下 认清后 他们俩居然学会了谦让 既然如此 自己手下便是 那好吧 几样物品进了储物界 三人在周边寻找了一会儿 果然发现了一些仙药 玉露草 专门生长在施魔存在的地方 吸收施魔的精血 魔气 仙气 混合生长而成 是炼制心魔至尊丹药的主要材料 价值连成 甚至度至尊结石 可以让心魔荡然无存 黄魂草 同样生长在施魔存在的地方 它主要的功效 巩固神魂 让仙元神更加强大 寻找到玉露草 还魂草后 三人便朝山谷走去 小妙 你确定风九幽这个通缉犯 正在施魔谷 刘师兄 我能确定 我从蛟龙墓外面打听到 据说风九幽 他们获得了蛟龙墓里面的重宝 一行超过一百人的队伍 浩浩荡荡朝施魔谷来 风九幽三人刚上去 便远远地看到了 刘师兄 你看 风九幽 刘章顺着师弟的手指 朝施魔谷看来 不是风九幽 还能是谁 不做 不做 得来全部费功夫 刘章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没想到 近来才几天便遇到了风九幽 先公真传弟子 还会远吗 帝兵重宝 唾手可得 表弟来者不善啊 林浩瞥了一眼后 笑道 风九幽视若无睹 一群男荒界的垃圾仙门 也敢找自己麻烦 真是老寿星吃劈霜 找死 风九幽 还不束手就擒 更待何时 刘章咧嘴狂笑道 他似乎吃定了风九幽 一个斩道径的垃圾 在他面前完全不够看啊 风九幽 跪地 投降 刘章身后的师弟师妹们 叫嚣起来 都以为风九幽刚飞升 他们可以随便拿捏 找死 敢羞辱我表弟 林浩勃然大怒 打算引入虚空灭了他们 风九幽一把拉住了他 表哥 让我来吧 这些垃圾 怎么能让你来 岂不是大才小用啊 风九幽的内心 可不是这样想的 一百多名斩道径 至尊敬的修仙者 多么好的修为啊 怎么能让林浩给浪费掉 搜 风九幽懒的打口水仗 虚影掠过 一阵疾风 从普化仙门弟子身边闪过 他们根本没反应过来 一剑逍遥 光 刹那间 虚空狂风大作 小世界的星辰之光 垂了下来 化作一道道星辰剑气 星辰剑士驱动 星辰领域覆盖 不好 散开 刘章大惊 赶紧呼叫起来 然而 整片空间 都被星辰之光笼罩 他们又能逃到哪去 星辰之光 化作一丝丝 光线落下 照亮了整片天空 亮如白昼 血在漂流 啊 一阵阵惨叫声响起 普化仙门的弟子 宛若被割韭菜一样 纷纷化为虚无 连跑出来的仙缘神 也被星辰剑气抹杀掉 风九幽 你这个恶魔 找死 看着师兄弟 纷纷死在自己面前 刘章彻底暴怒了 整个人穿上了 斩道级上品铠甲 手持斩道神兵 化作一道 绿光杀了过来 他要为师弟师妹们报仇 他要手刃风九幽 获得进入仙宫的资格 成为那人上人的存在 虚空出现 Z自行剑气 迎着风九幽落下 哼 风九幽冷漠的双眸 看得刘章心中一颠 大呼不妙 果然 风九幽对杀来的 Z自行剑气 视若无睹 化作一道光 手持苍穹地刃杀来 绿色剑气 落到风九幽身上 瞬间被苍穹 护体吸收 仿佛跟没出现过的 惊得刘章下扒掉了一地 然而 风九幽离他 不过机密的距离 刘章脸色骤变 瞳孔急剧收缩 风九幽的强大 完全不能用境界来衡量 太恐怖 太凶残 心中有了逃跑的打算 偷偷摸出顺一幅 他这一切都落入了 风九幽眼帘 怎么会让他学万体等人 轻易消失在自己眼前 化地为牢 封锁天地 顺一幅发动的瞬间 化地为牢 覆盖了周围一公里的空间 刘章消失一秒后 又出现 哈哈 风九幽小二 你能奈我喝 等我去一趟摇池仙宫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刘章肆无忌惮的笑声 传遍了尸魔谷上方山谷 当他目光朝山谷望去后 彻底傻眼了 所有人都看他像看傻逼一样 让他大感不妙 背后出现一道冰冷的气息时 让他不淡定了 这 怎么可能 当他看到外面的气罩 集体内的仙灵之力 疯狂向外涌时 脸色大变 怎么可能 我的地盘 我做主 你受死吧 风九幽掌硬事件 轻轻一拍 一个巨大的手掌 捏住了刘章 他没有丝毫逃脱的机会 不 求求你放过我 他不想死 修仙者都不想死 好不容易修炼到天地同寿时 谁愿意死去 风九幽的狠辣 超过了他的想象 根本不会给他任何机会 手掌一捏 刘章 瞬间爆炸 连同体内的元神 一同消散 想杀我 就得付出代价 风九幽冷冷地看着 环视他的修仙者们 这是对他们最强的警告 第169章 仙宫追杀将至 定 宿主灭杀普化仙门斩道境 至尊敬弟子108名 报得一百万年修为 系统没有当机 及时性播报起来 风九幽战神般的身躯 屹立在众人眼帘 无敌 嗜血 杀戮 无情 深深刻在了他们的心里 除非他们疯了 否则 今后不敢有人与他为敌 风九幽环视了一圈后 并没发现问题 黄二压四人 难道他们去了精灵谷 表哥 表妹 走吧 招呼起零号 淋雨后 三人朝迷雾深处走去 留下一众人面面相去 心中的无力感 焕然而生 仙友们 我黄世人准备离开小仙境秘境 谁跟我一起走 我 我 不一会儿 浩浩荡荡向南荒界修仙者们 走了十之八九 只剩下极少数人 还在里面搜寻机缘 他们不知道的是 所谓的机缘都进了风九幽三人的储物界 精灵谷 小仙境世界里面最神奇的地方 不是说这里有多危险 而是这里生活着精灵的部落 他们天生俊美 男的帅出天际 比风九幽 灵号略差一丢丢 女的国色天香 比灵雨稍逊一筹 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精灵谷 与世隔绝 只有九龙潭小仙境开启的时候 这里才会出现一座神秘大阵 通过大阵者 可以获得精灵族的奖励 或者愿望 此时 瑶池仙宫 百花仙宫 腰月仙宫 通天仙宫 无量仙宫 等数十个无上天的一流势力 纷纷接到南荒界传来的密报 顿时勃然大怒 瑶池仙宫 主殿 一个容貌极美的女子 威严地坐在主位上 看着手中的密报 脸色冷了下来 灵狐聪 薛小兵 何在 一道声音传遍瑶池仙宫每个角落 甚至连闭关的地方都一清二楚 启禀公主 弟子 灵狐聪 薛小兵 在 风九幽出现在南荒界 九龙潭 命儿等速速带领若干混元净弟子 前去灭杀此聊 遵旨 百花仙宫 书房 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 一副生人物尽的既视感 强大的气息 让跪在地上的红衣女子 额头冷汗直冒 窒息 压抑 感觉五脏六腑即将炸裂开来 好一个风九幽 你终于飞升无上天了 天仙女子看着手中的密报 逐渐冷了下来 秋缠 灵力的声音 吓得地上的红衣女子心头一紧 回应道 弟子在 命你速带春梅等四将 前去灭杀此贼 不得有误 遵旨 几十个先公 同时间下达追杀令 无上天上百玉 纷纷躁动起来 几十万至尊竟以上高手 纷纷朝南荒界赶 平静已久的无上天 终于热闹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 纷纷转向了这个 名不见经传的南荒界 九天十地 一个神秘的小世界里 一排排古色古香的建筑里 各种大道交织着 演化成一方天地 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建筑里 一个中年人 看着影像时传来的一个画面 嘴角露出奇怪的笑容 风九幽 先天无瑕混沌体 节节节 不应该存在无上天 中间人嘴角轻轻一动 一道万里传音穿透至这里的每一处角落 薛元博 何在 一道身影从虚空中出现 行礼道 弟子薛元博 参见组长 中年人眼睛闪过一道金光 说道 风九幽出现了 我不希望看到他在无上天活蹦乱跳 能借刀杀人时 千万不要自己动手 记住 不得已时 不要露出真身 免得被风家人发现了 薛元博 脸色一震 拱手道 是 族长 除了薛元家 慕容 东方 甚至火 山两家 也纷纷派出弟子前往 打着相同的算盘 都想做渔翁之人 处于漩涡中的风九幽并不知晓 此刻的他 正和林浩 林语肩并肩 来到了精灵谷山谷外 表弟 这个大阵 你能破掉吗 林浩看到上百个修仙者 不敢向前进入精灵谷 一问才知 先前有上百名修仙者 已经进入 不过 他们进入的瞬间 好像睡着一般 纷纷倒在地上 消失不见 吓得众人 不敢再探索精灵谷 纷纷围在外面 一筹莫展 风九幽抬头看了看林浩 笑道 表哥 你可是先天虚空鸿蒙体 阵法对你无效 你怎么问起我来 林浩干大地挠了挠头 惭愧道 原则上 我是能无视阵法 可毕竟我的体质才不过小成 像这种大阵 我无法看穿啊 我猜得不错 应该是困阵 睡阵 静阵 还有其他的阵叠加在一起 我无法破解 不过 我进去后能自保 阵法 拿我没办法 我拿阵法也没办法呀 林浩嘴角一挑 淡淡看了看林浩 明嘴笑道 哥哥 你的骄傲劲呢 你不是号称 天下阵法 在你面前如同虚设吗 怎么 到了最后 都得靠封哥哥了 林浩尴尬得快 抠出四十一听了 白了一眼林浩 吴语道 妹妹 给点面子好不 哥哥又不是全能 封九幽观察半赏后 心中有了破阵的把握 提醒道 表哥 表妹 跟在我身后 千万不要走错路了 这里面综合了十个大阵 以困为主 以魅惑为辅 并没有杀伐大阵 可能精灵族的人 只不过是想考验 外界之人的阵法十里罢了 封九幽走进了迷雾中 朝西走了三步后 又朝北走了五步 再朝西走了九步 两人紧跟着封九幽的步伐 一步不差地跟了上来 沿途的大阵 像畏惧三人般 迷雾纷纷避退 一条清晰大路出现 可以啊 表弟 两人脸色一喜 封九幽能破阵 以后去大地秘境冒险 岂不是统统扫光 还行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 封九幽自迁起来 话落在林浩 淋雨耳朵里 却听出了其他意思 哎 表弟 你骄傲的时候 我真想贬你 林浩撇嘴道 表哥 你打得过我 我 林浩刚想说 我至尊级巅峰的实力 还不能镇压你 一想到失亡后 瞬间淹了 一个能让林家妖孽的大少爷 认栽 估计出了风九幽 没有人能做到 哥哥 不要认怂 等出去后 我给你们当裁判 如何 林雨一副 看戏不嫌是大 笑了起来 哎 妹妹 你变了 变得没心没肺了 我才是你哥哥啊 就算你想让表弟 跟我们亲上加亲 也不要做得太明显啊 林浩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说道 林雨偷偷瞟了一样风九幽 脸蛋红霞乱飞 看上去跟少女发春似的 让人情不自禁 想联系她一番 不过 风九幽并没这种想法 表哥 近亲结婚 是不允许的 第170章 万剑归宗大阵 迷雾成海 看不穿镜头 就像林雨的心 被撕碎一般 她哀怨地盯着风九幽 看得她头皮发麻 心中不忍 表弟 修仙者的血脉会进化 体质也会晋疾 不存在世俗中的 近亲三代问题 林浩揉了揉鼻子 没想到风九幽 居然还停留在 世俗中的偏见 表哥 我读书少 你莫骗我 嘴巴上风九幽不承认 心中却认同了林浩的说法 不过 她心中拒绝表情之间联姻 作为前世的地球龙国人 怎么能接受表妹的爱意 精灵谷内部 一块投影时前 一众精灵纷纷看着 三人的破阵行动 纷纷点评起来 组长 这三人能通过阵法的考验吗 一个耳朵尖尖 看上去格外漂亮 迷人的女精灵 好奇道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精灵 双眼如炬 看了看画面中的风九幽 点了点头 这个小子阵法造诣很强 估计几百万年 不能被破的阵法 会被这小子给破掉了 卡丘莎 你莫非看中了这小子 组长瞥了一眼 发现这小妮子 一直盯着风九幽看 双眸泛光 似乎对她紧张得很 哪有 组长 你不要胡说 卡丘莎说完后 脸变成了红苹果 害羞地埋下了脑袋 不过 她却在偷偷瞟风九幽 等她通过了考验 我可以考虑你 跟她结合 我相信你们的孩子 能打破我蓝精灵一族的血脉诅咒 组长一双灰幕 闪烁着光芒 似乎对风九幽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阵法内 三人停止了交谈 林语那双哀怨的双眸 从未离开过风九幽的身影 恨不得一口把她给吃掉 风九幽装作看不见的模样 认真观察起阵法的变动 表哥 表妹 你们担心 下面要是走错一步 会出现阵法巨兽攻击 有可能被强制送出阵外 两人对风九幽的话深信不疑 跟着风九幽的脚步 开始迫起阵来 突然 鬼哭狼嚎的大风吹来 视线瞬间模糊下来 伸手不见五指 三人仿佛进入了荒界一般 荒芜的大地 光秃秃的灌木丛 还有那吹来的冷风 风哥哥 这里是哪儿啊 辽无人烟的边荒之地 百里无人烟 让人感觉到一丝绝望 嗯 应该进入了某处幻境 虚境 木阵组合的地方 风九幽也纳闷起来 三人已经够小心了 还是进入了阵法陷阱里面 这时 灌木丛疯狂摆动起来 出现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的画面 沙沙沙 似乎有什么怪物 从沙子里面钻出来 瞥眼望去 一头头蝎子兽 从沙子里面钻出来 宛若水牛大小的蝎子兽 瞪着大大的双眼 死死地盯着风九幽三人 这 林浩两兄妹傻眼啊 这个是环境吗 真实的不能再真实了 那些蝎子兽 实力都在至尊境巅峰 散发出来的气势 压得三人心中难受起来 漠然 大大大 那些蝎子兽奔跑起来 沙地上灰尘乱飞 宛若万马奔腾 恐怖如斯 林浩 林雨昕都提到嗓子眼了 两人拔出至尊道兵 准备与蝎子兽大战一场 五百米 五十米 五米 一米 蝎子兽近了 他们散发着奇怪的气息 背后的尾巴竖了起来 无数毒针铺天盖地落下 在千军一发之际 风九幽蹲在地上 一把从地下 挖出一个新型的石头 密密麻麻的 毒针瞬间消失 那些大水牛般的蝎子兽 纷纷化为泡影 哪里还有沙漠 灌木丛 三人又回到了迷雾中 回到了刚才站的地方 太真实了 林雨一阵后怕 胸脯闪过一道波浪 表弟 你怎么找到阵眼的 林浩好奇问道 这个幻境 主要靠这块幻影石驱动 加上罗列的困阵 冰阵等叠加在一起 很容易让人陷入进去 我刚才在观察蝎子兽奔跑时 类似这样的地方 他们巧妙地避过 我便确定了 地下埋藏有类似幻影石的阵眼 风九幽夸夸其谈 在两人眼里 确实一头雾水 还是听不懂 嗯 虽然我听不懂 但你装逼的气质 确实把我们拿捏得死死的 风九幽撇了撇嘴 带着三人继续前行 组长 这个小哥的好厉害啊 你的阵法 要被破罗 卡丘莎女子盯着组长 笑道 卡丘莎 这个少年 破开了阵法 对于我们蓝精灵一族 利益大于弊啊 祖地的蓝灵法杖 有希望拿出来 能不能打破体内血脉的枷锁 都看这个少年了 组长摸了摸 长达二十几厘米的胡须 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希望如此吧 卡丘莎疑惑到 她不认为几百万年了 单单靠一个少年 便能解决他们体内的诅咒 这边 风九幽城胜追击 破解了一个 有一个阵法 精灵谷外围的阵法 破去七七八八 只剩下最后一个 最难的阵法 万剑归宗 久生一死 万剑齐飞 剑欲覆盖 密密麻麻的剑气 看着肾的慌 想要完全躲掉 剑气的攻击 基本不可能 除非浩光支撑 万剑归宗的阵眼之时 支撑万剑归宗运行的 有可能是先天灵石 也有可能是七彩阵法石 找不到阵眼所在 你将面临着 源源不断的攻击 万剑齐飞 就算你是霸体免疫物理攻击 也耗不起先剑剑气的攻击 刚才丢进去 一个魔精骷髅君 差点被击成粉碎 幸好先天混沌白塔给力 把他收了进去 否则 自己便浪费掉一个魔精骷髅兵 风九幽城撕起来 不一会儿 风九幽脸色难看起来 他看了看林皓 林鱼两人后 说道 最后一关 想要找到阵眼所在 基本不可能 我怀疑 被精灵族一人 放进了谷内一百米处 他们通过大地 作为煤剑 把力量运输过来 这一关 要想轻松破解 已无可能 只有一种办法了 什么办法 两人一口同声道 以利破阵 什么 两人面面相去 这个主意 可真不是个好主意 表弟 你当真没搞错 这可是万剑归宗 源源不断的剑气攻击 林皓看着风九幽 一脸无语的问道 没办法 阵眼不在里面 只能靠蛮劲了 表哥 你境界最高 还精通虚空领域 这次破阵 就靠你了 风九幽双手一摊 一副 你看着半的样子 逗得领域 哈哈大笑起来 哥哥 这次破阵非你莫属 林皓嘴角微微上扬 感叹道 唉 像我一代美男林皓 今日要勇闯 万剑归宗大阵 要是我死了 你们记得给我烧点纸钱 我在下面 才不会没钱花 第171章 破阵 进入蓝金陵族地 发出牢骚后 林皓一副 誓死如归的模样 逗得林宇 哈哈大笑 身形一晃动 林皓进入了 万剑归宗大阵 数不清的剑气落下 惊得他赶紧躲进虚空 我去 他无往不利的虚空领域 此刻完全没有用 刚才躲进虚空 发现整片区域都是剑的领域 所谓的虚空 也被剑狱所控制 完蛋了 表弟 快点救我 虚空领域无效了 林皓抬起地剑 在体外打出一道漩涡 迫使落下的剑气 纷纷朝两边落下 才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 体内的先灵之气 去掉了五分之一 照此下去 他会变成万剑归宗下的筛子 被刺成刺猬 林宇焦急起来 万剑归宗阵法里面 虚空法则无效 他哥哥就危险了 他抬头朝风九幽望去 只见风九幽点了点头后 身躯微微一动 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万剑归宗大阵里面 指使天涯神通下 快速一道光 拧着林皓扔出阵外 独自一人面对着滔天的剑气 在阵外 风九幽已经观察到 大阵的运行规律 东升西落 每一次万剑归宗启动时 都是从东边开始 从西边落下 当然 他的间隔时间 只有0.1秒钟 很难让人发现 他的运行轨迹 不过 对于风九幽学会了 阵法九九密点后 这种运行规律 逃脱不了他的慧眼 剑气落下的瞬间 风九幽来到了最东边 刚好躲掉攻击 等着东边剑气落下的瞬间 又回到了西边 风九幽快速运转的身影 看得林皓 林雨大为震惊 表弟难道发现了 万剑归宗大阵的运行规律 林皓眉头一皱 刚才他在万剑归宗大阵里面 完全沦为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 风九幽在里面至今都未出手攻击 一直在剑气上跳舞 每一次看到危险万分 他总能躲掉剑气的攻击 出现在另一边 风九幽宛若跳动的蝴蝶 在万剑归宗下 翩翩起舞 精灵谷的组长 卡丘莎两人 看得目瞪口呆 这也行 卡丘莎张着大大的嘴巴 吃惊道 这少年 不错 组长点了点头 没想到他 还能找到万剑归宗的运行轨迹 不过 就靠身法躲避万剑归宗的剑气 依然破不了大阵 组长那双稀松眼皮下 昏暗的阳光 再次明亮起来 这个万剑归宗大阵 据说是很多万年前 一个旷古绝伦的剑修留下 号称 万剑归宗 无人能破的美誉 蓝精灵一族生活了这么多年 从未有人能破开过此阵法 此时 阵法中的风九幽 已经过去了半刻钟 也躲闪了半刻钟 万剑归宗下 剑气如雨 剑势滔天 剑欲凌空 在阵眼源源不断的能量补给下 想要破阵基本不可能 掌控的唯一规律便是东升西落 这一丝丝时间差而已 风九幽快速躲闪着 快速计算东升时射出的剑气数量 突然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停了下来 通过画地围牢 封锁整片剑狱 两者叠加在一起 能不能压住剑气 不然他发动 剑气落下 他没有半点犹豫 画地围牢 封天锁地 话音一落 画地围牢降临在剑狱之中 在剑狱之下 一道透明的牢笼出现 扑哧 东边刚升起的剑气 被画地围牢关在里面 被隔绝后 剑气自动消散在画地围牢里 这 卧槽 林浩直接报了句粗口 没想到风九幽 发动的牢笼神通 居然能把剑气 收进画地围牢里面 让他直接瓦解掉 组长 撤 卡丘莎震惊的脸上 精彩连连 还有这样的破阵方式 这少年 太逆天了 居然掌控了牢笼之类的神通 把剑气全部收了进去 组长嘴上夸奖起风九幽来 心中对他 能够突破阻地的阵法 更加有信心了 不过 我再不关掉阵眼 里面的能量 都会被他给吸收了 组长带着卡丘莎消失在精灵谷 来到了阵法一百米处 取出了先天灵石 挡在零号 风九幽 灵雨三人面前的万剑归宗大阵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 一个身穿蓝色短裙的精灵女孩 出现在三人面前 他们后面跟着上百名蓝精灵族人 众人纷纷露出表情不一的神色 看着三人 小伙子 很不错 我蓝精灵一族 欢迎三位青年才俊的到来 白发老者 一脸热情地笑道 做出欢迎的手势 见过诸位 三人对着蓝精灵们行礼道 卡丘莎的目光 一直停留在风九幽身上 看得灵雨心中颇为不满 故意拉着风九幽的手 宣示起自己的主权来 不过 风九幽手臂轻轻摆动了一下 脱离灵雨的小手后 走向蓝精灵族组长处 组长 我们来蓝精灵一族 为了最后一张藏宝图 风九幽开门见山说道 毫不掩饰 凡是通过万剑归宗阵法 抵达我蓝精灵族地 都会有奖励 三位 所有的奖励 都放在我们蓝精灵族地 蓝精灵族组长 做出请的手势 带着三人 朝蓝精灵族地走去 几人边走边聊 风九幽三人 对蓝精灵一族的历史 有了个简单的了解 蓝精灵一族 是精灵族的分支 几十万年前 蓝精灵一族 布满精灵一族的残暴统治 迁徙到了小仙境世界 从此 他们便定居在此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直到某一天 天机仙宫的公主 携手一名无上剑仙抵达这里 告诉了他们 即将灭族之事后 蓝精灵一族 便彻底封族 便与世隔绝 剑仙离开之前 便传下万剑归宗大镇 大镇护佑蓝精灵一族 几十万年 直到风九幽破镇之日 蓝精灵一族族地的迷雾 自动退去 露出一座座建筑独特的小木屋 尖尖的屋顶 圆圆的屋身 看上去跟前世的童话世界一般 这里的女精灵们 各个身材高挑 长相奇美 男精灵们 帅气非凡 身高在一米八以上 如不是因为大大的耳朵 和头顶的小脚 他们跟人类并无多大差别 约莫半壳钟后 三人来到 一座类似大墓的地方 风九幽 零号 林与三人一头雾水 通过了阵法 来到了蓝精灵族地 为何不请我进去坐坐 喝喝茶 反而带着三人来到墓地 族长 这 风九幽眉头紧锁 问道 几位小友 莫及 我们蓝精灵一族 给予你们的奖励 都在这座蓝精灵祖地里 曾经先祖流言 凡是能破万箭归宗大阵者 也能破掉祖地轮回大阵 故 先祖把通关的奖励 统统放进了祖地 组长微笑道 不过 落在风九幽眼里 却不是那么回事 组长 你莫不是在坑我们 第172章 来自蓝精灵的挑战 蓝精灵组长摸了摸胡须 一脸正色道 小友 切莫这样认为 我蓝精灵一族 爱好和平 怎么会坑人呢 风九幽看着狡诈的蓝精灵组长 嘴角微微上扬 他可不是冤大头 想要马跑 又不想让马吃草 怎么可能 组长 今天我们破阵累了 打算休息几天再说 风九幽对着林皓等人眨了眨眼 对着组长示意道 这 真是的小滑头 看来得让卡丘莎出马了组长内心暗道 组长朝卡丘莎望去 说道 卡丘莎带着几位贵宾 去蓝精灵族地转转 是 族长 卡丘莎热情地看着三人 轻轻俯身 行礼道 几位原来的客人 请把 那一抹春光 看得林皓双眼直发光 作为情场浪子的林皓 深深被卡丘莎的容貌 身材给吸引了 他带给林皓的 是一种抑郁风情的美 有着强烈的征服欲望 美女 认识一下 本少爷乃林皓 林皓主动走上去 自我介绍道 一脚露出一抹笑容 林公子 你好 我是卡丘莎 卡丘莎 名字真好听 跟你人一样 美得不可方物 林皓扇子一扇 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 看得卡丘莎一愣一愣的 她的气质 冠绝蓝精灵一族 没有个男精灵 可以媲美她 不过 她对比了一下风九幽后 自然把心思 放在了风九幽身上 这位公子 不知如何称呼 那抑郁风情的笑容 让林雨紧张起来 偷偷瞟了一眼风九幽 心中暗道 不要说 千万不要说 卡丘莎小姐 你好 我是风九幽 呃 这位是我表妹 林雨 风九幽大大方方地介绍起来 双眸清澈宛若湖水 没有半点杂志 更无半点邪念 林雨似乎对风九幽的介绍不满 她不想听到表妹这个称呼 呦 这位是小表妹啊 不知道小表妹婚配与否 我蓝精灵族的很多青年才剧 要不给你介绍一番 卡丘莎看了一眼吃醋的林雨 笑道 你 林浩见状不对 把林雨拉了过来 头发轻轻一甩 臭美地走到卡丘莎跟前 卡丘莎小姐 我妹妹的事情 家里只有安排 不知道卡丘莎小姐 婚配与否 扇子一扇 林浩的双眸发着蓝色的光芒 让卡丘莎差点陷了进去 好一个风度翩翩的公子 本姑娘差点被迷了进去 卡丘莎内心暗道后 嘴角露出一抹奇异的笑容 呃 我并没有婚配 林浩双眸一亮 感觉有戏 正打算继续说下去时 卡丘莎的一席话 让她量了半截 不过 我们蓝精灵族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谁破了外面的万贱归宗大阵 男的便是我的夫婿 女的便是我的姐妹 卡丘莎话音一落 几道不同意的声音响起 我不同意 林浩 林雨 以及赶来的蓝精灵们 风九幽脑门全是黑线 自己完全就是无妄之灾 大大大 脸色难看的几个蓝精灵男性 走了过来 他们眉目不善地盯着风九幽 卡丘莎 我卡丘莎不同意 我卡丘莎也不同意 五个蓝精灵男人 嘴角微微上扬 上下打亮了一番风九幽 露出鄙视的目光 人类修仙者 如何配得上 我们高贵的蓝精灵小公主 卡丘莎轻蔑地 看了一眼风九幽 露出对卡丘莎迷恋的眼神 卡丘莎 你可是我们蓝精灵一族的公主 怎么能喜欢一族之人 卡丘莎扫视了三人 露出玩味的笑容 卡 另一个精灵真打算开口 卡丘莎毫不客气地 打断了他们的说话 你们闭嘴 风九幽 他们是我们蓝精灵的贵客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贵客的 从来未发火的卡丘莎 居然为了几个异族人训斥他们 如何让他们能接受 哼 风九幽 对吧 是男人就站出来 不要以为你能破几个垃圾阵法 就可以不把我蓝精灵放在眼里 有本事单挑 卡丘莎上刚上线 把矛头转向风九幽 叫震起来 卡丘莎 你当真要对贵客无礼 卡丘莎脸色冷了下来 地上的树叶缓缓漂浮起来 组成一个树人 准备拿卡丘莎开刀 卡丘莎 你是我蓝精灵一族的公主 怎么能嫁给一个窝囊废 风九幽 是男人就给我站出来 看我不把你打成祥 面对卡丘莎的木元素召唤 卡丘莎仍然不低头 坚决要让风九幽三人难看 哼 卡丘莎小姐 本公子要是狠狠揍扁这个小子 精灵族不会找我麻烦吧 卡丘莎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自己 是可忍 孰不可忍 这还请风公子手下留情 卡丘莎脸上闪过一丝难色 她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族人跟风九幽他们作对 一个能破掉多个大阵的人 会是一般人 她可是在流影时旁边观察了很久 风九幽的速度 判断力 是族内弟子拍马都跟不上 心中暗自担心起来 卡丘莎公主 你不要长他人稚气 你也自己人威风 我蓝精灵一族的五行元素 岂是外界的人类所能比拟 卡其名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 肆无忌惮地看着三人 那眼中的意味不要得太明显 表弟 让表哥上马 表哥手有点痒了 林浩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暗自给风九幽传音道 表弟 让表哥威风一下 我要拿下卡丘莎 做你的嫂子 风九幽愣了一下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林浩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嚣张道 呦 本少爷一定要打五个 你们一起上吧 找死 作为蓝精灵一族的天才 如何能让一个小小的人类 在自己面前嚣张 卡其拉手中的权杖 对着林浩一挥 口中面倒 木秀于林峰必摧之 木人攻击 一道绿光闪过后 一个巨大的木人 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低头看了一眼林浩后 双手朝下一按 无数刀木剑从身体飞出 杀向林浩 切 林浩瞬间消失不见 隐秘进了虚空里 木剑落在原地后产生一阵呲呲呲的声响 大地出现一排排坑洞 咦 没用的人类就会躲 跟老鼠一样 卡其拉看到林浩消失后 嘴角露出一抹激笑 大肆讽刺起来 看来 人类也就会躲 他嘴巴上的礼不饶人 眼神却泛起绿光 认真打量着周围的空间 突然 一道细血的声音从虚空中传出 躲也是一种本事 你以为你头顶一搓绿 就变成了绿巨人 小小蓝精灵 给本少爷趴下 话音一落 一道虚空之刃从天而降 砍向木剧人的脑袋 小心 快点躲开 卡其拉大怒 这个木剧人 可是悉心培养了几百年 是自己最得意的帮手 他可不忍心 看到木剧人被毁掉 那头木剧人 看着落下的虚空之刃 双手飞出 在头顶形成一个木盾 打断阻挡虚空之刃 当当当 一阵火光四溅 虚空之刃消失不见 正当卡其拉打算讽刺林浩时 林浩突然出现在木剧人背后 第173章 第一关 获得蓝精灵之心 乖乖给少爷躺下 林浩手中的地剑 从虚空中杀出 又从虚空中消失 剑气沿着木剧人的胳膊落下 偌大的胳膊 瞬间被切掉 该死的人了 卡其拉心在滴血 他培养这个木剧人几百年了 耗费了他大量资源 没想到被林浩神出鬼没的手段 硬生生砍掉了木剧人的胳膊 你们四个一起上吧 让本少爷给你们表演一下 什么叫虚空领域 林浩伸出一个脑袋 细血地看着地上的五人 你 卡其民等人对视了一眼后 纷纷拿出权杖 开始召唤起来 风 吹来吧 让邪恶的人类吹走 花 开放吧 让世界处于花的海洋 雪 飘散吧 让敌人困在雪海 月 照耀吧 让邪恶无所遁形 四人同时发动召唤术 请客间 在林浩的这方天地 出现了惊人的一幕 黄蜂大作 盘旋而上 花丛景簇 地上蔓延 雪花朵朵 从天而降 银月高挂 夜色浓墨 四种异象 精彩分成 让风九幽等人叹为观止 没想到蓝精灵一族 参悟的是自然元素之道 通过咒语 法杖施法 达到与修仙者相同的战斗力 就这 林浩露出奇怪的笑容 手中地剑轻轻一划 念叨 虚空之剑 斩 一道剑气 夹杂着剑翼 剑势 剑欲落下 四种召唤的元素之力 瞬间崩塌 全部化为虚无 不好 大家使出攻击元素 卡其名脸色难看起来 没想到这个该死的人类 居然掌控的虚空剑欲 刹那间 四人分别召唤出 花之剑 风之剑 雪之剑 月之剑 四柄元素之剑 朝四个方向杀入 空中弥漫着四种元素的 伟岸之力 不但看上去美轮美奂 而且杀伤力超越了 至尊境的战力范畴 哼 虚空领域 镇压 一道强大的剑势落下 虚空领域发动 杀入的四种元素之剑 仿佛被虚空割裂开来 分别引入了其他时空 碰 四种元素之剑 在单独的虚空中爆炸 扑哧 卡其名四人 狂吐一口鲜血后 纷纷摊在地上 一脸惊恐地 看着漂浮在虚空中的林浩 难以置信 更不敢相信 卡丘莎摇了摇头 让他们掌点教训 也是好事 免得蓝精灵一族目中无人 不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林浩甩了甩长袍的衣角 缓缓地落在地上 一脸傲然地 看着地上的四人 还有被废掉目巨人的卡其拉 各位蓝精灵的朋友们 承让了 林浩双手抱拳 嘴角露出真诚的笑容 被打败的五人 恨不得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当着族人的面前被打败 脸面荡然无存 几位贵客 请吧 卡丘莎担心族人再次被打败 领着几人朝会客厅走去 风九幽在蓝精灵一族足地 游荡了好几天 每次卡丘莎想要提出去闯祖地之时 都被风九幽婉拒到 最终组长蓝眼出马 给了三人每人一枚难能可贵的元素之心 方可说服风九幽去闯关 风小友 拜托了 蓝精灵的未来全在你身上了 蓝眼深深鞠躬道 风九幽点了点头 推开了石碑 带着卡丘莎走了进去 凌羽看着风九幽的背影 心中不由地担心起来 哥哥 风哥哥进去后会有危险吗 林浩摇了摇头 他并不知道 凌小友 你不用担心 风小友连万剑归宗大阵就能闯过 祖地的机关对于他来说都是小问题 组长蓝眼安慰道 风九幽 卡丘莎走进祖墓后 外面的石碑自动关上 里面灯火通明 通道的两边都点上了烧不尽的精灵油灯 风先有 我们即将进入第一关万剑烈火阵 传说 这条通道会有源源不断的万剑烈火落下 凡是经过通道之人 必须经过他的考验后 方可通过 风九幽看了看 问道 如果我施展神通之术 穿过算不算 卡丘莎摇了摇头 这条通道进空 神通之术无效 风九幽愣了一下后 便仔细观察起 这个传说中的万剑烈火震起来 不一会儿 风九幽从先天混沌白塔里 放出黄泉金甲邪魔 并说道 黄泉金甲邪魔 你去这个大镇走一走 是 主人 黄泉金甲邪魔 黄泉金甲邪魔哒哒哒地 朝通道走去 这时 无数神剑从两边同时射出 呼啸之声不断响起 黄泉金甲邪魔 像没感觉似的 依然往前走 那些射出的箭矢 跟挠痒痒似的 落在他的身上后 纷纷被弹到地上 紧接着 地上的烈火开始燃烧起来 滋滋的声音不断响起 黄泉金甲邪魔 浑身上下火焰灼烧 传来他恐惧的叫声 主人 这里的火焰堪比灵火 小的受不了了 风九幽见状 先天混沌白塔飞出 轻轻一照 黄泉金甲邪魔消失不见 小塔回到手中 卡丘莎笑而不语 他只不过陪同风九幽而来 破阵他是菜鸟 更给不了风九幽好的建议 风九幽沉思起来 火焰对于自己的收复的邪魔们 都有强大的克制作用 再让他们去尝试 也是没有丝毫用处 突然 风九幽眼睛一亮 似乎想到了可能性 卡丘莎 在通道内可以施展战法吗 卡丘莎愣了一下 摇了摇头 不知道 风九幽身体一动 拉着卡丘莎 朝通道走去 卡丘莎脸色微红 露出害羞的神色 他是第一次被男子牵手 心砰砰直跳 身体拘谨起来 甚至有点僵硬 他也不知道 为何在风九幽的大手牵手下 没有一丝反抗 只知道整个人都是猛的 这时 数以万计的箭矢射来 密密麻麻 呼啸声不断响起 化地围牢 风 一道空间领域出现 射来的箭矢 纷纷进入了化地围牢后 落在地上 地上的烈火开始烧了起来 那温度超过了100度 1000度 还在升高 风九幽抬起了手中的苍穹地刃 一箭挥去 念叨 一箭逍遥 光 请客间 十个烈日挂在通道上方 无数光线落下 覆盖在两人身上 卡丘莎并没有感觉到烈日的温度 反而觉得暖洋洋的 很舒服 地上的火焰被降落下的烈焰 包围着 一道安全的通道出现在脚下 风九幽拉着卡丘莎 轻轻松松地走了过去 两人来到石门前 一个虚影从石门前的盒子里溢了出来 仙族 卡丘莎大喜 跪在地上行礼道 不过 那道虚影宛若流影一般 并没理会跪在地上的卡丘莎 而是自言自语道 恭喜你 有缘人 你能通过万箭烈火阵 说明你有勇有谋 是我蓝精灵一族的救命恩人 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盒子里是我给你留的蓝精灵之心 至于有什么功效 你到时候便知 交代完后 虚影消失不见 风九幽看了看地上的卡丘莎 打开了石盒子 一条金银剔透心脏 躺在盒子里 散发着蓝色的光芒 它似乎在有力地跳动 让人感觉到非常真实 诡异 这个是你们先祖奖励给我的 卡丘莎 你不会抢它吧 第174章 第二关 轮回大阵 风九幽像守财奴一样 把那颗蓝精灵之心 护在手心 警惕地看着卡丘莎 只见他鸣嘴笑了起来 宛若秋天的第一杯 奶茶一样温暖 哥哥哥 蓝精灵之心虽然珍贵 但比起我蓝精灵一族的未来 这算不了什么 你不要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我不会给跟你抢 况且 我又打不过你 卡丘莎露出一副娇羞的模样 看得风九幽尴尬不已 那就好 那就好 风九幽很自觉地 丢进了体内丹田世界 两人靠近石门后 石门自动打开 来到了第二关 漠然 刚才消失的虚影 再一次出现 有缘人 第二关为轮回关 只能你去闯关 其余人不能进入 否则会陷入 勇士不断的轮回 无法破阵 虚影说完后 再次消失不见 两人瞥眼望去 只见第二关是一张床 难道闯关之人 需要躺在上面 卡丘莎看了一眼风九幽后 说道 风公子 拜托你了 她知道自己不能参加后 便自动退出闯关行列 对着她深深居了一躬 那条事业线 再一次清晰地出现在眼帘 风九幽脸微微红了起来 不再看她 转身朝床上走去 来到石窗上后 风九幽躺在了上面 突然 床上迷雾大作 白色的大雾 瞬间把风九幽淹没 卡丘莎看得目瞪口呆 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此时 风九幽开始了 进入了轮回时空 回到了地球上的时光 小幽 该上学了 一道催促声 把风九幽唤醒 她爬了起来 揉了揉眼睛 看着床边 不断响起的闹铃 大呼道 完了 今天早上 要九省连考 我的语文 还没复习呢 风九幽快速地穿上衣服 背上书包 叼了一个馒头 急冲冲了 离开了家 这孩子 怎么有没吃早餐啊 一个朴素的女子 出现在餐桌旁 看着没有动的筷子 埋怨道 这边 风九幽快速地 在街道上奔跑 那速度 堪比亚洲飞人的奔跑速度 一眨眼的功夫 消失在转弯处 这时 一个老奶奶 杵着拐子 走在人形横道上 也许是年纪大的缘故 走了半天 都没走过来 离风九幽 只有几米之游 突然 一辆大卡车 冲了过来 地上摩擦起 一阵火光 风九幽见状 大呼道 老奶奶 快躲开 不过 老奶奶根本听不见 她说什么 在千军一发之际 风九幽冲了出去 一下撞开了老奶奶 而自己被卷进了车底 年轻人 你有什么愿望没完成吗 老奶奶对着死去的风九幽 轻语道 我死了吗 一道灵魂 出现在老奶奶面前 疑惑道 嗯 老奶奶叹了一口气 你有什么心愿 要我帮你完成吗 怎么可能 我还要参加八省联口 我要当状元 风九幽急得脸红脖子粗 吼了起来 她不想让老妈失望 她要做她心中的那个第一 老奶奶愣了一下 眼中闪过一丝异样 点了点头 我帮你吧 话音一落 压在车底下的尸体 消失不见 老奶奶 风九幽的灵魂 也消失不见 江城一中高三 一 班 在响铃声即将响起的一瞬间 风九幽冲了进去 这次八省联考 她考得了739分 获得联考第一名 荣登江城一中 历史光荣榜 老娘笑了 说儿子有出息了 老师笑了 说九幽是六月份的 高考状元之才 同学们笑了 原来状元在我身边 风九幽笑了 我周围考得了第一名 妈妈 我做到了 老奶奶看着兴奋的众人 带着风九幽 来到了天台上 语众心常说道 少年 你的愿望实现了 该跟我走了 实现了吗 风九幽疑惑起来 消失在了天台上 风九幽 在轮回大阵中 一次次轮回 每一次都是悲剧结束 身体被摧残了百世 心境却不知不觉中 得到极大提升 不过 她依然没找到 离开轮回大阵的方法 这一世 风九幽变成了一个 家徒四壁的书生 早年丧父 少年丧母 从小一贫如洗 娘亲最大的愿望 是希望她能够高中状元 以继位他们全下有之 于是 她发愤图强 凿壁偷光 把书籍当成自己的粮食 夜以继日 没日没夜地读书 四书五经 读得滚瓜烂熟 诗词歌赋 倒背如流 十岁时 才高八斗斗的 现成的秀才 俯首称臣 十五岁时 获得太守府的认可 授予她秀才的资格 资助她进京赶考 风九幽光 要落水辅 成为数万读书人 羡慕的对象 于是 她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 很不幸 她路过黑风破时 身上的财物 被山贼洗劫一空 她身无分文 想要靠她的双脚 赶路到京城 没有三个月 而如今 她只有区区一个月 她拖着伤心欲绝的身体 来到了兰惹寺 看着长满荆棘的寺庙 心中惆怅起来 昔日繁华过烟云 焚香祈祷兵克制 又是一年祭拜日 残之拜夜谁人知 风九幽情不自禁地坐师一手 自嘲起来 也许是 悲伤过度 也许是 盘缠落空 总之 风九幽昏 睡了过去 月亮高挂 银色的月光 洒满大地 兰惹寺宛若 染上了一层银沙 秋风袭袭 一道柔和的声音 在风九幽耳边响起 公子 公子 风九幽艰难地 睁开了双眸 发现一袭白衣的仙女 出现在身边 赶忙爬起来 拖着疲惫的身躯 行礼道 小生 见过仙女姐姐 咯咯咯 白衣女子笑道 公子 是不是遇到了男士 风九幽看着满脸真诚 且貌若天仙的女子 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女子 女子对她的遭遇 大为同情 同时被她的才华折服 最终 在女子的资助 两人坐上了骏马 在考试之前 来到了京城 考试时 风九幽提笔 天下精 他笔若惊鸿 文章一出 四大圣寿其贺 经得监考的丞相连乎 闻取心下凡 皇帝亲自赶到考场 接见了风九幽 被风九幽的才华 彻底征服 皇帝龙颜大跃 欲比清风为 一品状元 天下榜样 一时间风头 冠绝京城 公主 宰相之女 纷纷看中了风九幽 甚至连皇帝都下旨意 册封她为当朝驸马 可风九幽的心 并不在公主身上 从聂小情资助 她哪天开始 她便爱上了她 根本不喜欢上公主 但 主公跟着摩四的 派人捉拿聂小情 威逼利诱 让风九幽放弃她 可爱入骨髓的她 如何能放弃聂小情 死不同意 破口大骂公主 最终 公主因爱成魔 恳求皇帝 处死聂小情 风九幽 在临死之际 风九幽仰天长笑道 杨亲 你要让我成为状元之才 我做到了 我对得起你 聂小情柔情地看着风九幽 誓死如归道 风狼 你后悔吗 风九幽摇了摇头 情意绵绵地看着聂小情 爱上你 是我这辈子 做得最正确的事 聂小情美目中 闪烁着金光 身上的鬼气漠然出现 风狼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啊 李怀柔 你害我夫君 我要让你死 刹那间 行刑场上空 鬼气大作 无数冤魂野鬼出现 第175章 自然之道 老头从画中走出 一众行刑的人 被吓得屁鬼妙流 他们哪里加过 如此多的鬼魂 作为始作俑者 李怀柔吓破了胆 跪在地上求饶 然而 聂小情对他恨之入骨 使出阴鬼之术 中入他的体内 请客间 李怀柔死去后 他又变成了一头恶鬼 对着奸斩的宰相 咬去 一时间 落井下石的官员 纷纷别鬼灭杀 这时 一个身穿袈裟的和尚 从天而降 以无上佛法 镇小情等鬼怪 聂处 你作恶多断 我法将 留你不得 玛丽玛丽轰 万字符震杀 空中弥漫着万字符 一道道佛影出现 聂小情惨叫起来 夫君 下辈子 我会堂堂正正 做你的妻子 不 眼看聂小情 就要死在自己面前 风九幽双眸心红 死死地盯着 做法的法将 莫然 一道奇怪的话 从风九幽嘴里传出 我活着 我的使命 就是守护亲人 我只相信 我手中的拳头 我只相信我手中的常见 百事轮回 破 原本被绑住的风九幽 身上的绳子自然起来 她缓缓地站了起来 仰天长笑吼 手中的苍穹地刃 对着法将轻轻一挥 一道剑气掠过 万字符消失 法将消失 甚至连刑场 聂小情 皇宫 京城 都消失不见 白雾消散 风九幽缓缓从大床上站了起来 经过百事轮回的历练 风九幽的心智得到升华 没有任何人能够动摇她的道心 以逍遥登大道 凡阻拦她登机者 统统灭杀 以守护 又亲人 凡是威胁到亲人者 统统灭杀 这是她在轮回大阵中 最大的收获 风公子 你破掉轮回大阵了 卡丘莎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才过了半天而已 她居然度过了百事轮回 人还是那个人 不过 人又不是那个人 说不清 道不明 总之 此刻的风九幽在她心中 完美无瑕 成熟稳重 一道飞红爬在她的脸上 增添了一丝异样的美 害羞的美 嗯 风九幽转身 朝第三关的石门走去 门前的盒子 消失已经的蓝精灵仙祖虚影 再次出现 有缘人 恭喜你破掉轮回大阵 盒子里 留给你一艘时空穿梭舟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话音一落 她再次消失不见 风九幽好奇地打开盒子 里面一艘小船 出现在两人眼帘 风公子 这件是仙祖留给你的 你收下吧 卡丘莎善解人意 率先开口说道 好 风九幽自然不会犹豫 本来就是自己应得的 时空穿梭舟放进储物界后 两人来到第三关的大门处 欲入此门 非仙天及混沌体制不可 字的旁边 便是一个五环图案 仅次一句话 便让卡丘莎绝望起来 风公子 看来我们还是无法进入第三关 仙祖的条件太难了 仙天混沌体 传说是九天十地的主宰体制 多少机缘都未出现过了 我 卡丘莎还未说完 风九幽的手触摸到五环图案上 刹那间 五环光运流动 图案被激活 大门传来咔咔咔的响声 卡丘莎美目震得大大的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风风公子 你 风九幽看了一眼卡丘莎 点了点头 不出意外的话 我就是那个仙天混沌体 不过 我是无瑕的 风九幽笑了笑 也不管卡丘莎的震惊 推开了第三关的大门 走了进去 反应过来的卡丘莎 脸色大喜 随后跟了上来 两人进来后 顿时愣住了 这里没有通关的阵法 只有一幅画 一个蓝绫法杖 这 画中是一个老头雾农的场景 里面有一只小鸟 在旁边叽叽喳喳唱歌 老者放下锄头后 在田边喝起了水 田地里 有五颜六色的花朵 蔬菜瓜果 看得卡丘莎一头雾水 不过 风九幽却露出惊恶的表情 自然之道 四个字从嘴里蹦出后 画中的老头突然笑了起来 跟活过来一样 小友 你果真是我蓝精灵一族的贵人 说完后 老头从画中走了出来 一脸柔和地 看着风九幽 卡丘莎 卡丘莎跪在地上 行礼道 蓝精灵后背卡丘莎 见过仙祖 起身吧 卡丘莎像的乖宝宝 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 我这个残魂留在这里 已经有了五十万年了 终于等到小友的到来 蓝精灵先祖唏嘘道 他在天机仙宫公主的推算下 知道会有一个人类的有缘人 帮他蓝精灵一族 度过血脉诅咒的劫难 可不曾想 等了五十万年 等得他的残魂 差点就消散了 小友 你知道我蓝精灵一族 为何要迁徙到小仙境世界吗 风九幽摇了摇头 我蓝精灵一族血脉中的诅咒 无法解除 只有躲进这里 苟言残喘啊 蓝精灵先祖一脸惆怅 他作为始祖 一直没找到破解的方法 直到精通推演天机之术的 天机仙宫公主告诉他后 他才知道 只有先天级别的混沌体制 才能破除他们体内的诅咒 至于 先天混沌体制的人如何破解 天机仙宫公主也不知道 风九幽疑惑地看着蓝精灵先祖 问道 蓝精灵一族的血脉诅咒 是天生的 还是被人吓的诅咒 蓝精灵先祖愣了一下 便把蓝精灵一族的历史讲了出来 蓝精灵是精灵族的一只 曾经在精灵族中地位数一数二 可惜 精灵族受到魔灵族的鼓动 造成了蓝精灵一族受到精灵排挤 最终 精灵族联合魔灵族跨越界面追杀 后被巫族偷偷在水中下了诅咒之术 从此以后 蓝精灵一族族人从诞生 便受到了诅咒之术的困扰 一百岁 一千岁 一万岁 十万岁 四个年龄段都会发生奇怪的灾难 十万岁以后 蓝精灵一族族人会无缘无故死去 就算你突破到了至尊境以上 依然逃脱不了诅咒之死的命运 蓝精灵的先祖 蓝巴巴走遍了九天十地 请教了绝大多数顶级仙门 包括了那些精通咒术的隐藏世家 都找不到解除诅咒的方法 最终 先祖只有带着族人 躲进这个小仙境世界 利用大阵躲避诅咒的灾难 不过 到了十万岁后 依然摆脱不了诅咒的到来 怪不得蓝九幽觉得蓝精灵一族族人 不过上千人 原来是因为诅咒之术的原因 我能帮蓝精灵一族解除诅咒 蓝九幽一头雾水 听了蓝精灵先祖讲了这么多 她依然是猛圈的 连那些顶级咒术门派都束手无策 她一个通缉犯又有何本事呢 天机仙宫公主推算 从无差错 蓝精灵先祖看到蓝九幽疑惑不已 继续开口说道 只要你能解除我蓝精灵一族的诅咒 我们愿侍奉你为主 她的一席话 让蓝九幽震惊不已 能收复蓝精灵一族 自己的实力断然会强大无比 不过 前提得解除他们体内的诅咒才行 系统 我要如何破解蓝精灵一族体内的诅咒 宿主 你算是问错人了 不过 你可以让他们进入先天混沌白塔 或者体内丹田世界试试 或许先天之气的洗涤 能破除他们体内的诅咒 说不定呢 系统的回答让蓝九幽有了一个方向 不过 必须让他们发誓以后才能去试验 否则 她不会轻易让蓝精灵一族 进入自己的丹田世界 我可以帮你们尝试一下 不过 我需要你们蓝精灵一族 发誓效忠我 第176章 收复蓝精灵一族 蓝九幽话音一落 那道仙祖残魂露出久违的笑容 好 随后 残魂手一挥 蓝灵法杖 石盒子出现在蓝九幽手中 你收集的最后一份地图 在盒子里 至于藏宝图是什么 我并不知道 我也是在一座纪元大墓中获得 外面三个地方的藏宝图 是我50万年前 根据天机仙宫公主的建议 设置的 看来 天机仙宫公主 算准了你的到来 藏魂微微笑道 对风九幽破解族人体内的血脉诅咒 充满了信心 连天机仙宫这类奇人都推崇的人 自然不会是普通人 至于你手中的蓝灵法杖 这是蓝精灵异族权力 元素之力的象征 他乃先天灵宝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统御族人 对了 这幅话送给你 我相信你 很快能领悟自然之道 蓝八八说完后 残影更加透明了 似乎随时都可能消散不见 风九幽想了想 手掌凝聚一个小的空间 把残魂放进去 谢谢 蓝八八感激起来 他还没交代完后世 还不能消散在这方世界中 回去吧 风九幽对着卡丘沙说后 转身朝祖墓外面走去 已经过去了七天七夜 守候在外面的众人 纷纷担心起来 哥哥 你说表哥他能成功吗 当林语听说 里面有三大关卡时 心中便担心起来 小妹 你要对表弟有信心 下界一人敢单挑好几个胜地 一个小小的闯关游戏 对于他来说 太简单不过 零号话音一落 被他教训的卡其拉五人 顿时不乐意了 哟 真是大言不惭 真当我蓝精灵一族祖地 是泥巴湖的吗 这里面的危险 连我蓝精灵族人 第一关都过不去 你表弟 不过是个斩道径的渣渣 他 咔嚓 祖墓的石碑被推开了 风九幽 卡丘沙连妹走来出来 卡丘沙面带笑容 风九幽风轻云淡 缓缓走向组长蓝眼处 如何 组长蓝眼急迫问道 性不辱命 通关完成 不过 还是你们仙祖蓝巴巴 给你们讲吧 风九幽双掌一打开 蓝巴巴的 残魂飞了起来 看着仅存的千余名蓝精灵族人 倍感苍凉 孩子们 我是石祖蓝巴巴 族长蓝眼 已经认出了仙祖 他的画像 早已刻在了脑海中 顿时 情不自禁跪在地上 其余族人见状 也纷纷跪地哭泣起来 仙祖 一时间 蓝精灵一族哭声震天 面对仙祖的出现 他们都像孩子一样 委屈 无奈 孩子们 拯救我蓝精灵一族的恩人出现了 蓝巴巴看着跪地的主人 脸色柔和起来 这些人身上 都流着他的血脉 他能清晰地感应到 他们体内的诅咒之力 他要不是把残魂留在画中 通过自然之道 遮挡诅咒之力的话 早已烟消云散 刷 所有蓝精灵族人纷纷抬头 朝他看去 疑惑中 带着一丝难以置信 他就是风九幽小友 什么 所有族人纷纷嘲讽九幽望去 连卡其拉等人都露出惊恶的表情 他穿过万箭归宗大阵 进入祖地 连闯三关 带出仙祖的残魂 只说明他对蓝精灵一族有恩 并不能说明他能拯救蓝精灵一族 我的残魂只能停留半刻钟 长话短说 能拯救我族之人 非仙天级混沌体不可 而恩人风九幽 正好是仙天无暇混沌体 他就是天级仙公公主预言的那个人 蓝眼 卡丘莎等人眼神中充满了希望 一脸尊敬地望着风九幽 想要解除我族人体内的诅咒之力 必须任风九幽恩人为主 从此以后 蓝精灵一族人归属风九幽麾下 蓝巴巴残魂的话 让仅存的一千名蓝精灵主人震惊不已 任主 向风九幽臣服 仙祖的话 于不惊人死不休 蓝眼朝蓝巴巴望去 发现他对着他点了点头 我蓝眼 蓝精灵族族长 率领族人参见九幽少主 蓝眼二话不说 当着风九幽的面跪了下来 行礼道 蓝族长快快请起 蓝九幽心中大悦 自己不费吹灰之力 便收复了蓝精灵一族 就凭他们擅长元素攻击 对自己的帮助就极其之大 等自己好好培养他们一番 多出几个大地 无上天还不得让自己横着走 蓝眼躬身行礼 接着发起誓言 我蓝眼 从此效忠风九幽 如有背叛天打雷劈 死无葬身之地 蓝眼带头发誓后 目光朝族人看去 卡其拉等人 极不情愿地学着族长的模样 纷纷发起誓言来 我卡丘莎 我卡其拉 我 从此效忠风九幽 零号 灵雨露出羡慕的表情 这里的蓝精灵一族高手众多 大地都有好几位 别说族长 连三个长老都是无上大地境 虽然是超脱境 但起码也称得 尚无上天的二流势力了 想一想表弟走哪 都有一群大地跟着 这多有面子啊 人比人 比死人 零号羡慕地摇了摇脑袋 好 既然蓝精灵族人 任我封九幽为主 我向你们保证 一定会让你们 成为无上天 最强大的一脉之一 封九幽看着上千人 意气风发说道 他知道 接受蓝精灵一族后 之前的精灵族 邪灵族 甚至巫族的因果 也一同接下来 他们的敌人 就是封九幽的敌人 很好 封九幽恩人 我也放心了 仙祖蓝巴巴一脸 满意地看着族人 身躯慢慢消散 不 仙祖 不 千人同哭的场面 再次出现 纷纷为仙祖 送他最后一城 孩子们 我相信你们会成为 无上天最强大的一脉 蓝精灵一族 会在你们手中 发扬光大 蓝巴巴的残魂 彻底消失在世界上 封九幽看着 伤心欲绝的蓝精灵 一族族人 心中莫名地惆怅起来 一千名手下 是自己的利解 也是自己的责任 族长 切莫伤心 仙祖既然把你们 交到我手上 我便会对你们负责 蓝眼族长 卡丘莎 跟我来一趟 封九幽给林浩 林语示意后 带着蓝眼 卡丘莎 走进了木屋 蓝眼族长 卡丘莎 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尝试一下 破除你们体内的诅咒之力 你们不要抵抗 蓝九幽拉着两人 消失在原地 进入了先天混沌白塔里面 主人 小白胖嘟嘟的模样 出现在三人面前 惊得蓝眼 卡丘莎下巴掉落一地 少主 这是 蓝组长千莫担心 这里面 是我的先天至宝空间 风九幽一边解释 一边问起了小白 小白 蓝组长 卡丘莎体内的诅咒之力 你可以破除吗 第177章 先攻围杀 大地出手 上 胖嘟嘟的小白 围着蓝眼 卡丘莎看了看 诅咒一身 我没办法解决 小白老气横丘说道 贪了贪手 蓝眼 卡丘莎眼中闪过一道失落 连先天至宝的气灵都没办法解决 估计要破除 诅咒难了 不过 我没办法 不代表主人你没办法呀 风九幽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小白 快说 别卖关子 小白尴尬地捞了捞那颗小脑袋 主人 你的丹田世界 可是先天之气 雷脚的雷电 都可以化解他们体内的诅咒之力 当真 风九幽顿时大喜 比珍珠还真 小白挂在风九幽肩膀上 笑嘻嘻道 既然如此 还等什么 都去我的体内世界吧 一道白光掠过 三人 一塔消失不见 刚进入体内丹田世界 蓝眼 卡丘莎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看到的空中的大道之书 山上的雷电密布 山脚的冰天雪地 等等 这些都是先天至宝之物 他们两人瞬间骂了 要是无上天的修仙者们 知道了风九幽的秘密 那些无上大地都会蜂涌而至 主人 所有的先天至宝纷纷开口说道 无数先天之气出现在两人眼前 没呼吸一下 感觉到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仿佛回到了母胎中 从零开始 体内的血脉诅咒之力 开始被净化掉了 片刻之后 两人惊喜地发现 体内的血脉诅咒之力 彻底消失了 多谢少主 两人半跪在地 行礼道 风九幽能让他们进入丹田世界 说明了真心接纳了他们 把他们感动得一塌糊涂 起来吧 谢少主 两人诅咒之力消失后 体内的枷锁被打破 元素之力差一点涌了出来 他们俩恨不得天天待在这里 用先天之气修炼 好了 该让其他人进来 破除诅咒了 风九幽把蓝眼 卡丘杀移了出去 一千名蓝精灵族人 依此进入丹田世界 仅仅不到两个时辰 他们体内的诅咒之力 彻底消失不见 所有人对风九幽的尊敬 达到了始祖的地步 风九幽的再造之恩 他们莫尺难忘 行了 那些行李就免了 为了大家的安全 还要你们的元素修炼 我打算让你们先待在 先天混沌白塔里面 不到无上大地境 不准出来 风九幽不容蓝精灵年轻人的反对 小白一声嬉笑后 除了几个长老 组长外 全部被收进了先天混沌白塔 安置在第五层 九大元素层 此时 在九天十地的某一神秘山谷 一个打坐的老头 突然睁开了双眸 猛地喷出一口精血 不好 蓝精灵体内的诅咒之力 被人破除了 老头脸色大变 露出恐怖的表情 只见他双手一挥 一个黑色的骷髅头 做的法杖 出现在手中 是谁 破除了蓝精灵的诅咒之力 本大祭司要灭他满门 一道怒吼声 传遍整个山谷 惊得那些族人们 瑟瑟发抖 去邀请精灵族族长千纸渊 邪灵族族长 邪破风前来议事 老者对着骷髅头法杖念叨后 一道黑光 从骷髅头法杖中离开 飞向了山谷外面 九龙潭入口处 气势逼人 仙公 南狱 南荒界的一众高手 为了个水泄不通 平时看不到的高手们 纷纷出现 其目的只有一个 杀了风九幽 快看 南狱狱主万长青 南荒界的修仙者 露出惊恐的表情 这个南狱的第一人 居然亲自出现在这里 很明显 就是为了灭杀风九幽 他身边跟着一个年轻的公子 一双阴霾的双眸等着九龙潭 爹 一会儿抓住风九幽 我要好好惩罚他 他让我在小仙境里面丢了面子 万提心中愤愤不平 不可一世的南狱第一公子哥 居然差点被风九幽给咔嚓了 好 万长青一脸溺爱地看着万提 回应道 沙万叶 你刚才说什么 收拾风九幽 一个铁憨憨瞬移出现在万提的身边 吓得他直接躲在了万长青的背后 那股强大的战力 让万提头皮发麻 更让万长青忌惮起来 阁下你是何人 为何吓一个孩子 铁憨憨不是风球又会是谁 俺乃风球 听说你们想收拾风九幽 敢不敢跟俺较量一番 谁输了 谁是小狗 风球拳头咔咔作响 那股无敌的气势 逼得万长青脸色大变 不好 这该死的铁憨憨 太强大的了 万长青脸色一会儿轻 一会儿红 当着无数南狱的同道面前 他退无可退 否则 他南狱第一人的面子 可全部丢进了九龙潭了 风球阁下 你当真要与我南狱修仙界为敌 废话那么多 敢不敢出来笔画笔画 风球露出两半大牙 笔试地看了一眼万长青 笑得灿烂的像朵榴莲花 吃进嘴里 闻着跟榴莲一样难受 无数南狱的修仙者们 纷纷朝万长青望去 神情不一 表达出相同的意思 笔试 哼 万长青发出哼的声音后 便没有任何动作 惹得无数赶来的修仙者们 纷纷发出疑的叹气声 胆小鬼 风球鄙视地看了一眼万长青后 转身不再理会 万长青眼中闪过一丝阴霾 手中的短剑悄悄出鞘 手指一滑 朝风球的背后刺去 突然 风球人畜无害地转过身来 一脸玩味地看着他 只见他双手泛着红光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出现 不好 万长青脸色大变 退无可退 没想到自己的偷袭 居然被他发现了 那柄短剑在拳头的冲击下 瞬间化为虚无 然而 风球的拳头并没停下 快如闪电 全动苍穹 碰 啊 万长青飞出十公里远 身上冒着火光 发出惨痛的叫声后 直接在空中爆炸 连仙元神都还没机会逃脱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众人 惊得目瞪口呆 纷纷恐惧起来 特别是南狱的修仙者们 吓得瑟瑟发抖 南狱狱主万长青 可是号称南狱第一人的存在 十万年前便突破晋级到无上大地超脱镜 领悟了一条法子的大能 居然被一个铁憨憨一拳给打爆了 如此恐怖的战力 哪里是他们所能抗衡的 万体悲催了 直接背下的裤筒里流出两团黄色的液体 扑通 跪在地上 疯狂地扇自己的耳光 风大殿 求求你放过我 我是畜生 我不该辱骂风九幽 我是畜生 刷 南狱 南荒界的修仙者们 纷纷露出鄙视的表情 南狱第一公子居然跪在仇人面前 不但求饶 还被吓尿了 真把他爹的仪式英明给丢尽了 就这 还敢与俺折为敌 拉吉 风球甩了甩手 咧嘴骂道 哟 这位铁憨憨 好威风啊 这时 一个找死的声音传了过来 第178章 仙公围杀 大帝出手 钟 顿时 围观的修仙者们惊讶起来 天哪 这不是姚池仙公的灵狐聪 薛小兵两位大帝也来了 你们不知道吧 灵狐聪灵狐大帝 可是姚池仙公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薛小兵可是姚池仙公的外室督导长老 也是老牌的大帝超脱尽大能 灵狐聪 薛小兵两人连妹走来 身后跟着一众至尊敬弟子 一副蔑视天下的模样 根本没把风球放在眼里 铁憨憨 你敢对我姚池仙公的下属势力 对手 谁给你的狗胆 灵狐聪嘴角微微上扬 释放出强大的气势 朝风球压迫而去 咦 俺终于有架 可打了 你们两个王八蛋一起上 还是单挑 风球右手抬了起来 做出打架的姿势 根本没在意灵狐聪的讥讽 在他眼里 能打架是最快乐的事情 他憋得太久了 好不容易出来公干 不打打架他 怎么受得了 你 风九幽是你的侄 铁憨憨 你怕是吃错药了吧 风九幽明明是下界之人 你居然不怕成为公敌 公然给风九幽出头 刚才风球一拳灭掉万长青 他可不敢一个人单挑 他并不比万长青 强到哪里去 能让男玉所有的修仙者 全部拉下水 岂不是妙事 风球愣了一下 发出憨憨的笑容 哟 你不是那个婆娘先公的弟子吗 怎么害怕你爷爷俺收拾你 想让男玉其他修仙者来垫背 你倒是会算计俺 不过 俺手养 有本事一起上 也也俺全部接下 风球外表憨憨 内心比谁都要惊 这些大多数都是找侄麻烦的 他能一次性解决 绝不放过潜在的敌人 刷 风球公然挑衅所有男玉修仙者 同时不把姚池先公放在眼里 如何不能让他们震惊 这时 姚池先公 百花先公 姚月先公的弟子突然一愣 似乎有人给他们传音 纷纷站了出来 我百花先公与姚池先公同气连枝 愿意挑战铁憨憨 我姚月先公 我天玉先公 一时间 二十多个先公弟子同时站了出来 清一色的大地超脱镜 风球傻眼了 尼玛居然不讲武德 同时出来二十多个先公 起码四十个大地超脱镜 就算他大地超脱镜再强 也不可能是二十个同境界大地的对手 正当他打算拒绝时 九龙潭翻出耀眼的白光 一个 两个进入小仙境世界的仙友们 纷纷传送出来 出来的修仙者们被吓得瑟瑟发抖 几十个大地散发的气势 压迫得众人差点掉回九龙潭 风九幽带着蓝眼 蓝星 蓝三 蓝落四人及零号两兄妹刚出现 顿时感觉山羽欲来风满楼 压抑的气势铺天盖地落下 偏眼望去 几十个大地散发的气势 封锁了九龙潭上空 蓝组长 各位长老 等会我把你们收进小塔里面 这些人应该是来找我麻烦的 风九幽同时对四人传音道 风九幽在哪 给我滚出来 摇池仙公的一名弟子 看着被气势镇压的众人 喝道 刷 那些南荒界的修仙者们 纷纷朝风九幽看去 瞬间 所有大地 仙公弟子的目光 纷纷朝风九幽扫来 好一个绝世风姿 好一个美男子 可惜了 无数道叹息声响起 四位 风九幽难 我们仙公的通缉犯 请而等速速离开 免得遭受无妄之灾 灵狐从冷漠的蓝眼四人 根本没把蓝精灵一族四人放在眼里 哼 此乃我等少主 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冒犯的吗 速度滚怪受死 否则 一会儿让你有来无回 蓝星被气得火冒三丈 摸出了手中的法杖 灵狐从脸色微变 看到了蓝星手中的法杖后 内心大呼不妙 精灵族不好惹啊 精灵族的朋友 请你们速度退下 风九幽今日必须死 你们在冥顽不灵 等待你们的 只有死路一条 见到如此情况 百花仙公真传弟子秋缠 站了出来 魏灵狐从呐喊诸威 精灵族 请你们速度离开 接连二十个仙公大的站了出来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等等 见张姆巴的气息 被一句等等 瞬间瓦解 风球缓缓地站了出来 嘴角露出一丝莫名的笑容 侄儿 还不到叔叔俺这里来 还有你们两个兔崽子 见到俺还不行脸 刷 所有人傻眼的 这个铁憨憨 公然貌认亲人 他不怕被四十个大帝 围歼灭亡吗 风九幽瞬间将在原地 他感觉到了 与他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林皓 林雨尴尬地站了出来 拱手道 见过风球表叔 风九幽一下猛圈了 什么情况 表弟 这个是风球表叔 也是你的亲叔叔 林皓尬地捞了捞脑袋 说道 我的亲叔叔 我老爹啥时候有兄弟了 我怎么不知道 风九幽三连问 糊涂起来 他爷爷风破天 只有一个儿子风不毁 他什么时候多了个叔叔 不过 他体内的血脉 又无法作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嗯 准确来说 你和俺都是风家 大祖一脉的嫡传后人 风家便是 无上天最大的不朽世家 风球语不惊人死不休 眼见局势危险 直接爆出了自己的身份 背景 什么 瑶池仙公 百花仙公等 二十多个仙公傻眼了 猛逼了 围观的修仙者们 心中跑过万头草泥马 这么狗血的剧情 居然发生在风九幽身上 这下好了 你们居然欺负到 不朽世家风家头上了 看你们如何收场 风九幽比他们更猛逼 被风球说的话 震得七零八落 表哥 我当真是风家的人 风九幽朝林浩 林宇望去 林浩点了点头 说道 表弟 希望你不要怪我们瞒你 是老娘不让我们说的 卧槽 我居然背景如此强大 风九幽走到风球面前 伸出双手 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小说 这么多人都是想来要我的命 你看着办吧 风九幽 直接躲在了风球的背后 抿嘴偷笑起来 刚刚还热情满满的风球 顿时傻眼了 这个刚任的侄儿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没见到有几十个大帝 在虎视眈眈吗 我搬出风家 也只是权宜之计 他们背后 必然有其他 不朽世家的影子 不过 当着侄儿的面前 他如何能丢掉面子 摇池仙公 百花仙公 你们二十四家仙公 速度退去吧 俺风家的人 可不是你们能欺负的 一众仙公之人 尴尬的快 抠出一个小世界来了 你看我 我看你 找不到如何解决的方法 突然 一道传音 纷纷没入仙公领头人的耳朵 灵狐聪等人眼睛一亮 一副 不善地看着风球等人 好你个铁憨憨 居然冒充不朽世家风家 该当何罪 一起拿下贼人 教育风家处置 第179章 仙公为杀 大地出手 吓 谁敢 风球一声怒吼 在体外形成一道强大的光波 让那些蠢蠢欲动的人 停了下来 哼 你们真当我不朽世家 灵家是摆上吗 零号 灵雨连妹走了出来 一脸怒视地看着灵狐聪 等四十位大地 灵狐聪等人瞬间愣住 大呼不妙 怎么还有灵家的后人 搅在一起 哟 你说 你是不朽世家灵家 你就是灵家了 小儿红口白牙 还真会狐假虎威 一道陌生的声音传出 带着面具的神秘人 走了出来 灵狐聪等人 纷纷拱手示意 尊敬无比 你们几人居然冒充 不朽世家的传人 真是好胆 各位先公弟子 还不速速拿下他们 神秘人发话后 四十个大地 纷纷出动 一时间 九龙潭上空 各种法则密布 大地微压 震得周边的山川 纷纷化为阴粉 恐怖如斯的气息 让那些难遇的 修仙者们瑟瑟发抖 大地一出 水雨争风 就单单 他们散发的气息 便能让人绝望 风球脸色凝重起来 看了看平静如水的风九幽 问道 哲儿 一会儿带着灵号 灵狱逃跑 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 风九幽撇了一眼风球 撇撇嘴 大地我打不过 不代表那些 先公弟子也打不过 就算我要逃走 也得让他们 付出应有的代价 风九幽心中杀鸡大胜 居然敢出动大地 围杀自己 真当自己是软柿子 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吗 表弟 一会儿我们坐上飞航舟 逃跑吧 灵号可不认为 三人能在大地手下 占到便宜 也不认为 风球一人能单挑 四十个大地 我这边有五个大地 对面四十个 一个打八个 没问题吧 风九幽看着风球 蓝眼等人 淡淡说道 几人瞬间将住 看了看风九幽 那神色跟看傻子一样 一个打八个 你真当大地 是会员静吗 不禁叹了口气 侄儿 你放心 就算拼了俺 这条老命 也要护你周全 少主 我们也是 众人一口允诺下来 铁憨憨 精灵族的大地们 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速度退下 否则 今日毕灭你们 灵狐聪等人 抽出了帝兵 一道道法 则演化一方天地 九龙潭上空 全是无数虚影翻腾 光说不练 俺等会儿 会好好操练 你个王八蛋 风球面对灵狐聪 一次次的威胁 早把他当成死人了 二话不说话做 一道光朝灵狐聪杀去 灵狐聪神色大变 手中的地兵一抬 护道 瑶池仙法 诛邪 在他身前形成一道 落下的剑阵 夹杂剑道法则 宛若来自九天之上的银河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恐怖的气息 仿佛刺破苍穹 让人望而生畏 然而 风球的拳头 带着无敌的拳道法则 横穿过 那道剑阵 顷刻间被击碎 不 拳道法则挽若星辰之光 加速落下 直冲令狐聪的脑门 慌乱的他启动流光 地甲护体 碰 那股破天之力 击中在流光地甲上 不可一世的灵狐聪被打飞 连撞十座大山 深深的陷在里面 一击打成重伤 这一切 只不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风球用他的拳头 告诉世人 敢与风家作对 这便是下场 俺的拳头 还没开光 谁来送死 风球的拳头一下 只镇住了三十九名大帝 他们没人能接得住 风球的拳头 先天立体 狂暴如龙 没有人有信心 与他单挑 风球幽双眼放光 一阵狂热 小叔居然如此生猛 一拳打爆 同为大地超脱镜的灵狐聪 这是他没想象到的 难不成风家的族人 都是一群妖孽吗 神秘人 双眸微动 双手一合 一股强大的帝威出现 化作一柄 法则之剑悬挂在虚空之中 铁哼哼 接我一剑 请客间 那柄法则之剑 破窝来 无数人平住呼吸 纷纷运气护体 抵挡着毁天灭地的气息 大地开始出现裂痕 九龙潭的水 开始倒流上 风球脸色凝重起来 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秘人 断然是不朽世家的人 只不过 他并没判断出 是那家的人 哲儿 你小心了 话音一落 风球化作一道激光 对着天空一阵咆哮后 身体外出现一道 玄武的护体之气 手中的拳头 搅动一方风云 拳道法则化作一只巨大的拳头 迎着落下的法则之剑撞上 劈啪 两者相撞 出现一个个黑洞 空间裂缝 成片成片出现 打得日月无光 山崩地裂 紧接着 两人腾飞而上 在空中交战起来 当当当 拳道杀伐 力大无穷 剑气横飞 黑洞连锁 哼 该死的宣元博 你敢出手 针对我侄儿 俺打爆你 两人交手一会儿后 风球便发现了宣元博的气息 彻底把他激怒了 力拔山河 拳道破天 打爆你个孙子 发狂的风球 像疯子一样 迎着剑道法则冲到宣元博身边 踢着拳头疯狂出击 你该死风球 本座斩死你 剑道法则刚凝聚 风球的拳头便杀了过来 不给他任何机会 当当当 啊 拳头如雨滴 疯狂落下 打得宣元博嗷嗷大叫 杀了风九幽 底下三十九名大帝 纷纷杀向风九幽 那些水龙 火刀 雷竹等各种法则层出不穷 蓝眼四人对视一眼 看到了 誓死如归的表情 竹林成海 左 花丛颈簇 困 金色之剑 杀 土墙之术 防 四人发动元素之力后 自然之道 幻化的法则出现风九幽面前 抵挡着三十九道法则攻击 当当当 二个呼吸后 自然之道 召唤的法则 哪里抵挡得了 三十九道攻击法则 寝刻间 防御被攻破 眼看雷竹 即将落下的瞬间 一道恐怖的大帝 威压落下 谁敢对我侄儿不利 一只凤凰从天而降 羽毛一闪 攻来的三十九道法则 瞬间湮灭 凤凰之上 站着一个 美艳绝伦的女子 身穿一身红衣 英姿飒爽 那张脸冷冰冰的 宛若九天玄冰 一样寒冷 各大先攻的三十九名大帝们 瞬间傻眼了 居然骑着凤凰降临 这不就是不朽 世家风家的凤凰神兽吗 见过小郭 林浩 林雨大喜 赶紧走上前 给风情行礼道 你们两个小鬼 什么时候跟风九幽混在一起了 你们都护到人呢 林浩尴尬地挠了脑脑袋 小郭 我把月术给甩了 偷偷溜来的 林雨拉着风情的手 摆动着 嘀咕道 小郭 娘亲同意我出来历练的 风情温柔地看了他们一眼后 朝风九幽看来 这亲人的关怀 九幽 见到小姑 还不快过来 风九幽愣了一下后 不好意思道 指儿九幽 见过小姑 怎么今天突然 冒出来这么多亲人 风家扛得 驻无上天的各大势力吗 九幽 好样的 风情揉了揉风 九幽的脑袋 弄得她尴尬不已 你们这些仙宫大帝 当真要与我风家为敌 你们可知道 与我风家为敌的下场是什么 风情一缕秀发 在风中飞舞 那双冷漠无情的眼睛 盯得他们头皮发麻 第180章 不朽世家登场 混战开始 薛小兵 秋缠等大帝 面露难色 风家人极为互端 得罪了他们注定 没有好下场 除非得到其他 不朽世家的支持 否则 这次围杀会彻底失败了 正当他们犹豫不决时 一道笑声 打消了他们的念头 呦 风情 你好大的威风 连我火家的下属仙宫 也敢威胁 谁给你的胆子 虚空中 一个满头红发的男子 走了出来 身后跟着十个弟子 他们衣服上 全部绣着火的字样 见过火山公子 薛小兵等人 恭敬行礼道 嗯 火山鼻孔朝天 带着火家 众人缓缓走来 那双淫晦的目光 对着风情 淋雨上下打量都不停 火山 你眼睛再乱看 信不信 姑奶奶把她抠下来喂狗 风情眼中闪过一道厌恶 鼻一道 风情 你认为 你今天保得住风九幽 要不 你嫁给我 我来保护我们的侄儿 火山话音一落 身后的火家弟子 纷纷哈哈大笑起来 风情 被气得汹涌澎湃 心中的怒火 一触即发 对面那个癞蛤蟆 就你这长相 连妖兽都看不上 还在做迎娶 白天鹅白人梦 你心里还没点鼻数吗 风九幽眉脚一挑 对着火山辱骂起来 风情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没想到这个素未谋面的侄儿 毒蛇如此了得 火山脸垮了下来 眉目不善地盯着风九幽 咧嘴笑道 仙公怕你们风家 我火家 山家 薛元等五家 可不怕 你们风家 你们风家敢 与我们五家同时为敌吗 风九幽 本公子建议 你自杀 否则 你就是风家灭亡的罪魁祸首 林雨见状 心头一震 立即破口大骂道 火山 你想死吗 我林家 与风家同气连枝 你试试看 火山淫秽一笑 是吗 突然 东边虚空中出现十几个 戴着白色面具的神秘人 领头的是 大地超脱镜 其余全是混员近巅峰 右边人群中 出现十几个 穿着黑色服饰 南边 北边 同时出现四名神秘大地 还有六十名混员 近巅峰高手 地威弥漫在九龙潭上空 法则之力 在碰撞 封锁了风琴等人逃脱的路线 风琴脸色骤变 内心大呼不妙 看来其他不朽世家 已经悄悄派出了隐藏势力 不灭掉风九幽 事不罢休 九幽侄儿 这次危险了 等会小姑 给你轰出一条通道 速度赶回风家 风琴沉重冷静 观察起进 四十多名大地的包围圈 争取给风九幽打通一条通路 逃离九龙潭 杀掉风九幽 神秘人突然开口后 四十多名神秘大地 同时出动 法则之力交织 恐怖的杀鸡直面风 久悠而来 找死 风琴勃然大怒 身旁的凤凰拍打着翅膀 一股飓风法则 出现在身旁 阻挡攻来来的法则之力 主人 我抵挡不住了 神兽虽强大 毕竟这头凤凰 也不过大地超脱尽实力 面对四十名大地的同时攻击 他的飓风法则 抵挡了两个呼吸后 便出现崩溃的局面 小黄 守护好我的侄儿 风琴手持火灵地兵 对着攻来的法则之力 连劈三下 一道烈火法则铺天盖地落下 整个九龙潭宛若一个巨大的火球 温度提高了上百倍不止 攻来的法则与烈火法则僵持起来 风琴额头上汗水大颗大颗地滑落 体内的仙灵之力疯狂运转 消耗逐渐有力竭的趋势 小黄 带着九幽走 风琴扭头 对着凤凰交代道 布主人 我要跟你攻进快 凤凰不舍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风九幽脸色冷得可怕 拍了拍凤凰 沉声道 我们都不走 不让他们掉一层皮 我风九幽是不为人 刹那间 风九幽手中多了一柄苍穹地刃 在狂风中 头发飘了起来 冷漠的双眸杀鸡在线 你们想杀我 今日我便让你们后悔 嗖 风九幽消失在原地 鬼魅地出现在仙宫弟子身旁 吓得仙宫弟子们纷纷剑拔弩张 咫尺天涯 一箭逍遥 于 一条虚影快如光速 穿梭在仙宫弟子身边 九龙潭上空狂风大作 紧接着 电闪雷鸣 剑雨倾盆 落下的剑雨 触碰到至尊敬的仙宫弟子 纷纷惨叫起来 一个 两个 差不多二十多个至尊 敬仙宫弟子 化为虚无 那些混元境高手 借助领域力量 挡住了部分剑雨 不过也有不少 混元境高手 受了轻伤 定 宿主灭杀二十四个 至尊敬敌人 抱得四万八千年修为 交战的大帝们 脸色微变 一个小小的斩道进垃圾 居然能打出剑雨的属性出来 已经触摸道道的边缘了 死子不能留 他们心中出现同样的念头 一对青铜面具神秘人 掉头朝风九幽杀去 不 该死的 你们胆敢如我侄儿 我上碧落 下黄泉 也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风情渐状 脸色惊变 烈火法则发出惊天变化 一股飓风法则加持下来后 烈火法则演变成狂暴烈火 逼得交战的众人节节败退 瞬间 他骑上凤凰 消失在原地 手中的火灵地兵 杀向了青铜面具神秘人 我知火焰 毁天 灭地 我知飓风 破身 灭魂 火灵地兵连发两剑 两道火 风法则化作的剑气落下 青铜面具人们不得不撤回 应对风情的攻击 碰 火焰 飓风与神秘人的惊象 在空中交战 一道光亮过后 风情来到风九幽身边 青铜面具人们退后几百丈 双方的交战 让九龙潭的水化为虚无 再无半分水珠 小郭 你没事吧 风九幽看到风情略带疲乏的步伐 大感不妙 关心起来 风情略了略秀法 笑道 你小郭 还能一个打十个 风九幽知道 这是小郭在安慰自己 心中那一抹 藏在心底的亲情油然而生 眼眶湿润起来 心中暗暗发誓 从今以后 谁也不能欺负我的亲人 凡如我 欺我亲人者 统统下地狱 风情 你还要赋予完抗到几时 交出风九幽 然而等不死 这一会儿 白色面具神秘人 联合各大仙公 道公 大教等 总共约四十多名大帝 连妹走来 被打成重伤的令狐聪 捂着胸口 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风九幽 铁憨憨不在你身边 我看你这次插翅难逃 那道仇事的目光 恨不得把风九幽给活吞了 下界的圣地 被他断了先公传承 刚才又被他叔叔打成重伤 此仇 早已不攻殆天 你们住手 林浩带着凌羽 缓缓走了出来 身后跟着蓝眼四人 哗 四十多名大帝 纷纷朝林浩等人望去 嘴角露出一抹讥讽 本少爷林浩 来不朽 世家林家的 嫡传公子 我已经通知了我 老娘男公妾 你们不想死的 都给我退下 尽管林浩心里 怕得一匹 不过 表面上 却是一副 辟逆天下的样子 第181章 暗影兵团出洞 血流成河 哈哈 小子 你居然冒充不朽 世家林家后人 好大的胆子 青铜面具男子 眼睛闪过一丝异样 出口反击道 把冒充林家 风家的贼子 统统拿下 交给两个 不朽世家处理 他们是不是林家 风家的后人 已经不重要了 杀了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能让风家 林家 失去绝代天骄 对于其他 不朽世家 百利无遗害 况且 他们都没表露身份 就算知道是火家 山家 轩辕等 不朽世家做的 又能怎么办 没证据 南不成风 林两家 敢与其余五家 为敌不成 刷 四十位大帝 帝尾展开 五颜六色的 法则之力 盘旋在九龙潭之上 杀 一声杀 仿佛看到了 血流成河 尸骨无存的画面 那些围观的 难遇修仙者们 露出惊恐的表情 可惜了 风九幽如此妖念 就要消亡了 不止风九幽啊 连林家的两个后人 也难幸免于难 这时 天空突然开了一道口子 那些交织的 法则之力 瞬间消失不见 身穿黑红相见 铠甲的军队 出现在虚空之中 清一色的 混援镜巅峰 队长清一色的 大地超脱镜 而领军的将军 为领悟三道法则的 大地超脱镜 101名高手 散发的气势 让四十多名 大地的帝威 法则之力 消失得无影无踪 风情抬头一看 心中大喜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九幽之二 我风家的暗影军团来了 围杀你的敌人 一个跑不掉 风九幽愣了一下 有点猛圈 不就九十名 混援镜巅峰 十一名无上大地吗 能跟下面的四十多名 大地近抗衡 林浩拍了拍风九幽 笑道 表弟 风家的暗影兵团 号称最强的军团 无上天流传一句话 暗影一出 大地陨落 风九幽大惊 这么强 林浩点了点头 一脸崇拜地看着空中 那101名暗影军团 暗影军团的任何一个成员 都是风家的妖孽之才 都能越战 混援镜领悟了 不下于大地的法则 可以吊打大地超脱镜 什么 风九幽被惊得久久不语 虚空中 领头的将军 戴着一张红黑的面具 只见他手轻轻一挥 身后的暗影军团 成一字散开 将军居高临下 俯视众人 冷冷道 有人围剿 我们风家人 你们应该如何做 身后一百名 暗影军团成员齐声道 杀 杀 杀 声音震动千里之远 让下方的四十多名大地 心中大感不妙 哼 暗影军团 你们好大的胆子 敢公然与无天上 所有修仙者为敌吗 青铜面具领头人 眼中闪过一丝阴霾 冷冷地看着空中 那一百零一名 暗影军团成员 切 青铜面具小儿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算了 反正你马上就是死人了 空中泛起一阵涟漪 暗影军团将军 瞬息间出现在风九幽身边 侦儿 叫声勃勃来听听 扑哧 风情 灵号 灵语 纷纷笑了起来 风九幽一脸的尴尬 听着怎么怪怪的 九幽 这是风流伯伯 风流取下面具 一张帅气的脸庞 出现在众人眼帘 他一脸炽热地看着风九幽 微微笑了起来 九幽 你伯伯我 可入你的法眼 九幽见过风流伯伯 风九幽行礼道 心中一暖 没想到无上天的风家 居然如此在意自己 侦儿 乖 看你风流伯伯 如何灭杀要加害你的人 刚刚一脸热情的风流 瞬间变了一张脸 他冷漠地盯着 围杀风九幽的大帝们 你们可以死了 杀 请客间 虚空中的暗影军团 从天而降 手中的地枪 发出惊人的雷电 噼啪 雷电化作法则领域 覆盖在了九龙潭上方 把所有的先公弟子 连同出现的神秘人们 全部封锁了进来 猎阵 天雷影 化雷枪 天穷万米之上 恐怖的蔑视神雷翻滚着 看得风九幽目瞪口呆 怎么如此像自己的紫霄神雷 不过 他们比紫霄神雷更加恐怖 红色雷电 划破长空 惊得被困在阵法中的大帝们 脸色骤变 合力破阵 杀 青铜面具男子 身先士卒 杀向混元进的暗影军团队员 哼 杀的就是你 正当他瞬移的瞬间 风流出现在他的路径上 手中的地枪 化作一道雷龙杀向他的脑袋 迫使他不得不停了下来 一个符咒出现在他手上 捏碎后 一道透明的顶 出现在身体外面 碰 雷龙撞击后 被挡了下来 咦 没想到你居然有大帝级上瓶顶符 看来你们慕容家 真舍得下本钱啊 不过 你暂时安全了 你的同伴呢 青铜面具男子抬头望去 整个人被气得浑身发抖 那些红色雷电落下后 无视大帝的帝威 破除了大帝体外法则 没入他们身体内 啊 一道道惨叫声响起 仙宫的大帝们率先倒霉 毕竟他们比起不朽世家来说 底蕴差得太远 没有大帝上瓶以上防御 符咒等 在红色雷电的轰沙下 纷纷化为灰烬 请客间 天降血雨 大帝哭泣 一尊尊大帝陨落异象 出现在南域 彻底惊动的无上天 如此规模出现的大帝陨落 这是几个纪元以来头一回 仅仅几个呼吸时间 十二几个仙宫的大帝 全部交代在了这里 连同他们带来的弟子 全部化为虚无 连帝元神 都无法逃脱红色雷电的轰沙 风流小儿 你等着无上天修仙者的追杀吧 顶里面的青铜面具男子 发出鬼魅的嘶吼声 无上天的修仙者 敢来追杀我 你应该担心你的同伴才对啊 小朋友 风流手一挥 一百名暗影军团 收起了雷电影 拿着长枪 杀向幸免于难的神秘大帝们 一时间 大帝消失 岛屿毁灭 双方的厮杀 震天动地 法则之力在演化 生命再次陨落 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的暗影军团 杀得神秘面具人们 节节败退 死伤惨重 看得风九幽大开眼界 心中热血澎湃 恨不得提着苍穹地刃上去 杀一通 风流 给我停下 看着顶外的 面具人们纷纷被屠杀 虚空外血雨天降 大帝一直在哭泣 青铜面具男子 彻底害怕了 五个神秘大帝 是五个不朽世家 暗中的势力 比起风家的暗影军团 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再下去 会被图得干干净净 这对任何一个不朽家族来说 都是难以承受的灾难 一名大帝 对不朽世家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为了一个疑似未来主宰的人 让六十个大帝死去 值得吗 不 值得 不朽世家不允许出现 打破平衡的人存在 否则 他们都得俯首称臣 为了不朽世家的将来 死在多的大帝 能换掉风九幽 都是值得的 风流 这是你逼我的 来自深渊的声音 从青铜面具人嘴里发出 五大兵团 出动吧 他捏碎了手中的 跨界传送符 请客间 一道跨界传送门 出现在天空之中 第182章 五大兵团降临 乱战开始 虚空中 金莲闪烁 一道大门缓缓开启 紧接着 一道恐怖的气息 铺天盖地落下 人味道 气势逼人 身未陷 大地崩塌 不好 九幽 你速度离去 风流脸色沉重起来 没想到 几大不朽世家 为了灭杀风九幽 居然公然出动 五大不朽世家的 暗中军团力量 想走 晚了 顶里面的青铜面具男子 露出邪恶的笑容 今日 能灭掉风九幽 还能戴上暗影兵团 风球 风情 付出再大的代价 都值得 结结结 风流眉间 闪过一丝杀机 很可惜 你看不到了 一道败破法则出现 腐蚀着那个透明大顶 刚才得意的青铜面具人 慌了 你你不能这样 死吧 地枪化作雷龙 没入大顶 刺破青铜面具人的脑袋 连同体内的地缘神 一同湮灭 而此时 传送门里面的五大军团 缓缓露出真身 不过 下方的神秘面具人们 正好被杀得干干净净 真贪娘的爽 俺爽呆了 风球把轩缘博活生生给打爆了 地缘神被他禁锢在体内世界 等着后面好敲诈一下轩缘世家 风流 虚空中的那些鸟人 你搞得过不 风球看着天空中可怕景象 陆续出现的面具军队 心中担心起来 打不过 也得打 风家没有挠肿 风流手中的地枪插入大地 回头看了看风九幽 灵号 灵雨 沉声道 大地领域 封锁了这片天空 想走 也来不及了 等会儿 你们三个务必小心 嗯 虚空中传说过来的五大军团 每支军团八十人 轻一色的混援近巅峰 领头的为五个无上大地超脱镜 领悟了两道法则之力 只差风流一线 当他们看到地上的惨象时 心中的杀意滔天 没有多余的威胁化 杀 五大军团在各自将军的带领下 化作五团白光落下 乾坤阵法 锁 阴阳合击 杀 八门金锁 困 五种法则演化的大阵 封锁了整片天空 法则之力冲刺着九龙潭 杀声震天动地 双方兵院相交 爆炸声不绝于耳 虚空崩碎 日月无光 风流 风情 风球绿仙士卒 冲入对方军团中央 杀的今天 地气鬼神 蓝眼等四人围在风九幽 灵浩 灵雨身边 四种元素之力 形成护震 挡在前面 与我风家作对 找死 风球的拳道法则 拳拳爆破 杀入大阵后 打得对方鸡飞狗跳 片刻之后 对方稳定阵型后 把风球锁在了里面 源源不断的阵法加持 别看风球气势滔天 在困阵下落败 是迟早之事 这边 风情骑着凤凰 火焰界风势 形成一道火墙领域法则 挡住了五大军团的联合 正好把他们分开 凤凰是不是发出 飓风攻击 口吐凤凰之火 烧得对方 嗷嗷大叫 一时间 风情略占上风 不过 它的消耗比五大军团更多 时间长了 必然坚持不了多久 最凶猛的当属风流 杀入大阵后 手中的地枪宛若惊天之龙 用自己的禁剑 实力压制五个将军 砰砰砰 兵器相交 法则之力破坏着虚空 大地 一个个黑洞出现 虚空寸寸锻炼 大地变沧海 岛屿消失 恐怖的气息 让海水中的海兽成片成片死去 血染红的大海 海面刮起了飓风 各种意象层出不穷 漠然 双方开始出现伤亡 暗影军团 在对方的阵法压制下 逐渐露出败相 小心啊 一名躲闪不及的暗影军团队员 被敌人四人联合绞杀 四柄地气 没入他的体内 他蔑视一笑后 直接自爆了 砰 一到蘑菇云后 五人彻底消失在了大地上 大海平面上出现了 五百米的真空 风九幽心中 莫名地心痛起来 这些暗影军团 是为了救自己而来 没想到 他们开始一个个死去 眼泪打湿了眼眶 心中的火燃燃升起 手中的青筋高高隆起 一圈圈的杀意 从体内传出 眼睛开始心红起来 手中的苍穹 地刃飘浮起来 围绕着自己旋转 我要杀人 少主 你 风九幽请客间 变成一个几十米高的巨人 手中的苍穹地刃 变成了三十米 他纵身一跳 出现在对方五大军团身边 化地围牢 一剑逍遥 光 百倍攻击buff 神通 战法一通打出 刹那间 一道透明的牢笼 把五大军团的人关了进去 虚空中 出现十日横空的局面 无数道烈日 光线落下 恐怖的温度 让大海开始沸腾 那些降下的火焰 已经开始威胁起他们来 杀了风九幽 五大军团的混原进高手们 强忍着烈焰的炙口 纷纷攻向风九幽 然而 百倍攻击buff的加持下 已经跟混原进高手们的实力持平 砰砰砰 领域下 剑气横飞 剑势滔天 剑狱封锁 即将落在风九幽时 一道气罩 出现杂风九幽身体外 苍穹护体发动 对方的剑气攻击 全部被吸收殆尽 惊呆地围杀 他的一众混原进高手们 该我了 风九幽顿时 信心满满 掌印世界落下 砰砰砰 连发五掌 每一掌全是滔天 每一掌杀意满满 围攻的十名混原 竟巅峰高手 硬生生被打退了几十丈远 这 林浩 林宇露出惊恐的表情 完全没想到 风九幽诗展变身神通后 战斗力如此威猛 对方可是混原进巅峰的高手 都是不朽世家 天骄的存在 惊得两人嘴巴张得大大的 表弟 真不是人 憋了半天 林浩冒出一句赞美的话 哥哥 你得加油了 不要被表哥甩得太远啊 林浩嘴角微微抽搐 又被自己的妹妹鄙视了 蓝眼四人对视了一眼 心中莫名的惊喜 莫想到任的主人境界低下 战斗力居然恐怖如斯 由此少主 蓝精灵一族 必定会成为无上天的顶级势力 不过 前提得度过今日的必杀之局才行啊 四人不约而同的 紧握法杖 施展起元素攻击 朝五大军团杀去 一时间乱战起 五大军团被分割成十个组团 不过人数占优的五大军团 逐渐扳回了优势 暗影军团又死了七八个 风九幽通过法天相帝 幻化成巨人后只能保持不败的状态 在面对对方十人 二十人时依然无法取胜 碰 风球被二十人围攻 僵持半个钟后被打成了重伤 眼看就要掉进大海 不 风九幽发动 咫尺天涯神通 在风球掉入大海的瞬间 一把扶起了风球 不过 他同时被十个混员 近颠峰高手偷袭 打得他五脏六腑一味 大口吐着精血 九幽侄儿 你没事吧 风球脸色大变 一边捂着自己的胸膛 一边担心起风 九幽的伤势来 没事 求说 风九幽心红的双眸 盯着刚才偷袭的食人 嘴角露出一丝冷意 气我求说 偷袭我 我必杀的 风球稳定了一下后 摸出地品仙药吞服着 庞大的仙灵之力 在体内散开了 他强忍着体内的疼痛感 勉强笑道 九幽侄儿 没想到 求叔今天反过来 让你救了俺 惭愧啊 求说 就让侄儿 跟你肩并肩作战吧 风九幽恢复了真身 体内的仙灵之力 消耗了一半 要不是因为 杀伐天经的支撑 估计他早气惊人亡了 就凭你们两个丧家之犬 一时间 四十个混员 竟巅峰高手 连妹而来 两个攻击大振化 做一条巨龙 一条火凤杀来 第183章 莲花大帝 阿九 出手 危急关头 风九幽也不管自己的伤势如何 强忍着体内撕裂般的疼痛 高呼道 紫霄神类 诛灭邪魔 电光火石之间 上方紫雷翻滚 乌云密布 恐怖的杀机 出现在众人头顶 劈啪 紫色雷电倾斜落下 化作密密麻麻的电网 从大地封锁的空间 穿透降临 不好 正在交战的大帝们 脸色大变 完全低估了 风九幽这个斩道进垃圾 居然能领悟神通 这个可是跟法则同级别的存在 在某些方面更强大 围攻风九幽 风球的四十个混元镜巅峰强者 停了下来 纷纷使出大地宝物防御起来 显然 在无上神通下 大地宝物也只能防御片刻 那些幻化的防御器罩 纷纷被雷电击破 没入他们体内 啊 四十道惨叫声响起后 纷纷被紫霄神雷灭为灰烬 定 恭喜宿主灭杀四十名混元镜巅峰高手 保得四百万年修为 累计 2562.8万年修为 宿主已打斩到镜屏障 请速度度置尊敬雷洁 面对系统的电流音 风九幽开心不起来 灭杀了四十个混元镜巅峰 已经超负荷运转 强压住体内的伤势 处于即将爆发的边缘 就算杀伐天经的修复 也得花起码大半年才能修复 再下去 伤了根基就麻烦了 侄儿 你真没事 风球那双关切的双目 似乎发现了什么 问了起来 求说 我没事 风九幽故作镇定 题外散发出强大的领域之力 让另外八十个混元镜巅峰的高手们 停住步前 犹豫起来 哼 速度灭杀风九幽 他已经是强弩之末 快 与风流交战的红莲面具男子 对着停住步前的手下喝道 敢欺我表弟 找死 零号施展虚空领域 瞬息间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零与手中的地剑轻轻一挥 在海平面上空 出现百米高的冰墙 横在八十个混元镜巅峰高手之前 两人像互犊子一样 警惕起即将杀过来的混元镜巅峰高手们 然而 仅仅过了一个呼吸后 八十名混元镜巅峰高手 施展各自的领域之力 摧枯拉朽之势 灭掉冰墙 杀了过来 杀 零号率先士卒 引入虚空 再从虚空中杀出 虚空之刃 化作灭尸之剑 划出一道白光落下 举盾 八十名混元镜军团 手持地级下品护盾 同时举了起来 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防御之盾 当当当 落下的虚空之刃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嘴角露出一抹机缝 小小的至尊镜 也赶在他们面前绣大刀 这不是找死吗 淋雨剑撞 手中的长剑 迎着海面轻轻一点 方圆几十公里的海面上 瞬间被冻结 紧接着 冰封之力蔓延开来 迎着八十名混元镜高手的脚下 倾袭而去 咦 领军的队长发出一声叹息后 手中的符咒亮起 一道气罩出现在前方 挡住了寒冰领域的进攻 寒冰领域 不错 很可惜 你进阶太地 金枪杀阵 杀 接连三次被阻 八十名混元镜巅峰军团 早已动了杀星 他们抬起手中的长枪 按照阵形发弓起来 美人的气势一出 直接冲破云霄 在虚空中形成一杆金色通体的长枪 恐怖的气息 已经超过大地超脱镜的法则之力 大海出现一条千米深的沟壑 空间屏障一寸一寸爆裂开来 不好 风球脸色惊变 此枪毁天灭地 无法抵挡 加上周围的空间 已被大地封锁 这下完蛋了 一道危险的气息从天而降 风九幽聚目中 闪过一丝担心 他回头看了看风球 林浩 林雨三位亲人 沉声道 求说 表哥 表妹 你们多保重 下次你们见到我父母 祖父他们 告诉他们 风九幽曾经来过无上天 让他们悟念 风九幽头也不回 腾空而起 朝那道金色长枪杀去 不 表弟 快回来 表哥 不要啊 三人同时泪满惊 没有任何犹豫 同时腾空而起 要死 一起死 要活 一起活 哎 风九幽使出化地为牢 在三人腾空的瞬间 化地为牢落下 阻挡三人追来 林浩 停登半课后 冲出化地为牢 可为时已晚 风九幽离那柄金色法则凝聚的剑 一步之遥 不要啊 风流 风情 蓝眼等人 纷纷嘲讽九幽看来 全部流露出悲痛欲绝的表情 你们这些贼子 该死 我风流再次发誓 不灭你们五大不朽世家 事不为人 啊 破败 杀戮 割裂三道法则同时打出 他完全是以拼命的形式 杀入160名混元竞兵团的包围中 要以他们的血 抱折的仇 风情 蓝眼等人也杀红了眼 空中火焰滔天 五行元素之力 形成五环之力 没入人群中 惨叫声 不绝于耳 一时间 五大兵团死伤几十名 五大军团将军 见到风九幽即将死于金色法则之枪下 嘴角露出一丝 获胜的表情 然而 正当风九幽即将死在金色法则之枪时 一便发声 一个蒙面的女子 凭空出现在万米高空之上 只见她轻轻一挥 念叨 空间放着 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出现 在金色法则之枪落下的瞬间 风九幽被 强大的空间犀利吞没 她在没入空间裂缝的瞬间 一个神秘的玉佩 出现在风九幽手上 她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尽管只看到面纱 但她知道 那就是阿九姑娘 一个曾经被自己唤醒的女弟 不过 她这是算救我 还是算害我 阿九姑娘 两人四目相对 尽管相隔几千米 依然看到 阿九眼中包含观星的神色 通过她的口型 风九幽读懂了两个字 珍重 空间裂缝合上后 风九幽消失不见 蒙面女子看了下方争斗的众人 踏入虚空 消失不见 此时 八个空间传送门出现 八大世家长老纷纷走出 双方争斗戛然而止 九幽呢 一个白衣老者 环视了一圈 问道 老祖 九幽者 被五大不朽 世家追杀 被人放逐进了空间裂缝 生死不知 风流悲痛欲绝回应道 什么 白衣老者 冷冷地看了一下身边的 五大不朽世家长老 嘴角露出一抹冷意 好胆 公然灭杀我风家天骄 你们等着我风家的雷霆之火吧 喂 风不畏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火家后人灭杀风九幽 请把证据拿出来 就是 风不畏 此事跟我山家一点关系也没 还有我慕容家 五大不朽 世家长老公 然否认道 风九幽掉入空间裂缝 99.99%的可能性 会被虚空荒芜之风湮灭 就算他躲过了荒芜之风 面对空间裂缝中的虚空巨兽 风九幽也无法活下来 五大不朽世家的目的已经达到 至于后面的报复 他们五家还会怕风家吗 哼 既然下方追杀我 九幽玄孙者 不是你们五大不朽世家之人 那么我便灭之 估计你们也不会心痛 是吧 风不畏面无表情 眼中闪过一道杀机 问得五人顿时一乐 第184章 被吞进虚空兽肚子里 他们的目光 朝底下的两百多人望去 眼中闪过一丝不舍 随即恢复了正常 他们不是我们五大不朽世家的人 目的完成后 这些族子 用来平息风家的怒火 完全值得 尽管他们曾经为了五大不朽世家 做出了巨大贡献 用他们换封九幽一人 值得 底下的两百多人 包含五名大帝 眼中闪过一丝绝望 没想到到了最后 居然会成为家族的弃子 流露出一丝悲凉的气息 兄弟们 我们任务已经完成 今日 便让我们挥一挥不朽世家 如何 一名红衣军团将军 意气风发 手中的长枪 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打算以死明智 能灭掉风家 一人是一人 反正 他们今日必死无疑 天大地大 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 好 两百多道声音 一口同声道 风无畏惊讶地看着 五大不朽世家的将来 又看了看 地下二百多人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好一个气足宝车 让二百多名混原镜 大地超脱镜 给我玄孙陪葬 这只是利息罢了 手掌一挥 一道无敌的法则之力落下 下方的二百多名军团成员 瞬间被捏爆 连体内的先缘神 都没有机会逃脱 五大不朽世家眼中 闪过一丝痛心 甚至差点没忍住 直接对风无畏 发动进攻 但是 他们不敢 林家长老林笑天 南宫家长 老南宫如意脸不善地盯着五人 迫使他们 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 风流带着林浩 林雨飞到了林笑天身边 见过老祖 林笑天看着两人 脸上的担心消失不见 不过 却板着一张生气的脸 你们两个兔崽子 遇到困难 也不知道求救 连护道人林月也敢糊弄 回去关禁闭吧 没有一千年 不准出来 啊 林雨 林浩傻眼了 关禁闭就关禁闭 不过 不能放过海表弟的贼人 林浩抬头朝五大不朽世家的长老看去 脸上的杀意重重 那意思 不要太明显 林笑天看了一眼五大不朽世家 答应道 好 林雨带着歉意 走到南宫如面前 外祖公 对不起 我们没有保护好表哥 南宫如 轻轻拍了拍林雨的肩膀 沉声道 这不怪你们 南宫如 转身朝五大不朽世家的长老望去 嘴角露出一抹杀意 害我外玄孙的人 我南宫世家 不会放过一个 哼 五大不朽世家 早已达成联盟 互相对视一眼后 抱拳道 我们就不打扰 你们莫挨了 告辞 五人转身 走进了传送门 瞬间消失不见 看着五人离开的背影 风无谓沉声道 小天兄 如兄 准备好没 两人点了点头 这边 风九幽掉入空间裂缝后 无穷无尽的荒芜之风 仿若一柄柄飞刀 刮着身体的美的角落 撕裂 疼痛全部写在脸上 身体外面开始出现腐败 原本重伤的她 此刻身体开始崩碎起来 仙灵之气耗尽 想进入体内世界 先天混沌白塔 都无法做到 难道天王我不成 忽然 手中的玉佩 发出一团柔和的光芒 把她笼罩进去 暖洋洋的气流 涌入体内 滋润着身体 慢慢修复着 受损的肌肉 筋脉 一道虚影 出现在玉佩空间 不是阿九 又是谁 风九幽 我是阿九 也是莲花大地 对不起 我不应该 让你掉入空间裂缝 虚影说完这句话后 出现哽咽的场景 带着抱歉的神色 接着 又说道 这个玉佩叫做 方舟玉佩 乃大地极品空间玉佩 也是遨游虚空的方舟 如果你能够化险为夷 希望你能来一趟 无上天西域的莲花风 我会告诉你一切真相 虚影说完后 便如幻境一般消散 风九幽看着消失的阿九虚影 久久不语 这难道就是一饮一拙 唤醒了她 她便是这样来报恩吗 没想到一年多没见 她居然恢复到了 无上大地镜 也许是 无上大地镜第二层大道镜吧 风九幽摇了摇头 不再去想 认真观察起 方舟玉佩来 内部空间 跟一条冲锋舟一样 有着驾驶舱 修炼室 里面存放了不少 极品仙石 唯一让风九幽尴尬的是 内部的装饰 不是粉红色便是花花绿绿 让她一个大男人相当别扭 进入空间裂缝后 便被放逐到了虚空世界中 被无上天的天道法 则排挤在外 想要重新进入无上天 或者九天十地 难如登天 有些修仙者 掉入空间裂缝后 一辈子都出不去 或者随时死在里面 基本上没人能扛过 虚空中的荒芜之风 这也是为什么风家人认为 风九幽进入里面后 凶多吉少的原因 风九幽盘坐在修炼室 疯狂地吞起极品仙石 恢复起来 半年后 风九幽瀕临崩溃的身体 恢复如初 身上的肌肉 充满了男性的荷尔蒙 她缓缓地睁开了双眸 看了自己半裸的身体 满意道 终于恢复了 她活动了一下筋骨 感觉身体一阵舒爽 缓缓地站了起来 也不知道 方舟玉佩现在 飘落在哪了 风九幽转身 朝驾驶室走去 走到驾驶室后 看上水晶石上面的 光亮点消失不见 上面的画面 全是黑乎乎的 这虚空世界 不应该是微弱的光亮吗 怎么全变黑了 难道进入了宇宙黑洞 风九幽露出诧异的表情 突然 方舟玉佩发出一身颠簸 风九幽直接来了个 360度转体 重重地摔在方舟里 卧槽 发生地震了吗 定 宿主 根据本系统的检测 你已经进入虚空兽的肚子里 再不然她把方舟玉佩吐出去 你将会进入她的消化系统 忘了告诉宿主你 她的消化系统 可以俯视一切物质 除了先天至宝以上 什么 风九幽眼睛睁得大大的 自己的方舟玉佩 居然被虚空兽 给吞进肚子了 怪得布水晶屏幕上 显示黑漆漆的 自己不会被虚空 受化成养分 变成粪便吧 风九幽想了想后 一阵恶寒 要不 我直接肚致尊敬大劫 劈死这个该死的虚空兽 风九幽出现在 方舟玉佩外 虚空兽的胃叶上 一股恶心刺鼻的腥臭胃 差点让她直接晕死过去 没想到虚空兽的胃 比马桶的粪便 还臭万倍 该死 来吧 蔑视雷杰批死 虚空兽 禁锢在风九幽体内的 至尊敬瓶杖被戳破 正在虚空中 密尸的虚空兽 突然呆住了 她那双水盆大小的眼睛 露出害怕的神色 别看她一生出来 便是混原境 成年就达到了大地 进超脱境 可那思想 亦是跟小孩 没什么差别 她瞥见虚空之上 一道金色大门打开 里面出现 头戴王冠的白衣男子 那一双毁天灭的眼神 看得她心里直发毛 我不就在虚空中 有个勇 密个石 你怎么还盯上我了 我闪 虚空兽 疯狂摆动尾巴 朝远处逃窜 第185章 至尊敬王者 蔑视雷杰 倒霉的虚空兽 虚空兽悲催万分 他逃得比闪电还快 可是该死的蔑视雷杰 依依不饶 死死地锁定他 那双水盆大的双眼 流露出恐惧的神色 仿佛在说 不要劈我 我还小 蔑视王者雷杰 视若无睹 金色大门里面的王冠男子 手持金色巨剑走了出来 一步千公里 瞬息间出现在虚空兽的头顶 莫 雷杰的挑衅 让虚空兽彻底发怒了 老子逃走了 你却不依不饶 跟你拼了 刹那间 虚空兽对着头顶上方的王冠男子 喷了一口唾液 强大的唾液 带着腐蚀性 让虚空产生呲呲的腐蚀声 虚空兽的举动 让头戴王冠的白衣男子 大为震怒 单手一挥 一道圆形的金光出现 唾液在金光前 瞬间被化解 消散 妈呀 我要找妈妈 虚空兽被王冠男子吓得半死 太强了 强得离谱 麻蛋 我逃还不行吗 虚空法则一发动 虚空兽钻了进去 王冠男子 看着钻入虚空中的虚空兽 面无表情地挥了一下手中的王剑 四道金光闪过后 虚空被切割成一个豆腐块 刚进入隐匿境虚空一方空间的虚空兽 掉了出来 虚空兽彻底傻眼了 这个该死的雷杰 居然如此恐怖 想要逃走 根本做不到了 莫 仿佛在说 本虚空兽 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跟我过一步去 本虚空兽的大地劫 早就渡过 为何还要针对我 王冠男子二话不说 王者之剑一挥 虚空中降下一对身穿黄金铠甲的将军 恐怖的法则之力 盘旋在虚空兽上空 他们面无表情 手中的长矛 长枪 仰天一次 漠然 恐怖的天结 化作一道道金色雷电落下 妈呀 好恐怖 气急败坏的虚空兽 口吐一个泡泡 包裹着自己 金色雷电落到泡泡上后 被泡泡吸收 消失不见 虚空兽挡住了第一波金色雷电后 露出拟人话的表情 仿佛再说 不就雷杰吗 本虚空兽 几万年前都渡过了 金色雷电被虚空兽泡泡吸收后 并没让出现的金甲将军们停手 纷纷提着长枪杀了过来 一时间 曝光的金色枪器弥漫 丝丝金色雷电落下 请客间 全部落在了虚空兽身上 目 一阵骄狐卫传出 虚空兽体外千疮百孔 血流一地 飘洒在虚空中 他被金甲将军的行为 彻底激怒了 目 他便大十倍 由一个一头百米长的虚空兽 变成了一千米长的虚空兽 双眸星红 体外覆盖一层虚空法则 漠然 他从虚空中钻进入 又从虚空中钻出 出现在金甲将军身边 碰 宛若一个大世界的碰撞力 撞在了金甲将军身上 咔嚓 恐怖的碰撞力 撞得那一对金甲将军 瞬间化为虚无 虚空兽终于展现出 他恐怖的杀伤力 虚空法则 硬生生撞爆了 王冠男子召唤的一对金甲将军 莫 虚空兽露出久违的笑容 仿佛在说 别再惹我 否则 我撞死你 然而 王冠男子脸上毫无波动 金甲将军消散 跟他无关似的 莫然 他手中的长剑 对着虚空三连斩 一道毁灭法则 让虚空无边世界颤动起来 经得远在几亿宫里外的虚空兽 瑟瑟发抖 快速逃离 一道杀戮法则 破天而来 直面虚空兽的脑袋来 一道时空法则 周围百公里的虚空空间 瞬间被封印 完蛋了 BBQ了 刚刚还得意洋洋的虚空兽 心瞬间跌入九渊 三道法则之力 已经让他绝望万分 莫 他仿佛在说 这是你逼我的 大不了我自爆 与你同归于尽 虚空兽露出心红的双眸 死死地盯着王冠男人 体内的能量快速聚集 不好 这个该死的虚空兽 要自爆了 风九又一晃动 身体消失在虚空兽 胃部 躲进了体内丹田世界 碰 巨大的虚空兽 毫无争照得爆炸开来 强大的空间乱流 吹到数万里外 毫无感情波动的王冠男子 手中多了一个护盾 一道金光弥漫 出现一个气泡 包裹着王冠男子 片刻之后 周围的虚空一片狼藉 虚空兽彻底消失在眼前 不过 王冠男子露出惊恶的表情 杜劫的人呢 此刻 躲进体内丹田世界的风九幽 正在悠哉悠哉地 跟葫芦娃们聊天呢 主人 你好久没进来看大娃了 主人 二娃要抱抱 主人 三娃也想你了 五个葫芦娃 纷纷迈起萌来 让风九幽紧张的气息 荡然无存 风九幽在丹田世界游荡起来 西门雪姬 狼平平还在进化 吞天兔跟睡着了一样 躺在地上 跟一头死兔子一般 流氓兔 没有你的日子 本公子好无聊 风九幽摸了摸睡着的吞天兔 一袭回忆起玄天大世界的日子 主人 你只要突破仙天无瑕混沌体巅峰 我们便能跟你一起作战了 冰莲娇媚的身体漂浮起来 不过还是朦胧 并没凝食 你们再等些日子吧 风九幽无奈地摇了摇头 空有一身仙天混沌至宝 却不能拿出来用 无比的憋屈 定 宿主 灭世王者雷杰并未结束 速度出去灭杀他吧 系统不合时宜的声音 又在脑海中响起 啥 风九幽大吃一惊 反问道 杜杰的人是你 不是虚空兽 他只不过因你亡死罢了 风九幽摸了摸下巴 敢打道 虚空兽 对不住了 没想到你当了一回替死鬼 关键你还没把雷杰给吓跑 唉 看来还得本公子去会一会 这个该死的雷杰 风九幽收起了意念后 出现在了虚空中 王冠男子发现了杜杰之人 手持金色长剑杀了过来 领域之剑 斩天 斩地 斩人 恐怖的剑气 化作金龙落下 就这 手中的先天混沌白塔出现 落下的领域剑气 瞬间被小白挡下 王冠男子似乎发怒了 对于风九幽作弊行为 相当不满 他消失在原地 漠然出现在风九幽身边 长剑朝脑袋割来 空间封锁 剑气落下 势必让风九幽化为灰烬 此时 风九幽天穷护体发动 一道气罩出现在身体外 长剑落在气罩上面后 不能再进分喉 然而 风九幽不会放过如此绝佳的机会 苍穹帝刃化作拳套 百倍攻击buff配合掌印事件 闪电般的对王冠男子 发起猛烈攻击 砰砰砰 势如破竹 拳动如星辰 每一击都是星辰之力 恐怖如斯 每一拳都蕴含了领域之力 寸寸不离 王冠男子 就这样被风九幽贴身疯狂锤打起来 第186章 空间倒 血脉觉醒 拳拳倒肉 立一把星辰 响声震震 王冠掉落 王者灭世雷杰 在风九幽的狂暴之下 在他的百倍攻击buff下 被活生生捶爆 最终 他带着不甘 消失在了虚空中 灭杀完王者灭世雷杰后 正式进入至尊境初期 不过庞大的仙灵之气 疯狂贯体并没结束 从初期突破屏障 进入中期 生命再一次升华 明灭星河 滴血重生 不死不灭 与无上天同寿 当然 至尊境以上的修仙者 从自然条件来看 确实已经不死不灭了 但 在修仙界 没有人能做到不死不灭 因为 有修仙者的地方 必然有争斗 有争斗 就算大地也得隐恨 咦 我现在在哪了 风九幽抬头一看 虚空世界中 星光微弱 无数荒芜之风袭来 皮肤外面 又开始处于石化阶段 不得不发动天穷护体 挡住荒芜之风的侵袭 突然 大约在十万公里外 一道白光闪烁 难道哪里是一块大陆 风九幽取出方舟玉佩 装上极品仙石后 调整方向 朝白光闪烁的地方驶去 几天后 方舟玉佩降临到光亮之处 咦 怎么是一个游走于虚空之中的岛屿 风九幽大惊后 缓缓降落在岛屿上 整座岛屿似乎有点大 估摸着 应该有一个帝国面积那么大吧 这难道是虚空垃圾堆积而成的 他在岛屿上 感受着异样的气息 这里充斥着淡淡的仙灵之气 荒芜之风在岛屿外面三十公里处 岛屿上方荒凉无比 没有任何建筑 只有起伏不平的 不太高的山脉 仿佛整个岛屿有几个纪元 没人来过一样 咔嚓 脚下传来骨头被踩碎的声音 风九幽低头一看 躺着几具白骨 不过 时间过了不知多少万年 这个骨头大多数都已经分化掉了 难不成 这里曾经住过人类 风九幽带着疑惑 朝岛屿中心走去 乳白色的大地 漆黑的山脉 整座岛屿显得格外诡异 黑白相见格外分明 大地 平原全是白色的 山脉全是黑色的 怪不得在十万公里外能看到亮光 原来是大地的反射光芒 走了约莫上万里 风九幽探寻了个遍 发现这里连植物都没有 甚是奇怪 忽然 一个红色的地方 引起了风九幽的注意 咫尺天涯神通一开 人出现在红色的地方 这居然是一个血池 血腥味浓厚 刺鼻的味道 差点让风九幽反胃吐了出来 血池边上有一个石碑 上面写着血脉觉醒池 血脉觉醒池 难道真能让人体的血脉觉醒 前世风九幽看过很多玄幻小说 知道人类修仙除了根骨 体质外 还有血脉的传承 不过 风九幽体内并没感应到血脉的力量 难不成 血脉觉醒是另一种修行方式 定 检测到矿骨硕晶的血脉觉醒池 建议宿主进入觉醒 风九幽眉头一皱 对新车的血池 有相当大的排斥力 系统 你没搞错吧 这血池 估摸这几千万年都没人来过了 里面会不会有剧毒啊 宿主 血脉觉醒池 哪怕过上亿万年都不会被污染 里面汇聚了远古时代的圣寿之血 对血脉的开启 觉醒百利无遗害 尽管过了很多年 里面的圣寿之血 可能变得微弱了 但你可是先天无暇混沌体 只需要它作为影子 觉醒即可 听完系统解释后 风九幽大喜 果真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看来大道气韵 还是眷顾我的 风九幽快速地三下五除二 把自己拖得金光 露出一声剑子肉 要是让无上天的仙子们看到 一定会发狂 为了提防腥臭味 把自己熏晕 风九幽捏住鼻子 跳进了血池 啊 一股刺痛 游走于身体的四肢八孩 整个人仿佛被三昧真火断烧一般 疼得他呲牙咧嘴 差点跳了出来 宿主 忘了告诉你 血脉觉醒池里面的神兽精血 会进入体内 锻造身躯 触发体内骨髓 基因蜕变 所以 会比生孩子 还疼痛一万倍 卧槽 你总不早说 你想害死我吗 风九幽忍受着非人的疼痛 整个人都快炸裂了 他哪里知道 远古时代的人类 要想进入血脉觉醒池 是一定要提前做好前提准备 比如 准备吞服中和的极品 地级仙药 甚至先天之物 来抵抗圣受精血的入侵 否则 没有人敢直接跳进血脉觉醒池 去觉醒 那是找死的行为 这也不怪不得风九幽 没有明师指导 加上这个不靠谱 短路的系统 自然享受到 无与伦比的撕裂般的疼痛 宿主 先苦后甜 这是觉醒血脉的必经之路 对了 宿主 本系统记起来了 进入血脉觉醒池 要吞服先天灵药进行中和 否则 会暴体而亡 卧槽 系统 你害死老子了 风九幽的身体开始崩裂了 堂堂先天无暇混沌体 千古第一体质 居然处于崩溃的边缘 一旦血脉觉醒 便不能中断 风九幽此刻 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一次 彻底被系统坑死了 好不容易发现觉醒池 好让自己掌控血脉的力量 后面再配合炼体地精 吴上天那些仇人 还不被自己虐杀 可惜 这一切变得如梦中之花 水中之月 都是虚幻的 风九幽的先缘神 宛若脑尾缩一般 奄奄一息 连土息都困难重重 哎呀 我差点忘记了 宿主 你有蓝精灵之心啊 快点吞服 危急关头 风九幽考都不考虑 直接取出蓝精灵之心 吞了下去 漠然 蓝精灵之心入口后 它化作一道清凉之气 传递到四肢百骸 五脏六腑 齐精八脉 丹田 原本干枯的先缘神 逐渐饱满起来 体内的圣兽精血因子 在清凉之气的洗刷下 逐渐得到中和 慢慢地 风九幽一边享受着 血吃狂暴力量的侵袭 一边享受着 体内蓝精灵之心的滋润 三十天后 血池的圣兽精血消失殆尽 原本腥臭的血水 变得清澈透明 风九幽那身健壮的肌肉 在水下看得一清二楚 突然 它睁开了双眸 体内的精血 宛若一条条游走的金龙 头顶盘旋着 一股强大的血脉气息 啊 一声长叹后 虚空被它的声音 震得噼啪作响 全身上下充满了神奇的力量 感觉一拳可以砸碎一个星球 一道意识 出现在脑海中 神龙血脉之力 风九幽被惊呆了 从字面上的理解 让它欣喜若狂 卧槽 我真的壮大运了 作为地球华夏人 对神龙有着天生的亲和力 居然觉醒了神龙血脉之力 等等 难道因为我是炎黄子孙的原因 才能觉醒神龙血脉之力 第187章 神龙血脉之力第一层 神龙霸体 定 恭喜宿主觉醒神龙血脉之力 目前应该是第一层次 神龙血脉可以进化三次 最终进化成神龙之身 可以遨游宇宙 风九幽喜上眉梢 惊道 难道我会变成神龙 宿主 神龙之身 其实是血脉之力的演化 你的本质还是人类 不过具备了神龙所有的属性 龙形 龙魂 龙爪等 那就好 人类可是最完美的心态 本公子才不想变成神兽 宿主 根据系统推算 神龙血脉之力第一层次 应该觉醒了神龙霸体 免疫物理 术法 元素攻击 除非力量的破坏性 大于身体防御的100倍 方可对你的身躯造成伤害 血脉之力存在 神龙霸体 并会一直存在 风九幽嘴角微微上扬 仰天长笑道 卧槽 我牛逼了 眼睛闪过一丝异样 一时一转 卡丘沙放了出来 他一头雾水地看着风九幽 疑惑道 少主 我们这里到哪了 他环视了一圈 发现并不在无上天 也不在小世界 感觉像来到了太空之外 呃 我们现在应该在 虚空乱流中的 一座岛屿上 这不重要 我想让你使尽全力攻击我 嗯 不要留情 卡丘沙露出金融 半跪道 少主 属下不敢 身前一片雪白晃动 配合蓝精灵一族 特有的抑郁风情 看得风九幽 不好意思地转了转头 卡丘沙 这是命令 片刻之后 风九幽回过头 一脸严肃道 卡丘沙战战兢兢地起身 摸出手中的法杖 不安道 少 少主 我开始了 嗯 得到风九幽的回应后 卡丘沙嘴里念叨 金之环 沙 木之环 智 水之环 攻 火之环 烧 土之环 防 五行之环 攻击 请刻间 在风九幽头顶出现五环元素的力量 五种颜色交织 毁天灭地的气息落下 五行之环 一波一波地攻来 美丽的灼烧下 是杀戮 五行的灵洞下 是灭亡 令人惊讶的是 五行之环每一环的攻击 都接近了半步大地径 五环旗帜 五种元素之力攻击 落到风九幽身上后 没有一点波澜 跟挠痒痒似的 火光掠过后 风九幽连一个毛也没掉 这 卡丘沙惊愕地看着风九幽 嘴巴张得大大的 她的五行之环 在整个蓝精灵一族年轻一辈中 没有人能抵挡 不管是至尊境 还是混元境 甚至能威胁到半步大地径 没想到在风九幽面前 跟表演了一场视觉盛宴似的 连她的衣服都未能破坏 内心被暴击了999次 少主 你是什么妖怪啊 风九幽撇了撇嘴 无语地瞪了她一眼 你猜妖怪 你全家都是妖怪 看来我觉醒了神龙霸体 的确能免疫攻击啊 嘿嘿 等我突破混元界 那些该死的大帝们 我让你们好看 风九幽露出坏坏的笑容 看得卡丘沙头皮发麻 少主 你不会 要对我那个吧 只见卡丘沙双手护住身前 露出一副娇滴滴的模样 风九幽愣了一下 用手指戳了戳她的脑袋 脚狭笑道 你想我对你那个 卡丘沙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羞涩的模样 那双蓝宝石般的眼睛 扑闪扑闪的 随即 双脚轻轻剁了一下 发出女人特有的声音 鹰 转过身去 羞得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好了 不逗你 回到仙天混沌白塔里面去吧 主我 不到大地境 不准出塔 风九幽手一挥 卡丘沙再次回到了 仙天混沌白塔里面 经过卡丘沙的攻击试验 风九幽知道了 神龙霸体的厉害 果真不愧是血脉之力啊 强得不止一星半点 要是结合天穷护体 我这防御 岂不是要吊打大地们 系统 先给我冠体吧 至尊境 后期五百万年 巅峰七百万年 即进一千万年 至尊境即进完成 宿主 剩余三百六十二点八万年修为 不过 之前的攻击手段全部暴露 看来得学习横练的战法才行啊 系统 给我兑换匹配 神龙血脉之力的攻法吧 宿主 经过系统检测分析 神龙血脉之力 太过于逆天 加上你万古第一的体质 先天到胎仙元神 修炼之路无死角 建议宿主熔练一部先天攻法 能匹配你吊炸天的存在 风九幽嘴角微微抽搐 尼玛连一部大地攻法 最低都要二百万年的修为 先天攻法 岂不是用意来衡量了 关键本公子的先天无瑕混沌体 都还没突破到巅峰层次 加上神龙血脉之力 这样的修为不知道有多少啊 系统 你能不能靠谱点 先天攻法 是我现在兑换得了的吗 对不起 宿主 系统现在才第二层次 目前也拿不出先天级别的攻法 不过 我可以给宿主兑换一本残缺的先天级别攻法 由宿主推演出先天层次的攻法来 如何 先天级别的残缺攻法 风九幽疑惑问道 嗯 这是系统目前唯一收藏的一部先天残缺攻法 名为 先天铜鲁精 据说可以熔练一切攻法 悟性强大的人 可以推演出后面的攻法 风九幽眉头一扬 撇嘴道 系统 你当真不是在坑我 宿主 本系统一切为了你 我的使命就是辅佐你 成为宇宙第一人 怎么会坑你呢 风九幽沉思片刻后 问道 行吧 先天铜鲁精 需要多年万年修为 不贵 打骨折下来也就三百万年修为兑换 卧槽 系统 你是不是故意的 风九幽心头一紧 麻蛋 系统 直接把杀敌暴修为全部耗尽了 大为震惊 宿主 你可不要冤枉好人 不对 冤枉好系统 完整的先天级别攻法 需要十一年修为兑换 因为这本事残缺的 只能修炼到大地净 所以才这么便宜 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兵 不使好人心 嗯 这句话是系统胡说八道的 风九幽 咬紧牙关 点了点头 道 兑换吧 好嘞 宿主 先天铜鲁精 已经传至十海 扣除修为年份后 还剩余 六十二点八万年修为 瞬息间 先天铜鲁精 出现在十海中 不过 他只有三分之一 后面三分之二是空的 这必须要风九幽 自己补全他 先天铜鲁精 从前三分之一部分来看 吸纳天地之气 熔炼自身 仙灵之力的容量 是同级对手的五十倍 风九幽吸了一口凉气 之前的 杀伐天经 不过至尊级 容乃仙灵之气 是同级的十倍 都堪称恐怖如斯 没想到 先天铜鲁精 不过是残隽 它的容量 就达到了惊人的五十倍 可想而知 要是推演出来了 后面两部分 这得有多拟天啊 最关键的是 先天铜鲁精 参悟后 会主动修炼 容炼 再配合体质 血脉 推演大道 神通等 想一想 未来神龙霸体 融合苍穹护体 这多么的恐怖啊 第188章 闭关百年 推演先天铜鲁精 看来 当务之急 需要闭关一段时间了 斩道急功法 战法 已经不够用了 统统容炼吧 风九幽 撇了一下血池 身体一动 消失在原地 进入了体内 丹田世界 丹田世界 充斥的无数先天之气 先天之物们 纷纷聊着天 嬉笑着 主人 我想你了 冰帘 雷脚 葫芦娃 剑草等 纷纷嚷嚷起来 主人也想你们 不过主人 要到大道之书下 闭关一段时间 你们看好一下 我的狼书 雪姬姐 知道吗 好的 主人 风九幽身躯一动 瞬息间出现在 大道之书下面 主人 你来了 小叔的书灵 一副书生的打扮 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看得风九幽 一愣一愣 小叔 你这书灵之身 为何要扮演 凡间的书生模样 书生书灵 和上手中的书 笑道 主人 你不觉得 这样很有范吗 我是大道之书 自然书灵 也应该跟书生一样 帅气 风九幽撇撇嘴 有手指戳了戳他的肚子 笑道 好了 我准备在你这里 参悟一下功法 你自便吧 是 主人 书灵抱拳后 飞在上空 大道之书三千大道之力 美轮美奂的垂下 包裹着风九幽 风九幽盘坐在虚空之中 开始参悟起 先天同如今 来 斗转星移 岁月如梭 一晃过去了五十年 风九幽依然闭关不出 西门雪姬 狼平平 吞天吐先后苏醒 他们的体质 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西门雪姬 进化为先天冰晶玉谷体 跟淋雨体质类似 都是水系体质最强序列 狼平平进化为先天刀体 身体外演化出一股破天的刀式环绕 而吞天兔得到好处最多 之前被毁的根基 在这里被修复 先天吞天体得到夯实 究竟饕贴厉害 还是吞天兔厉害 这还很难判断 总之 吞天兔体外恐怖气势环绕 要不是因为在风九幽的丹田世界里 可能外面的虚空都会被他的气势压暴 雪姬美女 以后让本兔王保护你吧 吞天兔站在西门雪姬身边 一脸火热地看着他 没想到西门雪姬体质进化后 整个人美艳得不可方物 一平一笑间让人着迷 甚至吞天兔都未能逃脱西门雪姬的魅力 就你 姑奶奶可不喜欢一只兔子做伴侣 我吓不得了那口 西门雪姬嘴角上扬 淡淡笑道 我 吞天兔的耳朵踏了下来 一副受伤的模样 嚷嚷道 雪姬美女 你太让我伤心了 王我兔王对你一片痴情 你的兔妃数以万计 为何丹炼人类 人妖不能结合 你不知道吗 西门雪姬美目一扬 对着吞天兔说叫起来 我不是要 腰有我这么帅气吗 西门雪姬 你如此诋毁我这张帅气的脸 我不服 为了你 我可以解散我的兔功 封你为唯一的兔妃 吞天兔晃动着肥肥的肚子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呸 除了我的少主 其他人 嗯 其他妖想都别想 西门雪姬一脸痴痴地看着空中 那道人影 拒绝道 我丢 老大一个不解风情的男人 你喜欢他那点 不就两只眼睛 两只鼻孔 一张嘴 他有的我 本兔王也有 吞天兔不甘示弱 瞬间变成一个巨型兔子 超过了西门雪姬的身高 看上去威风凛凛 狼凭凭看着吞天兔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起来 吞天兔 你要是变成这样 出现在上界 都不会把那些姑娘吓着了 吞天兔眼珠子一咕噜转了下 连忙恢复原状 老头 你说得不错 本兔王还是得矜持一下 虽然帅过了我老大 但还是得隐藏本兔王的风采 他瞥眼看了一眼西门雪姬 骄傲地蹦蹦跳跳起来 惹得两人哈哈大笑 西门雪姬 狼凭凭对视了一眼后 西门雪姬来到先天混沌冰莲之处 参悟起冰雪意境 狼凭凭来到了先天混沌剑草处 摸出死神镰刀与他散发出来的剑意 开始较量起来 而 吞天兔再一次无聊地躺在山峰上 翘起小短腿 哼起了小曲 我的兔飞在哪里啊 我的兔飞在哪里 我的兔飞在那兔窝里 这里有小兔啊 哪里有小兔 还有那性感的小兔飞 后五十年期间 大道之书下 风九幽体外异象不断 紫荆雷电不断落下 虚空裂开 背后混沌众青莲 脚下金龙缠绕 龙鸣之音不断响起 时日横空要星辰 宇宙八荒之徒 在体外不断闪烁 日月星河 宛若梦境 若隐若现 小叔叔林 被吓得瑟瑟发抖 尽管他已经是大道之书的叔林 可见到如此恐怖的异象 依然让他畏惧不已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主人是大妖怪 刚好一百年 风九幽体外的异象消失不见 丹田世界再一次恢复了宁静 风九幽睁开了双眸 一道金光闪过 整个人气质大变 如果以前他是一滩平静的湖水 那么此刻 他已经成为了汪洋大海 恐怖的气势吞云吐雾 压迫的小叔不敢直视 主人 你好可怕呀 小叔用书本挡住风九幽的视线 抽搐道 风九幽收起了外放的气势 变得平平无奇 再也没有刚才的压迫感 小叔合上书本后 跳到了风九幽的肩膀上 双眸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主人 你的功法推演完成了 嗯 风九幽通过整整一百年的时间 在三千大道之力的辅助下 终于把 先天铜炉经第一卷 第二卷推演完成 至于第三卷 至今未有任何头绪 毕竟那是跨越了两个量级的功法 以风九幽目前的境界 是无法推演 第一卷 熔炼篇 也叫熔炼经 熔炼天下万物 功法 战法 身法等等为一身 修炼完第一卷 可以突破无上大地 体内的丹田容量 是同境界的五十倍 可修成吞噬之身 吞物 人 气 元素 甚至是金属 凡是能量 都能吞噬 被风九幽完善第一卷后 直接下了一大跳 这不就是前世武侠小说中的百名神功吗 不过 它比百名神功 恐怖百万倍不止 第二卷 造化片 也叫造化经 抢夺别人造化之力 气运之力 熔炼自身 丹田容量达到一百倍 修成造化经 便能突破至主宰镜 执掌无上天 成为无上天真正意义上的君王 修炼成主宰精身 无人能敌 可更改天道法则 重塑大道 至于第三卷 虽然没有推演出来 不过 那一定是超越主宰之上的存在 估计一根指头 便能让无上天 九天十地 瞬间化为虚无吧 第189章 空间导探寻 发现神秘洞府 闭关整整一百年 境界虽然没提升 但参悟了第一卷熔炼经 自身实力 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之前的功法 战法 身法 全部熔炼完成 保留了千变万化特性 风九幽可以改头换面 出现在无上天 无人能发现它 吞噬之身 加上系统报修为 二者叠加后 晋级速度无人能敌 整个无上天 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它崛起 神龙血脉之力 一层神龙霸体 免疫大帝超脱境伤害 自己在年轻一代 还有谁是自己的对手 先天无暇混沌体大成 咫尺天涯 紫霄神雷 化帝围牢 绝对防御 百倍攻击buff 天穷护体等五大神通 攻防兼备 水雨争锋 可以说 现在的风九幽 已经具备无敌的雏形 只待修为提升 届时 不再担心先攻 不朽世家的迫害 风九幽瞬息间出现在狼平平 西门雪姬等人面前 少主 你闭关完成了 狼平平 西门雪姬 看到风九幽出现后 大喜道 嗯 狼叔 恭喜你身体 晋级为先天刀体 突破大地境 指日可待 也恭喜雪姬姐姐 身体晋级为先天冰晶玉谷体 这可是水系体质的王者 两人尴尬笑了笑 在风九幽的丹田世界内 长达一百年的先天之气息里 早已突破至杜节境巅峰境界 不过 比起风九幽来 那简直微不足道 至尊境巅峰 是现在的他们 望尘莫及的 不过 王叔 雪姬姐姐 你们先不要度过斩道境大截 为什么 两人一口同声道 想要取得更高的成就 每一境都必须圆满 其实每一境界都有初期 中期 后期 巅峰 极境 我建议你们 散去修为后 从隐气境重新美境 修到圆满层次 再突破到下一境 达到杜节境极境后 再突破斩道境大截 风九幽把远古时代 被抹去的秘密告诉了狼平平 西门雪姬 两人被风九幽的话 震得外焦里嫩 极境这一关 他们从隐气七开始 都没修到过 虽然很多修行者 在巅峰层次徘徊时 总觉得不圆满 但对于突破到下一境界 并无多大障碍 他们自然没有在意 不过 但进入大地境后 后遗症便会出来了 无上天的修仙者们 想要突破无上大地境 始原境 便没有一人能做到 原因便在于此 不圆满的突破 修到极高境界后 便会制约身体的突破 无法登临最高境界 两人想了想 便不再犹豫 盘坐在地上 把一身的修为全部散去 啊 那种挫骨之疼 让两人差点晕死过去 幸好风九幽在身边 运用先天之气 帮他们稳固身体 否则 两人将遇到大麻烦 咦 他们为何自残 把修为散去 老大 吞天兔被两人的惨叫声惊醒后 出现在风九幽身边 疑惑道 风九幽看了看这只肥兔兔 忍不住戳了戳他的肚子 流氓兔 不错嘛 身体的缺陷补全了 不再是小泥丘了 吞天兔赶紧捂住 一脸尴尬地看着风九幽 咧嘴道 老大 给点面子好不好 本兔王 风九幽懒得跟他避避 直接把狼平平 西门雪姬散功的原因告诉他后 他彻底傻眼了 眼中闪过一道决绝 正色道 老大 我也要散功 默然 乃眉等到风九幽点头时 他一泻千里 释放完体内的修为 整只兔子趴在地上 一点精神都没 啊 我要死了 吞天兔嗷嗷大叫起来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看上去极其可怜 风九幽见状 打出两团先天之气落下 没入他的体内 慢慢修复起来 随着他进入修行正轨后 初步判断 他们至少要十年的时间 才能恢复如今的修为 风九幽一个念头 出现在了血池边上 看着轻如泉的血池 心中一阵惆怅 没有他如何让自己 觉醒神龙血脉之力 可惜 最后一丝圣受精血 全部成全了自己 既然这里有血脉觉醒池 那自然应该有宗门的存在 风九幽没有任何犹豫 开始探索起来 沿着白色的土壤 让黑漆漆的山脉走去 沿途的败破不堪 让风九幽大为震撼 仿佛被神秘的力量给摧毁般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突然 一个红色的印记 引起了风九幽的注意 那是在十公里外的一处山脉中 要不是刚才他的神石 朝西边扫了一眼 估计他也不会方向 咫尺天涯神通一开 风九幽瞬息间 出现在红色印记旁 红色的印记 好像一个手掌印 又不像 红黑相见 跟太极的黑白图 似乎又不太像 蓝不成只是一个特殊印记 风九幽观察了半天 并没发现任何端倪 连神石都没发现 他的特别之处 不过 那道红色印记 好像在召唤他似的 他鬼使神拆 把手掌伸了上去 手掌完美贴合到红色印记上 好像没有没有发生什么 正当风九幽 准备把手撤回来时 红色印记 突然光芒大作 一个泛着红光的大门 出现在风九幽眼前 这 难道是传送门 风九幽想了想 一高人胆大踩了上去 瞬息间 风九幽消失在红色印记外面 依然还是黑色的山脉 不过 那个红色印记 却消失不见 刚进入山洞 风九幽 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大洞内九区通幽 散发着丝丝先天之气 通道两边 用先天水晶作为照明 净显洞府奢华之感 地上的极品仙石 跟垃圾一样 散落一地 映入眼帘中的那些 大地级神兵 跟垃圾一样困在一起 好像木柴一样 乱放 卧槽 我发财了 风九幽呼吸急促起来 没想到 这里居然还有一座藏宝库 全是大地级极品神兵啊 刀 剑 枪 棍 弓箭 雨扇 法杖 应有尽有 看得风九幽 眼花缭乱 宿主 这应该是一个超越 无上天势力的修炼宗门 脑海中传来系统的电音之声 见到眼前一幕 风九幽自然知道 估计无上天不朽世家 也拿不出如此牛逼的 大地地兵啊 目光所及之处 起码有几万件大地地兵吧 要是被无上天的先公 不朽世家发现了 还不造成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既然 外面有大地级极品地兵 那么洞府里面的东西 岂不是比这些还要珍贵得多 风九幽来不及拾起地上的垃圾 急冲冲朝里面走去 七拐八拐 风九幽来到了洞府最深处 不过 眼前的画面让他震惊万分 一具活了不知多少纪元的枯骨 坐在椅子上 骨骼上下黑漆漆的 看上去似乎中了剧毒一样 能让一个超级大能中毒 可想而知 那种剧毒可怕 枯骨下方 摆放着一本厚厚的书 上面写着七个大字 暗黑古神至尊法 风九幽一霍后 并没有伸手去触碰它 而是目光转向了旁边的一柄 通体发黑的长刀 一瓶未知的丹药 还有一副空白的图画 刀为出鞘 里面散发的气息 可以轻松毁灭一个世界 丹药好像一个爵士美女 勾引着人向前 去占有它 图画更加恐怖 似乎有一种魔力 吸引着风九幽去拿它 卧槽 怎么回事 我感觉身体不受控制了 风九幽顿时 惊出一身冷汗 第190章 神秘的古荒一族 神龙血脉之力弥漫出 身体宛若一座堂古拉山 紧紧地抓着地面 抵挡着恐怖的犀利 风九幽与三件宝物 僵持片刻后 那种吸引力逐渐消失 额头上汗珠滴答滴答滑落 落入地面后 溅起一阵水花 突然 那幅空白图 闪烁起白色的光芒 片刻之后 一个衣衫褛褛的老头 从画里面缓缓走出 他身着的衣服 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有点遥远 V字领镂空 两排扣子倒扣 套在老头身上 显得有点怪异 不过 他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灵魂 而是一个气魂 两人四目相对片刻后 你是我古荒族的后人 气魂发出奇怪的声音 问道 风九幽摇了摇头 莫非古荒族的人死翘翘了 风九幽继续摇头 喂 小伙子 我看你骨骼惊奇 气欲不凡 要不做我主人吧 风九幽瞬间愣住 没想到 还有气魂主动认自己为主的 难不成有阴谋 你是这空白化的气魂 对啊 我叫老谷 主人你叫什么名字 气魂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 自我介绍道 我叫风九幽 九幽主人 快点让我认主吧 气魂摸了摸那几个纪元 没整理的胡子 一脸兴奋起来 风九幽双眸闪过一丝蓝光后 笑道 如何让你认主 主人 只需你进入空白化中 便能认主了 是吗 是这样吗 风九幽话音一落 一只幻化的巨手 一把捏住了气灵 弄得他嗷嗷大叫 不是这样的 主人 主人 你应该进入空白化中 气灵一边疯狂地挣扎 一边说道 哼 好你个奸诈的气灵 还敢谋害本公子 看来饶你不得 小白出现在塔外 一脸虎视眈眈的看着他 吓得他瑟瑟发抖 你你是先天混沌至宝气灵 小白鄙视的 看了一眼空白化的气灵 撇嘴道 哟 一个小小的先天灵宝气灵 也想谋害我主人 你是射雄星豹子打吗 不不是这样的 我想给主人惊喜 在我画中有很多宝贝地主人 空白化气灵 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哭了起来 在面对小白时 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没想到 这个该死的人类 居然有先天混沌之宝 失算了 算了 你太不老实了 去我体内 世界转转吧 不 小白闪过一道白光 拉着空白化气灵 进入了小塔 紧接着 小塔里面 传来空白化气灵的惨叫声 不求求你 不要啊 半个钟后 小白拖着半死不活的 空白化气灵 来到风九游身边 主人 这次不听话 被我收拾了一番 别看 先天灵宝不咋地 但他的话内空间还将久 能收人 困人 里面还有各种 九行元素攻击阵法 小白露出一丝不屑的表情 在风九游面前邀功道 那如何认主呢 风九游听到收人 困人时 便动了心思 眼睛放光起来 呃 主人 其实很简单 滴血就可以认主了 风九游想了想后 便划破手指 滴了一滴精血在空白化上 不一会儿 空白化闪烁着红色的光芒 一股熟悉的气息 传递至风九游时海中 果真与空白化 建立起认主关系 大手一挥 那个奄奄一息的老头 出现在手掌上 他的胡子 花白头发 蓝绿衣服全部消失 一个身穿三岁小孩子的模样 出现在风九游眼前 主人 对不起 我不是有一片你的 空白化气凌 发现自己变得光溜溜的 很不自然地夹起双腿 卖萌棒 好了 讲一讲你的故事 还有旁边这句骷髅吧 好的 主人 不一会儿 空白化气凌 便讲起了 他与古荒一族的故事来 他记忆残缺 只记起了少部分内容 他的大部分内容 被这句骷髅给毁掉了 至于什么原因 他也不知道 只知道 永恒族是古荒族的仇人 这个骷髅是他的原主人 好像中了什么天道原毒 被活生生毒死了 至于为什么会被毒死 永恒族与古荒族的恩怨 一切都不知道 听完气凌小谷的话后 风九游一头雾水 相当于什么也没说一样 不过看着小谷那傻头傻脑的样子 应该是被原主人毁坏了他的大部分记忆 也许是为了保护小谷 也说不一定 主人 古天的屁股下 应该有宝物 我记忆中闪现过 他喜欢把重宝当着王座 坐在上面 小谷露出一抹孩童的笑容 羡慰起来 风九游愣了一下 拾起地上的那柄长刀 准备拔刀的时候 发现 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 让风九游大为震惊 宿主 这柄长刀 应该是超越无上天的兵器 不及先天混沌至宝 估计也只低了一线罢了 应该被封印了 你的力量暂时无法驱动它 风九游摇了摇头 没想到自己居然拔不动这柄长刀 看来是好宝贝啊 亦是卷着暗黑古神至尊法 长刀 丹药 空白化等 放进了丹田世界 看着那具泛黑的骷髅 风九游摸出苍穹地刃 指着那具黑色骷髅 这位古荒族的前辈 得罪了 苍穹地刃化作苍穹地枪 撬动骷髅 轻轻一甩 瞬间化为灰烬 散落在地上 罪过 罪过 嘴巴上喊着罪过 手上的动作一点也不含糊 手掌轻轻一挥 王座清晰地出现在眼帘 王座的材质果然不一般 风九游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收进了储物件 王座下方 是一块平整的地板 不过 在中央位置 有一个肉眼极难分辨的小按钮 颜色跟地板一模一样 风九游手轻轻按了一下 嘎吱 原本细小的按钮 弹出一个拉环 风九游扣住拉环往上一拉 整块石板给拉了起来 下面一道白光闪烁 三个储物件 还有若干快散发出 类似先天之气的石头 宿主 你发财了 居然找到先天神石 这可是比无上天的先天仙石 还要珍贵 风九游拾起一块 里面散发的能量 果真不一般 远远不是先时 谁能比你的 系统说是宝贝 那自然是宝贝 收进储物件后 看着地上那三枚储物件 雕刻着青龙 玄武 朱雀图案 由于主人的消亡 上面没有神石阻挡 风九游很容易就出探了进去 里面都是风九游 没见过的神草 神药之类的 还有少许先天胚石 这可是锻造先天兵器的 核心材料 不错 不错 风九游看着这么多宝贝 心里美滋滋的 果真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感谢先公 五大不朽世家的恩赐 你们的恩情 我莫尺难忘 等着我离开这里 我会一一报答你们 风九游大手一挥 地上的无数先天先石 大地地兵 仙草 仙药等 全部收进了储物件 第191章 天道榜开启 零号潜力榜第二 正当风九游在通过系统 智能融合大地地兵时 无上天九万米之上 一道金光落下 一道威严的声音 传遍无上天 九天十地 天道榜单正式开启 紧接着 在中域的洞天湖 发出惊人的意向 湖中央竖起一座 高一万米的石碑 呈长方体 宛若白玉 一道气息直冲云霄 引得无数修仙者纷纷前往 当他们到达洞天湖时 被眼前的意向震惊了 天赋榜 乾隆榜 绝色榜 战力榜 四大榜单纷纷出现 天赋榜 统计无上天 九天十地 三千大世界最强天赋的一千人 乾隆榜 统计大地境以下 最具潜力的一百名天骄 上榜单者 会得到一团天道气韵 排名越靠前 获得的天道气韵越强 角色榜 统计无上天 九天十地最美的一百名女子 战力榜 统计出无上天 九天十地 战力最强大的一百人 无一例外 均是无上大地境 凡是能上四个榜单的人 均有机会进入天道密藏之地修炼 还有机会获得天道至宝 一时间 无上天瞬间热闹起来 因为风九幽的消失 八大不朽世家这一百年来 厮杀不断 让无上天超过一半的势力 卷入其中 却因为天道榜的出现 双方达成临时和解 目光转向天道榜来 零号独占两榜第二 潜力榜 天赋榜 斗大的零号两字牌 在9999米高处 金色的大字 亮下了众人的眼睛 那些不朽世家知道后 零号的名字上了他们的必杀名单 天赋榜第一名 是一个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名字 地伤 体质不详 年龄不详 跟一团迷雾似的 那高高挂在一万米的高空上的名字 欲示他至高无限的荣誉 乾隆榜第一名 也是一个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名字 黑霸 同样体质不详 年龄不限 完全是一个秘 不过在角色榜单上 风九幽熟悉的吉女都纷纷上榜 阿九 角色榜第三 凌语 爵士榜第六 风情 角色榜第九 李清成 角色榜第十一 最让人意外的是 萧茬 角色榜第十三 大帝榜第一名的前三名 均不是不朽世家之人 分别是 第一 黑娇娇 秋一人 从名字上开 清一色的女人 而且在无上天根本没听过的女人 第四名是风家的老祖 风然 第五名是林家的战神 林霸天 前十一名 八大不朽世家 占了八席 大帝榜前一百名 不朽世家只占了三十名 各大先公 道公 大教 占了二十名 不过 地姓 黑姓之人 却占了五十人 吓得八大不朽世家 纷纷发动情报网 打听这两家之人 很可惜 他们仿佛跟消失一般 根本打听不到他们的存在 一团疑云 挂在八大不朽 世家头上 突然出现的大帝榜单 让他们感觉到了危险降临 不过 风九幽此刻正在空间岛上 融合新的地兵 新的战法 并没被天道计算在内 故 并没在榜单之上 这也为他后面专门找榜单之人挑战 抢夺气运之力 提供了目标 我林浩居然独占两个榜单榜二 看来我真是个妖孽啊 林家 后山 知道消息的林浩 一改百年前的颓废 整个人傲娇起来 身边站着十个魅魔 柔柔肩 按按腿 好不痛快 我家公子真厉害 双膀第二 等你干掉那两个地伤 黑霸的 公子 你就是第一了 魅意抖动着波浪 抿嘴笑道 林浩眼睛都直了 轻轻勾了勾魅意的下巴 清语道 就你这妮子会说话 呦 我家大少爷 还真会享受啊 一道微微发怒的声音传来 林浩整个人一击灵 赶紧推开魅魔们 胆战心惊地站了起来 回头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 娘 缓缓走来的女子 看上去约莫三十来岁的样子 长相跟南宫学有八分像 一样的美丽 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呦 大少爷 老娘没打扰你风流快活吧 那道冰冷的口气 让林浩想哭的心都有 老娘 我跟妹魔们什么也没发生 我们很纯洁 切 老哥 你天天玩物丧志 可不要浪费 你妖孽的天赋 林雨从南宫签背后站了出来 对着林浩一阵数落起来 小妹 你不要落井下石 否则 我让凤九 林浩 林雨 南宫签瞬间安静下来 现场的气氛很不对劲 妹魔们见状 乖乖地退出庭院 把空间留给三人 也不知道幽儿 平安与否 南宫签眼泪在眼珠子打转后 忍不住流了下来 可惜我那妹妹 妹夫她们去了红森界 并不知道发生的情况 林雨看到 娘亲再落泪 她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哗哗地流了下来 一百年了 风哥哥 你还好吗 尽管风九幽存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不过她心中依然对她恋恋不忘 特别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她从天而降 自己被她看了精光 那种心中荡漾的感觉 就算一千年 一万年也不会消失 对不起 娘亲 我不敢提起九幽表弟 林浩带着倩义 看着南宫倩 林雨 只怪她的嘴巴犯贱 怎么突然说起了风九幽来 表弟 希望你能活着 出现在无上天林浩心中默默念叨 不过 连榜单上都没有她的名字 估计凶多吉少了 不然 榜单之首的名字 一定是风九幽 一个号称无上天天赋第一的人 居然没上榜单 只能说明 她已经不再认识了 天道榜的出现 改变了不朽世家 独霸无上天的格局 特别是出现的地 黑两星 让不朽世家感到了莫名的不安 南宫倩看了一眼林浩 严厉道 浩尔 你上了潜力榜 天赋榜第二 你依然成为无上天的公敌 你最近一千年 都不要离开林家祖地 好好闭关修炼吧 除非你突破了无上大地 否则 你敢跑出去 打断你的狗腿 林浩傻眼了 自己闭关这一百年 近于一百年 早就快疯了 还打算摸去风家 南宫家 找同龄的小伙伴 一起去青楼溜达溜达呢 这直接让他欲哭无泪 老娘 你是认真的吗 南宫倩瞪了他一眼 从储物界摸出一条藤腕 上面尖刺密布 看上去凶残无比 林浩 你觉得我这个藤腕如何 林浩被下脸色大便 摸了摸曾经被他伺候过的屁股 瑟瑟发抖道 很厉害的藤腕 儿子对他印象深刻 要不 让他跟你亲近亲近 如何 南宫倩一脸虎妈的模样 吓得林浩赶紧举手道 老娘 你不要过分了 再用藤腕欺负我 我去跟祖父告你 什么 你要告我 藤腕飞了起来 上面的尖刺泛起寒意 朝林浩的屁股飞去 老娘 不要啊 他刚驶出虚空领域 结果宛若泡影一般破裂 藤腕像长了眼睛一样 落在了他的屁股上 啊 那惨叫声 划破长空 盘旋在林家足地上空 足地一座茅草屋里 林八天看了一眼林年 嘴角微微抽搐道 孙儿 被你媳妇欺负 你不去管管 林岩露出一副害怕的神色 无语道 老爹 你要管 你去管 不要拉我下水 父子俩对视一笑 谈笑风生起来 喝酒怎么能分心呢 老爹 儿子敬你一杯 酒杯交错间 父子俩关闭了听觉 认认真真的 喝起仙念来 第192章 打破无上天屏障 被天道戏耍 30天后 风九幽在系统的融合下 苍穹地刃 在融合了上百柄极品地兵后 晋级为全新的极品地兵 流光地人 此地兵 全方位升级 达到了极品地兵的极限 差一丝便能突破之主宰之兵 保留了几大属性 还增加了速度 穿透 隐身等属性 可以说 此地兵是全系中最强的一类 可以幻化成任意地兵形态出现 完全看不到之前的样子 未幻化时 保留常见的模样 剑柄上出现流光二字 剑身长100厘米 散发的气势可以轻松毁灭一个小世界 风九幽把玩了一番后 幻化成全套戴在手上 流星甲 登天靴 统统融合升级为极品地兵 除了眉头盔外 风九幽已燃全副极品地兵装备 简直毫无人性 武器融合后 之前的功法也全部融合进了 先天同如今 里面 目前除了神通 神龙霸体外 便只有熔炼精产生的战法 紫霄剑绝 星辰枪绝 神龙拳绝 破天刀绝 共四样地品极品战法 至此 风九幽彻底改头换面 装备 功法全部升级完成 又过了108天 风九幽成座方舟玉佩 到达了一处壁垒处 他看着那一层厚厚的屏障 沉思起来 系统 你确定这里是无上天的漏洞所在 期间 在系统的指引下 先后到达了八处 所谓的屏障处 结果每一处都牢不可破 风九幽使出吃奶的力气 都无法戳破 在风九幽的追问下 系统尴尬道 宿主 对不起 系统计算出现了偏差 下一个屏障准没错 气得风九幽想捶爆系统 浪费了108天 耗费了他 不知道几统先灵之气 宿主 经过本系统 超级制脑亿万次计算 这理准没错 风九幽嘴角微微抽搐 也不知道这个系统 这次还靠不靠谱 前八次也是这样说的 流光地刃出现在手上 地刃随意动 瞬间幻化成流光地枪 风九幽紧握流光地枪 大喝一声 星辰枪绝 破 一股蔑视气息 从枪间传出 蓝光闪烁不停 在百倍攻击buff的加持下 星辰枪绝威力 增加了100百倍 原本那牢不可破的 无上天屏障 出现了一丝裂痕 紧接着 一个人形洞口 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他感受了 无上天里面的先灵之气 没有丝毫犹豫 化作一道光芒 穿越而过 咦 似乎屏障的戳破 引起了天道的注意 一双恐怖的双眼 朝洞口扫来 不过 那道洞口出现的瞬间 便被无上天屏障 自动给修复了 风九幽回到 无上天的瞬间 便幻化成一个 身高两米的胡须大汉 气息 神魂完全改变 不过 他的实力 依然保持着这只尊敬极尽 风九幽打算施展 咫尺天涯神通 躲避天道的审查 很可惜 被天道抓了的现行 天道之眼 发出一道白光 击中了风九幽 卧槽 天道 你不讲武德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体内先灵之力被禁锢 他直接从上万米高空 垂直掉落下去 面对风九幽的威胁 天道之眼 露出戏谑的表情 仿佛在说 小小修仙者 跟蚂蚁一样 我一个指头 都可以捏死你 对于风九幽的威胁 完全无视 要是他知道风 九幽是九天十地 最强大的体质 不知道 他会不会后悔 啊 悲催的风九幽 第二次被无上天的天道玩弄 也不知道 后面天道 会不会后悔莫及 今天的所作所为 此时 冬域最美的江河 幻花江 正值一年一度的寻花节 传说 幻花江上有一朵花王 它是无主之物 谁得到它 便有三分之一的几率 突破无上大地的屏障 进入无上大地境 它不但能助人突破 还能让人参悟法则 是无上天传说中的悟道之花 堪称无价之宝 故无数修仙者 跨欲几个戒欲赶来 就为了这传说中的花王 南宫爹 潜力榜第三十名 没想到你也来寻花王 不过 有我们五大公子在 你没机会了 一个身穿轩辕 字样服饰的男子 脸上一个朱质点 在眉心出 一看便知狡诈无比 嘴角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 蔑视地看着南宫爹 讥讽道 哼 轩辕泰 我记得上次嚣张的轩辕博 你们轩辕家 可是花了一千万块极品仙石换还回去的 难不成 你也想花一千万块极品仙石 把你换回去 一副玉树临风的南宫爹 手持一个仙爹 淡淡地回应道 似乎并没把他们五人放在眼里 你好大的胆子 不要以为八大不朽世家 暂时休战了 我们就不敢动你 站在轩辕泰身边 脸色深沉 嘴角微微上扬 闪过一丝杀意 身穿白袍 上面印有慕容字样的男子 出口反击道 是吗 怎么慕容小富 火军 山大大 东方野王也是这么认为的 南宫爹 一脸细血地看着五人 手中的笛子 抬了起来 准备给他们来一手 送别 你 五人嘴上凶残 身体却诚实得很 不敢轻举妄动 一个乾隆榜 排名三十的超级高手 哪里是他们几个所能抗衡的 不远处 一个身穿紫色长裙的女子 伸出娇嫩的小手 轻轻摸了一下 幻花浆中的一朵荷花 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小姐 荷花还没你漂亮 你为何偏偏要采它 身边的丫鬟似乎不明白 一个国色天香的小姐 非要进入幻花江采摘那朵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荷花 小鸭 你不懂采摘的乐趣 古人云 接天连夜无穷避 映日荷花别样红 荷花的美不在表面 而在心里 紫色长裙的女子 缓缓站了起来 一副吹淡可破的脸蛋 身高175公分上下 那身段可以秒杀绝大多数女子 小鸭似乎不太满意小姐的话 那双大眼睛咕噜一转 嚷嚷道 小姐 你可是角色榜排名第八的存在 荷花的外在美 内在美 都比不过你 紫色长裙的角色女子 眼面而笑 用娇嫩的小手 轻轻地捏了捏小鸭的脸蛋 你呀 真以为上了这个所谓的角色榜很光荣吗 角色女子眼中闪过一道异色 继续说道 我倒不希望上这个角色榜 也不会有这么多烦恼 小鸭对小姐的话不以为然 细细笑道 小姐 你上了角色榜后 附近的仙公 道公 大教 甚至不朽世家的公子 都来追求你了 这岂不是好事 这些好事 要不要给你啊 紫色长裙女子眼中 闪过一道无奈 对着小鸭戏言道 我倒希望我能上榜 好让那些公子来追求我 可我知道 我这辈子就是丫鬟的命了 小丫头撅着嘴 很有自知之明说道 这时 男公敌飘然落在小舟上 一双俊美的脸蛋 赫然出现在两女眼帘中 在下男公敌 见过小姐 男公敌拱手 很有礼貌地说道 小鸭露出大大的眼睛 吃惊地看着 突然出现的男公敌 被他帅气的外表 给震惊了 手不断在拽子群女子 子群女子 瞪了小鸭一眼 微微笑道 小女子白羽竹 见过男公敌公子 正当男公敌 打算赞美白羽竹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哟 小娘子 长得很俊吗 本公子东方野王 想娶你做我的 第八十一房道旅 快到本公子的怀里来 瞬息间 东方野王 薛元泰等五人 出现在半空中 那五双贪婪的目光死死地 盯着白羽竹 恨不得扒光他的衣服 好好宠幸一番 哼 你们五个疲痒了 是不是需要我的笛子 给你们送中 男公敌勃然大怒 这五个该死的混蛋 今日一而再再而三地 触碰自己的底线 笛子飞在嘴边 即将吹响他们的葬礼之音 男公敌 你得一个毛线 我的大哥 东方夜帝即将赶来 等会你 东方野王话音还未落 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带着巨大的冲撞力 掉入幻花江 第193章 掉落幻花江 偶遇不朽是家弟子 碰 巨大的震动声 激起一圈圈浪花乱飞 幸好在场的 都是至尊敬以上高手 尽管丫鬟境界低下 不过白羽竹手 轻轻一挥 一道水墓 挡住了溅来的河水 风九幽心里 恨死了该死的天道 等老子突破小主宰时 非要好好找他算算账 奶奶的熊 估计第一次也是他倒的鬼 相同的遭遇 被天道戏耍两次 沈圣可忍 叔叔不能忍 幻花江 深不过千米 风九幽沉入水底后 体内的禁锢之力消散 恢复体内 仙灵之力运转后 整个人轻轻一蹬 宛若一只 利剑拔地而起 出现在水面上 咦 目光所及之处 一主一仆 还有六个青年才俊 正在看着他 除了南宫敌外 另外五人眉目 不善地瞪着风九幽 小子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在幻花江玩跳水 打湿了我的衣服 你看着办吧 火军脸上闪过一丝玩味 打算找风九幽的麻烦 你是哪根葱 长得丑不拉击的 居然威胁我 想死吗 风九幽快如闪电地 出现在五人身边 吓得五人 差点掉进了幻花江 你 至于他们的身份 风九幽从服侍 便判断出来了 仇人见面 格外眼红 更何况 是五大不朽世家的子弟 这送上枪口的敌人 不玩死他们 怎么能对得起 他们对自己的追杀 更何况 现在的模样 是幻化过的 谁也不知道 自己是风九幽 小子 你有种 留下姓名来 敢威胁 不朽世家的弟子 你是是无上天第一人 轩辕太眉毛一挑 表明了自己五人的身份 白羽竹愣了一下 没想到 上方的五人 居然是不朽世家的弟子 看来这个出现的壮汉 遇到大麻烦了 南宫敌 露出惊讶的表情 壮汉身上 散发的气息 似乎有一点熟悉 甚至感觉到 他体内的血脉 有几缕跟他类似 难道他是南宫家某个书呗 在外面传下来的后人 先有 不用怕他们 他们不过是 五大不朽世家的 纹裤子弟吧 南宫敌 出现在风九幽身边 表达出自己的善意 南宫世家 风九幽眉头挑了挑 问道 啊 怪不得长得眉清目秀 帅气逼人 比对面那五条虫顺眼多了 风九幽撇了撇嘴 淡淡笑道 南宫敌 尴尬地挠了脑袋 知道你说的是实话 可也不要当着 轩辕泰武人说啊 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扑吃 丫鬟小鸭 被风九幽的风去声 直接黑豆笑了 白羽竹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小鸭惭愧地捂住嘴巴 不过 那双大眼睛 却望着风九幽身上 扫来扫去 轩辕泰武人 脸色黑了下来 没想到 一个找死的壮汉 知道了自己是 不朽世家的弟子 还敢出言羞辱他们 分明没把不朽世家 放在眼里 哼 小子 你连我轩辕家 东方家 慕容家 火家 山家都不放在眼里 好大的胆子 刷 武人兵器出窍 一股强大的气息 弥漫开来 刷 轩辕泰刚吼出沙字 风九幽鬼魅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面前 兵器还未出窍 风九幽的拳头 宛若与低板 急速落下 砰砰砰 他们身上的领域 被击碎 拳拳倒肉 打得他们嗷嗷大叫 神龙拳绝 每一拳都蕴含了 神龙血脉之力 震荡环宇 骨头嘎嘎作响 血在满天飞 人在嗷嗷叫 风九幽 靠着一双拳头 打得五个至尊敬巅峰的 不朽世家弟子 痛哭流涕 彻底亮瞎了 他们的眼睛 男公敌眼里 满是疑惑 这是哪里来的年轻高手 自己对上 他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难道是 乾隆榜前十的存在 白羽竹的眼睛 扑闪扑闪的 如此暴力的壮汉 敢殴打五大不朽世家的弟子 突然间来了兴趣 难道是帝 黑两家的后人 天道榜上 除了乾隆榜第一 天赋榜第一外 前十里面 没有这两个姓的人 丫鬟小鸭揉了揉眼睛 发现自己没做梦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一道白光掠过 五人纷纷掉进幻花江 哎 就这点水平 还敢威胁本尊 风九幽柔了揉拳头 看着掉入幻花江的五人 一脸的平静 南宫迪脸色一洗 风九幽的沙发果断 太符合他的口味了 尽管没杀了五人 不过 五人经脉断裂 丹田破碎 想要恢复过来 还不知道 要耗费多少天才地宝 嗯 南宫什么来的 今年多大 风九幽随口问了起来 南宫迪一头黑线 不过看在他对胃口的份上 老老实实说道 南宫迪 今年八百岁 现有如何称呼 风九幽皱了皱眉 撇嘴道 没想到你八百岁了 真老 扑呲 白宇竹实在忍不住了 直接笑了出来 没想到 在这个大汉面前 八百岁算老人 至尊敬以上天地同寿 八百岁 算超级年轻 好不 南宫迪脑门上黑线乱飘 无语地瞪了风 九幽一样 正打算反驳他时 风九幽一句话 让他哑口无言 想我这种 才123岁的人 比起你来 还真是年轻的可怕 风九幽话音一落 现场的三人像 看到鬼一样 盯着风九幽 123岁的至尊境巅峰 实际是极境 吓得众人头皮发麻 这修炼速度 恐怖到了极致 先有 莫非你是帝家之人 白宇竹眼睛 扑闪扑闪 问了起来 风九看了一眼面前 这个角色女子 露出疑惑的表情 风九幽 帝家 白宇竹 难不成先有是黑家 风九幽 黑家 不我跟帝家 黑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都美 我乃九家之人 人称九命 不过 你说的帝家 黑家是何方神圣 风九幽百年 未出现在无上天 对于白宇竹说的两个人 闻所未闻 南宫敌见状后 便一一告诉了风九幽 难不成这两个神秘的家族 是突然冒出来的吗 嗯 风九幽摇了摇头 也不管突然出现的两个家族 只要不惹到自己 万事大吉 惹到自己 管他乾隆榜 天赋榜 还是站立吧 筒筒镇压 对了 你们在黄花江游浆完 风九幽突然发现 黄花江来了很多人 都在小心翼翼寻找着什么 好奇问道 九兄 你不知道黄花江发生了什么 风九幽尴尬 摸了摸鼻子 我从天上来 我要知道还问你 大哥哥 难道你的家住在天上 小鸭睁着大大的眼睛 上下看着风九幽 好像看到外星人一样 这不过是比喻罢了 南宫敌 白宇竹 被丫鬟的话给逗乐了 随着南宫敌的介绍 风九幽才 直到一年一度的花王出现了 这些修仙者们 纷纷赶来撞大运 不过 几十万年都未遇到花王 难道这次真能碰到 风九幽疑惑地问到几人 哗啦 五颗脑袋伸出水面 五个不朽 世家弟子终于浮了上来 那十只愁适的眼睛 凶狠狠地瞪着风九幽 恨不得扒他皮 喝他血 抽他精 几位腐朽世家的潜水弟子 没在水底找到花王 第194章 花王出现 主动扑倒风九幽 风九幽幽默的声音传出 白宇竹 小鸭捂住嘴巴 差点笑喷了 没想到风九幽的幽默 会让人给气死 你 难道你们还想让我送你们一程 我下一次出手 可是会把你们 送到阴曹地府 风九幽捏了捏拳头 淡淡地看着五人 五人被气得狂吐一口鲜血后 薛元太捏碎了大挪一幅 一道光亮闪过 五人消失不见 不过 空中却传来一道威胁的声音 小子 你就等着我不朽世家的追杀吧 风九幽平静地看着消失的五人 嘴角露出一抹奇怪的笑容 九兄 要不加入我南宫家吧 我相信 他们不敢与我南宫家为敌 南宫敌闪过一丝担心 主动邀请风九幽 加入南宫家 风九幽摸了摸额头 随即摇了摇头 我会去南宫家的 接着 风九幽说了句南宫敌听不懂的话 好了 你们不是要寻找花王吗 散了吧 风九幽纵身一掠 消失在几人面前 甚至连风九幽的影子都没发现 果真是个奇人眼 白玉竹美目闪烁 称赞起来 南宫敌也没心思泡妞了 双手抱拳道 白千佑 到此 随后 南宫敌轻飘飘地掠上空中 踩在一团云上 朝幻花江的下游飞去 小姐 这两个公子 你觉得哪个入了你的法眼啊 小鸭眼睛一眨一眨 打去道 白玉竹凶狠狠地瞪了小鸭一样 驾驶者小周 继续在荷叶里游荡 此时 幻花江乱成一团 一朵疑似花王的花出现后 众多势力疯抢 造成了几个仙门 仙宫的火拼 死伤超过千人 风九幽 一路随心所欲地游荡起来 她对于寻找花王一点兴趣也没 就当作领悟百态人生 随便听听修仙者的聊天 她不在这一百年 八大不朽世家争斗了一百年 下属势力损失惨重 不过 八大不朽世家的根基并未动摇 连不朽世家的弟子们 都没几个死掉 毕竟到了无上大的大道径后 想要灭杀对方太难了 除非你掌控的法则 能以绝对的碾压支持对方 否则 没有人能轻易灭掉不朽世家 这次争斗 变成了年轻一代弟子的试金石 瑞便出来了不少天骄之才 比如风家的风爽爽 南宫家的南宫敌等人 不过最让风九幽感兴趣的 而是天道榜 那上面的人 都有可能变成自己挑战的对象 毕竟八大不朽世家 进入榜单的也不少 特别是自己的仇人 轩元 东方 慕容 火 山武家 这些都是自己抢夺器运 升级的资源 抓住花王 一道怒吼声 把风九幽的思绪拉了回来 只见一群杀气腾腾的先公弟子 手持三尺长剑 朝风九幽方向杀来 那白衣上的印记 赫然印入风九幽眼帘 百花仙公 本公子想睡觉 就有人送枕头来了吗 一抹红影掠过 消失在风九幽身边 突然 他停了下来 好奇地看了风九幽一眼后 再一次化作红光掠过天际 混蛋 你为何不拦下花王 百花仙公弟子 凶神恶煞 问起风九幽来 风九幽莫名地笑了 笑得开心极了 我是你爹吗 要替你们拦下花王 找死 领头的百花仙公弟子 二话不说 踢着长剑刺了过来 剑气飞红 气势滔天 好一个花拳袖剑 身边的弟子 为了提防风九幽逃跑 使出剑阵封锁了四周 在他们眼里 风九幽这个壮汉死定了 大师兄白斩 一剑断春秋 就一个散修 哪里会是他们大师兄的对手 风九幽淡然一笑 一道白光闪过 人消失不见 刺来的长剑落空 一道剑气没入幻花江后 造成了幻花江短暂的断流 咦 人呢 你在找我吗 一道恐怖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紧接着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 没入他的身体 啊 惨叫声响过后 白斩化为一片血雨 连体内的仙缘神 直接被打爆 神龙全觉 哪里是小小的白斩 所能抗衡 这 围观的弟子彻底惊呆了 就一招把他们心目中的大师兄 混远近初期的超级高手 打成虚无 连仙缘神都打爆了 太不真实了 众多弟子还没反应过来时 风九幽动了 心随意动 身随心动 白光划过一道弧线 变成了死神的收割镰刀 无数惨叫声响起 一片片血雨飘散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百花仙宫的二十多名弟子 全部魂归幻花江 定 宿主灭杀百花仙宫弟子二十五名 宝德 二百五十万年修为 不过 宿主的先天铜炉精 熔炼吸收二十五名弟子精气神后 转换为二百五十万年修为 合计五百万年修为 伪计五百六十二点八万年修为 风九幽愣了一下 顿时大喜起来 没想到 先天铜炉精吸收的能量 也能转化为修为年线 这下自己牛逼大发了 双重修为 系统 先天铜炉精 真不愧是 YYDS 正当风九幽憧憬自己 很快突破无上大地进食 一抹香艳的身影朝自己跑来 身后跟着一群追杀他的敌人 公子 救我 一股熟悉的味道传来 身上的红衣似乎在哪里见过 还没等风九幽拒绝时 他扑到了风九幽身上 好香 好pill 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这四个子 他居然神识鬼叉没有推开它 反而有了一种 应该这样的感觉 难道自己中毒了吗 风九幽不禁在内心自问道 瞬息间 杀气腾腾的众人 出现在风九幽眼前 小子 放下手中的花王 否则 要你的命 一道威胁声 打断了风九幽的享受 等等 你们说他是花王 风九幽露出惊讶的表情 疑惑地看着众人 小子 你以为你装憨 我们就会放过你 杀了他 抢花王 一个独眼龙 在队伍里面煽动起来 五十多个至尊敬高手 抽出兵器 释放出领域之力 毫不留情地嘲讽九幽杀来 公子 我怕怕 他们好凶 女子露出惊恐的表情 不过他眼底下 却闪过一丝细血 风九幽淡淡地看着杀来的众人 手中的流光地刃 化作长刀 用力劈下 漠然 破天刀绝发动 一道弧形的刀缸划过 路径之上的空间纷纷碎裂 挡在前面的领域如水中月 纷纷消散 刀刚宛若破天之势 毫不留情地落在五十三人的身上 不 惨叫声响起后 五十三人瞬间被炸为虚无 恐怖如斯 吓得怀里的花王瑟瑟发抖 定 宿主灭杀五十二名至尊敬敌人 宝德 五百二十万年修为 宿主的 仙天铜炉精 熔炼吸收五十二名弟子精气神后 转换为五百二十万年修为 合计 一千零四十万年修为 累计 一千六百零二点八万年修为 女子拍了拍胸脯 一道波浪缓过 公子 感谢你救我 我无以为报 送你一朵小红花吧 第195章 小呆妹被同门羞辱 一朵红色的小花 出现在风九幽手中 散发着惊人的气息 感觉到体内的仙天道胎仙元神 在蠢蠢欲动 莫非这个对元神来说 是无上至宝 公子 后会有期 花王说完后 便化作一道红光离开 不过 一道空间禁锢落下 花王动弹不得 公子 你想干嘛 花王一脸楚楚动人的 看着风九幽 真是游见我脸 让人不得不疼惜 风九幽摸了摸眉心 认真道 外面太危险了 还是跟在我身边吧 花王脸上闪过一丝巨异 疯狂挣扎起来 堂堂花王 无上天独一无二的存在 他可不想成为人类的奴隶 人类抓住他 都是为了吸取他的能量 加速法则参悟 公子 原来你跟其他人类一样 我看错你了 花王哭得梨花带雨 打湿了身前的红纱 柔软之处若隐若现 风九幽甘大笑了笑 安慰道 我只想 让你待在我身边 放心吧 我不会对一个精怪有想法的 花王一副我信你 我就是傻瓜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风九幽 算了 你也不懂 我带你去 一个地方你就知道了 风九幽 进过了花王的神魂 拉着他 来到了丹田世界 刚进入丹田世界 花王被震得体无完肤 一缕缕仙天之气 那些仙天混沌之物 哪一个不比他强 他每呼吸一口仙天之气 感觉到自己开始在进化 甚至要不了多久 就会退去后天之根 成为真正的仙天之根 变成仙天花王 公子 我很喜欢这里 可以让我待在这里吗 花王眼巴巴地望着风九幽 那祈求的眼神 跟刚才的反抗 判若两人 也不是不可以 除非你任我为主 风九幽眼中闪过一丝脚霞 送上门来的仙天灵雾 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花王已经被丹田世界给吸引 他难以自拔 想了想 便答应了下来 花千千见过主人 花王半跪下来 主动交出自己的一丝浑丝 完成任主仪式 千千 起来吧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 花千千眼睛扑闪扑闪的 一副任君彩鞋的模样 说道 千千请主人对我温柔一点 风九幽脑门多了三条黑线 被花千千的话 真的体无完肤 不再理会花千千 一个念头后 出现在幻花江畔 看着疯狂寻找花王的修仙者们 风九幽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 谁曾想 他们寻找的花王 已经成为自己的奴仆 风九幽化作一道白光 急速离去 幻花江 尚有五十里处 一座山谷 一幕欺男霸女的事情 正在上演 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子 正被一群同门欺负 女子脸上多了一道鲜红色的手掌印 萧茬 给我跪下 一个长相普通 嘴角多出一颗痣的女子 面露争鸣 对着小呆妹怒骂道 杜师兄是我的男人 谁让你跟他走得那么近 别以为你上了角色榜 我就拿你没办法 围观的弟子们 纷纷露出惋惜的表情 不过涉于女子的权势 没有人敢站出来 声援萧茬 争鸣的女子 是幻花仙宫大长老的孙女 名副其实的小霸王 在整个仙宫无人敢惹 就算爱慕萧茬的弟子 也不敢给他出头 萧茬一脸冷漠地 看着欺负他的女子 那一股女王般的气势 吓得他差点后退 黎萍 你今日羞辱我 来日我将百倍偿还于你 不要以为靠着大长老离开 你就可以在幻花仙宫耀武扬威 我萧茬不是任人蹂躏的软柿子 黎萍面对萧茬的气势 心中一惊 别看萧茬非生时日短 他的天赋 已经落入仙宫众多大人物眼里 要是被他们收为徒弟 自己以后就麻烦大了 他嫉妒萧茬的美貌 也嫉妒他的天赋 甚至嫉妒幻花仙宫的弟子 都围着他转 好不容易趁他弱小的时候欺负他 怎么允许他将来 骑在自己头上 双眸闪过一丝狠意 嘴角露出邪恶的表情 萧茬 你没有以后了 黎萍环视了一圈身边的男弟子们 露出阴险的笑容 师弟们 你们不是喜欢萧茬吗 我允许你们 就在这里把他给轮了 只要你们上了他 我承诺 你们进入我黎家的门墙 成为真传弟子 指日可待 为了让这些师弟们 帮他做事 直接允论起来 这不太好吧 身边的男弟子嘴巴上说不好 眼睛里 却闪过一丝 淫晦与贪婪 黎师姐 你当真不骗我们 身边有一个男弟子疑问道 黎萍拍了拍身边的男弟子 露出一脸认真的表情 同师弟 黎师姐的信誉 你还信不过吗 这样吧 我这里有二十饼 至尊级道兵 只要你们上的人 人手一饼 黎萍故作大方 从储物界里取出二十饼道兵 在他们身前展示了一番 围观的弟子 纷纷吞了吞口水 脸上的渴望 全部写在脸上 道兵要 绝色榜的美人也要 萧师妹 对不住了 人不为己天诛地面 放心吧 萧师妹 我一定会让你做回 真正的女人 无数淫秽之声 在萧茶耳朵里不断响起 气得他浑身颤抖 这些可都是自己的同门师兄啊 他们为了一己私利 居然想要对自己做出 禽兽不如的事来 这些十日来 他们不断对自己献殷勤 每天跟在自己身后 阿谀奉承 他终于知道了 修仙界的险恶 在利益面前 同门 朋友 甚至爱人都能背叛 可惜 萧茶领悟得太迟了 不然 他也不会跟着他们出来 寻找花王 不准欺负我姐姐 一道奶生奶气的声音传出后 一条小金蛇 出现在萧茶的肩膀上 他一脸凶狠地盯着众人 吐出蛇心子 危急关头 小金金从兽宠袋中 钻了出来 咦 仙兽 李平眼中 闪过一丝贪婪 打起了小金金的主意 萧茶 交出小金蛇 我可以让师弟们 对你温柔一点 否则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在他们 眼中根本没把小金蛇 放在眼里 一个不过斩道径级别的先手 对他们没有一丝伤害 这也不能怪小金金 毕竟没在风九幽身边 机缘有限 成长有限 萧茶看着肩膀上的小金金 脸上露出不忍的神色 小金金 你逃走吧 不要管我 小金金仰起头 轻轻挨了挨萧茶 说道 不 主人让我保护你 我不能逃走 萧茶 闪过一阵绝望 直到今日凶多吉少 关键还搭上了小金金 一脸怒气腾腾地 盯着李平等人 怒骂道 你们这些无耻小人 我大哥哥 不会放过你们的 他会送你们 下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萧茶想起了心中的大哥哥 那个帮他 登上萧帝国女帝的男人 那个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的人 哈哈 笑死我了 你大哥哥来了 也得看着 你被师弟们凌辱 李平眼面大笑道 眼中闪过一道鄙视 师弟们 你们还在等什么 抓住小金蛇 给我墙上萧茶 看着这些人面受薪的师兄们 萧茶绝望了 举起了手掌 打算一掌拍死自己 一了百了 大哥哥 永别了 哼 萧茶 就算你自尽了 你的尸体 我想师弟们 也不会放过的 李平流露出恶毒的表情 对着萧茶威胁起来 女人邪恶起来 比男人更加恐怖 突然 一道怒火滔天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谁敢骑我妹妹 我灭她全足 紧接着 一股强大的领域 封锁了整片区域 那些准备墙上萧茶的 幻花仙宫弟子们 纷纷被禁锢 杀戮降临 山川坍塌 第196章 角色榜第13 小呆妹 风九幽瞬息间出现在萧茶身边 熟悉的声音 陌生的面孔 萧茶 小晶晶 一头雾水地看着突然出现的风九幽 风九幽溺爱地看了一眼小呆妹 没想到小丫头一百多年未见 居然长得亭亭玉丽 倾国倾城 还上了角色榜单 排名第13 小呆妹 什么时候飞声无上天的 萧茶露出惊恶的表情 疑惑道 大叔 你认识我吗 小晶晶一副警惕地看着风九幽 害怕风九幽对小呆妹不利 你不要骗小呆妹借鉴 我不允许你伤害她 小晶晶伸出蛇性子 做出一副凶恶的表情 哟 小晶晶 没想到你现在还能开口说话了 什么时候话行呢 你你是谁 小晶晶双眼闪过一道疑问 声音跟主人一模一样 气息 长相完全不符 等会再说 我先收拾一下恶人 处于禁锢中的众人 露出惊恐的表情 没想到突然出现的人实力高得可怕 居然还是萧茬儿的朋友 风九幽缓缓转过身来 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戮 你们居然敢对本公子的妹妹下手 谁给你们的狗胆 他手轻轻一挥 被禁锢的男弟子们 瞬间爆成一团血雾 散落在山谷中 吓得离平浑身颤抖起来 裤管下面流出一团黄色的液体 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尿骚味 接触禁锢后 离平看在地上 惊恐地望着 朝她走来的风九幽 每走一步好像踩在她的心脏上一样 那股气势直冲她的五脏六腑 扑痴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脸色苍白 面部肌肉不停颤动 贱人 你敢对本公子的妹妹下黑手 我留你不得 风九幽的手掌举了起来 那股不可匹敌的气势缓缓落下 眼看自己即将死在风九幽的手下 离平大叫道 不你不能杀我 我爷爷是幻花仙宫的大长老 我哥哥是幻花仙宫的真传弟子 乾隆榜第99名 就算你爷爷是幻花仙宫公主 你哥哥是乾隆榜第一名 你依然得死 风九幽神龙全绝一出 山谷风云变色 恐怖气息一浪一浪叠加落下 不 碰 剧响过后 整片山谷化为灰烬 连同离平一道被抹得干干净净 此时 幻花仙宫发生了大地震 直守魂牌阁的弟子突然发现 幻花仙宫二十几个弟子的命牌纷纷炸裂 吓得他连滚带爬的冲进公主大殿 公主 大长老 不好了 二十多个师兄师姐的命牌炸裂了 还 还包括了离平师姐 坐在上方的公主千寻 离堪脸色大变 你说什么 我的孙女命牌炸裂了 离堪剑步如飞 出现在看守弟子面前 一手拧住她的领口 怒吼道 试试离平师姐的命 是谁杀了我的孙女 我要把她碎尸万段 一道怒吼声传遍幻花仙宫 惊得众人脸色大变 他们心底大感不妙 幻花仙宫要变天了 小丫头 还不过来 风九幽 看着处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的潇茶 露出温柔的笑容 那道熟悉的声音 让她不自觉地走了过来 上下打量了一番后 确定她没见过 大说 你认识我风九幽哥哥吗 那双扑闪的眼睛闪烁起来 满怀期盼问道 小丫头 百年不见 你长这么大了 还有小晶晶 还不快到主人怀里来 刚才的粗犷大汉不见 一个帅气微笑 熟悉的男子 出现在潇茶身边 哥哥 萧茬激动地扑进风九幽怀里 眼泪哗哗直流 哥哥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风九幽轻轻地拍着小单妹的后背 安慰道 哥哥怎么会不要你呢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飞升了 哥哥 你去哪里 我听说一百年前 你被坏人给害了 萧茬哭得梨花带雨 紧紧地抱住风九幽 害怕她再一次消失不见 哥哥没事了 不就去了街外虚空游离了一番 我不是好好的吗 风九幽轻轻擦掉萧茬的眼泪 看着突然长大的小丫头 心中满是欣喜 对了 小单妹 你现在加入了幻花仙宫 小单妹看着风九幽 点了点头 嗯 以后 跟在哥哥身边吧 或者 跟我回风家 一想到风家 风九幽莫名 觉得温暖 父母 爷爷都在哪里 还有百年前 出现的风球 风情 风流三人 来到无上天没去过风家 心中不由地期盼起来 好的 哥哥 以后不准不带我 小单妹说完后 伸出手指 做出拉钩的动作 风九幽笑了笑 伸出手指钩上 小单妹 破涕而笑 跟小孩子一样说道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对了 小单妹 小晶晶 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给你介绍一些亲人给你认识 不要抵抗哥哥的神识 嗯 风九幽拉着小单妹 抱着小晶晶 瞬间消失在原地 进入了丹田世界 主人 我好喜欢这里的先天之气 一进到丹田世界 小晶晶想找到家一样 用力地大口大口 吸着先天之气 身体逐渐发生变化 小蛇模样的她 慢慢长出四只脚来 风九幽顿时大喜 难道小晶晶 要开始进化成神龙了吗 定 宿主 小晶晶想要进化成神龙 还早着呢 现在只不过 有一点进化的趋势 估计需要很长时间 待在这里才行 小晶晶 你自己在这里 找个地方进化 我带着小单妹去认清 好的 主人 小晶晶仿佛找到了修炼的真谛 化作一道金光 落在了一座水潭里 溅起一阵水花 她伸出脑袋 疯狂地 贪婪地 吸收着一缕缕先天之气 美女 认识一下 我是你的兔哥哥 刚到西门雪姬的闭关之处 流氓兔瞬息间出现在萧茬身边 吓得她把风九幽拽得紧紧的 你是兔兔 萧茬见到如此巨大 还会说话的兔子 顿时收起了害怕的心情 伸出小手 去摸了摸流氓兔的耳朵 发现她不淡不凶 还一副享受的模样 时不时发出阴阴阴的声音 气得风九幽一脚 把她踢飞到几百公里外 老大 你过分了 空中传来吞天吐不满的声音 哥哥 兔兔那么可爱 为何要踢兔兔 风九幽摸了摸消茬的脑袋 苦口婆心说道 流氓兔 可爱只是表象 你可不要被她给带坏了 这时 西门雪姬缓缓缓地睁开双眸 发现一个陌生的角色美女 出现在身边 好奇道 少主 这个小妹妹 是从哪儿骗来的呀 第197章 对战大地超脱镜 大长老离开 萧茬目光扫去 发现漂亮姐姐醒来后 欣喜地走到跟前 哥哥 这位姐姐好漂亮啊 风九幽看了两人一眼后 便互相介绍起来 小呆妹 这是西门雪姬姐姐 雪姬姐 这是我在江湖世界认的妹妹 萧茬 小呆妹 西门雪姬微微一笑 牵起小呆妹的手 夸赞起来 小呆妹 你不但漂亮 还有一股女王的气质 莫不成你做过女爹 小呆妹尴尬笑了笑 偷偷看了一眼风九幽后 在西门雪姬耳边 说了句悄悄话后 两人同时看着风九幽 弄得她一头雾水 好了 小呆妹 以后跟着雪姬姐姐修炼 风九幽交代一番后 来到了狼平平处 发现狼平平依然在闭关 不过 她体外的刀器 比之前恐怖了十倍不止 境界也在飞速提升 一到念头后 风九幽来到先天混沌白塔六层 蓝精灵一族的族人 正在疯狂修炼 整体的实力 比之前提高了不少 毕竟第六层的元素能量 对于他们来说 是修炼元素之力的圣地 少主 卡其拉突然发现 风九幽出现 赶紧办跪行李道 嗯 最近修炼如何 少主 族人们现在最差的 都突破到混元境 要不五百年 估计会有一百名族人 会渡大地劫 风九幽点了点头 环视了一圈 发现闭关的 修炼元素之力的 各占一半 等你们渡无上大地劫时 让小白帮你们阻挡了一劫 风九幽语诺后 卡其拉大喜 世人都知道 渡大地劫不好渡 一百个里面成功率 只有一成 有了这个先天混沌白塔 渡个大地劫 跟喝水一样简单 你们蓝精灵一族的修行方式 跟修仙者不一样 在每个大径也是巅峰境 突破下一大径 卡其拉点了点头 回应道 是的 我想对着躲在九层休息的小白说道 小白来一下 瞬间 小白出现在第六层 笑嘻嘻地看着风九幽 主人 你来了 小白 你辅助一下蓝精灵一族修炼 加速吸收外界先灵之力 元素之力到第六层 风九幽看了看卡其拉 郑重说道 现代修炼境界不对 你们全部散工 从头开始 每一镜必须完成极进后 再突破 不懂的 问小白 这段时间 小白监督你们修行 卡其拉面露难色 疑惑道 少主 那之前我们的修炼 岂不是白费了 不 你们没有白费 重新修到极境 不但能巩固你们的修炼根基 还能修正你们的错误 我相信 很快便能回到现在的境界 除非你们将来 不想突破无上大地始原境 风九幽严肃地说道 既然是自己的下属 必定要给他们一个光明的未来 而重修刻不容缓 无非多花些时日罢了 是 少主 风九幽的命令 对他们来说 便是圣旨 绝对的服从 看着蓝精灵一族开始散工 各个惨叫时 风九幽便离开了先天混沌白塔 出现在刚才的山谷 漠然 一道恐怖的气息 铺天盖地落下 紧接着 一个阴霾的老头 出现在风九幽面前 小子 我的孙女是不是你杀的 其实 离开从风九幽站的孙女的气息 便知道 凶手断然是他 只不过是想亲口听到风九幽承认罢了 你说那个叫黎平的贱人吗 不错 的确是我杀的 风九幽此刻的模样 就是一个两米的壮汉 一脸细血地看着黎坎 没有丝毫害怕 黎坎愣了一下 居然他不害怕自己 拦不成一个小小的至尊镜 还有什么 能跟自己抗衡的力量不成 既然你承认了 就去死吧 你放心 你死了 你的父母 亲人我都不会放过 黎坎面带凶色 大手一挥 一道手掌印 从天而降 直面风九幽而来 看着落下的掌印 风九幽嘴角露出一丝积讽 砰 强大的气流落下后 风九幽周围的大地 出现一个手掌印 有足足一百米深 不过 风九幽安然无恙地站在面前 身上没有一丝伤害 就这 老头 你是没吃饭 还是晚上逛青楼去了 没有一点力气 神龙血脉之力的神龙霸体 免疫伤害 就算大地超脱镜的力量 对风九幽也不能造成一丝伤害 毕竟黎坎也只不过 才掌握一条法则之力 还是出城的力量型法则之力 黎坎眼神快速转动起来 完全低估了这个凶手的实力 难不成他是帝 黑两家的传人 敢以至尊镜巅峰的实力 硬抗自己 小子 再试一掌 他不信了 小小的至尊镜 难不成还能在他这个大地手上 翻起浪花来 漠然 一道比刚才威力大了两倍的手掌印 从天而降 超越了领域 天空在手掌印下 化为虚无 原本千疮百孔的大地 此刻 宛若发生了八级地震一般 大树化为灰烬 山谷变成沧海桑田 然而 风九幽再一次安然无恙站在他面前 甚至伸出手掌 竖起终止 老头 请继续你的表演 没有启动天穷护体 单靠神龙霸体 离开连自己的衣服 都未造成伤害 离开脸色大变 他从来没见到过一个小小的至尊镜 居然在自己的法则之力下 一点伤害都没造成 阁下 你既然是无上大地 为何戏弄本地 风九幽瞬间僵住 这就被他认为是大地了 卧槽 这老头是不是有病 还是病得不轻那种 哎 李老头 你攻击了我两掌 该我了 突然 风九幽手中的流光地刃 迎着离开的脑袋狠狠劈下 破天刀绝在百倍攻击BUFF的加持下 一道恐怖的刀钢朝他脑袋来 离开脸色骤变 这道刀钢无视领域 法则 看上去并不像法则之力 但是相差无几 瞬间 他消失不见 出现在一百公里外 在他消失的原地 出现了一道深999米 宽99米 长99公里的大峡谷 吓得离开背后冷汗直冒 差一点劈中他的小鸟 李老头 你躲什么 再来吃我一道 流光地刃抬了起来 上空风云大作 一道刀影若隐若现 似乎要斩破天穷 离开再也无法淡定了 他虽是大地 也属于那种相对较弱的大地 面对风九幽的战役 吓得连交手的信心都没有 你有种 你给我等着 放下狠话后 离开施展大挪移 消失在了一百公里外 这老头 胆子为何如此小 麻蛋 我要是能杀了你 还能让你跑掉不成 风九幽摇了摇头 看来大地超脱镜 还不能破开自己的防御 不过进攻上 似乎想要留下大地 还是很难做到 看来 还是得突破到混元镜才行啊 不过 目前还未触碰到屏障 还得等一些日子了 呃 看来得去找一找南宫敌 那老家伙了 风九幽眼睛一亮 化作一道光 朝幻花城飞去 第198章 幻花城 南宫敌青楼 坦古征 幻花城 幻花仙宫 下辖最大的城池 依山而建 幻花将环绕 名副其实的修仙之城 这里 有发达的贸易市场 拍卖会 兵器阁 仙药方 比比皆是 这里 有着难修梦想的天堂 青楼 陪玩 赌斗场 兴罗齐步 风九幽刚到这里 被眼前的一幕震撼到了 比起下界的落成来说 战地面积更大 街道更多 天空飞的仙兽更多 落意不绝的修仙者 还有搔手弄姿的青楼女修 形成了幻花城 最靓丽的风景线 也不知道南宫敌 躲哪去了 风九幽在街道上走了半天 并没发现他的踪影 难道他回南宫家了 在这里 神识不能乱描 否则 会遭受到幻花城 仙宫大阵阵灵的警告 众者还会被阵灵反噬 除了那些无上大地外 其余修仙者 很少用神识乱扫 你们知道吗 听说不朽诗家公子 在逍遥仙阁闻洞 真的吗 是那些不朽诗家的公子啊 好像是南宫家 跟东方家的公子 小灵 你不是想帮上 不朽诗家公子吗 这个机会 你可要抓住呀 两个长相普通的女修 双眼放光 偷偷朝逍遥仙阁描去 恨不得冲上去 让南宫家 东方家的公子宠幸一番 好礼于月龙门 一飞冲天 改变他们贫穷的命运 风九幽停了下来 朝逍遥仙阁望去 一栋金碧辉煌的建筑 出现在眼前 门口弄了两个石雕 貌似是远古时代的麒麟 皮修 红地毯从门口蔓延至 逍遥仙阁大厅 大门左边 一个水晶屏幕出现了 每个女修的画面及价格 每个人喝酒 表演 开房的价格不一 便宜的一千夏品仙石 昂贵的十万夏品仙石 堪称恐怖的消金窝 在风九幽的印象中 一千夏品仙石 够一个修仙者 十年的修炼资源了 那恐怖的十万夏品仙石 足够普通修仙者 一千年修行 大门的右边 水晶屏幕上 显示着今天的女修节目 凤凰飞飞 比翼双飞 青青草原 风九幽眼睛瞪得大大的 突然冒了句粗口 卧槽 修仙界的科技 如此发达了吗 路过的男修脸上 露出鄙视的表情 仿佛在说 真是个土包子 逛个青楼 也要大惊小怪的 女修们上下 打量着风九幽 扫尸了半天 恨不得上去摸摸 风九幽那健壮的胸膛 甚至对她吹起口哨来 风九幽嘴角微微抽搐 内心暗道 无上天的女流氓 也太大胆了 居然还来逛青楼 甚至调戏男客人 难不成这是冬裕的文化 这位仙友 要不我们去隔壁先方 乐呵乐呵 一个胆大的女修 走路一点一点的 差点亮瞎的风九幽的眼睛 只不过长相过于普通 实在是无感 啊 正当风九幽准备 开口拒绝时 女修走到身边 公然地朝风九幽胸口摸来 这也太胆大了 本公子来青楼 不代表本公子好这一口 so 整个人消失不见 出现在了逍遥先隔的大门口 女子摸了个空 露出惊讶的表情 小公子 本仙女精通防术 你不要躲开啊 女修不停地对风九幽放电 还抖动了几下 划过一道美好的弧度 抱歉 你不是我的菜 风九幽头也不回地 朝逍遥先隔里面走去 留下女修哀怨的眼神 跺了跺脚后 她追了上来 公子 欢迎光临逍遥先隔 刚进入大堂 一排身穿薄纱的女修 青衣色的大长腿 个个貌美如花 身体微微向前倾 露出一片片雪白 风九幽愣了一秒后 脸色微红 摸出一把扇子扇了起来 正好掩饰住自己尴尬的表情 公子 是来喝酒吗 还是来看表演 又或者做男人想做的事 领头的薄纱女修 一副寒情默默地 盯着风九幽看 看得小楚男 脸色微微烫了起来 风九幽心领神会 地上一袋鲜石 足足有上万块下品鲜石 女修接过后 瞟了一眼 顿时大喜 娇嫩如脸偶的手臂挽了上来 轻轻地在风九幽耳边 吹了一口气 公子 今晚我就是你的了 风九幽 顿时露出尴尬的神色 连忙拒绝道 嗯 我不是来找姑娘的 正色问道 我是男公迪的兄长 请问他在这里没 女修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不过秉着服务之上的原则 面带微笑 回应道 公子 男公迪先有再次闻斗 请跟我来 说完后 女修便领着风九幽往三楼走去 她轻轻地摆动大胯 是不是故意在风九幽身上蹭了两下 那意思表现得不要太明显 风九幽露出苦涩的笑容 没想到今世的青楼 比前世的会所还要恐怖万分 为了找到男公迪 她强忍着女修的调戏 她很想拒绝她的领路 又怕被其他来玩乐的男修们鄙视 风九幽的迥样 被门口调戏 那女子发现了 偷偷地跟了上来 走了两层 转了两个角落 终于来到了一个豪华纹豆房 公子 到了 风九幽停了下来 差一点撞到了女修身上 抬头一看 四个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帘 纹豆至尊 女修缓缓地推开大门 带着风九幽走了进去 男公迪 有什么本事 使出来 要是你输了 你身边的女伴就归我了 嘿嘿 风九幽刚踏进房门 看到人山人海围观的局面 男公迪带着一个绝色美人 在左边 前方摆上了一把琵琶 一台古针 右边是一个长相魁梧 露出胸膛的陌生男子 旁边坐着一个书生模样的男子 还有一个身穿薄纱的花魁 同样也放了一把琵琶 一台古针 东方夜店 本公子怕你不成 要是你输了 我不要你女伴 我只要谢宗俊的命 如何 男公迪带着细血的目光 狠狠地盯着书生模样的男子 谢宗俊身躯微微颤抖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东方 不过 东方夜店并没有看他 而是在薄杀女子身上 狠狠地抓了一把 成交 谢宗俊脸上闪过一丝绝望 眼神中流露出浓浓的不甘 只见 男公迪走到鼓针旁 缓缓坐下 平住呼吸后 手放在了弦上 当 一声美妙的鼓针声传出 惊起了下方水池的鲸鱼跳了起来 手快速拨动起来 美妙的音符在逍遥仙阁肆意游荡 水里的鱼 成群结队地飞了起来 沿着中庭院落 上下起舞 形成一副鼓针隐渔乐的美图 所有人闭住呼吸 一边听着跳动的美妙音符 一边欣赏着鱼飞瞎舞的画面 东方夜店傻眼了 原本想通过书生的琴棋书画 让男公迪吃扁 让他狠狠地丢面子 没想到他的音律造诣如此之高 似乎触碰到阴道的边缘 要是让他真正悟出了阴道法则 必然会给东方家增添潜在的大敌 东方夜店眼神中闪过一道阴霾 给旁边的书生传音道 你只要能阻止男公迪继续弹奏下去 我承诺把谢宗廷还给你 谢宗君顿时一愣 眼神中闪过一丝凶狠 摸出一个散发着魔气的笛子 嘴角轻轻贴了上去 准备阻止男公迪的阴道感悟 你还是下地狱去吹吧 一道恐怖的声音 从谢宗君耳边传来 第199章 灭杀东方夜地 幻花城大战 上 声道 人道 风九幽很不合时宜地出现在谢宗君身边 一手捏住了他的喉咙 脸红脖子粗 呼吸逐渐困难起来 魔笛掉落地上 惊得东方脸色骤变 小子 放下他 风九幽淡淡看了一眼他 手上的动作更加凶猛 咔嚓 谢宗君被活生生捏爆 一片血雾被风九幽操控成一团血球 随即扔向东方 哗啦 谢宗君的血雨淋得东方一身 整个人变成一个血人 他瞬间猛逼了 连周围围观的修仙者们都露出金融 南宫敌正好弹奏完成 当他睁开双眼时 发现周边的环境格外不对劲 扫到风九幽脸上时露出一抹惊喜 不过 当他的视线描向东方时 整个人瞬间僵住了 东方是不朽世家东方家的超级天才 乾隆榜排名29 比南宫敌还要考前一名 一个骄傲到鼻孔朝天的人 平时洁痞缠身 灰尘都不沾的人 今天却被人淋了一身鲜血 可想而知他此刻的心情 小子 我要杀了你 莫然 东方杀意覆盖整个文斗之尊阁 周围观看的修仙者们 感觉到那恐怖的杀意浸入心底 压抑 恐惧 害怕 风九幽手掌轻轻一挥 那道无形的杀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爹爹 我刚才可是救了你 你还在那里看谢 风九幽无视对方的威胁 反而看了一眼南宫敌 随口道 南宫敌一头雾水 疑惑地看着风九幽 你救了我 刚才 嗯 刚才那个书生模样的男子 打算吹魔敌 破坏你的音律 阻止你领悟阴道 风九幽轻轻一抓 地上的魔敌出现在手上 递给了南宫敌 南宫敌脸色大变 惊呼道 天魔敌 话音一落 围观的修仙者们 顿时吸了一口凉气 天魔敌 并不是说这个敌子品质多高 而是这个敌子 是天魔一族的邪恶产物 他最大的功能 便是破坏 腐蚀修仙者的精神力 针对那些音律天赋者 精神天赋者 具有强大的破坏力 被称之为精神修者的破坏者 杀手 南宫敌恍然大悟 一脸不善地盯着东方 好你个东方夜帝 今日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灭了你 此刻 东方夜帝宛若一头发怒的狮子 凶狠狠地盯着风九幽 对于南宫敌的威胁 根本不在意 从来没人敢羞辱我 你是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死吧 一柄地刀出现在他手上 迎面朝风九幽劈来 一道白光落下 强大的刀钢 刀势 散发的刀玉 瞬间让逍遥阁建筑化为虚无 不过 刀钢落在风九幽身上时 就跟一道风吹过 风九幽安然站在原地 一脸细血地看着东方 一个混原境的修仙者 如何能破开神龙霸体的防御 身旁的南宫敌 惊讶地看着风九幽 没想到他 仅仅凭肉身 就能硬抗东方的攻击 果真四个大变态 不由地好奇起来 接下来 他如何应对东方的东方刀精 在东方发动攻击的瞬间 青楼女子 修仙者 纷纷飞到天上 一脸惊恐地看着东方 乾隆榜第29名 不愧是榜单高手 果真不是他们所能匹敌的 天哪 我的逍遥仙格彻底毁了 逍遥仙格的老宝 坐在街道上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起来 一脸仇恨地盯着东方 风九幽等人 你们不赔个上一几品仙石 别想走 郭噪 东方弹出一指 一道白光没入老宝的眉心 瞬间炸成血雾 死得不能再死 真给修炼者丢人 拿一个老宝撒气 看来所谓的不朽世家 东方家也不咋地啊 风九幽鄙视地看了一眼 出口讥讽道 哼 蚂一样的东西 也敢在本公子面前嚣张 他不死 谁死 东方冷冷地看着风九幽 对于刚才一击未成 心中颇为不满 接下来 还有你 下去给老宝陪葬吧 东方刀精 日出东方 杀 地刀上染上了一层火光 仿佛把天上的太阳 装在了刀剑上 周围的温度上升了数百度 周边的商铺 街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东方铁了星药灭沙风九幽 直接使出了 他家的家传战法 天哪 这莫不是东方家的东方刀精 就是东方刀精 号称无上天 最强大的刀法之一 这个大汗危险了 空中围观的修仙者们 纷纷议论起来 似乎没有人看好风九幽 就算他之前用肉身 抗住了东方的第一刀攻击 他们不认为 东方使出东方刀精后 他还能抗住 毕竟刀精 东方日出包含了烈日的意境 火焰领域 单凭风九幽的身体 是无法防御 刀势落下 火光清线 风九幽瞬间被火焰包裹着 看得南宫敌心中一慌 不由地担心起来 然而 火焰包裹的一刹那 风九幽体外 散发出一股恐怖的能量 火焰瞬间熄灭 不这不可能 东方胜劝在握的笑容 顷刻间 脸色大变 一脸难以置信地 看着风九幽 恐惧道 风九幽淡淡地看着他 嘴角露出莫名的笑容 礼尚往来 君子也 东方野猪 该我了 风九幽手中的流光地刃 瞬息间横批而出 一道毁天灭地的刀缸掠过 周围的建筑成片 成片倒塌 紧接着 在刀势的驱动下 街道上的石板 一叠叠飞了起来 化作一条石龙 朝东方杀去 不好 东方脸色骤变 完全低估了 风九幽的战力 自以为风九幽的防御天下无双 没想到他的攻击 却远远超过了自己 刀屿封锁的四周空间 他逃无可逃 他硬着头皮 取出一个护盾 举了起来 在刀缸落下的瞬间 一道红色的透明罩 出现在前方 咔嚓 护盾只抵挡住一个呼吸的时间 便破裂 不 刀缸没减速 朝他的手臂落下 扑哧 左手臂被砍落 掉到地上 瞬间变成了杨过 啊 东方一声惨叫声响起 把围观的众人 震得外焦里面 一个乾隆榜排名 二十九名的超级高手 被一个名不见经传 小人物被砍断了手臂 难道他是地家 或者黑家的人 东方野猪 我这一招刀法如何 不好意思 让你变成杨过 也不知道 小龙女会不会伤心 风九幽咧嘴嘴一笑 落在东方夜地耳朵里 那是无穷的讽刺 挖苦 作为天之骄子的他 什么时候吃过如此大亏 这是你逼我的 东方夜地双目星红 手中的地刀 刺进自己的胸膛 鲜血哗哗流进地刀 看得众人瞠目结舌 东方夜地不会 是要使出 刀金中的血刀吧 应该是 血刀是东方刀 金中最邪魅的一招 据说用自己的金血为媒介 战力可以瞬间提高两倍以上 这下对面那汉子 危险了 没有人看好风九幽 世人都知道 不朽世家的底牌 有多强大 特别是那些妖孽的 不朽世家弟子 第二百章 灭杀东方夜地 幻花城大战 中 哗啦 地刀从东方夜地 胸膛拔出 拉出的鲜血 洒落一地 此刻 以东方夜地为轴心 以十个立方米的空间 为半径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势 弥漫出来 血液滴答滴答的声音 变得格外诡异 十立方米的空间 是血红色的 宛若走进的血浆之中 空中弥漫着血的分子 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 那冰染血的地刀 冉冉升起 发出耀眼的红光 一道红光刺破云霄 引得方圆数万公里震动 近在咫尺的幻花仙宫 一众高层脸色大便 纷纷朝幻花城扫来 该死的小子 居然是他离开双眸通红 一脸愁视地盯着幻花城 大长老 莫非那个汉子 就是杀害狸平的凶手 不过 跟他对战的人是 东方夜地吧 此事有点麻烦 幻花仙宫公主迁循脸色微变 问道 请求公主派 几个长老跟我一起 捉拿此贼 离开双手作一行礼道 公主迁循思考片刻后 点了点头 准了 不过 最好能跟东方家搭上关系 离开脸色一洗 抱拳道 明白 片刻之后 五道身影从幻花仙宫掠出 朝幻花城飞来 这边 东方夜地整个人感觉缩小了一圈 不过 他眼中的仇恨 没有丝毫下降 血雾化刀器 宛若劣震的士兵 一丝丝血线 从东方夜地的胸口 连接着漂浮的地刀 那柄地刀散发的威力 越来越强大 逼得众人一退再退 空间漂浮的众人 已经退到十公里之外 这一幕 让南宫敌心有余记起来 九命凶 不可硬抗 血刀传说无视领域 甚至无视法则 可谓无上天第一刀 风九幽眉头一挑 看了一眼东方夜地的表演后 撇嘴道 看上去挺花里胡哨的 我最多给他打六番 南宫敌嘴角微微抽搐 无语地看了一眼风九幽 九命凶 你可千万不要大意了 我跟你一见如故 我不希望等会为你收拾 风九幽鄙视地瞪了他一眼 这么对我没信心 等会要是我灭了他 城外小树林等着我 我跟你聊一点风九幽的事 如何 南宫敌眼中闪过一道意思 上下打量了一番风九幽后 点了点头 好 搜 李勘瞬间出现在东方夜地身边 恭敬道 我乃幻花仙宫大长老 见过东方公子 东方夜地淡淡看了一眼 李勘等人 淡淡回应道 嗯 我幻花仙宫 愿为东方公子孝 全马之劳 李勘等人谄媚道 咦 东方夜地轻蔑地看了一眼后 说道 等我杀了对面的贼子后 看你们的表现吧 无只血刀 去绽放吧 东方夜地不再理会李勘等人 他体内的鲜血把地刀浇灌完成 杀 血刀牢牢锁定风九幽 化作一道血光 快速闪电急速而来 李勘等人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 杀自己孙女的凶手 终于要死了 东方夜地舒缓了一口气 终于要干掉这个大汗了 身躯微微晃动了一下 差点摔到地上 眼间的李勘 顺势靠了过去 扶着他 东方公子 你太激动了 东方夜地看了一眼李勘 露出一抹你懂事的笑容 九命兄 快躲开 南公敌再次担心起来 换成他也无法挡住杀来的血刀 风九幽做出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动作 只见他原地伸出手掌 去抓杀来的血刀 难道他疯了吗 所有人心中都有这个疑问 血刀带着毁天灭地的杀一杀来 风九幽手掌快速伸出 在所有人都觉得他是疯子时 那柄霸刀的血刀 被他的巨大手掌 死死地抓在手中 这 这柄地刀 还不错 东方野猪 谢谢你送我一柄地刀 我正好用来杀猪 话音一落 风九幽把他扔进了白塔里 交给小白去收拾他 不 东方野猪感觉到 自己与血刀的联系断了 一股强大的反噬之力 冲入丹田 扑哧 一口金血喷了出来 整个人直直地瘫了过去 幸好离开扶着他 不然 东方野猪会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这剧本不对啊 不应该这汉子 被血刀灭了吗 怎么血刀还被收走了 围观的人惊恐地看着风九幽 他一次次刷新他们的认知 甚至连赶来的黎堪等人 心中隐约不妙起来 南宫敌终于舒缓了一口气 这个汉子果真没让自己失望 他耳边传来风九幽的传音 你先离开幻花城 我马上要开启杀戮模式 他似乎还未反应过来时 风九幽瞬息间出现在黎堪的身边 黎堪条件反射地扔下东方夜地 顺势退出十丈远 他的行为 让空中围观的修仙者们 纷纷鄙视起来 你可是无上大地境 居然会被一个至尊境巅峰的高手 吓退 这幻花仙宫的长老也太逊了 幸好 他们不知道 之前附近山谷发生的战斗 不然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东方夜珠 那命来 风九幽可不管他现在重伤与否 先收点利息 神龙全绝一出 一道神龙虚影落下 眼看东方夜地 即将死于自己手下 突然 他脖子上的项链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危险 散发出一道白色的光芒 紧接着 一个虚影出现在他身边 他冷冷地盯着风九幽 怒视道 你敢挑衅我东方家的传染 找死 只见他虚空一挥 一个巨大的手掌从天而降 朝风九幽落下 周围的虚空寸寸断裂 幻花成的房屋大片大片崩塌 恐怖如斯的掌印 超越了混元镜 蕴藏着一丝活法则 大地开始燃烧起来 周围的围观修仙者一哄而散 甚至连李勘等人 也不得不退到百丈之外 切 花里胡哨 风九幽不带半点害怕的 不就一个护道者的一道虚影罢了 顶多具备本体的十分之一的能量 满打满算不过半步大地劲 风九幽 迎着手掌飞去 神龙全绝 在百倍攻击buff的加持下 化作一道神龙杀去 碰 天空中宛若烟花在绽放 那道掌印被神龙活生生戳爆 神龙游荡后 朝下方的虚影杀去 好胆 虚影彻底怒了 居然还敢挑衅自己 一个垃圾敢挑衅大地 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双手一抓 凝聚成一柄长剑 轻轻一挥 一道 两道 九道火箭飞出 形成九道火蟒 九道火焰法则 杀像落下的神龙虚影 碰 离地一百米的空间一片火海 神龙虚影消失 火箭不见 众人看得眼花缭乱 大地不愧是大地 他的一道虚影战力便如此恐怖 可想而知 他的本体有多强大 不过 让他们意外的不是大地 而是风九幽这个至尊镜巅峰高手 硬抗大地两招 不落下风 他的战力超出了众人的想象 更让众人恐惧万分 纷纷在猜想 他是乾隆榜上的哪位大神 虚影逐渐暗淡下来 他带着不甘 看了看风九幽 浮软起来 小友 只要你放过夜地 我东方家的大门 愿意为你敞开